很想隐居安详晚年 没想到却成为玄武大陆的传说 甚至四大修炼体系都因我而起 只因我将四本随身携带的小说 扔给了四个废材徒弟自行仓物 然而四个徒弟却变费为宝 还建立了四大宗门各自称霸一方 我叫青燕 穿越到一个破败的废材宗主身上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不仅手无腹肌之力 还不能修炼 因而为了狗活下去 我匡骗仅剩的四个废材徒弟要闭关 将它们打发下山 眨眼几十年过去 清晨 一处隐秘的山谷 我呆呆地望着骨口之外碧蓝的苍穹 老眼之中有泪花在打转 此时的我已经面容苍老身形萎缩 就连搬起一块重物 身体都会忍不住的颤抖 仿佛下一刻 就要厌弃一半 回想自己孤身一人居住于此 没敢离开过这山谷半步 如今即将老死 却连外面的世界都没看过一眼 人之老矣 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畏惧 若是再不出去看一看这外面的世界 或许我就真的只能在山谷之内了 却此手 老天对我如此残忍 让我穿越到这一界之中 却不曾赠予我半分机缘 今日即便出去后 纵然死去 也要完成这一生最后的面相 我背着包袱来到了一处小镇 看着眼前的人流叹了口气 不知道我那四个弟子如今过得怎么样 当初我只是随手拿了几本小说 打伐了这四个家伙 若是这四个真的将这当作修炼功 恐怕已经是被人笑掉大牙了 然而就在我走到镇子中心的时候 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座巨大的石像 令我顿时呆滞在了原地 只见这尊石像巨大 足足是有着三米之高 树立在苦梅镇的中心 四周还有着一方祭坛 时不时还有人走上前去祭拜 我目光正正地盯着这座石像 只因这石像的面容 怎么与我年轻时候的模样 长得极为的相似 艰难地咽了咽口水后 连忙逮住一个祭拜完下来的年轻人 小哥 敢问你们所祭拜的石像 是谁的石像啊 年轻人的脸上顿时露出一脸 不敢相信的神字 不是吧大爷 你莫非是在戏耍于我 这可是大名鼎鼎的青叶祖师爷 你竟然不知道 只要是玄武大陆上面的人 就没有不知道青叶祖师爷名号的 你可知如今的四大宗门 那可都是青叶祖师爷的四大弟子所开创 并且如今整个玄武大陆的修炼体系得到整理 也是得益于四大宗门的整合 听到这年轻人的讲述 我的身躯顿时僵住了 心里面有些高兴 也有些愧疚 我早就已经是疲惫不堪 坐在这大石头上面便睡过去 突然耳边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响声 我缓缓地睁开了浑浊的老眼 只见一尊豪华庞大的战车 在众多修士的围绕之下 轰隆隆地从我身前行驶而过 战车里面 坐着一名长相彪悍的年轻人 我看着那张与自己擦肩而过熟悉的脸 顿时困乏的意识惊醒过来 林妍 我连忙是朝着那战车扑过去 想要拦下战车 然而还没有等我靠近战车 便被人抓住提了起来 老头 你想干嘛 这可是灵虚武宗的作家 你难道认不出来吗 提着我的人乃是灵虚武宗的长老 我知道这是灵虚武宗的作家 但我有要是找你们宗主向商量 你快点将老夫放下来 我脸色苍白无比 赶紧解释起来 可是战车迅捷无比 我只能眼睛不甘地看着那已经走远的战车 最后消失在天际 经此教训 我整顿思绪决定前往灵虚先宗 毕竟我这残破的身躯已经经不起折腾 灵虚先宗在西域 想要从南域过去西域 还要跨过一条很大的山脉 山脉里面自然是少不了凶爽 不过幸好 这山脉的附近有一座重城 专门攻击穿行这山脉的无者使用 此时的我由于身上长时间没有洗澡 散发出一股极为浓厚的酸臭味 活生生的一个老乞丐 那些城里面的羞士 个个是捂着鼻子 脸上露出极为厌恶之色 守卫在人群的起控之下 迫于压力 也只好是将手中的长枪对准我 对不起 大爷 请你出去 我看着这士兵 心里面又是无奈又是没有丝毫办法 在这个以武力为尊的世界里 想要讲道理 是根本没有任何的用处 然而就在这时候 一道交贺从人群中传了出来 大胆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竟联手欺负一个老婆 且先问问我灵虚先宗水灵儿 手中宝剑是否答应 只见人群之中 走出来一个提着常见的女子 周围的人听到这水灵儿自爆宗门 顿时神色便是变得紧张起来 水灵儿来到我的身旁贴心地问道 老婆 你没事吧 我摆了摆手 没事 多谢姑娘仗义相救了 姑娘 老朽可否求你一件事情 水灵儿一脸正气凛然 老婆 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尽管言语 水灵儿一定尽力帮你解决 其实我在灵虚先宗有个固有 可是这灵虚先宗太过于遥远 家里面出了一点事情 我想捎个信给他 姑娘可否带我去灵虚先宗一趟 水灵儿面色有些挣扎 若是带这名老婆回去 她假冒灵虚先宗弟子的事 就要彻底的穿帮了 可是看着我那般可怜的姑娘 她又于心不忍 咬了咬牙答应了下来 行吧 我带你去 苍穹之上 水灵儿带着我欲见而行 飞速地朝着云仓帝国的境内 急迟而去 穿过云层 一座巨大的都城映入两人眼帘之中 水灵儿缓缓地降落在这都城之前 老婆 这里就是云仓帝国的都城了 我面色有些发白 腿脚有些发暖 下一刻忠实忍不住了 扶着一棵大树便是呕吐了起来 好像有点晕见 水灵儿连忙朝着我体内 度入一道真气 老婆 你没事吧 小姑娘 抱歉了 年纪大了 有点受不了这么刺激的赶路方式 水灵儿善解人意一笑 老婆 灵旭先宗在这云仓帝国 都城西南侧的穷华山上 我们想要去灵旭先宗 还要差不多半日的时间 突然万里无云的苍穹 若然狂风大作 黑云压天 世界在这一刻 皆是变成了黑色 呼啸的风吹卷着 天地间的能量 也是在这一刻变得极为的紊乱 死了 天地之间 一阵碎步撕裂般的声音响起 众人只见在天穷的身处 突然是被撕开了一道大口 露出流光充斥的空间断层 涌现出极为磅礴的能量气息 与此同时 不仅仅是在玄武大陆 其余的白虎大陆 青龙大陆 朱雀大陆之上 也一时出现了此番的场景 所有的修饰 都是在这宛若 末日一般的意象之下 瑟瑟发的 在水灵儿的庇护之下 我望着这天空上面 出现的惊讽一幕 神色不禁是有些紧张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 看起来 竟然宛若世界末日一般 洪亮的声音 从帝都传了出来 各位云仓帝国的子民 千年一次的秘境已经开启 无数机缘皆在其中 抓紧时间 逆天改命 我与水灵儿并未搭理 那开启的秘境 来到灵须先宗的山门之外 来者何人 抱上明来 水灵儿的眼中 闪过一丝慌乱 我是谁 你们不知道吗 竟然连我都认不出来 两名守门弟子一脸 猛逼盯着水灵儿 不管你是谁 但凡是灵须先宗的弟子 请出示令牌 若不是灵须先宗的弟子 请抱上明来 等候通报 水灵儿的脸上露出 一抹无奈之色 正想要给我解释的时候 山门之内突然是走出来 一道身穿先宗弟子服侍的女子 这不是水灵儿吗 区区一个杂役 竟然也敢忘称为灵须先宗的弟子 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 女子的声音尖锐 言语之间带着一抹讥笑 我听到这女子的话语 脸色微微一露 两名守门弟子听到水灵儿乃是一介杂役 加上我又没有任何的修为 正准备驱赶 水灵儿脸上露出一抹哀求之色 为我求起情来 两位师兄 这位老伯有亲戚在灵须先宗之内 我此番带这位老伯前来 就是为了来帮助她寻找亲戚 我连忙将水灵儿拉了过来 姑娘 算了 你与他们再怎么争辩 他们依旧还是会不依不饶的 水灵儿的脸上露出一抹愧疚之色 对不起 老伯 我骗了你 我其实只是灵须先宗一个考核不过的杂役 我拍了拍水灵儿的肩膀 露出一抹慈祥的笑容 而此刻 先宗之内 一处山端之上 叶出雪正是闭目凝神盘坐于此 大长老来到这山端之上 将刚才大门偶遇我 并受我所托转达的消息告知叶出雪 叶出雪的眼眶里面 漠然笼罩上了一层雾气 整个人直接是朝着灵须先宗的山门 飞快地及时而去 见到叶出雪那刻 我的眼眶微红 五十多年了 叶出雪的样貌 依旧未曾有过太大的带 从我刚刚穿越过来时 那个稚嫩的女孩 到现在这从容淡雅的灵须先宗宗主 这种感觉 恍若隔世 叶出雪来到我的身前 精灵的泪光已经是从她的眼眶里面滑落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弟子叶出雪 拜见师尊 我心里五味杂陈 没想到当年的无心之举 却是缔造了一位绝世强者 徒儿 真是没想到啊 不等我说完叶出雪一把 扑在了我的怀里 眼角的泪珠 如同开闸的洪水一般倾泻而下 温情地相聚了一会之后 叶出雪才是从我的怀抱里面出来 师尊 弟子不孝 让你在外受了这么多苦 我抬手擦了擦叶出雪的眼泪 好徒儿 是维师对不住你们了 说着我神色复杂 欲言又止 但终究还是没有将用小说来糊弄他们的事情说出来 师尊 这几年 你去了哪里 我们去了灵虚宗 发现灵虚宗已经是变成了废墟 您也不见了踪影 叶出雪看着我干枯的双手 以及这孱弱的身躯无比心疼 维师其实是去历练红尘了 也是维师故意不让你们找到我 正所谓红尘历练 自然是要化繁为简 化仙为繁 体验人间疾苦 六道轮回 水灵儿这时也来到我的身前 面露震惊的跪下行李 灵虚先宗杂役弟子 水灵儿 拜见祖师爷 水灵儿是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一路上带着的老婆 竟然真的是这响彻大路 明镇事件的清夜祖师爷 刚才他还想着带我离开 起来吧 水灵儿 你心性纯良 纵使天赋不佳 可依旧还是比许多人好了太多太多 这一路上多亏你的照顾 否则的话 老夫还真难以到达灵虚先宗 我浮起水灵儿 脸上带着和蔼的微笑 就在夜出雪扶着我准备进山之时 脑海里响起冰冷的声音 恭喜宿主与弟子相认 成功激活系统 奖励宿主活出第二世 奖励修为境界 无双至尊 这一刻饶是以我六十年心如止水的心境 也终究是忍不住身体激动的颤抖起来 夜出雪见着这突然情绪波动的我 脸上陡然是露出疑惑的神情 然而就在下一刻 我的身上猛然的是爆发出一股 极为磅礴浩瀚的恐怖威压 如同绝地的洪水一般 汹涌地朝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去 一瞬间 夜出雪在这恐怖威压的镇压下 根本无法动弹 水灵儿等弟子 更是被这威压镇压地扑倒在地 嘴巴里面大口地吐出一抹鲜血 天地在这一刻漠然变死 无数的凶兽发出叨叨 震耳欲容的吼叫 山体崩碎 苍穹震荡 整个玄武大陆 似乎都是在恐怖威压之下震荡起来 今是今日 我足足是等了六十年了 在朽木僵磅 黄土埋身之际 属于我的金手指 终于是降临了 我浑浊的老眼中 隐隐有着泪光闪烁 玄机身上的皮肤 开始一层层地掉落 银白色的头发 也是以着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地变成了黑色 不仅仅是外表 在疯狂地发生着变化 体内的组织 筋脉 此刻也是被神秘的力量轻染 焕发出勃勃生机 开始飞速地运转起来 烦恼还童 活出第二时 叶初雪等人目光正正地看着我这立地重生 重返青春的一幕 皆是被震撼地说不出任何一句话出来 这种场面几乎是颠破了他们现在的世界观 师尊 这就是你红尘历练的缘故吗 看来还是徒儿才书学姐 没有领悟到师尊这一层的境界 叶初雪的言语中竟是钦佩之死 我点了点头 缓缓地说道 无妨 进阶到时 自会领悟 此番红尘历练 为师已经功德圆满了 唤喜过后 我来到宗门大殿 对了徒儿 你的另外三位师兄呢 禀告师尊 三位师兄已经是前往秘境之中寻求机缘了 叶初雪回答道 师尊 这秘境乃是千年开启一次 根据资料记载 千年之前 秘境曾经开启了一次 当时的灵须宗尚且还是大陆第一的宗牌 可是后面秘境关闭之后 灵须宗便是呈现了下滑的趋势 据说这千年开启一次的秘境里面 藏密着长生的机缘 里面有着数不尽的宝物以及造化 每一次秘境的开启 四方大陆的修炼者都是会进入其中争夺机缘 这一次秘境开启 那些寿源将近的老怪物们 也已经是纷纷出动进入其中了 原来如此 长生的机缘这等诱惑 确实让人抗拒不了 师尊 三位师兄已经进去三天了 要不我们也进去看看吧 或许我们也能寻找到长生的机缘 我也正有此意 正好去看看你三位师兄在里面的状况如何 说完我身形一动 灵气缠绕周身 直接是朝着那贯穿天地的光柱飞驰而去 夜出雪也赶紧预见而行 跟上我的步伐 秘境入口 光柱横穿天地 看着四下躺满的尸体 我不禁叹了口气 修炼意图 生死由天地 走吧 我们进去 我表情平静 抬脚踏入了光柱之中 一阵刺眼的光芒闪过 眼前出现了一个极其荒凉的世界 天地都是被漫天吹卷的黄沙给覆盖 遍地都是白色的骷髅骨架 被这大风吹得四处滚落 虽然看似荒无人烟 但是天地之间 却充斥着极为浓郁的能量 几乎是玄武大陆的两倍 我刚想要起身凌空飞行 但却突然发现 自己竟然完全飞不起来 看来这方天地 有禁止飞行的力量 我面色凝重对着夜出雪说道 我感觉这秘境并不简单 就连我的修为 居然都无法欲空而行 说明这不知禁止飞行正反 远超我的修为 小心一些 未知的地方 一定要保持谨慎 夜出雪点了点头 随即跟着我一起 朝着秘境的深处走去 师尊 我怎么感觉这地方不像是秘境 更有点像是监狱牢笼一般 话音刚落一道黑影 快速来到我身边 这位兄弟 这个给你 那人面容丑陋 看上去至少五六十岁 他将一个方形的盒子丢给我 而后迅速离去 后面追赶来的人 将我和夜出雪围了起 你们是什么人 夜出雪眉头一皱 零剑寒霜已经握在了手中 识相的 将东西交出来 为首的一位中年男子 狠狠地说道 我瞟了他们一眼 将这些人的实力尽收眼底 除却这为首的中年男子 乃是一位王者 其余人不过递近而已 当我觉醒系统 获得无双至尊境界之后 脑海里就有了 修炼境界等级的话 同一阶到十阶 十阶对应我四个弟子的修为 在十阶之上 便是王者境界 王者之后是至尊强者 至尊强者分为 青铜白银黄金无双四个级别 那中年男子 见着我没有反应 继续威胁他 小子 识相的速度交出来 否则别怪本大爷不客气 放肆 夜出雪运转灵气 手中的仙剑 发出耀眼的白芒 一剑朝着那中年男子 斩下去 小小地劲 也配在本王面前扯门 中年男子冷哼一声 手中的长刀出鞘 随手一击 便化解了夜出雪的攻势 紧接着他身后 七人各自拿出兵器 朝着夜出雪围攻了上去 中年男子也不管他们的打动 只是盯着我 夜出雪周围无数的剑气凝聚 手中的寒霜挥晤 当初一道道今天剑气 只是一瞬一位男子 被他一剑斩杀 接着寒霜回转 直接划过了一位女子的伯格 请客之间 却是让得那中年男子 直接呆滞在原地 不可能 这是什么剑法 竟然有如此威力 都是递进强者 还是七打一 怎么会敌不过 没多久 中年男子的七个手下 全部被夜出雪干掉 你们到底是谁 从哪个世界而来 身为王者境界的中年男子 有了几分距影 回答我几个问题 就告诉你我们来自哪里 我托起盒子问道 这盒子有何作用 这盒子里有一把钥匙 传闻可以打开长生殿 获取长生的秘密 文言我与夜出雪对视了一眼 你们又是什么人 我叫林三刀 乃是朱雀世界火云圣女 火云圣女坐下的随从 我点了点头继续问道 你可曾听闻 从玄武世界来的 林言肖与朱青云 林三刀摇了摇头 随后面色一沉 你们来自玄武世界 我笑着回答 没错 我们来自玄武世界的林须宗 玄武世界的林须宗 这个宗门还有人吗 林三刀不由地一愣 而后气势攀升 因为玄武世界 乃是一个低等世界 前一次千年秘境开启 林须宗算是玄武世界的顶级强者 但依旧折损在了秘境之中 这也是为何当初成为传说的林须宗 会变成一个没落的小宫呢 小子 既然你们是玄武世界的人 那就拿命来吧 林三刀长刀一挥 全身气势爆发 那无尽刀一绽放 直接朝着夜出雪斩下 玄武世界连一个王者都没有 如何能抵挡他这一招 然而下一秒 我身上爆发出一道光玉 不管是他的刀气 还是长刀 皆是无法前进分毫 林三刀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 你是至尊强者 此时的林三刀已经被吓傻了 当年玄武世界全胜十七连王境都没出现 因而参与灭杀林须宗强者时 他们朱雀大陆毫不畏惧 现在出现如此年轻的至尊强者 必须想办法逃走 将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的主 想走 做梦 无二 且看为师这一剑 话音落下 我伸手一招 夜出雪手中的寒霜便是落在了我的手中 森然的剑势缭绕其上 直破云霄 牵引四方灵气 剑意飘然 犹如幽幽明月高悬天际 至尊剑意贯穿了整个秘境 片刻之后前方血雾腾生 哪里还有林三刀这个人 好恐怖的一剑 夜出雪目光呆滞 心中无比震惊 师尊 您怎么将这盒子扔了 从这一剑的震惊和感悟之中 回过神来的夜出雪问道 傻徒儿 这盒子里哪里有什么钥匙 夜出雪脸色微沉 走过去一剑劈开 那里面果然空空如影 该死 居然被他骗了 师尊 我们现在怎么办 夜出雪问道 我淡淡一笑 当然是去找他 荒芜的秘境外围 黑魔将一个盒子打开 一块三角菱形的 琉璃钥匙出现在其中 黑魔 你干得不错 四块琉璃池 有一块落入了 我们天魔从手里 只要再收集三块 就可以打开长生殿 独享长生的秘密 红魔兴奋地说道 就在此时 一男一女并肩而来 黑魔瞳孔一缩 你们两个小子 竟然能从零三刀 手下活着走出来 真是有些意外啊 我一脸淡然 没什么好意外的 将长生殿的钥匙 交出来了 小白脸 就凭你也想 从我们四魔手中 还望大人饶恕 之前牛逼哄哄的四魔 在见识了我的实力之后 一下子就尾了 交出琉璃池 再回答一个问题 便饶而等一命 可曾听闻 萧羽灵炎珠青云之名 大人 您说的是来自 玄武世界的萧羽吗 听到黑魔的回答 我连忙继续追问 听火云圣地的人说起过 这个萧羽近来 与他们发生过冲突 而且他居然会使用 火云圣地独有的斗气 因此圣羽想要搞清楚这件事 后来不知道何远步 萧羽和火云圣女大战的一场后离去 据说逃去了无垢森林 闻言我皱了皱眉 火云圣地的人 也会斗气修炼之法吗 黑魔回答 是的 朱雀世界的前身 乃是斗气大陆 人人修斗气 传闻萧家曾经有一位天才少年 仅仅十数年 就修成了斗地强准 且身怀各种一伙 号称炎帝 明镇一时 只是后来这位炎帝不知所踪 斗气的修炼也逐渐衰落 只有一伙修炼之法 保存了一部分 因而后来的斗气大陆 改为了朱雀世界 而当年盛极一时的萧家 建立了火云圣地 必是不出 黑魔的话让我直接愣在了原地 斗气大陆 萧家 炎帝 这不会是小说的那个世界 立着人物吧 我和叶朱雪得到萧羽的消息后 就向无垢森林赶去 无垢森林的名字来由 是因为里面有一只实力堪比至尊的无垢武风 所以朱雀大陆之人不敢轻易进入 而此时山洞之内的萧羽 正在吞噬炼化无垢天火 只见她的身上爆发出一道道王者气息 而一边的火凤至尊气息不存 降到了王者水准 外围的火云圣女刚想离去 突然感到火凤的至尊气息消失了 出现了两尊王者气息 一个可怕的念头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难不成萧羽吞噬了火凤的无垢天火 走 进去看看 现在火凤修为已经降为王者 她也无拒了 火云圣女 你们还真是妻而不舍啊 萧羽朝着那绝色的红鹰女子看去 眼中绽放出浓烈的杀鸡 萧羽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吞了火凤的无垢天火 火云圣女直接开口询问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跟你有关系吗 萧羽冷冷回道 既然你不说 本圣女自有办法 话音落下火云圣女直接出手 一瞬间王者气息化作一道道攻击 直接朝着萧羽等人席卷了下 萧羽见状也将自己的王者气息放出 同时在天空凝聚一方大意 火云圣女见状 连忙大喊 快退 话音刚落萧羽的帝王硬随之落下 使得整个无垢森林一阵颤动 而火云圣女他们所占的地方 已经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 周围树木直接碾成了鸡粉 再尝尝无垢天火的滋味 一朵蓝色的火焰从萧羽手心甩出来 在使出这一击之后 萧羽身子一晃 险些跌倒 小凤 带我们走 火凤落下 化作一头蓝色凤凰 带着萧羽等人呼啸而去 下方的火云圣女被一伙阻挡 气得银牙紧咬 远处三道人影快速而来 转眼之间便是到了火云圣女跟前 黑魔 你还敢来 黑魔连忙回答 等等 火云圣女 你的琉璃池已经不在我身上 要是在大人手上 我朝着火云圣女看去 萧羽在哪里 火云圣女脸色一变眉头紧锁 你是何人 师尊 别跟这个女人啰嗦 直接抓住她 逼问萧羽师兄的下落 一旁的夜出雪出炎道 火云圣女闻言 顿时心中一醒 没想到萧羽跑了 却又来一个萧羽的师妹和师尊 我点点头 不过还未等我动手 火云圣女身旁的宋岳便一掌劈来 一道清脆的巴掌声响起 宋岳直接倒飞出去 重重摔在了地上 两眼一翻 挂了 不好意思 没控制好力度 我淡淡地笑着 黑魔冷笑一声 火云圣女 这位大人可是至尊强者 你最好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火云圣女闻言先是一论 而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平静下来 唯大人 萧羽吞噬了无垢天火 收服了火缝 还杀死了晚辈身边的人逃亡 我闻言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你的性命暂且留着 一切因果自由我的徒儿 亲自来解决 便带着夜出雪离去 路上夜出雪没带出名 师尊 萧师兄已经成为了王者 我也想去寻找自己的机缘 听得此话我叹息一声 你去吧 弟子拜别师父 夜出雪留下了琉璃池 而后飘然离去 就在夜出雪刚刚离去 便是有六人为上来打劫 众人的意识中 玄武大陆都是不到王者 境界的软世子 然而没想到 这回踢到了钢筋铁板 本宗主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将琉璃池在我身上的消息放出去 处理完这一切后 我转身朝着一个隐蔽的地方看去 兄台看了这么久了 也该出来了吧 不错不错 后生可畏 连我夜家的隐秘术都能察觉 简直有些出人意料 男人背负长剑悠然走出 我眉头一皱 你是谁 来自哪里 男人沉默了片刻 既然你能成为至尊 那也有资格知道我的名字 我来自长生世家之一的夜家 名夜晨 听得此话我为之一了 长生世家 是不是都能长生 夜晨无语的说道 长生世家充其量 也就比你们活得久一点 那你活了多久了 我随口问道 夜晨瞥了我一眼 应该有两百年了吧 我原以为自己的年龄够大 没想到眼前这个人 竟然活了两百年了 小家伙 别傻了巴基的 我这次出来 是特意为了你而来 夜晨一脸不解的看着我 我瞟了他一眼 好狗不挡道 好你个小家伙 早打 说完整个人身影一闪 背后长剑出窍 使出你的优越剑法 我倒要见识一下 那几个老怪物 所追求的无上剑法 有多厉害 原来这家伙 是为了优越剑法而来 夜家的人怎么知晓 难不成长生世家 是上古先玉遗留下来的人 先是见到了炎帝后人 现在又有了上古先玉的消息 我无剑 你有剑 不逼 我还要去找肖宇 哪里有时间跟他比试 若是被看出什么 那这家伙更加不会善罢该秀了 想要见 那还不简单 夜晨手一挥 一柄古朴而充满灵性的长剑 从储物戒指中飞了出来 寒光乃是上品零剑 与我手中的学营乃是同一级别 也算是宫廷一战了 夜晨一边说着 一边将寒光递给我 若是我输了 便不再纠缠你 去留自便 行 那边接招吧 我点点头 瞬间至尊剑气发出 白色银芒直接朝着夜晨戏去 这一刻夜晨傻眼了 这小子根本不是青铜 顿时间两剑香蕉 绽放出火花 然后寒光剑变落在了夜晨的脖子上 承让了 我将寒光丢给夜晨而后离去 等等 就在我要离开时夜晨又将我给拦住了 我眉头微皱 你难道不讲信用 兄弟 别误会 我只是想与你交个朋友 我这里有一个人的消息 你肯定感兴趣 一个来自玄武世界的小家伙 好像是什么灵虚密宗的宗主 朱青云吗 你快说 他在哪里 我满是焦急 我听闻他被青龙世界的人给抓了 好像是叫掩天宗来着 他们精修秘书 看中了朱青云的子鸡魔童 想要将之夺过来 我拳头一紧 夜兄 能否告知我掩天宗现在何处 告诉我 便随你去一趟夜家 怕你不认识路 还是我带你去吧 夜晨说着便是寄出血影 拉着我踏剑而去 实际上 他是怕我溜了 毕竟实力不如我 青龙世界入口 眼天宗驻地 一个男子被禁锢在一座房子里 小子 你就别挣扎了 这可是我眼天宗 独有禁锢灵魂之法 任凭你的子鸡魔童何等厉害 也无法逃脱 那长老冷冷说道 他们准备将朱青云的子鸡魔童取下来 装到少宗主李少白的身上 这样一来 李少白定能成为青龙世界中 唯一的无双至尊强者 而眼天宗也会成为青龙世界的超级大宗 你们卑鄙 朱青云咬牙切齿 但灵魂被禁锢 肉身根本无法动弹 当初若非太过相信别人 也不至于落到如此境地 少白 你坚持一下 本为父先取下你的眼珠 再去子鸡魔童 这样能保证魔童的契合度和能力完好 眼天宗宗主李九重手持匕首 对着儿子李少白说道 父亲放心 孩儿知道 李少白点点头 然而就在李九重将儿子的右眼取下之后 却是听到了一声巨响 随后便是二长老慌慌张张地跑来 宗主 不好了 朱青云那小子逃走了 听得此话 那刚刚被挖下右眼的李少白 直接一口老血喷出 什么 本少的眼睛刚挖下 人就跑了 隔天一名眼天宗的弟子直接飞了进来 将门框都给砸了一个吸损 宗主 有人打进来了 李九重一脸震怒 他眼天宗也算是青龙世界的顶级宗门之一 而他又是黄金至尊 谁敢随便打上门 走 出去看看 李九重一声大喝 带着所有人走出门外 我皱着眉头看着李九重 放了我徒弟朱青云 着儿等一命 李九重顿时兴奋起来 你原来是那小子的师父 来人 给我抓住他 李九重一声令下 一些递竟弟子纷纷出手 夜兄借鉴一用 说完我手腕一碗 便将夜城的血影拔了出来 灵力的剑气顿时绽放 只是一挥便血雾重重 断肢横飞 李九重眉头仅所吩咐到 二长老 拿下他 二长老眼眸微动 强大的精神力爆发 直接化作一道道细小的长剑 进入我的脑海 想要搅碎我的元神 我嘴角一扬 不好意思 精神攻击我也会 一道比二长老 更加强横的精神力爆发 只听得一声惨叫 二长老的身躯直挺挺的倒下 精神攻击是魂 李九重脸色大变 这一招乃是他眼天中里面 精神攻击的最高绝技 只是已经失传 李九重正准备施展 最高精神秘术将我禁锢 然而我一招优越剑法使出 血影剑上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扑斥 李九重的身躯顿时四分五裂 干掉李九重后 我随便抓了一个 吓破胆的弟子询问 朱青云在哪里 前辈朱青云跑了 并不在这里 那弟子将自己知道的事情 详细地说了一遍 火闻言神色一乱 还有这种巧合 人家的眼睛刚挖下 另一边的人就跑了 求一下那位少宗主 心里的阴影面积 你们少宗主呢 少宗主已经回了青龙世界 既然如此 我倒要看一看青龙世界 倒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话音刚落 叶辰走了过来 兄弟 你去不了青龙世界的 这个秘境的入口 虽然连同各大世界 但只有本世界的人可以往返 若是想去其他世界 会被强横的规则阻挡 甚至秒杀 我将血影还给了叶辰说道 原来如此 跟你去一趟叶家吧 秘境深处 一个古朴而神秘之地 这里被无数的灵物包裹 隐约之间可见一座座古老的建筑 我和叶辰步行而入 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 欢迎小友来我叶家做客 看着眼前一个白胡子的老嘴 我淡淡道 你便是叶家的家主 我很好奇 为何我的优越剑法 成为了你叶家的无上剑法 老者笑了笑 小友 我叶家并无家主 我乃叶家大长老 容我先给你讲个故事 那是一个上古仙玉 里面原本仙气缭绕和谐一片 但有一天 有一位很厉害的邪魔率军来袭 使得仙玉杀戮四起 四方大能纷纷出手 想要镇杀这位邪魔 其中就包括他们叶家先祖叶天帝 一场大战打的天崩地裂 上古仙玉破碎 但不管如何他们都杀不死那一尊邪魔 无奈之下众人齐心协力 将他逼到了仙路的尽头 阻止他进入仙玉 但也将仙玉的强者困在了那 同时仙玉的破碎 让很多种族齐齐而出 尤其是一些禁地 没有了强者的镇压 纷纷出来兴风作浪 仙玉之中逐渐变得混乱 叶家先祖透过无尽的虚空 看到了仙玉的惨状 为了不让下界生灵卷入仙玉战乱 便以大法力封印了仙玉的大门 我听完之后有些惊讶 先是看守 但一带传一带 已经过了无数万年了 再怎么也想回去看看 只是我们发现 通往仙玉的大门非常的牢固 仅凭我们现在的实力 根本无法打开 后来翻越古籍得知 叶家的优越剑法威力巨大 也许能够打开封锁 但是优越剑法早已经残破不堪 激进失传 所以当我出现时 他们第一时间让叶晨来寻我 听完这些我感觉越来越有意思 斗气世界 仙玉基本上已经吻合 到时候再探一探那个白虎世界 和青龙世界的大长老一副 祈求之色 小友 这是化仙丹 能让繁体脱胎成为仙体 只不过 监狱的大门被封印 仙道规则不存 因此最多只能成为半仙 希望此物能换取优越剑法 接过丹药后 我将一个御剑扔了过去 优越剑法并非最强 因为在他的上面 还有更为强大的允星剑法 不过要想得到此剑法 还得看我徒儿愿不愿意 说完我便转身离去 秘境西方 神像山 灵岩拳头紧握 身上散发出王者气息 老祖宗 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如同惊雷乍响 差点吓了灵岩一跳 一个年迈老者跪在了灵岩的面前 几乎是老泪纵横 他叫灵怀宇 乃是白虎世界灵家的老祖 就在刚才他感应到了 吞噬祖符的力量波动 便过来查看 正好感应到灵岩与吞噬祖符 融合在了一起 在他们的古籍中有详细的记载 要想融合祖符 除非老祖宗再生 如今灵岩融合了吞噬祖符 那自然是他们灵家的老祖宗无疑 听了灵怀宇的解释 灵岩一脸猛逼的愣在了原地 突然一声巨响传来 不远处的一座山峰之上 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一道碗口粗的雷霆 直接劈在了山上 飞沙走时 山体直接裂开 而后狂雷阵阵 狂雷之中 竟然有一柄宝杖冉染飞起 老祖宗 这可是当初您的宝物 雷帝宝藏 说完灵怀宇又朝着灵岩一拜 灵岩也有些无语 但他确实能感应到宝藏的呼唤 随即灵岩动了 准备前往雷霆之中拿到宝藏 此时我也来到了此地外围 目光凝聚 朝着那黄缓走近九天狂雷的人看过去 这小子不会是融合了吞噬祖符吧 灵岩已经到了雷帝宝藏的前面 那一股亲切的呼唤 让他伸手朝着宝藏伸去 小小王者 也配拥有词宝 六名黄金至尊强者 同时朝灵岩出手 灵怀宇脸色突变 飞身挡在灵岩身前 想要阻碍我灵家仙子 必须从我尸体上跨过去 随即冷哼一声 至尊武艺爆发出来 故我灵家仙子 然后所有灵家人皆跑了过来 故在灵岩身前 想死就成全你们 六至尊之一万剑 至尊一剑斩下 无数的剑意朝着灵家人狂卷而来 然而就在这无上剑意 即将摧毁灵家众人之间 一道声音突兀响起 敢对本尊弟子出手 我腻歪了吗 一个白衣少年 出现在了灵家众人的面前 面对着万千剑意所化的长剑 我身上气息爆发 所以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词 简单的一挥手 万千剑意形成的长剑 同时碎裂 而后消失不见 如此一幕 让全场鸦雀无声 短暂的寂静之后 人群里爆发出振振议论之声 凌区武宗的几个长老 一脸震惊地喊了出来 祖师爷 好久不见了 几位长老 我转过头去 对着那几个老头笑了笑 听到这话几人对视一眼 我朝着那位信长的长老看去 几位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当初我去往灵虚武宗 说找你们宗主有事 却是被你拦住 还赏了我一袋银两 可还记得 长长老先是有些疑惑 然后神色猛然一脸 祖师爷 当年是弟子有眼无珠 甘愿受罚 长长老直接跪在了地上 行了 对 本尊四大弟子 各个天资不凡 看样子他已经融合了吞噬祖符了 只要契合雷帝宝杖 定能直接晋级至尊静解 林怀宇听闻我说的话一脸震撼 前辈竟然知晓我凌家之事 我淡淡一笑 略知一二 看样子 这个凌家 便是那位曾经叱诈天玄大陆的五祖后人 六大至尊简单的了解我的情况后 皆是一脸阴沉的看住 来吧 让本宗主见识一下 你们当年是如何灭掉凌虚宗的 血海深仇 没想到林须宗的人终究还是来了 只是他们想不明白 我是如何冲破玄武世界的智谷 小子 你找死 万剑至尊一声大喝 实践便是杀了过来 其余五大黄金至尊也是紧随其后 就在此刻 叶晨背着剑将领到了战场中央 诸位 青叶乃是我叶家贵客 还望各位给一个面子 六大至尊对视了一眼 我则是朝他一笑 叶兄 不需要你插手 不过你的血影我使者比较习惯 可借来一用 只见我单手一挥 叶晨背后的血影直接出窍 下一秒已经到了我的手 同时一道掌力将他送了出去 叶晨有些无语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用他的剑就跟用自己的剑一样 我拿着血影剑指向重人 而等来战 六大至尊七七出手 恐怖的力量让方圆数十里范围灵气暴露 我手持血影使出优越剑 仅仅数个回合 六大至尊强者的攻击悉数告破 一一敌六立于不败之地 万剑至尊一副牛逼轰轰的样子 然后身上气息一盏朝天空一指 剑来 小的 让你尝尝我万剑门的万剑归宗 一股恐怖的剑意从万剑至尊的身上爆发 与此同时 周围所有人的配剑全部嗡嗡作响 随后不受控制地朝着天穷飞起 加入了长剑的列队 无尽的长剑化作一条剑龙 朝着我直射而来 下一刻一股比万剑至尊更加恐怖的剑意 从我的身上爆发出来 形成一道极为强大的防御 那一条剑龙打在防御之上 却是无法再进一步 我朝着万剑至尊看了一眼 就你这垃圾剑法 也叫万剑归宗 现在我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万剑归宗 画壁那些落在地上的灵剑顿时冲天而起 无尽的灵剑朝着万剑至尊呼啸而去 六大至尊齐心协力才堪堪挡住 虽身体无恙 但六人的衣服已然破碎 诸位拿出最强大的绝招 一起出手击杀这个小 万剑至尊朝着边上五人说道 我一脸蛋笑 你们早就该全力出手 不然 太没意思了 六人占据六个方位 使出各自的绝强一击 这一刻就算是无双至尊出七 也难以抵挡六人合力一击 而身处中央我却是一脸淡定 无双战意从我身上爆发 冲天的剑一直上云霄 磅礴的灵气在上空凝聚 化作一柄柄银色的长剑 无数的长剑如同流星陨落 瞬间将六大黄金至尊强者淹没 这便是陨星剑 尘土散去 战场之中的一切已经清晰可见 六大黄金至尊皆是在这一剑中全部陨没 此时的灵言已经双眼睁开 他感觉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变得全身 一息之间从地境越过王者 成为青铜至尊 而后他才发现周围已经被打成了废墟 眼前出现一个熟悉的背影 六十多年了 就算我是背对着他 他也知道是谁 灵言快步走了过来 跪在了我的身前 师父 我将灵言扶起 不错 才六十多年 你就能成就至尊 也没有枉费为师的一番苦心 灵言泪眼婆娑 师父 这些年来 不而寻你寻得好苦啊 此时脑海中一道久违的声音响起 恭喜宿主与弟子灵言相遇 奖励修为半仙 奖励先王气断越剑 灵言问道 师尊 接下来 您有何打算 寻找萧宇和青鱼 顺便集其另外的三块琉璃池 开启长生殿的大门 话音刚落 不远处一道蓝光射出 随即有人大喊起来 第二块琉璃池出现了 小友 争夺琉璃池 就让小辈去吧 你与我老头子痛饮一番如何 随着话音落下叶家大长老叶青鱼的身影出现在我身前 竹林里 一张桌子 一壶美酒 倒是十分的雅致 叶长老 不知为何要阻拦我去争夺琉璃池 叶青鱼了驴胡子 小友与六大黄金至尊一战 惊天动地无人不知 都是你去争夺琉璃池 还不是手道擒来 实际上 争夺琉璃池 是为了杀戮 开启长生殿 光靠琉璃池还不够 还需要以鲜血破除封印 我恍然大悟 难怪听闻争夺琉璃池的时候 一般不会有强者出现 倒了半天 是拿那些实力低的人来当炮灰 献祭长生殿而用 还有三大世界中的六大宗门都不是泛泛之辈 我皱了皱眉 那六大宗门里面也有无双至尊吗 叶青鱼平淡地说道 当然有 千年之前 一起联手改变玄武世界规则的十大至尊强者 都是无双境界 叶长老 等候与我说说千年之前有关灵虚宗的一些事情 本想隐居安享晚年 没想到却成为玄武大陆的传说 甚至四大修炼体系都因我而起 只因我将四本随身携带的小说 扔给了四个废材徒弟自行仓物 然而四个徒弟却变费为宝 还建立了四大宗门各自称霸一方 我叫青燕 穿越到一个破败的废材宗主身上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不仅手无腹肌之力 还不能修炼 因而为了狗活下去 我匡骗仅剩的四个废材徒弟要闭关 将他们打他下山 眨眼几十年过去 紧接上级 叶青羊阻拦我去争夺琉璃池后 邀请我来叶家告知了长生殿开启的真相 相谈数日后 也了解了当年灵虚宗的一些事 这是一条消息传到了叶青羊的手里 小勇 你的麻烦来了 千年之前的十大无双至尊 他们都已经进入秘境 要与你了却因果 同时他们还请动了 其余三大长生世家牵制我叶家 让我无法帮到小友 我听完饶有兴趣的问道 那你如何考虑呢 叶青羊拐弯抹角的回答 区区三大世界 还如不得我叶家的发言 不过规矩是我叶家定的 长生殿大门没开启 我们还真的不好违背规则 但若是小友能给出足够的筹码 那就另当别论了 听闻我暗骂一声老狐狸 若自己没有尽急半仙之境 或许还有一点距离 虽然让老头子刮目相看 但十大巅峰无双至尊 可不是泛泛之本 放心 本宗主自有计较 九族泛宝也该告辞了 我正欲起身离去 叶青羊突然说到 小友若需要帮助 自可开口 根据消息 那十个小家伙去了林家的驻地 找你那小徒弟的麻烦去 林家驻地 无双至尊健傲嘴角微动 你就是玄武世界的林炎 林炎手持雷帝宝障意气风法 没错 今日被十大巅峰无双至尊 找上门来 实乃莫大的荣幸 林炎面色坚毅 顿时间天穷之上的雷云 更加的密度 一股让无双至尊 都感到畏惧的气息诞生了 你们这群佬不死的 想抓我牵制我师父 做梦 九天狂雷 落 说完林炎手中的雷帝宝障 猛然麾下 无尽的九天狂雷 如同流星一般 朝着十大无双至尊 所在的区域落下 还愣着干什么 好啊 林炎大喝一声 连忙朝着一个方向逃去 林怀宇等人反应过来 也是慌忙逃离 只不过他们终究是 低估了巅峰无双至尊的实力 一股冲天的剑一把地而起 直接笼罩在了林炎等人的上空 然后那周围的灵气 化作一柄柄长剑 将他们牢牢困住 识人略显狼狈的身影显现 头发被雷劈的直立 甚至连衣服都烧了几个洞 虽然一个个都是无双至尊 可谁能想到 他们会被一个青铜至尊 搞成这副名 剑要满肚子的怒 小子 你成功的激怒了我们 都给我去死吧 随着他话音落下 那无数的常见化作灵力的攻击 直接朝着林炎 以及林家所有人斩下 到了现在 他已经顾不得用林炎做诱饵 他们要出一口恶气 要将所有人万剑穿心 只是就在这万剑斩下之际 一道明亮的剑光 自天穷而出横扫万剑 所有人只感觉眼前一花 万剑便是化为了虚无 我一脸淡然的看着他们 十大无双至尊 对一个青铜出手 还要点脸吗 林炎看清来人 连忙拜见 弟子拜见师父 见要瞥了我一眼 你就是那林须宗宗主青燕 没错 听闻在千年之前 以你们识人为首 将我林须宗当年的宗主 及门人禁属诛杀 而后还将我玄武世界的规则改变 导致千年不曾有王者出现 如今更是向我的弟子出手 真是臭不要脸 识人之一的肖战天听闻 无名怒火瞬间爆发出来 顿时间一条火龙出现 乃是肖家的一伙攻击之法 我无视那呼啸而来的火龙 无二 好好看着这五组拳衣 随即举拳砸过去 看似无奇 却是蕴含无尽的奥妙 一声震响 冠千拳衣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强大的力量 直接将那条火龙撕碎 师父好强 灵眼见状一阵感慨 小家伙 老夫名为农夫 让我来领教一下你的高招 农夫无双战役爆发 手中的锄头向我回来 即使农夫就应该好好重点 跑出来逞凶 就别怪本宗主断了你吃饭的脚 话音落下断月出现在我的手中 银芒一闪 整个空间都为之一颤 咔嚓一声锄头断做两劫 见到如此一幕 识人皆是一脸猛逼 他们都知道农夫的锄头 乃是取千年寒铁打造的极品零器 竟然随便就被斩断了 那小子手中的宝剑难道是掀器 该死的混蛋 给我死来 农夫彻底的怒了 至尊领域展开 周围出现一片稻田 我嘴角一扬 锄头没了 这稻田也没必要留下 无数的明月出现 直接朝着稻田坠沦 这是叶家的优越剑法 而后稻田破碎 无数的明月朝着农夫杂取 不好 大家快出手 一定要杀了这个小子 见到见农夫呆愣在原地 连忙一声大喊 他已经看出我的实力 比千年之前的灵循宗宗主还要强 再加上年龄不大 潜力不可限量 因此要保全他们三大事件 就必须要杀了我 众人点点头 齐齐出手 乔夫最先动手 我一剑相迎将他击飞 随后允星剑法自我手中驶出 无数的星辰出现而后落下 剑光一闪 渔夫的一条手臂被斩下 神虎门老祖墨商宇和谢家老祖 谢长海立即被我前后夹击 允星剑法第二是星灭 周围灵气疯狂地朝着断月剑涌来 一颗颗星辰炸开 无尽的威能与剑气横扫墨商宇和谢长海 直接将他们击飞了出去 剩下的五大巅峰无双至尊面露狠立之色 无穷无尽的至尊气息狂勇 加持他们的攻击 朝着我疯狂砸下 我手中的断月一晚 一道银河领域出现 银河之中亿万星辰罗链 允星剑法第三是 星辰寂灭 万物归一 一道道剑光宛如是从遥远的星河之中落下 瞬间就将五大巅峰无双至尊的攻击毁灭 然后化作灵力的攻击朝着五人斩去 五道血泉喷射 五人的身体直接被剑气穿透倒飞出去 一剑破五大无双至尊强者 让得所有人目瞪口呆 远处的叶青阳最先有所反应 允星剑法第三是 他真的会允星剑法第三是 他那老脸之上止不住的星星 甚至浑身都在颤抖 同时心里下定决心 要将我奉为叶家的做上宾 不管花费何种代价 都要让我将允星剑法传授给他 哪怕拜我为师都行 你们还有什么一言要交代的 我持剑而立看着躺在地上的众人 杀人者 人横杀之 若非自己实力强大 那死的就是我 因此我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再者他们的实力强好 就算我不怕 我的弟子却是无法抗衡 最后就是千年前的那一场 因果也该解惑 剑要虽然负伤 但也不失强者的威风 你想杀我们 难道就不怕与三大世界为敌 我不由地吃笑一声 三大世界不早就与本宗主为敌了 再说了连你们都不是我的对手 其余人又有何惧 话音落下 手中断月一扬 银河领域再现 只要我一剑斩下 十大巅峰无双至尊将全部隐落 就在此时一道声音传来 小家伙 得饶人处且饶人 是三大长生世家的慕容晴天 他凌空踏步而来 落在了我的面前 随后又是两道身影落下 公孙望身上鲜光萦绕 他们已经败了 就证明千年之前的英国已经落幕 南宫清水面露妩媚之色 嘴角带着银银笑语 双眼之中已然是电光四射 小弟弟你很强 有没有兴趣跟姐姐回去春笑一刻 见着三人 剑奥等人一脸欣喜之色 原本智慧三家是为了牵制叶家 不曾想是救了他们的性命 我皱着眉头看着眼前的三人 还未等我开口 剑奥就迫不及待的挑衅 小子你不是想杀我们吗 现在恐怕你办不到 慕容晴天等三人可是三位半仙 虽然带着一个半子 但实力却远非至尊可比 就在此刻 叶青阳也来了 要杀你们 不过举手投足之间而已 他带着叶家的长老 一共四人 个个都先锋盗骨气派非凡 这一次就算违背规子 叶青阳也要站在我这一边 兴许我一高兴 就将允星剑法传给他们 慕容晴天朝着四人看了一眼 叶青阳 你们这是要破坏自己立下的规矩吗 我叶家镇守秘境 你们三大家族 只不过是当年在我叶家的扶持下发展起来 又有何资格质疑我叶家的做法 叶青阳霸气非凡 让得慕容晴天等哑口无言 叶老鬼 别以为本姑娘不知道你叶家的实力 就算你们四大长老都在 也不见得能占据上风 南宫清水的声音响起 顶尖力量虽然不足 但三大家族的中低层力量可比叶家多 真要打起来 绝对是两败俱伤 叶青阳看了眼剑药的人 至少我能帮青夜小友杀了他们 瞬间十大无双至尊脸色大变 半仙出手 他们绝对是炮灰 叶前辈 晚辈时人与前辈相差了好几个辈子 您若是出手 就不怕所有人耻笑吗 剑药求生欲满满 但叶青阳毫不在意 他在意的只有打开仙欲大门 耻笑算什么 只要青夜小友愿意 将尔等三大世界灭了又当如何 南宫清水脸色铁青 叶老鬼 你这是铁的心要大动干戈了 叶青阳没有回答他 只是朝着我看来 小友 只要你一句话 就算先王降临 这些人也难逃一死 叶青阳脸色平淡又不失霸气的声音 直接宣判了这些人的死刑 我当然知道 叶家这么做 是有原因的 不过我可不想欠人家的请 再说了 我要杀人谁都无法阻挡 我淡淡一笑 叶长老的好意 我心领了 但要杀他们 何须劳烦叶长老 本宗主抬手之间 就可以让他们灰飞烟灭 听得此话南宫清水等人十分的不屑 在一个半仙的眼里 无双至尊又算得了什么 只不过下一刻 一道令他们十分熟悉而又恐怖的气息 从我的身上迸发而出 顿时间令得所有人直接愣在原底 南宫清水等十分的不屑 什么 就你 这也难怪 在一个半仙的眼里 无双至尊又算得了什么 只不过 下一刻 一道令他们十分熟悉 而又恐怖的气息 从玄子清的身上迸发而出 顿时间 令得所有人直接愣在原地 简简作者有话说六千字大张 相当于三张 第105章先品剑法 大眼泛天仙灵力 没错 叶青阳等人所感受到 熟悉而又恐怖的气息 正是仙灵力 这是一个凡人所 不可能拥有的气息 但在玄子清身上展露了出来 这只能说明一点 玄子清成为了半仙 这怎么可能 南宫清水眉头紧皱 一个来自玄武世界的人 年龄绝对不超过一百 他怎么可能脱繁成仙 当然了 这个仙 只是半仙 但就算如此 也难以掩饰他们内心的惊讶 要知道 他们成为半仙 可是花费了万年以上的时间 眼前的这人 才不到百年啊 慕容晴天 公孙望两人 也是直愣愣地呆立原地 这一幕 已经超乎了他们的认知 哈哈 就在这一刻 叶青阳哈哈大笑起来 没想到 在老夫的有生之年 还能见到一位如此年轻的半仙 玄兄弟 恭喜了 他抱拳说道 称呼都改变了 可以见得 叶青阳是打算彻彻底底地 将玄子清拉入叶家 再看建奥等诗人 都是木头人一样地看着玄子清 之前 他们还大张旗鼓地要灭人家 还大放厥词 认为胜券在握 可现在呢 他们在人家的眼里 就是个跳梁小丑 即便如此 你也只是一个半仙 南宫清水神色恢复了过来 那意思很明显了 你就一个半仙 而他们有三个 哼 你们当老夫不存在吗 这时 叶青阳直接上前一步 他一上前 后面三大长老同时跨出一步 见着如此一幕 南宫清水等人 直接不说话了 对方五位半仙 而他们就三个 这根本就打不过 只是 玄子清却是说到叶长老 就他们三个 无需诸位出手 我一人足矣 听得此话 慕容晴天等人满脸愤怒 小子 你还真够狂妄的呀 一个刚进级的半仙 也敢一人挑战他们三个 见过嚣张的 却从未见过如此嚣张的人 公孙望也忍不住身躯抖动 这是背弃的 他们可是老牌半仙 实力强大 就算是一对一 都自认可以打败玄子清 可现在 这个家伙居然要以一滴散 叶老头 人家可是看不上你叶家呢 南宫清水 到底是个老妖婆 老奸巨华 想以此来离间叶家 好一起对玄子清出手 但叶青阳却是鄙视到 既然玄兄弟要自己试一试 我叶家甘愿为其护法 这话一出 让得南宫清水等人一脸沉默 这摆明了 就是保护玄子清 但凡他们有半点杀意 叶家就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叶青阳 为了一个小家伙 竟然连叶家的脸面都不要了吗 南宫清水说道 脸面是什么 能吃吗 叶青阳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你 南宫清水哑口无言 气得胸脯抖动 见过不要脸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好了 废话真多 要拜你们 何须浪费时间 一见即可 话音落下 玄子清先灵力蜂拥而出 同时 先王气断月之上 无尽仙光爆发 他懒得跟他们啰嗦了 早点解决问题 好去寻找其他两位弟子 顿时 上空出现一片天幕 天幕之上 范音高唱 一道道剑气若隐若现 好小子 真是不吹牛会死啊 一剑拜我们三大半仙强者 若是你做到了 本姑娘甘愿给你 南宫清水一脸气愤地说着 只是 她的话还会说完 便是见着那天幕之上 一柄巨剑形成 一边的叶青阳 劳脸猛颤 因为她知道这门剑法 乃是他们叶家老祖自创的先品剑法 剑剑大眼泛天 可现在 玄子清竟然在这里使了出来 简直有些难以理解啊 大眼泛天剑 斩 玄子清一剑成 直接斩下 煞时间 天穷破裂 一股恐怖的威压将近 慕容晴天 公孙望 南宫清水三人见着 连忙取出自己的灵气防御 并且 散发出全身的先灵力 与那一剑抗衡 只是 他们太渺小了 这一剑 有些超乎了他们的认知 扑通很快 三人支撑不住 被大眼泛天剑的威势 直接压得丹西贵的 再看剑奥等十大无双至尊 都是大口吐血 有些直接晕死了过去 很快 那剧剑落下 轰隆一声巨响 大地崩裂 山川炸开 河水倒退 这一刻 一切都结束了 这便是我叶家先祖所创的 大眼泛天剑的威力 叶清阳等人 直愣愣地站在原地 再看那战场之处 十大巅峰无双至尊 在这一剑之下 尸骨无存 南宫清水等三位半仙 被打得躺在地上 半死不活 而后 玄子清慢慢地朝着三人走去 你 你想干什么 慕容晴天等三人 见着玄子清走来 皆是一脸恐惧之色 就这一剑 就已经让他们身受重伤 难道 这小子真的如此心狠手了 要将他们斩杀 小姑娘 你开始说的 若是一剑败了你们 你甘愿怎样 玄子清弯下腰 蹲在地上 看着南宫清水 问道 小姑娘 南宫清水眼睛瞪得跟同龄一样 自己活了快两万岁了 竟然被一个不到百岁的小家伙 叫成小姑娘 我 南宫清水身躯颤抖 他毫无反驳的底气 只是 他现在脑子一团江湖 哪里还记得之前要说什么 南宫家主 到了现在 你还犹豫什么 保命要紧 一边的慕容晴天连忙说道 是啊 他们乃是长生世家 又是半仙强者 享受着悠久的寿命 但在真正的死亡面前 还是有一些惧怕 如今 他们要做的 就是活下来 南宫家主 快告诉前辈啊 公孙望也喊道 连称呼都变了 就因为玄子清比他们厉害 我说 只 只要你一剑打败了我们 我 甘愿给你为奴为弊 南宫清水银牙一咬 终究是说了出来 嗯 可以 你之后半句话 倒是没有枉费 我在那一剑斩下的时候 收住了几分力道 玄子清点点头 而后起身 闻得此话 三人满是震撼 原来 他们得以留下半条命 还是人家收了几分力量 那这么说来 仅仅那一剑 能秒杀他们三位半仙 从今日起 你们三人便是我玄子清的人了 玄子清指着他们 微微说道 第106章 红莲夜火之威 朱青云晋急留下他们 收归仆人 那是因为玄子清听闻夜青阳 说起过仙誉的形式 而南宫清水他们又是半仙 杀之可惜 道不如留着 唯进入仙域做准备 无等一定尽心尽力 伺候主人 三人如蒙大赦 开玩笑 能一剑秒杀他们的人 足以见何等强悍 能跟随在这种人的身边 那是他们莫大的荣幸 起来吧 玄子清挥了挥手 前辈 不如去我夜家小坐 此时 一边的夜青阳过来了 那称呼也随之改变 既然玄子清能一剑秒杀南宫清水他们 那必定也不惧他们四人 更何况 他用的是夜家的大眼范天剑 算是夜家的仙辈级人物吧 也行 玄子清点了点头 随后朝着林炎看去图 你随为示意起 是 师父 林炎的令 便是跟随在玄子清的身边 从这一刻起 他是多么庆幸自己一生 再说萧宇 吞噬红莲夜火 已经到了尾声 火海外围 萧锦旭 萧灵 依旧率领萧家的人 在等候萧宇出来 他们对于萧占天的死魂然不知 大长老 圣女 这火海竟然开始收缩了 这时 有人过来禀告 哦 萧锦旭一听 眉头紧锁 火海如此强大 竟然会收缩 圣女 咱们前去看看 萧锦旭问道 好 萧莲点点头 便是下了战船 带着族人朝着火海而去 当看到周围被焚烧的痕迹 众人皆是面面相去 果然收缩了 连温度都降了不少 他们一眼望去 都是感到十分的意外 大长老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萧莲不明白 于是询问 不知道 圣女请看 这火焰还在往后退 萧锦旭朝着火焰边缘指了指了 萧莲仔细看去 果然 这火海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朝着中间收缩 慢慢的 那收缩的速度越来越快 萧莲等人 跟随着火海收缩的速度 朝着中间走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们只感觉 一股冲天的气息冒出 紧接着 便是一股极为强大的热浪袭来 不好 快退 萧锦旭大喊 他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是火海故意收缩 想要吞噬他们 但让他们意外的是 这一股热浪过后 却是没有半点火焰追上来 反而 那仅剩的一些火焰 全部消失不见 之前火海的中央 萧羽 无垢火缝 还有三位灵须陡踪踪的长老 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这 怎么可能 当萧锦旭他们 见着四人一鸟 军事愣在原地 那萧羽 居然将这火海给吞噬了 要知道 这是连老祖宗萧战天 都无法承受的火焰 竟然被吞了 而且 萧羽还晋急到了至尊境界 尽管是青铜至尊 但那一股气息 却是让他都有几分畏惧 萧羽 总算是等到你们了 萧羽脸脸色一洗 连忙率领萧家弟子围了上去 也恰在此刻 一道蓝光泵射 一块琉璃池从地底钻了出来 直接窜到了萧羽的怀中 琉璃池 萧锦旭见着 不自觉地说了一句 琉璃池 这就是传闻之中 可以开启长生殿大门的钥匙 看样子 上天对我萧羽不错啊 他一脸欣喜之色 有了这琉璃池 就可以进入长生殿 到时候 只要找到长生的机缘 就一定可以等到和师父 相聚的那一天 小子 将我萧家的功法和琉璃池交出来 不然 本尊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萧锦旭冷声说道 他就是仗着自己是白银 而萧羽只是一个青铜 至于火凤与其余三个长老 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是吗 萧羽听闻 缓缓站起身来 随即朝着那萧锦旭指了指 本宗知道 你萧家主修一伙 而如今 本宗主吞噬了红莲叶火 晋级至尊 可号令天下一伙 要是本宗猜得不错 你所吞噬的 买是天地间最为普通的天地灵火吧 萧羽微微说道 哼 难不成 你还能将 萧锦旭原本是想说 你还能将我的天地灵火剥离不成 只是 他这话才说了一半就停了下来 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了 自己体内灵火的躁动 而后 不受自己控制的涌出身体 剥离你的一伙 岂不是太便宜了 倒不如 萧羽嘴角微扬 右手伸出 掌心一朵大红色的火苗跳动 这便是红莲夜火 随即 萧羽手掌一抬 轰那萧锦旭身上的天地灵火 突然爆开 变成熊熊大火 焚烧着他的身躯 啊 被大火焚烧的萧锦旭 不停地惨叫 更是在地上不停地打滚 但终究是被烧成了一团灰烬 好狠毒的小子 大家一起上 另一名青铜至尊长老大声说道 只不过 他们刚要行动 萧羽便是将掌心的红莲夜火抛出去 轰滚滚的烈焰 直接燃尽 将所有的一切 全部烧成了灰灰 至此 火云圣地几乎是名存实亡了 宗主 我们现在去了 边上一位长老问道 当然是去长生殿 萧羽朝着秘境 那最为神秘的地方看了一眼 随即带着众人 骑着火缝而去 另外一边 一道恐怖的紫光冲天起 让得所有人都抬头观望 是三师弟的子级魔童 火缝背上 萧羽朝着那紫光看去 微微念叨 宗主 那我们要不要与之会合 长老询问 嗯 小放 朝着紫光的方向飞去 到时候 与三师弟一起前往长生殿 萧羽点头 叶家 玄子清本是与叶青阳等人论剑 当紫光冲天 也是朝着天穷看去 边上的灵言兴奋开口到师父 是三师弟 嗯 这一道紫光 应该是青云的子级魔童大成了 言而 咱们去与青云会合吧 玄子清说道 找寻了这么久 不曾想那小子夺起来修炼子级魔童去了 如今 他倒要看一看 自己与之相见 系统又会给他什么样的奖励 此时此刻 一个充满阴霾与黑暗的地方 一个骷髅头飘在虚空 突然间 那两只原本暗淡的眼睛 突然泛起了火光 夜天地 炎帝 吴祖 灵地 而等封印下剑 原来并不是为了下剑生灵 而是要从下剑找人来对付本祖 哼 我倒要看看 那小子能否安全进入仙狱之中 天魁 本祖令你速速解决此事 那骷髅头嘴里发出一阵阵阴森恐怖的声音 一道黑芒 仿若利剑 直接穿透了虚空 进入了仙狱之中 今天就先二更吧 剧情要开始过渡仙狱了 德里伊里后面剧情 要对得起各位大大们的支持和打赏 拜谢 第107章魔童之威 大杀四方砸碎 本少终于找到你了 李少白望着不远处冲天而起的紫光 脸色阴沉得可怕 他是一个心理阴影面积很大的人 经历了父亲的死和蛙眼之痛 如今 他不但要将朱青云的紫迹魔童挖下来 还要将他另一只眼睛也废掉 再慢慢地蹂躏 让其生不如死 方解 他的心头之恨 这难道就是眼天宗古籍中所记载的紫迹魔童 剑名和剑须抬头望去 他们是眼天宗的两大长老 一个白银至尊 一个青铜至尊 当然 他们并不知道 自家的老祖宗剑奥已经领了盒饭 走 为老祖夺取紫迹魔童 剑须说了一句 便是朝着紫光迸发的地方前进 山洞之中 朱青峰以及灵须密宗的两位长老见着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因为 朱青云已经醒来了 同时 身上还散发出至尊气息 这足以说明 之前的种种 适得机缘而突破 大哥 看着面前的人 朱青云直接和朱青峰 来了一个深情的拥抱 因为在那个主神空间之中 他经历了无数次 失去亲人的场面 这一幕 让得众人有些猛逼 二弟 你都成为至尊了 怎么还跟那孩子一样 朱青峰微微说道 至尊怎么了 至尊就不能撒娇吗 朱青云反驳道 随即又松开了手 作者爱小说 爱赤兔格T 十万本小说 等着你从今往后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爹娘 保护我朱家所有人 朱青云认真地说道 之前没有失去 便不觉得什么 现在 他很庆幸 那是 对于自己的一场考验 恭喜宗主 晋级至尊 另外两名长老 连忙恭贺 多谢两位长老 不过 至尊仍然不能长生 这一次 我们定要得到 长生的机缘 而后等待着师父归来 朱青云说道 在他的眼里 没有找到师父 始终是一个最大遗憾 朱青云 给本少出来 就在此时 外头一道声音传来 朱青云朝着外面看去 紫急魔童闪烁 他看清楚了来人 是李少白 那个当初要夺取他眼睛的人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也该到了了解因果的时候了 朱青云淡淡地念了一句 便是走出了山洞 紫急魔童 剑名和剑须见着朱青云出来 那目光 已经落在了人家的紫急魔童之上 朱青云 果然是你 今天本少一定要将你的眼睛挖下来 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以报杀父之仇 灭踪之恨 李少白满脸怨恨 听到这话 朱青云有些傻了 杀父之仇 你有病吧 李九重又不是我杀的 眼天宗也不是我灭的 由于他当初返回眼天宗驻地的时候 眼天宗已经完蛋了 至于谁干的 他却不得而知 可现在 这家伙居然怪在他的头上 哼 你们是师徒 那玄子轻蔑我眼天宗 杀我老祖 这个仇也算你一份 不过 现在十大无双 至尊老祖都已经出关 你师父恐怕已经下得黄泉去了 李少白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杀了玄子轻 再夺取子级魔童 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将无可限量 但是 他哪里知道 那所谓的十大老祖 早已经尸骨无存了 师父 朱青云微微念叨 原来是自己的师父来救他 这才图了眼天宗 可惜啊 他当初夺起来了 要知道师父会来 又怎么会避而不见 不过 你们敢对我师父出手 朱青云怒了 顿时间 紫禁魔童绽放出诡异的紫光 李少白的笑声戛然而止 只是片刻 那僵硬的身躯轰然倒下 他做梦的都没有想到 自己就这么死了 而且 还是死在了紫禁魔童之下 少宗主 如此一幕 让得周围 所有人都一脸惊恐 少宗主死了 眼天宗的几位长老对视眼 他们身为眼天宗的人 知晓着紫禁魔童的厉害 没想到 当亲眼见着这一幕 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难怪李久重要不择手段的 得要得紫禁魔童 这 便是大成紫禁魔童的可怕之处 若是修为差距较大 可以直接碾碎对方的灵魂 杀人于无声无息之中 两位前辈 这小子已经成为至尊 加上紫禁魔童乃是精神攻击 我们要小心未妙 大长老对着剑须和剑明说道 放心 区区一个青铜 还能翻天了不成 剑明十分不屑 虽然他也震撼刚才这一幕 但朱青云中 就只是一个青铜至尊 再加上李少白本就一个垃圾 他们又怎么会放在心上 大长老 一起上吧 剑明说道 反正李少白死了 不如让眼天宗打头阵 只等他们人都死光了 那紫禁魔童 就可以顺理成章地 落入他们的手里 好 大家一起上 拿下他们 大长老傻缺一个 直接下令 杀 眼天宗的弟子听着 全都扑了上去 那叫一个慷慨激昂 只不过 朱青云见着 一脸平淡之色 无声无息之间 紫光迸发 一道道恐怖的精神力量 直接进入他们的脑海 将对方的灵魂湮灭 因此 现场出现十分有趣的一幕 那便是眼天宗的人 跑着跑着 直接一根头栽倒 不幸人事了 甚至 连那几位长老 也没有逃过这一劫 好了 终于干净了 剑明和剑须 朝着那些尸体看了一眼 淡淡笑道 你们是谁 朱青云脸色微沉 他们要是眼天宗的人 自然不会看着眼天宗的人死去 因此 这两人定然有自己的目的 嘿嘿 实话告诉你 我们乃是万剑门的人 奉劳祖之令 夺取子吉魔童 剑明冷笑一声 万剑门 朱青云眉头一皱 这两人实力强悍 他能感知 剑明 不必与他啰嗦 直接上 剑须脸色一沉 顿时 至尊剑意爆发 而后 那周围的灵气汇聚 化作一柄柄长剑 直接朝着朱青云 斩过去 大哥 你们退后 朱青云吩咐了一句 直接一跃而出 哼 让你们 尝尝紫吉魔童的威力 魔影 他一声冷哼 转瞬之间 那紫吉魔童紫光大圣 笼罩全场 第108章 师徒相见 独鹊一人剑须 直接看向了朱青云的眼睛 顿时双目一致 失了神志 就连攻击也瞬间停止 大长老 你怎么了 一边的剑鸣剑着 连忙跑了过去 可对方哪里还有半点回应 他有些惊讶 竟然连有着白银至尊 修为的剑鸣 都着了紫吉魔童的道 随即 他又朝着朱青云看去 小子 你对大长老做了什么 速速让他恢复正常 否则 老祖到来 必定将你碎尸万段 剑鸣狠狠地威胁道 只不过 朱青云没有说话 他只是朝着剑须指了指 剑鸣立刻转头看去 脸色大变 因为 他看到剑须直接一剑朝着他刺来 由于离得太近 又没有防备 那冰冷的零剑 直接没入了剑鸣体内 扑一剑穿心而过 剑鸣实在难以想象 这紫吉魔童 竟然还可以控制别人 对自己人出手 只是 就算他现在明白了 也无济于事 因为他 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 到底是紫吉魔童的最高形态 竟然连修为 比我高一个层次的人都可以控制 朱青云自言自语 对着那剑须看过去 又摇了摇头 终究是实力差了一些 否则 要是能一直控制一个强者 那该多好 可现在 他控制剑须 时间越久 所消耗的精神力就越大 因此 只能一剑结果了对方 三十殿 就在他干掉剑须之后 一头火缝 直接掠过天空 萧宇一行人落下 萧师兄 没想到你也已经 晋级至尊境界了 朱青云连忙走上前去 两人自从入了秘境 便一直没有碰面 如今相见 直接问起了自身的经历 师兄 这就是琉璃池 当谈及长生殿 萧宇将自己所得的琉璃池 拿了出来 朱青云见着 眉头一皱 琉璃池 他清楚地记得 在主神空间之中 就是这个东西带来的杀戮 当初 最后 他还是将这个东西毁了 才得以脱困而出 晋级至尊 然而 就在此时 顿时一道蓝光闪现 那个被他所毁掉的琉璃池 顿时破土而出 落在了他的手上 这 朱青云有些傻眼了 对于这个东西 他只有无穷的憎恨 因为他有可能会给自己的家人 带来灭顶之灾 但是 他又听闻萧羽所言 这是开启掌声殿的钥匙 又不能回去 师弟 你怎么了 萧羽见着朱青云的表情 开口问道 然而 就在此刻 边上又是一道声音传来 师弟是想师父了吧 听的这个声音 两人齐齐看过去 只见林炎踏步而来 林师兄 林师弟 你也尽急至尊了 两人各自叫了一声 兴奋地问道 遥想当年离开林虚宗 这一晃就是六十多年了 不曾想 三人都已经成为了至尊 也是美天资聪颖 修行的法门 比我们三人更加的强大 他若进来 并能得到一桩大机缘 萧羽叹息着说道 当初千年秘境开启 他们是想 四人结伴进入秘境 寻找长生 可夜出雪药等玄子清 便没有进来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等到师父 萧羽朝着远处看去 也不知道何时才能与师父相见 大师兄 我听闻 师父就在秘境之中 朱青云连忙说道 因为在之前 李少白可是亲口说了出来 杀死李九重 灭掉掩天宗的 便是自己的师父玄子清 什么 师父也进来了 在哪里 萧羽激动地问道 这些年 他们无时无刻 不再想着与师父相见 现在师父就在秘境之中 那岂不是说 可以完成心愿啊 这个 我也不知道 朱青云苦闷地摇了摇头 又将掩天宗 当时所发生的一切说了一遍 让得萧羽一阵欣喜 到底是师父啊 他的实力 果然是无人可以企及 对了 你们发现没有 师尊吉宇的武学 貌似与三大世界中的武学 极为相似 萧羽将火晕圣地的事情 说了一遍 让得灵言 朱青云都是点点头 萧师兄还别说 真是如此 我的炼体武学 竟然跟白虎世界的灵家一样 而且 大多是他们失传的武学 灵言说道 我的子迹魔童也是 当初青龙世界的掩天宗 将我抓住 就因为他们古籍中 记载着这么一个传说 所以想据为己有 朱青云也是说道 搞了半天 他们所修炼的 都是一些古老的绝学 师父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然会知道 其他世界失传的武学 萧羽再次一探 而此时 灵言笑道 你们可知师父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 是我们怎么知道 萧羽朝着他看了一眼 他们从未看到师父出手 粉会知晓 依我看 至少也是无双至尊吧 朱青云根据玄子 轻蔑了掩天宗的消息 而做出判定 再说了 现在他们所能接触到的 也就无双至尊这个层次 然而 灵言却是摇了摇头 道你们 是未曾见过师尊的神威 而我 却是亲眼所见 当初三大世界的六位 黄金至尊想夺我机缘 师尊以一敌六 横扫六大黄金至尊强者 而后 曾经在千年之前 算计灵虚宗的十大巅峰 无双至尊强者出现 师尊以一敌十 秒杀十大老祖 最后 他又一招大败 三大长生世家家主 你们可知 那三大长生世家的家主 何等修为 灵言微微一笑 道那可是活了近两万年的半仙 此话一出 令得萧羽跟朱青云面面相去 师尊的实力 竟然还在半仙之上 两人叹息 到底是格局低了 师尊竟然达到了如此高度 只不过 两人那神情顿时一变 灵师弟 你说什么 你亲眼见过师父 他们终于反应了过来 能看到玄子青大展神威 那肯定见过他 哈哈 萧师兄 朱师弟 你们看看 那是谁 灵言哈哈一笑 朝着一边指过去 两人随即转身 当见着那年轻而熟悉的人影 直接愣在原地 同时 那双目之中 还挂着萌萌的双雾 第109章晋级先王 开启长生殿大门师父 萧羽 朱青云见着 浑身忍不住的激动 六十多年了 他们足足等这一天 等了六十多年啊 虽然他们在灵虚宗的日子 只有八年 可玄子青给他们的武学 却是授意一生啊 弟子萧羽 弟子朱青云 拜见师父 两人急忙走上去 跪地一拜 起来吧 玄子青挥了挥手 一股柔和的力量 将两人带起 而就在此刻 另一道声音 在玄子青的脑海中响起 恭喜宿主 与弟子萧羽相聚 奖励修为天仙之境 恭喜宿主 与弟子朱青云相聚 奖励修为先王之境 奖励先玉等级境界详解 是否屏蔽修为气息 系统在他的脑海 中弹出一个选择面板 屏蔽 玄子青暂时不想 将修为表露出来 先不说 这秘境能否承受出 先王的气息 恐怕会将叶青阳 这老头给直接吓死 随即 玄子青的修为 直接提升到了先王之境 再看先玉的修为等级 卫天仙 先王 先皇 先尊 先殿 大帝六个境界 除此之外 系统再无任何消息 而后又变成了闷葫芦 师父 这些年 您到底去了哪里 弟子找遍了整个玄武大陆 都是杳无音讯 萧羽神情默默 声音哽咽着问道 为师 玄子青话语亲起 实际上 也是内心有些自责 当年刚刚穿越 没有能力 因此只想着打发他们 可谁又会知道 自己阴差阳错丢出去的小说 能让他们有如此成就 现在 他应该说破吗 萧师兄 朱师爹 师父当年 去了凡间历练 经历生老病死 这时 一边的灵言说道 两人一听 皆是佩服 师尊之修行 当真是亘古传奇 朱青云说道 哼哼 为师之历练 也不值一提 倒是你们 能如此高的领悟力 为师深感欣慰 玄子青微微一笑 也没有必要去点破了 然就在此时 叶青阳等人过来 五等见过前辈 叶青阳带着叶家人拜见 属下拜见主人 南宫青水等三人 丹西贵的一拜 当见这一幕 萧宇等人惊呆了 灵言望着 直接解释起来 萧师兄 朱师爹 这位是长生世家之一的叶家大长王 叶家也是秘境规则的制定者 这三位 乃是长生世家中南宫家家主 南宫清水 慕容家家主 慕容晴天 孙公家家主公孙望 皆是半仙 现在为师父仆人 听到此话 萧宇与朱青云直接愣在原地 长生世家 半仙 他们一个叫自己师父前辈 另外三个成为了仆人 师父当真是实力超群 恐怖如斯 属下见过三位少主 南宫清水 他们又是对着萧宇等一拜 这也没错 叫玄子清主人 那玄子清的弟子 自然就是少主了 起 起来吧 萧宇等挥了挥手 他们才倾同至尊修为 让三个半仙跪地叫少主 实在有些不自然啊 叶长老 你们怎么来了 玄子清有些奇怪地问道 前辈 现在四块琉璃池已经集齐 可以打开长生殿的大门了 叶青阳知道 要让玄子清传授给他剑法 是不可能了 再说了 玄子清比他强大 直接让他劈开仙玉大门 不是更加的容易吗 当听到这话 萧宇 林妍 朱清云皆是一起将琉璃池拿了出来 玄子清见着 也是将叶出雪给他的那块拿出 可出雪还未有消息 玄子清淡淡说道 这些天 叶家已经发动了所有力量 在寻找叶出雪 甚至 他们已经找遍了整个秘境 都杳无音讯 叶出雪就宛如人间蒸发了一样 师父 叶师妹是跟你一起进来的吗 萧宇问道 嗯 玄子清点点头 当初见你吞噬无够天火 晋级亡者 出雪便离开 去寻找自己的机缘 这些天 为师一直在寻找他 甚至还回过玄武世界 皆是没有消息 明明这秘境就这么大 为何就找不见人 前辈 依我看 还是先打开长生殿 兴许店门开始 叶姑娘会有消息 叶青阳又说道 嗯 兴许你说得对 玄子清点点头 没多久 一行人到了秘境深处 一座古朴 而又破旧的殿宇 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大门口 南宫清水等望而心探 遥想当年 这里是热热闹闹 纷争不断 而现在 出现了一个变态玄子清 一切都是那么的寂寞与冷清 前辈 将四块琉璃池 分别放入大门中央的 四个对应池孔中即可 叶青阳说道 好 玄子清点点头 他带着萧羽等四人 将琉璃池放入其中 而后 四块琉璃池开始融合 一道道蓝光绽放 布满整个大门 紧接着 轰隆大门缓缓开启 里面 一道很沧桑的气息传了出来 前辈 请 叶青阳说完 便是头前带路 长生殿的里面 是一座大迷宫 除却叶家 谁也不知道 真正到达核心区域的路 这一次 有了玄子清的存在 叶青阳带着他们 一起朝着核心区域进发 不多时 众人看到一个圆形的祭台 祭台的上面 乃是一具白玉石棺 这里就是长生殿的核心 一边的南宫清水 见着这一幕 突然问道 他没进过这里 怎么不会想到 这核心区域 却是这般模样 没错 这里就是核心 这一座祭台 便是通往仙玉的入口 也就是世人所说的 长生的秘密 叶青阳点头说道 其实 长生 便是进入仙玉 成为仙 只有这样 才可以真正的长生不死 当然了 天灾人祸不可避免 那为什么有一具棺材 南宫清水又问道 那是仙玉大门封闭之后 我叶家的第一人 也是最后一任家主 叶青阳讲述了起来 当初叶天帝 将他们叶家的部分人 派往下见 镇守封印的仙玉大门 然而 下界的叶家 因为仙道规则不全 仙灵力被下界规则同化 只能维持在半仙境界 但半仙与仙 有着天壤之别 因此 他们都有了寿命 当初的叶家掌权人 竭力遵守叶天帝的命令 就算在死后 也要以深圳守仙玉大门 所以 他的尸体 就被装入了白玉石棺 镇压在了这祭台之上 至于这个仙祖是谁 叶青阳他们都没有见过 毕竟这都过去几百万年了 咦 不对啊 这个白玉石棺 好像被人打开过 就在此刻 叶青阳等脸色大变 PS 感谢各位大大真金白银的礼物 感谢维爱发电 大家有时间的 也可以帮作者军 在书荒广场推广一下 没看前文的 帮忙翻一翻前文 数据很重要 败谢了 另外帮忙取个叶姓女子的名字 最好三个字 卡了半小时没想出来 明天章节要用 第110章白玉石棺中的女子 是叶出雪 此时此刻 所有人都已经进入了长生殿的核心区域 顿时间 一道道神秘的符文出现 一座大镇将整个核心区域所笼罩 将镇内镇外的人分隔开来 不可能 这白玉石棺 没人可以打开 现在为何有被动过的痕迹 而且 石棺的位置 还被人移动了 叶青阳靠近石棺 一边查看 一边说道 原本 白玉石棺是南北向摆放 可现在 却是朝着东西方向了 叶长老 你们以前进来 就没打开过这具石棺 玉石棺问道 没有 这是先祖的遗体 我们怎么会打开 再者 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 叶青阳摇了摇头 这第一任叶家家主 乃是先尊修为 就算他的灵力 被下界规则同化 也是受死的骆驼 比马大 而且 他还精通奇门八卦 布下的禁止无人可解 之前不让别人来这核心之地 那是不想先祖的遗体被外人干扰 叶家的二长老说道 听到这话 南宫清水等人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叶家不让他们进入这里 是为了他们叶家的先祖 玉石棺听闻 也是走上了祭台 而后伸手 准备抚摸那白玉石棺 因为他感觉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不过 他刚伸出手 叶青阳就大声喊道前辈 切莫动手 为何 玉石棺问道 先祖在此石棺之上 设下了强大的禁止 就算是真正的仙人 都可能会被镇伤 叶青阳解释道 这是实话 以叶家先祖的修为和造诣 所部下的禁止 还真的有这等威力 但这里毕竟是下界 根本就没有先到规则 再说了 他的石棺既然被移动过 那足以证明 石棺是伤不到那移动之人 还有 玉石棺现在乃是先王 还怕一个以死之人的禁止 无妨 话音落下 玉石棺的手 直接搭在了石棺之上 却是没有半点被禁止攻击的迹象 说白了 这就一普通石棺 而后 玉石棺一道力量震出 轰那石棺的关盖 直接被震飞了出去 露出了里面的叶家先祖遗体 这时 所有人都凑过去 当见着那遗体面容 众人都惊呆了 好美啊 作者有话说书友们 请记住最心最全的小说网站 赤兔阁那石棺之中 竟然是躺着一名女子 容貌绝世无双 叶师妹 萧宇等见着 直接叫出声来 这女子 竟然与叶出血一模一样 当然了 女子身上所穿的衣服 气质 要远远超越 他们所认识的叶出血 但是 就单纯的样貌而言 这的确是他们的师妹无疑 叶长老 你们叶家的组长是个女子 玄子清问道 她也有些疑惑 但身为先王 倒是没有像萧宇等人一样 叫出声来 可她能感受到 这个女子身上 有一股让她熟悉的味道 而这股味道 分明就是来自于 叶出血无疑 这 的确是女子 前辈有何疑问 叶青阳等一脸猛逼的问道 实不相瞒 她就是我的第四个图 叶出血 玄子清可以肯定 这根本不是什么叶家先祖 而是叶出血 又或者 两人是同一个人 这个想法一出 玄子清有一种明悟的感觉 难不成 叶出血是叶家先祖的转世 这对于她能融会贯通书中的武学 也能解释得清 既然如此 那肖宇 林妍 朱清云 会不会都是那些人的后人转世 前辈 这不可能 我叶家先祖的身上 还带着族长的信武 叶青阳从女子腰上 取出一块玉佩 上面刻着心瑜二子 叶青瑜 玄子轻微微念道 没错 这便是我叶家先祖的名讳 叶青阳解释道 师父 这明明就是叶师妹 怎么突然之间就成为了叶家的先祖了 肖宇等人满是疑惑 这世界上 怎么可能会有 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尤其还是一个死了几百万年的人物 这一切 恐怕要等他醒来 才能知晓原因 玄子轻想了片刻 说道 什么 前辈是说 我叶家先祖还能醒来 叶青阳等人皆是面面相去 这都死了几百万年了 还有活的可能吗 先 可长生不死 若无先道规则 他又如何会陨落 而今 他先灵之气充盈 我想 只要将其带回先狱 定能醒来 玄子轻为先王 他的神念早已经将 叶青瑜的身体检查了一遍 虽然他也有些不敢相信 但这个女子 的确是真灵未散 尽管他不知道 叶青瑜和叶出雪 是不是有什么联系 但必须要让他醒过来 因为他们太像了 就仿佛是一个人 前辈 宁愿意帮我们打开 先狱的大门 叶青阳兴奋 而又激动地问道 既然到了这里 又何不试一试 再说了 世人谁不想成仙 玄子轻朝着萧羽等看了一眼 不说自己的几个徒弟 就连慕容晴天 南宫清水 他们都是充满了期待 在秘境中生活了数万年 早就想换一个环境 哪怕那个地方 真的如同叶青阳所说的 充满了沙落 当话音落下 玄子轻手中的 仙王器断月 已经拿了出来 是不是只要破开计台 就意味着打开了先狱的大门 他问道 没错 我们之前也是想尽一切办法 要破开计台 但都无法做到 叶青阳详细地解释了一下 一是因为先祖石棺的镇压 二是这计台之上 还有无数的符文封印 都让得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嗯 玄子轻点点头 随后手一挥 将白玉石棺驱离计台 而后对着南宫清水等人 吩咐道尔等三人 互助石棺 是 主人 三人连忙回应 同时 叶家所有人 也都站在了先祖棺旧前 玄子轻见着祭台 断月之上 顿时爆发出无尽的白芒 然而 就在此刻 一道阴狠的笑声传了出来 嘿嘿嘿 一群小家伙 也想着打开先狱之门 笑声落下 一个庞大的身影 出现在了祭台之上 周围的温度迅猛地提升 这是一头怪物 身形像狗 但又长着三个脑袋 它名为日镖 掌居地心烈炎 暴躁凶狠 浑身如烈日煞白 足迹到处 烈地焦土 感谢各位 大大门赐名 名字已经用上了 第111章 玄子轻战日镖 先欲大门开启何方怪物 抱上明来 叶青阳见着 手中的灵剑已然出窍 对着那三个脑袋的大黑狗问道 你才是怪物 你全家都是怪物 本大仙乃是易寿日镖 今日寿魔尊天魁大人之命 宋儿等归息 话音落下 日镖的身上 原本就有些炙热的火焰 更加的浓郁 叶青阳等人听着 皆是一脸猛逼 上古异兽 魔尊天魁 这些他们闻所未闻 而一边的玄子清 却是知道日镖此名 传闻天地初开 罗侯与红军争霸 罗侯西方立魔教 座下有七大异兽 其中一个 名为日镖 掌居地心烈炎 暴躁凶狠 浑身如烈日煞白 足迹到处 烈地焦土 想来就是此物 只不过 此日镖肯定不是 洪荒时期的日镖 应该是太古一种 你来自于仙玉 玄子清没有一脸慌乱 而是问道 作者喜欢小说的朋友 请不要错过赤兔阁嗷腰 小家伙竟然不惧你日镖爷爷 没错 本大仙来自仙玉 也就是尔等凡人口中的仙人 因此 尔等就不要负于顽抗 乖乖地接受死亡吧 日镖一直狗头开口说话 十分地嚣张 不过 这也在情理之中 因为他是仙 凡人在他的眼里 如同蝼蚁 弹指可灭 当话音落下 日镖抬起一只爪子 直接朝着众人拍下 瞬间 那强横的仙道气息 让得所有人感受到了 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 扑通一声 叶家 南宫家 慕容家 公孙家的弟子 皆是直接跪在地上 大汗淋漓 就算是强如叶青阳的 半仙强者 也是无法动弹 被禁锢在原地 这家伙好强 叶青阳开口 不会就这么死在这里了吧 南宫清水眉头紧皱 他们当初是责怪叶家 不让他们来到这核心之地 可现在 好不容易进来 却是遇到仙异的怪物 真是被识到家了 不过 就在此时 一道强横的剑意爆发 将日镖的力量 直接给挡住 众人见着 皆是朝着玄子清看去 那目光一致 仙 前辈也是仙人了 他们哪里敢相信 玄子清 竟然能晋级成为 真正的仙人 到底是师父啊 果然不是一般人 萧羽等人见着 皆是一脸崇拜 他们才晋级至尊 而玄子清 却是成为众人向往的仙人 至于南宫清水等 原本还是有些违背本心 暂时屈服在玄子清的淫威之下 可现在 他们再也没有了半点反抗的心思 因为 他是仙 仙对于凡人 那是无所不能的 就算他们是半仙 那也不可匹敌 哟 真是不敢相信 下界蝼蚁 竟然也能修炼 成为天仙 瑞彪有些不可思议 但也十分不屑 他的实力可不止天仙 而是仙王 下一秒 一股更加强横的威压爆发了出来 轰隆隆 整个秘境都发出一声声巨响 大阵都是摇摇欲坠 若非这里有叶星鱼布置的手段 没准直接化为一片废墟 仙王 这个魔物是仙王 叶青阳等人瞳孔猛缩 再无一点活下去的奢求 因为他们都知道 那个给予了他们一个又一个惊喜的玄子清 不可能在下界突破仙王境界 然而 他们想错了 面对这一股仙王级别的威压 玄子清闲亭弱步 身上的剑仪越来越强大 转瞬之间 也是到了仙王境界 哼 仙玉邪魔 也赶来下界作乱 找死 玄子清话音落下 断月剑出 以仙王境界的修为 配合仙王气断月 再使出叶天帝所创造的剑法 大眼泛天 他不能再等待的 不然 萧宇他们会被日镖的仙王气息所碾碎 咔嚓 大眼泛天一出 天地变色 整个长生殿都开始崩毁 而日镖 面对这一剑 也是心头猛跳 不可能 不可能 他实在想不明白 下界一个凡人 蝼蚁般的存在 竟然会是一尊仙王 下一秒 吃大眼泛天剑斩下 这一次 可谓是达到了最强的实力 扑持众人只听得一道 剑光闪过的声音 那三头怪物的中间那个头 连同身躯 变为两半 太古一种日镖 竟然被一剑斩杀 不过 他似乎没有死透 那边上的两个脑袋 直接没入虚空 一道阴冷的声音传来 小子 本王不会放过你的 给我等着 随即 除却地上那一个狗头 和被劈成两半的身躯 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 现场 只留下一众人面面相去 前辈 您竟然是一尊仙王 过了好一会 叶青阳出生了 他实在难以相信 玄武世界的玄子卿 并非至尊 也并非半仙 而是仙王 可他来自于玄武世界 怎么可能会成为仙王 难怪师父给我秘籍 蕴含如此强大的武学 原来他是仙玉之人 萧羽等微微一探 他们想过玄子卿 与四大世界有关系 可从未想过 玄子卿来托这么大 只是 他们终究还是想错了 主人 南宫清水 美目凝望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然而 就在此刻 祭台突然一震 紧接着 一道碎裂的声音响起 咔嚓 不好 祭台要碎了 叶青阳连忙大喊 他看到 那原本落在祭台之上的 日彪尸体不见了 显然是被吞噬血迹 再加上玄子 轻纳一件的破坏力 导致祭台开始崩毁 而后 那原本封印 仙玉入口的符文开始消散 红龙最后一声巨响 祭台炸开 一股强大的吸引力 将所有人拉扯着 进入了一片奇怪的通道之中 仙玉 某一处 一个魁梧男子 正在一座大殿之中 来回踱步 不多时 一个两头异兽走了进来 日彪 男子问道 他便是天魁 魔尊修为 统治着仙玉的大片区域 而这些区域 乃是魔族攻下来的地方 天魁大人 任务失败了 日彪回到 天魁听着 眉头一皱 失败了 难不成先到那边有人下去接应 话音落下 随即朝着日彪看去 顿时一愣娘 一个脑袋呢 天魁不敢相信 日彪可是魔王 相当于仙王的实力 不但任务失败 还丢了一个脑袋 第112章入仙玉 系统重置 夜星雨醒来大人 下界那小子是仙王 而且 实力还在我之上 日彪随即将当初的情况说了一遍 听得天魁一脸猛逼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他一定是通过什么秘法 亦或是仙道那边有高手相助 他可不傻 下界的凡人 怎么可能晋级仙王 就算是仙玉的人下去 都会被下界的规则同化 变成半仙 要是能直接晋级卫仙 那还要仙玉做什么 日彪 传令下去 全力搜索那小子 主人算道 他将会是一个变数 一定要早些铲除 天魁吩咐道 是 大人 日彪应了一声 转身退下 再说玄子清他们 自从祭台崩毁 他们被一股强大的吸引力 吸入了通道之中 没多久 一道白光闪现 他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之中 这是哪里 萧羽眉头微皱 看着前方一片无尽火海 十分的纳闷 不多时 一行人自火中走出来 为首的乃是一位老者 看着萧羽及身边的无垢活缝一眼 而后对萧羽鞠了一躬 道老夫恭迎少主回归 如此一幕 让得萧羽脸色大变 少主 他有些不解 自己才从下界上来 怎么就成为了人家的少主 少主不必惊慌 这一切 都是先祖的安排 请跟我来吧 那老者淡淡地说道 先祖的安排 你要带我去了 萧羽问到我师父和我师弟呢 少主放心 你们从下界入仙域 都各自回归自己的家族 而你要去的便是萧家 老者直接回答萧羽的话 萧家 萧羽更是不解 为何他要去萧家 他自己的家族 不是在下界吗 少主去了就明白了 请吧 老者说完 静止朝着火海走去 很快 那熊熊大火 直接分开两边 显出了一条道路 萧羽想了片刻 便是跟了上去 另一处地方 这里电闪雷鸣 乃是一片雷海 灵眼望着眼前的这一幕 直接惊呆了 这里的雷电 比之前的九天狂雷还要强悍 只不过 跟他一起的 除却几位灵虚武宗的长老 就只有灵怀宇等人 仙族 我在这里感觉到了熟悉的气息 灵怀宇微微说道 没多久 一位中年男子 自雷亭中走出来 朝着灵眼等人看了一眼 随即走到了灵眼的面前 恭迎我主归来 那人十分恭敬地弯腰行礼 灵眼 自己是香啵啵吗 在秘境之中 灵怀宇将他奉为仙族 而到了仙狱 这个人竟然称他为主人 看这气息 这男子至少也是仙王境界吧 你 确定没找错人 灵眼一脸猛逼地问道 我主是否的雷帝宝杖 那中年男子询问道 你说的是这个 灵阳直接将雷帝宝杖掏了出来 顿时间 雷光涌动 让得无尽雷海之中的雷霆躁动起来 紧接着 无数仙人从里面飞出来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当见着灵眼 直接单膝跪的 齐齐喊道 五等恭迎我主归来 这 灵眼傻眼了 先是一个 而后是成千上万 这特吗 原来自己这妖牛逼 在仙狱还有势力 主人 还是先进去再说吧 那中年男子说完 便是将灵眼及众人 带进了雷海之中 这里是哪里 朱青云悠悠地睁开眼睛 他所看到的 是一幅美丽的景象 有花鸟重鱼 有日月星辰 然而 就在下一秒 无尽的杀戮声响起 画面一转 便是进入了一个遮天蔽日的战场里面 有人 有仙 有魔 有妖 四处杀戮不断 无比的血腥 大哥 就在此时 朱青云大喊一声 二弟 你怎么了 朱青峰也在边上 他见着朱青云的异象 十分的疑惑 大哥 太好了 你没事 朱青云连忙将大哥拥抱住 仿佛会失去一半 不过 就在此刻 那花鸟重鱼的景色 如同画卷一样 被人用刀子划开 从里面 走出来一位美丽的女子 宗主有令 让属下迎接少主 那女子 走到朱青云的身边 朝着她的紫急魔童看了一眼 而后弯腰行礼 少主 朱青云有些疑惑 自己啥时候又成为少主了 没错 紫急魔童 乃是我密宗传人独有的标志 您定然是少主无疑 女子微微开口 道 这 朱青云有些猛逼了 紫急魔童 他是按照书中修炼出来的 又不是天生就有 怎么就如此 肯定是密宗少主 而且 他来自于玄武世界 要是没猜错的话 这里应该是仙玉吧 属下知道 少主有诸多疑惑 不如跟我去往密宗 一切问题都会清楚 那女子继续说道 这 好吧 朱青云现在也是一头雾水 与其在这里瞎转悠 倒不如跟着女子前去看看 不过 他立刻被朱青风锁拉住 二弟 他们不会是基于你的紫急魔童吧 这个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 毕竟在秘境之中 掩天宗就基于他的紫急魔童 然而 朱青云摇了摇头 到这里是仙玉 这位姐姐要是想害我 何须这么设计 直接将我抓走不就行了 呃 朱青风听完 也是点了点头 的确 这里是仙玉 随便一个人 都比他们强悍无数倍 要为了夺取紫急魔童 直接打云抗走就行 何须搞出什么认清的把戏 随即 朱青云等人 随着那女子 走进了话卷之中 过日了 这就进入了仙玉 其他人呢 玄子青从地上爬起来 这世界的规则不一样 连他这个仙王 都有些不适应了 再看周围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不对 有个死人 那就是叶星鱼 正安安稳稳地 躺在白玉石棺里面 至于叶青阳等人 都已经不见了踪迹 丁就在此时 系统提示音响起 检测到宿主 已经进入仙玉 系统即将重制 丁系统重制成功 期待宿主与弟子们 再次相遇 话音落下 系统沉寂了 玄子青听闻 直接一脸猛逼 与弟子们再次相遇 难道自己的修为突破 需要再次找到他们 我去 这仙玉这么庞大 这得找到猴年马月 玄子青有一种 要骂娘的冲动 但是 当他的话音刚落下 那白玉石棺之中 响起了一道阴灵之声 嗯 我这是在哪里 而后 石棺中的叶星鱼 缓缓地坐了起来 PS仙玉地图开启了 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 支持本书 大家想看到 什么精彩的剧情 可以尽情地留言 作者君认为可以安排的 一定将其写进书里面 第113章 我不就问个路吗 你醒了 玄子青朝着叶星鱼看过去 他果然猜得没错 叶星鱼的真灵未散 只要来到仙玉 在仙道规则的作用下 一定能够活过来 只不过 他现在想知道的是 这个叶星鱼 是不是他的弟子叶出血 如果是的话 那他们相遇 是不是意味着 会得到系统奖励 将他的修为 提升至仙皇境界 然而 叶星鱼皱着眉头 瞪着玄子青看了许久 而后又朝着周围看了一圈 再伸了一个懒腰 顿时感觉多么的舒服 玄子青见着 自己被无视了吗 你是叶星鱼 还是叶出血 玄子青再次问道 听得此声 那正举着手伸懒腰的女子听闻 又朝着周围看了看 确定没人 这才指着自己问道 你在跟我说话 玄子青 这里就我跟你两个人 不是跟你说话 难道跟鬼说话 嗯 没办法 玄子青点点 那女子皱了皱眉 竟然反问到叶出血是谁 叶星鱼又是谁 见到这一幕 玄子青傻眼了 这女人不会是失忆了吧 虽然她是一个沉睡了数百万年的人 刚醒来的时候 或许记忆不全 但也不可能连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吧 她还等着系统奖励啊 现在这鸭的居然来这么一出 你不记得了 玄子青问道 什么不记得了 你说名字吗 本姑娘叫什么来着 女子手指抵着嘴唇思考了片刻 随后问道 你说我应该叫什么 你 玄子青被打败了 这女人果然失忆了 你认识我吗 玄子青又问道 当问出来 又感觉自己有点傻逼 她连自己名字都不记得 会认识她吗 我叫玄子青 是你的师父 而你的名字叫叶出雪 玄子青无奈之下 只能这么说 看看这女子要是认同之后 能否触发系统 我叫叶出雪 叶出雪 还蛮好听的 那我就叫叶出雪好了 可师父又是什么东西 能吃吗 女子说着 捂着肚子 感觉好 师父 玄子青有些无语 这女子是不是百万年前脑子受过伤 变成傻白甜了吧 师父就是 没办法 玄子青为了触发系统 只能解释了一遍 女子听着 若有所思 而后从白玉石棺中出来 对着玄子青一拜 弟子叶出雪 拜见师父 见到这一幕 玄子青连忙等待着系统的动静 可过了老半天 愣是没有半点反应 师父 我做得不对吗 叶昕鱼一脸不解地问道 嗯 徒儿起来吧 不过 以后你还是叫叶昕鱼吧 玄子青有些无奈 系统没有反应 那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 是这个女子并非叶出雪 而是叶家先祖叶昕鱼 第二 就是必须让她恢复记忆 对于这两个原因 玄子青偏向于第二个 毕竟 叶昕鱼和叶出雪 长得一模一样 再说了 万一是真的 到时候后悔莫及 至于为何让她叫叶昕鱼 那是玄子青感觉别扭 再没有确定 她是叶出雪之前 还是叫叶昕鱼比较好 嗯 师父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以后就叫叶昕鱼 不过 师父 我饿了 叶昕鱼说道 呃 玄子一愣 这女人睡了几百万年 醒来不饿才怪 只是 这里荒芜一片 哪里来的东西吃 算了 先离开这里 找个地方 问问这仙玉情况再说了 玄子青心里想着 自己出来乍到 人生地不熟的 要是不搞清楚 这个仙玉的境况 难免危险重重 虽然她熟知小说的内容 但小说中的世界 乃是无数万年之前 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却一点都不知道 咦 来了一辆马车 就在玄子青 准备带着叶昕鱼离去之际 她见着一辆马车飞驰而来 正好 搭个便车 然后问问路 想到这里 玄子青 带着叶昕鱼连忙跑过去 滚开 还未等玄子青 他们靠近 那马车前面的车夫 就发出一道愤怒的吼声 随后 便是举起马鞭子 朝着玄子青砸了过来 虽然力量不大 但至少 也是天仙中期修为 见着这一幕 玄子青有些怒了 我这还没开口呢 你就举着鞭子打人 随即 玄子青并止为剑 一道剑气 直接朝着车夫打了过去 扑一道卸剑蹦射 那车夫的肩膀被冻穿 直接滚落下马 随即 那一对眉头皱得紧巴巴的 天仙后期强者 他十分疑惑 在这荒芜之地 竟然有如此强者 除非是 他想到这里 连忙护在马车前面 大声说道 公主快走 我来拦住他们 玄子青 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 自己不过是问个路 至于这么紧张嘛 顶多也就搭个顺风车而已 不过 这车里是个公主 看样子 自己运气不错 因为公主定然是某个国家的人 这样一来 定能打听出这仙玉的情况 云书 不用担心 他们不是黑与皇朝的杀手 突然 那马车上面 传出来一道美丽的声音 随后 里面走下来一位女子 此女子气质高贵 容貌不凡 年龄不过二十出头 不过 比起夜星鱼 那是差得远了 这位大人 小女子 乃是好跃皇朝的公主依依 这位 是我的车夫 云书 先前不知道大人在此游玩 多有得罪 还望见谅 依依对着玄子清弯腰行礼 虽然她是公主 但对于强者而言 她是晚辈 毕竟这是仙玉 实力的等级更加的森严 她话音落下 又朝着夜星鱼看了一眼 虽然看上去毫无修为 但却是惊为天人 因为夜星鱼的美貌气质远超过她 开玩笑 人家可是一尊实实在在的仙尊强者 你连仙王都不是 又如何能比得过 原来是依依姑娘 实不相瞒 我们出来此地 不小心迷了路 还望公主能在我们一城 顺道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 玄子清微微说道 这 一一眉头紧锁 一边的云书连忙说道 这位大人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有急事 不方便在二人 第114章昊跃皇朝的危机 杀手献他们出来 的确有急事 因为属于魔族阵营的黑与皇朝大军进犯 导致昊跃皇朝出现了危机 他们是去往星斗皇朝请求支援 只是没想到 在这里碰到了玄子清和叶星渝 这位大人 云书所言不错 我们这次的确有急事 还望见谅 一一也是说道 师父 我饿了 我要吃东西 就在此时 叶星渝捂着肚子 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玄子清有些无奈 这鲜狱规则稳定 根本无法随意飞行 要是走路 也不知道猴年马月 才能走出这片荒芜之地 一一姑娘 这样吧 我们也不妨碍 你们办事 就顺路烧我们一程 遇见有吃的地方 再将我们放下去即可 玄子清拱手说道 没办法 叶星渝饿了 自己总不能不管吧 这 好吧 一一答应了 一边的云书却是说道 公主殿下 咱们此事十万火急 不容许有半点变故 他的担心没有错 昊月皇朝危在旦夕 若是玄子清他们在搞点事情 导致无法去求援 又或者耽搁了些许时日 那就玩犊子了 云书 没事 前面不远处就是一个小镇 将他们放在哪里即可 一一挥了挥手 便邀请玄子清他们进入马车 很快 车夫驾车 继续赶路 马车里面 三人 六只眼睛相对而望 一一有些好奇地询问起来 大人会在此迷路 莫非并不是东陵州的人 仙玉 一共108州 东陵州 位于仙玉最东边 因此名为东陵州 不是 玄子清心中迟疑了片刻 摇了摇头 虽然他不知道 这东陵州代表什么 但也不能说是 不然如何得知这里的情况 难道大人 来自神剑州 刚才见识到了 玄子清所使用的剑气 便下意识地猜测到 神剑州 那是一个专门 以剑修为主地狱 哪里的人 实力强大 还有一个神剑门 非常的神秘 曾经听闻 神剑州之所以 没有沦为魔族领的 就因为有神剑门的存在 但如今 他们东陵州 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几乎被魔族攻占了一半 而他们所在的 浩月皇朝 也即将沦陷 这样一来 他们都将成为 魔族的奴隶 因此才前去求援 呃 算是吧 玄子清想了想 回答道 虽然他是来自下界 但在没有搞清楚状况之前 肯定不能随便说出来 不然 仙玉的人愁 世下界的人该怎么办 因此 就只能勉强将自己 说成是神剑州的人 至少不会让依依产生怀疑 真的 那你知不知道神剑门 依依连忙询问 看样子还挺兴奋 跟自己 是神剑门的粉丝一样 知道 玄子清无奈之下 也只能承认 那太好了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 神剑门的事情 依依这话一出 就将玄子清给拦住了 神剑门的事情 他知道个鬼啊 因此 玄子清说到 依依姑娘 关于神剑门的事情 以后再说 还请你将这东灵州的情况 为我讲解一番如何 这个没问题 一一连忙点头 就因为玄子清 说自己来自神剑州 知道神剑门 所以 让这个初出茅庐的公主 放松了一切 随即 将东灵州的情况 说得一清二楚 东灵州 乃是一个皇朝灵力 且实力 不是太强的宗门 这里一宫大大小小的皇朝 一百多个 其中最高修为 不过先皇觐见 而这一百多个皇朝之中 有一半被魔族占领 他们现在所处的范围 乃是昊越皇朝的边境范围 因此十分的荒凉 再过去 便是星斗皇朝的地界 甚至 连他这次出来 逝去搬救兵的事情 也告诉了玄子清 魔族太猖狂了 玄子清听闻 不由得有些愤怒 他记得清楚 当初在秘境之中 祭台之上出现的日标 不就是魔族的魔尊派来杀他的妖 由此可见 魔族必定还会寻找他的踪迹 然后干掉他 尽管玄子清不知道魔尊为何如此 但他们从秘境的那一刻起 因果就已经建立了 对了 不知道大人如何称呼 依依又问道 我叫玄子清 她叫叶星渝 你以后也不要称呼什么大人 所以就好 玄子清说道 这 那我叫你们玄大哥 叶姐姐可好 依依扑闪着大眼睛 看得出 这丫头对于神剑州的人 天生就有好感 连称呼都如此亲密 罢了 出道仙玉就找了个妹子 以后没准 还能对自己找徒弟有帮助 他知道 现在想要让叶出雪恢复记忆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能从其余三个弟子身上下手 只是 那三混小子 也不知道躲哪里凉快去了 当然 玄子清要是知道 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仙玉的大佬 估计会暗骂上天不公 自己这个做师父的 还没自己徒弟有背景 很快 小镇到了 车夫停车 玄子清等一行人下了车去 玄大哥 叶姐姐 下次有机会 一定要跟我说说神剑门的事 一一挥了挥手 有些不舍 但耗跃皇朝的生死 全记在他的身上 因此不得不离开 只不过 还没等他们上车 便是见着小镇外头 有几匹马飞奔来 卷起尘土飞扬 一一朝着那边看去 顿时脸色大变 不好 是黑与皇朝的杀手 他看得清楚 那马上的人 全都穿着黑色的衣袍 衣袍之上 绣着魔族独有的标志 一个骷髅头 公主 快上马车 云叔连忙喊了一声 然后快速地驾着马车 朝着星斗皇朝飞奔而去 玄子清见着这一幕 朝着叶星渝看去 道徒儿 为师 给你露一手如何 好啊 好啊 叶星渝拍手称快 全然一副 未经人事的小女人模样 当然了 玄子清这样做的目的 一是为了感谢 一一在他们一程 二是 想着使出叶家的剑法 看看能不能帮助叶星渝 想起一点什么 随即 玄子清将断月拿了出来 挡住了那几个黑衣人的面前去路 第115章 干掉魔族杀手 一一无功而返云书 快停车 玄大哥他们有危险 马车之上 一一远远地看着玄子清 挡住了黑衣人的去路 他知道 魔族的杀手 至少也是天仙巅峰境界 他们绝对难以抵挡 公主殿下 有他们阻拦 兴许能安全到达星斗皇朝 希望公主以皇朝安危为重 云书说完 也不再理会一一 马车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他们要趁着那黑衣人 被玄子清拦住 而快速地离开 小镇前面 四名黑衣人骑马飞驰而来 转眼便是到了玄子清的面前 滚 一个黑衣人见着 玄子清挡在前面 只是牙缝里蹦出来一个滚字 随即 便是一刀朝着他斩了过来 这一刀看似普通 实际上 却是夹带着天仙后妻的威力 足以见得 他们只想着速战速决 然后追上前面的那辆马车 然而 玄子清手中断月一挥 直接迎了上去 坑扑一道剑光闪过 玄子清的身影 从前面掠到了后面 而那个对玄子清出手的黑衣人 却是一脸猛逼地 看着自己手中的大刀断作两截 紧接着 一道鲜血从自己的身上喷出 一颗脑袋直接滚下 一招 仅仅一招 就斩断了对方的兵器 且秒杀对方 足以见得 玄子清的实力有多强 混蛋 其余三位黑衣人见着 不由得怒气冲天 他们原本是追赶马车 可偏偏半路杀出一个人来 还干掉他们一个人 下一秒 三人全部拿出自身武器 朝着玄子清杀来 面对三人同时出手 玄子清嘴角一扬 图二 看清楚了 优越剑法 斩 话音落下 玄子清先王气息爆发 而后一剑斩下 天空之中 突然出现一个个月亮 先王 三个黑衣人见着 双眼瞪得滚圆 随即 那月亮化作无穷的剑气 朝着三人疯狂斩下 扑扑扑 随着三道血剑喷出 三人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 在这荒芜之地 竟然出现了一尊先王强者 叶 师父真厉害 叶星渝见着 直接拍手称快 看了这剑法 可想起什么 玄子清问道 没有啊 就觉得师父的剑法很漂亮 全会出现月亮 什么时候也交走 叶星渝跟个小宝宝一样地说道 呃 玄子清见着 无奈地摇了摇头 走吧 咱们先去吃东西 他知道 要想换醒夜星渝的记忆 恐怕没那么简单 不过 两人刚走几步 玄子清又停了下来 朝着四个黑衣人的尸体走过去 将他们的储物戒子给收了起来 因为吃东西 肯定需要钱 而这里是仙玉 他们是下界上来的 下界的货币肯定行不通 还好 玄子清在四个人的储物戒子里 找到了一些金石 按照书中所讲 这应该是仙灵时无疑 很快 数日过去 玄子清带着夜星渝吃了个遍 还别说 仙玉的东西远比下界的好吃 就是比较贵 不过 从那四个黑衣人身上 搜集来的仙金 已经用掉了一半 玄子清有些怀疑 魔族都是穷逼 出门就在这么点前 还好 他将这里的情况 也摸了一个透彻 这个小镇叫做东荒 乃是一些逃难的人组成的 他们的家人 基本被魔族祸害 不得已 在这里安家 由于这里很荒凉 因此一般不会有魔族人过来 也正因为如此 东荒小镇距离最近的一座城市 都需要走上好几天 徒儿 咱们要不去星斗皇朝看看 玄子清对着夜星渝问道 在这座小镇里 他已经得不到任何有用的消息 兴许去了星斗皇朝 能打听到一些关于 他另外三个弟子的消息 再不济 也应该能知道夜家 毕竟那是夜天帝的家族 曾经的仙玉霸主 嗯 师父说去哪就去啊 夜星渝点点头 只是当他们刚出小镇 却是见着一辆熟悉的马车 飞驰而来 一一的马车 玄子清朝着马车看去 眉头紧锁 他们不是去星斗皇朝 搬救兵了吗 他们应该和救兵一起才对 怎么会独自回来 不对 他们肯定遇到了麻烦 玄子清连忙朝走过去 那赶车的 并非之前的车夫云书 而是一一本人 玄大哥 夜姐姐 你们没死 这太好了 马车临近 一一连忙下了马车 一脸的兴奋之色 一姑娘 你的车夫呢 玄子清朝着马车 打亮了一番 并未发现其他人的气息 便是询问道 玄大哥 星斗皇朝早 已经投靠了魔族 他们要将我们抓起来 献给魔族 是云书拼死 让我逃了出来 误说到这里 一一眼泪流出 伤心不已 随即 他连忙说道 玄大哥 夜姐姐 我们快走 一一知道 云书的死 虽然拖延了时间 但星斗皇朝 肯定会派人追来 果不其然 还没等他们上车 只见到后面 沉烟滚滚 是星斗皇朝的军队 足足一百多人 朝着这边飞驰而来 不好 他们来了 玄大哥 夜姐姐 他们不认识你们 你们快进小镇 不要出来 一一将他们推进小镇 随即朝着马车而去 他要独自驾车 将星斗皇朝的人引走 这样一来 那些人自然不会找 玄子清的麻烦了 只是 就在一一即将上车之际 玄子清确实拉住了他 一一姑娘不用担心 些许追兵 不足为惧 他是先王 神识强大 早已经知晓了来者的实力 作者PS喜欢小说的 欢迎访问赤兔阁 在浏览器中输入为首的人 不过天仙后期 比之前的黑衣人还要弱 至于那些士兵 最高的也就天仙初期 有的 连仙称之不上 这样的人 怎能奈何得了他 玄大哥 我知道 也是天仙后期 可他们人多 你们还是快进去吧 一一再次说道 当然了 要是玄子清真的只是天仙后期 或许他的担忧很有道理 可现在 完全不用担心 放心吧 我去解决他们 然后跟你去耗月皇朝 玄子清说完 便是朝着星斗皇朝的追兵走过去 简简作者有话说 三章送到 求一波各种 第116章 一箭秒杀 玄子清的计划 叶姐姐 他 一一见着玄子清一人一见 朝着星斗皇朝的追兵走去 心里莫名地担心起来 只不过 叶星渝摇头说道 放心了 师父很厉害的 在现在的叶星渝眼里 玄子清是无所不能的 很快 追兵临近 那为首的天仙后期队长 朝着玄子清看了一眼 不免哈哈大笑 这是谁家的小孩 也敢挡我军去路 他十分不屑 在他的眼里 玄子清不过是一个 乳秀未干的小娃娃 投靠魔族者 死 玄子清冷声说道 虽然他对于正魔 并没有多少兴趣 但自从日标对他出手 就注定他站在了魔族的队里面 原来你是与 昊月皇朝那小丫头一起的 既然如此 那可真是天降功劳 那队长一脸兴奋之色 他要是能抓住他们交给魔族 那可是能得到不少的资源奖励 在先遇 资源是修炼的必需品 越多的资源 能让他们更快的进击 左右 给我拿下 那队长下令 只是 玄子清朝着所有人看了一眼 倒不用这么麻烦 一起来吧 你说什么 那队长脸色一沉 自己竟然被小看了 这小子虽然年龄不大 却嚣张得很啊 不过 在下一秒 那队长脸上的愤怒 便为了恐惧 因为在这一刻 玄子清暴发出了先王气息 紧接着 上空先灵气汇聚 一柄巨剑形成 先 先王强者 那为首的队长见着 直接傻眼了 他们谁会知道 在这荒芜之地 竟然会出现一尊先王 撤 快撤 那队长连忙下令 此时此刻 除了逃命 他实在想不出 还能做什么 但玄子清会让他们逃走吗 下一秒 玄子清嘴中微念大眼 范天剑 斩 哄 一柄 巨剑落在了人群里 只见的一声巨响 随之而来的是 剑气纵横 血光涌现 只是片刻 一切又平静了下来 再看那一支百人队伍 全都死得不能再死 包括那一名天仙后期的队长 也是一剑陨面 师父好厉害 远处的叶星鱼 剑着 直接拍手称快 而一一剑着 直接傻愣愣地立在原地 之前他猜测 玄子清顶多 也是天仙后期修为 可没想到 人家竟然是先王 直接一剑秒杀百人 果然 神剑舟的人都很强大 尤其是对剑法的造诣 远超任何一个舟 唉 可惜了这些好马 玄子清叹息了一声 随即将这些人 随身所带的仙灵石收集起来 而后转身 朝着马车走来 真没想到 玄大哥竟然是先王 一一开口道 虽然在好跃皇朝 先王强者不少 但也是很顶尖力量 至少在皇宫里面 他所知道的先王 各个都是将军级别的存在 而且 其年龄哪一个 不是活了几千上万年了 像玄子清这么年轻的先王 几乎没有 上车吧 我们送你去好跃皇朝 玄子清淡然说道 啊 玄大哥也要去好跃皇朝 不行 那里战乱四起 就算你是先王 也有很大的威胁 而且 你还要保护叶姐姐 一一连忙说道 看得出 他是不想玄子清去涉险 放心 有我在 定能保你好跃皇朝无恙 不过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玄子清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他现在没有势力 没有熟人 那就自己去结识 去打造势力 而要打造势力 最快的方法就是接手 现在好跃皇朝危在旦夕 加上没有援兵 被魔族占领 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只要他能守住 好跃皇朝 那么 整个皇朝都会为他所用 到时候再寻找自己的弟子 也就简单的多了 什么条件 一一问道 帮我寻找三个人 他们皆是我的弟子 玄子清道 好 只要玄大哥 能护主我好跃皇朝 别说三个 就算是三十个 也一定帮你找到 一一虽然有些不幸 但内心还是想着 玄子清能陪他去好跃皇朝 主要是 刚才的那一件太帅了 加上玄子清又出自神剑州 随后 马车出发 一一和叶星鱼坐在车内 玄子清驱车而行 此刻 星斗皇朝 奇了怪了 李队长率人 去追浩月公主 为何还未归来 皇宫大殿之上 星斗皇朝之主 阮兴天坐在皇位上 眉头紧皱 陛下莫及 本丞相已经让颜将军 前去查探了 一位老者出来说道 他为当朝丞相 实力为先王之敬 好 阮兴天点了点头 不多时 一个身披甲咒的将军 快步而来 陛下 不好了 李延一行人全部被杀 而且 是被一剑灭杀 将军丹西贵的 禀告道 他就是丞相口中的 严将军 先王静俭 什么 被杀了 阮兴天 豁然从皇位上站了起来 这边境荒芜之地 怎么会有如此强者 难道 是昊月皇朝 安排了人来接应 想了片刻 阮兴天连忙吩咐道 快些传信给魔族 就说人被救走了 与此同时 黑与皇朝 皇宫大殿 皇帝黑无极 正在与几位大臣商议 快速拿下 昊月皇朝的方法 此刻 有人来报 禀陛下 我们派出去 捉拿昊月公主 月依依的人被杀了 什么 听得此话 所有人皆是一愣 怎么可能 那其中可是有一位 天仙巅峰高手 黑无极有些不敢相信 虽然他知道 星斗皇朝 已经投降魔族 但若是 他能抓到月依依 那就等于 捏住了昊月皇朝的软肋 到时候 这个功劳算是他的 毕竟 对于立功者 可是有很多资源奖励 陛下 此事已经证明了 元旭将军问陛下 大军何时开始进攻 元旭 乃是黑与皇朝的元帅 之前 他率领大军 连克昊月皇朝 大成十座 后来因为依依公主 出去找旧兵 他们的攻击 才停了下来 目的是想抓住月依依 兵不血刃地 占领昊月皇朝 只可惜 事与愿为 那派出去的四人 被玄子清给干掉了 不急 星斗皇朝 应该会有好消息传来 黑无极挥了挥手 信心满满地说道 要是星斗皇朝 抓住了月依依 那昊月皇朝 依旧可以兵不血刃地拿下 只是 功劳要分出去一些而已 与其士兵受损 分一些功劳也是大赚 只不过 就在黑无极的话音刚落下 一道信息传入了 黑与皇朝 第117章 与南宫清水 玄子清出手 相救消息的内容很简单 就一句话 可恶 大殿之上 黑无极怒火冲天 他最后一个希望也破灭了 也就是说 要拿下昊月皇朝 只能直接进攻了 传令元旭 一个月内 拿下昊月城 活捉月正阳 黑无极冷冷说道 昊月城 那是昊月皇朝的都城 昊月城破 便意味着昊月皇朝不复存在 驾回昊月皇朝的路上 到处是战火熏天 一片惨壮 有的地方 还一心能见到一些 黑与皇朝的士兵 进行烧杀抢掠 连四水城都被破了 看样子 黑与皇朝的大军 离昊月城不远了 月依依在马车里 看着外面的情形 一脸担忧地说道 这里距离昊月城还有多远 玄子清问道 大约两天路程 好 我们加快速度 玄子清说完 勒一栋僵声 快速前进 然而 才走一段距离 却是被一群士兵挡住了去路 站住 这一队人有十人 为首的队长乃是天仙中期修为 其余的 都是天仙出气 看他们的服饰 就知道是黑与皇朝的军队 应该是留下来打扫战场的 滚 玄子清脸色一沉 直接一道剑一爆发 将这十人小队斩杀 而后 马车快速地朝着前方驶过去 只要过了这一段路 就能安全进入昊月城 但是 玄子清这一击 引起了周围士兵的注意 一道信号发出 让得这战场之上 士兵全部赶来 不过 这一切都毫无用处 玄子清乃是先王 凡是挡在路上的 无意不是被撞飞开来 玄大哥 过了前面那座桥 我们就安全了 月一一掀开车帘 朝着前面指过去 只是 前面的桥头 被数百人挡住 其中 还有一位天仙后期强者 你们坐稳了 玄子清说道 这些小小天仙在他眼里 实在是蝼蚁一般 只不过 就在玄子清 即将要冲过去的时候 他突然勒紧缰绳 让马车停了下来 玄大哥 怎么停下了 月一一有些疑惑 遇到熟人了 玄子清淡淡地说了一句 没错 他的确是看到熟人了 那黑与皇朝的军队里面 有三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与他一起 来自于下界的南宫清水 慕容晴天和公孙望 他们此刻 已经被五花大绑 成为了人家的阶下囚 主人 此时此刻 南宫清水 他们也看到了玄子清 不由地脱口而出 所幸的是 这句话并没有引起那些士兵的注意 哼 小子 你跑啊 倒是跑一个给大爷我看看 那为首的天仙后妻 强者见着 以为玄子清是跑不过去了 这才停下来 因此一脸的骄傲之色 我告诉你 在本大爷的手下 就没有跑得掉的 来人 给我抓起来 扑就在这天仙后妻 强者的话音刚落下 玄子清便是以断月 一箭斩下 瞬间 一颗头颅高高飞起 那天仙后妻 强者直接隔屁 他恐怕到死都没想明白 玄子清不是没法跑 而是停下来要贪命 如此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得所有人面面相去 大队长死了 弟兄们 一起上 为大队长报仇 人群里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数百人开始朝着玄子清冲过来 然而 玄子清手中断月一挥 坑无穷的箭一爆发 在虚空之中 形成万柄长箭 坑坑作响 先王 他是先王 大家快跑啊 他们终于知道 自己所面对的 是一个何等的存在 按理来说 先王强者 至少也是将军级别 可现在 这个人怎么一身不一 还当赶马的车夫 想跑 晚了 玄子清朝着那些人看去 顿时间 万箭齐齐落下 将那些人全部斩杀 属下拜见主人 多谢主人向救之恩 当一切结束 南宫清水等人 直接对着玄子清跪拜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玄子清问道 回主人 我们上一次被卷入仙域之门 就落到了四水城 原本在这里 还比较安稳 修为也有所突破 可谁知道 黑与皇朝来袭 攻破了四水城 我们本是趁乱前出 不曾想 还是被抓住了 南宫清水 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由于他们后机勃发 让得他们到了仙域之后 修为直接突破到了天仙初七 只是运气不好 被黑与皇朝给抓了 嗯 你们跟我走吧 玄子清点点头 然后带着三人 朝着马车走去 对于这一幕 月一一倒是没有疑惑 毕竟 玄子清 来自于神剑州 有几个属下也是正常 很快 玄子清 叶新鱼 南宫清水 坐马车里面 慕容晴天和公孙望 则是当起了车夫 一行人朝着 昊月城而去 当入的皇城 他们立刻感受到 一股紧张的气氛 很快 众人下马 朝着昊月皇宫而去 公主殿下 您总算回来了 刚到门口 一位大臣就迎了过来 看样子 他们是一直在等待 月一一的归来 宋大人 父皇可还好 月一一连忙问道 你父亲 受了一点轻伤 目前已经稳定 对了 这几位是星斗皇朝派来的援军吗 大军是否已经到了城下 宋怀仁朝着玄子清等人看去 他还满怀期待的 以为是星斗皇朝派来的援军 宋大人 他们是援军不错 不过 不是星斗皇朝的人 因为星斗皇朝 已经投靠了魔族 是玄大哥 一路护送我回到昊月城 月一一将事情说了一遍 听得宋怀仁一脸愤怒和绝望 可恶的星斗皇朝 竟然如此没有骨气 完了 没有援军 我昊月皇朝如何守得住 要说 将希望寄托在玄子清的身上 那绝对是天方夜谭 宋大人 玄大哥来自神剑州 他说 有办法帮我们退敌 算了 我还是先去见父皇吧 月一一说完 也不再理会宋怀仁 直接带着玄子清等人 朝着皇宫里面走去 宋怀仁想了片刻 也是跟了进去 第118章听我安排 必让他们大败而归皇宫大殿 月正阳正与各路将军商量 如何退敌 突然 一道声音响起 公主殿下道 闻得此声 月正阳等人一喜 一一回来了 援冰到了 一行人连忙朝着门口看去 只见得月一一 带着玄子清等人走了进来 父皇 听宋大人说您受伤了 不碍事吧 月一一连忙问道 放心 已经不碍事了 月正阳挥了挥手 便是朝着玄子清他们看去 问道一一 他们是星斗皇朝的援兵吗 如同宋怀仁一样 月正阳也将玄子清认为 是星斗皇朝派来的援兵 公主殿下 这次多亏有你请来援兵 否则 我好跃皇朝定然不保 就是就是 不知道这一次星斗皇 招来了多少人马 边上两位将军问道 这 月一一一脸苦闷 看着自己的父皇与其他人一脸兴奋之色 他却不知道如何启齿 不过 宋怀仁走了进来 直接说到陛下 公主殿下此次前往星斗皇朝 并未请得援兵 哦 月正阳朝着女儿 看去是发生了什么事 父皇 星斗皇朝早已经投靠魔族了 云书为了救我已经牺牲 女儿若非玄大哥他们相救 并一路互送 恐怕也 月一一说完 直接哭了起来 该死的星斗皇朝 竟然是如此的不要脸 就是 一个国家 兵力上百万 竟然直接投降 真是可恶 边上两员大将听闻 都愤怒地骂了起来 月正阳安慰着女儿 片刻后 便是对着玄子清等一拜 道多谢这位小兄弟保护小女 本皇无以为报 身为一国之主 能为了女儿行如此大礼 让玄子清有些意外 陛下客气了 我与一一姑娘一见如故 算是举手之劳 不过 我来好月皇朝 却是有条件的 玄子清说道 哦 小兄弟有什么条件 只管说 就为你救我女儿一命 只要本皇能做到 一定答应 月正阳连忙答应 父皇 玄大哥说 他能帮我们退敌 就在此时 月一一连忙说道 什么 就你们五个人 还不等月正阳说话 边上的几个大将 就一脸疑惑地 看向玄子清几人 论年龄 此人不过百岁 他有什么依仗 能退强敌 陛下 依老臣之见 为了我好月皇朝的百姓 免遭涂炭 还是投降吧 宋怀仁在一边说道 就凭这几人能退敌 打死他都不信 宋怀仁 你说什么 投降 我好月皇朝 就算是死也不做孬肿 边上一人大吼起来 他叫李中庭 乃是一位先王巅峰强者 也是一名勇猛的将领 对于一个国家的武将来说 投降 是一件多么耻辱的事情 李将军说得不错 要我们投降 除非我们死了 另一个身披甲咒的男子 也是附和 他叫张成林 是一位先王后七强者 两位将军 要知道 星斗皇朝那么强大 也选择了投降 现在 可以与皇朝兵临城下 我们还能如何 宋怀仁继续说道 呸 你个老家伙 别拿星斗皇朝那些孬肿 跟我们相提并论 就是 宋怀仁 你要再说投降 信不信老子一刀劈了你 一个长满落腮胡子的武将走了出来 凶神恶煞地瞪着宋怀仁 右手已经握在了刀把之上 他叫诸葛林 也是一位先王后七强者 现在昊月皇朝的配置 就是三位先王大将 还有三位先王先锋 再是一位先王初期的统帅 除此之外 就只有岳正阳 有着先王 中期修为 其余人 皆是先王之下 可以见得 先王 对于一个皇朝而言 也十分携手 陛下 宋怀仁害怕了 只得朝着岳正阳看去 好了 宋大人不要说了 我昊月皇朝 是有战死的鬼 没有投降的人 岳正阳斩钉截铁地说道 唉 既然如此 那老臣告退 宋怀仁听着 叹了一口气 走了出去 陛下 其实 我真的能退敌 玄子清又说道 虽然昊月皇朝的死活跟他无关 但他需要势力 这是一个好机会 再者 他从这些人的身上 看到了不屈的意志 若是他们不这么坚决 玄子清可能还要考虑一下 昊月皇朝值不值得为他所用 可现在 答案是肯定的 父皇 玄大哥来自神剑州 他还是先王 悦依依直接爆出了 玄子清底戏 什么 先王 听到这话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玄子清的身上 仿佛要将他看透一般 毕竟 如此年轻的先王 他们是头一次见到 神剑州果真是风水宝地 竟然真有人在百年之内 成为先王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李中庭说道 没错 本将军虽然也是先王 但足足修炼了五千年才突破 百年的先王 也就神剑州的天骄能做到了 张成林也是一脸笑容 而岳正阳却是问道 小兄弟可是神剑门的人 如此一问 那是因为 神剑门有先尊强者 先尊 那是可以在如今的 先遇飞天遁地的存在 要是如此 只要先尊出手 昊月皇朝危机可解 然而 玄子清摇了摇头 倒不是 听到这话 岳正阳有些失望了 无先尊强者 昊月毕王 他说到小兄殿 我昊月皇朝之败 已成定局 因此 我们不能让你陷入危局 而且 你与小女有缘 若是不介意 我便将小女托付给你 带着她 去往神剑州 让她好好地活下去 不 我不走 听到这话 岳依依摇头拒绝 这是临终脱孤了 她哪里不知道 自己的父亲 是准备背水一战 死而后已 公主殿下 听陛下的话 只要你们去了神剑州 就安全了 是啊 公主殿下 你是岳家的唯一血脉了 不能断了我 好有皇朝的传承 李中廷等人都是劝解 不 我就不走 我岳依依就算是死 也不会离开父皇半步 岳依依大声说道 一边的玄子清剑着 无奈摇头 唉 你们何必搞出一个 生离死别场面 不就一个黑与皇朝吗 放心 只要你们听我安排 我自有办法让他们损兵折将 大败而归 实际上 他们谁都不知道 那正在一边跟着好奇宝宝一样 左瞄右看的叶星鱼 可是货真价实的先尊强者啊 第119章双方实力 五行困杀镇小兄弟 你真有退敌之策 见着玄子清如此的认真 岳正阳也有些动摇了 说实在话 他是真的不想 看着昊月皇朝就此湮灭 哪怕有一点点希望 他都不会选择以死相拼 我想知道 昊月皇朝的可用兵力 玄子清说道 兵力 作者优秀的网站赤兔隔替欧月 正如与那几位先王对视了眼 他们就因为兵力严重不足 这才失去了信心 难不成 玄子清也是想以优势兵力取胜 那注定是毫无胜算了 目前 我昊月帝国 只有十万精兵了 岳正如叹息道 精兵 最低修为都是天仙 不过 面对黑与皇朝的五十万大军 他们毫无抵抗能力 而玄子清听着 却是说道十万精兵 足够了 什么 听到这话 大殿之上所有人都脸色一僵 十万精兵足够了 要知道 对方的兵力可是他们的数倍啊 小兄弟 我知道你想帮我们 但你可知道 对方有多少兵力 李中廷伸出一只手掌 继续说道五十万 整整五十万 是我们的五倍啊 其实 就先王级别的力量而言 昊月皇朝与黑与皇朝算是能持平 可关键是 其余兵力损失惨重 无法抗衡 否则 也不会去星斗皇朝求援兵 五倍而已 不瞒各位 就算黑与皇朝再多五倍 我也能让他们损失惨重 玄子清依旧是不屑地说道 你说啥 大殿之上的众人听着 皆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过 过度的自信 就是吹牛皮了 小兄弟 你还是带着公主走吧 就是 等你们走了 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 与黑与皇朝大军大干一场 几人都开始劝说 甚至 连月正阳也让玄子清带着月依依离去 父皇 我不走 月依依见着 直接拒绝 玄子清说道 你们不信 那我们打个赌如何 打什么赌 月正阳问道 若是我能击退黑与大军 以后好跃皇朝 小兄弟若是能护我好跃 这一招之主 让你来做都行 可关键是 玄子清话还没有说完 月正阳就直接说了出来 只不过 听他那口气 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然而 玄子清也没等他说完 便是连忙说道好 既然如此 那现在就听我另行事 你 去取来笔墨 玄子清对着一边的太监说道 陛下 这 那太监朝着月正阳看去 去拿过来 很快 笔墨只验就位 玄子清提笔 在纸上画着一幅图案 众人见着 皆是有些纳闷 甚至 有人发出疑惑 小兄弟 现在时间紧急 你就不要做什么话了 赶紧带着公主殿下走吧 就是 难不成你画一幅画 能让黑与大军撤退 小兄弟 既然你一言我一语的 唯独月正阳没有说话 他在仔细地看着玄子清的笔墨 因为 他发现了端倪 这不是话 他曾经在月家的古籍上 见过这些奇奇怪怪的图样 根据那上面的描述 这叫做阵法 小兄弟 你这话的是阵法 月正阳终于开口了 什么 阵法 不是失传数万年了吗 李中廷等 都是朝着图案看过去 由此可见 仙玉现在是 何等的没落 甚至 连一些基本阵法都已经失传 导致他们这些先王强者都不认得 这也难怪 自从先魔大战开始 魔族就知道 先门之中的一些强大手段 而阵法 乃是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的绝对手段 因此 他们的第一件事 就是断了先门的阵法传承 不但将阵道势力全部抹杀 还将阵法 阵图的典籍全部销毁 所以 现在就算有阵法一词 也仅仅是存在于一些 不入流的古籍之中 而且 还没有详细的布阵之法 让人心有余而力不足 可现在 玄子卿竟然直接将一张阵图的布置之法 完完整整地画了出来 不错 此阵名为五行困杀阵 以金木水活图五行棋为阵眼 再将优势兵力藏入阵中 能抵挡十倍敌人的进攻 玄子卿说道 能抵挡十倍敌人 岳正如与李中庭等对视一眼 皆是面面相去 难怪玄子卿之前说的 就算对方再多五十万 他也能退敌 只是 他真的能布置出这等阵法吗 小兄弟 布置这阵法 要做些准备吧 张承林问道 当然 不过 我相信皇朝的宝库之中 应该有不少存货 玄子卿朝着岳正阳看去 嗯 的确还有不少宝物 那就行了 你们将所有东西都搬出来 我需要打造五方阵旗 五行困杀阵 便是由五方大阵旗 一百零八小阵旗 融入五行之力 构造大阵 再将昊越皇朝十万精兵 隐藏其中 封锁退路 到时候 不但由五行之力击杀敌军 还有十万精兵出其不意 就算黑羽大军再精锐 也难以抵挡 好 反正敌军已经兵临城下了 留着那些东西 也没用 岳正如说完 便是吩咐手下 将皇朝宝库中的东西 全部搬了出来 玄子卿见着 还真是有些大开眼见 到底是先欲的皇朝啊 就算现在没落得不成样子 其宝物也是多不胜数 很快 玄子卿开始打造镇旗 其余人也都一起动手 足足用了十天 镇旗全部打造完成 小兄弟 我们真的能凭借这些 小小的旗子取胜 李中廷 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这可是普通的旗子啊 虽然是用宝物打造 还被玄子卿刻上了一些 看不懂的符号 但就凭这个 真的能退黑羽皇朝 五十万大军 李叔说 你是在怀疑 玄大哥的能力吗 月依依直接对了过去 让得李中廷无言对 公主殿下 我这不是担心吗 担心什么 本公主都不怕 你们怕啥 月依依跟护独子一样的 护着玄子卿 呃 好吧 李中廷不说话了 看这样子 这小丫头 唯恐是有了小心思了 不过 几人也不说破 毕竟现在是 昊月皇朝生死存亡的关键 报就在此刻 一道急切的声音传来 顶陛下 黑羽皇朝大军 距离昊月城 不足三十里地了 第120章阵法的 恐怖威力陛下 玄兄弟的阵法 还没布置好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李中廷朝着月正阳看过去 虽然黑羽皇朝的军队 还相距三十里 但对于天仙而言 很快就可以兵临城下 因此 根本不够时间 去布置阵法 小兄弟 你看 月正阳哪里知道该怎么办 他现在只能听玄子清的 很简单 你派人给他们的主帅送信 就说两日后 皇城外一决胜负 玄子清说道 啊 听到这话 所有人梦了 元旭会答应吗 你们不要惊讶 我相信 对方是个聪明人 也不想损失兵力破城取胜 玄子清笑了笑 毕竟 昊月城乃是皇城 城墙十分的坚固 加上城内 还有十万精兵把守 为了将自身的损失 减少到最低 他们绝对会接受在城外 一决胜负 至于这个两天后 那是为了布置阵法而准备的 好 就这么办 月正阳也知道 不管是城外决战 还是城内决战 都只能借助阵法 很快 月正如派人送信 果不其然 黑与皇朝的统帅元旭便同意了 两日后 昊月城下 两军对立 昊月皇朝这边 以李中庭 张成林 诸葛林三大先王为首 皇帝月正阳 在城楼上压阵 他是昊月皇朝唯一的先皇强者 只要他不出手 想必对方主帅元旭 也不会出手 毕竟 双方都只有一位先皇 任何一位动手 都会打破平衡 再说了 黑与皇朝大军来势汹汹 一路攻城掠地 打到了昊月城 都是一脸狂傲 哪里需要元旭这个主帅上场 月正阳 你让本帅与你两天后决战 原来就是 搞这些破棋子 依我看 你还是投降吧 元旭站在八匹马拉着的战车之上 先是观看着对方情况 他发现在昊月皇朝的十万大军之前 插了五面花花绿绿的旗子 还有108面小旗 分别被108位士兵背着 虽然这一幕让他有些奇怪 但也看不出什么名堂 毕竟 阵法一到 已经失传数万年了 昊月皇朝不知晓 他黑与皇朝也定然不知道 再加上他们一路取胜 自然没有将昊月皇朝的军队放在眼里 最主要的是 他们这边可是整整五十万人啊 投降 元旭 你也太自以为是了 今日 朕一定让你们有来无回 有本事 来战 皇城之上 月正阳的声音传了出来 显出无比强横的气势 当然了 这是他故意的 因为他知道 元旭这个人不简单 若是他们显得弱势 难免会引起怀疑 可现在 他若是表现得不惧他们 反倒让元旭认为他们是虚张声势 想要吓跑他们 大帅 你看 这会不会有诈 边上一位先王境界的将军问道 孙将军 你看月正阳 再看那些士兵 是不是都有一种必胜的信心 元旭指了指前方 问道 嗯 的确 所以属下判断 他们肯定有什么后手 孙将军说道 后手 若是真有后手 怎么会让得黑鱼 大军兵临皇城之下 若是真有后手 怎么会去星斗皇朝求援 孙将军 他这是唱的空城记 想给我们营造一种高深莫测的气氛 让我们自己退去 元旭说道 呃 大帅高明 孙将军连忙拍起了马屁 随即 元旭朝着月正阳看去 道月正阳 你以为这样就能将我吓退 好 今日 本帅就与你一决胜负 众将听令 给我杀 话音落下 浩浩荡荡的五十万大军 直接朝着 浩月皇朝的十万人杀过去 月正阳要的 就是这种效果 走阵 浩月大军之中 玄子清一声大喝 很快 十万大军开始按照特定的位置 分散移动 没多久 黑与皇朝的五十万大军 已经进入了阵法范围 玄子清又是一声大喝起阵 轰突然间 天空一声巨响 伴随着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大风呼啸 尘土漫天 转眼之间 浩月皇城前面 便是一片浑浊 任何人都 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弟兄们 给我杀呀 见着这一幕 李中庭等人满脸兴奋 他们之前还在担忧 这阵法到底行不行 可现在 单看着天地一响 也让得他信心倍增 随即 嘶吼 惨叫声此起彼伏 怎么会这样 那远处的元旭剑招 却是一脸猛逼 刚才这天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之间 就出现了这么一番景象 难不成 对方真有什么后手 不过 他相信 自己这边可是有五十万精锐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阴谋诡计 都无所畏惧 然而 他想错了 下一刻 玄子清的声音再次响起 五行困杀阵 五行之威 锐精之气 绞杀 当话音落下 那金色阵旗之上 爆发出无尽的金色剑气 这是金属性攻击 十分的强横和暴力 就算是坚硬的盾牌与铠甲 都能够轻松穿透 一瞬间 黑羽黄朝这边损失惨重 然而 外头根本无法看到里面的一切 紧接着 玄子清再次喝到炎火之力 焚烧 轰 一团火光冲天而起 瞬间将黑羽大军烧死了一大片 以木之力 束缚 随着这一道声音出现 那代表木属性的镇旗之上 散发出木极力量 大地之上 出现一根根青藤 将黑羽黄朝的士兵缠绕 瞬间被耗越黄朝的军队杀死 如同砍菜切西瓜一样 揉水之力 淹没 阵法之中 又突然出现一条条长河 无尽的大水冲下 直接溺死大片天仙士兵 大地之力 埋葬 轰隆隆 大地之力一出 整个皇城都在震动 顿时间 一条条沟壑出现 直接将成片成片的黑羽大军 埋入地底 仅仅几个回合 里面的厮杀声 吼叫声越来越弱 终于 黑羽黄朝的那位孙将军逃了出来 他叫孙明 是先王巅峰强者 虽然斩杀了几名浩越士兵 但险些被烟火烧成了烤猪 再加上他用尽全部力量拼杀 这才出了阵法 大帅 浩越黄朝果然有诈 我军损失惨重 我们上当了 第121章 玄子侵占先皇什么 袁绪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因为他对自己大军的实力太自信了 现在 他见着 孙明这位先王巅峰强者都受伤了 连忙以神识查看 只不过 五行困杀阵之中 连神识都无法穿透 里面到底什么情况 袁绪问道 然而 还未等那位孙将军回答 就只听了一道陌生的声音传了出来 里面的情况很简单 你的五十万大军完了 袁绪听着 寻声望去 只见着那原本一片浑浊的战场 已经逐渐清晰 里面 一个年轻人带着一脸笑容 正看着他 周围 雪流成河 到处是残枝断手 一片惨壮 我们赢了 就在此刻 一道声音从李中庭的嘴里喊了出来 紧接着 那振奋人心的声音此起彼伏 将军 我们赢了 黑羽皇朝五十万大军 全部被我们杀死在皇城脚下 我们胜利了 随之 无尽的欢呼声响起 他们已区区十万之众 竟然将对方五十万大军 杀得片甲不留 而他们这边 虽然也有损伤 但也不过数千人而已 这一战 可以说是完胜的一战 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的一次大战 父皇 我们赢了 皇城之上 月依依无比的欣喜 因为玄子清做到了 陛下万寿无疆 好月长存 此时此刻 不管是皇城之上 还是皇城之内的百姓 都是跪地高呼 阵法之威 果然强大 月正阳臣醉在周围的欢呼声中 也不忘了朝着玄子清的身影看去 这个来自神剑州的年轻人 当真是好月皇朝的救星 再看元旭 面对如此一幕 他只感觉天玄地转 日月无光 仿佛要晕倒一般 大帅 孙明连忙跑过去 将其扶住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元旭语无伦次 那是五十万精锐啊 怎么就被对方十万人 给斩杀殆尽 而且 这十万人之中 还有七名先王强者 竟然也全部陨落 这一次 跟随他出征的 一共八位先王 除却孙明这位先王巅峰 其余人都挂了 这可是黑与皇朝 大半的顶级战力啊 月正阳 你到底使了什么妖法 元旭大声质问 元旭 你们这种魔族的走狗 有什么资格询问 这一次 你五十万大军 已经灰灰烟灭 你还是趁早跪地投降 否则 镇定让你横尸当场 月正阳指着元旭说道 哼 月正阳 你好大的口气 你们好跃皇朝 除了你是先皇 还有谁能是我对手 而你 就伤未遇吧 元旭一脸嘲笑之色 在不久前 月正阳御驾轻征 被元旭 以及几位先王强者一起围攻 从而受伤 虽然暂时已经没事了 但只要再动干戈 毕竟牵连旧伤 至于其他先王 还真的没法留下元旭 这位先皇初期强者 更不用说 边上还有一位先王巅峰的孙明 不过 他的话音才落下 玄子清便是走了出来 谁说没人拦得住你 我想试试 众人听闻 皆是朝着玄子清看去 小兄弟 你可不要胡来 那可是先皇 李中庭第一个站出来阻拦 开玩笑 现在的玄子清 乃是他们号月皇朝的大恩人 也是宝贝 因为只有他通晓阵法 后面还需要靠他守护号月皇朝 绝对不能让他折损在元旭手中 就是 小兄弟 你可是公主殿下的人 绝对不能出事 诸葛林这个大佬粗口不择言地说道 玄子清一愣 什么叫公主殿下的人 这话 让得在那城楼上的月一一听见 顿时脸色羞红 哼 师父是我的 叶星鱼出来 连忙拉住玄子清的手 呃 此言一出 让得全场一阵哄笑 仿佛直接将元旭这位先皇都给无视了 小子 你是谁 这时 元旭终于是注意到了玄子清 同时 也看出这群人对他十分的看好 这么说 刚才的妖法 是他搞出来的 我是谁你没必要知道 因为我的名字 无需告诉一个死人 玄子清微微说道 你说什么 元旭一脸愤怒 而李中庭他们 连忙说道玄兄弟 你不能乱来 这一次 我们灭了黑与皇朝五十万大军 就暂且放他离去 他们都知道 元旭留不下 只希望这一次 黑与皇朝损兵折将 能让他们好跃皇朝 有一丝喘息的机会 放他离去 然后让他重新带兵前来 你们愿意 我还不愿意呢 那个家伙就交给你们了 玄子清指了子孙明 而后朝着元旭走过去 他才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 因为他知道 大眼犯天剑的威力 那可是夜天帝的绝学 区区一个先皇初期 他足以斩杀 下一秒 玄子清手握断月 一步跨出 便是朝着元旭斩下 好胆 元旭见着 也是不想错过这次好机会 既然这个小子想死 那就成全他 允星剑法第一是 星落 玄子清使出允星剑法 一瞬间 天穹出现一个个星辰 而后朝着元旭砸下来 如此一幕 让得所有人叹为观止 同时 也让得元旭眉头紧皱 因为他对这剑法闻所未闻 一时间 两人竟然打了一个旗鼓相当 好精妙的剑法 不远处 李中庭等人发出一声赞叹 不愧是神剑周出来的人 能以先王修为对战先皇 还不落下风 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月正如看得是浑身激动 若非受伤 他肯定要跑过去大战一场 父皇 玄大哥这样的人 恐怕整个仙玉都找不出第二个吧 月依依微微念叨 月正阳转过头来 朝着女儿看了眼 随即问到依依 你不会看上人家了吧 可惜啊 这种天才 我月家恐怕是高攀不起啊 大帅 我来助你 孙将军见着元旭 竟然与一个先王打成平手 直接大喊一声 准备朝着玄子清杀来 只是 李中廷大喝一声 连忙挡下 姓孙的 你的对手是我 随即 出手朝着孙将军攻击过去 开玩笑 玄子清都能面对先王强者 他们自然不能落后 怎么也得将孙将军给拿下 老李 我来助你 张成林见着 也是朝着孙明扑来 第12章 大眼泛天斩先皇 全场震惊 我也来凑凑热闹 在张成林扑上去之后 先王后期的诸葛林 也跑了上去 这让得孙明一脸苦逼 自己之前在阵法中 差点变烧猪 现在竟然被三位先王围攻 这好跃皇朝的人 就这么不要脸吗 只是 就算他苦逼 也没用 谁让他们是侵略者呢 很快 四人打成一团 另外一边 玄子清始出允新剑法 与元旭打得不分上下 元旭眉头微醋 随即露出了一抹脚侠的倾效 小子 这一剑法不错 教出来 我可以饶你一条小命 他知道 玄子清不过先王之境 而他是先皇 足足比他高了一个大境界 再先欲 除却传说中几个妖孽 能越即战斗 他不相信玄子清能打得赢他 然而 玄子清神情不屑 但他说到 如果你有命学再说吧 狂妄 元旭怒不可遏 他身周缠绕着黑暗的魔器 显然是动了真火 但玄子清不甘示弱 断月剑指元旭 玄子清兵冷到隐心第二事 星灭 煞时间 满天星辰如流火分落 一颗颗星辰在元旭身边炸开 祭灭 炸裂的气浪席卷周遭 竟是让元旭的气息都弱了几分 那可是先皇级的强者 远处的岳正阳等人见着 皆是面面相去 玄子清不愧是神剑周之人 竟能岳即压制先皇强者 或许玄凶真的能击败元旭 玄大哥加油 但很快 局面出现了反转 陈辉之中气息大胜 找死 作者想看更多隐居六十年 我的弟子都无敌了相关小说 请访问赤兔阁替欧元旭一声爆吼 滔天皇者之气席卷战场 那才是真正的先皇之威 小子 我本不想使出 然而尚未等元旭说完 玄子清就默然道 允星剑法第三事 星辰寂灭 万物归一 话音未落 剑光一闪 剑气仿若星河 一道苍蓝的匹炼 裹挟万里长风 从天而降 剑气纵横 刹那间泯灭了元旭的威势 一旁的李中庭满脸激动 分心瞥了眼玄子清 这一剑的威力远超先王 已经足够抹杀元旭 赢了 深的打赢了 玄兄赢了 我们昊月皇朝赢了 但当沉烟散去 他却发现 元旭的身影仍旧是屹立不道 元旭目光冰寒 但很快 转变成了贪婪的渴求 如果不是陛下赐我的先王甲 我或许还真会受不小的伤 倒是低估这小子了 不过 这么精妙的剑法 我势在必得 荡月正阳等人见到这一幕 都陷入了真正的绝望之中 在他们看来 玄子清刚才爆发出的实力 已经远超先王 那一剑的威力 说是先皇施展的一剑 也毫不为过 但是却没能伤及元旭分毫 终究是境界的差距啊 李中庭急得满头大汉 匆忙喊到玄兄殿 我们先回去 一会从长记忆 远处的月一一级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玄大哥 我们先撤退吧 战果已经足够了 放走一个元旭没什么的 但玄子清却并无撤退的意思 元旭看着波澜不惊的玄子清 微微皱了皱眉头 难道他还有后手 但他很快摇了摇头不可能 那一剑 已经是他压箱底的绝学了 他不可能还有后手 元旭高昂着头 他肆意地凝笑着 张狂吼道 故弄玄虚 乖乖把剑法交出来 却不想 玄子清竟是点了点头 行啊 就是不知道你成不承受得起 元旭疑惑的片刻 玄子清又抬起了剑 此刻 无论是李中廷 还是月一一 都是惊讶莫名 难道玄子清还有后招 怎么可能 难道刚才那一剑 还不是他的最强招式 玄子清很快给出了答案 段月高举 他冰冷开口 大眼犯天剑 展 一道朴实无华的剑气力批而下 元旭心里吃笑就这 果然是故弄玄虚 但当剑气凌身 他才察觉到了不对劲 那一道剑气力 似乎杂揉着诛天万象 与无穷星辰 像是整个世界的浩瀚伪力负压而下 元旭这才着急盲荒地抬手阻拦 但剑气却去势不减 疯狂砸落 这 不可能 阿元旭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他前所未有的催动功法 竭尽全力 试图阻拦那一道剑气 但却全然无功 剑气一寸寸袭落 像是切豆腐一般 斩断了他的先王甲 撕裂了他的血肉 甚至是五脏六腑 不可能 不可能 不 元旭满脸难以置信 绝望大吼 但最后 还是被分为了两半 战争安静了下来 这硝烟弥漫的诗还废墟 这一刻 竟是鸦雀无声 落真可闻 无论是谁 都觉得眼前这一幕 一定是幻梦 绝非真实 这怎么可能 一个先王 一剑 杀死了九副盛名的元旭 那可是元旭啊 堂堂黑羽皇朝大元帅 堂堂先皇强者 他带兵连弓数十座城池 一路打到浩月皇城 无人可阻拦 这样的绝世强者 居然死在一个先王的剑下 远处 岳正阳瞠目结舌 他真没有想到 会是这个结果 事实上 以他原来的构想 如果玄子清 能够与元旭平手 甚至商及元旭 那他们就可以出手相助 戒然海重创元旭 但没想到 玄子清居然真的一剑杀死了元旭 这 这 岳正阳说不出话 他的认知里 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 就算是神剑舟的天骄 跨大境界杀敌 也本应是不可能的事 真是妖孽啊 岳正阳只能如此感叹 一旁的岳一一 倒是更直白一些 他满脸兴奋 高喊道 玄大哥威武 好岳必胜 战场上的将士 也跟着呼喊 好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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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正阳瞟了一眼岳一一 这会儿他的想法 有些转变这种妖孽 怎么也得和他拉近些关系 岳一一还不知道 他父皇已经把自己给卖了 虽然他也心甘情愿就是了 至于另一边 李中庭三人 正在与孙明恶战 但孙明的状态 却越来越拆 他双拳难敌四手 不对 是六只手 原本想着 只要袁绪那边战斗结束 他这边的困境 自然迎刃而解 但是没想到 袁绪居然输了 一时间他手忙脚乱 惊慌失措 招法之间破绽百出 李中庭趁机进攻 孙明暴死当场 他最后的意识里 目光死死盯着不远处的玄子清 满脸费解 怎么 可能 至此 昊越皇朝全灭黑羽军队 这是一场真正的大胜 将士们有种恍若隔世般的感受 他们沉沉呼气 无论是谁 此前都没想到 他们居然真的能打赢这场仗 甚至杀死了袁绪 赢了 我们赢了 多亏了玄兄弟啊 天哪 先王斩先皇 说书的都不敢这么编啊 妖孽 甚至妖孽都没法形容 大帝之姿 玄子清收起见 脸色也是不好看 很显然 这一战 让他消耗巨大 第123章 玄子清风 昊越圣诗玄子清 驻见而立 但脸色却是煞白 看起来有些虚弱 叶星鱼洞察到了玄子清的状态 急匆匆跑到他的跟前 师父师父 你没事吧 玄子清摆了摆手 无妨 消耗有些大而已 小事 太好了 师父没事就好 叶星鱼搀扶着玄子清 满脸欣喜 静止往皇城走去 一路上 嘴里还不停夸耀哼哼 我就知道 师父能赢 师父这么厉害 区区先皇算什么 二人一路回到皇城中 路上的将士们 欢欣鼓舞 十万将士 几乎排成了两列迎兵大道 将玄子清拱位其中 即便到了现在 他们还没能从 胜利的惊喜中 回过神来 十万精兵 剿灭了黑羽皇朝五十万大军 浩月皇朝这幽远历史中 他们还从未听说过这样夸张的战绩 一切都是拜玄子清所赐 而他本人更是以先王境界 逆斩先皇 那还不是一般的先皇 那是元旭 黑羽皇朝的长盛元帅 所向披靡 无人可挡 就这么被先王斩于阵前 当真大帝之之 十万将士拱位左右 都是打心底里的感激玄子清 而且相比于感激 他们心里更多的则是一种崇敬 就好像玄子清真的是一尊少年大帝 礼当受万民敬仰仰 玄子清对此也是微微一笑 他要收服浩月皇朝 让其微他办事也自然要出典力 而这次出手算是物有所值了 一旁的叶星鱼昂首挺胸 一脸骄傲 那可是我师父 达然厉害了 二人行过迎兵大道 玄子清一直在默默调息 这会儿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虽然先灵力未满 但至少气息已经平稳了下来 大军围城的事情已经解决 接下来 玄子清正思索着接下来的计划 但他尚未踏入皇城 倒是岳正阳居然先一步出来迎接 一旁的岳依依兴奋地摆着手 玄大哥太厉害了 我们赢了 玄子清淡淡道 既然说了我能退敌 那自然说到做到 岳正阳面色羞愧 唉 之前还怀疑小兄弟 是我唐突了 小兄弟实力强横 真是让我大开眼见 说着李中庭和张成林等人也凑了过来 是啊是啊 唱快 我还从来没打过这么痛快的仗 你们是没看到 元勋那家伙死的时候 孙明是什么表情 他跟见了鬼似的 活都吓飞了 哈哈哈哈 众人说着 岳正阳却突然清了清嗓子 可 李中庭等人安静下来 他们知道 陛下这是打算说些什么 岳正阳微微躬身 正色道 玄兄说到做到 正为一招皇帝 自然也得说到做到 众人闻言 隐隐察觉了什么 但这一刻 却无人出声打断 因为无论是李中庭和张成林他们 还是那些浴血奋战的将士 都觉得这一决策是合理的 岳正阳深呼一口气 继续道 此前我说过 玄兄若是能护我好远 这一招之主 让你来做都行 现在 我会履行自己的承诺 这浩月皇朝的皇位 从此归于玄兄 气氛安静了下来 但将士们的脸上 却洋溢着微笑 岳正阳是明君不假 他在浩月皇朝上下归心 深得将士们的信赖 但是玄子卿不同 他有大帝之姿 一个是明君 一个有大帝之姿 该怎么取舍 无庸置疑 虽然他们舍不得岳正阳 但这毕竟是主动的善让 而非夺权 如果让玄子清来当浩月皇朝的帝王 那整个浩月皇朝的实力 必定会飞跃式地提升 但当所有人都如此期待的时候 玄子清却实摇了摇头 皇位还是算了 治理国家太忙 我可没有那么多闲心 玄子清解释到 岳兄当初是误会了 那时我正要说明来意 却被你打断了 我来浩月皇朝的目的 是与公主之间的承诺 当初我答应他 我帮他解围 而浩月 皇朝则帮我找寻三位弟子 我所想要的 仅此而已 皇位真的大可不必 岳正阳神色一致 他本打算把玄子清 与浩月皇朝绑在一起 这样一来 他既能落得清闲 浩月皇朝 也必然可以蒸蒸日上 一来 玄子清的实力 堪比先皇 这对于一个皇朝的实力提升 是难以估量的 更何况 他现在还很年轻 将来大有可为 二来 玄子清经于阵法之道 有他在 浩月军队将无拘任何皇朝的进犯 这才是一个皇朝的根基 三来 玄子清是来自神剑州 就算他不是神剑门的人 也定然背景不凡 毕竟 只有那种大势力 才能培养出这种天纵妖念 权衡之下 玄子清登上 皇位 乃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虽然他虽然善让后 不再拥有实权 但在这东陵州地位 会比之前低 不会 届时 他将成为 新浩月皇朝的先帝 这不比现在厉害多了 但玄子清这么说 就让他很为难了 倒是李中庭 站在玄子清的身后 给岳正阳 悄悄使了个眼色 岳正阳顿时醒悟 他朗声笑道我明白了 玄兄有大帝之姿 将来必定之不在此 这样玄兄从今往后 就是我浩月皇朝的圣师 特赐圣师令 建令如君灵 甚至连朕也不能违逆圣师 如此一来 玄兄就不必被俗世烦扰 来去自如 玄兄意下如何 圣师 圣上之师 意思就是 岳正阳乃是玄子清的弟子 这地位和权力 在浩月皇朝 可谓是无人可比 这 玄子清听闻 眉头微皱 没想到 岳正阳竟然会下这样的决定 此时 李中庭 见着玄子清的表情 连忙跪地说道 玄兄弟 你住浩月皇朝脱困 无论得行 堪当圣师 不错 陛下此决策圣明 无等拜见圣师 顿时间 所有文臣武将 皆是跪拜 玄子清见着 嘴角微翘 道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他也是个人精 岳正阳心里怎么想的 他自然是再清楚不过的 无非是看中了自己实力的天赋与背景呗 岳正阳想把自己和浩月皇朝牢牢绑在一块 但这对他而言也不算坏事 浩月皇朝上下归心 到时候驱使起来也更便捷 当一国之君却是麻烦 不过 圣师只是个虚名 道也无妨 与自己找寻徒弟也更有利 既然如此 那就接受了便是 众人欢笑着入皇城 岳正阳端坐皇位 一声令下几日起 寻凶即为我好跃圣师 见之如君灵 另外 府库分发先真穷江 犒赏三军 一位沁宫 二位恭迎圣师 于是 满城张灯结彩 欢天喜殿 但是皇宫里的几位 却并未闲下来 李中廷明白岳正阳心思 他上前一步 躬身到陛下 黑羽皇朝爵不会善罢甘休 接下来 岳正阳没有回话 而是将目光移向了玄子清 玄子清自信一笑 淡淡到区区黑羽军队 李将军不必担心 本圣师自有应对之策 第124章五行八卦阵 合击阵法区区黑羽军队 此话一出 朝堂上一片寂静 与昊岳城内的锣鼓喧天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岳正阳知道玄子清的实力 也知道他的阵法才能 但要说区区 这是不是过于自负了些 李中庭悄悄悄目 打亮了夏月正阳 大致明白了陛下的心思 他心想着 玄子清毕竟是神剑周来客 对黑羽皇朝不太了解 也实属正常 李中庭躬身解释 圣师大人 您有所不知 黑羽皇朝经此一役 虽气血大伤 但其最精锐的五十万黑羽军 尚未出动 黑羽军束手皇城 实力可要比元旭军强得多 其中 先王强者诸多 即便是五行困杀阵 恐怕也没法 将之屠戮一空 微臣并非怀疑圣师大人实力 只是我好业军队 眼下也有稍有折损 应对元旭军虽是不难 但倘若黑羽皇朝 清朝而出 那 那恐怕不是这么好抵挡的呀 玄子清听闻 神色不改 他背负双手 轻摇着头 自信道 那我要是说 这次面对元旭军 我只拿出了一城的阵法实力呢 什么 怎么可能啊 岳正阳瞳孔咒缩 群臣面面相去 李中庭更是下巴掉了一地 什么叫一城实力 以一己之力布下阵棋 五行轮转 困杀五十万精兵 这恐怖如斯的阵法 只是玄子清的一城实力 群臣震悚不语 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即便是自认深谋远虑的岳正阳 此刻也是瞠目结舌 他看中了玄子清的阵法实力 但却没想到 那根本不是玄子清的权力 难道还有更强的阵法吗 可 可是五行困杀阵 已经那么强了 更强的阵法又到底 众人震惊的时候 玄子清若闲听信部 走到朝堂中央 他淡淡开口 五行困杀阵 只是个简化版的小阵罢了 我之所以用它 仅仅只是因为时间上来不及 彼时 袁续携大军工程 战场情况复杂 打造阵棋也需要时间 我不方便布下完整的大阵 所以只能临时布阵 简化了许多步骤与材料 这才布下了五行困杀阵 而他 其实只是一个大阵的简化版罢了 玄子清看过的小说无数 什么大阵 都是了然于凶 因此 在这个阵法失传的时期 他注定是要大放一彩 群臣听闻 皆是恍然 确实 那会儿时间紧迫 布阵确实处处受限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呀 昊月皇朝灭了元旭 击退五十万大军 即便黑羽皇朝 清朝而出 他们也有充足的喘息时间 完全来得及布下大阵 群臣顿时兴奋了起来 有救了 我就说嘛 有圣师大人在 区区黑羽皇朝 何族畏惧 一群乌合之重罢了 就是就是 但月正阳 却目光微宁 他心里沉思 五行困杀阵 都能有这般威力 要是真正的大阵不出来 那到底坏 他现在越发觉着 玄子清不一般了 以先王之身 逆斩先皇 又掌握着如此强悍的 绝世阵法 这真的只是 神剑周来客 这么简单的身份 月正阳 联想到他所知晓的那几个妖孽 但都和玄子清对不上好 甚至 他能明显感觉到 跟玄子清相比 所谓妖孽 其实也不算什么 太夸张了 月正阳回过神 询问道 敢问圣师大人 布置这阵法 也要事先做些准备吧 当然 玄子清点了点头 应到这座大阵 名叫五行八卦阵 除了五行阵棋以外 还需要打造八卦阵机 以及阴阳阵盘 所需数量也比五行困杀阵更多 月正阳闻言皱了皱眉头 这 国库的资源可够 玄子清一摆手这一点 无需担心 以我先前所见 皇朝储备足够 完全足以布置大阵 月正阳长输了一口气 提起的心 也总算是放了下来 既如此 那传令下去 国库为圣师大人开放 一切任凭圣师大人拿取 月正阳朗声道 这下大臣们 脸色纷纷流露出笑意 有了先前的成功经验 他们不会再怀疑玄子清 既然圣师说可行 那就一定可行 圣师说 黑与皇朝军队不足为惧 那就一定是真 甚至 他们都开始向往起来 五行困沙阵 都有那样夸张的阵势了 那这笔之复杂 许多倍的五行八卦阵 又到底会有何等威能 真让人期待啊 不过正当群臣满心欢喜之时 李中庭却站了出来 圣师 陛下 臣有疑问 但说无妨 月正阳挥手道 李中庭眉头微醋 陈生问道 微臣相信圣师实力 只是这五行八卦阵 虽强 但要说杀死先王巅峰的强者 恐怕并不容易 黑与皇朝的实力 在我号月之上 可不只是简单兵力的差距 若是黑与军真的倾巢而出 那光是其中先王后妻 与先王巅峰的强者 就不知反击 我们士兵虽有阵法加持 但却依然难以击败其中强者 这样恐怕会落得两败俱伤的下场 届时 要是星斗皇朝成人之危 我们号月皇朝 恐怕也难以阻挡啊 月正阳目光一宁 听到李中庭这么说 他也反应过来了 确实 就算五行八卦阵强大无匹 能够坑杀五十万黑与精锐 但是其中先王巅峰的强者怎么办 阵法之内 浩月军队恐怕不是先王巅峰的对手 而一旦先王巅峰的强者脱离大阵 那对浩月皇朝而言 仍旧是致命的危局 这 月正阳眉头紧皱 束手无策 然而这时 玄子清又淡淡开口 不就是先王巅峰吗 小意思啊 我另有计策 月正阳猛地抬头 又有办法了 圣师果然神通广大 月正阳急切问道 圣师有何妙计 玄子清嘴角微翘 正色到合击阵法 合击阵法 群臣议论纷纷 还有这种阵法 这和群起公之 也没什么区别啊 我们人数又不占优势 这要怎么和解 玄子清轻摇着头 解释道 合击阵法 可不是简单的合力进攻 这个阵法由多人构成 可以十个一组 百个一组 将力量凝聚 爆发出超越境界的实力 十人一组同境无敌 百人一组 即可跨境杀敌 简单来说 有了这个阵法 一百个天仙 就能打赢一个先王 话语一出 朝堂死记 越即杀敌 一百个天仙 就能越即打赢一个先王 这 这怎么可能啊 第一百二十五章 合击阵法的威力群臣 面面相去 那表情一个个 就像见了鬼一样 天仙和先王 可不是数量的差距啊 天仙是小兵 先王那可就是将军 一个先王领军十万 百万 无论是实力还是地位 都远非小足可比 而玄子清却说 十人合击 可跃小境 百人合击 即可跃大境界杀敌 一百个天仙巅峰合力 就能越即打赢一个先王初七 这不是开玩笑吗 对于玄子清的实力 众人都是无比相信的 毕竟以先王之身 逆斩先皇 除却妖念 何人能够做到 而玄子清的阵法实力 同样有实战验证 帮助浩越军队大破黑雨 五行困杀阵 同样是大显神威 但这都是玄子清的 个人实力啊 但是要说 百人合击越境杀敌 这种事 真的不切实际 岳正阳可以试想 倘若浩越皇朝 掌握了这种力量 那十万浩越军队中 就有一万天仙巅峰 他们岂不是相当于 凭空多出一千个先王初七 这 放眼东陵州 哪个皇朝拥有 这般夸张的中坚力量 所以 岳正阳才不会相信 玄子清再强 也是他自己妖念 超规格的 也就指他一人 但如果这种强大 辐射到了三军 这毫无疑问 会对浩越皇朝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毫不夸张地说 倘若浩越军队 练成了这所谓合击阵法 怕是在整个东陵州 都无出其右 会成为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军队 岳正阳自然不会怀疑玄子清 所以他觉得 玄子清肯定是夸大了一些 或者露说了什么条件 岳正阳 愁出许久 他抿了抿嘴唇 最后还是开口到圣尸 这合击阵法 想来条件一定很苛刻吧 群臣恍然 还是陛下考虑周到 这么超出场里的阵法 怎么可能轻易就能练成吗 一定是只有极少数精锐 才有那么一点点可能练出来的东西 但玄子清神情自若 解释到 要说条件 合击阵法 谁人都可惜得 毫无难处 当然 弊端也是有的 合击阵法 很考验士兵的配合 一旦有任何一人掉链子 那阵法就没法发挥实力 话语一出 满堂朝城呼吸一致 一个个仗红着脸 感觉像是缺氧了一样 合击阵法虽有缺陷 但实际上 狭不掩瑜 它最大的优势在于 谁都可以修炼 即便是最普通的士兵 十人合力 就能跃一个小境界 百人合力 就能以天仙巅峰 横击先王初期的普通将军 李中庭瞪大着眼睛 还是难以接受 这么夸张的说辞 他痴痴到这 这怎么可能啊 有什么不可能的 玄子清背负双手 神情自若 李中庭神色恍惚 他顿了顿 一问道 百名精兵 合击堪比将军 那我好跃兵力 岂不是灌绝东灵州 这不能吧 没什么不能的 玄子清嘴角勾起 自信开口 既然你们不信 那比起嘴上说的 我还是带你们亲眼见证一下吧 无需玄子清多言 所有人都对此来了兴趣 众人一步叫场 这会儿 士兵们都在开庆功宴 因此 教场无人训练 玄子清随便拉来了 一百个没罪的 天仙境士兵 将之分为十个小队 随后手把守教学 本圣师来此事 为了教你们一套新的阵法 合击阵法 你们各自分组 站在一起 带士兵们分别站好 玄子清走到其中一位士兵背后 手掌贴着其后背 玄子清引导着他的仙灵力 在体内游走 勾勒出玄妙的轨迹 这仙灵路径 正常是要你们自己参悟的 不过本圣师现在赶时间 就亲手带着你们走一遍 一众士兵 别提多高兴了 那可是好跃皇朝的大英雄 是圣师 是比帝王还尊贵 至高无上的高贵存在啊 居然亲自带他们修行 这份荣誉 几乎可以吹一辈子了 等到所有士兵 都领悟了仙灵运行的轨迹 玄子清正色到现在 你们按照我所说的方式 让识人的仙灵力 连接在一起 士兵们文言面露一色 仙灵力连接在一起 仙灵力不是各自排斥吗 难道不会像争斗师一样 互相抵消 反而会连接在一起 这种事情 真的可能发生吗 但既然圣师这么说了 那自然无人不敢不照做 当他们按照玄子清的吩咐 将仙灵力按既定的轨迹游走 在以特殊的方式催动时 奇迹发生了 十个人的仙灵力 竟然真的连接在了一起 甚至是完全融合在了一起 这不是简单的加算 而是集合了十人的精华 无论是仙灵力的量还是质 都要远胜于寻常的十人合力 围观的群臣 一个个看傻了眼 以他们的境界 哪里看不出来 这十人合计后的仙灵 已经有了彻头彻尾的质变 还真成功啊 十个平平无奇的士兵 甚至还带着些许九亿 只花了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 就成功掌握了合击阵法 即便这次是有圣师的帮助 但这速度也属实太快了 西德的条件确实并不苛刻 而实战的能力 尚需检验 玄子清满意地点了点头不错 掌握的还算可以 他打量着群臣 最后指了指张成林张将军 你来跟他们试试 啊 张成林指了指自己 一脸匪夷所思 我 圣师大人 您确定吗 我可是将军啊 而他们只是兵族 找个千夫长试试 应该就可以了吧 张成林打心底是不愿意的 自己一个将军和小兵对攻 这就算赢了 脸上也不光彩啊 太丢人了 哪有将军打小兵的 但玄子清的语气 不容置疑 就是你了 张将军 就当是指点指点他们吧 圣师都这么说了 张成林只好无奈地点了点头行 行吧 张成林出列 摆好架势 十个小兵先灵融合 内心却是忐忑不已 对方毕竟是将军啊 张成林健壮 自负笑道放心 你们随便出手 我会把实力封印至天仙境 对付几个小兵 天仙境实力绰绰有余 因为即便他自封修为 但是先王级的功法与感悟 还是实打实的 先灵力的凝炼程度 也远超同样是天仙境的小兵 如此一来 战斗就不会过于碾压 而且他还能借此训练士兵 最主要的是 这样赢下来他 才会不丢面子 但是当张成林催动先法 与修炼了合击阵法的小兵 战成一团时 他忽然察觉到了异常 好强 怎么回事 难道是合击阵法的作用 嗯 张成林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 不仅是先灵力方面的压制 更是全方位的力量上面 这就像是十个训练有素的高手 对他从四面八方 进行无死角的进攻一样 压迫力十足 张成林暗暗咬牙 瞟了眼身旁的群臣 不行啊 都说了 只能用天仙境的功力了 这个人 我可丢不起 如此心想着 张成林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不过他为了保存面子 还是甩出了先王级别的先术 以此抗衡合击阵法 一旁的玄子清 早就注意到了这点 但他并未揭破 因为他知道 张成林还是小瞧了合击阵法 士兵会应 正如玄子清所料 伴随着熬战时间的增加 张成林竟是逐渐落入了下风 因为士兵们 对合击阵法的领悟更加深刻了 他们在借助张成林 磨练自己的熟练度 最后伴随着一波强势的仙术 张成林倒退数步 将炎武场的地面 离出了一道横印 他下意识解封了实力 张成林如遭雷击 木然处在原地 我 我竟然输了 第126章 百人合击可战先王 张成林在败 惊讶的不只是张成林 群臣这会儿 也是一个个大眼瞪小眼 议论纷纷 不是吧 张将军居然输了 就算是只用了天仙境的功力 那也不应该吧 我看到了 张将军刚才可是用了先王术的 这怎么会输 相比于群臣的惊讶 张成林本人更是无地自容 他恨不得立刻挖个地缝钻下去 自己堂堂将军 居然被十个士兵打破防了 见鬼了 即便他把境界压制在了天仙巅峰 但是先王术 还是照样能使用出来的 以他当时的实力 说是天仙之内同境无敌 也毫不为过 这怎么可能输给了十名士兵 是我老了吗 张成林耸拉着脑袋 精神状态要多颓丧 有多颓丧 玄子清健壮于心不忍 笑着解释道 张将军不必灰心 这就是合击阵法的作用 十人合击 即可越一个小境界 他们十人都是天仙巅峰 因此合力的话 同境界内 无人能够匹敌 张将军会数十数正常 换其他人来 也是一样 张成林闻言 神色稍有缓和 果然不是自己的问题 而是圣师的阵法太强了 倒是观战的李中廷 发现了盲点十人即可越境 那他们岂不是能够 横击先王出气 不能 玄子清摇头道 大境界至少需要百人合击 才能跨越 玄子清顿了顿 又到刚好 他们百人都掌握了合击阵法 不如张将军 再来试上一试 张成林嘴角抽了抽 还来 这是嫌我的脸 还没丢够是吗 但是他转念一想 这次他可是能够用 仙王境界的实力的 仙王境的仙灵力 和天仙境全然不同 这不单单适量的差距 更是智的差别 百人合击 或许能够拥有 匹敌仙王境的仙灵力 但是智的层面 却绝不可能是 真正仙王境的对手 这次或许是我 找回场子的好机会 张成林如此心想着 果断硬了下来 他可不是想让圣师难堪 也不是对合击阵法 有什么质疑 他只是不堪受辱 想在这一战里找回场子 张成林将境界 压制到仙王初七 气势汹汹摆好了架势 玄子清指导着一众士兵 你们百人合力 以刚才战胜张将军的 那一小队为核心 传递先灵力 明白了吗 士兵们精神振奋 高喊道明白 有了刚才那对士兵的表现 他们现在已经对张成林 全无畏惧 张成林见到士兵 一个个战役高昂 脸上更是挂不住了 他深周仙光大胜 凝聚出千万把飞剑虚影 瞬间一起射向兵团 李中庭眉头一皱 这是高阶的仙王术 老张他做得有些过了吧 四周围观的朝臣 纷纷乘势 用仙王术本就挺欺负人了 还一上来 就用这么高阶的仙术 属实有些过分 看来老张是动了真火 这么看的话 这群小家伙 可能撑不过一招咯 周围几乎没人看好士兵 并非是合击阵法弱 主要是张成林 他不讲武德 一上来就催动 强横的仙王术 张成林手劫法印 瞳孔猛的一说 刹那间 万箭奔流 仙灵汇聚的长剑 如浪潮般汹涌而至 丝毫不给士兵们 喘息的机会 领头的士兵 脸上闪过一丝慌乱 但他忽然间 似乎听到了什么 猛的又抬起了头 凝聚仙灵 唯我所用 这是 是圣诗 一定是圣诗 在用一念叫我 士兵大受鼓舞 神色一改颓势 再次变得无所畏惧 他汇聚着百人份的仙灵 将之戎合在一块 作者有话说书友们 请记住最新最全的小说网站 赤兔阁随后化作 硕大无比的仙灵战刀 猛力一挥 刀器纵横 横扫千军 这一刀之下 那漫天剑雨 竟是纷纷碎落 像是纸壶一般 不堪一击 而张成林呆若目击 完全没法相信眼中所见 我 我的仙王术 被破了 这怎么可能 他愣神的片刻 斩刀利劈而下 张成林这急忙慌的招架 最后还是被迫解封了修为 他又输了 教场里一片寂静 隐隐还传来几声急促的吸气声 所有人都惊住了 将实力压制在先王初期的张成林 甚至用上了高阶的先王术 居然输给了由一百个天仙巅峰士兵组成的合击战阵 跨大境界杀敌 真的做到了 而且对手可是张成林啊 虽然张成林后面确实大意了些 但他刚出手时可是毫无保留 真正的权力施围 但他依然输了 张成林面如死灰 这教场两战 算是彻底把他的颜面丢尽了 他堂堂昊跃皇朝将军 堂堂先王后期强者 压制境界后居然敌不过境界更低的士兵 这件事要是给说书人听见了 他在偌大着东陵州 可就真的没脸见人了 群臣没有再多说什么 他们只是微张着嘴 惊恶之情异于言表 对于圣尸带来的各种不合常理的奇迹 他们已经麻木了 不愧是圣尸大人啊 唉 是微臣浅薄了 仙玉之大无奇不有 圣尸这等人结妖念 岂是我们这种繁庸 有资格怀疑的 圣尸说可越境 那就切切实实可以越境 确实 玄子倾听着群臣吹捧 倒也没有忘乎所以 他淡淡一笑 解释道 合击阵法虽然神异 但是缺陷还是很明显的 百人合击 先灵力构成循环的回路 但只要其中一环出现纰漏 那合击阵法就会不攻自破 岳正阳眉头紧锁 语气沉稳 那也就是说 倘若方才张将军用的 不是大范围杀伤的先法 而是瞄准其中某个士兵单点突破 那么 合击阵法就会破除 玄子倾点了点头 理论上确实如此 群臣闻言 稍微露出了些失望的神色 如果这样的话 那合击阵法 也算不得多么腻甜了 玄子倾嘴角勾起 忽然画风一转 但是你们也看见了 合击阵法 能够驱使着规模庞大的仙灵 其威力不亚于仙王级的仙术 如果运用得当 即便是单点突破 也不难防备 比如刚才士兵们御使的 那把仙灵战刀 如果它变成盾呢 玄子倾话语一出 刚才面露失望的将士 都猛然抬起头 这么强的阵法 竟然还有变化 第127章消息传回黑语 黑无极猛了一如 刚才那把仙灵凝聚出的战刀 合击阵法 还能够将仙灵凝聚成盾 而且 按照圣施的意思 这仙灵力 似乎可以自由变换 甚至变换为剑 为盾为弓 也就是说 它的弊端虽然明显 但至少有弥补的方法 百人合击 即可持剑冲锋 也能持盾御敌 甚至 若是不想被破坏阵型 士兵们还可以居后方 射出先王级威力的弓箭 这一阵型 不仅强在单纯的实力 更是它的应变性 它能完美契合战场 根据局势做出改变 将士们面面相去 眼神里满是难以言喻的激动和兴奋 对于常年在前线冲锋的他们 自是了解着阵法的恐怖 它等于给士兵们 升华了一个小境界的层次 并且赐予了 他们能够自由应变的先王级先术 这是能够颠覆战场 这阵法真是巧夺天宫 当真神妙啊 不愧是圣师大人 随意拿出的阵法 都能彻底颠覆我东陵州的格局 太可怕了 玄子清背负双手 俨然一副高人姿态 他微微汗手 以说教的语气 正色道当然 合击阵法嘴上说着 确实千变万话 但要完美做到 却是极难 他要求每一位士兵 齐力同心 配合默契 将先灵力 引导至既定的方位 比如 敌军攻我左翼 那我们左侧 就要立刻凝出先灵盾牌 一旦先灵力的流转稍有迟疑 就很容易防不住对方的进攻 届时 牵移发而动全身 整个合击阵法 都会就此溃低 从而陷入败事 李中廷妈撒着下巴 连连点头确实 还是圣师考虑周全 岳正阳深呼了一口气 总算是完全理解了 这个合击阵法 圣师言之在理 岳正阳一挥袖袍 震升到传令下去 戴庆功宴结束 全军立刻练习合击阵法 务必在黑羽军到来之前 掌握金属 总之就是得练 另外 这百位士兵军职各升一级 赏赐修炼资源 特别为任合击阵法教员 还有 张将军也辛苦了 追加三年俸禄 以事靠啥 玄子清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才是帝王之姿 这种麻烦的事情 他可不擅长 岳正阳确实比他适合当皇帝 而他看到岳正阳这般靠谱 也是放心了不少 傅每天更新最新最权的小说 赤兔阁替 哦 未来他 要是远行寻找徒弟 有岳正阳在 好岳皇朝必定会蒸蒸日上 不必他过多操劳 真让人放心 岳正阳一通安排 诸室吩咐完毕 他收起了皇帝的架子 躬身问道圣师大人 那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 玄子清眼睛微眯 淡淡到 接下来 当然是准备五行八卦阵了 我们也该做好迎客的准备了 话语出口 教场上所有人都像是迎合玄子清一般 目光纷纷冷下 是啊 黑羽胆敢进犯我好月皇朝 这笔账 是要好好清算清算了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黑羽皇朝 金鸾殿内雕梁化洞 富丽堂皇 九池肉灵散发着一股 让人深深迷醉的诱人气息 舞女们衣不蔽体 妖枝恶挪多姿 歌舞升平 直叫人气血上冲 皇宫奢靡至此 可见黑羽皇朝 近来掠夺了多少资源 也足见黑羽国立之强盛 如今群臣汇聚于此 一是为了给元旭庆功 坐等大元帅班师回朝 二是招待贵客 那是魔族的使者 魔皇大人 皎妮 皎妮乃是太古一种 其性格怨读乖章 实力更可焚山主海 哪怕黑无极 有一万个胆子 也不敢轻易怠慢 要是惹皎妮魔皇大人生气 那这黑羽皇朝 怕是一息之间 就会沦为一片惨烈的焦土 魔皇皎妮端坐在皇位上 而原先不可一世的 黑羽皇帝黑无极 却是像一条 摇尾起怜的哈巴狗一样 乖巧地立于魔皇身旁 皎妮高昂着头颅 轻烈地 看着人类无女扭动腰枝 只觉着索然无味 她信手一招 竟是直接将那 无女生吞了下去 皎妮抿了 鸣燃血的嘴唇 冷漠到 本皇今日前来 侍奉天魁大人之令 给你们掠尸博赏 另外 也是来检查 你们攻占 皎妮皇朝的情况 但是 皎妮黏起一个武女 目光冰冷 而阴毒 但是 眼下皎妮尚未攻破 你们居然在这大摆宴席 居然敢这么肆意地 快活享受 你们当天魁大人好糊弄是吗 话语一出 蛮横的摩威 席卷皇宫 所有人都被这威压 吓得不敢说话 黑无极身子肃然一抖 她舔着脸 俨然一副谄媚的小人姿态 皎妮大人息怒 我们大摆宴 习不是为了迎接您的到来吗 而且 按照日程推算 元旭大元帅 也该要颁师回朝了 皎妮微微侧目 黑无极支起身子 脸上写满了自信 不久之前 我命元旭大元帅率大军出征 踏破浩越皇城 元旭实力 足有先皇初期 整个浩越皇朝 根本无人能够匹敌 而我黑于五十万精兵 更是所到之处 寸草不生 片甲不留 仅凭浩越皇朝十万军队 哼 他们根本没有可能抵挡 元旭踏平浩越皇城 只是时间问题 区区浩越 土鸡娃狗儿 黑无极语气不可一世 那种自信 感染了整座皇宫 一想起那富于顽抗的浩越皇朝 所有人都露出的轻蔑的神情 角尼侧躺在王座之上 手臂撑着脑袋 慵懒到 那本皇就在这等你的好消息 黑无极嘴角微翘 信誓旦旦的保证到角尼大人放心 照时间来看 不出半日 元旭大元帅 就会班师回朝 亲自将浩越乱党 压界至您的面前 现在 您就吃好喝好 这巫女要多少有多少 不够 我再为您找来一些 我们就 只要等待捷报就行 角尼文言露出了满意的轻笑小子 你很伤到啊 回去之后 我会帮你跟天魁大人 多说几句好话 黑无极满脸喜色 谢过角尼大人 酒过三巡 转眼两三个时辰过去 角尼已经有些厌倦了 黑无极额脚满是冷汗 不停安抚着快乐 角尼大人 他们马上就回来了 话音未落 一个传令兵急匆匆跑进了皇宫 黑无极早就注意到了这点 他满脸兴奋 抢先问道 可是元旭大元帅班师回朝 传令兵目光游离 惊慌道不 不是 黑无极眉毛一挑 他隐隐察觉到了一丝异常的气氛 但想到元旭何等实力 于是又将那不该有的想法压了下去 那是元旭大人上在路上 会迟些回来 不 不是 黑无极眉头微醋 莫非大元帅受了些伤 已经回府养伤了 不 不是 黑无极眉头皱得 更深难不成元旭酒攻不下 人未归来 不 不是 黑无极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传令兵位切地抬起头 压低着嗓子 语气晨缓元旭大人 还有黑鱼五十万精兵 全 全灭了 第128章暴怒的剿尼 战战兢兢的黑无极元旭大人 还有黑鱼五十万精兵 全 全灭了 当这最后三个字刚一说出口 整座大殿 煞事陷入一片死寂 悠扬的歌声 乐器的和鸣 功仇交错和交杯换展的声响 以及黑与朝臣之间的戏血言谈 所有的一切 都在这一刻停滞下来 仿佛时间静止一般 那传令兵整个人也就此僵住 他不敢动 不敢说话 不敢发出声响 甚至不敢呼吸 因为他隐隐觉得 有一股 不 是有成片的 如山海般磅礴的威压 从他四面八方压迫而来 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啪 那是酒杯碎落的声响 黑无极手掌虚握 但那白玉酒杯 却是已经碎了一地 当然 不是摔碎的 而是黑无极在听到 传令兵禀报的那一刹那 气急攻心 不小心就将酒杯给握碎了 他听到了什么 元旭死了 不仅元旭死了 黑羽皇朝 整整五十万的精锐大军 全军覆没 这大概是他称帝百余年来 所听过的最大的笑话 五十万黑羽精兵 对上十万浩岳残军 不仅大败收场 甚至全军覆没 连一个火口都没有留下 浩岳皇朝 只有岳正阳一个先皇强者 但他有伤在身 又属于战斗 无论如何 都绝不可能是元旭的对手 然后 你跟我说 元旭死了 死了 最极端的猜想 哪怕岳正阳得到了什么机缘 不仅救伤痊愈 境界还更上一层楼 甚至超过了元旭 但以元旭的实力 会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会就这么命丧当场 这短短的几夕时间 黑无极的脸色 由清变白 再有白转红 他现在的情绪并非惊异 也不是恐惧 而是暴怒 信口雌黄 黑无极目光中怒火迸发 咬牙切齿地立声喝道来人 把这内奸给震脱下去 斩了 传令兵瞪大着眼睛 呼嚎到陛下 陛下息怒啊 小将所言句句属实 绝无虚假 天地可见啊 还在狡辩 黑无极怎么可能相信呢 他只是更加的愤怒了 自家的兵族即便死到临头 居然还在嘴咽 传令兵真的心里比斗鹅还冤啊 他明明说的实话 怎么就没人相信呢 为求自保 他只能发下毒誓 如果我所言有半分虚假 愿受天道责罚 任凭九天雷劫灭杀 皇宫又一次陷入了沉默 所有人都在等待 等待天雷的披落 等待天道降下劫伐 但是没有 别说天雷了 就是风雨都一无所踪 一切都是那么的安静 气氛冰冷 压抑 死寂 这样濒临的氛围下 若大皇宫 只能听到 黑无极沉重的喘息声 每一声喘息 都仿佛是火山的心跳 始终压抑在爆发的边缘 感觉随时都有可能 爆发出滔天的怒火 黑无极视野有些模糊 他现在感觉到一丝眩晕 这不是一个先皇强者 该有的状态 那种愤怒 不解 羞辱 分杂心 蓄枝冲天灵 几乎要击垮了他的意识 不可能 不可能 黑无极如同魔政一般 嘴里不停重复着 不可能三个字 他的同仁血丝密布 像是要从眼眶里炸出来一样 没有人能领会到 他现在心里的感受 不久之前 他还举杯畅饮 与其高傲不可一世 声称黑语军队所向披靡 区区浩越皇朝 不过是土鸡娃狗 信手即可摧毁 但没过多久 就传来了噩耗 元旭阵亡 五十万将士全军覆没 无意生还 人生的大起大落 柔和在了 这短短数个时辰之间 哪怕是先皇的精神意志 都顶不住这样绝望的反转 大殿上鸭雀无声 一众将士静若寒蝉 不敢发声 他们本该愤怒 本该诧异 本该对这样的结果匪夷所思 但当他们看到如此失态的黑无极时 所有人都自觉收敛了情绪 安安静静地向他死人 就连傻瓜都知道 现在绝不能再触怒黑无极 否则恐怕是必死无疑 黑无极暴怒之余 忽然感觉到 背后一阵刺骨的凉意 他想起来了 魔皇角尼还在他的身后 怎么办 刚刚才夸下海口 现在却元帅殉命 全军覆没 黑无极怒目原争 但身体确实历历微惧 动作与神情极其为和 他不敢回头 他不敢指示身后的角尼 因为他知道 魔皇大人那无言的愤怒 恐怕比他更为可怕 黑无极额角 密布着细密的汗珠 他在思索着 该怎么弥补 该怎么安抚角尼大人的怒意 但却无计可施 黑无极抿了抿嘴唇 最后硬着头皮 力声喝到这 这里是黑与皇朝 天道可不管此方土地 来人 把这妖言祸重的内奸 给我压下去 一旁的将军 从呆滞中回过神 他眨了眨眼睛 几番伸手 又几番缩回 他不敢 黑无极看不到身后的角尼 但是他们一个个 都能清楚地看到 角尼眯着眼 邪逆着眼前惊慌失措的 黑无极 那眼神死死 盯牢着黑无极的后背 尽管并未流露出 明显的愤怒 但其中杀意 却是让在场 所有人都手足冰凉 传令兵一旁的将士 那叫一个进退两难 他们不知道 浩月皇朝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不知道袁绪和五十万将士 到底是怎么被杀得 片甲不留 但他们知道 传令兵说的 肯定都是真的 压下去吧 必然会触怒角尼大人 那个眼神太吓人了 没人敢将这证人驱离 无动于衷吧 这又是在违背皇命 同样是杀头的大罪 将士脸色憋得通红 他手伸到一半 像是雕塑一样 死死僵在了那里 黑无极怒目原睁 刚打算立刻出声 但他身后 却传来了冰冷的低语 你当本皇是傻子吗 嗯 黑无极心跳一致 他知道自己恐怕要完了 他得自救 黑无极急地满头大汉 但却想不出辩驳的话语 他没有任何办法 能平息一位魔皇的怒火 黑无极只能转过身 低垂着脑袋 卑微道大人 是 这是我的失职 我 我 你 缴你语气冰寒彻骨 缓缓开口 你刚才是怎么说的 浩月皇朝 不过是土鸡娃狗 唾手可得 但现在呢 我看 你是在这位子上坐久了 不知道自己是个奴才 不知道 死字怎么写了 扑通 黑无极哪敢辩解 他直接双膝跪地 脑门子在王座前的白玉街上 磕出了一个血洞 那是他故意磕破的 黑无极满脸是血 为求原谅 卑微喊道 求魔皇大人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 我这就御驾轻征 我会带上束手皇城 最惊悍的五十万黑羽军 亲手把岳正阳妇女 给绑到您的面前 求魔皇大人 再给我一次机会 第129章 黑无极亲征 请君入蚌 再给你一次机会 脚泥身形一闪 对着黑无极的脑门 一脚踩下 将她的头 深深埋在了白玉街里 天魁大人给你的机会 还不够多 这个小丫头 你抓不住 攻的废巢 你也攻不下 你还有闲心 在这造酒池肉灵 你还有身为奴仆的 自知之明 角泥飞起一脚 将黑无极整个人 瞬间踢飞出去 黑无极 像是个无力的沙袋一般 她被一脚 踢到大殿的梁柱上 砸断了肉灵 又坠入了酒池之中 煞时间 整个酒池都被赤血所浸染 相较于魔皇巅峰的 角泥而言 黑无极这个区区先皇中期 就像是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一般 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力 当然 黑无极也全然不敢反抗 她现在只求这样能让角泥大人消气 只要能保住小命 什么都好说 角泥环顾四周 她看着金碧辉煌的大殿 看着酒池肉灵 还有一个个花枝招展的舞女 心里直摇头 她生性怨毒乖章 以摧毁世上一切美好为乐 蓝色烈火可焦土千里 早在来到黑羽皇宫时 她就已经对这歌舞升平的场面很不满了 现在前线的恶号 和黑无极的前后反差 彻底点燃了她 角泥昂起头 冰冷低于奴仆 就该有奴仆的样子 她骤然间魔气大盛 深周缠绕着苍蓝色的诡异火焰 看着让人惊惧莫名 角泥心念一动 于是苍蓝烈焰直击天穷 化作万千流火分落 而下 轰 轰 轰 整座大殿 不 是整座黑羽皇城 天塌地陷 不管是皇宫大殿 还是长街上的殿铺 与民居 都在这烈火下 焚烧殆尽 甚至数以亿万计的低级仙人 都葬身于角泥的烈火之下 化作一泡漆黑的焦劲 黑无极趴在酒池边缘 看着这陷落的皇城 她说不出话 心里只有最深沉的无助 与绝望 她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皇城 被角泥摧毁 而角泥的怒意 终于消散了下去 她撇开血盆大口 只觉得心情无比畅快 哈哈哈哈 这才是这里该有的样子 奴仆怎么配处在皇宫呢 可笑可笑 现在好了 多余的渣子 我也帮你们清理掉了 这座皇城里 只剩下天仙后妻以上的人了 奴仆就该有奴仆的样子 你不是想要再有一次机会吗 可以 本皇给你 本皇帮你清除了后顾之忧 接下来 你要做的 就是带着你 所谓的精兵 给本皇 把昊月皇朝拿下来 你听明白了 黑无极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着 他眼里含着血泪 牙关紧咬 压低着嗓子 闷声到听明白了 我 会毁了昊月皇朝 亲手把岳正杨父子 带到您的面前 啪 啪 啪 角尼英智地轻笑着 拍手到很好 我要的就是你这种气势 那么 本皇就在这里等你 要是这一次都没能成功 那 你就可以别回来了 角尼清拍着黑无极的面颊 低声到明白了吗 黑无极强忍着悲痛与屈辱 语气斩钉截铁明白了 那还不快去 是 黑无极抹去脸上的脏污与血迹 他亮呛着从废墟中爬了出来 目光前所未有的怨毒 一众将士灰头土脸 跟在他的身后 集结兵力 我们 立刻 马上 出发 黑无极目不挟视 静止穿过已经沦为废墟的街道 走到了城外 其余将士看着这座蓝叶弥漫的废都 心里满是绝望 这里不久前 还张灯结彩 歌舞升平 一转眼 就变成了一片没落的废墟 他们穿过废墟 抵达城外 五十万精兵 同样很快集结 黑羽卫束手皇城 实力进阶在天仙中期以上 因此 无人被蓝燕烧死 但他们的家人就不一样了 父母 妻子 儿女 都葬身在这漫天流火之下 他们一个个脸上都迷散着滔天的煞气 甚至 他们大多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天火从何而来 又为什么要摧毁皇城 而他们 又为何要在城外集结 黑无极转过身 正对着痛苦迷惘的士兵们 阵声到我知道 你们大多都不知小现状 所以我告诉你们 元旭将军和他的五十万大军 不仅没有攻下浩月皇朝 反而被杀得片甲不留 甚至无人生还 即便是强决的元旭将军 也死在了浩月皇朝的屠刀之下 所以 魔皇大人无比震怒 这是对我们失职的惩罚 黑无极说着 他满脸怒意 甚至洋装怒火攻心 吐出了一口黑血 然后震声怒吼 都是因为浩月 浩月皇朝 残忍地杀害了我们的同胞 又害得我们家破人亡 害得整座黑羽皇城 就此毁灭 所以我们要复仇 我们要杀光浩月的军队 一刀一刀弯下 月正阳的血肉 为我们的亲人 复仇 黑无极这一通 慷慨激昂的演讲 巧妙地撇去了自己的责任 他把一切都归咎于 本是受害者的浩月皇朝上 成功地将全军的 怒火就此转移 将士们一个个怒容满面 他们同人中血丝密布 额角青筋搏动 五十万人一起举臂高喊 踏平浩月 报仇雪恨 踏平浩月 报仇雪恨 踏平浩月 报仇雪恨 声音响彻 声音响彻云霄 全军的士气被拉伸到了顶峰 黑无极满意地微微一笑 转过身子 这下一切都解决了 责任撇干净了 士气也已经高昂得不能再高昂了 这可不单单是御驾清征 清朝而出那么简单 无论是黑无极 还是最精锐的那五十万黑余位 他们都已经没有退路了 这是一个向死而生的先皇疯子 以及五十万无惧生死 暴怒蛮横的狂战士 他们的目的 只有一个踏平浩月城 黑无极露出了残忍的笑容 没有任何军队 能挡得住这样一群亡命之徒 浩月皇朝 帝王无遗 然而遥远的浩月皇朝内 阿帖 玄子轻打了个喷嚏 他揉了揉鼻子 拾起那块阴阳阵盘 嘴角渐渐勾起 完功 嘿嘿 接下来就该请君入瓮了 第130章 瓮中捉鳖报 黑鱼眼线来信 黑无极御驾清征 五十万黑鱼卫 清朝而出 玄子清刚结束都宫 就听到了传令兵的来报 在场中人都没有露出意外的神色 以黑与皇朝的暴力秉信 报复是必然的 要是他们选择当个缩头乌龟 硬是咽下这口气 那才不对劲呢 不过眼线的来信中 还提及了一个不得了的怪事 他说 蓝色天火摧毁了黑与皇城 整座皇城都被灼烧成焦土 而寻常百姓 更是尽数殒命 玄子清眉毛一条 这是气急八坏了吗 都说虎都不四子 这黑无极这么暴虐 居然这样残杀自己的臣民 一旁协助都宫的李中庭 神色疑惑 他妈撒着下巴 思索着说道 不应该啊 黑无极 虽然本性暴力 但是再怎么样 也不至于做出这种事 而且蓝色天火 也不像是黑与皇朝的仙术 李中庭忽然目光一鸣 想起了什么 蓝色天火 我记得 似乎有个魔皇 好像就拥有这种能力 玄子清点了点头 魔皇 也不知道那魔皇适合水平 如果有仙皇巅峰的实力的话 即便是五行八卦阵 恐怕也对它不起作用 不过李中庭画风一转 盛世无需担心 即便魔皇出现在黑与皇朝 也不会轻至前线 魔皇乃是仙魔大战的重要人物 应该不会在偏远地带暴露位置 因此 多半只是在黑与皇朝督战而已 玄子清放心了些许 他看着眼前庞大的阵势 嘴角渐渐勾起 先前的五行困沙阵 是由五方大阵旗 108小阵旗 融入五行之力 构造而成 而这次的五行八卦大阵 则是由八方阵积为根基 契合八卦之术 再以365枚五行阵旗为影 暗和周天星斗之术 均匀分布在大阵内部 而其核心处 则是阴阳阵盘 且天地之造化 夺五行之循环 以阴阳之力生生流转 遮掩天机 黑羽皇朝五十万最精锐的 黑羽位 哼 只要你赶来 必让你有来无回 一切准备就绪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将黑羽军队 给引诱到大阵之中 另一边 黑羽铁骑 气势汹汹 全军整齐滑衣 气焰熏着 士气鼎盛 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所有人都只剩下一个念头 你想看的小说 都在赤兔阁给你下载好了 替踏平浩月皇朝 与黑羽吉也是同样 不过黑羽吉更多的 则是惧怕 如果他这一次又失败了 即便他能逃出生天 恐怕也没法 逃离角尼大人的魔爪 所以 黑羽吉十分谨慎 徐将军 盘问的结果如何 元旭到底因何战败 徐将军眉头微醋 回禀道 老臣也问不出所以然 只是前线来信 声称在不久之前 浩月皇朝册封圣师 圣师 没错 据说地位甚至高于岳正阳 见他如见军师 而且 听说当时战场上 打斗极为激烈 有强大先术于微波 及数千里地 黑羽吉目光闪动 他心里有了猜测 岳正阳身为皇帝甘居人下 说明对方的实力 必定比他要更强 黑羽吉也是屈罪于 魔皇角尼之下 所以他对此再了解不过了 也就是说 有个比岳正阳更强的先皇 为他提供了帮助 他比元旭更强 所以 元旭被斩杀当场 但是他与元旭搏斗许久 所以说他最多 也只有先皇中期的实力 黑羽吉也是先皇中期 但是他自认为 打元旭根本无虚费那么大力气 所以 那个圣师绝对是比自己弱的 黑羽吉昂起头 自信又回来了 区区昊月 居然敢害得我颜面尽尸 我定要踏平你们 黑羽未开拔 一路行进 畅通无阻 直到行至一处荒野 黑羽吉目光如阴森一般 冰冷扫过杂草丛生的荒野 他嘴角勾起 冷声到亭下 大军应声止步 徐将军疑惑到陛下 怎么了 黑羽吉目光锋利 冷笑到你看着周围环境 杂草丛生 地形齐驱 如果我是昊月圣师 我会在这里不下陷阱 黑羽吉指示到你们 派一队人去那个方位检查一下 不久后 黑羽位小队归来 回禀陛下 那处确实有陷坑 下方少说 有千丈之深 底部是浸润着路仙剧毒的地次 若是不慎衰落 怕是会伤亡惨重 黑羽吉冷笑一声喝 不出所料 所谓浩月圣师 也不过如此 竟会使些低级的小把戏 后方的军队 齐声高呼 陛下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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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羽吉得意地轻笑了声 以仙树填满线坑 随后继续前进 等他走到一处山谷之中 黑羽吉抬手示意停下 如果我是圣师 我会在山谷两侧 布置高台陷阱 你们 先登山看看 两队黑羽味地另前去 不久后兴奋归来 回禀陛下 山上真的有成片毒坛 要是毒坛被推下来 那能够杀死天仙的毒药 恐怕会让我们伤亡惨重 一旁的大军文言 更是对黑羽吉钦佩不已 陛下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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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羽吉嘴角微翘 语气不屑和 不过如此 我原以为圣师是什么厉害的存在 现在看来 不过是个阴毒小人 没想到 元旭竟然是死在这种小人手上 是了 他定然是用了毒物 偷袭了一向为人正直的元旭将军 黑羽吉转过头 与其悲愤 元旭将军死在这种小人手上 我们要为他报仇 于是 一众黑羽味 高声呼喊 踏平好远 报仇雪恨 踏平好远 报仇雪恨 踏平好远 报仇雪恨 黑羽吉更是志得一满 所谓圣师 不过如此 之前的五十万大军 也是这么被他坑害的吧 怪不得无人生还 真是可恨 不过圣师肯定没有想到 自己布置了这么多陷阱 竟然不仅没能伤及黑羽味 反而为黑羽味 又抬了抬士气 黑羽吉如此心想着 心里更加轻视圣师 直到黑羽军队 来到一处岔路前 岔路两边 一边是茂密的树林 另一边是一马平川的草原 徐将军功声问到陛下 我们怎么走 黑羽吉目光微宁 他心里思索 这圣师就是个阴毒小人 他一定以为 我们会走草原 所以在草原上布置好了陷阱 一念即此 黑羽吉自信 喊道走树林 我们怎么可能 碎了那小人的院 徐将军欲言又止 他反应慢了半拍 但还是理解了 黑羽吉的意图 不愧是陛下 考虑果真周全 随后 黑羽为大军开靶 挺进树林 黑羽吉闲听信步 脸上挂着自信的狂笑 终究是原将军 为人太正 如果昊月只有这种程度的话 那我们轻易 就可踏平 黑羽吉环顾四周 轻蔑自语圣师 哼 如果是朕 朕必定会料想到敌军的心思 故步一阵 然后在这树林里布置陷阱 可惜 他太蠢 话音未落 树林中忽然传了一声大吼启阵 第131章五行八卦 显神威启阵 一声大喊 整片天忽然完全暗了下来 就像是有一层黑幕包裹 完完全全将五十万黑羽味 笼罩其中 黑羽吉瞳孔皱缩 身子肃然一抖 这一瞬间 他立刻就明白了 自己中计了 则 大意了 可恶 是大意吗 当然不是 黑羽吉的行动 打从一开始 就被玄子清掌握在手中 他的进军路线 本来就是由玄子清一条龙规划好的 从最初的陷坑 到后面的峡谷独坛 以及之后的所有陷阱 都是在为这一刻铺路 原因无他 只是为了让黑羽吉 踏入五行八卦阵的范围 五行八卦阵 虽比五行困杀阵 更强许多 但却是完整大阵 需要有阵机和阵盘的存在 因此极难挪动 万一黑羽味 没有走进阵法范围 那可就真的是白费力气的 因此 玄子清想出了这个诱导计策 黑羽吉一路沾沾自喜 自以为很聪明 却不想自己早就被玄子清完 弄于鼓掌之中 最后进入了五行八卦阵的范围 灰暗的黑羽中 玄子清闲停信步 缓缓现身 黑羽吉虽然不认识他 但是他立刻就猜到了对方身份 昊月圣诗 玄子清淡淡到正式 黑羽吉气笑了哈 真是没想到 我原以为圣诗会很聪明 故意在平原上布置陷阱 没想到是我高估你了 你居然在树林里布置陷阱 玄子清脸上的笑意 都快憋不住了 高估 玄子清放声吃笑道你 还没发现吗 从陷坑开始 所有的陷阱 都是我故意 让你察觉到的 你一路被我引导至此 难道你以为自己很聪明 实际上 于不可及 听到玄子清的细血的话音 黑无极 整个人如遭雷击 他像是一句尸骸 浑身冰冷 僵硬 脸上的表情 也都死死僵住 怎么可能啊 我 我被戏耍了 羞辱 愤恨 暴怒 分杂的情绪急涌上 黑无极 战红着脸 他同人里血丝密布 嘴角留意着污浊的血沫 暴怒 难以自意 而他身后的士兵们 确实士气低落 他们一直在吹捧的陛下 居然被对方一路玩弄至此 所谓的陛下圣明 现在看来 就是一句笑话 但他们心底 不敢忤逆黑无极 只是心想着 陛下已经这般精明了 那这谋略 超过陛下的圣事 又到底是何方神圣 他们已经开始恐惧了 这个陷阱 肯定很不一般 黑无极暴怒之余 却忽然察觉到一点 玄子清 竟然只有先王境 境界的差距过大 所以 黑无极自认 绝不会感知出错 玄子清真的只有先王境 就连先王初期 都不是 他看到了希望 黑无极抬手高喊 好跃圣尸 不过先王 他弱小如此 只能使些阴谋诡计 而等无需畏惧 此话一出 黑羽军队又来了精神 先王 哼 陛下可是先王中期啊 我们有什么好怕的 是啊 这么一想 昊月皇朝最强者 也不过是个 伤势未遇的先王初期 有陛下在 我们怎么可能会说 就是 黑羽军士气高昂 黑无极剑指玄子清 高傲到区区先王 阴毒小人 本皇这就让你知道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你的阴谋诡计 根本什么都不是 然而 玄子清背负双手 冷笑道喝 对付你们这群乌合之众 区区先王 绰绰有余 大言不惨 黑无极怒不可遏 他一马当仙 深周仙灵力爆发 孤身悍然冲上 然而在他临身之前 玄子清淡淡开口 乾坤逆转 话音刚落 黑无极 只觉视野天旋地转 像是整个世界 翻转过来了一样 他眼前之人 竟然并非玄子清 而是原先立于 他身后的黑羽味 但是 仙术已经收不住了 庞大的法印镇压而下 几只黑龙纵横肆虐 啊 救命 救命 为什么 陛下为什么要打我们 陛下疯了 陛下疯了 黑羽味中 弥漫着凄惨的哀嚎声 死伤无数 黑无极人傻了 怎么回事 我不是冲向浩月圣尸的吗 怎么仙术砸到 自己家军队里去了 他赶忙安抚诸将士冷静 那是陷阱的作用 我没封 这的确是五行八卦阵的作用 五行八卦阵 八卦方位 前代表天 坤代表地 迅代表封 阵代表雷 砍代表水 黎代表火 更代表山 对代表则 刚才玄子清同识调用了乾坤二位 从而达到了逆转乾坤的效果 迫使黑无极 搅乱了自家军队 然而这还没完 玄子清又是冷声到迅尾 黎位 烈火燎原 迅代表封 黎代表火 烈焰生疼 风筑火势 烈火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黑羽位根本无法抵挡 这火太烈 风也太强 他们身上着火 哀嚎着四散奔逃 很快就化作了一地交谈 哪怕是借助战友的残躯 侥幸活命的士兵 模样也是狼狈不堪 然而尚未等他们重新准备 玄子清又是冷声到阵位 对位 地劫雷则 阵代表雷 对代表则 当玄子清话音落下 黑羽位脚下的地面 忽然变得软烂 大地化为河泽 沼泽像是世人的魔爪 将黑羽位一个个拖入其中 而天穷之上雷蛇狂舞 苍蓝的子电从天而降 直击沼泽 一时间 沼泽内电流涌动 化为硕大的雷池 救命 救命 放我出去闷了 雷池内噼啪啪声音不绝 但是天雷的声音 竟是很快被哀嚎声压了下去 因为士兵们太痛苦了 他们被困服在雷池里 不仅动弹不得 还要接受天节的洗礼 这么两拨下来 五十万黑羽位 已经没了大半 甚至他们还没见到 真正的浩月军队 就已经被灭了七七八八 黑无极心里苦啊 他想要援助士兵 也想要弄死玄子清 但他做不到 他的视野天旋地转 硬是出手 就会伤到自家军队 就算冲着玄子清而去 最后也会回到原地 这个乾坤逆转 就是专门为他一人准备的 他被死死地限制住了 但好在 玄子清的攻势似乎停了 黑无极心里稍缓了一口气 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仙法 但是他的消耗肯定很大 这家伙恐怕已经力气不支了 这是我们的机会 黑无极如此心想着 正试图突破乾坤逆转 但他却看到 玄子清稍有些同情的神色 以及听见了 他冰冷的低于坎位 更位 移山填海 第132章合击阵法 故若金汤坎带表水 更带表山 当玄子清引动坎位与更位 黑羽位的脚下 顿时化作一片翻涌的弱水 弱水翻涌 像是无穷无尽 转眼就变成了一片深邃的大海 一时间潮涨奚落 疯狂海沸 浪花汹涌 如千军万马奔腾呼啸 也像是恶虎群狼咆哮而至 士兵们落入凶暴的海洋 被卷入硕大的漩涡之中 那漩涡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任凭他们怎么挣扎 都没法逃离 咕嘟嘟嘟嘟 就 嗯 就 嗯 救命 咕嘟 士兵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可能探出头 以免被窒息淹死 他们哪怕只是喊声救命 都要枪上一大口海水 好在这样 起码不会死 但是他们 忽然看到 海面上似乎有一片阴影 士兵们疑惑地抬起头 然后 陷入了无边的绝望之中 因为大海四周 升腾起了无数山峰 山带起伏 层栏叠杖 灵巡的怪石攀附其上 看起来 就像是一块块无比巨大的流星锤 黑羽军瞪大着眼睛 眼泪都快被吓得飙了出来 他们看到高山升到了半空 遮住了本就暗淡的阳光 巨大的山峰 笼罩在他们的头顶 在海面上撒下一片阴影 然后 轰然坠落 黑影覆压而下 连绵的高山 就这么硬生生坠落海面 黑羽士兵 原本正勉力划水 避免溺死 但当他们高山落下 一个个进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他们这急忙慌地释放仙术 试图阻拦连山绝合的席落 但却全然无功 无论他们再怎么样努力 都没法阻拦天山分毫 甚至 当他们全力阻击山峰坠落时 那海面中心的漩涡 又更加汹涌了几分 黑羽卫被一个个卷入漩涡 然后看着高山砸落 将他们深深掩埋 这片海 就是黑羽卫的坟墓 黑无极如遭雷击 他麻木地 看着黑羽卫的惨状 心底愤怒与恐惧 异于言表 他终于知道 元旭为什么会输 五十万大军 又为什么会片甲不留 那是阵法 那是早已失传 拥有夷山填海之威的强大阵法 昊润皇朝不可能有阵法 如果他们有阵法 那先前怎么可能会被 黑羽军队兵临城下 所以 阵法是圣尸带来的 仅仅天仙境的实力 又拥有这般强大的阵法 黑无极眼里满是难以置信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玄子清淡淡一笑死人 是不需要知道这么多的 黑无极没有回话 就他看来 玄子清 必然是先到某一大势力的 天骄或妖念 这次暗中前来东陵州相助 想要干涉东陵州的仙魔之争 有这座阵法的庇护 即便他实力远超对方 自己也没办法破局 因为乾坤逆转 将他困死在这里 黑无极绞尽脑汁 拼命思索着破局之法 忽然想到了一点 不对 这么夸张的阵势 肯定要消耗巨量的仙灵力 这么多仙灵力 千百个圣尸都不可能凑齐 而且就算能凑齐 以他的实力 也没法驱使 黑无极想明白了 所以 这个阵法表面上是 他在出面操控 实际上有很多人 在为他提供助力 是了 这就是浩越军队 没有出现的原因 正如黑无极所想的那样 浩越皇朝十万精兵 此刻正分居八方阵机 他们以自身为先灵力的源泉 协助玄子清驱使大阵 黑无极顿时有种波云渐日 豁然开朗的感觉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山崇水 富宜无路 柳暗花名 又一村 黑无极现在别提多兴奋了 经小说 小说 丹梅小说 竟在赤兔阁 他感受着周围先灵力的流动 能够确切感知到 八方军队的存在 黑无极一扫颓势 宁孝道 哈哈哈哈 区区阵法 你真以为困得住我 他一仰手 只是道 所有能够不受阵法限制的将军听令 立刻前往周围八方 破坏先灵力的来源 是 十余位将军拔地而起 得令离去 黑无极健壮安心了许多 他没有管那些 依然在汪洋中挣扎的普通士兵 脸上也并无半点怜悯 他只是得意地看向玄子清 没想到吧 终究是本皇技高一筹 黑无极嚣张地宁笑着怎么样 阵法被看破的感觉很不好受吧 他期待着 看到玄子清难堪的模样 可惜没有 玄子清一脸关爱智障的表情 他细写笑道 哈哈哈哈 连你都能想到的事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想不到呢 黑无极神色一致 什么叫连他都能想到的事 他这千百年人生 还是第一次听到 这么直接的嘲讽 但是他看着玄子清一脸自信 从容不迫的样子 心里却隐隐觉得有些不妙 难道 难道他还有后手 黑无极慌了 不 不可能 他只是在虚张声势 维系阵法 已经足够消耗他的精力了 就算他提前料到了 他也没有能力 护佑浩月军队 没错 他的精力 都用在我身后这群废物身上 他拦不住我黑羽将军 黑无极神色惊慌 强行使自己镇定下来 这么一想 他心里却是稍稍安稳了一些 浩月皇朝虽有阵法 但中间力量完全没法 和黑羽未相比 单说那十几个先王将军 就绝不是浩月能够阻挡的 即便岳正阳亲自出手 那也顶多拦住一两个 只要剩下的破坏阵法 自己就可以不受乾坤逆转的限制 到那时候 无论是圣师还是岳正阳 都只能乖乖扶朱 黑无极深呼了一口气 自信又回来了 而那些将军的想法 也是与他相同 八卦阵机 离位 李中庭镇守于此 先王巅峰的他 正与黑羽皇朝另一位 先王巅峰交战 趁着李中庭被拖住 先王中期的黑羽将军 静止朝着浩月军队冲了过去 先王巅峰的战斗他插不了手 但一群无人庇护的小小天仙 他还对付不了 黑羽将军脸上挂着残虐的冷笑 他仙灵涌动 使出了一招气势磅礴的仙术 海量的仙灵力 汇聚成一座四足巨顶 从半空中悍然落下 他期待着看到巨顶压死 一大片浩月士兵 尸骨成山的血腥场面 但可惜 没有 因为他的仙蝶 竟是被一面仙灵汇聚的盾牌给挡住了 黑羽将军瞠目结舌 惊疑自于怎 怎么可能 第133章 大败黑羽军黑羽将军 脸上写满的难以置信 这怎么可能 他可是先王中期的强者啊 自己的仙术 居然被一群天仙精的小族给挡住了 还有这种事 难道还有强者潜伏在周围 黑羽将军新提到了嗓子眼 冷静地观察四周 但是却没感知道任和援军的存在 反而是他身下的浩月军队 那汇聚的仙灵力 无论是智还是量 都高得出奇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也是这座阵法的作用 正思索着 那位先王巅峰的强者怒吼道 还在磨磨蹭蹭什么 我们的黑羽士兵 还在备受折磨 难不成你是不忍心下手吗 那黑羽将军回过神 顾不得再细思什么 悍然冲向战阵 然而 当他落下的同时 浩月军队凝聚出的仙灵盾牌 却骤然变化成了一把锋利的战刀 战刀横扫 风锐的刀器顺息而至 黑羽将军根本没有料到 会发生这种变故 他手忙脚乱 尚未来得及摆好招架的架势 因此被刀器重创 怎么回事 那到底是什么仙术 为什么一群天仙小兵 能够重伤我 不可能 这不可能 黑羽将军没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这太离奇了 他忽然有种异常危险的预感 他征战沙场数百年 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感受 他觉得 自己可能会死 不 不行 我不能死在这 这里太邪乎了 有问题 有大问题 我想活下去 我得逃命 那黑羽将军此前嚣张的气势一去不返 他历历微距 转身就想逃命 但是他忘了 这里是阵法内部 他不仅身在五行八卦阵的内部 甚至还恰巧位于八卦阵机的离位 当他转身想要奔逃的时候 天上忽然有无数流火分洒而下 这让他想起了 角泥魔皇屠入黑羽皇城的那个夜晚 惊惧 恐惧 他大口喘息 所有多余的念头 全都被抛去 他只想要逃 想要活下去 但是一柄先灵战刀 朝着他急斩而来 天降流火 又封住了他的退路 二者呈现两面包夹之势 他无路可逃 最后命丧刀下 临死前 他仍然没有想明白为什么 怎么可 至于半空中的先王巅峰强者 则是目瞪口呆 他看到了什么 一个堂堂先王中期的将军 竟然被一群天仙小兵给解决掉了 这真不是在开什么玩笑 李中廷吃笑道 不会吧 不会吧 黑羽皇朝的先王 怎么这么弱 为什么你黑羽的将军 连我好有皇朝的小兵都打不过啊 听说你们是束手皇宫的卫兵 还是黑羽皇朝最强最精锐的军队 咦 难道你们是在皇城里养尊储佑惯了 忘记怎么战斗了吗 不 说真的 先王中期打不过天仙小卒 说书的都不敢这么吹吧 哈哈哈哈 李中廷的吃笑声 回荡在那黑羽强者的耳朵里 他羞愤不已 怒不可遏 但分心的他 却逐渐露出了破绽 渐渐落入了下风 与此同时 那万人浩月精兵 正驱使着黎魏的阵法 黎魏代表火焰 烈火焚天 为李中廷助力 不过多时 李中廷奋起一剑 将那先王巅峰强者 斩落虚空 黎魏 赢了 那是所有人通力合作的结果 合击阵法 十人同境无敌 百人即可跨越一个小境界 十万浩月军队中 有近一万的天仙巅峰 他们分别镇守八方 像是黎魏 就有一千二百名 天仙巅峰的小兵 他们施展合击阵法 千人合力 足以应对 先王中期的强者 而他们身后 还有一万多名 天仙中后期的兵族协助 再加上这五行八卦阵的威力 因此轻而易举地 击杀了那位黑羽将军 相似的场面 在八卦阵各个方位上演 前卫 前代表天 天上群星坠落 数万士兵陆力同心 张成林与另一位 先王中期的浩月将军 一同守谕 三名黑羽将军被分别解决 他们临死时 同样是满脸的难以置信 这可让张成林 好好挣了回面子 果然 先前他会输给小兵 不是自己的问题 只是圣师的阵法太强 仅此而已 昆卫 昆代表的 大地震动 姚翰不止 两个先王初期的将军 尚未站稳 就被远处万人凝聚出的 先林剑与射了个前后通透 剑矢穿心 命丧当场 驯卫 驯代表风 阵机处飓风呼啸 飞沙走时 黑羽皇朝一位 先王后期的大将军 视野模糊 根本看不清浩月军队所在 视野的盲区 总会有先林剑矢飞射而至 还有两个先王中期的浩月将军 不断地骚扰偷袭 最后 他也没能走出这座阵机 被数万士兵 和两个先王中期 给硬生生跃及杀死 阵位 阵代表雷 天穷之上雷电狂舞 阵机的上空 睁开了一道硕大的雷眼 模样争宁恐怖 九天雷劫不断杂落 三个先王中期的黑羽将军 试图破坏阵机 但是浩月军队 却合力将先林力凝聚成盾 只守不攻 无论那三人如何催动先术 都没法将他们完全攻下 然而九天雷劫不停笑谋着他们的生机 直到他们精疲力竭 合机阵法便阵未见 飞剑呼啸而过 将三人当场消首 三人死不瞑目 脸上写满了憋屈 他们真的从来没打过这么憋屈的假 尚未能够破防 就硬生生被一群士兵磨死了 砍位 砍带表水 水淹七军 冰山起伏 浩月皇朝几位先王中期强者合作对敌 成功将黑羽魏中先王后期的大将军 抹杀当场 更位 更代表山 山崩地县 天降巨石 得永延刺 浩月士兵兼臂固守 坐等阵法击杀黑羽将军 对位 对代表则 浮沼是人 瘴气弥漫 黑羽皇朝两位先王后期强者行动不便 远处浩月军队合击成剑 剑矢如雨不绝 而诸葛林同样身为先王后期 在士兵的火力掩护 以及泥沼的限制下 以一敌二 成功击杀了两人 他从来没有像这一刻那样兴奋过 这一刻 他甚至觉得 自己就像是个天骄 当然 那是靠阵法和士兵协力才能做到 圣尸不愧是圣尸啊 那般强大的黑羽军队 在圣尸的阵法面前 竟是如同手无腹机之力的孩童 太强大了 诸葛林真切地感叹道 一切结束 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 八方将军 进阵阶辅诸 第134章狼狈奔逃 角尼震怒五行八卦阵中央 黑无极志得意满 他自认智慧无双 已经找到了破阵之法 尽管玄子清表现出一副从容的样子 但那显然是在虚张声势 因为浩越军队 哪怕借助阵法 也不可能挡得住他黑羽将军 二者在先王中后期的数量上 有着绝对的差距 甚至哪怕浩越军队难缠 但黑羽只要击破阵法一脚 黑无极就有这个自信 从乾坤逆转中脱身 但是他等候许久 没有任何一个将军回来 直到近半个时辰后 李中庭 张成林等人前来会合 盛世大人 黑羽将军已经进阶辅诸 盛世大人真是厉害了 我杀先王后期就跟捏小鸡仔一样 浩越将军笑得开怀 但黑无极的心却像是坠入了冰窖 冰凉 死记 他整个人就此将住 因为他知道 这不是假象 浩越将军不可能再没解决对手的情况下 就来固步一阵 所以他黑羽将军真的被全灭了 这 这怎么可能 黑无极没法接受这个结局 而黑羽士兵更无法接受 阵法内的黑羽士兵军心涣散 瞳孔失焦 虽然他们尚且在挣扎 但心已经死了 我们黑羽皇朝 输了 陛下御驾轻征 我们五十万打十万 虚然 输了 不仅输了 将军们都死了 我们也会死在这里 我 我想回家 可我们已经没有家了 皇城毁了 回去的话 缴尼魔皇会杀了我们的吧 一切 都完了 黑羽皇朝军队所剩无几 而剩下之人 又军心涣散 即便是御驾轻征的黑无极 现在都陷入了绝望 看到士兵们的状态 以及汇聚过来的浩越将领 他甚至都没注意到 不知何时 越正阳也从黑影中献出身形 是了 这是针对他黑羽大军的绝杀之局 打从一开始 圣师就没考虑过输赢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全坚敌军 也包括先皇中期的黑无极 黑无极心态已经崩溃了 静 他赢不了浩越 退 要面对剿尼魔皇的怒火 但是他想活下去 再不走就没机会了 可恶黑无极强压下怒火 他一掌拍向自己胸口 借力逼出一大团精血 血顿术 精血燃烧 化作一团粘稠的杖壁 将黑无极和下方烧尽出的石兵包裹在一起 然后破阵而出 李中庭目光一凝 刚想要追击 却被玄子清拦下 玄子清摇头道 李将军不必追了 那是血顿 他以先皇中期的实力血顿 我们这里没有人能追得上 李中庭闻言停下脚步 叹气道爱 可惜 没能把黑无极给弄死 一旁的岳正阳安抚到无防 这血顿之术 要耗费巨量精血 黑无极现在不仅重伤在身 甚至体内 还会留下不可逆转的影集 他的实力 已经不足为惧了 而经此一役 黑与皇朝精兵尽尸 所剩下的 尽是无用的雍长之辈 说是亡国也毫不为过 这一仗 我们大获全胜 而这一切 都是圣尸的功劳 阵法解除 十万将士欢欣鼓舞 其声高呼圣尸万岁 好月必胜 圣尸万岁 好月必胜 圣尸万岁 好月必胜 玄子清白了白首 一副高人姿态哈哈 这是大家齐心协力的结果 诸位 辛苦了 另一边 一团血光 疏忽间穿过天穷 落在了已经沦为废墟的 黑与皇城 黑无极从血块中跌落 在地上翻滚了好几圈 最后亮腔着跪倒在地 他面色惨白 同光涣散 像是险些溺死的人一样 大口地喘息着 黑影一闪 角尼魔皇出现在他的面前 角尼冰冷地看着狼狈 不堪的黑无极 他沉默不语 脸色阴沉的 几乎可以滴出水来 黑无极虽然很想喘息一会 但他不敢沉默 他急促地喘着气 奸男开口脚 角尼大人 抱 抱歉 我 不 小人有罪 角尼一脚踢飞黑无极 而后顺闪至黑无极身旁 死死攥着黑无极的脖子 五十万黑羽精丁 先皇中期御驾清征 你就给我带来这么一个结果 这就是你所谓的 区区浩月土鸡娃狗 唾手可得 我怎么看你们 才像是土鸡娃狗呢 角尼语气细血 听起来没有丝毫怒意 但是黑无极通过角尼手掌的力道 能够感觉到 角尼的暴怒 已经到达了极点 他随时都有可能掐断自己的脖子 轻易殒灭自己的生机 黑无极脸色轻子 只能艰难辩解不 不是我们的 问 问题 是 是浩月 有大 大人物相助 角尼眉头一皱 手掌稍微松了些 大人物 他冷哼一声 失笑道 这就是你的借口 这小小东灵州 能有什么大人物 让你堂堂黑与皇朝 当朝皇帝如此狼狈 黑无极辩驳到他 他应该不是东灵州的人 而且 他 他会阵法 角尼目光一宁 他听到阵法这一词后 尽管表面上镇定自若 但是灵魂深处 却闪过一阵战力 阵法 那是唠克在每个上古魔族 灵魂深处的恐怖记忆 魔族不知花了多大的代价 才逐渐断绝了 先遇阵法的传承 但是现在又出现了 不可能 角尼语气斩钉截铁 他决然不相信 阵法重见天日 黑无极听到角尼的语气 忽然觉得 事情可能还有转机 是真的 那阵法 他赶忙将所发生的一切都说了出来 角尼听着 虹虹慢慢放大 最后陷入了无与伦比的震惊当中 怎 怎么可能 他听出来了 那是真的 那个阵法他有印象 叫五行八卦阵 五行之力遍布全阵 八卦阵击环四八方 而中心处能借助阴阳阵盘 将两种挂象相结合 从而爆发出恐怖的威能 黑无极描述的 可他记忆里的五行八卦阵 竟是一模一样 作者有话说书友们 请记住最新最权的小说网站 赤兔格纳原先 已经失传的阵法 竟然是真的重现先遇了 那阵法 何人所不 浩月圣诗 角尼文言 身子止不住地颤抖着 也不知道是因为恐惧 还是因为愤怒 他目光中杀意凛冽 韩生道 立刻整合黑羽皇朝 与星斗皇朝力量 准备联合进攻浩月 这一次 本皇亲自督战 浩月圣诗 必不能留他性命 第135章 黑羽星斗联合 阵法在升级 角尼一声令下 黑无极总算是舒缓了一口气 如此一来 他算是捡回了一条小命 但是黑无极面露难色 因为他刚刚采用了血顿之术 现在重伤未愈 战力严重不足 角尼看出了黑无极的状态 他同人中 闪过一抹残忍的鬼光 你 张嘴 黑无极愣了愣 他不知道 角尼是什么意思 但只能老老实实遵从 黑无极仰头张嘴 而角尼割破了自己的手腕 他一手掐着黑无极的面颊 一手向他口中滴着魔血 那是太古凶兽的魔血 拥有强大的恐怖威能 磨血入喉 黑无极很想拒绝 但他别无选择 他的同人中 密布着交错的血丝 体表一道道紫黑色的青筋搏动着 他的身体 正发生着某种可怕的变化 直到魔血尽数吸收 黑无极深周磨光大胜 他的面貌 变得扭曲而猙獰 那副模样 已经不能算是人了 他伤势痊愈 即便修为仍是先皇中期 但实力却增长了许多 而代价 则是寿命 假如你满意地 看着黑无极 轻笑道 你这副模样 去星斗皇朝说明情况 短星天的老东西 也自然会相信于你 快去吧 黑无极咬了咬牙 应声离去 不久之后 短星天清静心斗皇朝权力 与黑羽残部与成交会合 二者合力 百万大军 四大先皇 魔皇角尼亲自督战 这一战 是要斩下玄子倾向上人头 盛世 必死无疑 昊月皇朝 皇城内大肆庆功 交杯换斩 毫不欢快 相较于黑羽皇朝的铺张浪费 昊月就显得平和得多 岳正阳也没有什么架子 正与李中庭等人把酒烟欢 恰在此时 有探子来报 报 星斗境内探子来信 黑无极前往星斗求援 阮星天御驾清征 整个星斗皇朝清朝而出 岳正阳神色一致 什么 这么快 身为一朝之君 岳正阳自认 还是挺有远见着实的 他有料到 黑无极会去星斗求援 但是他没想到 阮星天居然会这么快就同意 而且甚至是御驾清征 清朝而出 这不对劲 肯定有什么问题 糟了 一定是魔皇 是黑无极身后的那个魔皇 他一定是盯上了圣尸 想要取圣尸大人的性命 此话一出 皇宫内一片死寂 所有将士的心都降到了冰点 因为圣尸是他们浩月的守护神 是他们所有人的精神象征 圣尸绝不能死 尽管圣尸大人至谋无双 阵法无可匹敌 但他毕竟只有先王巅峰的实力 对方四大先皇合力轻功 即便是五行八卦阵 也绝不可能同时困住四位先皇 届时 要是那些先皇不管不顾 为杀圣尸无惧牺牲 不择手段 那谁能护得了圣尸 没人 情况不容乐观 好好地庆功宴 气氛顿时就变得压抑了起来 倒是玄子清 他神情自若 仍旧在小卓小矣 玄子清见众人如此禁忌 于是笑到各位无需担心 四位先皇确实难缠 五行八卦阵 肯定不是对手 但 谁说五行八卦阵 就是我的极限了 群臣纷纷瞪大着眼睛 一脸震怂 什么 五行八卦阵 还不是极限吗 那个能困住先皇 坑杀五十万大军的阵法 竟然还不是极限 那新的阵法该有多强 玄子清背负双手 神色高傲 他淡淡开口 五行八卦阵虽然完整 但也只是九宫八卦阵的下位阵法而已 他无需领保 对阵法中士兵的要求也不高 因此 困住一位先皇已是极限 但如果给五行八卦阵 加上九大灵宝 将八卦升格为八宫 中兴阴阳五行调和 设为中宫 那样就能将旧九宫术 与八卦图相结合 物尽其用 地益尽其能 物得其位 人得其所 如此一来 九宫八卦阵即可成行 即便困住四个先皇 也不是不能做的 群臣闻言 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可是四个先皇 怎么在圣尸大人的口中 就像是四个先皇巅峰 那么烂大街一样 唉 老臣有罪 不该轻视圣尸大人 是啊是啊 圣尸大人绝世无双 怎么可能想不到办法 是我们唐突了 但是 五行八卦阵 都需要消耗那么多材料了 那这九宫八卦阵 我们还能造得出来吗 听到将士的疑问 玄子清自信道完全可以 九宫八卦阵 相比于五行八卦阵 只需要多出九方领宝 以及更强的士兵实力即可 此前之所以步不出来 只是士兵实力不够 以及不舍得浪费九方领宝 现在 只需要将士兵尽数提升至天仙巅峰 造出九宫八卦阵就不难 但是这话一出口 将士们又是面露难色 天仙巅峰 士兵们天赋有限 恐怕很难达到啊 是啊 即便我们用修炼资源强行提升 现在时间也不够啊 但是玄子清仍旧从容不破 他淡淡道 这一点无需多虑 待庆功宴后 明日士兵训练时 我会亲自指导他们 此话一出 虽然将士们心里仍旧忐忑不安 但是他们都很相信玄子清 既然圣师这么说了 那我们就不再多言 圣师何许人也 他说有办法 那就肯定有办法 行了行了 继续庆功吧 于是 皇宫内又是一片热闹 尽管功仇交错的声音 相较此前小了许多 但是将士们 还是都放松了下来 不再紧绷着神经 玄子清长舒了一口气 也继续小酌几杯 他嘴上虽然说是困住四个先皇很容易 但是心里却有一丝忐忑 因为对方可不止四大先皇 还有一个魔皇巅峰的强者在督战 一旦角尼出手 九宫八卦阵真的能撑住吗 玄子清没法保证 他只能赌 因为仙魔战场前线无比胶着 一旦角尼亲自献深东灵州 那么仙玉就会吹起反攻的号角 所以 玄子清只能赌角尼不敢出手 他一旦出手 暴露所在 那必然会影响前线战局 但是他还是低估了角尼对阵法的恐惧 以及杀他的决心 嗯 师父师父 忽然 一只冰凉的小手贴在了玄子清的胳膊上 他身子一抖 回过神来 那是叶星鱼 此刻的叶星鱼小脸通红 旁边竟是堆了几十个酒壶 玄子清眉毛一条 乖乖 这是喝了多少酒啊 玄子清扶着叶星鱼 关切问到怎么了 叶星鱼身形摇晃 眼神迷离 愣愣到我 我不知道 师父 我头好疼 我想回去 头疼 应该是喝大了吧 喝这么多 不头疼就有鬼了 玄子清没有多想 他扶起叶星鱼 微笑道横吧 那我们就先回去吧 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咯 第136章修改功法 昊月十丽飞升一日 昊月皇城 较长 十万昊月精兵与此集结 他们看着高台上的玄子清 一个个目光灼灼 无论是此前元旭率领的五十万大军 还是之后黑无极御驾轻征 他们几乎都没有任何折损 而这一切 都是圣师大人的功劳 五行困杀阵 五行八卦阵 合击阵法 这些颠覆他们认知的阵法 让他们拥有了一少敌多的能力 甚至可以毫发无伤地击败五十万黑与精兵 因此在他们眼里 圣师大人就是无上大能 就是他们的信仰 玄子清立于高台之上 朗生道 想必你们已经听说了 黑与皇朝与兴斗皇朝合力 携百万大军轻功而来 而我们好远 只有十万兵力 但我有办法让浩月获胜 只是 这需要你们的努力 十万士兵无所畏惧 其声高喊 愿听圣师调遣 圣师万岁 浩月必胜 玄子清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背负双手 说明道 你们的任务有二 一是加强合击阵法的掌握 至少也要做到万人合击 二是提升实力 最起码所有人都要达到天仙巅峰的层次 士兵们神色一致 他们原本听到万人合击时 尚且斗志满满 不就是万人合击吗 练一练肯定能做到的 但是提升修为 这是说提升就能提升的 这也太难了吧 玄子清见士兵们面露难色 微微一笑放心 我已经修改了浩月皇朝的基础功法 等到陛下和将军他们习得 就可分别传授给你们 士兵们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面面相去 眼神里满是震惊 修改功法 原来是这么轻松的一件事吗 浩月皇朝千万年以来的功法 竟然就这么随口 就修改了 天哪 他们现在很期待 也不知道将军们习得新功法后 实力又会有怎样的飞跃 士兵们翘首以盼 有的正在巧声交谈 忽然 一道仙光直冲天际 那是先皇级别的威业 士兵们浑身站立 惊呼道 难道 难道是陛下伤势痊愈了吗 但很快 他们发现 并不是这样 一道人影拔地而起 那是李中庭 李中庭从天而降 朗声大笑 哈哈 没想到啊 真是没想到啊 老臣竟然也有机会 登临先皇之境 李中庭见到高台上的圣师 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 臣李中庭拜谢圣师大人指点 玄子轻扶起李中庭 微笑道 李将军请起 你本来就离先皇旨 差临门一脚 我只是略微提供了些助理 仅此而已 李中庭摇了摇头 圣师大人过谦了 我的资质 我自己很清楚 若是没有圣师大人相助 我今生都很难凭借 自己突破先皇 圣师大人就是我此生 最大的先缘 李某下辈子 做牛做马 也必定会为您偿还 话说到这份上 玄子轻也不再推脱什么 只是笑道 李将军还是先请起吧 这么多士兵看着呢 李中庭回过神 善善地笑了两声 随后起身静候 没过多久 又是一道 仙光直冲天际 张成林 突破至仙王巅峰 为等张成林赶来 又一道仙光爆发 诸葛林 突破至仙王巅峰 随后整座昊月皇城 无数道仙光惊世 一缕缕仙光洒落 仿若一场盛世繁华的光雨 而最后 皇宫内竟是传来龙银之声 天空暗下 昊月当空 月正阳突破仙王中期 出关 昊月士兵进不在光雨中 士气前所未有的高昂 短短一日 将军与陛下 竟是接连突破 而他们现在都已经知道 那是玄子清的功劳 士兵们满脸震撼 震撼之余 更是满心蹊迹 圣世大人真的可以修改功法 连陛下仙皇级 都能突破一个小境界 那我们肯定也可以 太好了 卡了我这么多年的瓶颈 终于要破除了 士兵们斗志高昂 玄子清一挥手道 接下来 就由诸位将军 将领悟的成果传授给你们 你们也可以互相探讨 尽快完成功法的晋升 明白了吗 士兵们齐声喊道明白 谢圣师 圣师万岁 昊月必胜 随后李中廷等将军 开始教导士兵们新功法 就连月正阳都亲自视察 时而也会指点两三下 玄子清长输了一口气 修改功法他 还是很有自信的 但是昊月皇朝这些将士 能不能学会 这一点他不太放心 好在功法不算很难 李中廷 张成林等人都很快学会 有他们的教导 士兵们也应该能很快掌握 不久后 玄子清正在教导士兵 南宫清水 慕容晴天 公孙望等人也围了过来 他们三人的功法 早就被玄子清修改过了 至今没有出现 是一直在闭关修炼 现在南宫清水的修为 已经从天仙境 进阶到了先王中期 而慕容晴天和公孙望 同样进阶到了先王初期 而且晋级的势头 还尚未停下 只是时间紧迫 所以他们暂时 只能晋级到这种程度 之所以晋级的势头这么猛 皆因他们的功法 都是玄子清根据小说 特别定制的 毕竟三人 都是自己的小弟 这境界要是太低 玄子清面子也是挂不住 玄子清为他们 又看了看功法 解答了三人的一些疑问 然而嘱咐到 趁黑与星斗联军位置 你们三个再去修炼一回 我会让月正阳 多给你们一些修炼资源 如果不偷懒的话 再提升一两个小境界 应该不难 等到他们到来的时候 我会传授你们守宫之法 到时候 南宫清水单独负责一宫 慕容晴天和公孙望 你们两个合力镇守一宫 明白了吗 三人齐声音道明白 一旁的叶星鱼 也眨了眨眼 抱着玄子清胳膊 问道师父师父 那我要干什么啊 玄子清笑道 你就看着就行 哪能需要你出手呢 哦 叶星鱼有些失落地垂下头 他手掌按着太阳穴 脑袋隐隐作痛 不过玄子清并未察觉到这一点 随后日搏西山 浩月士兵不断突破 纷纷晋级 所有士兵的境界 都达到了天仙巅峰 甚至有九千人 竟是达到了先王初期 整个浩月皇朝 陷入了无与伦比的震撼当中 上到皇帝月正阳 下到普通小族 无人不明白 这次晋级到底有多离谱 如果将这修改后的功法 分发至各大宗门书院 假以时日 浩月皇朝必定会成为 东陵州第一皇朝 但是时不我待 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 立兵莫马 休养生息了 因为黑羽和新斗的联军 很快就会到来 但这一刻 无人畏惧 士兵们齐声高喊圣师万岁 浩月必胜 第137章玄子清的危机 神秘一见浩月十万大军开拔 月正阳御驾清征 自为先锋 而玄子清则是作为浩月大元帅 兼军师之位 地位比月正阳还要高 所有人都知道 圣师值得这个高位 浩月军队于陆月高原 布下九宫八卦大阵 毫不遮掩 因为玄子清知道 没有躲躲藏藏的必要 阵法外部坚不可摧 内部虽杀鸡四伏 但也是唯一破阵的方法 而对方明摆着 就是冲着他来的 他只要往阵法里一战 黑羽星斗联军 就必然会冲进阵法 这一次 已经不需要陷阱诱导了 落月高原 365周天阵气齐备 八卦阵机建成 阴阳阵盘归位 九大领宝同样准备周全 而十万号月精兵与诸多将军 已经在阵法内待命 先前那九千位 突破先王初期的士兵 被任命为 圣师直属的圣卫军 而南宫清水等三人 都突破至先王后期 其中南宫清水 离先王巅峰 只差临门一角 路上玄子清 不断根据自己 对功法的见解 来为之解惑 想来他很快就能 突破至先王巅峰 但是没时间了 因为黑星联军已经来了 百万大军 气势汹汹 浩浩荡荡 四大先皇亲自下场 阮星天神色轻蔑 高傲不可一世 现在黑羽皇朝沦陷 他的地位 一下子又拔高了许多 甚至原先的黑羽皇帝 黑无极 现在都只能 乖乖站在他的身后 这让阮星天更加狂傲 他看着浩月皇朝 可怜的十万守军 放声大笑 哈哈 无极老弟 你不会告诉我 你就是被这么一群 臭鱼烂虾给打输的吧 而且听说 你自己还险些命丧当场 黑无极攥紧了拳头 神色要多恼怒 就有多恼怒 但他不敢反驳 因为角泥魔皇正在督战 他先前触怒了角泥 现在无论如何 都要把姿态放低一些 黑无极只能憋屈到没错 我是被他们用阵法坑害了 阮星天眉毛一条 并未有多么动容 哼 阵法 就这几面破旗子 能有多大威力 我看是你们黑羽皇朝 成天奢靡懈怠 久书训练 所以才会这么轻易败给浩月 你 黑无极狠咬牙 但仍是不敢反驳 阮星天倾笑道震今日 就让你看看 我星斗神卫军 是如何碾压这群剑奴 全军冲锋 阮星天一声令下 黑无极脸色骤然一遍不可 阵法威力极强 变幻莫测 不可莽撞 然而阮星天不仅不管不顾 反而吃笑道喝 没看到魔皇大人要杀的人 就在阵法里 难道你要违抗魔皇大人的命令 黑无极闷哼一声 沉默不语 但他心想着 这一次联军可是有四位先皇 五行八卦阵虽强 但困附住他一人以示极限 不可能将所有人一并限制住 因此 悍然冲锋 或许确实可行 黑无极不再阻拦 他跟随阮星天 坐下另外两位先皇 直接杀入阵法 直奔玄子清而去 然而 当他们刚刚踏入阵法 眼前的场景却忽然变幻 玄子清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座座阵姬与灵宝 而百万联军被分成八份 分别落入八卦宫中 前宫 岳正阳以先皇中期的实力 服以一万精兵合击 在阵法的云遮物眼下 全灭了联军十三万军队 还瞬间秒杀了五大先皇巅峰 昆宫 大地震战 万军呐喊 晋级先皇初期的李中廷 在阵法与军队的协助下 以一敌四 四位先皇巅峰就此扶诛 训功 先皇巅峰的张承临阵守于此 联军全灭 甚至两大先皇巅峰 以及十余个先皇中后期 无意生还 阵攻 诸葛林阵守 同样全歼敌军 很快 坎尼二宫传来捷报 数位昊月将军协力 算是轻松击破敌军 更攻 慕容晴天与公孙望合力 大获全胜 而最后的对攻 南宫清水 竟是临阵突破 在决战时 晋级先皇巅峰 他面对上兴斗皇朝 最后的四位先皇后期 和一位先皇巅峰 在万人合击战争的帮助下 强势反杀取胜 至此 联军百万精兵 十余位先皇巅峰强者 还有数百先皇中后期的强者 尽数陨落 无意生还 至于黑无极 以及兴斗皇朝的另外两大先皇 他们一个先皇中期 两个先皇初期 竟是被一同困在了中宫 九宫八卦镇 其中 中宫结合八卦卦象 变化无穷 同时兼具了幻阵 杀镇 困阵的作用 中宫山河倾覆 电闪雷鸣 云遮雾眼 各种异象层出不穷 三大先皇根本无力逃脱 大阵外部 短星天怒不可遏 他看到了什么 百万大军 像是纸糊的一般 竟是被区区十万号月军队所灭杀 转眼就灰飞烟灭 片甲不留 不可能 这不可能 短星天何其自负 他自认星斗皇朝实力强决 怎么可能会输给区区号月 还是以这般丢人的姿态 他脸色长得通红 眼角处甚至有鲜血躺落 阮星天无法冷静 他再也压制不住铺天盖地的怒火 昊月圣尸 朕 要你为我心斗军队 陪葬 他声嘶力竭地恶吼了一声 随即悍然冲进阵法 玄子清洁力调动中弓阵法 以防守阮星天的轻弓 但是他低估了阮星天的实力 困朕 无穷锁链捆腹而至 但却被阮星天硬生生正断 换朕 阮星天一拳轰出 无数幻象像是破碎的玻璃般 纷纷碎落 杀阵 阮星天修为惊世 竟然以仙术硬扛杀阵 毫发无损 玄子清目光一宁 他看出来了 阮星天竟然是先皇后妻 星斗皇朝对外声称 阮星天是先皇中妻 那是假的 阮星天在藏桌 他不仅是先皇后妻 而且肯定不是晋妻才晋级的 而且早已晋级 抵运十足 阮星天以无比强势的姿态 突破了重重阵法 直接冲到了玄子清的面前 他脸色赤红 震怒无比 阮星天看着玄子清 怒声道剑奴 今日你必死无疑 说着 阮星天身周仙光大胜 他的身边似乎有群星沉浮 不断明灭 像是一片浩瀚的星海 但其中却酝酿着毁灭的威能 玄子清终于不负从容 先皇后妻和先皇巅峰 即便有九宫八卦阵的助力 再加上大眼犯天剑 他也断无取胜的可能 糟了 不等玄子清逃顿 无尽星光垂落 阮星天神色大势激动 在他眼里 玄子清已经必死无疑 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生还 然而 这一刹那 一道剑光顺闪而过 第138章页 星鱼初见白光一闪 阮星天不知道那道剑光从何而来 他只觉得 那一剑似乎跨越了时空 他悍然斩向天穷 所过之处一切归迹 崔枯拉朽般斩断了漫天星辰 阮星天看到 自己身边缭绕的仙灵力 顿时沉寂了下去 一颗颗璀璨的星辰 顿时变得暗淡无光 失去了一切光芒 他愣住了 这一剑何等朴实 又是何等强绝 阮星天陷入了强烈的震撼当中 甚至他忘了 这一剑是展向他自己的 等他反应过来 刚想再惊叹一句时 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 他疑惑地低下头 然后看到了自己 飙着鲜血的脖梗 是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就已经伸手易触了 阮星天的头坠落在地 他瞪大着眼睛 即便到死 也没有想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谁出的剑 我怎么死啊 我 死啊 阮星天 折服许久 自称先皇中期 其实已经在先皇后期 敬营了百十年 他不是黑无极那样 形式张扬的蠢货 他深谋远虑 他暗藏野心 他想要称霸东陵州 成就东陵州第一皇朝 但是他突然死了 甚至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阮星天 先皇后期 祖 死不明目 至于玄子清 他也挺猛的 咋回事啊 我还以为我凉了呢 怎么这家伙突然被一剑消首了 玄子清回忆着 刚才从他身后袭来的剑光 只觉毛骨悚然 身上一阵凉意 但是他又觉得 那道剑光 好像有些眼熟 等等 为什么 为什么那一剑这么像大眼梵天 大眼梵天剑 那是夜天帝所创的剑法 常人不可能袭德 难道 难道星鱼的记忆恢复了 玄子清猛地回过头 然后看到正缓步走来 一脸冰冷的夜星鱼 这时 岳正阳和李中庭等人已经到场 他们之前刚打算舍命去救玄子清 但是却被一道剑光吓退 而现在已经用不着了 甚至他们只敢远远站着 根本不敢靠近玄子清 或者更准确来说 是他们不敢靠近夜星鱼 太恐怖了 一剑灭杀阮星天 阮星天的实力 他们都见到了 那可是先皇后期的绝强者 结果竟然被一剑秒杀 先皇巅峰 那必然是先皇巅峰 所有人都陷入了无比的震撼当中 他们哪里敢想啊 那个一副傻白甜的样子 一直跟在玄子清身后的小丫头 他竟然是先皇巅峰的强者 所有人都大受震撼 完全不敢出声 在他们看来 夜星鱼恐怕是那种正在体验 红尘的老怪物 而且 他那恐怖的剑法 明显与玄子清此前所展示的同处一脉 他们合理猜想 大胆推断 夜星鱼恐怕是玄子清的师父 叫玄子清师父 怕不是只是在体验身份反转 这也是红尘历练的一部分 又或者 他其实是玄子清的护道者 只是有些奇怪的恶趣味 总之 当他看到玄子清遇险 这才悍然出手 暴露了真实实力 高人隐于身边而不知 月正阳心里慌啊 他这几天 小丫头小丫头也没少叫 这要提前告诉他 这丫头是先皇巅峰的强者 给他几千几万个胆子 他也不敢这么造词啊 李中庭 张成龄等人 就更是害怕了 他们现在就跟木头人一样 不敢说话 不敢喘气 连动都不敢动一下 至于九宫八卦阵外的魔皇角尼 他的眼睛都快瞪出眼眶了 没人比他看得更真切了 他一直盯着阮心天和玄子清 他看着阮心天悍然出手 眼看着就要得逞 然后一个平平无奇的女孩 若闲停信步 缓步而至 那女孩手腕轻轻一抖 煞时一片见光扫过 然后阮心天就没了 角尼愣住了 我 我真的没看错 那是幻阵吧 一定是幻阵的作用 但他欺骗不了自己 他身为魔皇巅峰层次的强者 能够明显感知到 方才那股庞大的先灵力波动 那是不可能伪装的 所以他看到的都是真的 先皇后期的阮心天 被一剑灭杀 角尼瞳孔失神 他赠颂自语这实力 先皇巅峰 一定是先皇巅峰的强者 而且还是离先尊指差灵门一脚了 角尼的身子 止不住地发抖 他久违地感觉到了畏惧 那是一种死亡的预感 他觉得自己很可能不是那女孩的对手 要逃跑吗 不行 角尼瞳孔血丝密布 他咬了咬牙 最后没有逃跑 圣尸还没有死 他掌握着失传的阵法 无论如何 都要在他成长起来之前 将他灭杀 绝不能留他活口 一旦他成长起来 甚至将阵法传授给其他人 他对仙魔大战带来的影响 绝不是区区先王先皇能够比的 杀他的重要性 甚至远比杀一个仙尊来的重要 他必须死 而且 要是天魁大人 知道我这样就逃跑了 我肯定会比死还要凄惨吧 我不能跑 角尼这般心想着 心意已决 那女孩是先皇巅峰修为 虽然与我相同 但是她有阵法加持 而且剑法看起来极为高深 硬拼我绝不是她的对手 但从她手下逃脱 应该不难 而圣尸只有先皇巅峰修为 我轻易就能将之灭杀 所以我要以最快的速度 瞬间冲进去灭杀圣尸 然后立刻转身奔逃 只要冲出了阵法 即便是那女仙 也不可能追得上我 角尼心里如此盘算着 很快做出了决定 她露出一抹狡黠的宁笑 看向玄子清的目光中 满含杀意 她身躯逐渐魔化 从原先的人形 变成半人半兽 太古凶兽的血肉之躯 逐渐显化 她小腿肌肉隆起 骤然发力 像是一颗魔气缭绕的炮弹 促然射向毫无防备的玄子清 好跃众人当中 唯有岳正阳 先一步感受到了 那股庞大的魔气 他想要提醒 想要出手救助 但是双手双脚 却都不听使唤 颤抖着无动于衷 那股魔气太庞大了 对方是魔皇巅峰 而他只是先皇中期 境界的差距 压制着他的行动 岳正阳只能大吼着 急忙提醒圣尸大人 快闪开 然 为时已晚 一道黑光冲入了阵法 直奔玄子清而去 第139章剑斩魔皇 叶星宇袒露真心黑光 促然袭来 那就像是一颗 缠绕着滔天魔艳的允星 从天而降 无人可挡 毁天灭地 所有人都已经反应过来 但也都无力阻拦 这一刻 时间像是静止了下来 他们心里顿时填充着 无尽的惊恐 慌乱 以及绝望 圣尸给昊月皇朝 带来了太多的避意 太多的奇迹 五行困杀阵 先王斩先皇 五行八卦阵 百人合击阵法 万人合击阵法 九宫八卦阵 修改功法 圣尸所做的这些 彻底挽救 并改变了昊月皇朝 可以说 现在昊月皇朝每一个人 都将玄子侵奉若神明 他们已经离不开圣尸 甚至这段时间 他们昊月皇朝的变强 都有些忘乎所以 他们觉得 按照这个势头下去 昊月皇朝用不了多久 就能成为东陵州第一皇朝 但是当这一刻 黑光砸向玄子侵的时候 他们绝望了 就像是从云端跌落深渊 那是一种最为深沉的绝望 刚刚获得了没多久 很快就要彻底失去了吗 不可以 这一瞬间 无论是李中庭 张成林他们 还是那些 翘首以盼的昊月士兵 甚至月正阳 都强行冲破了魔皇的威压 击碎了内心的恐惧 他们多想 为玄子侵挡下这一招啊 哪怕是 牺牲他们所有人的性命 只要换圣士一命 那就是值得的 他们做不到 境界与实力的差距太大了 他们从未体验过 这种绝望的无力感 什么都做不到 什么都来不及 他们的意识沉入了深渊 一切都变成了一片灰暗 直到 白光一闪 所有人都 重新仰起了头 他们看到一道 刺目的剑光 挥向天穷 那就像是一道 无比夺目亮眼的白红 闪耀着金氏的灰光 夜心于神色清冷 有种不食烟火的感觉 仿若折仙 他像是从上谷走来 从容不迫 信手一剑 漆黑的允星 促然袭落 清冷的女子 向天挥剑 强烈的反差带给 在场所有人 无与伦比的感官刺激 他们心里都期待着 期待夜心于能够赢 甚至只要拦下那魔皇 争取一点时间就行 但是这太难了 那么朴素的一剑 怎么可能挡住魔皇 然而 唯有黑色允星之下的玄子清 他终于放下心来 微笑着长舒了一口气 因为只有他知道 夜心于初见的那一刻 他就安全了 剑光朴实无华 带着吹竹般的凌厉剑风 以及清脆的剑笑之音 若白鞠过细 顺闪而过 似乎没有掀起丝毫波澜 月正阳等人垂下了头 他们眼眶中泪水泛滥 痛苦难以自意 然而下一瞬 他们却忽然看到 那半空中的黑色允星 竟是忽然从中剖开 然后 分成了两半 啊 怎 怎么回事 是我看错了吗 咦 一定是我瞎了吧 是梦 肯定是梦 但他们很快反应过来 那不是梦 那是真的 那平平无奇的一剑 将气势汹汹的魔皇角尼 直接就斩成了两半 角尼甚至都没反应过来 连遗言都没说出口 就陨落当场 月正阳 李中廷 还有张成林等人 直接就哭了出来 那叫一个热泪盈眶 老泪纵横 他们一个个喜极而起 满心激动 没什么比圣师活下来 更让人兴奋的了 但滑稽的是 他们不敢哭出声 一群大老爷们捂着嘴 跟饭错的小女孩似的 愣是红着眼 任凭泪水洒落 但却不敢哭出声音 因为这事他们都发现了 那初见的女孩 哪里是什么先皇 那分明就是先尊 长这么大 就连月正阳 都还是第一次见到先尊 她顿时就怂了 大气都不敢喘一个 场面一时变得无比尴尬 至于始作俑者的叶星渝 则是根本没有管周围 被吓得憋气的浩月众人 他拉起玄子清的手 身形一闪 两人煞时间消失无踪 不知去往了何方 众人终于可以放松下来 他们大口喘气 面面相去不知所措 最后还是 月正阳痴痴道总 总之 呃 我们 要不 要不先收兵 见到先尊后 他连皇帝该怎么说话 都不会了 而另一边 叶星渝带着玄子清 一下子就顺移到远处的 一座高山之上 玄子清率先开口 你的记忆恢复了 叶星渝点头道 嗯 玄子清没有听到系统的提示 所以他可以断定 叶星渝的记忆 恐怕是占据了主导 但他还是想亲口问一下 所以 你现在是叶星渝 还是叶出血 叶星渝 玄子清闻言 失落地垂下了头 但他还是不死心 因此追问道 既然你是叶星渝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 叶星渝没有去看玄子清 他沉默了片刻 自顾自说到 你知道我的身份 我是叶家的先祖 叶出血 他只是我的一道先灵 我让自己的一道 先灵转世 一是为了在复苏前 了解这个时代 二是为防复苏发生意外 所以 提前留了个后手 但我没有想到 你会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叶星渝思绪了片刻 继续说道 其实我在数日之前 就已经逐渐恢复了记忆 我想要回到叶家 他们尚在与魔族争锋 他们需要我 但是我又舍不得你 我知道你会阵法 更知道 你绝对会因此成为 魔族的眼中钉 这一次 角尼亲自独占 以我的了解 如果阮星天失败 他必然会亲自出手 必要亲手抹杀你的存在 所以我不放心 才留在了你的身边 我救你 不是因为叶出血 而仅仅 只是因为你不一般 或许 你就是那个 能将魔族彻底赶出仙域的人 玄子清神色有些落寞 他知道了 叶星渝虽然在意他的安危 但他始终是叶星渝 不再是之前的叶出血了 玄子清深呼了一口气 低声到那 现在事情都解决了 你一定要急着回叶家了吧 不料叶星渝 却是沉默了一会 摇头道不行 我还不能放心你 你的实力太弱了 嗯 我 我是只像你这样的 震道天才 绝不能就这么陨落了 保护你比回叶家更重要 玄子清文言眉毛一条 他听出来了 叶星渝还是在乎他的 他身上还有 叶出血的影子 二者融合在了一起 叶出血并没有就此消失 玄子清笑了 他势然倒行了 只要你真心 以叶出血的身份与我相处 不要泯灭那段记忆 我就满足了 你放心回去吧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叶星渝文言几番惆怅 但玄子清都这么说了 以他的性格 自不可能死皮赖脸 至于叶出血的那段记忆 他本想在和玄子清分别后 就将之抹除 但他现在不这么想了 那就 留着吧 叶星渝微微一笑 点头道师父 好好保重 话音落下 一道鲜光炖气 瞬间消失在了天际 玄子清目送叶星渝离去 就在此刻 他的脑海里 又忽然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叮 恭喜宿主 与弟子叶出血相聚 奖励修为先皇之境 第140章晋级 先皇巅峰 当叶星渝认可了 曾经身为叶出血时的记忆 系统的天生如期而至 玄子清心中一喜 先皇巅峰的气息骤然爆发 落月高原 九宫八卦阵残骸 阵法并非被剿泥冲破 而是被叶星渝那一剑的余威给斩碎 好在八卦阵姬与八大领宝都并未毁坏 只是中共的阴阳阵盘与领宝 都被那一剑的余威给摧毁 月正阳率领重将 正在清理九宫八卦阵的残骸 顺带回收有用的物资 他们一个个默不作声 充满了震撼 即便这一战大胜 即便他们以十万军队 歼灭了联军的百万大军 即便他们诛杀了四大先皇 甚至是魔皇脚泥 但他们脸上却没有半点惊喜 反而是写满了惊吓 先尊 那可是先尊强者啊 整个东陵州 最强不过先皇级强者 而那可是一位先尊 他可是 能以一己之力 征服东陵州的存在 而那样的存在 竟然此前一直跟在玄子清旁边 满口师父师父 他们已经不敢想下去了 所有人都是一副木然的样子 直到玄子清归来 玄子清气喘吁吁 行到夜心于饭的着跑那么远吗 害得他险些迷路回不来了 等到回到落月高原 玄子清看着众人的神情 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 岳正阳正麻木地指挥着众将 然而 他眼角的余光 却忽然瞥见了 缓步走来的玄子清 咦 圣诗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怎么没察觉到 不对 圣诗身上这股气息 岳正阳脸色骤变 随即转变成了满面震索 他发现 自己看不透圣诗了 但他隐隐能感觉的 圣诗的修为 已经比他高出了许多 现在他要是和圣诗交手 恐怕连一招都没法撑过去 这太可怕了 但岳正阳同时也发现 叶昕渝不见了 岳正阳强压下惊恐的心情 询问到圣诗大人 那 那位仙尊前辈呢 玄子清略一思索 叶昕渝的身份不好解释 毕竟这涉及太多隐秘 于是他含糊其词地解释到 角泥魔皇已死 他已经先回神剑州了 岳正阳瞳孔皱缩 玄子清此话一出 他立刻挠不出了二人的身份 神剑州 先尊 一剑灭杀角泥魔皇 果然 玄子清和叶昕渝 都是神剑州神剑门之人 而就他的猜测 之所以叶昕渝之前掩藏实力 恐怕并非刻意 而是叶昕渝借助某种秘法 封印了自己的修为和契机 他二人来到东陵州 其目的就是悄悄杀死魔皇角泥 先尊大人自封契机 因此 魔族前线并没有察觉到他的离开 而他潜伏在东陵州 戒圣师大人又引魔皇角泥 之后忽然抱起 击毙了角泥 等到魔族反应过来 那时角泥已死 先尊大人也早已率先 回到了神剑门 这样一来 魔族就只能咽下这个哑巴亏 定是如此 岳正阳没有在质疑什么 他觉得自己已经猜出了真相 只是这样一来 先尊大人注定要离开 没法忽悠他好悠皇朝 属实可惜 如果叶昕渝尚在 那他好悠就可轻易收复师徒 甚至将所有魔族都赶出东陵州 不过现在也不是问题 有了圣师传授的功法和阵法 昊月皇朝将引领整个东陵州访攻 假以时日 必能将魔族势力驱逐出东陵州 只是不知道圣师大人会不会走 这一点让岳正阳很是紧张 岳正阳抿了名嘴唇 询问到那圣师大人 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玄子清看出了岳正阳的顾虑 他淡淡笑道放心 我会暂留在昊月皇朝 我还需要你们 帮我探查其他三位弟子的消息呢 在找到消息之前 我会先帮你们重整昊月皇朝 收复东陵州 到时候昊月的人力更多 探查消息也会更加方便 岳正阳闻言一喜 脸上挂满了笑意 而那些默不作声的将士们 其实也在偷偷凝神窃听 他们听到玄子清要留下时 心里也是再兴奋不过 岳正阳长舒了一口气 一阳手到诸位 我们班师回朝 第141章天魁震怒 先到反攻半个月后 天魔周 天魔大殿 天魁高居地座之上 神色冷峻 自从角尼暗中 前往东陵州 已经过了近一个月了 他中途曾经传回过一次消息 声称见到了有人能使用阵法 所以 是要将其抹杀 但再往后 就杳无音讯 使用阵法 天魁是不幸的 他率领魔族 为了废除先祖阵法传承 费了多少功夫 天魁完全可以确信 先祖不可能还拥有阵法的传承 而角尼言称 那个使用阵法之人 竟还是在东陵州看到的 天魁心里发笑 东陵州 那是什么偏僻的小地方 所谓的1808皇朝针锋相对 听着很大气 其实全无意义 东陵州灵气稀薄 境界顶天 也只有先皇 甚至先皇巅峰都没有一个 这种地方出现阵法传承 很显然是角尼在吹嘘框片 估计就是想在东陵州 快活一段日子 毕竟角尼修为魔皇巅峰 在东陵州 无人可以匹敌 他可以肆意在东陵州 胡作非为 没人能够拦住他 天魁原本是这么想的 直到一周后 角尼杳无音信 天魁传书于他 他也毫无回应 天魁觉着不对劲了 于是派人前去东陵州一探 这时 探子归来 禀报魔主 东陵州变天 黑羽皇朝与新斗皇朝大军全面 上道当朝皇帝 下道士卒无意生还 如今昊月皇朝鼎盛 正在收复东陵州 天魁拍案而起 神色要多震怒有多震怒 你说什么 角尼那家伙呢 他不是人在东陵州吗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那探子慌张到角尼 角尼大人 已然亡于东陵州 天魁瞳孔咒缩 什么 怎么可能 东陵州怎么会有能击杀他的存在 探子回到 根据东陵州吐着所述 似乎有先尊级别的强者 悍然出手 瞬间秒杀了角尼大人 天魁愣住了 先尊强者 无论是魔尊还是先尊 都只有十指之数 每一个都是报的上名来的 什么时候 东陵州也有先尊强者了 开什么玩笑 天魁冷声问道 那先尊强者有何特征 探子不知 只是告诉天魁 那先尊强者用的是剑法 据说还是个女子 天魁神色更加疑惑了 她没法在先祖已知的先尊里 找到任何对应的存在 天魁现在就很迷 完全摸不清头脑 东陵州突然出现了一个女先尊 还有阵法的传承 甚至角尼陨落于此 一切的一切 都发生得太突然了 天魁沉默良久 冷声问道 那阵法传承者和先尊强者 现在人在何处 探子回禀阵法传承者 仍在昊月皇朝 协助收复失地 而那位先尊强者 先一步离去 去往的方向 似乎是神剑州 天魁目光一宁 且不论那先尊强者 到底是何身份 他竟然能够放心 让阵道传承者 独自留在东陵州 这是机会 天魁深知阵道的恐怖之处 他无论如何 也不能容许阵法传承 重见天日 必须杀死那个传承者 他不过是先王境界 轻易就可抹杀 但是 那个先尊强者 真的离去了吗 天魁并不放心 既然那个女先尊 能遮掩契机 袭杀脚捏 那自然可以再来第二次 所以保险起见 想要杀死那阵法传承者 必须得让魔尊强者出马 对方只是个先王 即便有先尊保护 但只要魔尊强者 能够靠近于他 那么战斗的余威 就足以将那阵法传承者 给完全抹杀 甚至天魁 都想亲自出手 因为阵法的传承 一旦现世 那将彻底改变 先魔战场的格局 天魁无论如何 都绝不能容许 这种事情的发生 绝不可以 他正打算 调动魔尊强者 前往东陵州 然而天魔大殿内 又是一探子来报 报 什么事 回禀魔主 仙道忽然一改颓势 大局反攻 天魁神色一致 惊怒到怎么可能 他们哪有这个余力反攻我们 探子回到回魔主大人 据说是因为 仙道四大势力实力大增 炎火周 肖家出现一位绝世强者 名为肖宇 他的实力 位于先皇巅峰 岂能掌控一伙 铜镜内魔族无人可敌 雷周 雷鼓同样有一天 骄忽然现世 名为林炎 他也是先皇巅峰实力 岂能驾驭雷电 并且拥有无比强横的体魄 也是同静无敌的存在 仙霞周 秘宗也有一位妖孽出世 名为朱青云 他袭的秘宗失传绝技 紫姬魔童 眼中紫光溢出 先皇无人可敌 而神剑周 更是忽然多出了一位先尊强者 据说是神剑门祖师爷 是太古时期叶家的后辈 神剑门在先尊强者的率领下 反扑魔族 甚至他们还掌握了失传的阵法 让我们前线伤亡惨重 听到这里 天魁坐不住了 阵法 神剑门祖师爷 他一下子就判断了出来 那所谓的神剑门祖师爷 并非他人 正是那位在东陵州现身的女先尊 而阵法从何而来 也无需多想 必然和那位留在东陵州 昊月皇朝的圣尸有关 怪不得那位先尊强者 会放心阵道传承者留在东陵州 原来他早就准备好率众反攻 仙道增加了一位先尊 那么现在先魔二道 明面上的先尊魔尊就 都是八位了 高层实力已然持平 所以 天魁根本无暇 再抽出首派魔尊去击杀玄子清 可恨 可恶 天魁急啊 他迫切想要杀死玄子清 然却没有人手 而恰在此时 一身赤衣的魔族将军 来到天魔大殿 他脖梗处 有一道猙獰的伤口 脸上攀附着火焰般的红纹 那是化作人形的日镖 日镖咬牙怒道可恨 我的火焰 居然敌不过 炎火中那小子的一伙 要不是我在下界 被砍掉了一个脑袋 实力跌落 怎么可能会打不过他 并未回话 他打量着日镖 如果心里有了个主意 日镖因为修为倒退 所以在仙魔战场上不受重视 即便他脱离战场 也无人会察觉到 那么 不如就派他去解决那正道的传承者 第142章 《昊月皇城》 日镖寻仇日镖 正是那个在下界 被玄子清砍了一个脑袋的太古凶兽 他原本的实力是魔皇巅峰 但是下界与仙界规则不同 他的实力 当时仅能保持在先王初期 因此 被玄子清砍掉了一个脑袋 日镖也从而实力跌落 只剩下先皇后期的水平 天魁已然知晓 那女仙尊确实不在东陵州 已经身在仙魔战场 而现在昊月皇朝最强者 只有一个先皇初期 和一个先皇中期 这根本保护不了 只有先王境界的玄子清 即便日镖实力跌落 想要杀死区区一个玄子清 也是轻而易举 天魁如此盘算着 决意已定 日镖 本魔主交给你一个任务 日镖愣了愣任务 天魁冷声道 东陵州杀一个人 那人是昊月皇朝圣尸 只有先王境界 他拥有镇道传承 此前还有先尊保护 不过现在他的身边 只有两个低级先皇 所以 你完全能够将之抹除 日镖闻言一喜 这活儿好干啊 去东陵州那种破地方 根本没人是他的对手 只要不被先到前线的人察觉 他想怎么胡作非为 就怎么胡作非为 而且 要杀的目标 还是个区区先王 简直不能更轻松一点了 天魁守扶着地座 语气冷漠这一次 你总不会再失手了吧 月镖拍着胸脯 笑道 魔主大人放心 这一次哦 一定完成任务 不就 东陵州 浩月皇城 月镖幻化人形 浑身裹着黑袍 以斗力遮面 他虽然脾气暴裂 形势莽撞 但也不至于吃傻 隐藏身份 这种事情 他还是懂的 现在的东陵州不同往日 短短半月时间 浩月军队所向披靡 他们摧枯拉朽般 捣毁了魔族残余的势力 将魔族多年来的耕耘 尽数毁灭 眼下先到反攻 魔族必须聚焦前线 他们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 再去管东灵州 因此日镖绝不能轻易暴露身份 否则万一先到那里 派出一两个先皇巅峰强者 来处理他 那就不好收场了 日镖打量着如今的浩月皇城 直到来到皇宫前的广场处 那里有一座雕像 雕像中的人 见眉心目 鹦鹉不凡 日镖整个人煞石僵住 他认的那家伙 是他 在下界砍了老子一个头的家伙 现在就在这浩月皇城 日镖怒不可遏 周围店铺的莲幕 都被他的气息掀了起来 甚至有些小摊 都整个被他吹飞 日镖赶忙 强压下怒火 避免魔器泄漏 他走到一家店铺前 与其威胁告诉我 那雕像是何人 店主历历微距 惊慌到回 回前辈 那是我浩月圣师大人 日镖目光一宁 圣师 天魁大人交给他的任务 不就是击杀圣师吗 原来如此 怪不得 怪不得啊 日镖联系前因后果 一下子就想通了 他在下界的时候 就觉得这家伙很势不凡 还特意将此事 禀告了天魁大人 天魁觉得 玄子青将来必定获释 因此让手下搜寻情报 找寻玄子青的所在 可惜并未找到 因为玄子青境界尚且低微 即便身为妖孽 成长起来 他也至少要千百年时间 所以天魁并未着急 一旦玄子青实力起来 那么名望也会更胜 届时想要找到玄子青就简单了 只是无论是日镖还是天魁 都并未想到 玄子青竟然这么快 就在仙域掀起了波澜 而且结合他的下界出身 更是让日镖有了猜测 所以 仙道的人把阵法最后的传承 藏在了下界 而这家伙之所以能在下界 破镜先王 必然是由传承中的资源 帮助晋升 日镖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但更多的则是狂喜 没想到天魁大人交给他的任务 正巧是让他报仇血恨 这真是再好不过了 日镖狂笑 魔气滔天 气浪先翻了周围的店铺 变得一片狼藉 那店主惊恐万壮 他发现了 眼前居然是一位魔族强者 日镖不再隐瞒身份 他掐着店主的脖子 冷声问道告诉我 圣师在哪 店主满心畏惧 但他却始终闭口不言 因为圣师大人是整个 浩月皇朝的救世主 他绝不能出卖圣师大人 然而此时 店铺的内屋 忽然有个小女孩走了出来 爹店 爹店 发生什么事了 日镖见状嘴角咧开 露出了猙獰残忍的笑容 不 不要 别伤害我女儿 店主同仁中血丝密布 整个人陷入了狂怒之中 但他却无力反抗 日镖阴险地笑道 告诉我圣师所在 我就放过你的女儿 你 店主眼角流出血泪 他根本没法取舍 一边是拯救了浩月的圣师大人 一边是自己最亲爱的女儿 圣师大人 是他们所有人的救命恩人 但他又身为一位父亲 背叛浩月 和背叛女儿 二选一 这太让人绝望了 店主痛哭流涕 最后低垂着头 低声道我 然而他话音未落 轰 一声轰然巨响 一道身影 自沉烟中现出身形 从漫天尘灰中传来的 是玄子清冰浪 而细血的低欲 这不是老熟人 断头狗吗 刚一听到这个声音 日镖立刻就反应了过来 那是玄子清 是在下界砍了他一个头的家伙 是他最大的仇人 日镖暴怒 他刚想掐断那店主的脖子 起料月正阳和李中庭 早已悄然绕后 他们趁着玄子清 吸引日镖的目光 已经赶忙救下了店主妇女二人 然后抽身飞退 日镖愿毒的目光扫过二人 将他们的面容暗暗记下 他没有立刻还以颜色 而是直奔玄子清而去 没有什么比找玄子清报仇更为重要 日镖没有思考 为什么月正阳和李中庭远远撤离 为什么他们没有保护玄子清 他只知道玄子清现在孤立无援 日镖嘴角牵出一抹猙獰的狂笑 即便受伤 他也是先皇后期的强者 而玄子清只有先王巅峰 一万个玄子清都不会是他的对手 哈哈哈哈 今日我倒要看看 谁才是真正的断头狗 去死吧 然而这时 玄子清平静地抬起头 他露出了一抹从容的微笑 淡淡倒说的就是你啊 断头狗 剑光 一闪而过 第143章 剑斩日镖剑光一闪 日镖神色不屑 根本没有低防的意图 他甚至直接变回了原形 化作一条浑身如烈日煞白的恶犬 他可是太古凶兽 日镖常年在地心烈焰处修炼 可驾驭地心魔火 足迹到处 列地焦土 即便他少了一颗头颅 即便他的修为跌至魔皇后期 但寻常的先皇巅峰 都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区区一个先皇级的玄子清 他又怎么可能惧怕 直到剑气凌身 日镖在那一刹那 忽然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这 这是先皇级 不 是先皇巅峰 这不可能 日镖大惊失色 但眼下剑气凌身 他已经来不及做出反应了 灵力的剑光一闪而过 凶狠的魔犬 仍旧四足狂奔 只是他的三个脖梗处 切面光滑 上面空无一物 而两颗狗头在半空中打了个转 随即坠落在地 日镖猛了 身为太古凶兽的 不会因为断头而死 毕竟玄子清环没有先尊级那种 瞬间泯灭生机的能力 但这一刻 他知道 自己已经死定了 他的残躯一个量枪跌倒在地 很快失去了生机 而玄子清又是一道剑光斩过 他的一颗头颅被剑气劈碎 同样再无生机 日镖现在只剩下仅有的 一颗孤零零的狗头 他的魔魂技术其中 勉强能够活命 但他却无路可逃 玄子清微笑着 闲听信步走向日镖的狗头 他倾笑到断头狗 只剩一个头的滋味怎么样 日镖说不出话 他紧咬着牙 怒容满面 但求生欲迫使他不敢惹恼玄子清 他怎么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玄子清忽然有了先皇级的实力 甚至还是先皇巅峰 他不是刚刚才下界上来吗 这么短的时间 怎么可能已经突破至先皇巅峰 即便拥有太古的阵道传承 他也绝无可能这么快进击 如果可以的话 日镖甚至想立刻回去告诉魔主天葵 天葵大人想必会不惜代价 亲自出手诛杀玄子清 但是日镖知道 自己很可能活不下去了 玄子清一脚踩在日镖的狗头上 目光冷漠 事实上 早在日镖刚一踏入浩月皇朝的那一刻 玄子清就察觉到他的存在了 因为浩月皇城周围布下了大阵 一旦有魔族入内 皇宫内就会得到情报 只是玄子清没想到那是日镖 也没想到他居然会对一般民众下手 玄子清本是打算坐等日镖潜入皇宫 然后将其击杀的 结果街上出事 幸好他和岳正阳等人反应及时 不然恐怕会出人命 日镖被玄子清踩在脚下 神色屈辱 要杀便杀 你到底想做什么 玄子清能够从他的语气中听出畏惧 既然会害怕 那就好办 玄子清淡淡道 我想跟你打听一些事 你只要老老实实告诉我 我就饶你一条狗命 日镖冷笑道喝 你以为这种话我会信 玄子清语气 但莫我可是先道中人 不像你们魔族那般言而无信 说了 我会饶你一命 自然不会骗你 况且 你觉得 你一个手下败将 我有骗你的必要 日镖文言怒容满面你 但是他没有发作 因为他想要活下来 只要他活下来 回到天魔大殿 将玄子清的事 告知天魁大人 天魁大人 恐怕不仅不会怪罪于他 肯定还会重伤 所以 日镖选择得容然好 我相信你 你问吧 玄子清冷声问道 我在找人 你可有听说过 萧宇这个名字 日镖瞳孔骚 萧宇 他不仅听说过 他还刚刚才与之交过手 他此前回到天魔大殿 本就是打算跟魔主禀告 和萧宇交手一事 当时他的地心魔火 竟是被萧宇的一伙完全碾压 身为太古凶兽的日镖 本来即便面对先皇巅峰 也有一战之力 但当他与萧宇交手 却连三招都没撑过 就被打得狼狈而逃 玄子清看到日镖的神情 心中一喜 但语气却更加冰冷 你一定是知道的吧 老实交代 日镖剑隐瞒不住 只能老实到 萧宇是炎火舟萧家强者 是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 我只知道这些 炎火舟 玄子清嘴角勾起 终于 他终于得到了一个弟子的线索 玄子清又追问道 那朱青云和林炎呢 你有听说过吗 你想看那小说都在赤兔阁给你下载好了 替欧日镖想了想 随后摇了摇头 他觉得这两个名字有点耳熟 但是却想不起来 在哪听过 因为当初他到天魔大殿时 传令兵已经汇报完结果 虽然他在路上听到了声音 感觉并未在意 日镖形势鲁莽 才不会记住这些无关紧要的人名 玄子清见日镖的样子 不像说谎 他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随即松开脚 默然离去 日镖见状一喜 他还真放过了我 仙道的人果然都是蠢货 等我回到天魔大殿 将你的情况禀告魔主大人 你必活不过明天 到时候再看看 谁才是真正的断头 日镖的思绪 忽然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断 一只脚踩在了他脸上 那是月正阳的 日镖神色恍惚 诺侯道你 你在干什么 月正阳冷笑道喝 干什么 当然是杀你啊 不 你不能杀我 刚才你们说好了 只要我老是回答问题 就饶我一命的 月正阳语气冰冷 那是圣诗说的 所以 圣诗饶了你一命 但是我不能饶你信念 朕身为浩月国君 你七五镇的子民 朕怎么可能坐视不理 说着月正阳身舟 仙气流转 浩月凌空 玉龙飞舞 月正阳术法催动 调用全身仙灵 猛的一脚踩下 不 扑 日镖最后的狗头 猎成一滩血泥 哪怕他有魔皇后期的修为 但他毕竟只剩下一颗狗头 以月正阳的实力 诛杀他 也是轻而易举 日镖扶朱 葬身于浩月皇宫之前 月正阳与李中庭等人 安抚了下街道上的民众 随即反身回到皇宫 即便杀死了日镖 他们也并不开心 因为月正阳等人大概能猜到 圣诗 要走了 第144章 前往炎火州浩月皇宫 月正阳一脸颓丧 他来到玄子清身旁 低声问到圣诗大人 您 您是要离开了吗 玄子清威笑着点了点头 我本就是想要浩月皇朝 帮我找寻弟子所在 这次日镖竟然刚巧 自己把线索送上了门 我肯定是要去炎火州探一探的 月正阳神色落寞 他没有多说什么 因为他知道 自己不可能拦住圣诗 无论于情 还是于理 都不可能 玄子清健壮 拍了拍月正阳的肩膀 笑道 没必要这么赶伤 你也知道的 我不可能长留在浩月皇朝 现在你们学会了阵法 又习得了进阶的功法 浩月皇朝已经是 东陵州第一皇朝了 你们已经不需要我的帮忙了 况且 如果我再留在浩月皇朝 万一又有魔族强者 甚至是魔尊 过来追杀我呢 到时候不仅是我有危险 浩月皇朝 也要面临灭顶之灾 月正阳目光微宁 点头乘势 他确实考虑不周了 即便是为了圣诗大人的安全考虑 也不能让他再留在浩月皇朝了 让圣诗大人留在那里 那就是个活靶子 简直就是在告诉魔族 震道传承者身在浩月 请尽快来杀他 那样必然是不行的 月正阳掌护了一口气 随后释然到也罢 圣诗大人可是大帝之姿 当然不可能久留此处 圣诗大人放心 我会治理好心的浩月皇朝 关于您另外两位弟子的消息 我也会不断派下属了解 更多留意 如果有朝一日 浩月变得更为强大 我会率军亲自前往 仙魔战场的前线 为圣诗大人提供一份助力 玄子卿开怀一笑 好 你有这份心就很好了 我相信 浩月皇朝一定会变得更强的 不久后 浩月将士们大多听到了这个消息 他们一个个痛哭流涕 不舍得玄子卿离开 甚至有的还想拖家带口跟着玄子卿 做牛做马也在所不惜 但当然被玄子卿拒绝了 但这么多人不仅不利于他行动 反而有些累赘 甚至连慕容晴天和公孙望 都被玄子卿留在了浩月皇朝 因为他二人实力只有先王后期 这等实力在东陵州尚且能够入眼 但要是去往炎火州 就显得稀松平常了 为了他们二人安全考虑 玄子卿只能决定 先将他们留在浩月皇朝 好好消化功法 打磨实力 至于南宫清水 他的实力已经到了先王巅峰 离先皇境界也不远了 玄子卿本意也是想将他留下的 但南宫清水自认为蒲 死活都不愿意走 玄子卿无可奈何 只能决定带着南宫清水一同 四日一早 到了分别的时刻 上到岳正阳 下到寻常小卒 一个个都顶着个黑眼圈 显然都没睡好 而且 他们眼眶都红红的 就连张成林这种大老粗 大半夜都哭得梨花带雨 现在看起来憔悴了不少 岳正阳拿起一个卷宗 以及一把飞剑灵宝 开口到圣师大人 这是我从国库里找到的 炎火州千年前的地图 虽然可能与现在有些差异 但是想来 差别不会太大 我在藏书阁检索一页 大致对炎火州了解了几分 炎火州大多修炼火道仙法 他们尤为尚武 还擅长炼制灵宝 炎火州有五大家族 炎家 萧家 火家 焚家 黎家 起初是萧家为首 炎家未赐 但后来萧家逐渐没落 现在是炎家为主 其余三家三族鼎立 而萧家则是末尾 炎火州经常会举办比武大会 以及炼器大会 以大会的成绩 决定五大家族的位赐 而萧家根据书阁里的记载 他们连续数千年 都是双向道一 所以被炎火州当作笑柄 但这都是千年前的情况了 现在具体如何 我也不知 玄子清点了点头 微微躬身到谢国月兄 月正阳一脸惊慌 赶忙扶起玄子清 圣诗大人使不得 是我可是要折寿的 月正阳说着 又将飞剑灵宝 递与玄子清 道 这是我好跃皇朝珍藏的青云剑 因为东陵州先灵匮乏 不具备炼宝的条件 所以只能拿出这种灵宝 只要圣诗大人为其注入仙灵力 青云剑就会变大 并且能快速遇风而行 节省您在路途上的时间 玄子清接过青云剑 称谢道谢了 月兄有心了 一切交代完毕 月依依眼中含着泪光 将一枚雕刻成鸳鸯图案的玉佩 递与了玄子清 他看着玄子清 嘴唇吸动 心里万千思绪中 还是咽了下去 最后 月依依带着哭腔 低声到玄大哥 一路顺风 玄子清笑着摸了摸月依依的头 安慰道放心 我会平平安安的 日后有空的话 我肯定会回来 看你们的 说吧 玄子清转身离去 他将一滴精血滴在青云剑上 让灵宝认主 随后将仙灵力注入其中 青云剑吸收了玄子清的仙灵力 骑上的秀迹 顿时消失不见 整把长剑 骤然变得更长更宽 剑刃上足足可以占四五人的样子 玄子清 站在剑刃的前端 而南宫清水 则是立于他的身后 玄子清手解法印 一道青色流光 煞石划破天穷 整座昊月皇城的人 纷纷抬起头 上到皇宫内的众将群臣 下到皇城大街上的贩夫走卒 所有人都齐声高喊圣师大人 一路顺风 圣师大人 一路顺风 圣师大人 一路顺风 终于 玄子清的身影消失不见 整座皇城都落寞了许多 李中廷 张承林等众将气不成声 岳正阳强压下情绪 正色倒好了 都不要哭了 东灵州尚未收复 圣师大人帮了我们这么多 我们可不能丢了他的面子 我们要尽快收复东灵州 变得更强 然后率军去仙魔战场 找圣师大人 众将点头乘势 纷纷抹去眼泪 只是岳依依仍旧站在皇宫的栏杆处 眼神颓丧 岳正阳拍了拍女儿的肩膀 摇头道 父皇知道 你喜欢圣师大人 还将皇家的鸳鸯玉配给了他 但是你也知道 圣师是人中之龙 有大地之姿 能相识一场就是缘分了 不能再有更多的奢求了 岳依依失落地点了点头 他望向远处的天空 目光失神 下次相见 也不知道会是何时 第145章假扮兄妹 混入落日城岩火州 落日城 这里是岩火州的边陲小城 玄子清河 南宫清水在此歇脚 因为他们路途之中听闻 没有身份证明 是没法进入岩火州的一些大城的 岩火州身份证明 大体可分三种 其一 家族玉配 以五大家族为首 各卖分家 与其余中下卫家族位次 其二 身份令牌 五大家族将分发身份令牌的全线交由 各个城池的代理家族 只有确认身份后才可发放 其三 炼气师协会的段位徽章 同样能够证明身份 但是其中普通的身份令牌 只能出入一般城镇 像是岩火州核心的夜火城 普通身份令牌就无法通行 只有特别的供奉令牌 才可自由出入 而且在一般城镇内 身份令牌没法进入炼气室 炼宝房这样设施齐全的地方 有着诸多不便 而家族玉配和炼气师徽章 则没有任何限制 玄子清在落日城稍稍打探了一下 却没有听到任何与萧羽有关的消息 这里据仙魔战场的前线较远 又刚好位于前线后方 所以落日城可以说是与世无争 前线的消息也大多不会传过来 看来想要找到消雨 得去大一些的城镇 或者直接去沿火城 更加快捷一些 但是 我没有身份凭证 这就很难办了 南宫清水 看出了玄子清的忧虑 问到主人现在可是先皇巅峰 直接去个小家足鹿两手 不就可以拿到身份令牌了 玄子清摇了摇头 不行 我现在身份太敏感了 一旦附近有魔族的探子 汇报说 沿火周边垂小城 突然凭空出现一个先皇巅峰 那我的身份就必然会暴露了 届时魔族那边肯定不惜一切代价要杀我 现在我只能依靠自己的实力行事 万一遇到魔尊 甚至是天魁魔地 那我的安慰就很难保障了 玄子清捏着下巴 思索着说道 我不能暴露实力 所以得用炼器的方法 搞到身份凭证 而且名字也得遮掩一下 不如 就叫南宫子清吧 南宫清水 美目眨了眨南 南宫子清 玄子清笑道 这不是刚好可以扮演兄妹吗 你现在也快到先皇级了 再一口一个主人 我的身份就更加令人怀疑了 南宫清水还是没回过审可 主人 这 这不妥吧 玄子清微微一笑 倒没什么不妥的 一切大局为重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他顿了顿 嘱咐道 总而言之 你是南宫清水 是我妹妹 实力是先王巅峰 而我叫南宫子清 是你哥哥 实力则是先皇初七 你只要记住这些 就行了 南宫清水沉没了片刻 最后顺从道士的 主人 玄子清笑道 还叫主人呢 南宫清水文言红着脸 低声道好 哥 哥哥 玄子清满意地点了点头 刚打算带着南宫清水 去打听炼气情报 忽然 九楼外传来一阵嘈杂的交谈声 玄子清带着南宫清水音声出门 他们看到 门口有一赤膊大汉 正在张贴告示 而时刻们纷纷出门围观 壮汉高喊到先魔战场 急需大量武器 献明我们后方加急感知 并且挑选其中佼佼者 前往沿火城深造 为炼制更进一步的领保 炼气师协会近日忙于赶工 无暇顾及考核 县尾派罗日成三大家族招贤那事 诸位若是擅长炼气 可自行去三大家族报名 第一轮海选 由三大家族内分别进行 第二轮海选 则是三大家族一同测验 最后脱颖而出的千人 将授予炼气师协会的特别徽章 虽不代表炼气师断位 但拥有与地级下品 炼气师同等权限 而炼火城还给了落日成 共计三个研修名额 最强的三位炼气师 将直接前往炼火城协会本部 参与领保炼制 时刻们纷纷瞪大了眼 地级下品炼气师权限 这个权限的价值 玄子轻不明白 可他们一个个都清楚得很啊 炼气师分为天地玄黄四级 其中玄级与黄级 只能炼制普通兵刃 而地级炼气师 就有资格炼制领保 像是岳正阳基与玄子轻的 那把青云剑 就是一种飞行领保 而布置九宫八卦镇的九宫镇眼 同样也是领保 昊月皇朝国库所藏 算上九宫领保与青云剑 数万年来 也就那么十几件领保 而且还都是先王级的 地级下品的炼气师 就可以炼制先王级领保了 资源足够的条件下 一位地级下品的炼气师 少则三天 多则一月 就能炼出先王级的领保 也就是说 整个昊月皇朝的储藏 不如一个地级下品 炼气师一年的作品 可见地级炼气师的价值 虽然这脱颖而出的千人 只是获得同等权限 但对于偏安逸于的 落日成炼气师而言 这份名号 就已经足以让他们 赚得盆满钵满 时刻们看得眼睛都直了 口水险些都流了下来 但是中间 有人给他们泼了盆凉水 散了吧散了吧 肯定又是三大家族内斗 想什么呢 三大家族代理昭贤 但我们谁能从三大家族 那里拿到名额 别痴心妄想了 话虽说得难听 但其实他并没有说错什么 炎火州宗门教派极少 各大家族却是无比鼎盛 主要是因为 炎火州是炼气炼宝的大州 很容易发展出家族产业 各大家族都想兜售先兵领保 做大做强 而且他们内卷严重 炎火州的人性子质 不会整那些阴险的手段 各大家族 为了掌握比别的家族 更好的削落 于是不断精进自家传承 磨练更强大的炼制技巧 所以 他们各自都掌握着 优秀的炼气传承 而寻常散修 则得不到全面的炼气知识 水平和大家族相比 就差了许多 正因如此 从大家族手上夺得名额 这压根是件不可能的事 食客们默不作声 虽然不愿意开口认同 但其实一个个都心知肚明 果然 还是老老实实去过 自己的小日子吧 食客们散去 只有玄子清和南宫清水 留在告示之前 玄子清目光灼灼 低声自语三大家族 周家 李家 还有 萧家 不能放过这次机会 第146章恐怖一箭 震撼全场食客们 一哄而散 玄子清拉住了 方才抱怨的那位散修 询问到这位道友 敢问这萧家 可是夜火成萧家 散修文言一愣是 这里的萧家是知脉 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 玄子清微笑着解释道 我们是神剑州的 初来乍到 对炎火州不甚了解 散修文言点了点头 虽然他神色有些惊讶 但并没有露出多么稀奇的表情 最好看的小说 竟在赤兔隔替 欧神剑州 对于东陵州的月依依而言 是高不可攀的神秘之地 但至于同样 临近仙魔战场的炎火州 显得就没有那么高贵了 散修只是挺好奇的 神剑州的人 怎么会突然来炎火州了 玄子清又追问道 敢问道友 可否告知我们肖福所在 肖福 你问这个干什么 散修愣了愣 疑惑到你该不会想去参加海选吧 玄子清点了点头 实不相瞒 我此心本就是为了 学习炎火州的炎制之法 那散修更惊讶了 你不是神剑州的吗 你还会炎气 玄子清心念一动 断月突然出现 我被剑修 剑者为本命之物 契合自身的配剑 极难寻的 所以 自己炎剑更为高效一些 散修大致懂了 他以专业的眼光 打亮了一下段月 惊讶的目光 更是异于眼表 这件 我竟然看不透 明明只有先王器的契机 但是材料和工艺 我竟然都无法窥探分毫 散修看不真切 但他大受震撼 毕竟他练气千百年 要说像这样 完全看不透的兵器他 还是第一次见 或许这就是 不同的练气体系 带来的差异吧 散修扶起道 是我浅薄了 果然练气一道 尖身晦涩 修行路慢慢 任重而道远啊 这话说的 反倒是玄子清有些梦了 怎么回事 段月不就是一把先王器吗 至于这么震撼 要说 他有什么特别的 大概是他是由系统赠送的 等等 玄子清这么一回想 察觉到了异常 一来系统赠送的兵器 恐怕不会这么简单 二来 他可是用段月 杀死过魔皇日标的 段月是先王器 而日标是魔皇后期 而且日标是太古凶兽 其血肉远比鲜铁更为坚硬 但段月却毫发无损 甚至连个窝口都没有 这显然不正常 玄子清在小说里见过 有大能可以万物一见 一颗草斩断星河 但那一株草 在承载过大能的力量后 最后必然会灰飞烟灭 所以 即便当时它比日标实力更强 但段月无伤 也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段月 有问题 玄子清见状收起了段月 他心里沉思 看来要给自己重新锻造一把鲜兵了 炎火舟的人都是行家 万一被他们差距到段月的一些秘密 那就不好了 那散修回过神 尽管段月让他大受震撼 但他依然不看好玄子清 道友 不是我看清了你 只是尽管 你这仙兵工艺独特 但是他的气息 确实只有仙王水准 我也没有从中感受到 特别的仙道法则 这要和大家族那群人相比 恐怕不够看啊 玄子清并未介意 他神情淡然 从容到无妨 我此行的目的只是学习 如果连海选 都过不了 那自然不该好高骛远 应当再继续前修一阵 散修文言心生佩服 道友豁达 真的 这份对炼起一道的赤子之心 无辈不如也 散修心服口服 为玄子清指引了萧府所在 玄子清领着南宫清水 二人辗转许久 来到了萧府门前 萧府站得辽阔 如果不论建筑的华贵程度 其规模甚至不输给浩月皇宫 门口的卫兵神色轻松 丝毫没有紧张戒备的意思 一来各大家族在炎火舟地位崇高 寻常人根本不敢招惹 二来炎火舟之人 大多性子直来直往 他们也没有提防鼠辈的必要 玄子清来到萧府门前 尽管炼起师协会刚派人发布公告 但却压根没有人来萧府参加海选 大多散修都心知肚明 他们很清楚 自己几斤几两 既然不可能争得过大家族 那当然没必要浪费这个时间 玄子清行至守卫面前 说明来一道友好 我是来参加炼器海选的 守卫歪了歪脑袋参加海选 他语气不屑 傲慢到兄弟 你炼器师协会的段位 徽章都没有 怕不是来捣乱的吧 玄子清解释道 我和小妹自神剑舟而来 出来乍到 并无徽章 扑 守卫一个 没忍住笑出了声 两个守卫面面相去 调侃到他说自己是神剑舟来的 神剑舟的人来 我们炎火舟 而且 还参与炼器考核 两个人捧腹大笑 这是他们几十年来 听过最滑稽的笑话了 然而 正当他们笑得正嗨时 一道剑光煞石闪过 朴素的剑光贴着他二人的面颊 瞬息掠过 那一瞬间 守卫似乎看到了 剑光里酝酿着漫天星辰 包拢着大千世界 融合了诸天万象 一剑之威 净恐不如斯 虽然 只削断了他们几缕头发 但是这对他们的震撼更为强烈了 嗯 这 这力道的掌控 这股剑业 门卫惊慌失措 这一刻 他们知道了 玄子清说的 恐怕都是真的 至少他确实是神剑州 来客无遗 除了神剑州 还有哪个地方的仙人 拥有这般可怕的剑法 作者赤杜哥PS 喜欢小说的欢迎访问Tom 而且他二人 都是先王后期的修为 根据这一件的判断 玄子清少说 也有先王初期的实力 这是他们不能招惹的存在 门卫赶忙连声道歉抱歉 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恳请这位前辈谅解 玄子清并未在意 他在来之前就听说过了 炎火州的人心直口快 形势直来直往 因此 他们所谓对于其他州的人 可能显得有些冒犯 但是在炎火州 这就是很寻常的一种现象 倒也不是刻意欺辱自己 玄子清摆了白手 淡淡笑道无妨 这下 我可以参加海选了吧 门卫赶忙让路到可以 可以 其中一个门卫还躬身道 我这就领前辈去散修住处 玄子清跟在门卫后面 来到了散修的住处 虽然房间不大 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装饰也算精致 可见萧家虽然瞧不起散修 但是最起码的待遇 还是没有胡来 玄子清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问道 那之后我要做什么 门卫解释道 第一轮还选在七日后进行 前辈这段时间 可以好好调养整备 或者练练手也可以 练气阁往南边直走 穿过四个回廊就到了 门卫指着萧府中 最为高耸壮观的一座建筑 到那就是练气阁 第147章练气阁风波 美女肖强玄子清 从门卫口中了解到 那座高耸的建筑 就是肖家的练气阁 练气阁共分三层 不同地位 对应着不同层级的练气室 而近期海选将至 即便是规模如此庞大的练气阁 想要抢到空闲的位置 也并不容易 对于并无凭证的玄子清而言 更是如此 玄子清点头已是了解 门卫离去 南宫清水从各壁屋过来 疑惑问道主 哥 哥哥 你真的会练气 玄子清一脸平静 从容道不会啊 南宫清水美目一瞪 他一下子人就傻了 他心想着自己 从未见过主人练气 于是谨慎地询问了一下 没想到 主人还真的不会练气 那 那海选怎么办 这不就真的成了 愚弄消架了吗 南宫清水紧张道 玄子清神色从容 他自信开口多大点事 不会的话 学就是了 南宫清水愣住了 识 什么叫做不会的话 学就是了 你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 人家练气都练了千百年了 一个个都还有家族的传承之称 而玄子清毫无练气经验 还只剩下三天时间 学 这学的锤子 玄子清从容笑道放心 我说能行的是 什么时候出过意外 不就是练个气吗 我现在就学给你看 玄子清说着 当即起身 这就领着南宫清水 往练气阁走去 不久后 萧家 练气阁 玄子清和南宫清水 都微微一惊 他们之前听门卫所说 延称炼气阁分为三层 玄子清原以为炼气阁是地面往上 分别是下中上层 但他现在才发觉 自己想错了 整座地表上的部分 都是炼气阁的上层 而炼气阁时则还有规模 更为巨大的的下层 至于上中下层的分级 自然是越往下越高贵 因为炼气阁的下层 不仅靠近地下灵脉 仙灵之力 尤为充沛 更是拥有着地心融火的火灵加持 能为炼制带来不少的弊 只不过 下层是炼宝专属的地方 也是萧家长辈们闭关所在 因此 玄子清他们这样的海选参赛者 是没有资格接触到的 玄子清来到柜台之前 询问到老前辈 请问 还有空闲的炼气室吗 管事的老者吊锅当的 光着脚翘在柜台上 看都没看一眼玄子清 地上第四层 还有一间空闲的炼气室 自己去吧 玄子清也没介意老人的态度 至少没有阻拦质问 他就已经很不错了 他刚打算转身前往 忽然一道声音传来 等等 那间炼气室我要了 来者是一个飞扬跋扈的顽裤 名叫萧炼 萧炼开门剑山我 玄街中品炼气室 你是什么阶位啊 玄子清眉毛一条 淡淡到我没有阶位 扑 扑哈哈 萧炼吃笑道 不会吧 没有阶位 这你还想要炼气室 老老实实回去看看书再说吧 玄子清目光微明 冷声道是我先来的 老前辈也答应了 先来的 萧炼傲慢到我炎火舟 以实力为尊 谁管你先后呢 萧炼说着 跟看守的老人 说到阁老 您说是吧 老人冷漠得微微汗手 没有回话 玄子清现在觉着 炎火舟这风气有些讨厌了 上层炼气室只剩一间 中层炼气室 他又没资格去 现在时间有限 玄子清自知不可能干耗着 于是他气机一动 脚步向前猛力一踏 哄 一股堪比 先皇初七的威压 骤然爆发 直接把萧炼震飞了出去 柜台前的老人瞳孔里 忽然闪过一抹金光 先皇初七 似乎不止 他发现了 这个面生的小伙子 好像不怎么简单 萧炼撞在了炼气格的墙上 无力滑落 他手指着玄子清 暴怒道你 你找死 玄子清目光冷冽 清笑道 不是说炎火舟实力未尊吗 你这实力也不怎么样 萧烈一脸羞恼 怒声道 我说的是炼气的实力 你 你竟然居然敢在炼气格动手 我这就让我爹来制止你 萧烈话音未落 一道欲解戏的女生 传来胡闹 萧烈回过头姐 姐你快帮我做主 这家伙打我 我要找爹治他的罪 萧强白了一眼萧烈 爹在忙着闭关炼宝 哪有功夫管你 我可是都看到了 是你自己先招惹他的 萧烈张了张嘴我 我 最后他还是咽了回去 萧强冷声道计不如人 就别丢爹爹的脸 你寻常在家族里 作威作福惯了 这性格出门肯定吃亏 而且 难道你没看出来吗 人家根本不是我萧家的人 才不会给你面子呢 萧烈微张着嘴 呆滞地看向玄子清 他这会儿才反应过来 咦 这人好像真的不是萧家的 萧烈是没有想到的 这年头 居然真的有散修会来报名海选 他下意识就以为 玄子清是家族里某个小辈 因为他在小辈里练气段位最高 所以 向来横行无计 只是这次碰到了玄子清 这才吃了的教训 萧强转过身 神色平静 微微恭声道 这位道友抱歉 设地在家族内 作威作福惯了 没注意到你客人的身份 玄子清摆了白手无防 反正我也没吃什么亏 萧强问道道友 没有练气师接位 莫非是别州来客 玄子清点头到确实 我叫南公子清 这是家妹清水 我们从神剑州而来 萧强美目一宁 神剑州 那可是剑修的圣地 他身为女子 最为崇拜的 可就是剑修了 那种一人一剑 斩妖除魔的姿态 才是真正的飘逸仙人 萧强对玄子清的好感 一下子上升了不少 他略意思索 倒这样吧 既然设地冒犯了南公道友 作为陪礼 要不道友 跟我去中层一同练气 玄子清文言喜上眉梢 既然能去中层练气 那自然比上层好多了 于是他抱拳道 那子清就谢过道友了 萧强点了点头 随即对着墙边的 萧烈道上层的练气 是空着呢 自己好好去反省反省 这顿打 就算是 让你仗仗记性 萧烈别了别嘴 但他姐姐一向霸道 自己又不能反驳 所以他只好弱弱道 萧强领着玄子清 和南公清水 向着中层的练气势而去 而练气大厅内的那个老者 却目入金光 他盯着玄子清的背影 低声自语不简单 不简单 第148章乱披风锤法 看傻萧强 玄子清跟着萧强 三人踏上一处锁链牵引的钢板 然后一路下落至地下第七层 即便是中层 这也是非常靠下的位置了 可见萧强在萧家地位不低 路上萧强问道 南公道友对练气也有兴趣 玄子清摇了摇头 不是对练气感兴趣 准确来说 是练剑 萧强美目扑闪扑闪 可以 这个回答就很剑修 简直戳到他心眼子里去了 都说剑修一声吃剑 果然如此 萧强等到自己心跳回归平稳 又追问道 可神剑周也有练气传承吗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玄子清淡淡道 我是散修 兄妹二人行遍天涯 没得到过什么传承 只是我为了 练出与自己契合的仙剑 始终在不断摸索 仅此而已 萧强绣唇微张 露出了如白玉般光洁的背质 玄子清此话一出 他一下子就被迷住了 一人一剑 浪迹天涯 这画面 简直太潇洒 太像是他想象中的剑修了 这才是仙人啊 至于一旁的南宫清水 已经被萧强选择性忽视了 等萧强反应过来 这才问道 那清水姑娘呢 也是来练气的 玄子清解释道清水 只是与我同行而已 她修为魏籍先皇 我还不能放心 让她一人独行 刚好她剑法尚且生疏 也缺少一把契合的先兵 所以 我来此为她练剑 顺带指导一下剑法 萧强微微汗手 她表面上不动声色 心里实则已经沦陷了 现在玄子清在她心里的形象 就是一个看似放荡不羁的流浪剑仙 实则关心家人 又暖又体贴 萧强向来看不起家族里那些 没头没脑的蠢男人 但是玄子清确实让她太意外了 原来剑仙真的是存在的 她心脏砰砰直跳 久久不能平息 直到二人来到了炼气室内 整座炼气室内 充盈着炽烈的仙灵力 炼气室中心处是一座火炉 那火炉当然不是用来直接炼气的 而是汲取地心融火 为整座炼气室 源源不断提供火灵的 而炼气室四周的墙壁上 挂着各式各样的工具 角落里堆积着许多不同种类的鲜铁鲜金 萧强顺着玄子清的目光 笑道 那里的材料倒有尽管使用 算是我请道友的 玄子清眉毛一条 这大姐头倒是挺大方的 她感觉萧强对她的态度 似乎发生了一点微妙的改变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玄子清功身谢过 萧强道我对剑仙道友的炼气之法 也挺好奇的 这样吧 如果道友允许的话 可否让我在一旁观摩一下炼气 等道友炼完 我会酌情将萧家的炼之秘诀 与你共享 我们互相参物吸收 这样都能得到提高 酌情 玄子清捕捉到了这个词汇 看来萧强是个精明的女人 不过她的性格倒也直爽 想来不会头肩耍滑 于是玄子清点头同意 可 只是说到炼气之法 玄子清还 真没学过 她在脑海中 检索着自己看过的小说 但很多炼气之法 都尤为复杂 而且需要对应的体系才能成功 要说有什么是她能够学会的话 就是她了 乱披风锤法 乱披风锤法 是最强的金属铸造之术 它是一种能够连续敲击铸造的方法 可以很好的去除金属中的杂质 并且通过借力使力 将自身的力量完全发挥出来 最高层次的乱披风锤法 可以连续挥出9981锤 直接把一块生铁打 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玄子清看到了炼气室内的锻造锤 于是联想到的乱披风锤法 只是可不可行 尚且两说 她一言不发 直接从材料堆里 取出一块色彩斑斓的铁 以及某种无比闪耀的仙金 虽然不知道 这两块金属的名字 但是以玄子清 如今先皇巅峰的感知能力 她能够清晰查知道 鲜铁仙金的性质 这是她根据记忆里的小说 所调配出的合金方案 随后玄子清取下了锻造锤 站在暗台前屏息宁神 稍远处的肖强美目一宁 咦 她要干什么 质地极其坚硬的星辰铁 还有蕴藏精细仙灵力的天罩金 这两个该如何配合 而且她直接就拿了锤子 难道不需要先用火灵融化元金吗 肖强很疑惑 正常锻造的顺序 都是先用烈火仙灵融化仙金 然后再去锻造 但是玄子清 似乎没有打算这么做 正当她疑惑的时候 玄子清动了 玄子清用仙灵力固定住两块仙金 将之狠狠挤压在一块 然后她下盘保持不动 猛地一锤砸落 哼 一声巨大的声响 回荡在炼气室内 肖强人傻了 这 这是在炼气 这是在糟蹋仙金吧 哪有人对着原料 就是一锤子下去的 她感觉自己 似乎是高看了玄子清了 但玄子清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低锤后 玄子清的动作未停 随即第二锤 第三锤 她的速度越来越快 乱披风锤法的要点 就是利用不间断的挥锤 使用腰部发力 下盘保持不动 利用惯性 不断叠加挥锤的力量 这个技巧非常难以掌控 不仅需要使用者了解其中技巧 更需要很高的悟性 身体协调性 以及强健的体魄 所有要素缺一不可 但以玄子清如今的修为 虽然是第一遍上手 可却像是操练了成百上千遍 那样顺畅 直到第三十六锤下去 玄子清一时没收助力 不小心将仙剑的圆胚敲断了 萧强上前一看 脸上写满了震惊 尽管那只是一把剑的圆胚 只是空具剑行 不仅连开封都没做到 甚至剑刃还被重锤砸断 但是萧强也已经感知到 那剑刃上游走的锋锐之气 虽然长得丑 但是这已经可以称之为剑了 而且 萧强通过玄子清这次尝试 完全能够看得出来 玄子清这次炼制定 是因为工具与环境不太熟 所以导致的失误 也就是说 这远远不是他该有的炼气水准 萧强开始期待起来了 只是一把断裂剑胚 就已经有如此气势 那要是仙剑成功炼出 得有多么强大 他一脸蹊跡看向玄子清 而玄子清 则是已经再度动手 第149章仙剑出世第二次 等就是星辰铁和天照经 一者是最坚硬的仙铁 即便是玄机上品的炼气师 也很难驾驭 而另一者虽然看着饱含精灵锐气 其实性质相对温和 对仙灵的导引性也是极强 玄子清知道上一次问题出在哪里 他没能持续稳定地 给剑胚注入仙灵力 乱披风锤法的一大要点 锻造者需要持续不断地 为其胚注入能量 这样不仅可以提升锻造物的质量 还能让锻造者感受到 金属内部的情况 这样可以更加精准地 把握剑胚的状态 并且引导他的变化 但是当玄子清挥到第36锤时 不断增强的惯性 让他下意识多注入了一些仙灵力 他没有控制好注入仙灵力的力度 于是导致剑胚锻炼 前功尽弃 玄子清吃一倩掌一掷 这一次他深深呼了一口气 然后下盘沉稳 腰身骤然发力 砍 砍砍 锻造锤不断地砸在金属上 随着挥锤的次数越来越多 其声音也越来越响 甚至南宫清水和萧强 觉得自己心脏都在振战 终于第56锤 砍 仙剑成形 然而未等玄子清挥下第57锤 剑刃的部分却又断开了 玄子清眉头一皱 甩了甩手腕 萧强大张着嘴 这会儿都能塞进去一个纤果了 他的心情已经不能算是惊讶了 他现在就感觉自己整个人 整个长久以来的练气观念 都被玄子清给颠覆了 他原以为玄子清的目的是先打造剑胚 然后再精细加工 但他现在看到了什么 有人用一把锻造锤 把仙金原料锤成了一把剑的模样 这街上变戏法的 也玩不出来这种花活啊 萧强猛住了 这一刻 他忽然觉得自己到底有多浅薄 原来练气一道竟是这么玄奇 这么艰深晦涩 是我见识短浅了 太离谱了 萧强心里惊叹道 然而 以他更加震怂的 是一旁的南宫清水 南宫清水已经僵化了 整个人就像木头人一样 他张着嘴 下巴险些都要脱臼 收不回去了 萧强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 主人在此之前 是真的不会练气的 但是玄子清现在竟然三两下就学会了练气 而且 练制的方法 让他这个外行都觉得看傻了 即便是玄子清 曾经在浩月皇朝的举动 已经震撼过他无数无数次 但是南宫清水 现在依然陷入了 无与伦比震怂当中 主人 太强了 二女目光呆滞 然而玄子清完全没有留意他们 玄子清只是在思索着 自己为何失败 奇怪了 工序没有错啊 惯性挥锤 节奏要越来越快 力道也要越来越狠 同时还要不断注入仙灵力 感受仙精的状态 并引导器变化 我明明都做到了 玄子清纳闷了 那到底是哪一环处的问题 他拿起断剑 闭目凝神 感受了一下剑人的内部 然后发现了问题 好像是剑体内的 仙灵力不太均匀 所以是我挥锤过于集中一点了 这样不行 玄子清想明白了 随手就将断剑丢至一旁 萧强快步上前 赶忙捡起了断剑 他看着那把废弃的断剑 就跟看着灵宝一样 静看之下 他更加觉得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一柄锻造锤 就把仙精锤成了一把 像模像样的仙剑 虽然纹路尚未雕刻 模样稍稍朴素了一些 但这真的过于离奇 萧强抱着废剑爱不释手 而玄子清已经开始了 他的第三次尝试 他深呼了一口气 然后下盘沉稳 腰身骤然发力 哼 哼 哼 56下 哼 57下 成功了 这一次剑刃没有断 整个剑体内的仙灵力是均匀的 但是玄子清没有掉以轻心 而是仍然满脸认真 继续落锤 哼 六十下 这一锤的声响 响彻在南宫清水和萧强的心头 甚至萧强经的手掌一松 不小心将断剑掉落在地 哼 七十下 萧强和南宫清水身形不稳 险些跌倒 他们二人都紧紧捂住了耳朵 已经被迫开始 用仙灵力保护自己 而此时的炼气室中层 几乎所有炼气师都听到了这声锤响 什么声音 怎么回事 地震了吗 还是地心熔岩爆发了 不知道啊 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道声音很像是锻造锤锤锤的声音 怎么可能 要真用这么大力气锤锤 别说仙经了 咸兵都给你砸烂了 然而 哼 又是一声巨响 那方才嘲笑的炼气师话语一致 因为他忽然觉得 这好像还真的有点像是在炼气 声响越来越快 也越来越响 哼 第八十锤 动静已经几乎传到了下层区 闭关的老怪物们纷纷睁开了眼睛 震撼地看向中层 他们并不是对那奇怪的炼气方法感兴趣 而是在疑惑 这么强悍的力量 那到底得有多强的肉体 才能够驾驭得了 不对劲 终于 哼 第八十一锤 玄子轻手臂微微发酸 长舒了一口气 结束了 随着他放下锻造锤 一声轻悦的剑鸣响彻在整个炼气阁 几乎所有炼气室内的先兵都微微震战了一下 那种感觉像是畏惧 先兵都感受到了畏惧 这是他们之间畏格的差距 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存在 炼气师们震悚不已 这 我的先兵 怎么突然先灵紊乱啊 可恶 我的也是 炼到一半 不知道 为什么他突然停下来了 到底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是谁在炼气 这显现一整个中层炼气室 都给他拆了啊 至于炼气室内的萧强和南宫清水 二人已经彻底猛了 不仅是被玄子轻的炼气方法给震撼到了 更是被那巨大的声响给震猛了 他们俩现在还有些失聪 整个脑瓜子都是嗡嗡的 一时模糊 萧强修为更高一些 他晃了晃脑袋 强行让自己清醒过来 然后他看到了 那把悬浮在半空中的素白长剑 那一刻 萧强知道了 那是真正的仙剑 第150章 免是晋级萧家 客房 玄子轻身影一闪 回到了房内 此时的炼气阁 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不仅上层被地震所惊吓 中层的炼气师 也是满脸疑惑 而下层那些闭关的老怪物们 则是纷纷被玄子轻炼气所惊动 所以 玄子轻在引起轰动之前 趁乱离开 他可不想应付那些烦心事 而中下层的炼气师都察觉到 动静自萧强专属的炼气室内传来 像是萧强所在的地下第七层 那里的炼气室 都是族内各位天骄专属的 一下子就能辨明 到底是何人所为 在仙剑出世的那一刻 萧强还没从阵耸中回过神 玄子轻就将仙剑丢给了他 看来会闹出大动静 我先溜了 剑就送你了 反正只是个是作品 萧强人傻了 是作品 他托举着这把仙剑 立刻就能感觉到 这是一把仙皇气 齐卫阶看似只有仙皇初期 但却又不止如此 从萧强的角度来看 这有点像是修士内的分级 像有些仙人 他的境界或许只有仙皇初期 但他可能通过某些功法 或者一些天才地宝 让自己拥有了仙皇中后期的体质 这把仙剑就是如此 他的契机只有仙皇初期 但是萧强能够确信 其他仙皇初期的仙皇气 根本不可能与之媲美 甚至几乎所有的仙皇气 都没有承受住他一剑之威 他就是仙皇气中的妖念 然而 玄子清静是称这样的仙剑为是作品 还随手丢给了他 让他处理 萧强在那一刻 他的自信是崩溃了的 就好像此前百十年的钻研努力 都是在做无用功一般 等他回过神 玄子清和南宫清水 已然消失不见 萧强是个能干的女人 他立刻就反应过来 通过传音符 紧急联系了自己的父亲 因为萧强知道 玄子清恋气时 动静那么大 父亲肯定已经听闻了动静 在下层其他老怪物到来之前 其父率先一步赶到 萧强说明了情况 而他父亲是萧家之脉 大肠老萧百恋 以他的眼界 更是察觉到了玄子清的不凡 恐怖如斯 恐怖如斯啊 这小子一定要留住 他是我们回到主脉的气节 父女俩串通好 萧强将一切都揽了下来 于是玄子清的存在被成功掩盖住 其他两大家族得到了这样的消息 萧家长女似乎获得了其他州的炼气传承 炼气之术又有精进 无人查知玄子清的存在 州里二家并没有更多留意 其他州炼气传承 众所周知 先欲炼气以言火州为尊 其他州的炼气传承又有何用 况且萧家传承没落 就这小小之脉 即便获得了一些传承 也全然无用 前往夜火城深造的机会 他们势在必得 很快 三大家族内部海选 萧百炼竟是将他那一脉的免试权 交由了玄子清 而萧强则是久违地亲自参与海选大比 让萧家上下一阵惊疑 更让他们震怂的 是萧强所表现出的炼气技法 乱披风锤法 那是萧强和玄子清交易所得 玄子清要的是萧家书库的权限 而萧百炼竟是毫不犹豫一口印下 甚至将自己的长老令牌借由玄子清 小兄弟 这块令牌你拿着 我萧家藏书 对你而言百无境界 萧百炼当时是这么说的 这让玄子清感受到了诚意 于是他将小说里乱披风锤法的细节 稍稍整理出来 再结合先灵力的体系 稍作修改 于是有了这稍微裂化版的乱披风锤法 不是玄子清不愿拿出全本 只是正常的乱披风锤法 只有像他一样 兼具最纯正的先灵力和最强的肉身 才能够成功 所以玄子清才将之稍稍裂化 而如今的萧强 则是已经能够做到21锤的程度 尽管次数很少 但是服以萧家炼气之法 器物就不至于断裂崩碎 萧强在海选上展现出了恐怖的统治力 那一锤一锤下去 让在场所有萧家南辈都颤了颤 再无人敢对萧强有际鱼之心 而萧强也毫无疑问 以金氏之姿夺得第一轮海选的魁首 成为了萧家队伍的领袖 然而此时的玄子清则是风波不惊 坐在藏书阁内便揽书籍 我可是要去夜火城找萧宇的 这样半吊子的练气术可不够 要是给萧强听到这话 怕是能气昏过去 萧强完成海选后 静止来到书阁内 师父 他这一声可把玄子清给吓了一跳 玄子清神石一亭 悬于半空的书籍回归原位 他摆了摆手道别 我不收弟子 萧强眼巴巴看着玄子清 一脸崇敬为什么 师父 玄子清感觉自己 好像缠上了什么麻烦事 他摇头道 我 我已经有四个弟子了 当初想好了 绝不会再收心弟子了 萧强不是个死缠烂打的女人 他听玄子清这么说 于是失落地点了点头 但又很快振奋起来 震色道 那喊您南宫老师总降了吧 玄子清也是怕麻烦 他想了想 这样也并无不妥 只是当个老师的话 也不会过于显眼 不可能引来魔族的留意 至少这笔 昊月圣诗的名号 低调多了 于是 玄子清就随口印下 只是老师的话 可以 萧强美目扑闪扑闪 脸上展开一抹笑意 老师在研究什么 玄子清印到合金的配比 我毕竟是一方散修 像这种千万年 总结下来的配方和经验 于我而言 还是大有必义的 话是这么说 但玄子清实际上 只是真的压根不了解 仙玉金属 尽管他能临时判别 仙金性质 但提前熟悉下 肯定会更好一些 萧强更崇拜玄子清了 老师已经这么厉害了 他能将星辰铁 和天照金融合在一起 居然还说自己不了解 合金配比 太谦逊了 萧强如此心想着 向玄子清 请教了一些 关于乱披风锤法的问题 玄子清 一个一个耐心解释 这样 萧强更感叹于 玄子清的性情温良 以及博学多才 玄子清这回还不知道 他的形象 在萧强的脑补下 已经成为了 无被楷模的样子 甚至萧强回去之后 还用他所脑补的 玄子清作为标榜 去约束自己的弟弟 萧烈 萧烈实惨 转眼玄子清 在藏书阁深造半月 而这一天 洛日成第二轮海选 与炼气师协会广场 正式举办 第151章第二轮海选 既经四座炼气师协会广场 乌鸦鸦挤满了人 然而 其中三大家族的人 实在不算太多 虽说炼气师协会 最后要甄选千人 去为仙魔战场前线 炼制仙兵 但是三大家族 总计也就三千人左右 参与这场海选 因为在三大家族 各自的海选中 参与者大多都知道了 自己精良 他们都很清楚 自己能不能通过海选 因此 弱者不会做一些 无用的努力 而这三千人中 少说有两千五 都是周里两家的 他们的意图很明确 就是要抢萧家的名额 在他们眼里 萧家就是块带分的肥肉 他们两家能分得多少 那就得各凭本事 而其余数十万人 都是小家族的族人 以及各路散修 散修的目的 可不只是看热闹 他们是想 趁着这次海选 偷施三大家族的 练气技巧 玄子清跟在 萧家的队伍中 萧家子弟 在背后巧声 指指点点 这人谁啊 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 而且他好像 没佩戴 练气师协会的 段位徽章 他是怎么进队伍的 嘘 我听我二伯说 大长老把他那一脉的免事 全给了一个外人 依我看 应该就是他了 啊 给一个外人 是我萧家没人了吗 什么时候 开过这种先烈 不远处的 周家子弟 痴笑道 哈哈 你萧家 可不就没人了吗 堂堂萧家 之脉年年垫底 在这落日城 连我们都比不过 这还不算 日薄西山 可别堂堂萧家了 我可听说 萧家都快 从业火城 五大家族里出名了 萧家子弟 文言 无比恼怒 一个个愤然地盯着周家 怒声辩驳 那只是因为我们萧家核心 传承失踪 哼 告诉你们 听说主家那里 已经寻回了传承 什么五大家族 原本就都是我 萧家的仆役把 这话一出 周里两家子弟 笑得更开心了 哈哈 你们萧家 怎么还活在 太古的梦里呢 醒醒吧 时代变了 现在的萧家 不过是臭鱼烂馅而已 嘴上这么逞呢 别一会连一个 能去夜火城的人都没有 这句话 成为了三家开骂的导火索 烟火舟的仙人 都直来直往 这一惊挑衅 立马就骂了起来 第二轮还选尚未开始 广场上就已经火药味十足 而居于骂战烈士的 毫无疑问就是萧家 虽然周里两家 也会互相争吵 可一旦谈及轻辱萧家 两家都同气连之 一个比一个嘲讽得很 这让萧家子弟都憋了口气 很快 第二轮海选 就进入了准备阶段 练气师协会的广场上 地板翻转 凡复的机关 将地心容颜提取而上 注入了熔炉之中 整座广场 充斥着骇人的火焰仙灵 哪怕身在外围 都能感受到炽热的热浪 部分后背 因为修为不够 甚至连这热浪都难以抵御 很快就主动选择了退出 海选尚未开始 参事者就只剩下了2000余人 三大家族 分居三个熔炉周围 各自安排站位 因为越靠近熔炉的地方 仙灵就越是充沛 所以 三大家族 都会把各自的核心成员 安插于此 只不过 玄子清挑了个最外围的位置 他离周家很近 甚至能听到周家 对他细血的嘲笑 这就是那个 不自量力的散修 哼 怕是个傻子 去哪不好 居然去没落的萧家 人家可不傻呢 他一定是知道 去我们周家 或者李家连第一轮海选 都过不去 所以选择了萧家 是哦 这么一看 他还挺有自知之明的呀 知道主动站在最外围 确实啊 一旁萧家的修饰 也没给玄子清 什么好脸色 他们心想着 玄子清果然是通过什么关系 占用了名额 肯定没什么本事 毕竟真有本事的话 家族必然会将之安排 在靠近熔炉的地方 玄子清并不在意这些 无论是萧家小辈的目光 还是来自周家的冷嘲热讽 他们要说 就由着他们说 毕竟 一会可就有他们好受的了 唉 靠近我 可不是一件好事呢 玄子清清笑着自语到很快 当三大家族成员进阶落位 海选也就宣布着开始了 参事者调动仙灵 整座广场上都充斥着浓郁的火灵 现场更炎热了几分 但当所有人都在埋头练气时 玄子清却大摇大摆 拎着个锤子走向了熔炉 三家子弟都纳了闷了 有些浮躁之人甚至开始分神 用眼角的余光打亮着玄子清 他们心想着 这散修干啥呢 怎么轮锤往炉子里走了 很快 他们知道了答案 玄子清走到熔炉旁 竟是以仙灵欲物 将锻造锤的前半部分 置入了熔炉 他 他在干什么 他疯了吧 那可是地心融火 哪个锻造锤能直接承受这种火焰 而且 他为什么要融了锻造锤啊 众人看呆了 这样突然的变故 致使部分参试者分心 从而产生了失误 他们在熔断先经时操作不当 导致先经变得博杂不纯 这样的失误 必然是会扣分的 所以 部分练气师果断选择了认输 场上的参试者 又少了几人 周里两家长辈 原以为玄子清是个诱饵 故意诱骗 他们两家人分心上当 但他们却发现 萧家也有心性浮躁之人 因此失误 比如销炼 所以这就更让他们疑惑了 不过玄子清 很快就用行动为他们解惑 玄子清将锻造锤 从熔炉中取出 那锻造锤锤身通红 但是却并未被融化 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啊 这锻造锤有猫腻 可炼气师协会 确实允许自带锻造锤 因为这会影响炼气的手感 但是所有人都清楚 锻造锤只是工具 即便它是地气 也对炼气过程全无弊异 甚至可能反受其害 比如一锤子 把仙精捶了个稀巴烂 周里两家的长辈 一脸迷惑地 看向玄子清 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 这散修 到底为什么要给锻造锤加热 他到底想做什么 他是有真才实学 还是个骗取他们目光的幌子 然而未等他们想明白 萧家熔炉旁 忽然传来一声 不同寻常的脆响 当 那是萧强 乱披风锤法 现世 第152章 玄子清出首当 一声脆响 萧家子弟各自心魂一颤 他们对这道声音再熟悉不过 因为不久之前 他们都在练气歌听到过 让他们最为印象深刻的 还是第一次的强烈震动 而后续几日 似乎是萧强有些收敛 断打的声音变得很轻 不靠近都难以听见 他们原来都在猜测 萧强到底获得了什么传承 这叮叮当当的声音 真的不是在毁坏器物吗 但他们现在发现 还真不是 萧强熟能声巧 动作极快 早在其他人分神的时候 他就已经熔断了仙精 并且用仙灵力为之塑形 在仙灵力的挤压下 灼热的液态仙精 很快冷却下来 而他看准了时机 一锤敲落 整个广场的目光 都为之吸引而去 萧强下盘稳住 腰部发力 一锤接连一锤 不断轰落 与此同时 他的仙灵力持续注入其中 一边净化杂质 一边稳固器物的形态 他所打造的仙气 是一键圆盾 盾牌 于仙人寻常斗法时 全无作用 但是在仙魔战场 这毫无疑问的 保命的重要之物 因为仙魔战场 各种仙术魔工 层出不穷 没有仙气护体 很容易被四散乱飞的招式 给波及或误伤 萧强选择圆盾的原因 无他 只是他对于乱披风锤法的 掌握程度不够 他唯一能确保 百分之百成功炼制的 只有圆盾 各大家族的长辈 都瞪直了眼 这 这是什么野蛮的 炼气之法 不 你们注意到了吗 他的锤打 有一种特殊的截律 咦 是了 确实如此 他在与仙京共鸣 确实神妙 但是这样有什么意义 仙灵力 同样能与仙京共鸣 何至于如此粗暴 萧百炼背负双手 终于扬眉吐气了一会 他轻蔑地 看着周里两家 得意道 哼 一锤两锤 当然并无意义 但是如果 强而每一锤的力量 都会更强 甚至能连续挥动 几十锤呢 周里二家的长辈 瞳孔咒索 是了 只要力量够强 就能够让不同种类的仙京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甚至还能将其中杂志完全驱除 在他们震耸的目光下 萧强一鼓作气 整整三十六吹吹下去 一键华丽的圆盾 就此成形 周家大肠老神色一致 惊呼到哪 那是仙皇气 品贱目测在 仙皇中期左右 就算硬扛仙皇后期的权力一击 恐怕也毫发无损 周里两家皆是惊了 他们听闻萧强 获得别州传承时 那叫一个不屑一顾 但当他们亲眼见到 萧强如今的炼气实力 确实大惊失色 备受震撼 而震撼之余 当然就是挑刺了 可惜 可惜啊 周家大长老 一脸可惜地摇着头 说道 这炼气之法虽然奇妙 但是却只能炼制 顿铠一类的防具 不具备泛用性 萧百炼轻笑道 何以见得 周家大长老一副 很懂的样子 解释道 我官之炼气 每一锤威力 极重 盾牌本是防御之物 所以才能承受 这样的炼气技巧 倘若炼制的对象是剑 那恐怕剑人尚未成形 就会就此崩碎 而一些结构精巧的器物 更是不可能 通过这一技巧实现 说着 李家大长老也补充道 周兄所言甚是 不仅如此 这种炼气之法 还会严重影响他人炼制 看你萧家小辈 不少都受其影响 从而失误变多 真要到了先魔战场 如果我是攻防的总负责人 我必不会允许萧强如此炼气 不仅作用有限 还会影响他人 只能说是实之无畏 气之可惜 周里二人说得头头是道 他们相识一笑 心情好上了不少 原本萧强炼气实力突飞猛进 对他们而言 是个不小的打击 毕竟这样一来周里两家的后辈 就被比下去了 但是这么一说 他们顿时真的觉得 乱披风垂法百无一用 连自己都信了 小百炼被他们两人活活给气笑了 他强压下怒火 冷笑道到底有没有用 你们很快就知道了 周里二人神色微祸 很快就知道了 现在比赛的时间已经没了大半了 难道还会有什么变数 小百炼故作神秘你们 是不是忘了一个人 周里二人忽然想起来了 在他们的目光 被肖强吸引过去之前 他们一直都在关注玄子清的 是那个散修 周里二人看向玄子清 然后他们两个愣住了 因为玄子清握着发红的锻造锤 却是迟迟没有动手 他在闭目养神 似乎是在期待着什么 直到大功告成的肖强快步跑来 喊了声老师 我练制结束了 这一刻广场万籁俱计 他们听到了什么 老师 萧家大小见 萧强 萧家年轻一辈中的练气致强者 喊这个散修年轻人 叫做老师 这怎么可能啊 而且 熟悉萧强的人大都知道 这丫头硬气得很 萧强作风强硬 何时会这么乖巧地喊老师了 这太奇怪了 这时周里二人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等等 萧强突然获得了练气传承 他又喊此人老师 难 难道 未等他二人说完 玄子清睁开了眼 那发红的锻造锤高高举起 然后猛然砸落 砍 与萧强断打的脆响不同 玄子清的锤声沉重无比 如果说萧强的听起来 还有些像是在断打 那玄子清的锤法 就是纯粹在破坏 这一刻 广场上所有人心跳都骤停了一瞬 突如其来的锤响 让他们有种生命危机的感受 就连周里二人都身子一抖 他 他干什么 他疯了吗 这么用力 怎么可能练解 玄子清嘴角一撇 神色不现 以他的真实修为 其实一直都能听到周里两人的话语 所以 他会让这两个迂腐不化的老东西 好好长一长眼 砍 发红的铁锤 接连不断地砸落 玄子清 已经积蓄了太久了 他一直在等待 萧强结束断打 因为他知道 一旦自己施展出乱披风锤法 即便他 刻意收敛气息 但也必然会影响到萧强的节奏 所以他才等到萧强结束之后 再开始他的炼制 广场之上 监考高喊 还剩最后一炷香时间 请未完成的参试者 加紧速度 玄子清神色从容不破 一炷香时间 绰绰有余 第153章 奔赴夜火成坑 坑坑 发红的锻造锤接连灰落 周里二人看傻了 这 他连熔断这一步骤都跳过了吗 居然就这么直接对原料下锤 而且 星辰铁 流风银 天照金 玄瓷金 这些仙金 怎么可能混合在一块 他是疯了吗 周里二人嘴上这么说 但其实心里已经慌了 因为他们发现 自己看不懂 玄子清的炼器过程 从选材 到锻造锤 再到锻造技巧 一切都属于他们的知识盲区 他们炼器千年 何曾想过 有朝一日自己敬会 显得如此无知 玄子清猛然挥锤 三十六锤 锤打响声轰鸣 靠近玄子清的周家参事者 甚至被气浪给掀飞了出去 然而 他身旁的萧家子弟 却丝毫不受影响 这似乎是玄子清在有意控制 你周家不是说我乱披风锤法会影响周围吗 那我就影响给你们看 可恶 他 他竟敢刻意针对我周家 作者优秀的网站赤兔隔替 欧洲家大肠老气的胡子发抖 但他却无计可施 因为玄子清只是在专注炼器而已 只能说他周家倒霉 刚好和他连在了一块 炕 四十九锤 这一锤下去 玄子清影响的范围更大了 远处的周家子弟也受到波及 已经完成炼器的周家子弟 纷纷跑远避难 而尚未完成的 只能以失败告终 炕 六十四锤 李家大肠老笑不出来了 因为这一锤下去 就连远处的李家都受到了干扰 但诡异的是 萧家子弟竟然仍是一无所动 似乎完全不受玄子清的影响 当然从他们的表情可以见得 锤声还是挺吵的 炕 八十一锤 一声轰鸣 除萧家外所有炼制好的仙气 都剧烈地颤抖起来 周李两家的后辈能明确感受到 他们所炼制的仙气 正在传达一种恐惧的情绪 甚至他们有种感觉 要是把他们炼制的战枪 放在玄子清的仙剑面前 恐怕枪杆子都会直接弯下去 没有任何词语 能形容周李二人此刻的心情 带智 无言 惊疑 震怂 如果说萧强的乱披风 锤发给他们的感受是惊艳 那这个锤发 用在玄子清手里 那大概就是彻头彻尾的震怂 太夸张 太不合常理了 这就不是正常人 能够炼制出来的东西 萧百炼一脸得意 这一次 他萧家的颜面 算是震了回来了 但即便是他 也没有想到 玄子清的动作 竟是仍然没有停下 玄子清目光微明 心道乱披风锤发 已经改良过了 以我现在的实力 还可以继续 炕 这一锤下去 响声震撼天地 锤落带起狂风 甚至远处围观的伞修 都不自觉退了两步 怎么可能啊 天哪 为什么他的仙剑 没有被震碎 这到底要有多坚硬 才能撑住这种程度的锤打 他们一个个震怂莫名 然而 玄子清的锤打 依然在继续 烧红的锻造锤 不断挥落 终于 整整一百零八锤 玄子清这才收手 当他停下动作时 他眼前的仙剑 竟是自行浮空 并且发出了一声 清脆的奸笑之声 刹那间 所有炼制好的器物 都应声而起 玄于高空 位居仙剑之下 三家的老怪物们 眼睛都看直了 这 这是万器朝宗 是地器的特征啊 虽 虽然那把仙剑 只有仙皇级的气息 但是他的位阶 实打实的地器之姿啊 我的天 老夫一辈子都没见过万器朝宗 没想到 这居然不是传说 而是真的 而且他们都能感受到 那把仙剑拥有灵性 虽然不是灵宝 但却胜似灵宝 甚至可以说 绝大多数的灵宝 他们的灵性 都远不如玄子清所炼制出的 这把平平无奇的仙兵 炼制灵宝和炼器 可不是同一个体系的 炼制灵宝 动辄要花费半月 甚至数月时间 而玄子清炼制 这把仙剑 就连一刻钟都没有用到 老怪物们 不敢再想下去了 眼下发生的一切 已经彻底颠覆了 他们的认知 各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都被玄子清一一实现 即便是炼器师协会的监考官 此时都大张着嘴 甚至忘记宣布时间结束 等他回过神 这才注意到 广场上周家李家子弟 被震晕了一片 大多都炼制失败了 而少有的炼制成功的 也无人能换回自己的器物 只有任由他们臣服 唯有萧家众人 安然无恙 最后结果出炉 三位前网页火城的名额 尽数归萧家所有 分别是玄子清 萧强 还有另外一位萧家子弟 而那被炼器师协会征兆的千人之中 足有七百人都是萧家的 至于为什么是七百人 原因无他 那是因为萧家就只出了七百人 没办法 萧家常年示弱 能够出来参与海选 也就这么多人 第二轮海选就此结束 萧强一脸兴奋 没想到之前还不是老师的真实实力 老师太强了 这锤法一定会开辟炼器一道的新篇章 玄子清千虚道哈哈 没这么厉害 主要是萧家书格帮偶不少 玄子清心情欢愉 主要是 这一路还算轻松 炎火舟之人性子直爽 因此没有出什么乱子 他在海选上漏了一手 就得到了前网页火城的机会 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萧宇了 玄子清心情振奋 他回到萧家客房后 将刚炼制出仙剑 交给了南宫清水 南宫清水现在的修为 已经有仙皇出气了 而这把仙剑的 魏阶族有仙皇巅峰 正常而言 南宫清水是没法驾驭的 但是毕竟仙剑为玄子清所炼 而且他具备灵性 所以能听从玄子清的命令 从而为南宫清水所用 过几日就出发去夜火城了 那里人多眼杂 我得隐藏实力 届时 可就靠你保护好我了 南宫清水重重点头是 谢谢主人 还主人呢 万一被萧强或外人听见 我身份不就让人起疑了 南宫清水低了低头 红着脸道呢 谢谢哥哥 玄子清满意地点了点头 如此一来 一切就绪 三日后 玄子清跟随炼气势协会的队伍 奔赴夜火城 第154章夜火城的现状 炎火周 夜火城礁 硕大的飞舰 承载着空中仙格 降落在夜火城外的平原上 夜火城可是炎火周的核心 如此大城 他们自然不可能从天而降 最后一段路程 由陆路解决 因为入城 需要严苛地审核 炼气势协会的人 率领着一千入选者 前往夜火城正门 路上 肖强跟在玄子清身旁 一问道老师 你来夜火城 不只是为了深入研究炼气技巧吧 玄子清没毛一条 何以见得 肖强精明得很 他稍加思索 说道 老师这水平 开宗立派都没事了 哪里需要去夜火城钻研 而且 肖强看玄子清 对于去夜火城很欣喜的样子 他欢愉的原因 并非是有机会去夜火城深造 而是看起来另有缘由 玄子清笑道确实 我去夜火城 还有另外的目的 是什么 肖强好奇问道 玄子清解释道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吧 我有四个徒弟 肖强点了点头 嗯 记得 玄子清道我其中一个徒弟 就在夜火城 而且很有可能 人就在肖家 肖强这会儿算是明白了 怪不得玄子清会 主动前来肖家 当初落日成三大家族 真要选择一家的话 绝不可能会选择最落魄的肖家 而现在一想 肖强就明白了 原来玄子清的徒弟身在肖家 所以他 才会相助身为之脉的自己 怪不得 肖强点了点头 又追问道那 老师您的徒弟 一定很厉害吧 玄子清淡淡道 那是自然 不过 我已经许久没见到过他了 也不知道 他近来有没有偷懒 话虽这么说 但是玄子清知道 现在肖宇恐怕是得到了什么机缘 实力已经大涨 毕竟此前 他是从日标的口中 撬出肖宇的情报的 不论日标是 亲眼见过肖宇 还是对肖宇的名字有所听闻 这都能证明肖宇的强大 肖强也是好奇 因为玄子清之前说了 他不会再招收弟子了 自己只是从玄子清那 习得了部分垂法 就已经成为了落日成的焦点 那玄子清真正的弟子 又该强到何种地步 正思索着 众人来到夜火城的正门之前 炼气师协会的负责人 领着千人进城 门口的守卫 盘插得十分严苛 一个个都排好了 别插队 先到反攻 先摸战场 战局激烈 非常时期 我们后方不能出岔子 你 出示身份凭证 下一个 等到炼气师协会的负责人上前时 守卫也并未通融 炼气师大人抱歉 考虑到可能会有魔族混在人群之中 所以我们不能露盘查任何一个 协会负责人 没有多说什么 特别时期 这种情况他也明白 守卫让来者一个个出示身份凭证 到了玄子清 他看着并无炼气师协会徽章的玄子清 冷声道 你的段位徽章呢 玄子清摇头道没有 守卫目光一冷 没有 哼 你是想混在炼气师队伍里蒙混进城吧 真以为能逃过我的眼睛 玄子清文言不紧不慢 掏出了他的特别凭证 那是海选前三位才拥有的东西 凭证可获得等同于 地级炼气师的特权 守卫认出了特别凭证 心里一紧 他神色慌张 额头上满是冷汗 惊恐到炼气师大人抱歉 是小的有也不识太山 玄子清神情自若 淡淡到无妨 随即他收起凭证 默然跟随队伍进城 千人大队跟随来到炼气师协会的总部 这里位居夜火城的中心 协会建筑辉红气派 高耸入云 而据说其地下的结构更为复杂 几乎遍布了整座夜火城 协会负责人介绍 到夜火城的炼气师协会不招收庸人 所以上层都是居住的地方 地下区域才是炼气师所在 玄子清能够理解 能够来到夜火城的炼气师 自然不屑于在上层 先灵稀薄的地方炼气 都想靠近地心融火 协会负责人接着说到 与你们此前所在的落日城不同 协会在夜火城内 不算是单独的事例 毕竟我们炼气师协会 原本只是五大家族 互相探讨炼气之法 互相切磋精进的场所 这就要谈及历史了 彼时萧家尚未没落 以萧家为首建立了炼气师协会 而原本四大家族 只能算是萧家的弟子 他们学习萧家炼气之法 在协会内互相切磋精进 最后逐渐掌握了 更强的炼气水平 直到萧家没落 这炼气师协会 就变成五家鼎力 平分秋色了 负责人说着 神色忽然严峻了起来 我说的这些都是历史 你们可不要在这夜火城里 随意乱说 一来这夜火城散修不足一成 九成以上的人 都是个大家族的 最新最全的小说 竟在赤兔隔替 欧乱说话 可能会触及五大家族逆龄 到时候 有你们好受的 二来 最近萧家忽然有 重新崛起的势头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 只知道四大家族 目前的老祖 都特意告诫族人 不允许再主动挑衅萧家 惹是生非 具体发生了什么 负责人也不知道 但是老祖们虽非太古移民 但至少也活了少说千年 其眼光肯定比常人要深远得多 而之所以负责人要特意提醒 就是怕这群后辈惹是 那负责人是知道的 这群小辈来自洛日城 洛日城内 萧家之脉 备受欺凌 即便这一次 借助神秘外援登顶海选 但整个地位格局 不会因此改变 像是周里两家 他们在洛日城 算是首屈一指的大家族 可要放在夜火城 那也只是平平无奇的小家族而已 万一周里两家的后辈不知情况 在街上随意侵入萧家 那恐怕就不好收场了 负责人也怕 毕竟是自己 把他们带来夜火城的 他可是五大家族的坟家人 但他也不敢在公开场合 侵入萧家 这要是小家族犯禁 万一出了什么事 炼气师协会怪罪到自己头上怎么办 所以 他得特意说明一下 周里两家的后辈 一个个仗红了脸 满腔怒意无处发现 他们才在海选上 被选子清震慑过一次 现在来到夜火城 又被告知必须憋着 这让他们着实难受 至于选子清 他则是微眯着眼 心中沉思 萧家最近起事 如果我猜得不错 恐怕与萧宇有关 第155章 我的徒弟叫萧宇协会的负责人 给他们众人安排居所 不过在此之前 五大家族 会把各自的知脉族人领回家 因为五大家族的府邸 刚好就在炼气师协会附近 五大家族包围着炼气师协会 甚至地底有通道 可以直达协会炼气室 简而言之 炼气室协会 就是五大家族的公用炼气室 只是这也对其他小家族开放就是了 玄子轻心里富匪 心想着五大家族 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炼气师协会 就是五大家族交流切磋的地方 这里拥有整个炎火洲最好的炼气传承 以及炼气的最佳环境 对于小家族的炼气师而言 如果想要精进 那就必须前往炼气师协会 届时 他们也会补充五大家族 对于炼气的见解 从而使得五大家族的炼气水平 更为强大 这样一来 五大家族在炼火洲的地位 就永远不会被取代了 玄子轻正思索着 五大家族的人已经到来 准备接取各族的精英 炼气师协会专员 正会抱着各族的海选情况 辽元城 海选名额三千人 火家之脉占四成 离家之脉三成 其余小家族二成半 萧家则仅占半成 辽元城海选的圣者们 显然没有听到事先的警告 他们已经细血地嘲笑起来扑 萧家怎么连一成都没有啊 甚至连小家族都比不过了 就这还五大家族 萧家长老猛然张开眼 气场横扫广场 他瞥向一旁的火梨两家长老 冷声到这群小子 有些放肆了吧 火家长老恶狠狠地瞥了眼 自家之脉的后辈 但他语气却并未认怂 萧兄何必认真 他们所言只是脉 与主家又并无干系 况且 辽元城萧家之脉没落 不也是事实 这群矛头小子只是莽撞了些 但说的也没什么问题 萧家长老目光不愤 但却没话反驳 负责人继续汇报这情况 天炎城 还选名额二千 炎家之脉独占七成 其余小家族共占三成 柳火城 还选名额一千五 焚家之脉占据六成 其余小家族共占四成 赤燕城 还选名额一千 炎家之脉占据五成 离家之脉占据三成 其余小家族共占二成 萧家长老的脸色越来越黑 尽管萧家因为少主将士 传承归位 现在总算是巨龙抬头 在五大家族内拥有一席之地 但是这几个月的变强 自然没法辐射到 炎火洲各处的支脉 几十个城市抱下来 他萧家之脉 就没有一个能够领先其他家族的 甚至屡屡被小家族压过一头 这对身为五大家族的萧家而言 简直是奇耻大辱 其余四大家族的长老笑眯眯的听着 甚至时不时还刻意瞟两眼萧家长老 老祖说了不准刻意挑衅 但没说不能攀比 我们四家之脉 就是比你萧家厉害 你拿我们有什么办法 萧家长老只能咬牙忍着 直到汇报到了骆日成 他才惊喜地尝说了一口气 骆日成还选名额一千 萧家独占九成 其余小家族只占一成 另外三大进修名额也都归属萧家 萧家长老面色一喜 而其他四家长老确实满脸惊疑 咦 怎么回事 骆日成 我记得是个边陲小城 居然给萧家起誓了 怪了 萧家长老一脸得意地走到萧强身边 笑道可以 你们干得不错 我没记错的话 你是百恋的女儿小强吧 萧强点头道似的 二伯 刚巧 这萧家长老 算是和他们知脉关系 比较近的一位 他叫萧九天 是萧强的二伯 也是萧家的六长老 萧九天笑道 老夫还记得 你小时候可皮了 当初还骑在老夫头上过 我那会儿就跟百恋说 这丫头自小不甘居于人下 将来必然不凡 现在看来 果然如此 一旁的玄子清憋着气 险些没忍住笑出声来 萧强小时候 别看萧强年轻 他岁数不说几千 少说也有数百了 这都几百年前 沉芝麻烂骨子的事情了 萧九天居然 还能翻出来套近乎 至于什么 自小不敢居于人下 一般长辈 见到孩子 多多少少都会吹几句吧 类似的话 萧九天也肯定 没少跟其他人说 总之 他就是想拉近关系 这样显得跟萧强一脉 更为亲近 哪怕萧家此番 海选成绩不好 但他这一脉 愤出的知脉 表现优异 这样 他的面子就回来了 玄子清看破不说破 默然在一旁看戏 其料萧九天 大概是过于兴奋 竟然说上头了 而且我当初就觉得 你这丫头 敢骑在老夫头上 将来必是有大将之才 现在一看 果真如此 这次海选 也定然是你带队 赢得优胜的吧 萧九天笃定着说道 他可不是瞎猜的 他修为先皇后期 距离先皇巅峰 也只差临门一脚 这在场中人 哪有他看不透的存在 他一眼望去 就萧强修为最高 气血也更为浑厚 显然是队伍里的核心 至于玄子清 在他的视角里 就只有先皇修为 这种人 怎么可能会是领队 然而萧强摇了摇头二搏 这次萧家的核心不是我 而是老师 萧九天神色一致 一脸迷惑了 老师 萧强指着玄子清道 这位是男公子清老师 自神剑州来 我能带队获胜 也是拜老师所赐 这下不仅萧九天愣住了 其他四大家族的长老 也是愣了愣 自神剑州来的炼器大师 神剑州 也有炼器传承 他们稍加疑惑 忽然反应过来 哈哈 我就说嘛 你萧家之脉 居然能拔得头筹 原来是借助了外援的力量啊 是啊是啊 没想到我堂堂沿火州 炼器一道 居然比不过其他州的传承 这要说出去 不是一笑大方 萧九天仗红了脸 别提都别去了 倒是萧强则更直爽一些 他面对四大长老 全无畏惧 怒声道老师才不是外人 他是来夜火城 找自己徒弟的 他的徒弟 就是我萧家之人 萧九天更迷惑了 徒弟 不是 这什么情况 这个神剑州的来客 不仅教了我萧家之脉弟子 还在主卖有徒弟 萧九天一问道 你的徒弟是 玄子清神情自若 淡淡道 我的徒弟 叫萧宇 第156章 萧宇的下落 我的徒弟 叫萧宇 话语出口 整片广场陷入了死寂 因为萧九天 与另外四大长老 都大张着嘴 神色要多惊讶 有多惊讶 一众小辈 看着五大长老 这般失态 因此也都不敢发声 只能屏息宁神 沉默不语 萧九天不觉得 玄子清在开玩笑 萧宇 这个名字 可不是谁都能知道的 就连他萧家内部 也只有核心成员 才会知道这个名字 因为那是他萧家少主 至于萧宇 为什么是萧家少主 这就说来话长了 太古时期 萧家先祖掌握红莲夜火 岂可号令天地灵火 举世无匹 正因如此 萧家才成为 炎火州第一大族 但随着萧家先祖的失踪 红莲夜火也不见踪影 萧家部分传承 也在仙魔大战中断绝 这许多因素的影响下 萧家走向了没落 可就在不久之前 萧家少主回归 身为六长老的萧九天 这才知道 原来先祖有布置过后手 这个后手就是萧宇 他带着红莲夜火的火种 以及萧家遗失的部分传承 以少主的身份回到了萧家 补全传承的萧家 很快就恢复了元气 现在虽不说足以 寄身五大家族之手 但假以时日 必然能够重现荣光 四大家族高层 也都知晓了这件事 他们的老祖 之所以告知他们 不要招惹萧家 原因与他 正是因为萧宇的存在 或者更准确来说 是因为红莲夜火的存在 萧宇拥有红莲夜火 也就拥有了 号令天地灵火的能力 甚至 他还可以将灵火 从炎火中仙人身上剥夺 至少在面对火灵修士而言 萧宇可以说是大帝之姿 也毫不为过 因此 四大家族才不敢招惹 但就是这样一个精彩绝艳之辈 却有人声称自己是他的师父 炎火焚离四家长老反应过来 皆是大笑出声 哈哈 居然有人声称自己是 萧家少主的师父 这是壮明了 还是他脑子不好使 故意碰瓷呢 萧九天也是眉头紧错 他虽然觉得 一般人不可能知道萧宇的存在 但是或许正如其他长老所言 这可能是重名了呢 萧九天摆了摆手道 大概是重名了吧 今日就这样吧 南宫小兄弟 既非我萧家之人 祝我萧家也不妥当 要不你就和其他家族的小辈 一同住在炼气师协会 要是想要找你徒弟的话 让萧强帮你打听打听就是了 萧九天对这结果很不满意 他原本以为是 自己萧家 知迈长脸了 其料竟是外人帮忙 堂堂言火舟萧家 炼气一道上 居然需要其他大舟的人帮忙 何等耻辱 萧九天极为不满 甚至因此 对萧强的称呼都变得直呼其名 一点也不亲切了 然而这时 玄子清抬起了头 他神念一动 一道声音传入了萧九天的神识 红莲夜火 萧九天虎曲一阵 他险下一个猎切摔倒在地 甚至忘记了这是神识传音 而一脸失态地惊呼到你 你说什么 萧九天突然一吼 把四大家族的长老也都吓了一跳 但他们观萧九天的反应 和玄子清目前的神态 他们也是满脸震惊 心里有所猜测 定是这神剑舟之人 跟萧九天说了什么 而且还是神识传音 他竟然能和萧九天神识传音 甚至我们都没法窃听 这家伙修为少说 也有先皇中戚 长老们纷纷震惊 一个他们没能看破 真实修为的存在 竟是引得萧九天如此惊讶 难道 难道他真的是 萧家少主的师父 一旁的萧强也惊呆了 怎么回事 萧家少主 什么时候 我萧家有少主了 我怎么不知道 而且 老 老师他居然是少主的师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萧九天看了眼玄子清 他不知道 玄子清是不是真的是 少主的师父 但他觉得 玄子清多少 可能都与萧羽有些关系 萧九天环顾左右 他知道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于是焦急道 先随我回萧家 南宫道友也一同前来吧 广场上风波散去 只是这则消息 被带回了其余四大家族 坊间也多有传闻 这就是玄子清的目的 他的实力 足有先皇巅峰 而先尊魔尊 此刻都在先魔战场 炎火周可是大周 不可能有魔尊 能够悄然前行 来此杀他 所以 他要闹出动静 这样 不管萧家 到底适合说法 萧羽 也肯定能够听到他的消息 只要动静够大 他就能见到萧羽 只要见到萧羽 他的实力 就能更上一层楼 这样一来 他就能完全确保自己的安全 这就是玄子清的计划 就结果来看 计划是成功的 就可惜 有些变数 不久后 萧家内阁 十位萧家长老齐聚 而玄子清从容不迫 立于中央 之所以这么大阵争 他们是怕玄子清和魔族 有什么关联 万一玄子清 是从魔族那里得到的情报 其目的是 加害他们萧家少主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萧家大长老语气严肃 你说 你是少主的师父 可有证据 玄子清神色微惑 反问道 难道萧羽没有告诉过你们 他在下界有一位师父 大长老瞳孔咒缩 萧羽来自下界 这可是机密中的机密 当初萧家接萧羽时 可是特意用了祖传的灵宝 这才不动声色地 将萧羽带回萧家 除了老祖和他们之外 萧家上下无人知道这个隐秘 然而玄子清居然也知道 甚至大长老知道 萧羽确实说过 他在下界有一位师父 只是萧羽没有透露他师父的姓名 玄子清见众人反应 心里也大致有所了解 原来如此 定是萧羽担心我境界低微 怕暴露我身份 会致使我遭遇不测 所以没有包上我的名字 这么一想就明白了 玄子清笑道去跟萧羽说 就说他师父玄子清来看他了 这样自然就能验明真假 这确实是最简单的方法 玄子清不会因此和萧羽接触 而萧羽也能证明 玄子清的身份 只可惜 萧家长老们面面相去 沉默不语 最后 大长老摇头道 少主不在此处 他随老祖征战黑雁州去了 第157章 黑雁狱和杜狱州黑雁州 那是与炎火州临近的 魔族核心领地 在此之前 黑雁州的魔族 盖过炎火州的仙人一头 他们攻城掠地 无恶不作 直到萧羽归来 萧家实力猛地上升 萧家仙人的老祖 也重新焕发活力 拥有一战之力 而此时仙族前线各个大州 都好像开启了什么开关一样 一个个纷纷起势 随着神剑州首当其冲 收复师弟 甚至攻向魔族 于是 反攻的号角由此吹响 五大家族老祖 都纷纷出战 而之所以其余四家老祖 跟自家后辈 说不准挑衅萧家 原因也出在此处 不仅是萧家少主 萧羽归来 更是萧家老祖 实力提升 他们身为老祖 被压一头 自然要命令小辈 萧家收敛 而萧羽 也跟随一同出征 现在并不在业火城内 大长老看 玄子清笃定的样子 心里已经有几分相信 但萧羽是他萧家少主 与萧羽有关的事情 都必须尽可能谨慎一些 因此 大长老道少主 不在业火城 这样尚不足以 证明你的身份 玄子清眉头一皱 这就很麻烦了 老实说 他一点都不想 和这些长老们 多费口舌 他只想去找萧羽 按照他原本的构想 要是这些长老硬 要阻挠他 他就只能暴露实力 亲自去找萧羽了 但是 既然萧羽不在业火城内 他就不能撕破脸皮 因为他需要知道 萧羽目前所在的位置 玄子清沉默片刻 淡淡开口骂 萧家斗气 无垢火缝 无垢天火 红莲夜火 这些可足够我证明身份 萧家长老进阶 陷入了无与伦比的震撼当中 这每一处细节 都是萧家绝对的不传隐秘 居然全都被玄子清知道了 这怎么可能啊 萧家斗气 那是太古时期 萧家的立足之本 他们原本可不只是 靠炼气闻名的 萧家原来的核心 就是斗气之法 和控火之术 只是后来在仙魔大战中 斗气修炼之法 被毁坏的部分 因此 萧家斗气 有所残缺 而当萧羽归来 也带回了完整的斗气之法 这就是萧家老祖 实力提升的原因 至于控火之术 虽然并未失传 但一来 红莲夜火失去踪迹 而天地一火 也并非无穷无尽 所以 随着时间推移 萧家越发没落 直到萧羽带着 红莲火种归来 这样的局面 才发生了转变 而那无垢火缝 和无垢天火 都是萧羽在下界所得 算是私人秘密 萧羽归来后 从未在平背 或小背面前出过手 火缝也从未路过头 因此 这些秘密 原本不应该被外人知晓 萧家长老们 纷纷从震惊中回过神 只是他们大惊失色的表情 仍旧迟迟没法退去 因为他们可以确信 玄子清真的是萧羽的师父 萧羽是她萧家少主 是红莲夜火的主人 是仙玉年轻一辈的 绝对翘楚 而玄子清 竟然是她的师父 那她 又该是何许存在 长老们说不出话 他们一个个 就像是哑巴一样 整座内阁陷入了沉寂 就连仙灵都不再流动 似乎时间停滞住了一般 玄子清 打破了沉默这下 你们相信了吗 大肠老低垂着头 缓声道老 老服信了 玄子清神色不变 俨然一副云淡风轻 毫不介意的样子 她淡淡道 既然信了 那么告诉我 萧羽具体的位置 我去黑雁州找她 玄子清的语气 变得硬气了许多 此刻的内阁 玄子清的立场 和萧家长老 已经反转了过来 大肠老嘴唇吸动 随后摇头道 我也不知 玄子清眉头一皱 你不知道 他们难道没消息传回来 大肠老缓缓点头 消息传不回来的 炎火州和黑雁州之间 有一道天谴 黑雁玉 那据说是太古时期 某位魔帝留下的黑雁账壁 至今都没有消散 魔族不会被黑雁玉阻挡 甚至他们还可以借助 黑雁玉修炼 拥有更强的体魄 而对于我们仙族而言 倘若没有仙尊级的修为 根本没法通过黑雁玉 玄子清稍加思索 陈生问道 那反攻军是怎么穿过去的 大肠老解释道 他们是借助了灵宝 杜玉州 杜玉州 嗯 杜玉州是五大家族老祖 合力所练 是我们对黑雁玉 研究了万千年 才想出的穿越之法 但是杜玉州练制工序复杂 因为少主归来 带回了红莲夜火 我们才拥有了练制他的能力 只是因为时间有限 即便五位老祖合力 这数月时间 也只能练出三艘 杜玉州一艘 即可承载十万人 所以 此番有三十万人出征黑雁州 三艘杜玉州 现在也都位于黑雁玉另外一侧 没法再道有过去 玄子清目光微宁 他一问道 你们就不怕反攻军有去无回 大长老 似乎是找到了寻回颜面的机会 神色终于振奋了起来 他得意到 自然不可能 杜玉州 何其复杂 其功能 又何止是穿过黑雁玉那么简单 一旦局势逆转 老祖他们 大可驱使着杜玉州返回 这一点可不是老夫自夸 就算是魔尊出手 也未必能追得上 我们炎火州的杜玉州 玄子清大致了解的情况 这一次的反攻军 与其说是大局反扑 倒不如 说是一次尝试 因为他们拥有杜玉州 完全是有恃无恐 反正不会有被团灭的风险 如果黑雁州手被薄弱 那就立刻攻下 倘若黑雁州有强大的魔尊坐镇 那他们就立刻驱使着杜玉州返回 唯一的问题在于 由于黑雁玉的存在 所以两侧的消息没法互通 因此各大家族都不知道前线战况 他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立刻加紧时间炼制先兵和领保 一方面是为了之后更大幅度的反攻做准备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 持援其他大洲的仙魔战场 为他们提供兵甲 玄子清神色恍然 他心里沉思自语这么一说 萧宇什么时候能回来 他们也不知道 可我哪有时间跟他们刚好着 星渝还在仙魔战场前线奋战 也不知如今情况怎么样 我得尽快晋级先尊才行 不能拖下去了 一念即此 玄子清问到那么 杜玉州的制造图纸 你们有吗 大肠老愣了 疑惑到 你要图纸干什么 玄子清神色平静无波 但说出来的话语 却在一众长老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我要炼制杜玉州 第158章杜玉州的图纸炼制杜玉州 乃是说炼就能炼的东西 炎火州可是先于炼气师第一大州 而五大家族的老祖 都是他们各自现存的最强炼气师 即便如此 杜玉州也是五大家族老祖合力 花费数月时间 历经千辛万苦 才最终炼成 这样宏伟的功成 在玄子清口中 却是一句平平无奇的 我要炼制杜玉州 大长老尬笑了两声道友说笑了 这杜玉州 可是先尊纪的无上领宝 就算我们五大家族长老合力 也没有炼成的可能 况且其余四家长老大多出征黑焰州去了 我们人手也不够 四大家族半数以上的长老都随军出征 至于萧家这些 他们刚补权斗器传承不久 因此 除了萧家老祖和萧宇之外 其他人大多尚未来得及参无吃透 半调子可不适合前往战场 而后方炼气工作也需要有人留下调度 因此 萧家除了老祖和三位太上长老以外 像是家主和众位一般长老都留在了夜火城 可即便如此 也远远达不到炼制杜玉州的要求 玄子清白了白手 无需你们相助 只要把图纸给我就行 此话一出 萧家长老们尽数神色呆滞 什么意思 难道他要一个人炼制杜玉州 五大家族老祖 合力才炼制出的杜玉州 他想要一个人炼制 这已经不是天方夜谭了 这是在痴人说梦 大长老表情越发尴尬 他嘴角抽了抽 笑道道友 老夫听说 你是落日成炼气海选的魁首 玄子清微微汗手不错 大长老顿了顿 追问道那 道友有炼制过领宝吗 玄子清摇头道没有 大长老摇了摇头 笑道道友 老夫知道 你定是有极强的炼气实力 但是 这炼宝和炼气截然不同 虽然部分技法相同 但总体来说 可谓是大相径庭 如果道友认为 你炼气实力强大 也能够在炼制灵宝上体现出来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呀 炼制灵宝 需要于仙灵充沛的 僻静处布置场域 并且需要大量天才地宝献解 炼制过程短则数日 长则甚至可达数月 期间炼制过程 必须一意专心 绝不能有任何分神或疏漏 这样 才有可能炼成 大长老肖道更何况 哪怕道友真有这本事炼成 等那时候 少主他们也已经回来了 道友不如就在我萧家烧歇一阵 等等便是了 玄子轻皱了皱眉头 他哪里有时间等 前线战况紧张 他自不可能在后方磨磨蹭蹭 况且他现在过不去黑夜狱 不清楚萧宇目前的状况 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呢 那可不行 玄子轻尘声道 大长老觉得我不可信 大长老愣了愣 笑到怎么可能 道友既然知道那么多秘密 想必确实是少主的师父无疑 但 未等大长老说完 玄子轻冷声道即如此 那这样 你把杜宇舟的图纸给我 顺带给我萧家藏书阁的权限 刚好我对炼宝有些兴趣 我自己钻研一阵 如果可行 我就自行炼制杜宇舟 穿越黑夜狱 如果我确实没有这个能力 那我便老老实实等着 一众长老们面面相去 他们神念交流片刻后 大长老摇头道道友 这真不行啊 杜宇舟的图纸和藏书阁全线可以给你 但是我们没法帮你炼制杜宇舟 也不可能给予你材料 道友你也知道 如今前线战事吃紧 我们还需要炼器援助各个前线大洲的仙魔战场 不可能把资源浪费在没有意义的消耗上 玄子清神情自若 淡淡一笑和 无妨 材料什么的 无需消加费心 我自有办法筹备 这 大长老犹豫一片刻 最后妥协 他信手一挥 一道预检凭空出现 大长老说明道 这就是杜宇舟的图纸 道友收好 玄子清收下预检 他神念一扫 被其中内容稍稍震撼到了 独一周知复杂 超乎了他的想象 这图纸看起来 或许是萧家数千 甚至数万年不停改良 最后才完全成形 他倾注了无数代萧家先辈的心血 果真不同凡响 这是一件少有的 以当今才学超越太古的发明 太古时期 彼时仙灵相较如今要浓郁许多 大多天才地宝 也都尚未绝技 那时就连先皇都能够横渡黑咽语 因此 根本无需杜宇舟这种东西 但现在 杜宇舟的出现 确实可以说是一种超越太古时代的进步 然而 玄子清定位因为他的复杂而退却 反而心底涌上了好胜的念头 既然老祖们能够做到 他凭什么不能 他也是先皇巅峰修为 还拥有更强的练棋术 没道理练之不出 玄子清如此心想着 从容收起预检 大长老随后将一枚玉佩甩给玄子清 说道 这是我肖家内阁供奉的玉佩 地位仅在长老之下 整个肖家随处可去 百无禁忌 玄子清接过玉佩 抱拳谢过 临走之前 玄子清又嘱咐到对了 诸位长老切莫泄露我的本名 魔族那里 对我盯得紧着呢 天魁坐下两只太古凶兽 都因我而死 万一暴露身份 他亲自出手诛杀 都有可能 所以 反请各位长老保密 肖家长老们 被震惊地说不出话 他们大张着嘴 如遭雷击处在原地 两只太古凶兽 因他而死 长老们有得到过情报 据说天魁坐下的角尼魔皇 在东陵州现身 随后失去了踪迹 还有三头犬日镖 和肖宇一战后 就也不见了踪迹 那时探子说日镖可能 被天魁派去执行秘密任务了 肖家是不信的 他们觉着日镖一定是被 肖宇打怕了 当了缩头乌龟 但现在看来 日镖怕是被玄子清给弄死了 长老们震悚不已 沉默良久之后 大肠老才缓缓开口玄凶 不 南宫兄放心 你只是太古炼器术的传承者 是我肖家少主的炼器师傅 因此才得到了内阁供奉的尊位 如此一来 即便魔族得到情报 他们想来也不至于对一个炼器大师下手 玄子清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注意到 大长老对他的称呼已经变了 可见这群长老对他的敬重 这样一来 他在肖家行事就更为方便了 必要时 适当展露实力 也是个不错的决定啊 玄子清淡淡一笑 转身道纳 就拜托诸位了 第159章 杜玉州炼制计划肖家 供奉府邸 南宫清水一脸猛逼 怎么主人小斑户而不见 突然就变成肖家内阁供奉了 不 我怎么能质疑主人呢 以主人的实力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样一想 南宫清水就释然了许多 等到玄子清回来 南宫清水问到主人 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玄子清稍加思索 到我先在肖家书阁 研究一下林宝的炼制之法 之后 我会以肖家供奉的身份 出售仙器 购置物资 届时出门在外 我不能过于暴露实力 你既要扮演我妹妹 也要护佑我的安危 南宫清水疑惑到 护佑安危 主人不是肖家内阁供奉吗 还有人敢谋害你吗 玄子清摇头道 树打招风 掩火周之人性子直 大家族肯定做不出来这种事 但是 那些小家族被打压久了 他们肯定很想尚未 替代五大家族 尤其是肖家 关于肖家重新崛起的事 在小家族里 还尚无人了解 他们以为 肖家仍然是那个 五大家族里的垫底 所以很想取而代之 而我则被肖家宣称为 太古炼器之法的继承人 只要从我手中夺得传承 那么他们就拥有了 取代肖家的抵御 所以他还是很有可能 对我下手的 至于魔族那边 只要我不暴露实力 不让他们起义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南宫清水重重点头 看来自己在主人往后的决策中 非常重要 他身上承载着重担 当然这也是主人信任自己的表现 玄子清顿了顿 又到我 帮你再修改修改功法 你先做好晋级的准备 一会儿 我去炼骑士协会 做几把仙兵 到时候 你以我的名义 放在万宝阁挂兽 等到仙兵变现 我会帮你准备好资源 让你尽快突破到仙皇中期 虽然南宫清水的功法 已经没有像之前 那么大的提升空间了 但是以玄子清的见识 再微调一下 并无难度 只要资源到位 半月之内 突破仙皇中期 应该不难 不过想要 再往后突破 那就可能需要 不短时间的积累了 毕竟仙皇中期 和仙皇后期的跨度 可要比初期大得多 玄子清思索着说道 到时候 我再把兙兴剑法 修改一下传授与你 以你仙皇中期的修为 加上我给你的那把灵剑 届时就算击败仙皇后期 应该也不算难 总之 你现在先好好准备准备吧 南宫清水重重点头道士 主人 他能感受到 玄子清终于需要他了 之前他虽说 是任玄子清为主 但其实根本 没能帮得到主人什么 除了端茶送水以外 自己好像真的 什么都帮不了主人 甚至端茶送水 也从未有过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主人需要他了 这是表现的机会 那就一定要完美做好才行 南宫清水如此心想着 修炼的意志越发坚定 玄子清转身离去 他先通过肖家地下的通道 直达炼气师协会 这一点还倒真是方便 五大家族都有通道 和炼气师协会地下相通 可以让他们快速抵达协会 而炼气师协会地下宽敞无比 螺旋的走廊之下 是炽热的岩浆 甚至岩浆 现在还在冒着炮 时不时就有熔岩剑起 看着有些吓人 玄子清的修为无惧于此 他现在是肖家那个供奉 允许使用最下方的炼气师 随后 炼气师协会的底部坑然作响 玄子清师展出乱披风锤法 整个中下层 都能听到他锤打的声响 甚至这锤打的声响 在地下区域不断回荡 回声不觉 极为震撼 这 这是在炼气 此人怎么跟繁俗的铁匠一般 这么粗暴 可恶 我炼气的节奏被这家伙打断了 我也是 老夫炼气炼得好好的 忽然一声锤响 让我仙灵力紊乱了几分 不仅如此 你们看岩浆 这家伙炼气师的震动 影响到了岩浆 导致地下层仙灵 都产生了乱流 可恨 不管此人是谁 他今天必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一群炼气师气势汹汹 奔着玄子清所在的炼气师而去 玄子清全然不知 他其实已经收敛了许多 毕竟 如果他全力施展出乱披风锤法 那炼制出的仙兵就是有灵的 有灵的仙兵 常人绝对无法驾驭 因此很难卖出去 大概只有仙尊 或者少部分仙皇巅峰 才可能会对此有需求 这样就太耽误时间了 因此 玄子清将乱披风锤法 简化到了49锤 而且还稍微收了些力 以免造成太大的乱子 只是岩浆受其锤打震荡 这一点 玄子清世仙道士并没有想到 等到一群炼气师蜂拥而来 玄子清这才反应过来 出来 扰乱老夫炼气 你必须赔偿 我的也是 必须赔偿 玄子清目光一领 他随即在锻造这最后一把仙剑时 用上了全力 不止49锤 甚至不止81锤 他108锤下去 外面哄闹的炼气师 纷纷被这震天的声响给逼退 险些滑落岩浆 这时候 玄子清才推门而出 他背后悬浮着一把仙剑 仙剑有灵 剑孝之音迪荡千里 周围所有仙剑都变得暗淡无光 而相距玄子清更近的那几位炼气师 他们身上仙剑反应更甚 就像是见到了帝王一般 纷纷俯首 玄子清背负双手 俨然一副高人姿态 他目光冰宁 淡淡到你们说 本座扰乱你们炼气 还需要赔偿 好啊 我赔 只不过 你们现在也扰乱了本座炼气 而本座炼的可是有灵之剑 你们觉得 该怎么赔 众人失声 他们一个个就跟哑巴一样 完全说不出话来 整个炼气室旁鸦雀无声 只能听到岩浆咕咚咕咚冒炮的声响 他们身为炼气师 自然知道有灵之物 究竟何等珍贵 而眼前此人居然能够炼制灵剑 那可是先尊都愿意花高价收购的东西 他们怎么可能赔得起 如此一来 炼气师们也只能连连认错 慌张撤离 玄子清将灵剑收起 段月目前还是不要掏出来为好 他也还没弄清段月的秘密 所以这把灵剑 就是他暂时的兵器 玄子清目光一向深厚 那堆积成小山的术石把仙剑 就是他资本的来源 第160章 震惊万宝阁掌柜术石把仙剑 闪耀着夺目的金属光辉 寻常仙人一辈子都不可能 见到这么多高品质的仙剑 甚至就算去万宝楼顶层 宝贝的数量 也没有这区区一间炼气室内来得多 但是以玄子清如今的炼气造诣 炼制这些毫无难度 不过这么多仙剑 当然不可能一口气卖光 玄子清好歹 也是穿越者 市场规律他还是懂的 倘若一次性卖掉 那仙剑就不稀奇了 价格也不会抬得很高 肯定要分批次卖 而最稳妥的方法 就是直接让万宝楼里董祥的人负责 玄子清如此一想 决定在闭关之前 自己还是得亲自去一趟万宝楼 他带着仙剑 喊上南宫清水 二人一到净职去往万宝楼 万宝楼是仙族的大产业 遍布仙域各处 他们不仅是仙域最大的商会 甚至说 无人可出其诱 也毫不为过 简单来说 就说仙域商会 以万宝楼为尊 其余一切商会 都是二流 根本没有资格与万宝楼并驾齐驱 而这里又是夜火城 炎火州盛产炼气师 掀气领宝层出不穷 因此 夜火城分布 可是万宝阁产业的重中之重 这里的万宝阁尤为气派 雕梁化洞 一派金碧辉煌 就连守卫都穿着仙甲 看着鹦鹉不凡 万宝楼的守卫 见玄子清 没有炼气师协会的徽章 于是语气轻蔑 禁止通行 万宝楼指 接待有身份凭证的贵客 玄子清淡定 取出萧家内阁供奉的玉佩 冷冷地瞥了一眼守卫 守卫身子肃然一抖 吓得魂不附体 那竟然是萧家内阁供奉 他居然还用这般不屑的语气 跟供奉说话 守卫胆战心惊 赶忙领着玄子清一路 来到顶楼 玄子清取出一把仙剑 直接跟执氏说 这把剑给你们负责人看 就说我还有数把 大生意 接不接看你们诚意 那执氏既然能干到这种高位 也是有些眼力见的 他目光一扫 顿时察觉到此剑非凡 于是他收起锐气 躬身道贵客稍等 我去去就来 玄子清淡定地点了点头 南宫清水疑惑道 我们这样就能把负责人请来了吗 玄子清应道 如果这负责人识货的话 肯定是足够了 这里可是万宝楼 还是夜火城的万宝楼 我相信他们负责人 最起码的眼光还是有的 果然 不出玄子清所料 未过多久 万宝阁夜火城分布负责人 就快不赶来 行了 你先退下吧 只是没有多问 老老实实应声而退 玄子清淡淡道 这位是舍妹 无需秉退 负责人点了点头 满脸堆笑 他叫钱宝才 在万宝楼内 惯以神眼之名 据说他看人看物 从未有过失误 眼力极强 因此 钱宝才在看到 玄子清的一瞬间 立马就放低了身段 姿态俨然像是个仆从 钱宝才将仙剑 递还给玄子清 满脸堆笑到前辈 您的这把剑 我看过了 玄子清神色不改 反而主动发问 那你觉得如何 钱宝才略一思索 到这仙剑之得之坚硬 仙灵之充沛 钱某生平罕见 这柄仙剑 就算当得我万宝楼 仙气中的魁首 也完全没有问题 钱宝才顿了顿 又倒只是 前辈说同等的仙剑 还有许多 这一点 钱某有些怀疑 所以钱辈可否取见一关 玄子清见 钱宝才言辞干脆 因此也未多说什么 他又取出五把仙剑 随手递给了钱宝才 钱宝才的目光 如阴森一般 冷然扫过了五把仙剑 他的神情 从一获到惊讶 最后瞳孔骤然缩小 变成了难以言喻的震惊 玄子清从容问到钱兄 怎么了吗 钱宝才身子激动到发抖 惊喜到钱辈 如果我所料不错 您的仙剑 应该不止这五六把吧 玄子清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在考量钱宝才的能力 好在钱宝才没有让他失望 但玄子清 还是故作平静 问到何以剑得 钱宝才嘴角勾起 满脸堆笑地解释道 我关钱辈这些仙剑 其上火焰仙灵 人未退去 甚至剑刃上尚有余温 所以可见 这些仙剑都刚炼成不久 而这五把仙剑 显然都出自同一人之手 甚至每一把的炼制剑格都不长 所以钱某估计 这仙剑断然不止区区六把 玄子清淡淡一笑 不再遮掩 他随手一抖 顿时如小山般的仙剑堆积在旁 即便钱宝才已经有心理准备 但他依然是大惊失色 满脸震怂 老天 静 竟然这么多 钱宝才震惊之余 画风一转前 前辈 您这 这么多仙剑 恐怕卖不出高价 为何 这些仙剑清一色 都是仙剑 种类单一 很难尽数找到买家 而且 一旦市面上流通过多 价格也就自然低了下来 玄子清背负双手 但但倒不会 我即将闭关一阵子 这些仙剑净数都可卖给你 之后如何售卖 何时售卖 都有你来决定 而且我能够承诺 往后 我不会再将仙剑卖给其他任何伤悔 也就是说 我所炼制的仙剑 由你们独享 而且 你们可以暂且囤着 慢慢售卖 这样可行 钱宝才眼睛瞪的魂元 他看出来了 这位仙剑 不仅是炼器大能 甚至还是个商界奇才 这说白了 就是买断 这么多仙剑 如果一口气卖了 那就血亏 但要是囤着慢慢卖 那收益会比原先高出百十倍都不止 道理很简单 一旦前几把仙剑 都被万宝楼卖出 然后万宝楼再告诉客户 这些仙剑 都是同一位大师的作品 那么玄子清的名号 就会在万宝楼内受到追捧 再加上 这里是玄子清 唯一独家授权的商会 届时 只要万宝楼言称 玄子清术月 才能炼制出一把仙剑 每次都需要拍卖授出 这么一来 不仅是玄子清 就是万宝楼 也能赚得盆满钵满 真是好算计 钱宝才佩服的五体投地 他身为万宝楼的掌柜 竟然也有一天 会被他人教育 只能说 玄子清时在世太 出乎意料了 一旁的南宫清水 也是一脸得意 不愧是主人 这天下就没有主人 办不成的事情 这么一来 交易敲定 炼制杜宇州的资本 也就有了 第161章 炼灵之术 与杜宇之法之后 玄子清告诉钱宝才 我很快会闭关一段时间 届时 万宝楼这里的收益 都全权委托社妹处理 见他如见我 钱宝才连连点头 那模样要多恭敬 就有多恭敬 现在看来 这兄妹二人 可是他的大财主 这一旦交易完成 他这夜火城分隔的业绩 必将官决先玉 其他大州的分布 根本不可能与之匹敌 本文下 在自赤兔隔替 欧欢迎访问 钱宝才拍着胸脯 保证到前辈放心 无论你有没有看着 应得的收益 我一分都不会少 说着 钱宝才取出一枚 黑金色的令牌 这是我万宝楼的黑金令 持有者 就是我们至高无上的贵宾 即便到了先玉 其他州也一样 您收好 玄子清是一南宫清水收下 而他仍然是一副高人作牌 满脸云淡风轻 二人离开 心里满是惊讶 果真是隐士高人 居然连黑金令都满不在乎 这可是先于各大势力 挤破头皮都要抢的东西 玄子清在钱宝才的设想中 又更重要了几分 钱宝才立刻换来直视 叮嘱到 如果那二位有什么需求 务必首先满足他们 直视重重点头是 萧家 藏书阁 钱财的问题已经解决 玄子清 在精修过南宫清水的功法之后 就一头扎进了萧家的藏书阁内 拥有萧家内阁 供奉玉佩的他 在藏书阁内畅通无阻 他接下来就是要思索 该如何炼制杜玉舟 杜玉舟是灵宝 炼制方式与炼器全然不同 如果说炼器 尚有打铁的成分在里面 那炼宝就是纯粹的仙家手段 将天地灵物的精粹 融汇在灵宝之内 这一过程中 根本就没有用到乱披风锤法的余地 当然 乱披风锤法 也并非全然无用 玄子清捧着一卷秘路 沉思到杜玉舟做工复杂 工序繁琐 材料需求也很高 所以我大可 先用乱披风锤法锻造材料 先将织外形造出 之后再用炼宝之法炼制 玄子清稍微有了点头绪 但现在的问题在于 炼宝到底该如何炼制 他炼器用的是乱披风锤法 但对于炼宝 玄子清一无所知 玄子清便寻藏书 整整七日的时间 玄子清都一直泡在书阁内 不停翻阅着炼宝的知识 直到现在 他已经对炼宝有了大致的了解 所以说 炼宝的重点在于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 这里更倾向于天才地宝的使用 我需要用足够的天才地宝为 灵宝赋予灵性 使之能够与天道共鸣 地利 在炼宝里 即是利用场域布置环境 使得周围环境更加契合炼制 这样就事半功倍 而所谓场域 即是一种烈化的阵法 阵法失传 所以他们 只能用这种拙劣的技巧来模仿 但我不一样 我会阵法 所以 在这一点上 我甚至能比那些老怪我们做得更好 最后是人和 也就是炼宝的技巧 所谓炼宝 即是将天地先灵 与道则融入到器物之内 使之变得更为强大 并且获得许多奇妙的特性 比如说 月正阳赠予我的那把青云剑 青云剑可大可小 还能随风而行 这就是炼宝的作用 那么我该怎么炼制呢 玄子清目光一尘 他看过萧家的炼宝之法后 顿时就发现了 萧家的炼宝之法 仍然是不适合他 甚至整个炼火舟的炼宝之法 恐怕都是如此 他们仍旧是借助天地灵火 和地心熔岩的力量 引导天地灵气 但是我没有天地灵火啊 而且仙玉 尤其是炼火舟的天地灵火 基本都快绝技了 短期内也没希望找到 我得寻到其他办法 玄子清闭目凝神 在记忆里搜寻着炼宝的方法 过了一会 他猛然睁开眼睛 有了 他找到了 炼宝之法炼灵术 炼灵 是一种以特别的技巧御史先灵 为物品强行注入天地先灵 与道则的本领 就像是代替天道行使造物之法 这一技巧 可以掠夺天地道则加持物品 无论是丹药还是法宝 都可以炼灵 只不过这种技巧 因为过于逆天 所以会受到天道的阻挠 失败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一旦炼灵成功 仙气不仅品质大增 还会获得诸多神妙的特性 可一旦炼灵失败 这件仙气 就会直接沦为废品 而且炼灵之术最可怕的是 它是可以叠加炼化 如果有人能将仙气成功炼灵了十次 那么这件仙气 就会产生翻天覆地的恐怖变化 而且炼灵的收益 还会根据原本器物的品质有所变化 如果是以玄子轻炼制的仙剑 来进行炼灵 每一次成功 都会为之强化堪称恐怖的能力 只不过 这样炼灵成功率就更低了 而且 一旦炼灵失败 那先前所作一切尽皆白费 这种失败的代价 是寻常人怎么都不可能承受的 但玄子轻不一样了呀 我刚弄到大量本钱 我有尝试的资本 大不了就失败呗 反正我随手就能断打出几十把仙剑来 我还缺这么点仙剑 而且 玄子轻略一思索 又有了新的想法 而且 我为什么要循规蹈矩造都宇舟呢 我又不需要宰多少人 我只需要弄明白 图纸里都宇舟的核心原理 知道它的材料 以及为什么能够渡过黑夜雨即可 作者喜欢小说的朋友 请不要错过赤兔阁替然后 我就可以开始着手打造能渡过黑夜雨的仙剑 因为这样 无论是材料成本 还是时间成本 都会减少许多 我可以不断尝试 不断精进技术 直到成功为止 一切都豁然起来 山崇水 富宜无路 柳暗花明 又一村 玄子轻长舒了一口气 只觉得眼睛都有些发晕 对于一个先皇巅峰来说 本不该如此 只是他这些日子 何止翻阅书籍那么简单 他神念过于专注 等同于连续数日不停催使宪法 那消耗自然庞大 但是玄子轻精神却很振奋 因为他已经有了完整的计划 知道该如何炼制 能渡过黑夜雨的灵宝 现在万事俱备 只差材料 玄子轻回到府邸 南宫清水此刻已经晋级至先皇中期 而且 南宫清水还告诉了玄子轻一个好消息 夜火城拍卖大会 就在明天 第162章 万宝阁拍卖会夜火城 万宝阁 今日万宝阁前守备森严 因为恰逢三年一度的拍卖会举办 这次拍卖会空前盛大 甚至可以说是千年来最热闹的一次 原因无他 只是因为仙魔战场战况激烈 所有人都想尽办法提升实力 为了在这乱世之中夺得一线生机 况且 这次拍卖会 没有什么老祖级别的人物参加 炎火周五大家族老祖 与太上长老尽数出征 而其他前线大周的重要人物 同样是没空赶来 但是拍卖会并未因此冷落 反而更加热闹 因为没了老祖级别的存在 其他人想要抢到宝贝 就更简单了 玄子清和南宫清水 越过西壤的人群 引来一阵骂声 这人怎么插队啊 晦气 再敢往前走一步试试 玄子清默然掏出一枚黑金色的令牌 所有人立刻闭口不言 那方才叫嚣得先修躲在人后 完全不敢露头 更不敢和玄子清对上视线 熟悉万宝阁的人都知道 那是黑金令 只有万宝阁最尊贵的客户 才有资格持有 像是夜火城内 拥有黑金令的人 不足食指之数 群众纷纷满脸震惊 让开了一条通路 他们没想到 居然会在万宝阁外 遇到一位黑金令持有者 所有人顿时都收敛了不少 不敢再吵吵嚷嚷 玄子清领着南宫清水入场 钱宝财听到风声 竟是立刻亲自赶来迎接玄子清 别提多殷勤了 没想到南宫前辈 竟然这么快就出关了 是我失职了 玄子清眉毛一条 钱宝财喊他南宫前辈 也就是说 他在萧家的身份 还是被泄露出去了 这么一来 或许会引来一些小家族的觊觎 不过也无伤大雅 钱宝财领着玄子清 来到弟子七号包间 他低着头 满脸歉意南宫前辈抱歉 原本黑金令持有者 应该安排在天字号包间的 只不过 我事先没想到南宫前辈会来 因此没有预留空位 这是我这个座掌柜的失职 眼下剩余最好的包间 就是这弟子七号了 南宫前辈不会介意吧 玄子清摆了白手道无妨 钱宝财见状 长输了一口气 随即离开包间 等到钱宝财离开 玄子清这才问到我闭关 这半个月 仙剑售卖情况如何 南宫清水 应到主人的仙剑卖得极好 万宝阁每日都有小拍卖会 主人闭关第一天 万宝阁卖出第一把仙剑 售价300斤仙灵玉 仙灵玉是仙玉的货币之一 仙玉一般有两种流通货币 一是仙灵石 二是仙灵玉 二者之间 没有明确的代缓关系 因为仙灵石 只是开采仙灵玉矿的边角量 前者只是货币 后者则是珍惜的修炼资源 因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仙灵玉的价值 只会越来越高 而寻常仙修们 都是用一块一块的 金石状货币进行交易 像是300斤仙灵玉这种用法 已经算是特别大宗的交易了 但这还没完 南宫清水顿了顿 继续道具前宝财所说 那第一个买家 其实是万宝罗的托儿 他买下仙剑之后 立刻去参与了比武 然后将其他托儿竞数打败 随后无意间透露了仙剑的炼制者 玉子清眉毛挑了挑 这钱宝财可真贼啊 居然找托儿营销自己的仙剑 这么一来 他的作品肯定就会格外引人注目 接下来的事情 他大致也能猜到了 一如玉子清所料 南宫清水继续到之后 主人闭关第三天时 万宝阁进行了仙剑的第二次售卖 那一次仍然由托儿来买下 售价五百金仙灵域 第二位买家 声称自己是第一位买家的仇人 他上次敌不过对方 就是因为武器的差距 所以 这一次买了相同的仙剑 要再与之一较高下 随后二人在夜火城外 大战了一天一夜 直到仙灵力完全枯竭 这才停手 而在他们大战的那段时间内 有数以万计的仙修为观 期待着决斗的结局 当他们二人筋疲力结时 他们心知 自己这种状态 可能不好离开 于是就将两把仙剑弃至当场 在之后 夜火城郊外 爆发了一场万人大战 就为了争夺那两把仙剑 最后仙剑 被谁夺得无人可知 但是那一天 仙剑的名号 就彻底传开了 玄子清微微一笑 这么一来 他的仙剑热度 算是被彻底吵起来了 南宫清水接着说到在之后 主人闭关第六天时 万宝阁进行了仙剑的第三次售卖 那次的买家 依然是个托儿 不过售价 却被抬到了三千斤仙灵域 玄子清眉毛一条 他倾笑着问到她 是在故意捧我抬价 如果我所料不错 下一次出售就是第十天 然后这次没有托儿 是正经的买家 然而 仙剑的售价 却比第三个托儿开得更高 南宫清水微张着嘴 脸上写满了惊讶 他还什么都没说 玄子清居然就已经猜到了后续 不愧是主人 南宫清水 笑到主人所言不错 第四次是正经买家 但是他一口气开价 一万惊仙灵域 当时无人敢与他争抢 玄子清知道 那第四次拍卖 其实是万宝阁的一次市售 根据那一次拍卖的价格 他们会决定 先见在这次大型售卖会上的地位 玄子清稍加思索 随后换到清水 一去把钱宝财叫来 南宫清水愣了愣 但没有任何质疑 而是果断倒是 不久后 钱宝财来到包间南宫前辈 有何吩咐 玄子清微眯着眼 还记得之前说过的吧 我的那数百仙剑 全部给万宝阁买断 钱宝财一副贼眉鼠眼的样子 连连点头记得 记得 玄子清淡淡到 当时我给了你思考价格的机会 现在你决定好了吗 钱宝财目光一领 试探到每一把三千斤仙灵域 不够 六千 不够 一万 玄子清目光冰宁 冷声到前胸 我当你是兄弟 你当我是傻子 第四把就卖了一万了 后续知会更高 你以为我会连这都不知道 钱宝财额头上满是稀罕 他知道这笔生意敷衍不得 于是一咬牙道呢 十万 一把仙剑 十万仙灵域 玄子清微微一笑成交 第163章 仙剑开售十万仙灵域 是什么概念 如果现在玄子清仍然身在落日城 他这十万仙灵域 就算同时买下整个周家和李家 都仍然有不少的结余 而这只是一把的价钱 一旁的南宫清水默不作声 但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那么多仙灵域 即便是夜火城最好的储物件 都要数十个才能装得下吧 太恐怖了 而且更加让南宫清水震撼的是 不久前的玄子清还算是一穷二百 身上最贵的东西 都是从昊月皇朝的国库里取来的 从东陵州到夜火城这一路 就算说是穷游都毫不为过 但这才半个月过去 玄子清就摇身一变 变成了几乎能买下整个东陵州的大富豪 这要是说出去 真的能打破世人的认知了 饶氏钱宝财 此刻都有些肉疼 一下子负了那么多仙灵域 即便是万宝阁 都有些伤筋动骨了 这要是回不了本 那真的亏大发了 然而未等钱宝财转身离去 玄子清又淡淡开口对了 这次拍卖会 你再加一件商品 钱宝财愣了愣 疑惑到南宫前辈 我已经把仙剑加到名单里了呀 玄子清轻摇着头 他手腕一抖 一把灵剑煞时出现 那是他此前为自己留着的灵剑 不过现在小有变化 因为玄子清对灵剑尝试过一次炼灵 还显而又显地成功了 钱宝财结果灵剑 随后整个人陷入了 无与伦比的震撼当中 这 这哪里是剑啊 这分明是一剑灵宝 不 不不不 这是一剑既可以当作先兵 也能够用作灵宝的 剑行的天才地宝 我的天哪 钱某真的是生平罕见 闻所未闻啊 钱宝财自认剑多识广 毕竟他好歹 也是万宝财的核心高层 但即便是他 也从未见过这么可怕的灵剑 玄子清默然道 灵剑只此一把 作为压轴不算过分吧 钱宝财想都没想 立刻急切到没问题 绝对绝对没问题 甚至他说的都嘴瓢了 这何止没问题啊 他都想要自己花大价钱买下收藏了 不过身为万宝财之人 不对自家宝物 有寄予之心 是最起码的职业操守 所以 钱宝财只能强压下震惊 收下这把灵剑 玄子清嘴角微微勾起 他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囤钱 这次大型卖牌会空前盛大 错过了这次 就要等三年 而下次也未必能比这一次更加热闹 所以 机会必须抓住 自从玄子清 有了炼制都于剑的念头之后 他就没有再拘泥于武器什么的了 灵剑他想炼 自然可以再炼 只是炼灵的成功率极低 过程需要耗费巨量的资源 所以他必须不惜一切 换取足量的资源 来为他之后炼灵做足准备 作者PS免费的阅读网站 欢迎棒场赤兔阁TO这零件 看起来珍贵 但对玄子清而言 也不过成功练灵一次而已 所以他一点也不心疼 就是一旁的南宫清水 可是心疼极了 不久之后 拍卖会开幕 仙云草三十株 起拍价两千仙灵石 一枚仙灵玉 两枚 三枚 三枚仙灵玉第一次 三枚仙灵玉第二次 三枚仙灵玉第三次 成交 货品很快就被移送到了 玄子清的包间内 是的 买下仙云草的 正是玄子清 练灵需要大量天才地宝 只要是天生地长 与天道契合的宝物 玄子清全都要 来者不惧 多多益善 这一刻 拍卖会场内的众人 尚未意识到 他们将要面对什么 三朵寒灵芝 十枚仙灵玉成交 五十斤重的万年玄身 一斤仙灵玉成交 一株千年赤渊尾 一斤仙灵玉成交 一株万年醉芙蓉 五十斤仙灵玉成交 十斤新物根 一千斤仙灵玉成交 一块天道元金 十万斤仙灵玉成交 拍卖会场内一片鸿蒙 不是 弟子七号房里的 到底是谁啊 什么情况 这人怎么见到 天才地宝就买 一个都不落下的 这还不是关键 问题的关键在于 天字号包间里的 那群大人物 居然没人抢得过他 哼 这你就见识短浅了 他们才不是抢不过 只是不想和这种傻子争 他们要节省财力呢 节省财力 为什么 那顾客语气神秘 富尔敲声道偷偷告诉你 我爷爷跟我说的小道消息 这一次拍卖会 将一次性 售卖三把南宫大师的仙剑 而且质量比之前 卖出的四把都要更高 什么 是那在夜火城郊 掀起腥风血雨的仙剑 没错 而且 据说这一次就 神剑州神剑门的人前来 就是为了仙剑 天哪 居然是神剑门的人 神剑州离夜火城 可一点都不尽 距离仙剑走漏风声 其实才没过几天的时间 而神剑门竟然来得这么快 可想而知 他们定然是 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而神剑门 仅是为了参与拍卖会 就愿意付出那么高的代价 因此买下仙剑 恐怕是势在必得 很快 仙剑开售 接下来就到了压轴卖品 首先是 之后是第三号卖品 南宫大师炼制的三把仙剑 这三把仙剑的仙灵未接 接在仙皇后期 但是其锋锐程度却堪比仙皇巅峰 甚至比之仙尊器都不遑多让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一个根基稳固的仙皇后期 得到了这把仙剑 他甚至拥有 越级击杀仙皇巅峰的实力 接下来 我为你们做个师范 那拍卖师美副 一手握着玄子轻炼制的仙剑 而他面前的桌案上 则是摆放着一把仙皇中期的战刀 美副笑道 这把长刀品质仙皇中期 而我修为 也是仙皇中期 但是只要我用上南宫大师炼制的仙剑 此刀 一剑可断 说着 他一剑猛然劈落 坑 电光火石之间 剑锋一闪而过 那把战刀 音声断成两截 已是彻底报废 会场内的众人惊呼不已 天哪 那到底 是怎么炼制出来的 传闻竟然是真的 怪不得前几日 会引来万人疯抢 果然有点东西 而上尉等群众惊呼完毕 就已然有人开出报价 三把 百万金仙灵域 第164章 收获颇丰 仙灵剑问世全场 鸦雀无声 所有人顺着报价的声音望去 那是弟子七号房 也就是之前大肆采购天才地宝的那位神秘人 也就是玄子清 买家们纷纷疑惑不已 他之前不是只买天才地宝吗 其他任何东西 他看都不看一眼 或许只是他看不上吧 而这把仙剑 让他心动了 那就糟了呀 是我们还怎么下手 众人对弟子七号房这位 都有些基本的认知 他们知道 玄子清不仅只买天才地宝 而且 但凡玄子清看上的商品 无论价格多高他都会买下 没人能够与之争抢 而这一次 仙剑恐怕也不例外 但很快 天子一号房接下了报价 神剑门 三百万 全场一片死寂 天子一号房从拍卖衣食 就一直保持沉默 直到这一刻 天子一号 才开始了第一次的报价 而他甚至不加遮掩 直接就曝出了神剑门的名号 言下之意很简单 我是神剑门的人 这把仙剑就该归属我们 我们对他势在必得 这一方面是要求玄子清给个面子 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威胁 就玄子清的性子而言 他肯定是不怕威胁的 但是对方是神剑门 尽管玄子清并不知道 神剑门其实是太古叶家后辈所见 也就是叶家的传承 现在叶心于人就在神剑门内 玄子清对此一无所知 但是他神剑门还是挺有好感的 因为玄一在他面前 没少夸神剑门 看起来神剑门的风评 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他毕竟也冒充了一段时间 神剑门弟子身份 面子倒是可以给 但我缺钱啊 这么便宜肯定不行 一念即此 玄子清莫然到五百万 神剑门之人不甘示弱七百万 玄子清继续加价九百万 这一声下去 神剑门沉没了 九百万 他们自然能够负担得起 只是为了这三把仙剑 花费九百万 真的值吗 与在场的买家们 所猜测的不同 其实神剑门来到夜火城的目的 根本就不是参与拍卖会 而是找寻那位南宫大师 他们想请南宫大师帮忙驻剑 至于为谁 自然是叶星渝 仙魔战场 叶星渝以仙尊之威力挽狂澜 但是他毕竟刚复苏不久 虽然境界恢复 但实力却暂时没恢复到 当年的水准 不仅如此 他的仙剑早已丢失 而魔尊尚且拥有着太古魔兵 只不够 量来凑 每一次血斩 叶星渝都要献计大量低等仙剑 他的每一剑 都伴随着仙剑的锻炼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因此 神剑门才会这么着急地赶往夜火城 求助南宫大师 而此次来拍卖会 只是为了查探仙剑传闻是否真实 他们其实并不一定需要买下 因此 神剑门沉没了 玄子清愣住了 他倒是没想到 没想到他有一天 居然栽在了自己手上 九百万一次 九百万两次 九百万一千五百万 话语一出 全场的目光 顿时聚焦到了声音的来源 天字三号房 这位的身份也早已暴露 那是夜火城炎家少主 据说降服了九离真火 未来可是有先尊之姿的 不过这孩子不太精明 从不怀疑别人说话的真伪 所以 寻常炎家不准许他单独出门历练 玄子清眼前一亮 他不知道这炎家少主为何开嫁 反正对方想做冤大头 他也不拦着就是了 一千五百万一次 一千五百万两次 一千五百万三次 成交 全场的买家都梦了 炎家少主也梦了 他们都没想到 玄子清居然不接下去了 不是说好的 只要看中就必买吗 天字三号房 炎家少主怒目原睁 朝着身后那人立声喝道 你不是说 这家伙必定会买的吗 是 是属下的误判 少主息怒 他身后唯唯诺诺的人 是朱家公子 朱家是夜火城的二流家族 也就是玄子清之前所说的 对萧家地位有所图谋的那些家族 他刚才让炎家少主出嫁 其目的就是为了恶心下玄子清 同时也能让少主知道 自己的聪明才智 还是有些作用的 但是玄子清的做法 出乎了他的意料 因此 炎家少主震怒 朱无邪只能忍气吞声 老老实实挨骂 不过他心里却已经记恨上了玄子清 居然敢让我这么出糾 可恶 这是没完 先见拍下 后面两间都是天才地宝 玄子清自然是随手拍下 以他目前的财力 根本就不需要多做犹豫 客人们一副异性蓝山的样子 神色都颇有些失落 因为玄子清的加入 这场拍卖会 显得有些无趣 此人明明身在弟子号房间 但财力却超乎想象 中间还有人质疑 玄子清到底有没有支付的能力 然而万宝阁那边却直接告诉他们 弟子七号这位是拥有黑经令的 财力无需质疑 唉 散了散了 真没意思 还以为会有大势力 当场大打出手呢 可惜 神剑门的人 居然也买不起仙剑了 难道神剑门也没落了 唉 都散了吧 顾客们坐视欲走 然而此刻拍卖师退场 钱宝才竟然亲自现身 诸位且慢 这次拍卖会 还有最后一件压轴宝贝 所有人的脚步顿时停下 惊艳老道的他们 已经察觉到了异常 万宝阁阁主亲自售卖 而且 此前竟然封锁消息 没有透露出丝毫风声 这件宝贝定然非凡 而夜火城的买家此刻 已经急忙联系家族 筹措资金 在万众瞩目之下 钱宝才取出了零件 他尚未开口 所有人都震撼地拍案而起 因为他们感受到了 自己先兵的恐惧 在场所有人的仙气 都剧烈地震战起来 哪怕藏在储物界内的 都毫无例外 万器朝宗 钱宝才对众人的反应 很是满意 他迷眼笑道 这是南宫大师 压箱底的作品 实不相瞒 此前那么多仙剑 都是他在炼制 这把剑过程中的半成品 而这把剑并非仙剑 也并非灵宝 如果硬要命名的话 朱军可以称之为 仙灵剑 此剑微能比之仙剑更甚 并且可以自由变大变小 甚至能够当作作驾 其品质为仙皇巅峰 甚至几乎可谓仙尊气 只要充满仙灵力 岂可发挥出 妖孽仙皇的绝颠一击 简而言之 那一剑之微 仙尊之下 无人能够硬扛 未等钱宝才说完 天子一号房 就已然给出了报价 仙灵狱 一亿 第165章 满载而归 神剑门御浮仙灵狱 一亿 那是神剑门给出的报价 根本无需多想 他们来此之前的目的 是找南宫大师为老祖炼剑 但现在却得知 这把仙剑 既然是南宫大师 沉浸了无数年月 才最终炼成的灵剑 那他们 就必然要将之拿下 这把灵剑 虽然不及仙尊器 但是 如若给夜星鱼用 至少不会承受不住力量而崩毁 这样就足够了 他们根本不在乎 灵剑的什么特别能力 只要质量过硬 一切都好说 神剑门报价之后 全场鸦雀无声 但是钱宝才 对此可不满意 还有人报价吗 放心 万宝阁对买家身份绝对保密 不会泄露给任何人知晓 听到这话 天子一号房内的几位少女 都咬牙切齿 他们还听不出来吗 钱宝才明显就是在 吸引其他人报价 原本他们仰仗着 神剑门的名号 开价一亿 一般人肯定不敢加价 但现在有了万宝阁的担保 那么包间里这些人 胆子也大了起来 首当其冲的 自然是玄子清 一亿两千万 场面忽然热闹了起来 哦吼 争起来了争起来了 是那个专抢天才地宝的家伙 他又开价了 嘿嘿 这一次 他肯定不会停手了吧 有玄子清开了这个先例 家价之人越来越多 一亿四千万 一亿六千万 两亿 两亿五千万 三亿 喊出这个数字的 是严家少主 要是严家老祖在此 一定晦气地把他皮都给扒下来 当然也不怪他 完全是诸无邪从中捣鬼 他才不管什么 得罪神剑门这种事情呢 反正有什么事 都是严家扛着 他只要帮严家少主夺得宝贝 讨取欢心就行 严家少主可是有先尊之姿 只要讨好了他 未来他们诸家要代替萧家 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吗 况且 买这么一把零剑 虽然有些铺张忘费 但这把剑将来会给谁用 必然是严家少主啊 是的 这一切都是在为他铺路 得罪人什么的 诸无邪根本就不在乎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 神剑门准备的财力 远超他的想象 神剑门 武艺 这一次 无论是玄子清 还是严家少主 都没有再开口了 因为财力不够 即便玄子清也是如此 这算是半个宵家的 全部家当了吧 即便之于神剑门 也是会伤筋动骨的程度 更何况神剑门 位于仙魔战场前线 这个花费 已经有些孤注一掷的感觉了 玄子清不知道 夜心于人在神剑门 但是神剑门给他的印象 还算不错 要是让神剑门知道 炼之这么一把零剑 对他而言 根本就毫无难度 那神剑门怕是要气死了 搞得玄子清斗 有些不好意思了 算了算了 反正过段时间 还是要去一趟神剑州的 到时候再赔礼不就是了 当务之急 还是筹措资源 好练之都遇见 玄子清之所以这么急 是因为他最近 总有一种心神不宁的感觉 可能黑烟于另一头 真的出了什么事件 因此 他必须加快脚步才行 灵剑以五亿的价格成交 而天字三号包间内 严家少主暴跳如雷 他攥紧着朱无邪的脖子 怒声道 你不是说三亿妥妥能拿下吗 啊 朱无邪脸色长得亲子 焦急到少 少主 息怒 神剑门抵御 比我们整个夜火城还要雄厚 我们确实争不过啊 但 但是 属下另有对策 严家少主眉头一皱什么对策 朱无邪目光阴至 道神剑门身处仙魔战场前线 长老一辈都被困在战场 没法道场 所以来拍卖会的弟子 实力必然不强 只要我们暗中抹杀他们 夺走零剑 那岂不是就可以一分钱不花 拿到零剑了吗 严家少主稍加思索 然后猛地反应过来哼 你当本少是傻子吗 那我严家岂不是成为了众矢之地 朱无邪阴险地宁笑着嘿嘿 少主此言诧异 我们可以不用严家出手啊 对付这群小小弟子 我朱家强者戳戳有余 等我们抢到零剑 之后就可以用满城搜寻拖延时间 过几个月再栽赃给某个小家族 届时 少主能够在这段时间 参悟零剑炼制之法 那时老祖也应该回来了 我们也可以让老祖对仙剑烧家炼制 以刺冲号 当作零剑交还给神剑门 反正买剑之人已然命丧当场 死无对证 谁知道那件事真是假呢 总之 我们的方法很多 属下愿意承担一切风险 少主只要等着零剑就行 炎家少主脑子转不过来了 但他听朱无邪说得那么头头是道 心底有些认同 反正就是自己什么都不用做 炎家也不用抛头露面 一切都由朱无邪自己搞定呗 然后一分钱不花 就能夺得零剑 这不是雪传吗 炎家少主如此心想着 于是认同了朱无邪的决定 作者有话要说 发现一个好网站 都在这连载赤兔隔梯 偶尔此时的神剑门众人 尚不知道 危机已然逼近 玄子轻在万宝楼顶楼 静候许久 他在得到了来自神剑门的 那笔巨款后 大肆挥霍一空 万宝阁所有天才地宝 全部给我打包 钱宝才人傻了 他这一辈子 还是第一次听到 这么豪横的发言 如果别人这么说 他一定以为是对方在发酒疯 但是眼前这位南宫大师 钱宝才知道 他还真的有这种财力 这就很离谱 随后钱宝才换来几位直士 一同为玄子轻打包 天才地宝 玄子轻拍卖之前 一共装了三十个 储物界的仙灵狱 拍卖结束之后 还是三十个 因为他连带着 刚入账的仙灵狱 全部都置换成了 天才地宝 南宫清水眼睛都看直了 他可以确信 这仙界几乎所有仙人 一辈子都看不到 这么多天才地宝吧 太离谱了 玄子轻收 奇储物界 他没有立刻急着 去练灵 而是问道对了钱兄 你可知神剑门那些人 是往哪个方向走的 钱宝才神色 犹豫南宫前辈 这 问人家行踪不太妥吧 玄子轻笑道实不相瞒 我们兄妹二人本 就是神剑州的散修 想找他们 只是去问一些事情而已 钱宝才犹豫再三 最后还是坦然道行 我相信南宫大师 他们出城之后 就往西边去了 好像是刻意走了 与神剑州相反的方向 估计对安全不太放心 玄子轻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道谢过钱兄 他带上南宫清水 朝着夜火城西郊而去 而此刻的西郊 却已经爆发了一场血腥的大战 第166章 诸家隐秘 出手救人夜火城 西郊 玄子轻与南宫清水 乘着青云剑 立于高空之上 之所以要赶路 是因为玄子轻生 怕神剑门的弟子们走远 不方便自己找人 神剑门是太古时期 夜家后裔 夜星渝算是神剑门的祖师爷 自夜星渝归位 先族凭空 多出了一位实力强大先尊 因此才有了反攻的资本 这些是玄子轻不知道的 玄子轻只知道 夜家就在神剑州 那么夜星渝想必也在 一位先尊出世 只要找神剑门的人 定能打听到消息 当玄子轻遇使着青云剑 里达西郊上空时 他的眉头却微微一皱 下面出世了 玄子轻没有多想 立刻落在山坡上 而此时下方的山谷内 神剑门众人 正在被朱无邪带队围攻 其中有个黑袍遮面的 想必是朱家的老怪物 他的实力是先皇后妻 尽管在夜火城内 算不上真正的顶尖 但伏几几个神剑门的弟子 还是简简单单 神剑门的主力 都在先魔战场 因此派出的弟子实力都不高 领头大师姐叶清清 也只有先皇中期修为 而且破惊不久 实力尚未稳固 朱无邪副手而立 神色阴冷 他没有多费口舌 而是吩咐到 速战速决 一个不留 朱家老祖看准时机 自高处一跃而下 他挥动着一根雷火长棍 那是朱家的底蕴灵宝 虽然质地 没有玄子轻锁炼制的先剑墙 但是雷火棍经由先灵力催动 能在刹那间 引发强烈的爆炸 受死 朱家老祖一棍杂落 朱无邪嘴角微翘 胜券在握 然而下一瞬间 喊 电光火石之间 先剑瞬息而至 南宫清水一剑抵住朱家老祖 连连推了数步 他气息不稳 五脏六腑振战不已 以先皇中期的境界 强接下先皇后期的一击 能做到这种地步 已经很夸张了 朱家老祖瞳孔皱缩 心中大惊什么 怎 怎么可能 先皇中期接下了雷火棍 而朱无邪更是骇然失色 比起老祖的震惊 他想得要更为全面 这人是谁 他实力堪称妖念 身份毕不同寻常 南宫清水摆好架势 他听到了玄子清的传音 于是冷声道 你们是谁 为什么要伏击神剑门弟子 朱无邪心念急转 糟了 虽然他不可能挡住老祖 但有他拖延时间 难保会有神剑门之人逃逸 得想个应对之法 一念即此 朱无邪阴险地笑道 我是萧家二手 方才万宝阁那把零剑 我们萧家看上了 老老实实交出来 我就饶你们一命 扑 高处的玄子清 一个不小心 竟是笑出了声 在场众人的目光纷纷上移 朱家老祖瞳孔皱缩 他先皇后期的修为 这个年轻人的存在 如果不是玄子清出生 他根本发现不了 山坡上有人窥探 这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玄子清 有秘宝遮掩气息 二是玄子清的实力 比他强上很多 后者不太可能 朱家老祖无论如何 都没法相信 这么一个年轻人 会拥有碾压他的实力 所以他身上定有秘宝 而朱无邪 更是满脸恐慌可恶 怎么还有一人 这下消息封锁不住了 但他转念一想不过 我们用的可是萧家身份 这样反而郑重下怀 作者喜欢小说的朋友 请不要错过赤兔阁 OM玄子清 根本没在意朱无邪 和朱家老祖适合想法 他眼看着自己已经暴露 于是轻笑道 在下萧家那个供奉 在我的印象里 萧家二少好像不长这样 气氛死寂 朱无邪讹脚 布满了细密的汉珠 糟了 穿帮了 他一咬牙 猛然到老祖 无论如何 都不能放跑他们 是时候记出那个了 朱家老祖自是明白 他手腕一震 一把缠绕着滔天魔器的战刀 显化了出来 那是黑焰刀 朱家真正隐藏的底牌 朱家为了取代萧家的位置 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和黑焰洲的魔族 达成了合作 魔族提供给朱家 黑焰与深处 才有的黑焰铁 以及大量仙族 弄不到的稀缺资源 而朱家只要提供技术 和魔宝即可 炎火洲是炼气圣地 正因如此 旗内资源 已经被开采得差不多了 尤其是一些 从上古太古 遗留至今的真奇资源 在炎火洲早已无处可寻 但魔族不同 魔族虽有锻造技术 但却不会炼制灵宝 因此 黑焰洲的大多资源 无处可用 目前囤积了许多 所以他们借由这些资源 诱惑朱家合作 同时偷学炼宝的技术 而这把黑焰刀 就是二者的极大成之作 它与玄子 轻锁炼制的零件 有一个相似之处 就是 它不只是单纯的灵宝 更是一把足够可靠的仙器 这是结合了魔族的断打技术 与朱家炼宝技术 而成的魔兵 正因如此 朱无邪才会那般 看中拍卖 会最后出场的那把零件 山坡上 玄子清站起身子 他极其罕见地露出了 惊喜的目光 好东西 那把战刀里封印着黑焰 说明这个材料 拥有抵御黑焰鱼的特性啊 我正愁该怎么改进玄才 这就自己 给我送上门了 玄子清看着黑焰刀 两眼放光 但在朱无邪的视角中 他觉得玄子清的神情 是惊恐的表现 朱无邪神色不屑 他觉得玄子清的 萧家供奉身份 怕是在故弄玄虚 想来是萧家某个顽固少爷 而南宫清水 必然是他的护卫 朱无邪清灭到老祖 这个顽固就交给我来解决 您速战速决 朱家老祖挥动黑焰刀 猛然披落 而南宫清水 则是挽起一朵朵剑花 随后使出了允星剑法 零剑四周星光明灭 似乎有无数星辰陨落 气势宏大 一旁负伤的叶清清目光一宁 心中惊呼允星剑法 他怎么会允星剑法 而且 而且这灵剑 居然完全不亚于 那把黑焰刀 甚至略微胜过于他 这 怎么可能 战况激烈 叶清清心里万般疑惑 但是却不方便发问 他只能连忙到这位师姐 我来助你 叶清清情急之下 连忙取出刚刚在拍卖会上 买下的灵剑 但是以他的修为 想要驾驭这把灵剑 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灵剑桀不逊 无比躁动 甚至想要自行非礼 然而此时 山坡上的玄子清 却淡淡到尽 第167章秒杀 朱家老祖境 叶清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只知道 自己手中的灵剑 突然就平静了下来 乖巧的不像是把通灵的灵剑 但现在的状况 容不得他多想 叶清清舞动灵剑 与南宫清水合力 杀向朱家老祖 南宫清水现在的修为 也是先皇中期 不过他的功法相当上乘 又拥有灵剑和允星剑法 如果是刚破镜的先皇后期 南宫清水 有十足的把握逆袭反杀 但是朱家老祖修为浑厚 底蕴扎实 甚至他还有魔兵傍身 因此压过了南宫清水一头 即便二女同时出手 他们也仍然不占上风 朱家老祖 对此很是不满 尽管他 必定能够取胜 但是他的时间不多了 不能让神剑门 其他弟子逃脱 则 可是用那招的话 老夫的寿命 朱家老祖正在犹豫 然而山坡上 忽然传来一声哀嚎 老祖救 救 我 玄子清不动声色 副手而立 而不久前还气势汹汹 质得意满的朱无邪 此刻却像是断线的风筝 无力地摔落在地 一个先皇初七 敢挑衅先皇巅峰 玄子清甚至没有用什么招式 也没有取出先兵 他只是 挥了个平平无奇的巴掌 朱无邪就顷刻兼命 朱家老祖眼睛一瞬间血丝密布 怒声大吼无邪 该死 我要你们偿命 不需要再犹豫了 朱家老祖猛地吐出一大口精血 任由黑雁刀吸收 黑雁刀像是有生命一般 贪婪地捕食掉了朱家老祖的精血 然后刀刃之上魔器爆发 黑红色的气流 骤然扩散开来 弥漫了整个山谷 神剑门众人都感受到 一股凶利的气息 这黑雁给他们一种呼吸不畅的感受 而且 他们全身都有一种强烈的灼烧感 就如黑雁玉一般 甚至就连朱家的打手都不例外 也被卷入了黑雁之中 老祖救命 我们是自己人啊 闭嘴 朱家老祖怒不可遏 一刀斩落那族人的头颅 黑雁刀吸收了那人的血气 弥漫山谷的黑雁 又更加浓郁了几分 朱家老祖仿若魔症 他满口血磨地怒吼到死 你们都得死 既然献祭出了黑雁 那他就没有说的道理 朱家老祖有自信 现在的自己 一刀就能葬灭二人 玄子青眉头一皱好恶毒的战刀 这就是魔族那边的材料吗 照这样看 清水他们不可能打赢的吧 唉 没办法了 反正都出手了 朱家老祖咆哮着一刀灰落 黑雁刀上缠绕着无尽的黑雁 拖曳出一条圆月般的尾计 随后猛然劈下 然而 玄子青病止一勾 叶青青手中的灵剑忽然爆起 竟是自己动了起来 在叶青青呆滞的目光下 灵剑竟是一飞而起 落入了山坡上的玄子青手中 玄子青握着灵剑 仙皇巅峰的仙灵力骤然爆发 大眼泛天剑 一道朴实无华的剑光一闪而过 朱家老祖毫不在意 现在的他 已经失去了理智 根本没有察觉到 玄子青身上那恐怖的气息 而且就他所想 这么平平无奇的剑光 怎么可能伤到他 然而 当剑光分开了弥散的黑雁 临近他的身躯 他才察觉到了一场 朱家老祖目光骇然 他眼角的余光 忽然撇剑 那剑光内 似乎蕴藏着诸天万象 演化出大千世剑 这 这是什么剑法 妈 实力地碾压显而易剑 剑光劈开弥漫的黑红色浓雾 斩断了黑雁刀 甚至去世不减 在大地上 斩出了一道夸张的猎渊 等到黑雁散去 朱家老祖 已然被剑气湮灭 尸骨无存 地上只剩下一把 断成两半的废铁 玄子青青摇着头 淡淡到黑雁刀 不过如此 叶青青瞠目结舌 她现在心里翻江倒海 万千兴绪不知道该怎么表述 这么强大的先皇后妻 还拥有魔兵 她竟然一剑就将蜘蛛杀 而且 而且 这剑法 我真的没有看错吗 那不是整个神剑门上下 无人能够参悟的大眼梵天剑吗 还有刚才的允星剑法 外人掌握着神剑门的传承 这 这怎么可能 他们二人到底是谁 叶青青思绪分杂 脑子已经彻底乱了 玄子青没有急着找叶青青问话 她挥动灵剑 刹那间了结了诸家众人性命 锦于下一个地位 看起来更高的打手领袖 叶青青这时 才发现不对 那不是我们刚刚才买的灵剑吗 她怎么可以随意催使 南宫清水 看出了叶青青的疑惑 她骄傲地昂起了头 笑道 那把灵剑 本就是兄长大人练的 想要催使 不是再简单不过 叶青青整个人呆住了 她 她就是南宫大师 南宫清水点头倒是 而此时 玄子青制服了 仅剩的那个诸家杀手 强行搜寻先石 得到了情报 原来如此 诸家早就和魔族有些勾结 而他们釜底地下 藏着巨量的黑焰铁 而且现在的魔族 已经掌握了魔宝的炼制技术 这一点沿火舟的人 完全被蒙在鼓里 反攻军恐怕会因此吃大亏 玄子青暗暗计下 转身走向叶青青他们 你们没事吧 叶青青愣愣倒霉 没事 她现在仍旧缓不过神来 叶青青悄悄瞟了眼玄子青 语气卑微您 您是南宫大师吗 玄子青微微点了点头 叶青青满脸震惊 完全掩饰不住自己惊讶的神情 她顿了顿 百般犹豫 最后问到南宫大师 您刚才施展的剑法 是大眼梵天吗 玄子青神色有些意外事 你也知道大眼梵天剑 叶青青更加震惊了 她深呼一口气 抿了抿嘴唇到 大眼梵天 是我神剑门最高深的剑法 自我神剑门先祖 将这剑法传下之后 古往今来 能够参悟之人 不过实质之数 这一下倒是轮到玄子青疑惑了 大眼梵天不是叶家剑法吗 什么时候变成神剑门的了 叶青青解释道 您不知道吗 神剑门 就是我们叶家开创的啊 玄子青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叶青青疑惑不解 继续追问道 可是你这剑法 又是从哪里学来的 我们神剑门的剑法 不可能外传的啊 玄子青淡淡道 嗯 一位朋友教的 朋友 敢问南宫大师 可否告知名讳 玄子青微微一笑 道叶青瑜 第168章 未图练先见什么 叶青青整个人如遭雷击 像是牧人一般处在原地 他陷入了没法自控的震撼当中 叶青瑜 那是神剑门的创始者 叶家祖宗辈的人物 而且 他也是最近才复苏过来的太古后手 现在就身在神剑门内 那可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先尊啊 还不是一般的先尊 是太古时期的先尊 即便叶青瑜实力 暂未恢复到当年的水准 但现在也足以躋身 先祖先尊实力的前列 赤兔阁地址 这么强大的一位前辈 这位南宫大师居然说 自己是叶青瑜的朋友 怎么可能 这已经不是离不离谱的问题了 在叶青青看来 玄子青完全就是在信口开河 满口胡言 简直是天方夜谭 白日做梦 但是让他更加迷惑的是 玄子青这神情 又不像是在说谎话 他这一副云淡风轻的姿态 难道真的和祖师爷是朋友 可 可这怎么可能啊 倒是玄子青露出了恍然的神色 原来如此 怪不得神剑们这么急着 要买一把好剑 想来是为了给叶青瑜用的 这大眼泛天剑包罗万象 虽说能万物一剑 但此剑之威 天下含有仙剑能够承受 叶青瑜定是在仙魔战场 没有趁手兵刃 因此神剑门之人才前来寻剑 想到这里 玄子青越发觉的断越不凡 明明看上去只是一把仙王器 却承载住了那么多次的大眼泛天剑 属实其意 玄子青回过神 笑道 或许你不信 但叶青瑜真的是在下朋友 玄子青权衡再三 还是没有告诉叶青青 叶青瑜是自己徒弟这个事实 他怕叶青青听到之后过于惊吓 直接吓昏过去 玄子青妈撒着下巴 稍加思索 随后问道 如果我所料不错 这把零剑是为新瑜购置的吧 叶青青一言不发 呆滞地点了点头 他身后的一众弟子也都跟傻子似的 仿若牧人 玄子青淡淡笑道 如果是为新瑜所备 那这把剑断然是配不上他的 这样 你们稍等我片刻 我为他重新再练制一把更好的 玄子青说着 自顾自走到一旁 他刚刚搜刮了一遍万宝阁 现在已经不是富可敌国了 是富可敌州 他现在的财富 买下整个东陵州都不满 之前的零剑受限于材料 其实做工相当粗糙 而他原本也只是为了稍微卖些钱 所以根本没有认真锻造 但既然是要为叶新瑜准备 那就不一样了 我徒弟的剑 必须是天下最好的剑 一念即此 玄子青信手一挥 无数天才地宝 先经弃真 尽数悬浮于空 炼宝三大要求 天时 地利 人和 天时 天才地宝管购 地利 区区场域 玄子青根本不屑使用 他可是拥有阵法 人和 以他目前的技术 完全足够 这里是夜火城西礁 他根本不用顾忌 也不用收力 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乱披风锤法 你们撤远些 一挥动静会非常大 玄子青嘱咐了一声 随即开始练剑 夜轻轻回过神 他歪头不解 不就是练宝吗 为什么动静会很大 但他很快就知道了原因 玄子青毫不放水 猛地一锤砸落 哼 响声巨大 甚至山坡上的碎石 都被玄子青震落 三十六锤 哼 声波横扫山谷 强烈的回声 让夜轻轻身后 修为较低的弟子 已经难以承受 八十一锤 哼 锤打的声音 若回荡在整个山谷之中 就连夜轻轻都觉得 耳膜都快被震破了 一百零八锤 哼 锤响若山呼海啸 万马奔腾 肃杀之意 甚至远超仙魔战场 夜轻轻 以及一众弟子 已经承受不住 幸而南宫清水 及时带着他们远离 不然恐怕要被震出内伤 但这还没完 一百零八锤 是玄子清在 收力状态下的极限 他还可以继续 随着锻造锤不断落下 整片大地疯狂地震动起来 直到第三百六十五锤 锤声摇汗天地 给夜轻轻的观感 似乎天都要塌下来了 而恰在此时 天穷之上 忽然汇聚起无尽的雷云 中间一道雷眼 正喷吐着电光 玄子清是去汗水 深呼了一口气 天结 哼 来得正好 天结的天道气息不断注入 我就不用担心 炼灵失败自毁的问题了 玄子清任由仙剑 玄于高空 随后八方奇珍一宝归位 组合成聚灵仙阵 方圆千里的仙灵力 尽数汇聚到这小小的山谷之中 玄子清这时在 献祭巨量的天才地宝 开始了炼灵的尝试 第一阶炼灵 失败三次 于第四次成功 第二阶炼灵 失败七次 于第八次成功 第三阶炼灵 失败二十三次 于第二十四次成功 第七阶炼灵 失败两千九百九十九次 于第三千次成功 玄子清就此收手 因为他这富可敌州的天才地宝 竟然已经消耗了接近二成 按照炼灵的成功率来看 他如果想炼灵八戒 那恐怕将裤藏消耗一空 也未必能够成功 炼灵的资源消耗 近恐不如私 但玄子清认为 这是值得的 因为这把零剑 无论是质地还是零性 单个来看 都已经是完完全全的仙尊器了 甚至不仅如此 他的整体质量 说是地气也毫不为过 多亏了天节续命 不然玄子清 恐怕炼灵一次就收手了 不过这让玄子清 发现了一个秘诀 所以只要炼灵的原材料 能够招引天度 我岂不是就不用担心 失败自毁的事情了 玄子清心里一喜 随即收起阵法 取下仙剑 而此时远处的叶青青 他已经实话了 不仅完全说不出话 甚至他脑子都停摆了 这是炼气 甚至玄子清自己都没发现 他现在所在的地方 已经不能算是山谷了 那是一个大锅状的猎渊 为了炼一把剑 直接毁了一片山脉 这还是炼气 震惊至于 叶青青终于缓过神 玄子清身形一闪 出现在叶青青旁边 他将灵剑递于叶青青 奇料后者刚毅接过灵剑 险些一头栽倒在地 这剑 重笔虚迷 玄子清淡淡到青 第169章剿灭诸家 万事俱备清 玄子清话语一出 叶青青顿时觉得 手上之剑轻如红毛 失去了一切重量 他瞪大着眼 震惊到还能这样 玄子清笑道 不仅如此 这把灵剑 现在可大可小 可崇可轻 可上天揽月 亦可下海捉鳖 最关键的是 他能根据使用者对道的感悟 释放天道之威 这对大眼犯天剑而言 再合适不过 叶青青震惊到说不出话 他真的觉得自己现在 可能是中了什么幻术 看到的一切都是净花水月 全是假的 但理智告诉他 这一切 好像都是真的 叶青青看不懂 但他大受震撼 玄子清 却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不过却也没有此前从容 因为这样炼气 真的非常非常累 即便是他 现在其实先灵力 也已然近乎枯竭 玄子清不动声色 淡淡道 此剑有灵 你路上大可放心 除非先尊魔尊出手 否则无人能够夺走他 你把他带给星鱼 这么跟他说 故有男公子清向他问好 我现在一切暗烂 他也要好好保重 还有 等我处理完颜火舟的事情 就去神剑舟找他 叶青青拧了名嘴唇 没有回话 准确来说 是没敢回话 他现在觉得 玄子清 大概真的是祖师爷的朋友 这他怎么配回话 叶青青再三斟酌 最后卑微道士 前辈 玄子清微微一笑 不必这么拘谨 行了 你们赶快回去吧 叶青青神色一致 他瞟了眼玄子清 又低头看了看灵剑 最后若若道歉 前辈 这剑不用付钱吗 叶青青慌了呀 这剑的价值 就算拿整个神剑舟来换 也未必能够买得起吧 玄子清淡淡到赠予有人之剑 又怎会要钱 叶青青愣住了 他眼眶泛红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么贵重的地剑 说送就送了 这 或许这就是大人物之间的友谊吧 当然他不知道 这实际上 只是玄子清在宠溺弟子而已 叶青青强行镇定下来 他临行前地语玄子清一枚信物 那是神剑门的友人凭证 虽然代表不了任何地位 但至少能让玄子清 未来前往神剑舟时 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繁荣 玄子清坦然收下 这信物确实有用 等他救完消雨 肯定是要去一趟神剑舟的 因为神剑舟是先祖的主力之一 消息肯定更为畅通 而且叶青愚身居高位 必然拥有更多 关于仙愚的情报 届时 玄子清再找其他弟子 也会方便许多 叶青青拜别玄子清 向着神剑舟而去 只是他一路上 都是一副震怂的表情 始终没法完全冷静下来 玄子清回头望了 眼熄焦的巨大深坑 心道没想到权力练气这么可怕 或许乱披风锤法 也能当作一门仙术使用 就是体力消耗 连我都撑不住 练制黑焰剑时 我得考虑到更偏僻的地方去了 不过在此之前 先得把朱家的账给算了 还有 我得黑焰铁 算账是小事 黑焰铁才是最要紧的 萧家 那个 玄子清带着朱家众人的残骸 回到萧家 萧家十位长老齐聚 什么 朱家居然暗中与魔族勾结 还传授炼宝技术 出卖我夜火城 玄子清道没错 他们的目的是扳倒萧家 取而代之 哼 痴心妄想 放在鼠年之前 我萧家或许还会有些忌惮 但现在 凭他小小朱家 也敢招惹我们 一众长老怒不可遏 不过玄子清依然冷静 他淡淡倒横了 你们要抄家就快点抄 我还等着黑焰铁呢 还有 既然魔族悄无声息地掌握了炼宝之法 那黑焰州那边恐生变故 我得尽快过去 你们几个别磨磨叽叽的 都给我快些 十位长老猛了 这玄子清 为什么突然这么硬气 他们身为长老 何时被这样指挥过 但是他们偏偏无力反驳 虽然被人指挥 有些难以接受 但是他们 现在都知道了玄子清的实力 那可是先皇绝颠的妖念 甚至是有大帝之姿的强者 他们只能老老实实从命 很快 夜火城内一片乱象 萧家十位长老 带着萧家子弟 悍然冲进朱家 强大的实力碾压之下 朱家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 而朱家的罪行也被披露 作者想看更多隐居六十年 我的弟子都无敌了相关小说 请访问赤兔阁替 欧朱家勾结魔族 泄露我先族炼宝之法 其为我先族之池 绝不能放过 核心成员尽数超战 知脉流放荒土 挖掘先金矿脉 为炎火粥赎罪 谁若敢为朱家求情 一并视作魔族捧党 杀无赦 夜火城的各大家族 以及所有散修都震惊了 他们何时见过萧家如此行事 这还是那个万年吊车尾 连小家族都比不过的落魄萧家 他们终于意识到了 怪不得四大家族 不再敢于人前侵辱萧家 怪不得四大家族后辈行事 都小心谨慎了许多 因为萧家这头雄狮 已经睡醒了 至于这次 为何用如此雷霆手段 诛灭朱家 就旁人的眼光来看 怕是朱家不小心 触及了萧家逆临 而萧家不愿再被人轻视 于是杀鸡儆猴 用朱家的覆灭 以警校游 他们才不会知道 雷霆手段的真实原因 只是某人急切 想要拿到黑燕铁而已 至于严家那位巨蟒 无比的憨憨少主 现在已经被 严家长老官禁闭了 惹事惹事 成天就知道惹事 身边藏着个魔族内奸 都不知道 你看看人家萧家少主 都已经能去前线 随军反攻了 你倒好 敬给我们整幺蛾子 严家少主心里苦啊 他哪里知道 朱无邪和魔族有所勾结 况且 人家就算和魔族勾结 也不可能明摆着告诉自己啊 只能说是运气不好吧 总之 夜火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大概会彻底安静下来了 而玄子清静后 在萧家的府邸内 十位长老归来 前辈 这里是三千吨黑雁铁 还有朱家府库里 所有的天才地宝 全都交由给您 大长老一点都没有摊下 尽数交给了玄子清 因为他知道 万一黑雁于另一头 真的出了什么事 那他萧家的未来也就没了 只有萧宇活着 他萧家才有未来 所以现在不惜一切支持玄子清 就是他最重要的事情 第170章 炼制黑雁铁 剑鞘三千吨黑雁铁 说着挺多 其量并不算大 因为黑雁铁深埋于黑雁鱼之下 自太古发展至今 其重量无比夸张 所以三千吨黑雁铁 实际上 大概还没玄子清的府邸大 至于朱家府库里的天才地宝 那确实是让玄子清都 微微动心 因为那些天才地宝 虽然数量不多 可年份与珍稀程度 都非常罕见 比之他在万宝阁里搜刮的那些 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玄子清能够确信 有了这些天才地宝在 他在练龄时 就不需要应堆数量了 比如 当他需要火到的天才地宝时 因为手上没有足够珍惜的宝物 因此 只能通过量的堆积 来满足需求 但现在 就不同了 玄子清觉得 他练龄时定然能轻松许多 等萧家十位长老走后 玄子清嘱咐到清水 黑雁周危险 你就暂且留在萧家 南宫清水眼睛眨巴眨巴 有些不愿意煮人 清水不怕危险 清水实力可以自保 能和你一起去黑雁周的 玄子清摇头道 我知道你现在实力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有你在 我出手会束手束脚的 你就留在叶火城 我一会先去炼气格 锻造几把零件 你让钱宝才好好掂量掂量价格 在我回来之前 让他从万宝阁其他分部 把最好的天才地宝 都给我调过来 经过之前叶火城西郊炼龄之后 玄子清发现 他对炼龄的材料需求 还是想得太乐观了 这么多天才地宝 依然不够他用 他需要更多 说起来魔族那边天才地宝 好像要比我们这里多很多 到时候 我可得好好搜刮搜刮 玄子清如此心想着 对黑雁周一行更为期待 南宫清水无奈地点了点头好 主人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钱宝才捞到油水的 玄子清笑道 也没必要这么狠 以后还是要长期交易的 行了 我先去炼制几把零件 玄子清说着 身形一闪 他通过萧家的地道 来到炼气格的底部 炼气格再次震动起来 不过这一次 在场所有的炼气师 都静若寒蝉 一个个大气 都不敢出 他们现在都知道了 那位炼气阵天响的前辈 可是南宫大师 那可是能用仙灵欲 砸死人的最强炼气势 这谁敢多说一句话 怕是连明早的太阳都见不到了 玄子清这次足足炼制了一个时辰 每一把零件的胚子 都是用乱披风锤法 足足进行了108锤 才炼制而成 玄子清炼制了数百把仙剑 但是毁了大半 最后成品是炼灵三次的仙剑一把 炼灵两次的仙剑五把 炼灵一次的仙剑 足有30把 这是摆明了 要掏空整个仙玉仙修荷包的节奏 等到锤打的声音停下 整座炼气格的炼气师 这才敢开始动工 而玄子清带着仙剑回到萧家 愣是将南宫清水看呆了 主 主人 这些全要卖吗 当然 南宫清水咽了口口水 惊讶倒可 可是就算只是这一把剑 万宝阁都交易不起了吧 南宫清水原以为玄子清 只是去炼制一些有灵性的仙剑而已 却不曾想 玄子清带来了这么多炼灵的宝剑 甚至每一把 都要比拍卖会上 最后压轴那把好上许多 这样一来 万宝阁怎么可能有能力支付 玄子清淡淡笑道没事 买不起的话 就让钱宝财找能买得起的人来 仙玉这么大 仙魔战场前线贯穿整个仙玉 需求总归是有的 而且现在战况这么激烈 放心 肯定能卖出去的 南宫清水重重点头是 主人放心 我一定会把这些零件妥善卖出 玄子清安抚地摸了摸南宫清水的头发 平静倒横了 我去炼制毒遇见了 如果炼制成功 我就不回来 直接去黑焰州那里了 夜火城这里的事就交给你了 南宫清水红着脸 虽然满心不赦 但还是坚定到好 清水一定完成任务 随即 玄子清顺步离去 夜火城远交 玄子清挑选了一块方圆渺无人烟的荒野 这里曾经是夜火城的矿场 不过现在整个矿脉都已经被挖空 连个渣子都不剩 就连散修都绝不会来此探索 因为早在数千年前 这里就空了 玄子清挑选此处为炼剑之地 如此一来 他就不用担心有人掏扰 他将材料尽数取出 黑焰铁是磨到金属 他被黑焰玉洗礼的无数年 其性质已经完美契合了黑焰玉 尽管这是一种无据于黑焰玉的好材料 但是玄子清对此仍有顾虑 因为当时朱家老祖血迹黑焰刀石 明显理智被魔器侵吞 致使精神失常 这种负面作用是要不得的 所以玄子清的目的是 清除黑焰铁内的一切魔器 使之仅仅作为一种抵御黑焰的材料 等等 如果我不将之炼制成剑 而是把黑焰铁链成剑鞘呢 玄子清猛然醒悟 是啊 他没必要把各种功能齐聚一剑 度过黑焰玉这种特殊地形 用剑鞘同样可以做到 玄子清一念及此 开始了炼制 相较于此前为夜星鱼炼剑石状态 玄子清对炼制零剑的工序 要更为熟悉了许多 首先是拼尽全力 365锤驱除黑焰铁内的杂质 炼出剑鞘的胚子 随后不出玄子清所料 剑鞘成功招引了天结 天穷之上雷云覆盖 电蛇狂舞 玄子清借此布下大阵 开始炼灵 2300次 第七次炼灵成功 玄子清车熟路 炼灵的成功率上升了不少 而他没有就此继续 毕竟这只是一个横渡黑焰玉的剑鞘 目前的状态已然足够 不需要更多浪费 成了 这下就可以去黑焰洲了 不过在此之前 我还得为自己炼制一把零剑才是 玄子清正打算上手 忽然有了个特别的想法 其实倒也不必 反正断月可以承受住我的大眼犯天剑 这样就足够了 把断月放在剑鞘里 不是也一样吗 一念即此 玄子清取出断月 尝试性地将断月置于剑鞘之中 然而 变故 忽然发生 第171章断月觉醒 横渡黑焰玉 当断月完全被黑焰铁剑鞘包拢之后 玄子清明显能够感受到 他手中的断月似乎有什么异动 然后在他呆滞的目光下 那黑焰铁剑鞘 竟是一寸寸溶解 是的 溶解 就像是墨滴融入水中一般 整个剑鞘都被断月给吸收了进去 没有留下一丝痕印 玄子清惊讶地打量着断月 这 这就变成仙皇气了 虽然断月的气息只有仙皇出阶 但是玄子清能够确定 他正是通过吸收黑焰铁剑鞘 这才突然晋升为仙皇气的 他可以主动进阶 更让玄子清惊讶的是 断月吸收了一个仙尊级的剑鞘 居然支配让他进阶到仙皇出阶 那我想让他进阶地气的话 花费未免也太大了吧 玄子清微张着嘴 虽然李清了断月会主动吞噬 进阶这件事 但神色依旧疑惑 所以断月是通过剑鞘进阶 还是只要给他仙兵吃就行 他又为什么能够如此呢 一时中却忽然涌入了 久违的系统生意 此为仰剑之术 只要向剑气供应 比之更为高等的剑鞘 剑气即可吸收剑鞘特质 从而进阶 玄子清目光一宁 这岂不是说 断月可以无限制成长下去 虽然看起来 这个能力有点鸡肋 因为玄子清 必须提供更高等的剑鞘 才能够使得断月晋升 我要是能炼制出地气 我为什么还要用仙尊气呢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因为断月每一次晋升 都能获得新的特性 随着他的逐剑进阶 他会成为一把真正的万象之剑 或许 现在的断月 要远比玄子清不久前 为叶星鱼炼制的那把零剑 更适合大眼泛天 未来则不必多说 肯定是帅所有兵刃 十几条街的那种程度 玄子清颇为欣喜 他直接将所有天才地宝 尽数取出 作者有话要说 精品小说都在这连载的赤兔阁 T.O.峰 狂炼制新的不同材质的剑鞘 有蕴藏着火焰仙灵之力的 有太古玄冰所制的 有能够释放源源不断的 太医生机的 而这些剑鞘 最终全部成为了断月的养料 玄子清倾家荡产 最后也只将断月 提升至了先尊初期的档次 但是玄子清能够感受到 断月现在的敌运 已经强大到可怕 不仅远比他此前炼制的 强上千百倍 甚至玄子清觉得 以他目前的修为 竟是都没法完全发挥 断月的实力 他配不上断月了 绝了 小东西 等我找到萧宇 还不把你治得服服贴贴的 玄子清清笑道 他现在心情无比开心 毕竟断月觉醒 他的底牌又多了一张 只是玄子清抬起头才发现 他周围原本连绵至天边的山脉 竟是被他完全毁去 高耸的山脉变成了平原 甚至可谓盆地 灵奇心虚地环顾四周 他神念扫过 见无人靠近 赶忙急匆匆溜走 虽说特意选在了无人的场所 但这么毁坏环境 让他这个穿越者还是有些负罪感的 刚好可以实验断月的能力 大 玄子清心念一动 断月顿时变得有数十米长 他立于断月之上 守节法印 于是乎 断月若离弦之见 更似流火星域 刹那间暴射而出 炎火周边境 圣火城 仅用了小半日时间 玄子清就跨越了大半个炎火周 来到了黑夜狱旁的圣火城 不过他现在的状态算不上好 甚至可谓棚头垢面 十分邋遢 因为断月 他太快了 快道扰是以玄子清先皇境界的实力 在这般速度之下 脸都还是变形了 玄子清觉得 自己怕是得到了先尊纪 才能完全驾驭地驻断月 圣火城大街上 路人对玄子清指指点点 这人谁啊 怎么跟着难民似的 不知道 面生得很 圣火城可不收难民 这里是保卫沿火周的前线 怎么能有这种捣乱的人 玄子清听到声音 他丝毫没有介意众人的言论 而是淡定地近前问道道友好 我是刚从夜火城来的 就想问一下 当初反攻军是从这里渡过黑艳遇的吗 那路人愣了愣 夜火城来的 夜火城是炎火周核心 一般人可住不了 所以眼前这人看似邋遢 恐怕身份地位不会太低 但是他又没有炼气师协会的徽章 莫不是来坑蒙拐骗的 路人稍作犹豫 但还是坦然达到没错 杜玉周正是从这里过去的 玄子清追问道 那穿过黑艳遇有什么讲究吗 比如位置什么的 路人眉头微皱 道讲究 就是尽可能往高处去一点呗 不过其实没啥区别 像是杜玉周 就是这么直挺挺过去的 说白了就是 你有杜玉周 怎么都能穿过去 没杜玉周 怎么都不能穿过去 怎么 你还想着穿过黑艳遇不成 玄子清点了点头道 嗯 我有个徒弟在反攻军内 他可能遇到了危险 我得赶过去救他 那路人伸长着脖子 一脸匪夷所思位 道友 你听我一句劝 黑艳遇对我们仙族 拥有强烈的敌意 恐怕就连仙尊都没法 用肉身横穿 你想送死可以 你死在仙魔战场上 别再黑艳遇自杀行吗 玄子清微微一笑 平静到道友放心 我自有杜玉之法 那路人语气更激动了 你还真要去 你疯了 他这一嗓子下去 整条街都听到了 路人越聚越多 就连卫兵们 都怀疑是出了什么乱子 纷纷聚拢过来 那路人张扬道 你们听我说 这兄弟疯了 要去黑艳遇自杀 大家都是仙族 你们帮我好好劝劝他 死内不好 非要死在黑艳遇 围观的路人七嘴八舌 就连束手边境的卫兵 也苦口婆心 好言相劝 玄子清神情自若 轻笑道 既然你们不信 那我只好亲自演示一下了 段月 玄子清话语一出 段月瞬间悬浮于空 而他身形一闪 立于段月之上 众人急了 刚打算强留住玄子清 起料玄子清不假思索 淡淡开口段月 不欲 修剑光一闪 瞬息间飞射而出 在所有人骇然的目光下 段月竟是将接天黑艳障 必给破开了一道大洞 然后刹那间消失在 黑艳遇的另一端 黑艳遇上的破口逐渐愈合 但路人与卫兵们的嘴 却完全合不拢了 许久之后 街道上发出一声 木然的惊呼他 他真的过去了 第172章 逼问魔族情报 众人骇然 数月之前 当三艘杜玉舟 穿过黑艳遇时 当时圣火城中的 著名与卫兵觉得 那是足以记载 入史册的一幕 是数万年来 最为要目的仙剑 因为仙族 无法通过黑艳遇 那是数万年来 所有人的共识 但那一天 被打破了 三艘豪华的战船 穿越接天的火墓 那幅场面 烙印在每个人的心中 他们原以为 那是他们一辈子 就只能看到一次的圣景 然而 今天发生的一切 打破了他们的认知 玄子清 穿越了黑艳遇 而且 是以更夸张的姿态 当时那三艘杜玉舟 可是在强大的战船保护下 硬生生挺过黑艳遇的 而方才那看似 平平无奇的青年 他的仙剑 竟是将黑艳遇 都破开了一道口子 他是刺穿了黑艳遇 然后横渡至黑艳舟 这太离谱了 完全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直到小半天后 卫兵才终于回过神 快 快报告夜火长 就说有人见读黑艳 闯入魔族领地了 是 圣火成众人手忙脚乱 至于身为罪魁祸首的玄子清 已经落地黑艳舟 这里就是黑艳舟 玄子清整理了下 被狂风吹乱的仪表 随后疑惑地皱起了眉头 之所以会感到不解 是因为在玄子清的视角中 黑艳舟根本不像是 能助人的地方 无怪乎他不解 只是因为玄子清 对魔族的生态支支甚少 所谓魔族 即是传承了太古魔血的种族 他们或许曾经为先 也可能曾经为寿 但现在都是彻头彻尾的魔 魔族的思想与仙族大不相同 他们活着就是为了捕食 为了杀戮 为了掠取天道 为了让仙玉化作魔土 因此 魔族不像仙族一般 他们的城镇显得十分简陋 整片黑艳舟 都透着一股荒凉肃杀的意味 玄子清一路前行 路上竟是魔族尸骨 而且早已腐朽 想来是肖羽他们 刚来黑艳舟时爆发的战斗 看起来已经过去了很久了 一路上尸骨堆积成山 看似渺无人烟 但玄子清远行许久之后 竟是发现了一个清理战场的魔族 那魔族鳄鱼头人身 也不知这是他的原形 还是他的实力 只能让他半身化人 玄子清身形一闪 那魔族尚未反应得过来 段月就已然架在了他的脖梗上 还割出了一道猙獰的血痕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 那魔族不知道背后是谁 只能惊慌喊叫 哼 玄子清冷哼一声 一掌击在了 那恶头魔族的背上 卸去了他的修为 魔族被击倒在地 他惊恐地转过身子 但神情却忽然制住 仙族 怎么可能 玄子清微眯着眼 冷声道 为什么不可能 那魔族眼珠子 急急转了几圈 随后含糊其词道 仙 仙族不是不能穿越黑艳语吗 玄子清眼神锐利 他听出来了 这魔族似乎在刻意掩饰着什么 玄子清冷声道 几个月前杜宇舟不是来过吗 魔族瞳孔猛地放大 他京剧地环顾四周 但却没有看到其他鲜修的踪影 仙 仙族大军又攻过来了 又攻过来了 玄子清眉毛一条 淡淡倒步 来黑艳舟的 只我一人 魔族愣住了 只有一人 难道为了一个人 就动用了杜宇舟 不可能啊 魔族得到的献报里 仙族一共就只有三艘杜宇舟 而现在那三艘杜宇舟 还全部都在黑艳舟的领土内 所以他眼前这个仙族 到底是靠什么穿过黑艳语的 恶头魔族满脸不解 但是此刻的他尚未发现 自己的神情 已经让玄子清起疑 玄子清目光微明 他通过这恶头魔族的表现 发现了不少端倪 这魔族似乎笃定了 仙族不可能再穿过黑艳语 也就是说 夜火城只练之出 三艘杜宇舟的情报 魔族是知道的 至于是谁透露的 毫无疑问是朱甲 玄子清完全有理由相信 就严加少主那个美脑子憨憨 必然是将从老祖那获得的情报 告诉了朱无邪 而朱无邪在汇报朱家 之后 朱家就可借此情报 向魔族逃上 玄子清如此心想着 继续推测 魔族拥有仙族所不知晓的魔兵 而仙族前来进攻的情报 又必然为魔族所知 也就是说 仙族到来之时 魔族早有准备 而且这头魔族对我的到来 表现出不解与震惊 所以 那三艘杜宇舟 如今必然上在黑艳舟内 而且魔族笃定 他们不可能脱身回去 糟了 小雨现在很危险 恶头魔族呆呆地看着玄子清 他看到玄子清的神色越来越冷 甚至到最后 充斥着一股强烈的杀意 恶头魔族历历微惧 不知道为什么 他觉得眼前的仙族 似乎看出了什么 但这不应该啊 因为他还什么都没说呢 怎么可能泄露情报 但玄子清接下来说的话 彻底给他浇了一头凉水 所以 之前来黑艳舟的反攻军事 中了你们的埋伏吧 要么告诉我 他们在哪 要么 死 那恶头魔族扑通一声 就跪下了大爷饶命 大爷饶命 小的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啊 玄子清话不多说 他抄起断月 见任 直抵魔族的脖梗 恶头魔族哭嚎到大爷饶命啊 我 我知道 现在魔族前线的聚集地 我给您领路 这就带您过去 魔族前线聚集地 玄子清眉头一皱 他并未多说什么 作者有话要说 精品小说都在这连载呢 赤兔格蒂尔 是冰冷的 瞥了一眼恶头魔族 是以他动作快显 那恶头魔族浑身颤抖着玛丽起身 但目光中却闪过一抹音质哼 等老子 到了炼玉堡 定让你死无全尸 到时候等玄恶大人把你抓起来 我要一寸寸扒了你的皮 一块块窃下你的肉 以血今日之池 那炼玉堡 可是黑焰洲重建的前线阵地 看守的魔族玄恶 足足有着魔皇后期的修为 甚至接近魔皇巅峰 在恶头魔族的事想里 夜火成精锐 已然全部被困在黑焰洲深处 而目前的仙族 根本没有实力绝颠之备 就算其实力强悍 能和玄恶大人站个平手 但我们炼玉堡 可是有着数万魔族 还对付不了一个小小仙族 玄子青眼角的余光 瞥了眼恶头魔族 也自然发现了对方的英智神情 玄子青反而放心了 既然他这么笃定 那就说明有大鱼在 哼 看来能获得不少情报呢 第173章 一箭珠魔黑焰洲 炼玉堡 玄子青跟着那恶头魔族 穿过了一片穷山恶水 这才终于到了魔族的聚集地 不过彼之此前也好不到哪去 所谓的炼玉堡 在玄子青眼里 大概就是个黑泥 砌成的土堆 魔族根本没有见住审美 这一点从此前脚泥 糟蹋黑与皇朝皇宫 就能看得出来 这炼玉堡不能说是毫无美感 只能说是丑得令人发指 此刻炼玉堡内 一众魔族烤着果肉 相谈甚欢 好吃好喝的 畅快啊 是啊是啊 说是到前线束手 可我们不就是闲坐在这里吗 仙族的战船 被困在遗迹深处 他们已经不可能出来了 至于炎火舟那边 仙族修士 已经没有了渡过黑艳雨的手段 等到将军他们 弄死了遗迹里的那群傻子 整个炎火舟 就都是我们的了 为首的玄恶将军 朗声大笑 哈哈哈哈 不过我们还是小心点 至少束手的任务 还是得妥善完成的 一旁的魔族孝道 但仙族又过不来 这黑艳雨 据说就连一般仙尊都没法通行 怎么可能会有仙族过来 怎么没可能 谁 一众魔族骇然起身 皆是惊慌的四处张望 然后玄恶猛地抬起头 看到了炎玉堡高墙之上 附建而立的玄子青 仙族 这 这怎么可能 居然有仙族渡过了黑艳雨 无论是一众束手的魔族 还是身为将军的玄恶 都完全没法相信这个事实 玄恶摇头自语 不 不可能 仙族没有独豫舟 根本没可能穿越黑艳雨 前仙族反攻军的逃兵 是了 他是中途 脱离了反攻军 所以 最后没有被困住 玄恶不停自欺欺人 然而那个 领着玄子青来此恶守魔族 却急匆匆跑向玄恶 大声呼救玄恶大人 这家伙是从黑艳雨那边来的 我是 被他胁迫着过来的 你一定要为我报 魔族话尚未说完 玄子青轻轻抖了抖手腕 见光一闪 那鳄鱼头在地上 滴溜溜滚了几圈 随后再无声息 玄子青一早就看出来了 不过反正 他在这黑艳洲无所畏惧 所以这魔族找来的旧兵越强 他反而越是高兴 玄恶目光一致 他刚才听到了什么 这仙族是从黑艳雨哪里过来的 这不可能 玄恶悚然望向玄子青 即便他现在因为族人的身亡 而无比愤怒 但是他却不敢发作 他看不出玄子青的实力 因此只能浑身难以自意的愤怒颤抖 却没有敢于动手 玄子青附件立于城墙之上 冰冷开口 要么告诉我反攻军现在的位置 要么 死 对魔族没有什么好同情的 非我族类齐心避意 玄子青这点道理还是明白的 况且 魔族从骨子里 就是残虐的侵略者 不存在误杀好人这种情况 玄恶震怒地望向玄子青 他被玄子青这轻蔑嚣张的态度 给彻底惹毛了 我自出任将军这么久 何时受过这种气 可恶 区区一个仙族 我们这数万束手军 难道还会怕了他 玄恶暴怒地仰起头 震声吼道给老子弄死他 说着 玄恶的身躯暴涨 顿时变成了一只白米多长 近十米高的漆黑魔鳄 他的身上覆盖着无比坚硬的黑灵 似乎能吸收世间一切光亮 他灵甲的缝隙内 缭绕着黑焰 那是仙族最为惧怕的魔火 也是玄恶敢于直面玄子青的仪仗 黑焰州所有魔族都知道 黑焰对仙族的克制性 所以他们都会去黑焰狱进行修炼 因此 实力强大的魔皇 完全可以堪比仙族添骄 甚至妖念 遇上根基不稳 或是实力不济的仙族 他们甚至能够做到越级杀敌 而且玄恶知道 炎火舟的主力 都在那三艘杜玉舟内 因此 他眼前这个仙族就算再强 也必然只能算是 仙皇巅峰中的末流 否则他为什么没有被编入远征据 最好看的小说竟在赤兔阁 至于他为什么孤身前来 又为什么能够横渡黑焰狱 就玄恶的猜测而言 那大概是夜火城 军长久没有归来 所以才派人过来探听情报 玄恶如此揣测着 信心又重新涌了上来 是的 这家伙不过是个探子而已 兴许是近来 才刚刚晋升仙皇巅峰 他之所以如此嚣张 怕是因为没有跟魔族交战过 也不知道魔族的恐怖 既然如此 那魔族就得让他知道 谁才是这片土地的王 玄子清看着战役 越来越高昂的玄恶 轻蔑地撇了撇嘴 哼 身体变大了 胆子也跟着变大了 玄子轻轻笑着握住段月 忽然想在此试试段月的 另一种变化 他剑指玄恶 淡淡笑道你以为 就你能变大 玄恶满脸疑惑 什么意思 难道这人族也有什么真身 然后他看到了此生 最为震撼的一幕 玄子轻淡淡笑道段月 大 他话语一出 段月飞向高空 骤然间变成了一把 遮天蔽日的巨剑 剑身足有四十米长 甚至比玄恶的身宽还要长 那把巨剑悬浮在玄恶头顶 给玄恶一种无比强烈危机感 然而尚未等他做出反应 玄子轻就又淡淡开口段月 允星 话音未落 段月的剑身上 顿时弥漫着一片星辰的光辉 随后在剑身四周 浮现出无数颗明灭的星辰 因为段月的放大 就连那些星辰 都变得无比夸张夺目 随后在玄恶骇然惊惧的目光之下 那柄壮观的巨剑 带着漫天的星辉 骤然灰落 庞大的气浪吹飞了周围的所有魔族 而那座丑陋的炼狱宝 也在这一剑之威中瓦解崩碎 魔族们艰难从黑泥中爬了起来 仓皇的四散逃命 他们惊骇的目光 望向尘烟弥漫的废墟 紧张到玄恶将军呢 将军一定能挡下那招的吧 随后当烟尘散去 先前那威风凛凛的恶将军 已然消失无踪 只剩下一只断成两截的魔恶尸体 甚至他连遗言 都没能来得及说出口 一剑 诸魔 第174章反攻军 与伏辟一剑魔族上下一片骇然 玄恶将军 被一剑杀了 身为魔皇后期 甚至接近魔皇巅峰的玄恶将军 竟然连那仙族的一剑都没有扛住 这怎么可能 那仙族到底有多强 才能做到这样 这太夸张 太离谱 太超出认知了 而且这种巨剑杂落的视觉冲击 给魔族们带来的震撼之情 是无与伦比的 一把数十米长的巨剑 带着漫天星灰猛然砸落 不仅一剑将他们的将军斩成两半 甚至轻易毁坏了他们辛苦建成的炼狱宝 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技巧 就是朴实无华的实力碾压 太恐怖了 玄子清的身影 烙印在每一个魔族的心中 这一战之后 他们对仙族 忽然就产生了一种难言的恐惧 将来就算遇到弱小的仙族 他们脑子里 恐怕都会回想起 眼下这骇人的一幕 只可惜 没有将来 玄子清不会放跑他们 每放跑一只魔族 或许就会有许多的仙族流离失所 家破人亡 所以 我必须赶尽杀绝 当然 我还需要问出笑语他们所在 玄子清先灵力爆发 他催使着那把四十米长的巨剑 朝着可憎而猙獰的魔族们 挥下屠刀 炼玉宝 就此覆灭 随后玄子清留下了几个 看起来地位较高的魔族 打算仔细询问情报 告诉我 仙族战船现在何处 哼 你以为我会开口吗 玄子清目光冷淡 他烧一挥剑 一位魔族就伸手一触 你也想这样 嘿嘿 反正都是死 那魔族养着脖子 冷笑着嘲讽道 嘿嘿 我就是不告诉你 你是不是很急 哈哈哈哈 很生气吧 那三艘战船上 一定有你的亲人朋友吧 放心放心 他们都死定了 你们仙族的一群侏罗 就是给我们魔族当食料的命 真以为自己能反攻啊 哈哈哈哈 他们现在应该已经游进灯窟了吧 可惜啊 我是吃不到了呢 那魔族舔了舔嘴唇 一副期待的样子 玄子清心底一阵恶寒 他强压下自己的怒火 没有立刻动手 杀死那嚣张的魔族先锋 玄子清在记忆里搜索 试图找到能够逼问出情报的功法 随后他缓缓睁开了双眼 目光中透着难以言喻的冰寒 有了 饭魂求死印 被种下饭魂求死印的人 无论如何都没法解除 那种痛苦会让他们觉得 死亡都是一种解脱 玄子清冰冷的目光一闪而逝 随后守截法印 将饭魂求死印 种在了那魔族先锋的身上 那魔族先锋前一秒还 神情不屑 轻蔑挑衅赫赫 你以为这样 然而他后一秒 就开始痛苦地嘶吼起来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让 让我死 作者有话说书友们 请记住最新最权的小说网站 赤兔阁求 求你了 让我死 饭魂求死印 竟是恐怖如斯 玄子清冰冷的目光 扫过那魔族 寒声道说出战船的下落 我给你个痛快 那魔族想都没想 就丝毫着开口 啊 我 我说 他们 他们被 被困在伏壁 伏壁遗迹之中 玄子清继续追问到伏壁遗迹 在哪 他们又阴和被困 那魔族心底无比绝望 他现在就想 玄子清给他一个痛快 根本不想浪费时间回答这些问题 但是他也知道 一旦自己不回答玄子清 那恐怕连痛快的死都做不到 所以 那魔族咬着牙 急切达到伏壁遗迹 在黑雁州北方深处 你可以看到 和黑雁与相似的一大片黑雁 那就是 伏壁遗迹的特征 那里 是我魔族平日里修炼之所 因为有太古纯雪凶兽在那里陨落 而我们其实早在反攻军出发之前 就已经得到消息 包括杜宇州的存在 和仙族的出征名单 而在黑雁狱里战斗 即便是我们魔族也难以做到 所以我们决定一路引诱他们前往 伏壁遗迹 在那里坑杀他们 玄子清微眯着眼 继续不紧不慢地追问 所以 这一路上生死的魔族 他们大概是连你们要坑杀 反攻军的真相都不知道 就被迫做了诱饵 是 放下了一切心理包袱 对屠戮魔族再也没有任何负罪感 他们居然为了坑杀反攻军 将无数魔族同胞都当作炮灰与诱饵 那沿途的尸骨 他们连自己到底因何而死都不知道 可见魔族之野蛮与残虐 玄子清慢调私利 继续追问那反攻军现在的状况如何 那魔族痛苦的脸都变形了 他生死历劫地嚎叫到他 他们真的快不行了 您快去救他们吧 求求你 杀了我吧 我再为你详细情况 玄子清缓缓开口 魔族同仁中血丝密布 大喊道 我也不清楚 他们被困在伏壁遗迹 据说魔将大人 亲自用魔族血肉陷阱 从而激活了遗迹 遗迹里黑焰不断灼烧 魔将大人声称 要把他们炼成人丹 听到这里 玄子清终于不再担个时间 他一箭挥落 将那魔族斩首 自此 一切了然 所以 早在夜火城五大家族 开始炼制都豫洲的时候 朱家就已经把情报泄露过去了 因此 魔族才会紧急调配兵力 攻打炎火洲 所以那十日标 被派遣至炎火洲前线 助力镇首此处的魔将 只不过 魔族低估了萧宇的实力 萧宇掌控着红莲夜火 以他的能力 完全足以碾压受伤 也同样驾驭火焰的日标 最后导致魔族那一次的进攻 以失败告终 而随后先祖远征军 驾驶着三艘杜狱舟 穿越黑雁雨 反攻魔族 彼时魔族牺牲无数同胞 作为诱饵 一路诱骗反攻军 来到伏壁遗迹 随后魔族 又通过献祭血气 来激活遗迹 最后从而将反攻军 给死死困住 在黑雁的持续数月的治考下 即便是杜狱舟 也不可能撑得住 这样的侵蚀 所以 反攻军已经生命垂危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断月 走 玄子清踏上断月 朝着黑雁舟 身处的伏壁遗迹暴冲而去 第175章大闹宴 冤城黑雁舟 宴冤城 玄子清一路杀志 沿途摧毁了诸多魔族要塞 最后来到这宴冤城 一旁就是那困住了 仙族战船的伏壁遗迹 玄子清路上问出了不少情报 譬如镇守黑雁舟的魔疆 恰巧就是魔疆伏壁 至于为什么和遗迹重名 这里面就涉及了一些太古秘星 众所周知 摩帝天魁坐下有八大魔匠 都是太古一种 日镖 网胡 上相 明娇 金奥 伏壁 崔伟 角尼 其中三头恶犬日标 被派去袭杀 当时身为浩月圣尸的玄子清 结果反被玄子清所斩杀 而驱使着幽兰灵活的角尼 死在了东陵州 彼时夜星渔记忆刚好复苏 他也因此亡于夜星渔剑下 这些魔疆 都是毫无疑问的太古一种 但事实上 却都并非纯血 一种只是一种 尽管拥有太古凶名 自幽远的太古存留至今 但以它们的血脉在太古时期虽说不弱 却也没有强到何种地步 比如黑焰州的伏壁一种 它只是在太古仙魔之争中 浸润了伏壁的魔血 从而种族蜕变升华 而拥有了伏壁的身姿 但它却并未传承伏壁一脉的记忆 这和真正的凶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可这伏壁遗迹就不一样了 那是真正的太古凶兽 伏壁 玄子清沿途拷问得知 那横断黑焰州和炎火州的黑焰天渊 就是太古时期伏壁陨落所致 那恐怖的黑焰从太古燃烧至今 始终没有熄灭 可见伏壁之恐怖 而伏壁遗迹则是它最后一丝真灵的苟存之所 只不过 它没能逆天改灭 终还是在此彻底失去了一切的生机 玄子清神色沉重 当它知道了关于伏壁遗迹的真相 以及太古的秘星之后 它心头不安的预感越来越浓烈 这里的黑焰虽然没有黑焰于那般气势夸张 但杀伤力恐怕更甚 杜玉舟估计很难在此处长存 时间相当紧迫 玄子清没有遮掩行踪 他来到燕渊城之后 断月直接变化成百米巨茧 随后从空展落 伏壁 给本座出来 一声幕后传遍燕渊城 所有魔族都万分惊恐地抬起了头 他们修炼了千万年 何曾见过这般离谱的场面 一个仙族 竟然间断燕渊城 甚至叫嚣着 让魔疆大人出来 这是不是太嚣张了些 但他们很快反应了过来 不可能 怎么会有仙族来到燕渊城 仙族的战船 不是还被困在遗迹之中吗 他是怎么过来的 哼 区区仙族 皮肤汗大树 可笑不自量 然而那魔族话音未落 剧见再一次从天而降 他看着遮天蔽日的阴影 从天穷之上悍然落下 却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手段 哄 烟尘四起 高强崩催 玄子清兵冷低雨 伏壁 给你三个数 自己滚出来 三 二 一 仙族 你找死 一直缠绕着遮天魔焰的黑情 从天而降 那是伏壁 天葵坐下太古一种之一 他在黑焰周外 实力是魔皇巅峰 但是只要身处黑焰附近 他就完全拥有魔尊级别的实力 换言之 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魔尊 但玄子清无惧 玄子清没有时间了 萧宇被困 他来不及再去想什么曲折的法子 玄子清也想直接破坏伏壁遗迹 只可惜 他做不到 早在来到燕渊城之前 玄子清就去伏壁遗迹批了一件 然而太古摩威竟是硬生生挡下了他的遗件 就连目前的断月都没法将之毁坏 违今之计 只有擎贼先擎王 压制伏壁之后 再用实力逼迫他放出仙族的反攻军 玄子清如此心想着 于是才大闹燕渊城 终于 伏壁现身 伏壁看到玄子清的那一刻 也是万般诧异 他体内拥有着太古凶兽伏壁的真邪 甚至静默过他陨落之际的血雨 吞噬过伏壁的尸骸 因此 没人比他更了解黑艳雨的恐怖 所谓魔族无惧黑艳雨 其实不对 准确来说 是黑艳洲的魔族无惧黑艳雨 因为这片魔土都被伏壁的魔血给浇灌过 这里现存的所有魔族 其血脉都已然被改变过 所以 进阶可以成为伏壁的后代 正因如此 他们才无惧黑眼 但仙族不同 太古凶兽伏壁与之有着血海深仇 即便他已然生死万万年 但这仇恨仍旧化作不惜的魔火 永不寂灭 当仙族靠近 黑艳就会露出 他最为争宁恐怖的一面 因此 仙族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凭借肉身穿越黑艳雨 至于杜玉洲之所以能过来 只是因为 他的设计尤为精巧 而且用了太古时的阵法 没错 阵法 那是萧宇带来的阵法 阵法遮蔽了黑艳的感知 而杜玉洲的材质 同样能够掩盖住仙族的气息 最后 他才凭借着坚实的材质 硬生生穿越过黑艳雨 可这仙族 他又从何而来 伏碧是个精灵的太古一种 如果他没点脑子 怎么可能 从当初危机四伏的 仙魔大战中存活下来 还唠叨了好处 因此 他第一时间并没有现身 因为他怕了 或许那是一位 能够横渡黑艳雨的仙尊 我不能犯险 伏碧觉得 玄子清既然能够横渡黑艳雨 实力肯定要强于他 但是当他定睛一看 却发现 玄子清的修为实力 也不过是仙皇巅峰 而他的那把剑倒是仙尊器无疑 原来如此 那就是他的仪仗嘛 伏碧震怒之下 终于现身 哼 曲曲先皇 竟也敢在我艳冤城放肆 不就是仙尊器吗 哈哈哈哈 幸好本尊早有准备 伏碧双雨一展 一枚缠绕着魔艳的黑雨凭空出现 那是真正的太古凶兽 伏碧的本命陵雨之一 伏碧将之从太古珍藏至今 后来借由朱家的炼宝技术 将此陵雨祭炼成了魔宝 因此他根本无拘于玄子清 伏碧张狂到该死的仙处 本尊会让你知道 惹魔尊发怒 究竟会有何代价 然而玄子清却根本没有搭理他 玄子清神色平静 眼神再默然不过 他高举起百米长的断月 淡淡开口大眼 犯天剑 第176章剑斩伏碧玄子清 哪有这个心情跟伏碧废话 一只黑猫鸟罢了 既然你敢现身 那我现在就立刻断了你的羽翼 让你老老实实给我打开一剑 玄子清平静无波的神色下所隐藏的 是无比汹涌怒烈的波涛 敢伤害我的弟子 必让你万倍偿还 不过伏碧却神色不屑 对大眼犯天剑毫不在意 在他的眼里 玄子清不过是一个先皇巅峰罢了 而在黑雁周的他 可是真正的魔尊实力啊 玄子清拥有着 一把能够穿越黑雁语的仙尊气 可他所拥有的的伏碧凌语是 太古凶兽的残驱 所祭练出的至宝 论皆位 这幅碧凌语说是地气也毫不为过 既如此 我还需要惧怕 那去屈仙尊气 而这所谓大眼犯天剑 有点耳熟 不过伏碧由于必须在黑雁附近 才能保证实力 所以他实则很少离开黑雁周 而神剑门无数年来 几乎无人能够吸得大眼犯天剑 因此伏碧对此不甚了解 不就是一门剑法 但我 可是拥有伏碧黑雁啊 没错 伏碧虽然没有获得太古凶兽的完整传承 虽然不能自己创造出真正的黑雁 但是驱使黑雁 他是做得到的 一旁就是伏碧一记 黑雁灰一挥雨意就能到来 有太古的黑雁在 我还需要惧怕区区一门剑法 伏碧是个精明的魔族 正因如此 他对玄子清的表现愈发不屑 境界不如我 法宝不如我 术法同样不如我 他有什么资格敢挑衅本尊 是了 他一定是有亲人被困在一记之内吧 所以他气急败坏 要找我报仇 哈哈哈哈 都说人族愚蠢 果然如此啊 竟然为了这种小事就来送死 可笑可笑 伏碧双翼展开 他看着眼前那高举的巨简 心底那一丝惊慌 很快被李治所压下 他轻蔑地看向玄子清 自信满满黑雁 来 于是伏碧遗迹中的黑雁扶摇而起 与太古凌羽上的残存黑雁结合在了一起 伏碧的身后 顿时显化出一只黑情搏击长空 毁天灭地的场景 黑雁化大地为焦土 焚万名为枯骨 这是太古时代的种族绝学 在这一刻 重现 黑雁聊天 然而玄子清神色 没有丝毫波澜 他无所畏惧 甚至连一丝一毫的惊慌 或紧张都没有 段月之上 汇聚着诸天万象与三千大道 那可是夜天地的绝学 区区伏壁 算什么东西 尽管段月才刚刚觉醒 他吞噬的大道与万象 还少得可怜 但就玄子清的理解而言 他在先皇巅峰使出的大眼犯天剑 恐怕要比在先尊初期时的夜星鱼 更强几分 因此 玄子清无所畏惧 一剑斩落 伏碧神色要多不屑 有多不屑 他还从没见过这么愚蠢的人族 二话不说上门送死 也是有够干脆的 他细血地看着玄子清 期待着对方被黑雁吞噬的场景 但这一幕却没有发生 因为段月竟是直接劈开了黑雁 去世不检地骤然灰落 那坟尽生计的黑雁 就像是被一分为二的海浪 净直从中间裂成两半 而段月落下 伏碧骇然惊惧 石 什么 这不可能 他着急之下 赶忙举起太古灵雨抵挡 然而这一刻 他看见了 那朴实无华的剑芒当中 竟然蕴藏着无数道 则与诸天万象 那根本不是普通的剑法 那是万物一剑 剑道的终极 拥有地气之威的段月 加上大眼泛天 太古灵雨也完全没法抵御 甚至当段月 接触到太古灵雨的一瞬 竟是如同啃石一般 将那灵雨生生 吞进了剑刃 剑芒更强了几分 随后剑光一闪 一只漆黑的羽翼 连带着半边胸腔 坠落在地 满城尸声 一片死寂 所有魔族这一刻 就连心脏都是停滞的 他们万般惊恐地仰着头 全然没法理解眼前这一幕 他们的领袖 伏碧大人 还是拥有魔尊实力的 伏碧大人 竟然 被一个先祖 一剑斩断了羽翼 甚至那个先祖 竟是如此的干脆 他来到燕渊城后 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 犹豫或畏惧 他剑断燕渊城 逼迫伏碧现身 随后无视伏碧的挑衅 平静的一剑挥落 如此平静的外表下 却居然掩藏着 这般恐怖的实力 这样的反差 震慑着燕渊城 所有魔族的心魂 甚至这一刻 他们都难以自意地颤抖着 恐惧 害怕 惊慌 绝望 这不是身为魔族 该有的情绪 玄子清复健而立 目光淡然且冰冷 那身躯是何等伟岸 而伏碧断了半身 摇摇晃晃 一脸肺解与惊惧 那模样又是何等窝囊 跑 我们快跑 伏碧大人都挡不住 我们除了跑别无选择 于是燕渊城大乱起来 所有魔族丢亏气甲 仓皇奔逃 玄子清对下方的乱象 毫不在意 他剑指伏碧 冷声道我报三个数 要么开放一记 要么 死 三 二 一 伏碧从呆滞和惊惧中 回过神 尽管他现在已经知道 自己无论如何 都不是玄子清的对手 但他不可能束手待毙 他可是 能从太古狗活至今的一种啊 至少就保命的手段 伏碧还是有所掌握的 伏碧从失去质保 与战败的失忆中 走了出来 他赶忙吐出一口精血 献祭精血 施展了血盾之术 这可比当初黑无极的血盾之术 要强多了 因为二者的血脉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存在 只不过玄子清 也不是当初的玄子清了 伏碧被一团血物包裹着 疯狂地冲向一记 作者 PS免费的阅读网站 欢迎棒场赤兔隔替 偶尔玄子清 目光冰临 淡淡刀大眼泛天剑 又是一剑斩落 伏碧的另外一半羽翼 也被断月给斩下 只不过 他的血盾之术并未停止 因为有血物的包裹着 即便失去双翼 伏碧也照样能够快速移动 玄子清目光一冷 他踏上段月 冷声到想跑 一人一剑以流光般的速度 瞬息而至 伏碧察觉到身后的动静 心里嘶吼可恶 可恶可恶可恶 他不敢再另吸精血 冒着自降修为的代价 硬是继续血盾 最后盾入了一记之中 玄子清停在了一记之前 尽管没能追上伏碧 但他却并未躁怒 因为伏碧闯入一记的地方 其封印已经变得脆如宝纸 玄子清挥动断月 轻易就斩碎了封印 他不假思索 悍然冲进一记之中 萧宇 挺住 为师来了 第177章深入 伏碧一记 伏碧一记 陛下的结构错综复杂 那是当初伏碧为了防止有消小之辈 基于他的残魂 所以构筑成的灰暗迷宫 玄子清人生路不熟 完全不知道该往何处找寻 而且黑雁屏蔽了玄子清的感知 所以受伤的伏碧魔将去往何处 玄子清对此也一无所知 他受了那种程度的伤 短期内已经不可能痊愈了 当务之急 还是找到那三艘杜玉舟的所在 玄子清小心翼翼在地下一记中探寻 支撑天顶的石柱 已经有些断练 不过保护伏碧一记的 是他的精血所构筑的场域 而非地面上那层砖石 因此 即便玄子清能够透过天顶的缝隙 望向地表 却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在一记之中 他的方位也难以掌控 玄子清挥动断月 见光一闪 一旁的地面上出现了一道裂痕 那是他做的标记 然而 当他催动仙灵力的时候 遗迹中的黑雁忽然躁动起来 弥漫此处的黑雁 竟是化作了由火焰构成的金怪 朝着玄子清张牙舞爪 扑杀而来 玄子清眉头一皱 仙皇级的雁灵 就玄子清的推断来看 这雁灵 大概是融合了太古伏壁的精血与黑雁 在残魂的作用下 获得了些微的灵质 也有可能本就是 伏壁用来看守自己的巢穴的 虽然现在 这里被称呼为遗迹 但当初 太古 伏壁是想借此蕴养残魂 涅槃重生 因此创造一些守卫 也实属寻常 玄子清手万一斗 一剑荡尽珠魔 那黑雁灵体寂灭下去 不过并未消失 只是像是失去了灵质 玄子清大概理解了 所以这些雁灵 几乎不死不灭 击败他们 也只能获得片刻喘息 而且 他们在我来此之前 都并无意懂 也就是说 那只黑猫鸟 由于血脉同源 因此不会被雁灵攻击 关于这座遗迹的基本情况 玄子清大致是弄清楚了 伏壁遗迹内 存在着许许多多 由黑雁幻化而出的雁灵 它们形态万千 其模样 大概是根据 伏壁残魂中 有关太古的记忆来构筑 而只要有 仙族动用仙灵力 这些雁灵就会苏醒 从而发起猛攻 光是最上层的雁灵 就足有先皇初期的修为了 那深处的情况可想而知 必然是凶险至极 之前听说 魔族在伏壁遗迹举行了血迹 而这里没有战斗或血迹的痕迹 想来 萧宇他们尚在更深处的场所 我得加紧步伐了 玄子清一念及此 断月骤然灰落 剑光强势斩裂了地面 玄子清脚踏断月 朝着身下 看不到底部的深坑处进发 然而此时 双翼断去的 伏壁磨僵已然借助血顿之法 迅速来到了遗迹的深处 这里是一处祭坛 祭坛上遍布着魔族的尸骨 而那地上 则是一大片奇鬼的纹落 纹路的沟壑内满是鲜血 甚至竟是在缓缓流淌 永不止息 伏壁从血块的包裹中跌了出来 他失去了双翼 只能狼狈幻化出人形 这样 虽然行动更为不便 但能够减少精血的流失 伏壁咬牙切齿 仍然是没法回过神不可能 这不可能 一个仙皇凭什么 能够斩断魔尊的双翼 而且他的那把破剑 凭什么能够吞噬太古灵羽炼之的法宝 假的 都是假的 但是他空空荡荡的双臂 以及缺口处流出的污血 告诉他 都是真的 他堂堂八大魔将 堂堂魔尊 自认形势谨小甚微 至谋无双 但却栽在了一个仙皇手上 伏壁没法接受 他神色不解 一脸疑惑 更多的则是难以言喻的阵索 这个仙族 不能让他活着 这里是一戒 是本尊的主场 伏壁目光英智 他满腔怨愿 最后化作滔天的杀意 尽管他的实力 不敌玄子清 现在又已然重伤 但是只要借助一戒的力量 诛杀玄子清并不困难 伏壁手解法印 祭坛之上 亮起了星红的纹路 而祭坛的中央 一个巢穴状的福台 逐渐升起 伏壁盘坐于上 此时的他 竟是能够窥探 整片遗迹的样貌 然后 伏壁看到了 玄子清一剑斩断地板 正在静止朝着下方猛冲 伏壁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容 真是天道有路你不走 地府屋门 你偏要闯进来 他心念一动 随后整个祭坛的血气 都大放光明 一股奇鬼的气息 以波纹状扩散开来 整座遗迹都发生了 不可名状的变化 此时的玄子清一路下坠 已然来到了地下第十层 然而下一瞬间 四周的黑雁瞬间爆起 无数燕灵化作万千恶兽 疯狂地向玄子清扑杀而至 甚至就连第一层的燕灵 都迅速朝着玄子清冲来 玄子清眉头微皱看来 是有人引动了一记的力量 不过玄子清并不畏惧这些燕灵 只是他的时间被耽搁了 这让玄子清有些恼怒 玄子清神色渐冷 断月之上顿时汇聚了 无数星辰的光辉 如同璀璨的群星 陨星剑法 断月横扫八方 剑气荡出了一片刺目的星河 无数的星辰骤然爆裂 席卷八方 那些燕灵化作的恶兽 竟接被重新打散 寂灭无闻 伏必亥然望着剑扫八方的玄子清 狠毒的神色中 却透着掩盖不住的惊恐 可恶 这一招不行 那就让你尝尝 整座一记的威能 伏必咬牙切齿 最后喷出了 他所剩无几的精血 以铜元的血脉 彻底激发出一记的力量 这一刻 整座一记的黑焰 尽数汇聚在一起 汇聚的火焰 幻化出太古伏必的模样 其形貌栩栩如生 简直如同太古 伏必复苏了一般 而那气息 则在先尊初期之上 伏必魔疆只有在黑焰洲 才能发挥出魔尊的实力 而他原本的境界 也是魔皇巅峰 但是这尊幻影 却是实打实的先尊境界 甚至他的黑焰的加护侠 实力比之先尊初期更甚 这样的对手 根本就不是区区先皇 能够应付得了的 这次是绝对的境界压制 伏必目光阴毒 心中宁笑嘿嘿 愚蠢的仙处 穷寇莫追的道理 你都不懂吗 燕灵杀了他 第178章 破解祭坛大镇伏必指挥者 太古燕灵杀向玄子清 这一刻 他感受着这股远超自己的力量 他觉得 他又行了 只不过玄子清 却仍然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甚至他连正眼 都没有给那幻影一个 不过是一尊幻影 也敢在我的面前放肆 玄子清嘴角微不可查的一瞥 他举起段月 引动了其中的道则 段月可是刚刚才 吞噬掉太古符碧灵羽炼之的法宝 因此 这种道则也已然被段月吸收其中 玄子清嘴声道大眼 犯天剑 段月高举 一剑骤然挥落 这一次 那朴实乌华的剑光之中 并未包罗诸天万象 而是囊括着一只展翅极飞的黑情 剑光之外 幻化出相似的黑情虚影 而两道幻影 若雄鹰搏击长空 最后悍然相撞 伏碧在祭坛之中眼巴巴地看着 他的神情从暴怒到阴质 再从嘲讽吃笑到疑惑不解 最后化作了无语伦比的阵索 他 他怎么可能引动伏碧大人的力量 他可是仙族啊 这不可能 而最后的碰撞之中 大眼犯天剑所演化出的虚影 竟是瞬间击碎了黑焰幻象 甚至段月还大快躲移了一番 趁机捕食掉了未属不少的黑焰 伏碧目瞪口呆 满脸骇然 不可能 这不可能 那可是有一技加持的真正先尊之力 他凭什么能够打赢 他不是一个区区先皇吗 这不合理 伏碧想不明白了 他现在陷入了混乱当中 这太古凶情的幻想 已然是他目前所能引动的最大力量了 但即便如此 他也没能斩杀掉玄子卿 那他还有什么办法 没了 伏碧神色越来越惊恐 直到绝望 完了 一切都完了 都是假的 肯定是梦 是我最近陷进魔族太多 所以因为怨气而导致的噩梦 伏碧不停地自欺欺人 试图麻痹自己 然而他并不知道 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玄子卿脚踏虚空 腹手而立 他一见斩灭凶情幻想之后 立刻闭目凝神 感受着一技内的灵力走向 随后他发现了 那一处弥漫着滔天血煞之气的祭坛 玄子卿猛然睁开双目 单单到找到你了 而此时 一技底部的伏碧呆立在祭坛的中央 茫然失措 他正对玄子卿的实力满心不解 也在思索着脱身之法 以及该如何自救 然而下一刻 天顶之处传来一声轰然的巨响 玄子卿一见劈裂地板 从天而降 伏碧瞳孔骤然放大 他大张着嘴 想要说话 但却发不出声音 铺天盖地的恐惧压垮了他的意志 他只能发出惊骇而无力的音音声 像是一只嗷嗷待哺的雏鸟一般 孱弱 且无助 玄子轻微眯着眼 淡淡笑得好久不见 不过 其实也没多久 伏碧不敢回话 他一动不动 仿若牧人 作者赤兔哥PS喜欢小说的欢迎访问 T.O.选子轻见状又一脸随和 轻笑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刚才那个虚影玩偶 是你做出来的吧 玩偶 他居然把太古凶情的幻想 称作是玩偶 伏碧本应愤怒 但他此刻却失去了生气的能力 甚至他竟然一改往常的阴毒模样 他一脸谄媚 简笑道 哪可能呢 我只是来着借助血迹掉命而已 怎么可能还敢 再对先帝大人出手 不得不说 伏碧的求生欲真的很强 他可要比其他那些太古一种 圆滑太多了 甚至将玄子轻称为大人 还将他区区先皇的实力 称作是先帝 为了活命 伏碧真的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但是玄子轻却微微低了低头 环顾四周 他看着周围祭坛外侧的魔族尸骨 以及奇异花纹内翻涌的鲜血 他一眼就能看出 伏碧究竟是何等暴虐阴毒的存在 不止伏碧 魔族也都是如此 这已经不是非我族类其心弊异的问题 这些魔族就是先玉的流子 必须要将之剿灭铲除 玄子轻如此心想着 默默走向了瘫痪的伏碧 伏碧惊慌道先 先帝大人 您要干什么 玄子轻淡淡到别怕 很快就好了 他以仙灵力 完全束缚住伏碧的行动 随后一掌 按在伏碧的额间 犯魂求死印 这 这是 不 不要 让我死 求您了 让我死啊 痛苦的惨嚎声 回荡在祭坛当中 玄子轻露出了再寻常不过的微笑 但单道告诉我 反攻军的战船 在哪 我让你死个痛快 我 我告诉你 我全都告诉你 伏碧想都没想 直接嘶吼到 他们在一记南侧地下 那里与远端的黑夜雨相连 我借助二者的力量 完全困住了他们 不过现在 他们应该都死得差不多了 求您了 杀了我吧 剑光一闪 伏碧瞬间伸手一触 玄子轻没有怀疑 伏碧所言真伪 毕竟犯魂求死硬下 他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 去编撰谎言 至于那句反攻军 大概都死得差不多了 玄子轻倒是并不这么觉得 伏碧只是本能求死 所以给了最坏的预测 但是杜宇舟可没有这么不济 只要 伏碧不继续像刚才那样 引动一记的力量 否则光靠黑夜 应当没那么容易 突破杜宇舟的防御 一念即此 玄子轻没有过多犹豫 立刻朝着南边急行而去 但是当他离开祭坛 身后忽然传来一阵 阴冷至极的气息 玄子轻脚步一掷 猛然转身 但却一无所获 奇怪 算了 救人要紧 不要多想了 玄子轻没有继续滞留 立刻离去 然而当他走后 这座祭坛忽然又自行运作起来 无尽鲜血 汇聚成滔天的血气 随后竟是如蜂拥般 注入了伏碧魔疆的残区 而祭坛之中 一颗颗幽蓝色的荧光也缓缓汇集 没入了地上那颗禽手之中 随后血纹引动 凡复而奇轨的花纹 竟是化作血硬屏空生气 伏碧的残区和断手 在半空中合二为一 融为一体 最后 他的双眼猛然睁开 啊 鲜欲的灵力 许久没有闻到过了 那是自太古苏醒的真正的 凶兽伏碧 第179章会诗 《反攻军》 自太古以来 伏碧就在等这一天 他知道自己重伤难遇 又没法离开这座祭坛 因此只能自散血气 神魂归迹 鄙视无数异兽或者人族 静慕了他洒落的兽险 从而成为了后世所谓的魔族 而其中一只太古禽鸟 从中获得了好处 聪慧的他 小心翼翼地 吸食漫山遍野的魔险 以此改造自己的血脉 甚至他竟然还顶着黑焰 悄然潜入遗迹深处 从而捕食了伏碧的残区 天魁坐下 有八大太古一种 但他们大斗原本就有太古凶兽的血脉 只是比较微弱与脖杂 而伏碧魔将就不同了 他原本只是一只太古的小妖 只是因为亲眼见证了凶兽伏碧的陨落 又残食了他的残区 这才拥有了部分太古凶兽的血脉 血脉的变化 让他的模样 也变得与凶兽伏碧相似 因此 他才敢于自称伏碧 以太古凶兽一种自居 他捕食了伏碧的残区 自认拥有了凶兽的天赋 迟早能触及地位的门槛 可他终究不是伏碧 凶兽拥有着悠久的寿命 但是凶兽的修为 大多在成年后就定型了 之后修炼所能得到的提升极小 而伏碧无论怎么努力 都没法突破魔尊的门槛 只有在黑雁周内 在太古黑雁的加持下 他才勉强可谓魔尊 因此 伏碧不敢离开黑雁周 他知道自己获得如今的地位极为不易 万一他离开黑雁周后 修为倒退回魔皇 被先祖或其他魔族所复杀怎么办 伏碧害怕于此 他一边躲藏在黑雁周内 一边不断研究遗迹 试图获得真正的太古凶兽的力量 只可惜 他并不知道 这些都是真正的太古凶兽伏碧 故意给他留的 伏碧魔将觉得 只要自己的血脉 更加接近太古凶情 那他就能拥有更强的天赋 也能真正晋升魔尊 于是他不断血迹 不断引出遗迹内的力量 试图借此改造血脉 然而他并不知道 伏碧的残魂就融于那太古凶血之中 一直都在等着他完善血脉 当他的肉体逐渐趋于太古凶情 他也就最终变成了伏碧瘦肉的取巧 直到如今 他倒在祭坛上的那一刻 真正的太古凶情就此复苏 玄子清对此全然不知 他一路急行 来到了一记底部的南侧 即便相隔甚远 他也远远望见了那三艘战船 是杜玉州 玄子清身形一闪 骤然间出现在杜玉州的旁边 几位老祖态势戒备 立刻摆出了架势 玄子清见一众老祖无恙 于是放宽心了许多 因为一旦出事 肯定是高个儿地顶在前面 既然老祖无恙 那萧宇定然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只不过 现在一众老祖看玄子清的眼神颇有敌意 怀疑他是掩饰身份的魔祖 玄子清赶忙到我不是魔祖 我是萧宇的师父 前来救他的 萧家老祖一听 顿时怒了喝 信口开合 我们可从来没给萧宇找过什么师父 本来诓骗我们 五大家族老祖二话不说 立刻全力出手 玄子清神色见了 他抖了抖手腕 断月顿时扫出一片药木的灰光 见光一闪 五大家族老祖纷纷被击退老远 石 什么 这石力 怎么可能 他们一下子就慌了 要知道 他们五个老祖合力 就连魔僵伏壁都能击败 可居然不敌眼前这幻影一招 可恶 看来一记终于是被那黑猫鸟彻底引动了 我们完了呀 等等 萧兄 你不觉得他的剑法 很像是我仙族的剑术吗 而且 他刚才用的可是仙灵力呀 萧家老祖神色一致 他仰起头回想着玄子清出剑室的场景 又敢遮下周围残存的仙灵力 然后他一下子就猛住了 咦 还 还真是 玄子轻微眯着眼 与其有些许不约我前来 伏笔一记搭救你们 而你们却反而对我出手 这是什么意思 萧家老祖回过神 这才连连道歉 道友抱歉 真的抱歉 是老夫老眼昏花 不识道友 抱歉抱歉 其余四位老祖也是纷纷致歉 但他们道歉之余 心里却满是疑惑 道友 援军是怎么过来的 难道夜火城有人突破 炼制出了杜玉舟 玄子清淡淡道 哪有什么援军 只我一人而已 什么 五位老祖瞠目结舌 他们仿佛听到了 这世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一个人横渡黑艳遇 还来到了伏笔一记的底部 开什么玩笑 这 这怎么想都是天方夜谭 放眼若大仙玉 都绝无可能发生的事吧 一人横渡黑艳遇 这带来的震撼 比这方才 玄子清一人 震退五大老祖 更胜一筹 五大老祖心里 疑问更多了 他们表情古怪 正要询问 不过玄子清急着见萧宇 哪有时间 跟这群老怪物耽搁 于是玄子清 直接一口气解释道 我是萧宇 在下界时的师父 过来找他的 我辗转来到夜火城后 听说萧宇 跟随反攻军 去往黑艳洲 所以 自己练制了杜玉剑 横穿了黑艳遇 之后随手灭了 几个魔族营地 拷问出了情报 然后一路来到了燕渊城 最后来到了 伏碧遗迹 就是这样啊 玄子清说完 气氛顿时凝滞了下来 就好像时间停止了一般 五大老祖瞪圆着眼睛 惊骇到无以复加 玄子清将路线 说得这么详细 由不得他们不信 但是所谓的 自己横穿黑艳遇 随手灭了几个魔族营地 原本反攻魔族 可以这么轻描淡写吗 他们集结眼火洲助力 五大家族 三大渡玉洲 沙相黑艳洲 结果落得个 被困遗迹的下场 而玄子清一人独行 轻而易举突破重围 随后与他们 在伏碧遗迹相遇 这么一笔 五大老祖甚至觉得 他们的反攻 就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竟是如此的儿戏与可笑 那 那伏碧魔将呢 刚被我宰了 玄子清语气有些不耐了 那黑猫鸟一开始不老实 我断他双翼 他血顿而逃 刚才被我斩于太古祭坛 五大老祖没有反应 他们已经麻木了 虽然他们此前 从未听说过玄子清的名号 但是现在他们觉得 这世上 好像真的没有什么 是玄子清做不到的 玄子清深呼了一口气 有些不耐烦到现在 可以让开路 让我见萧羽了吗 第180章复苏的太古凶兽 听到玄子清这句话 五大老祖才终于回过神 萧家老祖摇头道 道友抱歉 萧羽他不在此处 玄子清皱了皱眉头又不在 他不跟反攻君在一起 还能在哪 萧家老祖摆了摆手 赶忙解释道小宇 确实跟反攻君在一起 不过他陷在那边的裂隙处 裂隙 玄子清顺着 萧家老祖手指的方向 望了过去 三艘杜玉舟后方 确实有一道硕大的裂隙 而裂隙之中 黑焰灼灼燃烧 虽然魔焰规模不算很大 但气势竟是不比黑焰欲弱了多少 玄子清回想起 伏笔临死前所说 反攻君所在的位置 是黑焰狱与遗迹的交汇处 黑焰狱是由太古兄 受伏笔临死前的精血 与怨念幻化而成 他一路从黑焰州 与炎火州的交界处奔逃至此 路上留下了 永不熄灭的黑焰痕迹 只不过 他刚刚受伤时 血肉横飞 所以 两周交界处的黑焰狱会 如此恐怖 而他后面精血越来越小 形成的黑焰 也就没有起初那般夸张 千万年后 除了两周交界处的黑焰 其他地方的岩层逐渐愈合 因此 黑焰就被深埋在地下 在极深处 仍然不断燃烧 萧羽为何会去那里 玄子轻易问道 萧家老祖好好解释了一番 原来反攻君 被魔族一路又引至燕渊城 伏笔在与五大老祖的交锋中 洋装惨败 随后逃遁至遗迹深处 反攻君觉得 只要拿下伏笔 那黑焰州不攻自破 于是他们悍然追击 随后落入了陷阱 魔将伏笔引动了遗迹的力量 无尽黑焰化作凶恶的燕灵 不断追杀着反攻君 最后三艘杜裕州 被逼至了墙角 再无退路 而且有遗迹的力量在 他们就连岩层都没法破开 所以那时真的无处可逃 但是后来反攻君发现 他们身后有一条黑焰狱通路 那里竟然不受遗迹限制 也就是说 只要通过了那一段黑焰狱 他们就能逃离遗迹 只可惜 杜裕州太大了 穿不过去 小羽言称自己拥有红莲夜火 虽然挡不住两周交界处的黑焰狱 但是这里的黑焰狱 她还是顶得住的 于是 小羽打算潜入裂系中修炼 借助红莲夜火 吞噬黑焰的力量 然后晋级先尊 就算没能晋级先尊 她也可以通过夺取黑焰 来帮助反攻君反杀伏笔 从而冲出一计 随后数月之间 小羽就在裂系中吞噬黑焰 而我们五人则负责护佑船队 抵抗燕灵的围攻 期间小羽也偶尔回来过几次 未免我们发生什么意外 肖家老祖说着 神色古怪到 结果不久之前 围攻我们的燕灵 忽然全都不见了 我们怀疑 这是伏笔想要憋出一发大的 恰逢道友来此 因此才有了刚才的误会 真是对不起道友 是我们几个老眼昏花 有眼不识泰山啊 至此 一切都明晰了起来 玄子清白了白手 并未多说什么 她淡淡道 既如此 我就去黑夜狱中走 然而玄子清话音未落 一记内忽然传来一阵 难以言喻的恐怖威压 整座伏笔一记剧烈地颤动起来 像是发生了山崩地裂一般 怎么回事 全员戒备 都小心些 五大老祖赶忙让反攻军戒备起来 玄子清转过身子 她眉头微皱 似乎感觉到了一股奇怪的气息 这股气息 给她一种熟悉的感觉 同时又让她觉得有些陌生 似是而非 似真似幻 让玄子清无法立刻做出判断 随后 震动停下 就好像刚才真的只是一场意外一般 但玄子清的心底 却涌上一种不安的预感 这种感觉 可不是什么玄而又玄的猜想 这是因为段月吸收了各种道德 而玄子清又借此 使用出多次的大眼犯天剑 现在的她 与天道亲和 因此经常能获得一些朦胧的预警 老祖们放松下来 嗨 原来是意外啊 夏老夫一跳 还以为遗迹要她了吗 五位老祖言谈甚欢 然而玄子清却紧握着段月 神色戒备 四周一片禁忌 安静到有些反常 而就是所有人卸下防备的一瞬 一道紫黑色的流光 若惊雷极电 刹那间突袭而至 玄子清根本没有多想 一瞬间就动用了权力 他身上先灵力暴涨 那夺目的光辉 仿若一尊从太古走来的大地 段月剑身道则缠绕 犹如强大无匹的地气 就连杀伏壁之时 玄子清也没有如此认真过 大眼泛天剑 一道朴实无华的剑光 迎着紫黑色的奔雷披露而下 三千大道 与诸天万象的幻影 尽数加诸一剑 段月如同裹挟着整个大千世界 悍然砸向了那道光影 哄 仙灵力与魔焰的碰撞 掀起了无比猛烈的飓风 暴散的气浪席卷八方 强大的能量波 在这狭小的洞窟内猛然炸开 甚至就连毫无防备的五大老祖 都竟是被这气浪给 直接吹飞了出去 可 嗨 发 发生什么事了 刚才是怎么回事 老夫的腰啊 都要断了呀 五大老祖狼狈起身 他们惊疑地注视着烟尘 当沉烟散去 他们瞳孔咒缩 一旁是双手持剑的玄子清 现在正大口喘着粗气 而另一边 则是一只周身缠绕着极暗黑焰的凶情 那是伏壁 但又已然不是伏壁 或者说 现在的他 已经不是身为魔将 徒有虚名的伏壁 而是 真正的太古凶情 而气息 则是魔尊后期 玄子清现在很不好受 他五脏六腑震荡不止 就这一下碰撞 他就已经被打出了内伤 他能够看得出来 眼前的太古凶情伏壁 无论是位格还是实力 都相较此前 高出了许多个档次 就算他修为压制在魔尊初期 玄子清恐怕也不太好 从他手里讨到便宜 玄子清通过伏壁的气息 一下子就猜到了他的跟脚 你 难道是真正的太古凶兽伏壁 黑情目光灼灼 其中燃烧着寂灭万物的魔焰 那硕大的禽手之上 展露出一抹再残虐不过的笑容 你猜对了 所以 本帝会给你奖赏 也就是 死 第181章绝境下的 再会五大老祖 静若寒蝉 他们听到了什么 真正太古凶兽伏壁 这 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呢 太古凶兽复苏了 那可是真正的地级存在啊 而且太古之时 仙灵浓郁 那时的生灵就算铜镜 实力也要高出如今不少 伏壁魔尊后期的修为 放眼仙族 除雀先帝大人 何人能将之制服 五大老祖完全绝望了 这是不可能战胜的敌人 甚至就算现在朝整个仙域呼救 也不会有人能救得他们逃出生天 这是必死之局 即便是玄子清 神色也有些凝重 对于伏壁的复活 玄子清其实没有多少意外 因为既然叶星云有手段 能够于这个时代重新复苏 那太古凶兽 只要布局得当 又何尝做不到呢 因此 玄子清大致猜测到了 伏壁是在临死前抛洒精血 借此蕴养出一具 供他夺舍的完美躯体 再等到时机成熟 借助祭坛血迹 随后复活 但知道了 这一点于战局无异 甚至只会让在场众人 更加的绝望 玄子清拧了名嘴唇 久违地露出了凝重的表情 他冷静思索 这家伙刚刚复苏 尽管看起来 修为魔尊后期 但实际上是由血气硬堆上去的 他还没能完全将之消化 也就是说 他现在的实际修为 大概是魔尊中期的样子 但 但就算是魔尊初期的他 我恐怕也很难打赢啊 糟了 凶兽伏壁一副很有余裕的样子 细血地看着玄子清 仙族 你很不错 即便放在太古 你也可以说 是有大帝之姿了 你的剑法 让我回想起了那位恐怖的存在 只可惜 你走不到那一步了 因为 我不允许 伏壁似乎是很讨厌人形的模样 因此始终保持着兽形 而他此刻身上所缠绕的契机 给在场中人都带来了恐怖的压迫感 玄子清也不例外 玄子清苦思冥想 但却想不到破局之法 战 赢不了 逃 逃不掉 进退无路 必死无疑 这就是他如今的局面 伏壁拍打着漆黑的羽翼 俨然一副很有余裕的样子 他确实有这个资本 他已经观察玄子清许久了 打从玄子清刚仪 踏进遗迹开始 他就在窥探着这个不合场里的仙族 因此 伏壁知道 玄子清已经底牌进出了 激进仙尊的实力 还有一把有着地气潜力的灵剑 以及太古以来通天觉得的至强剑法 这就是玄子清所拥有的一切 但 打不过他 伏壁生性痴狂妄为 自太古时期 他就最喜欢虐杀自己的对手 随后品尝其绝望 现在也是如此 啊 这种绝望 我已经千万年没有品尝过了呀 虽然经常有魔族被献祭到祭坛 不过那群低劣的蠢物 他们的绝望 跟仙族相比 真的是差远了呀 伏壁一脸陶醉 残虑的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人 玄子清知道 他不能再犹豫了 破局的方法只有一个 成功救生 不成就死 我别无他选 玄子清一念及此 竟是不顾境界的差距 又一次举起了段月 段月骤然变大 百米俱见高举 玄子清语气冰寒 彻骨大眼 犯天剑 老祖们 骇然地瞪大着眼睛 他们想劝玄子清 但却说不出口 因为这个时候 唯一有资格能与凶兽伏壁过招的 也就只剩下玄子清了 这一刻 那举荐青年的背影 竟是如此的悲壮 然而 伏壁却一脸不屑 轻蔑地看着玄子清 他目光残虐 宁笑道剑法不错 只可惜 你太弱了呀 伏壁嘴上轻蔑 但动作可一点都没含糊 他双翼猛地拍打着 无尽黑焰汇聚成一片 漩涡状的漆黑飓风 朝着玄子清呼啸而去 剑锋与魔焰相处 气浪又一次爆散开来 然而这一次 玄子清却没有挡下气浪 他硬吃下 仙灵力与魔焰碰撞的波动 随后整个人不受控制地 朝后横飞出去 与此同时 玄子清立刻调转了 段月的剑锋 段月 破玉 在五大老祖和伏壁 愣然的目光下 玄子清竟然冲进了 黑焰狱中 伏壁呆住了 半晌 他狂笑出声 哈哈哈哈 他逃了 他竟然逃了 不愧是仙族啊 千万年来 真是一点变化都没有 孱弱无能 贪生怕死 则则 萧家老祖也猛了 但他心底深处 绝不相信玄子清会 就此逃跑 当才那个不顾境界的差距 举见迎敌的青年 那般悲壮 那般伟岸的背影 怎么可能会临阵脱逃 萧家老祖仗红着脸 他打破了心底的恐惧 怒吼到他才不会逃跑 伏壁像是看傻子一样 看着气急败坏的萧家老祖 他戏谑到 不会逃跑 哈哈哈哈 那你告诉我 他是去干什么了 萧家老祖牙关紧咬 支支吾吾到他 他 他 他去请救兵了 伏壁拍打着双翼 笑得前仰后合去请救兵 哈哈 请救兵 哈哈哈哈 你们先足过了千万年 倒是变得更滑稽了许多呢 不说他能找到救兵 就算他找到了 那时候 你们已经连骨灰都不剩了吧 五大老祖纷纷怒目而逝 仰着脖子吼刀呢 那也比死在这里好 说到这里 连他们自己都快不信了 绝望的心情 弥漫在每个人的心中 烟火州反攻军 三大渡玉州 杀向黑焰州 他们开始时 志得意满 雄啾啾气昂昂 又有谁能料到 会是如今这个结局 确实 正如伏壁所言 玄子卿怎么可能会回来 回来送死吗 他逃走的话 仙族尚有希望 但倘若死在这里 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 他们必死无疑了 这太古凶情有多残暴 众人都能够看得出来 他们的结局 又会何等凄惨 同样也能预见 绝望 然而包括伏壁在内 所有人都不知道 玄子卿根本没想过逃 他的目的仅有一个 找到萧宇 晋级先尊 这是唯一扭转战局的方法 在玄子卿的认知里 逃跑 可从来不符合他的性子 无尽的黑焰中 一道剑光 破开漆黑的焰雨 黑焰中安静盘坐着的萧宇 猛然张开双眼 太是戒备的妄想来人 然而 当他看到那剑上所立合人时 他瞳孔猛地放大 心情万般激动 就连修为的瓶颈 都就此破开 而此时的玄子卿 也煞时间展露出了 如释重负的微笑 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叮 恭喜宿主 与弟子萧宇相聚 奖励修为先尊之境 第182章 交给为师萧宇 一开始还没能反应过来 自己居然见到了师父 不可能 这必然是黑焰塑造的幻想 是 伏必打算欺骗于他 但当他凝神感受 玄子卿身上的气息之时 他震撼了 那气息 绝对是先尊无疑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先尊 伏必不可能拥有那样的气息 这 这难道真的是师父 可师父什么时候晋级先尊了 但这气息 就是师父不假 他刚上阶不久 居然就已经站在了仙域的顶点 不愧是师父 亏我还想着 不能透露师父身份 竟然小瞧师父了 是我的不对 萧宇震撼之余 神色却是有几分羞愧 他自从被萧家接走 来到这炎火舟之后 就对师父的身份闭口不谈 尽管下阶的过往 他稍有过透露 但是玄子清上阶这种事 他可不敢告诉任何人 因为他以为师父不像自己 刚一上阶 就拥有了大机缘 实力飞升 倘若师父只有天仙及实力 而自己又暴露了他的到来 那师父可就危险了 但萧宇没有想到的是 玄子清居然不仅没有危险 实力还远超于他 早知如此 他何必那般掩饰 还害得师父费尽找寻自己 真是惭愧 萧宇想到这里 赶忙低着头道歉师父 报 然而他话语尚未出口 玄子清就淡淡道 叙旧一会再说 他们几个老族有危险 我们先回去 玄子清说着调转断月 破开壮观的黑焰 煞时冲出了黑焰狱 老族有危险 发生什么事了 萧宇还不清楚外面的情况 而且 目前尚且沉浸在 师徒重逢的喜悦之中 结果就被玄子清拽着 冲出了黑焰 一记底部 伏辟细血地挑衅着一众仙族 并没有急着下手 因为他生性残虐恶毒 最喜欢品尝他人的绝望 这时反攻军一个个神色颓然 斗志早已全无 就连五大老祖 也没有再仰着脖子怒骂伏辟 因为他们知道 这样毫无用处 玄子清肯定是逃跑了 也不会再回来的 即便这是一件好事 至少未来 他有能力能够为他们报仇血恨 但是他们的死 却已然注定 场面一时间悲弃了许多 直到一束剑光 穿透了灰暗的深渊 自黑焰中破晓而出 仙族们猛然抬起头 他们心里有一种不太肯定的猜想 难道那位前辈又回来了 还是别回来好吧 回来也不可能打得过呀 那可是近乎魔尊后期的太古凶兽啊 肯定不是他回来了吧 依我看 定是他逃跑时 惊动了正在黑焰中突破的少主 所以少主归来 可少主用的不是剑啊 仙族们心里半是稀计 半是紧张地交谈着 直到剑光停下 他们看到了 那是玄子清和萧宇 真 真的回来了 而五大老祖急急赶到近前 他们先是瞠目结舌 老泪纵横 然后一脸心酸到糊涂 为什么要回来 你可是拥有着大地之资 你活下去 仙族才有希望 玄子清此时 神色已然再无慌张 他倾笑着说道 诸位放心 我们会赢 赢 怎么赢 那可是残暴的太古凶情啊 而我们连一个仙尊可都没有 玄子清背负双手 淡淡倒没有 你再好好看看 五大老祖文严愣了片刻 随后宁神观察 但是他们却根本没能看透 玄子清的修为 只是看到 玄子清身旁的肖宇 其气息竟是已经远超了他们 肖家老祖瞳孔骤然放大 惊呼道肖宇 你晋级先尊了 肖宇自信一笑 得意道没错 老祖 这次 你们就放宽心吧 有我在 伏壁已经不算什么了 半空中的伏壁戏穴刀 不久晋级个先尊吗 就这么大口气了 肖宇仰头望向伏壁 此时的他尚不知晓 眼前的黑羽异兽 已然不是此前的魔僵 而是真正的太古凶情复苏 肖宇自信满满 心念一动 红莲夜火缠绕周身 无尽炽热的火焰 与其手掌中心 汇聚成一朵赤红的火莲 肖宇毫不犹豫 一道火莲悍然砸向伏壁 五大家族老祖瞳孔咒缩 急忙喊道肖宇不可 然 为时已晚 伏壁双翼舒展 张狂大笑 皮肤汗大树 可笑不自量 他双翼掀起风暴 黑焰龙卷再度出现 而那看着 骇然无比的红莲夜火 在黑焰当中 竟是如同飘摇的残烛 脆弱不堪 肖宇陡然一惊 慌张道怎 怎么可能 仙尊级的红莲夜火 竟然就这么被吞噬了 后面的肖家老祖 赶忙到那是自然 他现在已经不是此前的伏壁了 他是复苏的太古凶情 拥有匹敌魔尊后期的实力 肖宇这时才反应过来 对手的气息 已经截然不同了 伏壁吃笑着看向众人 但他的心底 却有着一丝惊惧 因为那红莲夜火 虽然没能破开 自己的黑焰龙卷 但是竟然将黑焰的核心 差点焚尽 伏壁能够感觉到 一旦肖宇的修为 晋升至先尊中期 那赤红的火焰 或许能够完全碾压 自己的黑焰 甚至将黑焰龙卷 转化成他自己的力量 如若不是境界的差距 单论火焰 他竟是输给了眼前的青年 这火焰 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对了 那 那是炎帝的火焰 炎帝的火焰 居然在这个时代出现了 还有那位存在的剑法 这 不能再玩闹下去了 这两个家伙 必须死 伏壁瞬间认真了起来 他完完全全是 放出了自己的权力 顿时整个遗迹 都被他引动起来 无尽黑焰夹诸其身 他的每一根淋雨上 都缠绕着世人的黑焰 随后 无数的淋雨 朝着玄子清河 消雨暴射而出 五大老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此前悠闲惬意的 太古凶情竟然殊而暴起 他们只知道 反攻军大概是完蛋了 然而此时 玄子清却伸手 将消雨拦在了背后 他神情自若地抬起头 淡淡笑道横了 试炼结束了 接下来 就交给卫师吧 第183章 凶兽扶诸 一记崩塌接下来 就交给卫师吧 在黑焰凌雨的风暴之下 玄子清竟是顶着无数的黑灵 淡定地挡在了前面 他不紧不慢 抽出断月 指向了 伏壁 一众先足不解地看向玄子清 满脸疑惑 他 他要干什么 之前不就是过了吗 他是不可能赢的 他或许是想帮弟子挡下这招吧 这才是真正的大贤良事 只是 哎 可惜了 所有人都一副悲观的样子 他们只觉得 玄子清是要舍命为自己挡招 就连伏壁也是这样认为的 手下败将 自取其辱 伏壁与其轻面 甚至他根本没法理解玄子清所为 明明不可能战胜自己 为什么还要这般送死呢 仆帝对仙族而言 是这般重要的存在 仙族的思想 真是奇怪 然而当玄子清高举断月 淡淡开口大眼 犯天剑 这时 伏壁心底瞬间涌上了难以言喻的恐惧 因为在剑气扫出的刹那 他就感受到了 那股不可能抵御的威亚 那 那是仙尊巅峰的实力 这 这不可能 他刚刚才是先皇巅峰 怎么一下子就临近了地极 不 不可能 震慑心魂的恐惧 铺天盖地覆压而下 伏壁毫不犹豫 立刻转身试图奔逃 而战船上的仙族们都梦了 他们感受不到剑气的变化 无论此前还是现在 大眼犯天剑展出的剑气 在他们眼中 都是一道平平无奇的剑光 根本没有任何压迫感 但他们却看到 那个不久前还张牙舞爪 嚣张不可一世的太古凶情伏壁 此刻 竟是如同丧家之犬 毫不犹豫的仓皇奔逃 未等他们想明白原因 那道平平无奇的剑光 就瞬间撕裂了虚空 剑光穿透了伏壁的身躯 蓄势不减地斩断了遗迹的严重 那先前坚不可摧 难以破坏的太古遗迹 这会儿就是如同纸壶的一般 脆弱且不堪一击 而在大眼犯天剑的剑光之下 太古兄秦福壁更是弱小的可怜 即便他全速奔逃 却也被剑光轻易斩成两半 三千大道与诸天万象 碾过了伏壁的神魂 这一刻 他彻底寂灭于世间 甚至就连遗言也没能说出口 复活更是再无可能 气氛陷入了死寂 五大老祖目光呆滞 一众先祖更是震惊到 眼珠子都要掉了出来 怎么回事 堪比魔尊后期的太古凶情 一剑就没了 这真的不是临死前的幻象吗 一剑斩灭魔尊后期 这 这又要何等实力 一众先祖们想不明白 也没法理解 唯有萧宇目光灼灼 笑到我就知道 不管对方多强 师父肯定都能打赢的 这也是他此前不管不顾 悍然出手的原因 他根本不需要在意伏壁的修为 因为他背后有玄子清 一旦他败下了阵 师父自然会替他击败伏壁 萧宇顿了顿 忽然醒悟了什么 我明白了 这是试炼吧 没错 这是师父给我的试炼 让我面对魔尊后期的对手 顺便搓一搓我的锐气 萧宇挠了挠头 惭愧到果然 我不该这么莽撞的 先尊初期可不是无敌 我得收一收信子 向师父学习才对 听到萧宇这么说 五大老祖也顿时明白了 原来玄子清的修为 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强 此前的失败 只是为了让太古凶情伏壁松险 然后他还可以顺便将萧宇带出来 魔力弟子的心性 同时给他一次 和魔尊后期交手的经验 原来如此 这下一切都明了了 嗨 亏我们这么心惊胆战的 原来前辈是胸有成竹 根本无惧胸情啊 是啊是啊 那也不能怪前辈 只能说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活该 说得没错 萧家老祖红着脸 低头到萧某 拜谢前辈救命之恩 其余四大老祖心里 直呼老萧真贼 他们不甘示弱 也赶忙躬身 拜谢谢过前辈救命之恩 而其余一众 先祖更是激动到T四横流 他们沉浸在 劫后余生的喜悦当中 一个个纷纷拜谢感谢前辈 谢谢前辈 玄子清淡定地收起断月 老祖们的脑补能力属实强大 不过这也 正好就是他原本准备的解释 现在省得他再解释一遍 倒也不错 玄子清拍了拍萧宇的肩膀 笑道不错不错 这么快就晋级先尊了 以这速度 未来成为一方大帝 也不算难事 老祖们和其精明 他们一瞬间就听出了 玄子清的弦外之音 五大老祖立刻半跪在地 其声高喊 从此萧宇即为我掩火舟共主 萧帝的意志 即是我掩火舟的意志 好家伙 一个个活这么久 倒也都不是白活的 五个老祖都跟人精似的 萧宇才刚晋级先尊 就萧帝这样的喊上了 玄子清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刚打算让众人一同离开 然而此时 整座一记剧烈地震动起来 这倒不是因为 又有什么太古凶兽复苏 而是因为玄子清方才的剑光太强 竟是直接一剑摧毁了一记 玄子清尴尬地撇了撇嘴角 行道则 我现在实力已经过强了 看来以后 出手地在必要范围内收敛收敛了 正在一众仙族慌乱之时 玄子清淡定走向了三艘杜宇舟 他挥动段月 段月顿时就将三艘杜宇舟 都给禁术吸收进了剑身 随后玄子清淡淡到段月 画招 于是段月骤然放大 其剑刃变成足有数千米长 而剑刃之上 则逐渐构筑出楼阁的虚影 随后逐渐凝实 形成了一座 作仙灵力画作的剑筑 剑舟成形 玄子清满意地微微一笑 淡淡到诸君 上来吧 这下五大老祖就更加惊讶了 这 这是灵剑 这何止是灵剑啊 简直深藏着万般变化 天啊 这就是炼器的极致吧 五大老祖看不懂 但他们大受震撼 萧宇虽然惊讶了一会儿 但当他想到这是师父炼制的 就觉得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随手一众仙族踏上段月 玄子清手解法印 到段月 走 剑光刹那间 穿透了层层岩壁 直冲云霄 第184章反攻军凯旋 而归沿火州边境 盛火称 束手的士兵们 一个个神色恍惚 他们还没从不久前 玄子清剑踏黑燕狱 冲进黑燕州的那一幕中解脱出来 那对他们带来的震撼 实在太大了 甚至他们觉得 这一幕 将来都能成为他们一辈子的谈资 等到老了 与仙玉的后辈 在茶楼里谈天说地之时 他们就可以讲述出 这么一段传奇见闻 到时候 脸上多有面子 士兵们百无聊来地交谈着 说起来 那位前辈穿过黑燕狱 也有近十天了吧 也不知道黑燕州那里是什么情况 有那位前辈在 估计反攻军很快就能擒拿贼手 剿灭黑燕州了吧 你想什么呢 哪有这么快 你试想一下 烟火州有多大 那黑燕州又该有多大 烟火州最强的飞行领宝 横渡烟火州 也要半个月功夫 那位前辈 现在估计还在赶往前线的路上呢 怎么可能就踏平黑燕州了 一旁的卫兵闻眼点了点头 心道也是 然而 他眼角的余光 却忽然瞥见了什么 于是猛然抬起了头 这 这是 你们快看 高墙上的卫兵 纷纷抬起了头 在他们震撼的目光下 一柄遮天蔽日的巨剑 如风驰电掣一般 迅速地冲出了黑燕狱 那是化作剑州的断月 硕大的黑燕杖 必被断月 捅出一个无比硕大的剧动 而断月逐渐减速 落在了圣火城的高墙之前 剑州上的仙族们纷纷一跃而下 以肖家老祖为首的五大老祖 老老实实地站在肖宇和玄子轻身后 玄子轻明白他们的意图 于是淡淡到肖宇 去宣布圣果吧 肖宇文言一马当先 领着一众反攻军走向高墙 诸位道有 我先祖此番反攻大圣魔族 太古一记被毁 黑燕周守将 摩地挥下八大摩疆之一的伏壁 也已然扶诸 说着 肖宇将伏壁的断手 随手丢到了圣火城的广场上 顿时 整个圣火城内 爆发出一阵欢呼 呜呼 反攻军必胜 先祖必胜 肖宇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而当他邀功似地回过头 试图寻找玄子轻时 他却发现 玄子轻不见了 咦 师父呢 肖宇登上高墙 环顾四周 他这时才看到 原来玄子轻没有跟上来 而是仍然 身在黑燕雨的附近 而此时的断月 也已然重新变回了仙剑 玄子轻将断月高举 面向着那黑燕滔天的障壁 肖宇瞳孔咒缩 惊呼道师 师父 您这是要 这一声惊呼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圣火城的民众不解到师父 先尊大人的师父 他们顺着肖宇的目光望去 这才发现 是那位剑渡黑燕雨的前辈 他们顿时理解了一切 原来当初玄子轻急着去黑燕雨 就是要去救他的弟子肖宇 而他的弟子 眼下已经成为了烟火舟公主 那这位前辈 又究竟是何等强大的存在 当仙众们注意到 玄子轻的动作时 他们更加疑惑 前辈这是要干什么 他是要劈开黑燕雨吗 不可能的吧 黑燕雨都从太古燃烧至今了 从未有人能将之毁坏分好啊 然而就在他们谈论之时 玄子轻动了 玄子轻高举断月 淡淡道 伏必已死 黑燕安能复燃 大眼犯天剑 说着 断月利劈而下 剑光前所未有的高涨 一道虽然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气势足以通天的悍然剑光 朝着黑燕雨猛然披落 剑气裹挟着三千大道 与诸天万象 以摧枯拉朽之势 吞没了燃烧的黑燕 甚至斩断了天渊 一直斩向深渊底部的火源 玄子轻微微一笑 淡定地收起断月 而就在他收起断月的那一瞬 那自太古存留至今 燃烧了万万年的黑燕雨 熄灭了 众仙张大着嘴 就此失去了声音 黑燕雨熄灭 从古至今 这都是一件 绝无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可是阻挡了 仙族无数年的天倩 多少仙人前辈 前赴后继 试图破解这无尽的黑燕 都没能让他暗淡分毫 然而今天 玄子轻 他竟是一件斩灭了黑燕 从此 炎火州与黑燕州的杖壁 彻底消失 再也没有任何阻隔 仙众们甚至忘记了欢呼 他们现在满心所想 除了震惊还是震惊 根本就没有其他 任何多余的念头 玄子轻闲停信步一般 平静地回到圣火城 他见众人傻愣愣站在原地 于是朝着霄宇传音道行了 回夜火城吧 是时候正是大军出击 反攻魔族了 霄宇这时才回过神 他满脸都是掩盖不住的笑意 赶忙高喊到各位道友 如今黑燕狱的阻隔已经消失 我们是时候正是反攻魔族了 现在 圣火城城主听令 命你 立刻调集炎火州北部先兵 而夜火城那里 我也会尽快集结 待得一切就绪 我们反攻魔族 说吧 整个圣火城齐声高喊 先足必胜 反攻魔族 先足必胜 反攻魔族 霄宇回过头 朝着玄子轻敲 敲点了点头 玄子轻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看来霄宇还挺有领袖气质的 倒也是当大帅的好料子 随后 玄子轻让段月重新化作剑舟 招手道上来吧 我们先回夜火城 反攻军赶忙上前 当所有人落座之后 霄宇方才那威灵天下的气势 顿时收敛下去 俨然一副乖巧徒弟的样子 师父 我刚才表现如何 没丢您的脸吧 霄宇善笑着问道 玄子轻背负双手 满意的点了点头 不错不错 很有气势 玄子轻顿了顿 随后朝着霄宇身后的五大老祖说道 现在霄宇已经成了气候 我也能够放心 他在鲜语闯荡 过些日子 我要去神剑舟一趟 所以 我们回去之后休息三日 就立刻准备出发 进攻魔土 五大家族老祖 一个个连连点头 玄子轻可是能一剑斩灭 魔尊后期的前辈 他说什么 自然没人胆敢反对 况且有玄子轻的帮忙 区区魔族 何人可挡 第185章格局已定 大军开拔夜火城 巨坚落地 一个个先族战士 踉枪着跌下剑舟 状态极其惨烈 原因无他 只是因为 段月实在太快了 五大老祖终于明白 为什么玄子轻此前要小之以情 动之以礼 告诉他们 时间有多紧迫 原来给段月加速找的借口 此前在黑夜周时 玄子轻照顾他们征战疲累 因而没有 让段月全速前行 但此后反攻军都稍有休整 玄子轻就不再耽搁时间 而是全力欲使飞溅 结局就是 现在除了五大老祖和萧宇 其他所有人的脑子 都是晕乎乎的 不是运传的那种感觉 就是满脑子嗡鸣 每走一步 都感觉脑浆都在晃荡 太痛苦了 五位老祖捋了吕胡须 和乱蓬蓬的白发 一个个也是灰头土脸的 段月给他们带来的震撼 甚至不比玄子轻剑斩 黑夜越来的小 这么大的一座剑舟 其速度 竟是比炎火舟最快的飞行领宝 还要强上许多倍 太夸张了 前辈不仅实力无敌 就连炼气一道 高度都让我被难以企及啊 确实 唉 不愧是能叫出炎主的存在 一众老祖纷纷感叹道 而此时的夜火城内 已然炸开了锅 老祖他们回来了 反攻军大胜归来 大军凯旋 捷报传遍了夜火城 而此时 萧宇已经重新整理好衣装 领着反攻军 来到了夜火城的中心 也就是炼气师协会前 那片宽敞的广场上 萧宇预示着红莲夜火 脚踏虚空 站在高塔之前 他毫不掩饰地 放出了自己的气息 众仙惊呼呐 那是仙尊的气息 萧家长老们 更是瞪得眼珠子 都快蹦出来了 少主 少主他晋级仙尊了 我仙族又添一位仙尊 我萧家的少主 萧家长老们满心激动 而四大家族 虽然起初表现出些微的失落 但当他们得到了 自家老祖的传音之后 也立刻表现出 忠诚严主晋升仙尊 自此以后 就是我们炎火舟的共主 撞我炎火舟 撞我仙族 民众高呼之下 萧宇神色高傲 手掌虚暗 很快所有人就都安静了下来 萧宇朗声到诸位 此番我们凯旋 不仅诛灭了黑雁洲的魔族统领伏壁 也摧毁了身为黑雁洲魔族力量来源的太古遗迹 甚至 黑雁玉也被我师父所斩断 自此以后 黑雁洲与炎火舟之间 再无杖毙 所有人瞳孔猛然放大 满脸难以置信 什么 黑雁玉居然被毁了 而且 炎主竟然还有师父 那 那难道是我仙族隐藏的大帝吗 哈哈哈哈 仙族诸魔有望了呀 萧宇给了仙众们交流的时间 随后 他又震升到 如今黑雁玉一灭 趁着魔族尚未能做好防范 我们必须立刻乘胜追击 献给诸位三日的休整时间 届时 我们将分批次前往圣火城集合 反攻魔土 这一次没有了黑雁玉的限制 所以任何境界都可以报名参战 只要斩杀了魔族 都有数不尽的奖励 天才地宝 掀起灵宝 应有尽有 萧宇刚一说完 夜火城的仙众们 就立刻抢着喊道 我参加 反攻魔族 有我一份 重振仙族荣光 我被义不容辞 高喊声下 群众斗志昂扬 士气高涨 萧宇对此很是满意 随后又交代了一些细节 不久后 玄子清与萧宇等人 一同回到了萧家 南宫清水赶忙出来迎接 他看到萧宇 也是立刻低头喊了声少主 萧宇瞥了眼南宫清水 神色有些意外 咦 师父 清水也获得了什么机缘吗 怎么修为进展如此之快 这不应该 萧宇是因为获得了 红莲夜火的完整传承 继承了萧家的底蕴力量 这才一下子 突破至先皇巅峰的 后来又在遗迹下的黑雁之中 苦修数月 吸收了太古黑雁的力量 最后才勉强晋级了先尊 而南宫清水 又没有获得什么传承 怎么修为 已经真至先皇中期了 作者喜欢小说的朋友 请不要错过赤兔阁T OM选子 清淡淡到 跟在维师身边 不就是最大的机缘 萧宇猛然醒悟 是啊 能跟在师父身边 不就是南宫清水 最大的机缘吗 想到这里 萧宇忽然眼前一亮 师父 老祖他卡在先皇巅峰许久了 如果你给他修改一下功法 他能晋级先尊吗 玄子清神色风波不惊 语气不容置疑 自然可以 他顿了顿 诱到 让他晋级简单 可你是这眼火舟的眼主 倘若多出一个先尊 你可能压制得住 萧宇拍着胸脯道 师父你就放心好了 我可是拥有红莲夜火呀 火修何人能够反抗我 况且我可是师父的弟子 除非师父压制实力 不然同镜谁能与我为敌 玄子清难得欢愉地大笑了两声 萧宇这性格倒是确实讨喜 人前靠谱 人后贴心 玄子清点头到耐心 我先去趟万宝阁收下货 你让萧家老祖做好准备等我 功法也都准备好 我可不想耽搁时间 萧宇拍胸脯道 师父放心 交给我吧 说吧 玄子清身形一闪 萧师无踪 万宝阁宝财 那身子 弓得简直像个直角 他现在才终于知道了 玄子清的身份 那何止是萧家的那个供奉 那是严主的师父 严主就已经是先尊初期了 那玄子清又该是何等大能 钱宝才是一分钱 都不敢贪了 他取出了一枚极为华贵的储物剑 点头哈腰道前辈 这是我万宝阁总部珍藏的须弥剑 您的那几把零剑 被送往各个前线大洲拍卖 一瞬间就被天价抢光了 置换出的天才地宝 都在里面了 玄子清接过须弥剑 神色平静无波 没有丝毫变化 现在他倒是不怎么看得上 这些天才地宝了 虽然梁确实极大 但是哪有魔土的天才地宝质量高 这也是玄子清急着 再去神剑周前进攻魔土的原因 现在的他 除了天魁以外 无人可敌 尽管天魁境界比他更强 但玄子清自认实力无双 只要断月进化成地气 再加上大成的大眼泛天剑 就算魔帝 他也应该有能力一战 玄子清回到萧家后 立刻帮萧家老祖修改了功法 萧家老祖也没有辜负玄子清的期待 竟是真的突破到了先尊初期 至于其他几家的老祖 许是因为底蕴不足 也可能是由于天资有限 都是没能破镜 等到三日之后 一切就绪 大军集结 萧与镇必高呼诸位 随我踏平摩土 第186章反攻开始 炎火州与黑焰州的交界处 昔日隔绝天地的黑焰狱所在 剑州王反炎火州各大城镇 将先族大军引渡至圣火城 但凡体验过一次断月的急速飞行的 都绝对不想再尝试第二次了 太吓人了 总算 三日过去 大军集结完成 萧与握着玄子清 围棋打造的仙尊器战刀 镇必高喊众仙听令 随我反攻摩土 清脚摩足于党 而玄子清则是 默默跟随在萧与身边 表现得毫无波澜 甚至先有人知道他的身份 即便是当初夜火城的那批反攻军 也对此守口如瓶 并未透露出情报 因为当初玄子清在黑焰州艳渊成露面之时 所展现出的实力是先皇巅峰 而魔族并不知晓 大军之中尚有一个恐怖的先尊巅峰的存在 如此一来 魔族就会大意许多 从而出现破绽 先祖大军斗志昂扬 士气高涨 一个个目光灼灼 他们已经忍受太久了 黑焰州就像是他们心中的一根刺 因为太古黑焰的存在 这里是先遇少有的 天然适合魔族的大洲 而自从魔族在上古时期攻下黑焰州后 有了黑焰狱的隔绝 先祖无论付出多高的代价 却都始终没法夺回师地 但现在不同了 黑焰熄灭 伏壁伏诸 挡在先祖大军面前的天倩已然消弭 而先遇的大好河山 是时候禁数收回来了 大军 反攻 另一边 魔族南部疆域 飞云州 因为没有特殊地貌的存在 这里不像是黑焰州那般压抑 不过这里遍地都是西年先祖建筑的残骸 无人清理 高耸的仙山之上 宗门牌匾断裂 早已被往来的魔族 踏碎成破败的残骗 而山顶的楼阁 却被魔族们占据 当作是栖息的场所 华丽的浮空岛上 飞流瀑布悬挂而下 而一位顶着硕大肚皮的魔族 侧躺在富丽堂皇的大厅之内 其身旁不断有魔族 托举着天才地宝 和各类仙金 供奉于他 那是天窥麾下八大魔将之一 上想 上想也是太古一种 与伏壁魔将不同 也不如太古凶兽纯粹 但即便如此 他的实力 也已然达到了魔尊后期 甚至离魔尊巅峰 都只差临门一脚 这样的修为 是吃出来的 上想在太古时期 以暴食闻名 其巨口 甚至可以吞食天地 上想的口中 能喷射出腐蚀的紫芒 岂可溶解仙金 甚至能够将之消化入肚 大厅之上 上想接过魔族递来的一把仙剑 竟是直接一口咬下 那燃血的战兵 在他嘴里嘎嘣作响 居然很快就被他嚼碎腐蚀 随后咽下了肚 上想挑了挑牙缝 慵懒到最近的仙兵 怎么变少了 前线那帮家伙干什么吃的 一旁尖嘴猴腮的魔族 回禀道回大人 听说是因为仙族 炼制了都玉洲 反攻了黑燕玉 因此 黑燕洲的进攻势头 暂时停下了 上想眉头紧皱 冷声到一群仙畜 也想造反 不过 既然仙族反攻 那上脚的仙兵 不是应该更多吗 现在又是怎么回事 侯军师解释道回大人 仙族反攻军内 有克制黑燕之人 因此 伏碧大人将之困在了 太古遗迹内 今后收割 按时间推算 捷报应该很快就能传来了 上想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过因为他脖子太粗 所以 动作微不可查 一整个仙族反攻军的仙兵 那可足够让他大快 躲一好一阵子了 而且 一旦反攻军全灭 这就意味着 炎火舟无人手遇 届时 他们就可以摧枯拉朽 出兵仙徒 即便其他地狱的仙尊 前来持援 但也不可能赶得及了 听说仙族江土内 有个叫万宝阁的势力 可收藏着不少奇珍异宝 要是把那些都吃了 我应该就能晋级魔尊巅峰了吧 上想志德亦满 然而他并不知晓 炎火舟的万宝阁 早已被玄子清洗劫一空 甚至就连周围大舟的万宝阁 都被玄子清买了得七七八八 春风得意之时 有魔族探子急急赶来 探子冲进大厅 一个滑步跪倒在地 上想大人 大事不妙 上想肥瘦的眉头 又皱了起来什么大事 魔族探子惊慌到 黑雁州战场大败 太古遗迹被先祖反功军摧毁 而伏毙大人也被就地斩杀 什么 上想猛地一排床踏 整座浮空岛都剧烈地震战了一下 伏毙在黑雁州范围内 不是魔尊修位吗 而且他在太古遗迹附近 应该更强才对 炎火舟就连仙尊都没有 即便火焰克制 也不可能将他斩杀的吧 魔族探子急切到 他们先前是没有的 但是现在突然多出了 两个仙尊出气 据说当时先祖反功军 被困在太古遗迹 而一个先皇巅峰的妖孽之辈 闯入燕渊城 大败伏毙大人 随后伏毙大人顿入遗迹 那先皇后背紧随气候 而没过多久 先祖就有人晋级先尊 随后二人合力诛杀了伏毙大人 反攻摸土 现在估计已经在路上了 而且 听说肖家老祖 也突然晋级了先尊 所以他们现在有两个先尊 上想神色冷峻 他能听得出来 仙族的晋级 显得尤为不同寻常 十分蹊跷 然后他猛然想起了 天魁大人此前的流言 那是关于剿尼和日镖的死因 以及神秘的昊月圣诗存在 上想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猛然醒悟 昊月圣诗能够修改功法 助人晋级 所以说 那个所谓的先皇巅峰妖念 大概就是离开了 东陵州的昊月圣诗 必然如此 那魔族探子紧张问道 那上想大人 我们该怎么办 上想神色中 浮现出贪婪之意 戏谑倒不用怎么办 等他们过来就是了 不过是两个先尊初七 和一个先皇巅峰 谁给他们的狗胆进攻魔土 而且那个昊月圣诗 本尊 正愁找不到他们 他们这是在自寻死路 第187章 魔将上 想上想一声令下 魔族尽数撤向了飞云洲 而萧宇 玄子清等人的先族大军 则一路锁向披靡 无人可挡 先族大洲接连收复 黑燕洲 魔族的残党丢亏气甲 根本无力阻挡 先族大军 催枯拉朽般碾压过去 将残余的魔族 全部倾角一空 苍青洲 一片山清水秀 曾经是先族最为宜居的乐土 但自从魔族进驻 这里的水质变得无比浑浊 青山之上 也都是朽木枯草 四处都弥漫着一股草木 呕烂的味道 先族大军痛心不已 剑状士气更是高涨 满含杀意地将魔族尽数剿灭 玉锦州 这里原本是先族水香 仙残土司 其之物观觉先玉 美轮美奂 而玉锦州的仙女 也更是先玉一绝 令人心持神亡 然而当魔族攻破此处 其间水则遍布着枯骨浮尸 整日间都弥漫着扑鼻的恶臭 而原本的残房 也成为魔族养殖食物的场所 仙残都变成了魔族的口粮 当先族大军攻势而至 看到如此惨壮 他们一个个愤懑不已 怒火冲销 蓝鹿的魔皇 被销与一个火莲瞬间焚化 即便魔族仓皇后退 但先族也不允许他们逃跑一人 其日的屠仙之仇 还有糟蹋了 这大好河山的怨愤 定要让魔族万倍偿还 终于 先族大军赶到了飞云州 最新最权的小说 竟在赤兔阁TOM这里 曾经是仙玉南部的核心大洲 飞云宗 过去再仙玉 也是能排进前十宗门的存在 这是一个与炎火州相似的炼气势力 不过他们 并非像炎火州一样 用一伙炼制 而是善用机关之术 不过现如今 已然完全失传 众仙仰头望向那铁锁连环的 无数浮空之道 他们知道 那是仙玉曾经的无上技术 是他们仙玉的瑰宝 然而如今 却成为了残虐的魔族的 岂能容许这群肮脏魔族糟蹈踏 萧宇怒容满面 历声高喊众仙 随我攻破魔族老巢 杀 杀 杀 踏平魔土 收复仙玉 踏平魔土 收复仙玉 一众仙人悍然冲向浮空岛 然而下一瞬间 空岛的顶部 昔日飞云宗的核心传承之地 无数飞溅如初秋凌落的大雨 密集地席落而下 萧宇瞳孔咒缩 赶忙喊道全员防御 仙灵力构筑成屏障 而萧宇也立刻催动红莲夜火 抵御飞溅的轻功 仙族阵形大乱 但好在萧宇和萧家老祖应对及时 因此并未产生多大的伤亡 有仙人拾起地上的飞溅 随后猛然惊呼啊呀 别碰那些飞溅 众仙这才发现 那飞溅之上 竟是都涂满了恶臭的酸液 而那个方才触碰飞溅的仙人 此刻整个手掌都腐蚀殆尽 就连仙谷都并不例外 萧宇目自欲裂 魔族竟然这般恶毒 可恶 说着 飞云岛上 数十个魔族 扛着一个硕大的床榻 走出殿门 床榻之上 自然就是魔将上响 上响拍了拍肚皮 目光阴致 宁笑着说道 弱小的仙畜们 怎样 本座腹中的残渣 可还和你们口味 萧宇怒目而视 怒声吼道你该死 上响神色从容 戏谑道贺 区区仙畜 口气倒是不小呢 萧宇二话不说 立刻催动红莲夜火 汇聚成一团炽热的火莲 随着她这段时间 境界的提升 火莲直径已经超过了百米 硕大的红莲 悍然砸向了 床榻上的上响 然而 上响却猛地张开了大嘴 她的口中仿若黑洞 口气则如同地底的蠕虫 遍布着一圈圈的尖牙 其上还滴落着 能俯视仙谷仙精的酸液 上响猛然吸气 她的大嘴里 形成了一个微小的黑洞 甚至扭曲了周围的空间 而那道红莲 竟是被她吸入口中 姑 嗯 上响合上了嘴 一口将红莲咽了下去 随后她拍了拍肚皮 可宝阁之中 是暗红色的红莲余灰 仙众们一个个骇然大惊 什么 严主大人的红莲 竟然被她吃了 她 她还毫发无损 那修为的有多高啊 无怪乎仙族 不知上响底细 因为上响虽强 可是行动迟缓 生性也是无比慵懒 如非必要 她才不会去前线凑热闹 而仙族又被黑咽语 隔绝了情报的来源 因此 他们只知道 天窥坐下有 八大太古一种 却不知上响的底细 可今日一见 他们却陡然心惊 甚至一个个瞬间丧射战役 毕竟那可是 严主大人震怒之下的 权力一击啊 竟然背上想就这么 轻描淡写的一口吞下 赢 看来是不可能赢了 甚至 他们都很可能成为 上响的口粮 就连那些见识过 玄子清实力的仙族们 都对战况不抱有乐观的态度 因为上响所表现出的压迫力 甚至比之太古凶兽伏壁更甚 伏壁当初面对红莲夜火 还是出了招的 而上响却一动不动 简直把红莲夜火当作而戏 实力的差距可想而知 肖家老祖见识不妙 急急到严主 我们一同出手 二人合力必能破防 肖云猛然反应过来 他这一次 直接用上了十二成的力量 无垢天火 红莲夜火 所有的一切都凝聚成一团火莲 而他的手背上一个羽翼状的印记 也煞时亮起 那是与他结成契约的无垢火缝 也是肖云隐藏的底牌 当火缝亲力协助他时 肖云的修为 能够临时提升一个小境界 仙尊级的小境界 那仙术的威力 可是真正的天翻地覆的提升 而一旁的肖家老祖 同样是底牌进出 肖家的祖传斗气攀升到极致 他的巨剑之上 缠绕着斗气与滔天烈火 呵呀 雁芬势浪剑 肖家老祖抱吼着辉落巨剑 与此同时 肖云倾尽全力的火莲 也悍然砸向上想 然而 此时的上想 仍旧是一副从容的样子 他的眼中并无恐惧 甚至还弥漫着一丝贪婪 上想又是如此前一样张开大嘴 他的口中 形成了一道犀利更强的黑洞 似乎能够吞噬一切光明 而那火莲与剑气 依旧被他吞入腹中 少请 上想吐出了一口蒸腾的白雾 格子吗 你们是嫌本尊没有吃饱吗 第188章 朱沙上想众仙大惊失色 他们能够感受到 刚才肖与红莲的强大 那股威势明显比之 伏笔一技更强许多 赤兔阁地址 TO那么强大的火莲 再加上肖家老祖压箱底的绝技 就算上想能够接下 也绝不可能像此前那般从容 仲仙如此心想着 但哪曾想 上想竟是将二人的仙术 尽数吞下 而且还是那般的从容不破 甚至眼神中满是轻面 实力的差距清晰可见 仲仙一个个耸拉着脑袋 神色颓然 他们志得一满的魔族反攻计划 现在看来 是要就此失败了 上想惬意地侧躺在床榻之上 戏谑笑道怎么 这就结束了 你们是还没吃饱饭吗 就这么点能力 唉 看你们一个个瘦弱成什么样子 身为家畜 先得把自己 喂得白白胖胖 然后再送上门才行吧 则则 这么点身骨 还不够本尊色牙缝呢 众仙同仁中 皆是密布着血丝 他们气愤难耐 但却又无计可施 最强的严主与萧家老祖 两位仙尊同时出手 竟是都奈何不了上想 那他们 又能做到什么 这一次反攻 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然而这时 玄子清站了出来 玄子清背负双手 淡淡开口没吃饱 那我来送你一程 玄子清说着 立刻高举断月 一缕缕玄奇的气息 攀附其上 自天地间蜂拥而至 大眼泛天剑 断月披落 一道朴实无华的剑光 破空而至 上想不以为意 对他而言 一个先皇的剑气 怎么可能让他破防 至于玄子清 为什么敢对他挥剑 上想也自认了解 他在探子的挥报中得知 玄子清在黑夜周时 横行无际 形势鲁莽至极 因此在上想眼里 玄子清就是个纯粹的莽夫 那么敢于向他挥剑 就再正常不过了 上想如此前两次一般 又是张大着嘴 他的口中形成黑洞 密集的獠牙上 滴落着食人心魂的酸液 剑光瞬息而至 而上想也如此前那般 将之吞咽而下 但是当他闭嘴的一瞬 他的脸色骤然变缓 之后竟是一言不发 似乎失去了声音 倒是玄子清 他平静无波地收起段月 被朝着上想 随后淡淡开口吃饱喝足了的话 就该上路了 话音未落 上想的腹枪之中 陡然迸射出万千道灵力的剑光 他那比仙晶宝甲 还要坚硬的身躯上 瞬间显现出无数军裂的纹路 当玄子清最后一个字说完 剑光陡然炸裂 上想的整个身躯瞬间爆开 无数焦黑的血肉残骨 如大雨般分落而下 床榻崩碎 那些抬着床榻的魔族将领 也随之四分五裂 飞云岛上一片空无 而仙族大军 同样也是一片死寂 上想 死了 那个炎主和肖家老祖倾尽全力 都没能伤及分毫的上想 竟然被一剑诛杀了 不知情况的仲仙 这时才忽然发觉 那个一直站在炎主身旁的青年 竟然强大到这般恐怖的地步 仿佛跟在场所有人 都不是同一个未免的存在 就连方才嚣张无比的上想 在他面前 也如同手无腹机之力的孩童一般 如果硬要找个词语来形容的话 他们觉得 刚才那一刻的玄子清 或许就是他们的先帝 肖语从愣神中很快回转过来 他脸上挂满了笑意 激动到不愧是师父 区区磨僵 不过如此 师父 那些后来才加入的仙人们 这才知晓 原来玄子清是炎主的师父 炎主可是先尊啊 先尊的师父 那还能是谁 必然是先帝啊 这一刻 他们满脸心驰神往 但却不敢出声 而他们的心底 除却难以言喻的震撼 就是最为真切的崇敬 玄子清微微一笑 开口道行了 上想已死 魔土南部区域 已经在无人能够阻拦了 接下来 就交给你们了 萧宇重重点头 随即转身喊道 魔族已无力抵抗 现在正是我们清剿之时 让我们收复仙玉 将这群蛀虫 彻底从仙玉拔除 见证过玄子清剑斩上响之后 众仙斗志攀升到了极致 他们也一个个跟着阵臂高呼 收复仙玉 剿灭魔族 收复仙玉 剿灭魔族 随后 仙族大军扫荡而过 在此前日镖和剿尼身亡之后 原本天魁坐下就只剩下了六大魔将 因此 三方战场上 各自都只有两只太古遗种 眼下伏壁伏诸 上响也被玄子清一剑秒杀 这片区域上 魔族已然没有任何魔尊 而其他魔尊也根本抽不开申池园 因此 整个魔土南部 根本无人能够阻挡仙族的攻势 大军血战三月 无尽的疆土 就都被禁术收回 而其中的魔族 自然非死即逃 先遇的疆土上 绝不容许这种残虐物种的存在 众仙看着收复的大好河山 一个个创燃泪下 那可是他们仙族被 强占了万千年的土地啊 曾经无数前辈抛头颅 洒热血 命丧故土 混沌此处 他们用自己的生命 挡住了魔族 这才让仙族守住了半边疆土 才能存续这么多年 而现在 他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就将这一切 尽数夺还 这太令人激动了 然而此时的玄子清 却对此不以为然 一来他对仙玉 没有那么深的眷恋 二来他知道 现在只是开始 天魁未死 魔族尚在 现在可还不是高兴的时候 玄子清用钱宝财 给的须弥剑 不断收缴着故土的资源 断月也不断吸收着 这些天才地宝 与仙经其真的精华 逐渐晋疾之中 随后大军凯旋而归 玄子清和萧宇等人 也都回到了萧家 许许多多的仙人 求见玄子清 想要亲自见证一下 这位传说中的先帝 然而却被萧宇和萧家老祖 尽数拦在了门口 无人的见 萧宇知道 师父正在闭关 任何人都不能打扰 近日仙玉故土上 搜挂而来的资源 都会送到萧家 而每天萧家地下 都会传来频繁的震动 那是玄子清 在炼气时的动静 直到半个月后 一道宝光冲破云霄 整座夜火城的人 都能看到 那道要目的光柱 断月 晋升地气 第189章剑指 神剑舟断月 悬于高空 所震撼到 因为满城的仙气 都震战不止 都在传达着 臣服的意念 毫无疑问 那是真正的第七 这一刻 所有人都猜到了 那位能够一剑斩 杀上响的地资强者 还有那此前 搅乱夜火城 拍卖会的南宫大师 二者竟然是同一个人 这太让众仙震撼了 居然有人不仅实力无品 甚至就连炼气 就能观绝天下 这种天字与实力 让所有人都望尘莫及 除非拜服别无他选 就连寻常的争强好胜之心 也无人胆敢 对玄子清心存这般异想 举世拜服 玄子清收起断月 也是终于沉沉喘了口气 他回到地面之上 萧宇已经急急赶来迎接 师父 怎么样了 是地气炼成了吗 萧宇满心激动地问道 玄子清神情自若 淡淡倒不错 地气已成 萧宇两手一拍 朗声笑道 我就知道 这世上还有我师父做不到的事 玄子清清笑了一声 随即话锋一转 询问道对了 我闭关这些时日 可有出什么事情 萧宇摆了摆手 没有 不过就是有许多人想要拜访您 不过我对师父还是了解的 您一向喜欢亲近 肯定不愿意被这群人掏扰 所以 全部都拒之门外了 玄子清满意地点了点头 做得不错 他顿了顿 又问道 那故土打理情况如何 萧宇略意思索 说明到故土虽然收复 但其中尸骨堆积颇多 清理起来比较费事 不过除了黑雁州 暂时仍旧不适合仙族居住以外 其他大州只要打理好了 很快就能入住了 现在我让炎火州 以及周围大小州的仙人 自行前去清理战场 并守卫边境 他们一个个可都抢着去呢 玄子清微微汗手 那些人的想法他很清楚 现在故土刚刚收复 地下仙晶矿脉无数 天才地宝也有许多 虽然目前 那里环境稍显险峻 可一旦发展起来 站稳脚跟 那未来必然能掌握 一周一地的资源 甚至一旦找到 上古时期的仙族传承 那对各大势力底蕴的提升 是显而易见的 小宗门有望晋升大宗门 小家族兴许 也能摇身一变 成为地方一霸 因此 他们都抢着 去镇守边疆 如此一来 故土那边就可以完全放下心了 那魔族最近又有何动向 玄子清又追问道 萧宇回应到魔族那边有大动作 据说他们得知上相避命之后 竟是集结了所有太古遗种 魔帝天魁亲自出征 打算集中兵力 先攻破一处 玄子清眉头一皱 他们进攻了哪里 萧宇目光闪动 沉升到神剑州 什么 萧宇赶忙到师父抱歉 我这不是看您一直在闭关吗 所以没好意思打扰您 玄子清很快就冷静下来 他摆了摆手 淡淡到无妨 你没有做错什么 只不过我也没想到 魔族之前一直拖泥带水 这次行动竟然如此干脆 玄子清顿了顿 决然倒我不能再久留此处了 现在必须立刻赶往神剑州 萧宇闻言 立刻激动到师父 我也要去 玄子清不假思索地回绝了萧宇 你不能去 南狱这边还需要你来主持大局呢 况且 既然天魁在神剑州那里 集结了所有战力 其危险程度 必然远超南狱 到时候 我可未必能顾及地上你 萧宇听到这话 就有些不满了 他拍着胸脯道师父 我现在已经是仙尊了 仙玉之内 仙尊屈之可数 我身为仙尊 前去池原战场本就是应该负起的责任 魔族魔尊都汇集在了神剑州 而我堂堂先尊 却归缩在后方 那像什么样子 玄子清神色一致 萧宇说的确实不错 魔族那边魔尊汇聚 他留在后方不紧不妥 将来或许还会遭人诟病 这么一想 玄子清无奈地摇了摇头 也没有再劝说萧宇 至于一旁的南宫清水 玄子清 则是必然不可能将他带去神剑州了 那里魔帝坐镇 魔尊都有好几个 魔皇巅峰更是层出不穷 这样的危局之下 南宫清水的实力 就完全不够看了 你留在萧家 这次绝对不能跟过去了 玄子清语气不容置疑 十分坚决 南宫清水抿了名嘴唇 即便他很想 跟着玄子清去往神剑州 但主人命令如此 他也只能从命 之后 玄子清特地为萧宇 又打造了一顶剑州 虽然速度不及断月 但也差不了多少 因为这把剑州 就是完完全全 为了高速移动而准备的 拥有破开虚空的威能 不像是断月那般全能 玄子清将剑州 交由萧宇 随后嘱咐到 那位师先行一步 你先把夜火城的事情 处理完 随后再赶过来也不迟 玄子清说着 断月升空 他踏上断月 瞬息之间就不见了踪迷 夜火城仙族们 纷纷抬起头 目送剑光远去 那道剑光 定是先帝大人吧 必然如此 先帝大人所去方向 正是神剑州 他一定是出关后 听闻了神剑州战况紧急 因此前去诛魔 不愧是先帝大人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真是我被楷模 一众先修 心持神网 对玄子清头 以最深沉的敬佩 而此时的萧宇 却满脸急切 不行 师父都走了 我怎么能安居后方 一念及此 萧宇立刻来到 夜火城的广场上 震升到魔族 大举进犯神剑州 我难欲修士 岂能坐视不理 师父已然先前前往 我们夜火城 也不能落下脚步 众先听令 愿意随我出征的 现一个时辰之内 踏上剑州 话语一出 顿时一呼百应 我们愿随严主出征 跟上先帝大人脚步 冲啊 踏平魔族 诛杀魔帝 群情激昂之下 一个个先族战士 与家人道别 踏上了夜火城中 新出的剑州 没过半个时辰 剑州之上 竟然已经满座 而五大家族老祖 也带头冲锋 纷纷到来 随后 大军再次开靶 剑指神剑州 第190章对不起 我来晚了神剑州 神剑门 神剑门为夜家草创 自从夜心鱼 不知所踪之后 夜家再无人能习的 大眼犯天剑 即便有夜家前辈 抱着剑谱哭作千百年 也没法参悟这一剑法 多年之后 夜家之人 就连愿意尝试 大眼犯天剑的人都消失了 因为先辈们剑谱之前 哭作千百载 却一无所获 人生苦短 后世谁人能够 耐得住这份寂寞 大眼犯天剑剑 朴树之高阁 网罗着岁月的陈辉 夜家知道 这样下去传承断绝 天地的剑法 也将再不存于世 因此 神剑门成立 以夜家为核心 整个仙玉的剑道先修 皆可入门 而大眼犯天剑 也向整个仙玉开放 只不过 参悟之人需要在石壁上 留下自己的感悟与建议 以功后世成良 这便是当初夜家的决策 神剑门草创之初 整个仙玉都大受震撼 无数天资卓越的剑修 奔赴神剑周 就是为了加入神剑门 一睹那传说中的万物一剑 只可惜 无数年来 能够使出大眼犯天剑的 不过实质之术 而其中更是无人完全参悟 即便能够用出剑法 却也只是习的皮毛 每一位学会大眼犯天剑的剑修 最后无不是欲而终 因为当他们掌握了那些皮毛 他们便更能体悟到 昔日天地的伟案 这样的领悟与意境 让他们望尘莫及 甚至觉得千百事都难以将之消化 即便结局不算完美 但好在 传承是保留下来了 大眼犯天剑传承不绝 这对叶家而言 就是最大的宽慰 至于叶星渝 尽管神剑门 并非是因由他的意愿而草创 但举宗上下 仍然将之供奉为神剑门的祖师爷 毕竟他们无人见过天地初见 但彼时叶星渝在仙玉纵横无双 那横扫一切笛的身姿 烙印在上古一代的新魂之中 而且叶星渝也是最后一位 完全参悟了大眼犯天剑之人 所以 他被列为神剑门的祖师爷 再到如今 叶星渝奇迹般复苏 外人定是无法理解 这对于神剑门 或者说 对于偌大仙玉的所有剑修而言 究竟是何等震慑星魂的大事 这意味着 大眼犯天剑 重现世间 因此 叶星渝一声令下 仙玉剑修一呼百应 以神剑门为首 仙玉顿时发动了对魔族的反攻 叶星渝就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她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领袖 是仙玉的未来 是必将成为女帝之人 但 这寄宿着天下所有剑修希望的存在 此时此刻 却脸色苍白 嘴角蔓移着烟红的鲜血 她败了 天魁与五大魔尊 竟是一同攻向叶星渝一人 叶星渝的修为 已然恢复得差不多了 她现在是仙尊巅峰 又拥有玄子卿所赠之剑 先帝之下 根本不可能有人能与之为敌 但双拳敌不过八手 在外加一个魔帝的情况下 她更是没有任何招架之力 仙族那里也不是不想帮她 只不过北域的仙尊 此前被打得焦头烂额 一来无暇赶往神剑州 二来第一时间 也并不知晓北域魔尊的离开 至于忠誉的那些仙尊 他们实力哪能和魔尊相比 双方缠斗之时 他们本就显得手足无措 明显落于下风 当天魁出手逐个击破之后 仙族能够扛下攻势的 就只欲下夜心于一人 无论是神剑门之人 还是整个神剑州的先修 他们此刻都仿佛跌入深渊 根本不再存留些许希望 那个被他们当作神话的女子 现在已然是精疲力竭 而那传说中 天地绝世无匹的剑法 此刻却是那般无力 朴实无华的剑气 抵挡在长空之上 但却没有像往常那般 爆发出难以言喻的威势 而是仿佛真的平平无奇 先不起 哪怕一丝一毫的波澜 天魁高高在上 语气中满是轻蔑 这就是传说中的上古剑仙 这就是所谓的天地剑法 就这 仙族战士们破口大骂畜上 一群魔尊联手围攻一个 也好意思全废 天魁大笑出声 哈哈哈哈 愚蠢的仙畜 这可是剿灭你们的战争 难道让我和你们单打独斗 况且 就算单打独斗 你们谁能赢我 仙族气愤难耐 却又无话可说 他们胸腔中憋着怒火 脸色战红 但心底深处 却是无边绝望 魔族大军冲杀而至 而一众仙族 却是军心涣散 根本无力阻拦 就连夜星渝 也几乎要放弃了抵抗 因为他知道 这一战 不可能赢 他尚未能踏足地位 而对方一位魔尊巅峰 三位魔尊后期 再加上一个切切实实的魔帝 这一仗 无论他如何努力 都没有胜利的希望 他只能毫无意义地挣扎着 至于为什么尚未放弃 夜星渝也不知道 他握紧了手中 那把拥有着不凡意义的仙剑 大致明白了 自己为何 仍旧在苦苦坚持 因为他的心中尚有牵挂 那是他尚未恢复记事的师父 玄子清 那是他最敬重之人 甚至还有种奇怪的 特别的 他不甚了解的感情 夜星渝不知道那是什么 那个曾经连仙人都不是的师父 如今甚至都能够为他锻造仙剑 如果说这仙剑 有人能够配得上他 或许也就只有师父 夜星渝吐出一盆仙血 这一刻他觉得 如果有人能够前来救他 那或许只有可能是师父 但是他心底又抗拒着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不希望玄子清到来 我都没法对抗的敌人 师父来的话 是会死的 这样 绝对不可以 感受到自己心中这般牵挂之后 夜星渝终于明白了 那种未知而神秘的情愫 或许就是庸俗之辈们所说的情情爱爱 但他已经没有这个机会表露真心了 四大魔尊齐齐出招 而夜星渝只能节节败退 他的手腕指不住地颤抖着 已经快要握不住剑了 这个时候 天魁忍不住了 再磨葬下去 先尊援兵可就要来了 天魁目光冷冽 他掌心汇聚着滔天魔气 身形瞬息而至 包含魔帝权力的一掌 按在了夜星渝胸口 夜星渝整个人瞬间倒飞出去 天魁冰冷开口杀了他 四大魔尊悍然冲杀而至 夜星渝闭上了眼 颓然低语对不起 师父 一切似乎都要结束了 然而 下一刻 一柄无比巨大的仙剑遮蔽的天日 以极其恐怖的速度 坠向了仙魔战场 与此同时 一道身影 横在了夜星渝身前 轻易接住了四大魔尊的遗击 温和的低语声 回荡在整个战场之中 对不起 我来晚了 第191章 以二敌五剑光 位落之前 天魁根本没有料到 有人能够持缘 甚至能够救下夜星渝 北渝自顾不暇 南渝百废待兴 而夜星渝独目难知 根本没法同时面对四大魔尊 与一位魔帝 这是必死之局 但是玄子轻到了 千米长的允剑从天而降 悍然砸向仙魔战场 剑光纵横 无数道剑气 以断月为中心 朝着四周轰然暴散 数万魔族 刹那化作沉静 而那魔帝层集的一击 竟也是被玄子轻硬声声接下 天魁大惊 怎么可能 仙族怎会有人能够接下魔帝一击 南 难道他是先帝 可是先帝明明都 不过天魁很快反应过来 玄子轻并非先帝 而不过是先尊巅峰而已 只不过他的修为极其深厚 就算彼之先帝初期 也不遑多让 可先族何时出现了 这样精彩绝艳的强者 天魁不知道 因为彼氏难遇寝刻负面 目击者无意生还 他连上想死在了谁的手上 都未能救命 这样突然的变故 让天魁心惊了一瞬 不过很快平复下来 充其量也就是个先尊 估计是借助从天而降的势头 才能挡住他那一击 玄子轻 改变不了战局 另一边 和天魁相似 玄子轻也颇觉意外 他原以为自己得付出些代价 才能挡住天魁一击 却不曾料想 自己竟是一掌 就将之接了下来 他的修为虽极磨地 但却有些瑕疵 似乎是某种外力的加持下 才拥有的这般境界 这么一来 玄子轻终于理解了先遇格局 为何僵持那么多年 天魁并不是无敌于事 他也是有自己的顾虑的 至于玄子轻怀里的叶星渝 此时却是仗红了脸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最后的那个瞬间 他想要再见玄子轻一面 但是他又害怕玄子轻过来送死 因此抛却了那样的念头 却不料 玄子轻真的来了 而且还是乘着仙剑 以绝世之姿 将他从天魁手上救下 玄子轻抱着叶星渝 落在了断月之旁 千米巨剑横插在魔族大军中央 千万魔族竟是无一人胆敢进前 纷纷让出了一大片的空地 玄子轻微微低头 柔声问道星渝 怎么样 伤势要紧吗 叶星渝抿了抿嘴唇 面颊胀胀红 眼神偏向旁处 若生倒霉 没事了 玄子轻见叶星渝脸上血色饱满 于是长出了一口气 笑到没事就好 听到这话 叶星渝的脸更红了 叶星渝抱着玄子轻抱得更紧 二人之间 隐隐萌生出一种特别的感受 不过大战当前 两人都没有多说什么 高空之上 天魁语气轻蔑 不过是一个仙尊 也妄图改变战局 结局已经注定了 这片仙渝 是我们的 玄子轻根本没有理会天魁 他招了招手 千米长的巨剑断月顿时缩小 变回了往常的样子 玄子轻放下叶星渝 低声问道 还有余力吗 叶星渝紧握着玄子轻 为他锻造的那把零件 重重点头还能一战 玄子轻文言淡淡一笑 以二敌五 你有信心吗 叶星渝也是展露出了 久违的笑颜 跟你在一起 就有信心 说着 二人默契地对视一眼 悍然提剑冲上云端 先祖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建尊大人有帮手了 太好了 还有希望 他们两个人 一定能够打赢的 而神剑门的领头大师姐 叶星轻 更是一眼就认出了玄子轻 他还记得这个人 当初在叶火城时 正是玄子轻 在叶火城郊 从诸家歹徒的手上将之救下 而且 玄子轻也会大眼犯天剑 这个消息过于震撼 因此 他起初没有宣传 后来叶星愚命 他们保守秘密 所以叶星轻也守口如瓶 他也知道 如若这个消息 为天下剑修所知 又究竟会掀起怎样的波澜 那可是自上古至今 都无人能够完全参悟的地剑 而且 玄子轻的实力 还不止如此 他甚至能为剑尊大人锻造灵剑 那是足以让天下所有剑修 都无比眼馋的无上之剑 这么多丰功伪迹 甚至可以算是神话般的作为 让叶星轻的信心空前高涨 他震声高喊道 那位是当今仙玉为二 掌握了大眼犯天剑之人 也是为剑尊大人铸剑的友人 有他二人在 区区魔族必不可能获胜 此话一出 不说其他人如何 至少神剑门之人 皆是振奋精神 斗志昂扬 先族大军的颓势 忽然就停止了一些 叶星轻再次高喊道 剑尊大人 还在尽力拼杀 我们绝不能退却 结阵 大军竟是结成了合击阵法 甚至就连武行八卦阵 都临时摆了出来 那并非是玄子清所传授 而是叶星渝提前准备好的杀招 玄子清知道这些阵法 叶星渝也知道 当阵法摆出的一瞬 魔族大军骇然失色 他们认的这东西 那是太古年间 先族用来克制魔族的无上妙法 当阵法出现 他们顿时唤醒了灵魂深处 那亘古以来的深沉恐惧 是阵法 是先族的阵法 这不可能 先族的阵法传承 不是断绝了吗 为什么阵法又重现时间了 恐惧压垮了魔族大军 这一刻 那原先摧枯拉朽般的魔族大军 竟是后撤了几分 甚至隐隐显现出败事 叶星轻神色一喜 他率领着先族军队 阵臂高呼 魔族退去了 我们比他们更强 追击 诛灭魔族 首辅仙渝 诛灭魔族 首辅仙渝 众仙斗志激昂 士气空前高涨 仙族大军不断挺进 而魔族却竟然是节节败退 高空之上 四大魔尊 加上魔帝天魁 正在与玄子清和 夜星鱼二人对峙 天魁眼角的余光扫向地面 自是看到了 魔族溃不成军的模样 这让他也大为惊讶 没想到 仅仅是玄子清的出现 竟然就助长了 仙族大军这般夸张的气势 天魁目光阴冷 低声道看来 你们就是仙族的姓标呢 既然如此 只要摧毁了你们 这群仙畜 可就叫不出来了吧 玄子清神情自若 淡淡一笑呢 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第192章页 星鱼恢复有没有这个本事 天魁嘴角勾起 轻蔑一笑 确实 在仙尊之中 玄子清拥有着不凡的实力 但他可是魔帝啊 大境界的差距 岂是这么轻易就能愉悦的 天魁轻蔑地瞥了眼玄子清 甚至觉得 用不着他出手 光是四大魔尊围攻 他就不可能招架得住 想到这里 天魁英智地轻笑了一声 寒声道网狐 明娇 惊傲 催为 你们四个去对付那捣乱的家伙 待本座诛杀了那上古余孽 就来住你们 半空之中 一条青黑色的蛟龙 高昂着头颅 目光再轻蔑不过 天魁大人放心 只我四人 诛杀这家伙轻而易举 根本无需多虑 另外一边 暗黄色的狐狸网狐 不过是一个区区仙尊 何须魔帝大人出手 一朵玄冰凝聚而成的乌云之上 金敖也瓮声道区区仙尊 自寻死路 至于百米多高的山鬼摧尾 却是一言不发 只是目光杀一兵了 看起来是个吃人不涂骨头的存在 玄子清神色不改 仅是再平淡不过的 望向四大魔尊 甚至他还从虚迷戒中 掏出了一把最新炼制的灵剑 旁若无人地地语了夜星鱼 玄子清闻和道 他们看起来是要死了心拖住我了 这把剑给你 这是我最新炼制出来的地剑 只有他才配得上你 夜星鱼欣喜地接过地剑 与此同时 玄子清环从旭迷戒中 倾倒出海量的天才地宝 什么万年雪餐 什么三万年的云枝 还有十万年的七皇果 太古时期就已经失传的九传 还灵丹 所有仙玉最为奇珍的宝贝 玄子清应有尽有 玄子清毫不吝惜 就当着无数魔君 以及四大魔尊的面 将之交由了夜星鱼 这模样 当真是嚣张至极 夜星鱼惊讶地接过这些天才地宝 情况危急 他也没工夫问玄子清这些天才地宝 从何而来 夜星鱼只是神色担忧道 你把这些东西都给我 那你自己呢 玄子清背负双手 俨然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他微眯着眼 目光清淡地掠过四大魔尊 随后淡淡开口 不过是四个土鸡娃狗 诛杀他们 我还需要这些 夜星鱼张了张嘴 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只是暗自为玄子清打气 那你小心 玄子清笑道放心 等我解决了他们四个 这就来帮你 此话一出 四大魔尊彻底报幕 玄子清所说之话 竟是与魔帝大人别无二致 天魁以魔帝之姿 面对一个已然如同残住的区区先尊 才能如此发言 而玄子清只是先尊 凭什么敢这般妄言 四大魔尊怒不可遏 而此时魔帝天魁已经悍然出手 他不可能给夜星鱼服十天 才地宝恢复修为的机会 不过仙家手段 岂是他所能阻止的 仙术不像魔戚那般粗暴 而是圣在变化无穷 功能良多 夜星鱼吞下那枚太古丹药 随后以仙家手段 迅速炼化那些天才地宝 雪参云之顷刻间变成碎线 而其内蕴藏的仙灵力 尽数被夜星鱼纳入体内 只不过暂未消化 天魁悍然一招 夜星鱼举起地剑 竟是成功招架住了 什么 天魁神色大为震撼 他这一拳可没有任何放水 而夜星鱼明明体力已经枯竭 却能招架得住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 但以天魁的眼力剑 他很快就已经发觉 问题不是出在夜星鱼的体力 而是那把剑 那是如今在仙玉根本不存在的物事 地剑 仙玉怎么可能还有地气 万千年来 仙玉连仙帝都没有再出过一个 又怎么可能会有地气出事 这不可能 天魁很快从震惊中回过了神 他目光一领 不敢再有丝毫懈怠 太古魔拳 滔天魔器汇聚在天魁的右拳之上 仿若深渊 无数太古兄灵的虚影 在魔器周围不断显化 那是通过无尽岁月魔力处的志兄一拳 而夜星鱼同样高举地剑 冷声开口大眼犯天剑 拳印轰出 一道朴实无华的剑光 也同时迎了上去 地剑加持之下的大眼犯天剑 其剑威无可匹敌 竟是破开了太古魔拳的拳印 但是拳风的渔波 仍旧命中了夜星鱼 将他击飞了数十不远 天魁目光更加严峻 魔帝层级的力量尽数释放 居然也被他挡住了 可恶 不能再拖下去了 一念即此 天魁毫不犹豫 一拳又一拳 接连不断地追击着夜星鱼 然而夜星鱼的剑势 竟是越来越猛 从起初的被渔波所伤 到后来能够艰难挡下 直到现在 夜星鱼的大眼梵天剑 依然能够和太古魔拳平分秋色 不相上下 局势僵持住了 这是因为夜星鱼此前服饰的仙丹 以及炼化的海量天才地宝 正在起作用 玄子清给予夜星鱼的天才地宝 可以说是远超夜星鱼 所能承受量的千百倍 但是夜星鱼却硬生生将之炼化 炼化后的精华病味被直接吸收 而是储存在夜星鱼的体内 几乎撑爆了他的灵脉 也正因如此 他才能爆发出超越境界的威势 从而能够与天魁匹敌 然而战斗之中 起初天魁每一次的太古魔拳 虽然都能伤及夜星鱼 但是同样也在帮助夜星鱼 消化体内蓄积的天地精华 二者每一次对攻 夜星鱼体内精华都会消化几分 甚至修为都有所上涨 此消彼长之下 夜星鱼终于有了能与天魁平分秋色的实力 甚至那些精华 不仅没有称爆夜星鱼 反而助长了他的修为 让他离地境越来越近 天魁这一次终于慌了 他的修为竟然在上涨 可恶 定是那个捣乱的家伙干的 他不仅炼化了天才地宝 还在借助我吸收他们 可恶 可恶啊 天魁气急败坏 如果他坐视不理 那夜星鱼必然会葬身于精华暴体 但是这里是仙魔战场 即便他什么都不做 夜星鱼也会悍然冲向四大魔尊 所以天魁别无选择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夜星鱼 一边战斗一边变强 他偏偏还就没有办法 太气人了 而一旁的玄子亲眼见夜星鱼安全 他终于放心地专注于眼前的战斗 淡淡到玩闹 该结束了 第193章秒杀四大魔尊玩闹 该结束了 此话一出 没有什么能形容此刻四大魔尊的心情 他们感受到了无尽的屈辱 以及撑破胸腔的极致暴怒 眼前这个青年 他表面上正在和他们熬战 然而实则 竟是在关注魔帝和夜星鱼的战斗 生死决战 他却如此分心 如此不把四位魔尊放在眼里 他怎么敢啊 四大魔尊的怒火 膨胀到了极点 他们不再有任何保留 就连薄命之法都悍然使出 网狐吐出一团暗黄色太古魅火 那是能僵化一切生灵的制邪之火 也是他最本命的力量 网狐将太古魅火尽数吐出 汇聚成一把锈石的赤黄绽毛 瞬间朝着玄子清暴射而出 而明娇则是耸立云端 周围黑雾缭绕 他口中喷吐出一团青黑色龙溪 那是号称不灭青燕的绝死火焰 即便是仙玉中仙灵力最为浓厚的地带 一旦沾染上这种青燕 万千年都是寸草不生 再无生机 青燕龙溪猛然喷出 像是一片青黑色光幕 惊熬不甘示弱 他的魔器在玄冰龟甲内 蕴养了万万年 可以说是天下治寒之物 诸天万象都能宁为寒冰 治寒的魔器化为一片电蓝色的浪潮 若千军万马山呼海啸 悍然砸向了玄子清 崔维则是笼罩在一片不见光明的黑暗之中 煞时不见了踪影 明明百米多高的山峰身躯 却是竟然一瞬间就消失无踪 他出现在了玄子清的背后 浑身缠绕着极暗的魔器 崔维双臂高举 像是重锤一般朝着玄子清猛的杂落 玄子清背对着崔维 轻摇着头 为什么要自寻死路呢 他手腕一抖 随后四周挥了一剑 口中喃喃大眼犯天剑 顿时 一道朴实无华的剑光横扫四方 如同一轮光节的圆月 无论是网湖的太古魅火 还是明娇的不灭青年 亦或是惊傲的浪潮玄兵 所有的一切都在这轮圆月之下 尽数寂灭 最终消弭于无形之中 而玄子清身后的崔维 则是以双拳迎上了那道剑光 在他看来 那不过是仙尊巅峰的随手一剑罢了 他可是魔尊巅峰 而且 他最强的地方 就是自己的肉身 那是比仙精还坚硬的躯体 如果玄子清 觉得自己能斩断他的躯体 那一定是痴心妄想 崔维如此心想着 根本没有在意 那道平平无奇的剑光 就猛的一拳杂落 然而 大眼犯天剑的剑气 看似普通 但实则 却包囊着三千大道 与诛天万象 玄子清虽然并未领悟这一切 但是段月可是吸收过 鲜鱼大半的天才地宝啊 剑气横扫而过 当他触及崔维的双臂之时 竟是如同切豆腐一般 轻易就掠了过去 甚至剑气去世不减 斩断崔维双臂之后 居然又如惊鸿一般瞬息而过 削去了崔维的头颅 一剑消首 剑气中蕴含的道义 疯狂肆虐 最终 泯灭了崔维的一切生机 三大魔尊彻底失声 他们四人毫无保留的出手 不仅没有就地斩杀了玄子清 反而是让玄子清姬 杀了他们之中的最强者 这 这一定是幻术吧 网狐第一个回过神 他立刻立声喊道 别着了他的道 那是假的 他区区仙尊 怎么可能斩断崔维的肉身 我们三个合力 都没法伤及崔维 他怎么可能做得到 仙族狡诈 这都是他的幻术 想要诶骗我们 让我们掉以轻心 网狐生性善谋多疑 因此如此猜想 然而金敖却思想简单 愣愣问道呢 那崔维呢 他怎么不出来 是啊 如果那是假的 那崔维呢 崔维现在又身在何处 网狐不知道 三大魔尊墓 送着巨人的尸体坠落于的 砸死了无数魔君 他们看着那硕大的尸骸 感受着那股浓郁无比的血气 这一刻 他们都明白了 崔维真的死了 玄子清神情淡然 微微一笑道怎么了 不就是被砍了个头吗 这就认不出你们同伴了 这一刻 对于三大魔尊而言 玄子清的声音 就仿若恶魔的低语 他们彻骨冰寒 甚至牙关都止不住地站立 甚至他们感觉 玄子清才是那个凶暴的魔族 而他们 只是引颈受禄的卑微生畜 这种绝望与无力的感受 萦绕在三大魔尊心中 让他们瞬间失去了战役 但强烈的求生欲 逼迫着他们 很快振奋过来 他们可是太古一种 已经活了无比长久的岁月 他们从那个阴节辈出 群雄争霸的年代苟活下来 是为了再次丧命的吗 不可能 这一刻 三大魔尊都是竭尽了自己的权力 他们燃烧体内的精血 试图短暂达到真正的 太古纯血凶兽的资质 他们在借助燃烧本命精血 试图反祖 试图拥有着纯血凶灵的力量 但玄子清却仍然风波不惊 就像是在看一场有趣的表演 网狐的身后 显化出一尊更为娇媚的存在 九尾摇曳 虎火环绕 那是纯血罔虎的真正面貌 而明娇身后 则是显化出一尊五爪黑龙 与云海中不断屈循 喷吐出浊尽一切生机的绝死青雁 金鸥的上方 则是显现出一尊 足有数万米巨大的金龟 它背后承载着万万年的太古冰山 寒气冻结了周围的一切事物 那是真正的太古凶灵的力量 是这个时代 没有人能够匹敌的恐怖存在 玄子轻微眯着眼 但却没有丝毫动容 段月 大 说着 则是剑刃就足有千米之长 玄子轻默然 看向竭尽全力的三大魔尊 随后淡淡开口大眼 犯天剑 话音刚落 千米长的巨剑就已经悍然斩下 剑光虽然朴实无华 但其胜类的程度足以遮蔽天日 仙魔战场笼罩在一片无尽的阴影之中 众仙与群魔镜皆抬手 注目于那四道遮天的黑影 然而随着剑光斩落 那三道看着威势无匹的太古凶灵 却如同纸糊的一般 轻易就被拦腰截断 而剑气的鱼波催枯拉朽 将三大魔尊的身形彻底抿面 再不存丝毫生机 四大魔尊 足 第194章三方驰援 我军覆灭在玄子轻剑斩四大魔尊之前 天魁正与夜星鱼激战之中 二者不相上下 这让天魁无比焦虑 他思索之下 想要试图瓦解夜星鱼的道心 消磨他的斗志 天魁冷笑着低语道 你觉得这样仙族就有希望赢了 我可以告诉你 我的底牌尚未出手 如果我拼尽全力 你根本没有活命的机会 况且 在你和我纠缠的这段时间里 你觉得你的仙族鱼孽 又会是多么狼狈的姿态呢 看看下面吧 下方是一片惨状 此前玄子轻在和四大魔尊敷衍之时 尽管他刻意收敛了战斗的鱼波 可魔族生性残虐恶毒 他们每一招都故意波及到了下方的军队 因此 仙族大军在魔尊的波及之下 阵法溃散 节节败退 眼看就要难以为继 天魁戏谑道 就算你活了下来 你的神剑门乃至神剑舟 甚至是仙玉的大半强者 都要葬神在我魔族手下 这样的仙玉 已经不会存在未来了 任凭你再如何努力都没用 然而叶星鱼只是瞥了一眼下方 就很快回过了神 他的神色并未有任何动容 只是淡淡道尽人士听天命 我做好我所能做的一切 这样就已经足够 则 天魁心里咒骂了一声 随后他猛然想起 先前玄子清搂住叶星鱼 后者那娇羞的姿态 格外令人在意 天魁瞬间明白了叶星鱼的软肋 他张狂地宁笑道 嘿嘿 等你的肩膚被我的下属虐杀 你就知道 什么是绝望了 然而叶星鱼的目光 则更是轻蔑了 他不屑一顾地看向天魁 戏谑道 如果不是为了顾及我 你那四个臭鱼烂虾的属下 现在怕是已经死了 天魁冷笑道喝 怎么可 然而他话音未落 天空却忽然暗了下来 随后 天魁看到一柄千米长的巨剑 煞石横扫而过 然后 四大魔尊都已然扶住 他瞬间愣住了 这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那可是太古一种 怎 怎么可能会输给 这种无名之北 不可能 一定是假的 是你想破坏我的道心 消磨我的斗志 叶星鱼看着手足无措的魔地天魁 他眼嘴偷笑道扑 这就是你刚才想做的事情吗 可惜啊 你的四的手下 就是被这么轻易斩杀了呢 天魁听到这话 他强行冷静下来 他试图仔细感受着周围的魔气 随后 得到了四大魔尊 确实已经死去的这个事实 天魁更加暴怒了 他满脸震怂 依然没法接受 自己培育了这么多年的势力 到现在 竟然只剩下了他孤身一人 那可是四大魔尊啊 赤兔阁地址 T.O.怎么可能就这么突然的没了呢 天魁无法理解 也无法容忍 震怒之下 他恶声吼到死就死了 反正你们仙族也已经完蛋了 魔尊没了 可以再培养 但是你仙族 没有未来 然而就在这一刻 一柄建州 从远方极略而至 萧羽从半空中悍然落下 阵臂高呼南欲众仙 随我出征 剿灭魔族 杀他们的片甲不留 那是姗姗来迟的萧羽 还有同位仙尊的萧家老祖 以及无数自愿报名 斗志破天的南欲勇士 天魁瞳孔中血丝密布 还在嘴硬就这么一支军队 怎么可能改变得了战局 然而他话音刚落 仙魔战场的北方 又是一队仙兵冲杀而至 一边是 使用着精神力秘法 诛杀魔族的密宗 而为首之人 则是玄子清的弟子之一 朱清云 另一边则是林彦率领的雷海大军 他们二人都在北域 此前北域被魔尊压制 就连情报 也被大军围城所封锁 后来魔族魔尊悄然离去 他们被困许久 才通过密宗的精神力查探之法 及时发现了这一点 之后 北域反攻失去了领袖的魔族 不过北域先尊 由于此前被摧毁重伤 因此没有这个余力持缘战场 倒是林彦和朱清云 则是抱着寻找师兄妹和师父的想法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出兵 他们出兵相较萧宇要更早许多 不过萧宇拥有剑舟的优势 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抵达战场 当他们三方加入战场 这个战局就变得不一样了 难于修士一个个跟开了挂养 他们手握着超出境界的强力先兵 在魔族战争之中肆意砍杀 魔族的兵刃根本没法挡住先兵 甚至没几个回合就被斩断 而朱清云所率领的密宗大军 他们修炼的精神力之法则是 极为克制这些野蛮的魔族凶徒 魔族士兵尚未进前 就抱着头哀嚎不止 无助死去 甚至有魔族竟然朝着友军下手 完全就跟疯子一样 凌延的雷海军队就更加简单粗暴了 他们合击之时 雷霆连结 能够照出一大片恐怖的雷云 如同杜杰 魔族仓皇奔逃 完全丧失了战役 一时间 火连爆裂 先兵肆虐 紫电游走 雷蛇狂舞 三军冲击之下 整个魔族瞬间溃不成军 刚刚才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优势 一下子就消失了 不仅如此 他们还完全挡不住 如今先族军队的攻势 先兵如浪潮般汹涌冲杀 而魔族丢亏弃甲 却仍旧避之不及 胜负已定 这一场战斗 魔族势必一个都不可能安然生还 天魁脑瓜子嗡嗡的 他现在整个人已经感觉不是自己了 千万年来 他何曾遇到过 这般难以理解的状况 甚至连想都不可能想过 压制了先族千万年的魔族 在今天 在他笃定要覆灭先族的这一天 竟是他们自己反而被覆灭了 不可能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天魁仿若魔症一般 彻底失去了理智 他暴怒的目光环顾四周 最后停在了玄子清的身上 都是这家伙 这家伙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将整个战局都彻底逆转 天魁至今仍旧不知道 玄子清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这不妨碍 他对玄子清的滔天杀意 煞气的压迫之下 玄子清却仍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甚至比刚来之时 还要舒缓了许多 玄子清嘴角微微勾起 淡淡到 从角尼到日镖 再到伏碧河上想 以及刚刚才葬神与我见下的那四个 我还不知道名字的蠢物 说起来 你们这一大家子 还刚好都是 我和星云杀的呢 而现在 闻到你了 第195章 不死不灭天魁 听到玄子清这番话 猛然醒悟 角尼和日镖都是 眼前这青年所杀 角尼死在昊月皇朝 他的目的源是 协助黑羽和星斗皇朝 夺取东陵州 从而在先祖后方 撕开一道缺口 然而角尼却言称 遇到了一个会阵法之人 他试图诛杀玄子清 然却被某个神秘天尊忽然斩杀 那石天魁便注意到了玄子清的存在 只不过 当时玄子清修位 甚至位极先皇 因此 天魁只是对他下达了绝杀令 但是并未时刻关注 再到现在 天魁全都明白了 那所谓的神秘天尊 到底身为何人 毫无疑问 就是刚刚复苏的上古剑尊 叶星鱼 而玄子清的阵法传承和大眼梵天剑从何而来 也必然是叶星鱼所受 至于他 为何秀为能提升这么快 天魁想不明白 因为这太不合常理 而他也没有闲暇 继续细想下去 根据天魁的理解 玄子清的实力提升 大概是因为那成堆的天才地宝 他一定是 获得了太古传承 比如某种让秀为突飞猛进的丹药 除此之外 天魁想不出别的解释 他现在就很后悔 如果当初更加重视一点东灵州的那个变数 现在玄子清就不会出现在这 战局也不会被颠覆 但是到如今 他已经没有重新来过的余地 他也没有了退路 只能疏死一搏 天魁紧咬牙关 如果可以的话 他也不想解放那股力量 因为一旦释放 他就不可能再留在仙玉 届时 魔族的攻势必将溃败 甚至完全从仙玉除名 但是如果他不这么做 或许他就会死在这里 所以 天魁只能爆发 玄子清和叶星鱼 包夹着天魁 而这一刻 天魁身上陡然爆发出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怖力量 那股力量深邃 玄奇 仿佛来自无尽虚空 缥缈不可捉摸 即便是玄子清和叶星鱼 也无法将之参透 玄子清和叶星鱼 立刻就提起了精神 如果说此前的天魁 是空有魔帝之力 而无帝座之时 那现在他所引动的力量 就是真正的魔帝威能 那是超脱仙鱼一切规则的力量 玄子清目光一宁 冷声道 不能再等了 他的状态有些奇怪 叶星鱼文言微微汗手 二者目光交错 各自心领神会 随后段月与地剑同时拔出 剑锋刹那间扫过了天魁的身躯 两道剑锋无比默契地交错而过 竟是轻易斩断了天魁的躯体 这让玄子清和叶星鱼都微微一愣 这么轻松就赢了 下方的众仙们欢欣鼓舞 他们看到天魁的身躯被斩断 已经开始庆祝起来 两位仙尊大人赢了 魔帝扶珠 我们仙族大胜了 我就知道 仙尊大人怎么可能会输 神剑门的叶青青 脸上绽开笑颜祖师大人和前辈真是厉害 这下仙玉终于能太平了吧 萧宇也是振奋无比 冲入魔族战阵 攻势越发的兄弟 萧宇大吼盗魔族 你们首领已死 都给我内命来 至于朱青云和林年 则是抬头望向天穷 那 那是师妹和师尊 不愧是师尊啊 亏我此前还担心他的安危 不敢让密宗神识搜寻 没想到师尊已经这么强了 连师妹都能够独当一面 现在师妹和师尊击败了魔帝 我们怎能示弱 仲仙 随我诛灭魔族 不能丢了师尊的颜面 仙族斗志高涨 一个个奋勇冲杀 然而玄子清和 叶星鱼的神色凝重 他们二人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二者紧盯着身手易处的魔帝天魁 然后他们突然发现 天魁的残躯竟是瞬间合拢在一起 血肉刹那重组 伤口处一片光洁 就仿佛从未有受过伤一般 玄子清瞳孔皱缩 他不知道天魁是怎么做到的 但这绝对不是什么仙术魔工 更不是任何天才地宝能够做到的东西 这是一种未知的力量 甚至在仙玉上传的记载中 都并未有出现过的力量 即便玄子清拥有丰富的知识 但对于这种不明正体的东西 他也没法立刻做出判断 而下方的仲仙更是顿时动作一致 他们骇然大惊 完全没法理解 为什么天魁又死而复苏 甚至看起来毫发无损 难道刚才都是幻术 该不会他是在愚弄我们吧 这我们想多了呀 天魁终究是个魔帝啊 两位仙尊 真的有可能打赢他吗 第级 这是远远超越仙尊的力量 千万年都没有出现过 哪怕一位仙帝了 怎么可能是这么容易打败的 仲仙开始怀疑 二人能否胜利 天魁扭了扭搏梗 关节触噶之作响 他的神情变了 变得高傲不可一世 似乎自己比此方天帝所有存在 都要更为高贵一般 天魁轻蔑的目光 扫过玄子清和叶星鱼 又满含杀意地 瞥了眼下方仲仙 他轻蔑开口到怎么 不叫唤了 刚刚不还是叫得挺欢快吗 现在怎么就停下来了 天魁无比嚣张 神色更是自信无比 解封了魔帝力量的他 根本无惧于玄子清和叶星鱼 甚至在他看来 就算再来一百个仙尊 也决然不是他的对手 叶星鱼和玄子清对视一眼 二者心有灵犀 并没有任何交流 也能够明白对方所想 地剑与断月同时展出 一道半月状的剑弧 疏然掠过 剑光一闪 天魁的身躯断成三节 然而这一次 他并未愈合 反而是三节残躯 竟是演化出了三具完整的躯体 天魁一分为三 一者以不死之躯 挡住玄子清 二者则悍然攻向叶星鱼 三个天魁同时开口哈 喜欢以多打扫 本地比你们更多 玄子清目光一冷 他看着叶星鱼 被两个天魁围攻 心急如焚 大眼泛天剑 剑光空前高涨 猛然展出 那具天魁的分身杀那间 化作无数片细碎的血肉 玄子清觉得 这样大概就可以泯灭天魁的生机 只可惜 那漫天血肉 竟是寝刻间重组 又重新化为了魔帝天魁 这样都不死吗 完了 这就是地级和尊级的差异 无论怎么样 地级都不可能会被先尊杀死的 这一刻 众仙绝望 第196章 叶星鱼被重创 无怪乎众仙绝望 因为天际之上的战斗 不仅是玄子清和叶星鱼的事情 更关乎整个仙玉的命运 倘若玄子清和叶星鱼得胜而归 那魔族将再无抵抗之能 往后仙玉之中 将不会再有魔族的容身之地 但是如果天魁的圣 那样的后果 众仙无法想象 也没法承受 因为玄子清和叶星鱼 毫无疑问是仙族的最强战力 如果连他们都没法打赢天魁 那天魁就可以说是无敌于仙玉 届时 就会是仙族的灾难 众人绝望无比 仍然对玄子清和叶星鱼抱有希望的 大概就只剩下神剑门的叶星鱼 还有萧宇 朱青云和林年 师父一定能赢的 萧宇没有想这么多 他不再关注天上的战局 而是继续奋勇杀敌 只要杀光魔族 无论天上结局如何 魔族就必定会走向覆面 而灵言则是安抚着雷海众人 他手握着权杖 招引漫天雷光披露而下 都不要分心 仙尊的事情由仙尊解决 我们做好我们分内的事情 至于朱青云 则是在用传音安抚着众仙情绪 他的眼力 就要比常人都锐利得多 都冷静下来 如果天魁的这种力量毫无限制 那他早就可以踏平仙玉了 为什么还要等到今天 所以他如此做 必然是有代价的 他是在以命相搏 所以才能爆发出这种力量 而我们该做的 就是剿灭魔族 因为他短期内 必然没法恢复过来 只要剿灭魔族 那我们就拥有足够长的喘息时间 仙玉兴亡 匹夫有则 我们仙玉的未来 由我们自己争取 这一番话 通过密宗的精神力 先述传 便整个仙族军队 所有人听到后 都陡然醒悟过来 是啊 如果天魁本就是这般强大 那仙族怎么可能顽抗至今 所以他们还有机会 无论上面的战斗如何 仙族都不会因此负面 他们的未来 必须由自己争取 于是仙族的士气再一次燃起 众仙一往无前 冲进魔族战阵 要以鲜血献祭出仙玉的未来 天穷之上 天魁也自然听到了这番言语 他目光一沉 眼神游离不定 看起来有些许慌张 不过天魁很快就镇定下来 没有表露出惊慌的样子 只是那眼神 已经被玄子清所察觉到 玄子清一边不断攻向天魁 一边心中沉思 看来他的确有所顾虑 依我看 这股力量 绝对不是来自他的本身 而是某种特别的力量 赐予了他家户 但是这种不死不灭的能力 或许是有极限 或者是时间限制的 也可能当他使用出这种能力之后 就会产生什么 他自己也不能接受的后果 所以他 才会这般慌乱 如此一想 玄子清的信心增加了许多 他立刻扬声道星渝 不要怕他 他这是回光返照 或许支撑不了多久 夜星渝文言精神一阵 他没有回话 手中之剑 却已然说明了一切 夜星渝见光大胜 他一人独占天魁的两大分身 不仅毫无巨色 甚至还小有优势 天魁慌了 如玄子清所预料的那样 这不死不灭的力量 确实没法持久 如果严格来说 他的境界其实不算魔地 而是准魔地 一字之差 但实力却是天差地别 因为这涉及了 某种关键性的力量 而那股力量 天魁没法掌握 他只能通过特殊的手法 才能借来一缕 没错 是借的 既然有借 那就有还 他能保持魔地境界的时间有限 必须在归还力量之前 斩杀掉玄子清和夜星渝 这样才能永绝后患 天魁目光易冷 他的一句分身 悍然攻向玄子清 玄子清高举断月 大眼梵天剑猛然出手 剑威无匹 天魁的身躯顿时被斩成碎块 然而 天魁却没有立刻自欲复活 他的残躯竟是转身 奔向另外两个分身 然后 瞬间融为一体 三者合一 天魁的身上 骤然间缠绕着无尽魔气 太古魔拳猛然轰出 糟了 夜星渝始料未及 尽管他已经反应极快 横剑招架 但是猝不及防之下 他根本来不及 用出任何仙术 结局毋庸置疑 太古魔拳精准地命中了夜星渝 嗯 扑夜星渝吐出一大棚鲜血 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 无力坠落鱼的 星渝 玄子清一向风波不惊的面容 这时 却是陡然变色 他紧张大喊 而神念之中传来了夜星渝的流言 我喊 好 没事 你 你小心 我 我尽快恢复 很 快 就回来 玄子清闻言松了一口气 他冷冷的目光看向了天魁 满腔怒意骤然爆发 天魁却是没有丝毫紧张 现在 失去了夜星渝的帮助 玄子清独目难知 又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天魁一脸从容 细血地看着玄子清 冷笑到怎么 相好的被我打死 你这就急了 哎呀 真是的 这么漂亮一小妞 确实挺可惜呢 早知道他这么脆弱 我就手下留情了 到时候把你杀了之后 我就可以让他成为帝后 想想就真不错呢 玄子清一言不发 杀气凛然地看着天魁 他没有暴露夜星渝尚且生还的事实 因为他知道 一旦天魁知晓此事 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诛杀夜星渝 这样才能永绝后患 而玄子清 也没有因为天魁的挑衅 而暴跳如雷 他不是这么容易被诱导的人 他道心之坚定 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之所以愤怒 只是因为 天魁竟然赶伤了夜星渝 这是死罪 玄子清目光之中 有怒火在灼灼燃烧 然而 他实则心底却仍留存着一份冷静 他在借助这个天魁挑衅的机会 观察天魁的弱点 然而这时 他却猛然发现 天魁的右臂上 有着未能愈合的伤痕 这不应该 不对 他不是不死不灭 不是可以无限自愈吗 为什么右臂上会有伤痕 这绝对不是他故意暴露出的破绽 因为他没有这么做的必要 所以 那就是他的弱点 可是这是为什么呢 伤痕是如何造成的 然后玄子清忽然记起来了 天魁这右臂 实则是此前和他交战的那句残躯 后来才化作了原身的右臂 玄子清瞳孔猛然放大 随后展露出了笑容 他轻狂地看着天魁 一如既往地淡淡开口你的弱点 本作已经知道了 第197章 断月的真正力量 玄子清的语气冰冷而淡漠 这副自信的面貌 甚至让天魁都为之一论 他差点就真的以为自己力量的秘密 暴露给了玄子清 但他转念一想 这怎么可能呢 那是先欲不可能接触到的力量 玄子清无论如何 都没法领会的存在 他的弱点又怎么可能会被发觉 天魁收敛金融 他捧腹大笑 神色再轻蔑不过 知道我的弱点 至少你说大话的本事 说是地级也毫不为过了 真想知道 当你的头颅被我拧下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能保持着 这么一副欠奏的表情 又是不是还能说出 所谓的知道我的弱点 哼 无知的先处 然而玄子清神情自若 俨然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他看着天魁挑了挑眉毛 甚至嘴角微翘 有些不屑地倾笑了两声 这让天魁更加恼怒 太欠揍了 明明自己这么强大 明明这家伙 已经没有了队友 他为什么还能这样虚张声势 还能这般淡定 这般不屑一顾 他怎么干的啊 天魁刚想暴怒出手 然而未等他行动 玄子清却又淡淡开口 你不会真以为我是在吹嘘 在信口开河吧 玄子清轻摇着头 俨然一副无奈的样子 他叹了口气 缓缓道爱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 那我就说给你听又何妨 也好让你死死心 看看你的右臂 那上面攀附着这么多的疤痕 你倒是恢复一下 给我看看 天魁目光 瞥向了自己的右臂 这时他才注意到 自己的手臂上 竟是有伤痕 而且不能自愈 这怎么可能 我的力量可是不 仙玉不可能有力量 能够磨灭他的存在 玄子轻轻笑道 是不是很惊讶 是不是很困惑 你连自己为何没法自愈 都不知道 尚且说我不可能知道你的弱点 也真不知道你的自信从何而来 真是滑稽呢 天魁目光愤然 暴怒吼倒不过是巧合 区区低级的先处 你在装什么 玄子轻依然是淡定的摇了摇头 戏血低于巧合 那我就告诉你吧 你的弱点 或者说你力量的来源是法则 或者说是一种道义 或是一种规则 这种玄妙的东西该如何命名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已经发现 你的力量源自于从别处获取的法则 那种法则基于你不死不灭的能力 道义或法则的领悟与否 或许这就是准地和地级的差别 但这不是你本来就拥有的东西 你的实力 实则只有准地 这是一种介于魔尊和魔帝之间的状态 你的修为已经足够 但是你未能掌握一种法则 只不过在某种不属于此事的力量加持下 你临时拥有了不死不灭的法则 从而能够无限自愈 但这并不属于你 玄子轻微微咧嘴 露出一口白牙 他轻蔑地嘲讽道怎么样 我说的可对 根本不用天魁开口 他那惊慌失措的表情 就已然出卖了自己 玄子轻知道 自己料中了 为什么天魁的右臂没有自愈 因为那是被段月所斩出的伤口 他的修为和叶星渝一样 都是先尊巅峰 他的剑法也和叶星渝一样 都是大眼犯天剑 那么 为什么叶星渝不能伤及天魁 而自己却可以呢 玄子轻如此心想着 然后发觉了二者的差别 是段月 同为地气 但是段月与叶星渝的地剑 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段月可以吸收天才地宝中 蕴藏的道义 从而不断进化 是了 段月和地剑的差别 在于其内道义 如此一来 以玄子轻的智识 自然能够推演出问题的根由 在于某种玄而幼玄的 道 此方天帝如何称呼这种玄妙的存在 玄子轻不知道 但既然道在仙渝并不少见 那他就将之刃做是一种法则 天魁拥有不死不灭的法则 所以 仙渝的一切力量都不可能磨灭他的存在 想要彻底抹杀他 唯有同等或者更上位的法则可以 也就是段月中日积月累的那股玄妙力量 段月汲取三千大道 自然而然 拥有了超脱于仙渝诸器的层级 也拥有了能够伤及天魁的能力 正因想通了这点 玄子轻才会一副淡然的样子 天魁大惊失色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知道法则 绝天地通 已经从太古绵延至今 无论仙魔 都绝无可能有人知道这股力量 不可能 不可能不可能 对 他一定是猜的 他根本不懂法则 只是在故意炸我 让我惊慌失措 以此拖延时间 天魁紧咬着牙关 甚至咬破了自己的唇角 他暴怒地看着玄子轻 狂言道恨 就算猜到了又如何 法则的力量超脱仙域 这片世界根本没有能够伤及我的力量 你 必死无疑 玄子轻依然神色不改 他轻笑着说道 没有能够伤及你的力量 谁说的 天魁目光一致 这一瞬间 他甚至心底都有一丝恐惧 因为玄子轻的言行 太超出他的意料 他甚至怀疑 玄子轻是不是真的拥有 能够磨灭法则的力量 但他细细一想 这并不可能 因为即便是他 也只能从远方借来法则 才能在这片刻时间中 拥有超越仙域的力量 而玄子轻 不过是无根飘平 仙族更是没有任何后台 他凭什么掌握法则 凭什么磨灭他 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 天魁逐渐镇定下来 但很快 就又瞬间不复从容 因为玄子轻高举断月 断月 是时候彰显出你的能力了 话音未落 断月剑身周围 顿时汇聚出一股玄妙的力量 那股力量无比尖身晦涩 即便是临时达到 真正低劲的天魁 竟是也没法参透 天魁神色骤变 骇然失色 伴随着剑光的高涨 他瞪大着眼睛 魔证般不断低语呢 那是即将成行的法则 不 不可能 不可能 然而未等他惊呼完 玄子轻就淡淡开口该结束了 大眼 梵天剑 剑光 斩落 第198章天魁被救 先欲收复众仙俏手 群魔秉息 万众瞩目之下 汇聚了法则之力的断月 骤然披落 天魁大惊失色 煞世间魔气大盛 魔功悍然爆发 太古魔拳显化出无数凶情 那是太古至今的岁月烙印 是天魁看家的本事 拳印触及断月 但却如同以卵击石 根本没法造成丝毫的组织 见光力劈而下 甚至穿过漆黑的拳印 静止贯穿了天魁的身躯 太古魔拳的权威散做漫天黑雾 遮蔽了天日 掩去了所有的光辉 战场中禁忌下来 除了对玄子清满怀信心的萧羽等人 其余人进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隐熙宁神 我们真的能赢吗 应该吧 法则 那可是在仙玉听都没听说过的东西 天魁说了 仙玉无人能够掌握法则 那我们真的有可能打破它吗 既然仙玉无人能够掌控 那天魁的法则又是从何而来 先前那位大人不是说了吗 天魁的法则是借来的 根本就不完善 况且 仙玉从古至今 你何时见过如此 精彩绝艳之辈 他的大眼 梵天剑比之神剑门祖誓言 比之上古剑尊还要纯熟 他一人独占四大太古一种 两剑灭杀四位魔尊 这样的存在 自太古至今从未听闻 那他凭什么 不能掌握那种神秘的法则 或者说 如果说仙玉之中 有人能够调动法则 那就只可能是那位大人 此话一出 仲仙纷纷点头认可 他们紧张地看向高空 期待着后续的结果 与他们所料想的不同 玄子清的确并未掌握法则 仙玉不存在这种高深的力量 倘若玄子清提前对此有所认知 或许有机会参悟 但是现在尚且差得远了 只不过 玄子清虽不可以调动法则 但是断月可以 断月提炼天才地宝 被玄子清为了数量 何其夸张的灵宝灵剑 从中精炼出法则 也合情合理 黑雾渐渐消去 这一对垒的结果 也即将出现 所有人屏息宁神 然而 黑雾四散 那是一道人形的黑影 深周缠绕着致密的魔器 所有人心里一紧 天魁 未死 糟了 我就说不可能赢的吧 蠢货 你睁大眼好好看看 众仙宁神观察 却忽然发觉 天魁从肩膀到腰部 竟是有一道飘渺的白痕 白痕像是经久不息的剑气 作者优秀的网站 赤兔格T.O 也像是某种尖身晦色 玄妙渺远的未知力量 那道白痕 在天魁的伤口处 纵横肆虐 不停磨灭着他的生机 天魁的身体不断愈合 然而白痕侵蚀的速度 却远超于此 愈合一寸 就又裂开两寸 即便是不死不灭的法则 却也完全没法阻止他的刁亡 天魁额间满是细密的汗珠 他瞳孔止不住地颤动着 神色惊慌至极 手足无措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仙玉的仙灵力 都被用来围及仙帝道场了 根本不可能诞生出法则 不可能 假的 都是假的 玄子清眉头微皱 老实说 他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 他本来想干脆利落的一件诛灭天魁的 不过看起来 法则的力量 确实有些邪气 即便断月完全释放契机 竟也是没法 立刻将之摧残殆尽 玄子清听着天魁魔证般的低语 神色逐渐不耐 他想起不久前 天魁一拳击落夜星鱼的那一幕 顿时心中无名夜火 逐渐生腾 郭躁 玄子清一声低语 随即再一次淡淡开口大眼 犯天剑 剑光斩落 结局不出意料 天魁的身上又多出了一道白痕 剑气在他体内纵横 现在的他 即便用不死不灭的法则维持生机 要说抵御玄子清的剑法 或者是催动魔弓 使出太古魔拳 这都他都没法做到 甚至就连掉头跑路都不行 他现在就是一块活靶子 除了负于顽炕 不停抵消着剑气的侵蚀外 别无他法 玄子清目光冰冷 动作没有任何迟疑 他一剑又一剑接连挥落 不断斩在天魁的身躯之上 天魁无力阻挡 只能看着剑气不停侵蚀 他的皮肤上出现了一道道珠网般的裂纹 随后整个身躯干枯凋零 仿若濒临腐败的朽木 玄子轻轻笑着看着天魁 淡淡开口怎么 现在不叫唤了 这句话是方才天魁用来嘲讽他的 现在以比之道还之比身 这种羞辱 完全足以摧毁天魁的道心 可恶 天魁歇斯底里地怒吼着 但却无计可施 除了静后死亡 他根本没有其他任何办法 玄子清高举断月 淡淡开口大眼 犯天剑 断月斩落 剑光一闪 然而 在断月披露的一瞬 虚空之中 骤然撕开了一道裂口 一个形状模糊的骷髅头 忽然显化 他的身周充斥着 尖身晦涩的玄奇力量 那是法则 而且远不止一道 法则光环环绕在骷髅四周 竟是硬生生 接下了玄子清的一剑 玄子清瞳孔皱缩 而那骷髅头 同样动作一致 二者都大为震撼 玄子清惊讶的是 这个骷髅头的力量 远超仙玉的认知 甚至他只是存在于此 都让周围的虚空 不断产生出裂痕 而令骷髅头震耸的是 没想到仙玉还真有人 能够用出法则 这太超乎他的认知了 这个人 不能留 变数 该死 骷髅头说出冰冷的宣告 随后道义 汇聚成无数把骨毛 毛头对准着玄子清 萧宇 朱卿云 以及林妍都大惊失色 他们仰头高喊师父小心 然而 那骷髅头刚打算出手 却又像是临时感知到了什么 动作忽然停下 他毫无表情地瞥了一眼玄子清 随后用法则之力包裹着天魁 转身就要离开 不过临行之际 他不愿就此空手而归 刚才下面好像有几个人喊他师父 这家伙是个变数 我得抓住他的把柄才行 一念即此 那骷髅头身舟 法则之光大胜 而下方的萧宇三人 则是忽然被一团银芒所包裹 竟是转眼就出现在了 那道裂缝一旁 萧宇 清云 灵眼 第199章仙族大圣 收复师徒萧宇 清云 灵眼 玄子清瞳孔咒缩 急急想要上去阻拦 然而 他未能和三人说上哪怕一个字 那虚空的裂缉就忽然闭合 只剩下了一道细缝 而天魁残躯和那骷髅头 以及他的三个弟子 都消失无踪 可恶 玄子清急切地制出断月 断月骤然间变成了千米长的巨简 硬生生卡在了虚空的裂缉之中 阻止其欲合 他本想立刻追进裂缉 但理智告诉他 绝不能这么莽撞 裂缉的另一端 是究竟是何方 我尚不知晓 不能冲动 我必须冷静下来 玄子清强行 让自己冷静下来 他拳头死死攥紧 最后还是没有立刻追上去 断月横插在虚空之中 可以阻止裂缉的闭合 在他前去营救弟子之前 必须先收集到足够的情报才行 玄子清正了片刻 随后默默落地 而众仙则仍是瞠目结舌 没能回过神来 这短短片刻的时间 带给他们的震撼 实在太大了 万古无敌的魔帝天魁 竟是被玄子清险些诛杀 然而最后的关头 却又被一神秘的存在 撕裂虚空救下 那骷髅头身边环绕之物 毫无疑问 就是他们刚刚才知晓的 所谓的法则 而他的法则一眼望去 根本数不清数目 这种实力 踏平仙玉 就跟踩死一群蚂蚁没有差别 这让所有仙族都心惊胆战 但万幸的是 玄子清赢了 而天魁也就此消失 仙族可以说是赢得了一场大胜 玄子清落至夜星鱼身旁 此时的夜星鱼 虽然脸色苍白 但是内伤已然痊愈 这也多亏了玄子清 所拥有的巨量奇珍一宝 夜星鱼本想着 等他稍微恢复之后 就去相助玄子清 但他却没有料到 玄子清的强大超乎想象 根本就没有等到他的相助 就独自挫败了魔地天魁 这个男人一次又一次 打破他的认知 只能说 不愧是师父 夜星鱼看着玄子清焦急的面容 安抚到冷静 我知道你很急 但是他们应该没事 以刚才那骷髅头的实力 他想要杀死萧宇他们 都根本不是难事 而既然他没有那么做 说明他是想要用你的弟子们 来胁迫你 肯定不会急着下手的 玄子清点了点头 沉声道我知道 但是我肯定没法放心 他们万一落入魔掌 必然会遭受非人的折磨 我得尽快知道 有关那里的情况 这样才好去营救他们 夜星鱼也是一脸焦虑 其实我好像回忆起了什么 但是又记不真切 起初见到那所谓法则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后来那骷髅头来的时候 我更是神魂深处 本能地产生了一股莫名的敌意 感觉自己似乎认识他一样 但是我却怎么都想不起来 玄子清瞳孔猛然一缩 根据他的了解 夜星鱼是叶家之人 也是神剑门的祖师爷 但是问题在于 叶家祖谱上 根本就查不出 夜星鱼的父母是谁 夜星鱼来历成迷 而他也只知道自己是叶家之人 除此之外 什么都想不起来 看来 关于夜星鱼 关于仙玉 尚有大隐秘 玄子清抱紧夜星鱼 拍了拍他的后背没事 想不起来就不想 总有办法的 夜星鱼摇头到不行 时间紧迫 我隐隐觉得 密宗有办法 让我回忆起过往 一会我们去密宗看看吧 玄子清犹豫再三 最后点头道好 这时 萧家老祖这急忙慌地赶了过来 玄兄 小羽他 玄子清摇头到 他被带去了不知何方 我也不知道 他现在在哪 不过 我会尽力找玄 你不要着急 玄子清顿了顿 又到现在魔族实力 已经负面 八大魔尊无意幸存 天魁恐怕也是回不来了 现在正是清剿魔族的大好时机 虽然最后发生了一些变故 不过我们不能 因此就停下脚步 萧老 你是先尊 现在先族军队就由你领队 立刻清剿仙域的所有魔族 萧家老祖文言沉默了片刻 最后还是猛地点了点头行 老夫必定不如使命 必将魔族彻底逐出仙域 一个不留 那么小羽就交给玄兄了 玄子清点头道放心 那可是我的弟子 我怎么可能会坐视不管 萧家老祖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随后阵臂高呼 魔尊已死 魔帝也已然逃顿 现在的魔族不再有任何仪仗 众仙随我踏平魔土 诛灭魔族余党 仙族的战士们 听到萧家老祖的高喊声 也终于纷纷回过神 他们悍然冲向魔族 是要将之尽数逃灭 而魔族则是军心涣散 丢盔弃甲 一个个狼狈逃命 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手段 魔族被仙族大军尽数讨灭 没有了天魁和太古一种的支撑 他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 仙族成功收回所有师弟 108大洲再次一统 神剑门 雷海灵家 密宗 叶火城萧家 还有东灵州的昊月皇朝 以五大势力为首的力量 割据仙玉 重振仙族大叶 而仙玉各地都修建其玄子清河 叶星渝的雕塑 将之奉为仙帝与帝后 并加以膜拜祈福 供奉了无数香火 尽管没有了魔族 但由于仙玉大半土地才刚刚收复 曾经被魔族占据的地狱之中 天才地宝无数 还有魔族囤积的大量物资 在分配这些物资 或者安排土地归属的时候 仙族各势力之间难免爆发出冲突 仙玉迎来了一次巨大的洗牌 时代的浪潮汹涌而至 但是唯有五大势力窥然不动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那些势力中 有玄帝大人的弟子与帝后 以及他曾经一手带大的昊月皇朝 这些势力都是玄帝亲属 尽管玄帝如今不知所踪 但仙玉仍旧无人胆敢招惹 毕竟 在所有仙族眼中 玄子清就是整个仙玉的精神性标 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 回看当下 这时的玄子清带着叶星渝 通过先前赐予萧家的建州 迅速来到了北域的密宗 密宗位居高山之上 玄子清与叶星渝朗升到玄某叶某 前来拜山 第二百章前往密宗密宗 擅长精神力与阵法 是太古时期的阵法大宗 只不过 当时阵法传承被魔族摧毁 所以 如今的密宗 只剩下了精神力的修炼之法 密宗是有仙尊存在的 密宗的仙尊 被换作灵尊 其一身精神力先术出神入化 不仅可以欲物杀人于千里之外 更是能够一个目光 就让人殒灭于无形之中 所谓剑斩肉身 心斩神魂 莫过于此 当然 这只是针对铜镜 彼时北域反攻 灵尊遇到了太古一种之中的最强魔尊 崔薇 灵尊起初以为 崔薇这么大块头 肯定是个精神力薄弱之本 他试图以精神力之法攻杀崔薇 然而 当他的目光与崔薇交汇 他自己的神魂 却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 随后崔薇忽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将之重创 信得北域雷海的雷尊相救 不然灵尊可就要当场横死于战局之中 后来魔族只为不公 引得灵尊怀疑 灵尊以精神力窥探魔族战阵 随后猛然发觉 崔薇和惊傲竟是已经消失无踪 那时 他就立刻察觉到 这两位魔尊 是去持缘中域的核心战场了 灵尊立刻率密宗大军反攻魔族 从而夺下了北域的胜利 之后就是朱青云和灵延 带着密宗和雷海的势力 前往中域持缘的一幕 此时 灵尊尚且在密宗养伤 他虽然很希望自己尽快痊愈 能够尽快前往中域战场持缘 不过他倒是 也没有急得何种地步 毕竟灵尊觉得自己 做得已经很好了 他识破了魔族的阴谋 这在这场仙魔大战之中 绝对可谓大功一见了 灵尊尚且在沾沾自喜 奇料忽然听到山门之外 有人拜访 咦 这时候来拜访 会是何人 灵尊试图用精神力 窥探二者的实力 然而却被猛地吓了一跳 因为无论是玄子青 还是叶星渝 二者的实力 竟然都是远高于他 以他的精神力 根本没法窥探分毫 要知道 他可是先尊啊 他的修为先尊中期 不过精神力的层级 说是先尊后期 也毫不为过 即便是这样的他 可却也没法窥探 这二人的实力 灵尊震惊之下 赶忙将玄子青 和叶星渝 迎进了山门 二位是 灵尊谨小慎微的低声问道 玄子青默然不语 叶星渝达到神剑门 剑尊 这位你可以称呼为 玄尊 玄尊 灵尊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一称谓 仙渝总共就那么七八个仙尊 每一个 他都能报上名号 而这玄尊是谁 玄尊是谁 暂且放置一边 至少神剑门剑尊的名号 他是知道的 那是上古时期 神剑门的草创者 说是神剑门的祖师爷 都毫不为过 这样的存在 为何会前来密宗 又是恰逢 仙魔交战之际 灵尊自认至谋无双 因此对二人的身份 产生了怀疑 他微眯着眼 语气见冷二位 仙魔战场战况激烈 你们现在来此 是不是有些不妥 叶欣于冷冷到 仙魔战场的战斗 已经结束了 八大魔尊尽数扶诛 魔帝天魁 只剩下一缕残魂 现在仙族大军 已经在收复失地了 灵尊愣了愣 随后他竟是大笑出声 哈哈哈哈 道友 你这话说的就有些滑稽了 实不相瞒 我密宗少主朱清云 数日前才刚刚出发 按时间算 抵达仙魔战场 还不过一日功夫 你告诉我 这会儿仙魔战场的战斗 已经结束了 就算你们真的 从忠愈过来 就时间推算 你们出发的时候 魔尊崔薇和金敖 都未必抵达战场 又何来八大魔尊 竞数扶诛 夜心于神色异冷 语气逐渐有些不耐烦 我们有地剑剑舟 从忠愈来此 只削不到半日时间 至于八大魔尊 在开战之前 我们二人就已经斩杀了 其中四尊 而崔薇 金敖 明娇 罔胡 这四大魔尊 都被玄尊一剑斩杀 灵尊直接给听乐了 那差点一招秒 杀了他的魔尊摧尾 竟是被这闻所未闻的 玄尊一剑秒杀 这说出去 不仅笑死个人 单说他堂堂灵尊的面子 又该往哪里挂 玄子清见 灵尊那一副 似笑非笑的样子 心知他眼界有限 很难解释得通 于是 玄子清上前一步 淡淡开口 朱青云 是我在下界的弟子之一 他的本事是子级魔童 这样足够我自证身份了吗 灵尊瞳孔皱缩 刹那之间 他心面急转 随后 他的神色竟是煞时冷下 哼 你定是胁迫了清云 拷打逼问出了情报 老实交代 清云现在在哪 玄子清服气了 玄子清闲停信不斑 走到灵尊进前 随后仙尊巅峰 甚至逼近准仙地级的气息 瞬间爆发 灵尊这个区区 仙尊中期的修为 竟是被玄子清的气势 一屁股坐倒在地 玄子清俯视着狼狈不堪的灵尊 淡淡开口现在 你相信我们 说的都是真的了吧 像 相信 灵尊惊慌失措 他虽然有些自作聪明 但想的还是挺明白的 玄子清这般实力 如果真有恶意 何须跟他多费口舌 直接闯进山门就是 作者有话要说 喜欢小说的 欢迎访问赤兔阁替 欧灵尊回过神 态度这才恭敬下来 倒有抱歉 是本尊有眼无珠 不过 眼下既然魔族已灭 那倒有 来我秘宗又所为何事 此行的主角是叶星渝 因此 玄子清展露一番实力之后 就继续默默守护一旁 叶星渝解释 道天魁将死之际 被一神秘海谷撕裂空间救走 朱青云和玄尊的 其他几位弟子 一同被他带去不知何处 虽然我对空间裂系的 另一头有些印象 但是却记不真切 我隐约记得 秘宗应该有办法 帮我恢复记忆 所以才来密宗拜访 灵尊先是面露惊慌 随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青云居然被掠走了 不过恢复记忆 我密宗确实有几乎能够做到 灵尊镇定下来 解释道 我密宗有一阵山至宝 是从太古时代 就一直遗留至今 此物换作镇魂灵 曾经我们有请炼宝仙 尊来鉴别过 却不知道 其究竟是何物所铸造 又用了哪般手法 只知道镇魂灵能够震慑魂 驱散心魔 也能够让人恢复记忆 第201章记忆恢复 先露镜头 叶星渝闻言一喜 不过尚未等他开口 灵尊就轻摇着头 道正魂灵虽强 但是使用起来极难 至少我们密宗 也没法完全操纵他 道友若想借此恢复记忆 就必须顶住正魂灵的威能 这才有可能恢复 正魂灵既然能够帮助密宗 挡住魔尊公事 自然有他的抵御 但叶星渝不假思索这点 你大可放心 我没有问题 随后叶星渝与玄子清二人 跟着灵尊 来到密宗的山顶 山巅处是一方祭台 祭台之上 则有一个造型古朴的灵档 密宗摆放正魂灵的位置 倒是真的挺大胆的 不过既然正魂灵不可能 会被外人掠夺 那放哪其实都无所谓 距离山巅 还有大概百米之时 灵尊停下脚步在网上 就不太好靠近了 只要你释放出先尊的气息 正魂灵就会遥想 从而震荡你的神魂 这种公式与修为境界无关 更多则是考验精神力 你得做好准备才行 灵尊话音未落 叶星渝已然释放先灵力 快步走向高台 他知道 现在玄子清 虽然表面上平静无波 但实则很焦急 所以他不可能在此浪费时间 丁叶星渝 硬顶着震魂灵的灵声 不断射击而上 看得灵尊那叫一个目瞪口呆 他自己借助震魂灵 修炼精神力时 都要修整许久 才能迈开一步 然而叶星渝竟然大不留心 毫无畏惧地快步上前 这也太夸张了吧 叶星渝很快逼近了30米内 随后20米 10米 震魂灵的灵声越来越响 但叶星渝脚步不停 终于 在靠近震魂灵时 叶星渝的精神力 似乎有些撑不住了 他脸色一变 只觉得神魂剧痛不已 似乎有幽远的记忆正在复苏 目的已经达到 然而 因为叶星渝的气息大乱 震魂灵的灵声 竟是越来越响 玄子清眉头一皱 他急奔上山 竟是一路 快步至震魂灵之前 然后一巴掌按住了他 灵声停了 灵尊目瞪口呆 甚至下巴都掉了一地 他看到了什么 有人居然跟没事人一样 走到了震魂灵之前 随后按住了震魂灵 这是仙人能干出来的事 更加让灵尊没有想到的事 震魂灵被玄子清按住之后 竟是散发出一股神秘渺远的气息 那股气息与玄子清相勾连 随后整个灵档没入了玄子清手中 灵尊人傻了 他密宗的镇山之宝 镇魂灵 竟是主动认他人为主了 玄子清倒也不生分 就这么平静地收下了镇魂灵 他原本还挺嫌弃镇魂灵的 但是后来玄子清忽然发觉 镇魂灵所散发出的那股玄妙气息 竟然和所谓法则极为相像 玄子清顿时觉得镇魂灵不凡 于是将之收入囊中 反正这是镇魂灵主动认主的 灵宝择木而漆 这没啥问题 而此时的叶星鱼 也终于是想起了一切 他猛地抬起头 与玄子清说道 我想起来了 列席之后的地方 被称作是仙鹿尽头 仙鹿尽头 没错 那里是仙玉和虚空的连接处 你可以理解为 超越此方天地的一片虚空 而我也是来自仙鹿尽头的叶家 先说叶家吧 我们叶家原本是仙玉大族 在太古时期 出过叶天帝这般伟人 后来真魔一族清洗此方天帝 祖姬魔祖不让他们轻攻仙玉 于是和一众大帝 一同前往仙鹿前头 拦住了那些魔祖 但是后来 魔祖大帝不知使用了什么手段 竟是将天魁给送到了仙玉 而仙祖夜天帝发觉之时 也派我去仙玉以致抗衡 但是在穿越虚空之中 我被仙鹿尽头的魔帝偷袭 致使神魂受损 缺失了部分记忆 而且 等我抵达仙玉之时 天魁已然恢复实力 我们原本都是准地境界的实力 但是虚空之中破碎法则之力弥漫 来到仙玉后 天道不全 实力都有所受损 彼时他是准地 而我只恢复到仙尊巅峰 我与他对了许久 最后仙族还是逐渐处于劣势 我只好舍命重创于他 最后以休眠之法恢复伤势 随后以一缕分魂周游时间 为防天魁完全恢复实力 再对仙族发起轻功 然后就是 你知道的那些事了 玄子清沉默片刻 随后很快理清了现状 总的来说 就是域外魔族轻功仙玉 而太古时期的叶天帝 以及诸位大帝 一同前往仙路尽头守护 不过在此过程中 魔族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 让准地天魁偷渡至仙玉之中 其后不久 叶家后人叶星渝也来到了仙玉 不过却只记得自己的使命 叶星渝与天魁 先是暗中博弈许久 一者将自身所学 赐予原本已经激进没落的仙玉叶家 那些都是无力前往仙路尽头的叶家移民 实力天赋自然不高 但在叶星渝的相助之下 叶家很快又成为了仙族的主力 而天魁相较于叶星渝 他来到仙玉的时间更早 也见证过太古末年的辉煌 彼时叶天帝前往仙路尽头 一众太古凶兽和仙族残余大帝厮杀不止 最后禁数陨落 天魁折服许久 以魔血混杂着太古凶兽之血 改造了仙玉许多仙修与兽族 最后形成了如今的魔族 长久地分庭抗礼之中 叶星渝自知难敌魔族 于是只好舍命搏杀天魁 天魁重创 叶星渝也陷入沉睡 再到如今 一切了然 玄子轻点了点头 询问道 那仙路尽头怎么去 叶星渝硬道 可以走我当年下来的那条路 也就是北域的雷海 雷海 对 雷海是仙路尽头 巫族原来的势力 其与仙路尽头交界 不过路途极长 期间雷霆法则遍布 以我们的剑舟速度 即便全速前行 也要起码大半个月的时间 玄子轻眉头一皱 大半个月 他等不及 玄子轻摇头道 那就算了 我们不走雷海 叶星渝神色一致 不走雷海 那我们走呢 玄子轻回头望向忠欲方向 淡淡到从虚空裂系之中 硬穿过去 第202章 硬闯虚空裂系 硬闯虚空裂系 你疯了 叶星渝一口回绝 虚空裂系之中 遍布着各种破碎的法则乱流 即便是准地境界 也没法硬闯的呀 玄子轻神色平静无波 与其不容置疑无妨 我们实力不比准地要差 天魁就只有那种水平 那法则乱流也不过如此 况且 我们还有断月和这阵魂灵 通过虚空裂系 应该没问题 叶星渝瞥了眼阵魂灵 他眉头一皱 猛然想起来些什么 阵魂灵 我想起来了 那是灵帝大人的宝物 当初就是他用阵魂灵 护佑着三道真灵转世 也就是炎帝 巫祖 还有灵帝三位先帝的后人 玄子轻目光一宁消雨 灵言和朱清云 叶星渝点了点头没错 玄子轻眉头一皱 这是不是有些太巧合了 任谁都能看出 他们的相遇 似乎存在着某种猫腻 但是现在时间紧迫 玄子轻无暇细想 他手掌一翻 镇魂灵显现而出 玄子轻看着镇魂灵 低语到既然镇魂灵 能够帮助他们真灵转世 那应该也可以 让我们穿过虚空裂系 叶星渝张了张嘴 他担心玄子轻的安危 本想反驳 但他想着 既然玄子轻的真正实力 已经超越准地 而他又这般急切 那就一切都听他的吧 于是 叶星渝也点了点头 二人商议已定 玄子轻朝着山道下方 能就瞠目结舌的灵尊 喊道灵尊道友 镇魂灵 我们就拿回去了 你好自为之 随后 玄子轻和叶星渝踏上剑舟 瞬息之间就不见了踪跪 只留下呆若目击的密宗宗主灵尊 一人独自在风中凌乱 他密宗的镇山之宝 镇魂灵 就这么说 拿走就拿走了 灵尊人猛了 不到半日时间 仙魔战场 虚空裂系之下 虽然浪费了几乎一天的时间 但是玄子轻 也获得了能够横渡虚空的保障 有了镇魂灵在 不管此行有多凶险 至少活着抵达仙路尽头 应该不难 玄子轻先找到萧家老祖 他解释了一遍 有关先路尽头的详情 交代好一切 随后玄子轻和叶星渝 来到了断月之前 高空之上 断月化作千米巨剑 硬生生堵着那虚空裂系 不让其闭合起来 玄子轻深呼一口气 他与叶星渝对视了一眼 随后二人同时微微汗手 准备就绪 然后玄子轻信手一招 断月骤然缩小至 约莫十米长度 瞬间飞回了玄子轻 和叶星渝的脚下 而那天穷之上的虚空裂系 也立刻缩小 眼看着即将愈合 这时 叶星渝抱紧着玄子轻 二人立于断月之上 如一道灌热的白红 瞬息之间 冲进了裂系之中 在众仙的眼中 这一幕就像是天外飞仙 格外引人注目 后来这一幕 也成为仙魔大战的参与者 在酒楼之中 茶余饭后的谈资之一 断月承载着叶星渝和玄子轻 二人急速冲入了虚空裂系 玄子轻环顾左右 周围是一片苍白的虚无 几乎不见任何景致 周围一缕缕玄妙的气息 在四处游走 那想必就是叶星渝所说的 破碎法则乱流 那是地级强者死亡之后 留下的禁忌之力 这些破碎的法则 需要无比久远的时光 才能磨灭 而这段时间之内 他们就会游离在 仙路尽头与仙狱之间 成为妄图抵达 仙路尽头之人最大的障碍 叶星渝目光一沉 这里的破碎法则 比至我当年不减反增 看来这些年仙路 尽头的战斗更为激烈了 要不 我们回 玄子清没有回应 只是默默摇了摇头 来都来了 怎么可能就此退缩 他伸手探了一下 其中的一道法则 然而 当他手掌触及法则的一瞬 他的皮肤上 竟是瞬间起了一层白霜 随后一缕冰尘 从他的食指指尖 迅速攀附上身 玄子清目光一凝 立刻自断一指 这才打断了冰尘的扩散 很快 他的手指痊愈 对于先尊巅峰 或者说算是准地级别的强者而言 只是重塑手指 尚不算什么难事 玄子清对法则之力 多少有了些更为清晰的认知 天魁当时是借用了 先路尽头某尊摩地的力量 那种法则不死不灭 算是法则之中比较被动的一种 所以 玄子清当时 对法则的认知尚不全面 而这冰尘给玄子清的感觉就是 法则是一种更为上位的存在 都说大道无形 那法则就可谓到的一种巨线 它可以轻而易举地侵入玄子清的身体 这根本不是先灵力 或者肉体繁胎 能够阻挡的力量 而且 这只是破碎的法则 可见完整的法则 究竟是何其强大 玄子清不敢再拖大 他召唤出镇魂灵 轻轻一摇 镇魂灵摇响之后 铃声竟是驱散了四周的破碎法则乱流 尽管如今的虚空裂系 比之太古时期更为危险 但当时无人催使镇魂灵 而现在镇魂灵落入玄子清手中 其能力也相较此前更强 不过现在看来 如若当初玄子清没有去一趟密宗 就这么莽撞地冲进虚空裂系 那恐怕是必死无疑 好在现在有了镇魂灵 他们这才安全了 呼 这样就应该可以通过虚空裂系了 玄子清手摇镇魂灵 脚踏断月 带着夜星鱼冲过虚空裂系 如入无人之境 而夜星鱼紧紧抱着玄子清 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 不知道为什么 抱着玄子清的时候 他就能感受到一种难言的可靠 好像什么都不用考虑 也什么都不用担心 只要将一切都交由玄子清就好 二人很快就穿过了虚空裂系 终于抵达了线路尽头 而此时的线路尽头 那道骷髅头带着天窥归来 至于朱青云和肖宇灵言三人 他们是被骷髅头 用空间法则给传送走的 不过当空间法则遇到了 虚空裂系的法则乱流 则是出现了难以避免的偏差 所以他也不知道 朱青云三人现在身在何方 骷髅头粗暴地丢下天窥残躯 以魔器形成画像 朝着众魔冷声道 立刻全员出动 给我找到这三人所在 是 与此同时 仙玉 一道飘然的神魂 出现在虚空裂系之旁 此时的虚空裂系 却已经完全封闭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虚空裂系 一言不发 随后悄无声息地消散于天地之间 如果方才有人注意到这旅神魂的话 他们大概会震惊无比地发现 那神魂的面貌 竟是与玄子青一模一样 第203章 不死山仙路尽头 这里是一片荒迹的虚空 一片片破碎的大路飘零沉浮 唯一肉眼可见的下角的 大概就是远处那座魔器缭绕的飓风 不过那里显然是魔族的领地 玄子青也不敢贸然进前 而且就玄子青目力所及 那座飓风之上 缠绕着浓郁的法则之力 绝非他所能够匹敌 玄子青处于谨慎 小心地远离那座飓风 他仰头环顾四周 仙路尽头 时而白雾飘渺 时而心灰点缀 感觉很不真实 叶星渝顺着玄子青目光望去 在旧景的刺激下 他隐约又似乎想起了什么 这里 这里好像叫不死山 是黑黄魔帝所占领的禁区 不死山 禁区 玄子青对此很陌生 于是追问道 难道不死法则 就是出于此地 二人躲在一片漂浮的陨石之后 叶星渝沉默片刻 解释道 好像是的 仙路尽头是仙玉天道的源流所在 这些禁区 都是在道义经年累月的冲刷下 才得以形成 而每一个禁区之内 都郁郁着一种或多种法则 一般而言 只要完全领悟 与掌控了禁区之中的法则 那就意味着 可以动用禁区的力量 只不过能领悟法则的 只有真正地级的存在 赤兔阁地址 替欧太古先族的地级 所以双方才从太古对峙至今 玄子清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他现在修为仙尊巅峰 但是实力却堪比准地 如果对手的法则之力不太成熟 并且比较被动 就像是此前天魁那样 使用着半吊子不死不灭的法则 那么玄子清就有自信 借助断月将之挫败 不过这里是仙路尽头 能掌握法则的 大概都是真正的地级 那些地级的存在 怎可能会是半吊子 他们掌握多个法则都不稀奇 区区借用法则的天魁 自然不配与之相比 想到这里 玄子清忽然有个疑问疑 那天魁起不是也归属于不死山 叶星鱼摇了摇头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 不过当时救走他的 大概是魔祖的一缕神魂 他的地位应该没这么简单 原因玄子清也能够大致理解 天魁能在法则不全的先遇 迅速回到准地境界 甚至能够借用禁区的法则 暂时躋身魔帝之位 他的天赋在魔祖之中 恐怕一点也不差 甚至魔祖可能对他寄予厚望 希望他能够成为魔祖下一个魔帝 打破双方军事的格局 那天魁可能确实不在不死山中 如此一来 情况就大致清晰了 玄子清稍加思索 心道总之得先探听情报 一方面尽快找到他们三个 另一方面 也要尝试先自行突破准地 通过找到朱清云和林延来提升修为 在如今的情况下 未免还是太堵了一些 玄子清必须给自己背好后路 以免出什么事故 玄子清稍加思索之后 与叶星鱼交换了一下意见 二人议定 不过该如何找到仙族势力 以及寻找萧鱼等人所在 这一点玄子清尚无头绪 正当他困惑之时 身后却忽然传来一股强盛的威压 玄子清和叶星鱼猛然转过身 随后看到了一只比人还大的狗头 糟了 难道是被魔族发现了 玄子清目光一凝 立刻唤出断月 见光一闪 大眼泛天见不假思索的瞬间斩落 然而那黑狗竟是抬起肉爪 硬生生挡下了玄子清的这一剑 玄子清目光一凝 而黑狗同样是正主了 二者相视一眼 倒是黑狗率先开口 你小子是仙族 玄子清没有跟黑狗废话 他高举断月 残碎的法则之力骤然汇聚 眼看着就要披落 不过黑狗却忽然缩小身躯 急切到停停停 自己人 自己人 别打 玄子清神色一致 他一时间还真的有些迟疑 因为这黑狗的表现确实不像是魔族 他此前所见的魔族 都必然会毫不犹豫地与他交战 不可能一开始就喊停手 但是玄子清细细一想 这里可是先路尽头啊 那此方魔族 自然与先遇的有些差别 说不定更机灵一些呢 这样一想 玄子清悄然传言叶星渝 我们一起出见 叶星渝与玄子清对视一眼 默契地点了点头 随后二人同时起见 大眼泛天见骤然斩落 则 你们两个怎么不听人话 黑狗急忙抬起肉掌 这急忙慌地接下来二人的剑招 大眼泛天见的剑气 在黑狗的爪子上 留下了一道白痕 不过很快就恢复如初 没有丝毫痕迹 玄子清顿时 回想起了天魁 那不死不灭的法则 他目光见了 沉生到你用了不死删的法则 还说自己不是魔族 黑狗顿时愣住了 他气得只咬牙 极力辩解到我不是 我没有 你别瞎说 这是我先帝级的肉身 带来的效果 才不是什么不死不灭的法则 倒是你 明明用着叶家的大眼泛天见 怎么可能连我黑帝都认不出来 玄子清正要不管不顾 再次出手 倒是叶星渝听到黑帝这个名讳 又隐约想起了什么 他立刻传音道等等 他好像的确不是魔族那边的 而且他刚才身上 没有环绕着法则光辉 也并无道义流淌 看起来真的是纯粹的肉身所致 玄子清闻言收住了剑 不过他架势可没有松懈 并未因此就放松警惕 黑狗见状 更是不满到不是 你们什么意思啊 不就是能学会大眼泛天见吗 什么时候见到黑帝都不行礼了 现在的叶家后辈都这么猖狂了吗 玄子清冷冷到我不是叶家人 哎呀 黑狗愣住了 你跟本地开玩笑呢 不是叶家人 还会大眼泛天见 还是两个人都会 什么时候大眼泛天见都成的贪货了 况且玄子清和叶星渝明显是两个活人 这偌大先路尽头 除了诸位先帝以外 理应只有叶家上存活人了才对 黑狗全口大张 满脸疑惑不解你不是叶家人 那你是谁 玄子清面不改色 淡淡开口问别人身份之前 最起码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第204张黑狗大帝 黑狗也不服气 他堂堂黑帝 什么时候问别人名号 还要被反枪一口了 这事跟谁说理去 你想看的小说 都在赤兔阁给你下载好了 他满心不愤 但最后还是一脸屈辱的 选择了回答玄子清 他抬起狗头 傲气十足道哼 本座行不更名 坐不改姓 仙族大帝 黑帝视野 玄子清一脸美好气地看着他 叶星渝也尴尬地瞥了两眼黑帝 还是什么都没能想起来 这自我介绍 跟没介绍也没什么差别啊 玄子清无奈之下 只能靠着自己 对先路尽头仅存的一丝丝了解 追问到黑帝 你修炼的是什么法则 出自哪个禁区 问题出口 气氛忽然陷入死寂 黑狗张着嘴 似乎是想诉说着什么 但最后又心虚地咽了回去 他沉默两久 终还是 聂如道本 本地 本地是无根飘平 流浪先入尽头 至 至于法则 不会 这一生 不会就要比此前的那一句话 可洪亮太多了 俨然一副理直气壮 理所应当的样子 玄子清这会儿 终于直起了腰板 就连语气都多了几分底气 他戏谑道 不会法则你还自称黑帝 你吹什么牛呢 黑狗抬起剑硕的前掌 支支吾 色力内忍地说道本 本地又深远超一般魔地 无需法则 也可以与魔地抗衡 七 吹吧 你就 玄子清嘴上吃笑 但是心里却是相信了几分 因为黑狗的确用肉爪 应接下了他的权力一击 至少单就这点言 他可要比此前准地层级的 天窥墙太多了 不过就黑狗没有所属禁区这一点 倒是有些可疑 这先路尽头可是一片虚空 只有法则禁区才能给予一些立足之地 因此黑狗多半是有归宿的 只是不愿意透露 不过既然黑狗的确是先族这边的 至少善恶不太需要质疑 因为先帝们在先路尽头 横积于外魔族 苦战数年之久 至少都是为先族着想的 玄子清收起断月 这才低声问道 那狗兄来这不死山又是为了什么 这里应该是魔族的领地吧 黑狗咬牙切齿 什么叫狗兄啊 谁是你狗兄啊 我堂堂黑帝就这么被套近乎了 但是他又真的挺好奇 玄子清身份的 所以只能忍着没有发作 本帝黑狗神色流露出几分犹豫 后又抬头望天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斟酌措辞之后 黑狗这才解释到本帝 是来骑行魔族禁地 破坏他们后方资重的 玄子清竟然听懂了 说白了就是偷鸡摸狗 没错 不 不对 黑狗一不小心硬了下来 随后赶忙改口是关于外魔族 怎么能叫偷呢 这是在为仙族做贡献 而且 什么偷鸡摸狗 我感觉 你小子在侮辱本地 玄子清偏过头 压根就没有搭理黑狗 黑狗咬了咬牙 他几百年没遇到 这么让人生气的家伙了 但他最后还是顺从了 自己的好奇心 黑狗压低着声音 询问道 那你呢 我都告诉你我是谁 又来这里干什么的 现在轮到你说了吧 玄子清沉默片刻 他与叶星鱼目光交汇 二人神念交流了一会 玄子清是在询问叶星鱼 觉得此人可不可靠 能不能告诉他自己身份 叶星鱼则是回应玄子清他 我不记得了 只觉得 他确实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 而且 好像不是什么很靠谱的家伙 但是至少就告知身份这一点 应该是可以的 玄子清文言 也就如是说到我来自仙玉 仙魔大战之中 险些诛杀仙玉魔帝天魁 不过他却被一个骷髅头就走了 那骷髅头临行之际 还顺便拐走了我三位弟子 我现在在找他们 黑狗大张着嘴 震惊莫名 你是从仙玉来的 这年头还有人能从仙玉上来 雷海那条路不是已经废弃了吗 这你都能走过来 玄子清眉毛一条 雷海先路废弃 幸好他没有走那条路 而是选择硬闯虚空猎系 不然指不定还会有什么新的变数的 玄子清淡淡道 我们没走雷海 我们是从虚空猎系里硬闯过来的 穿过破碎法则乱流而来 黑狗闻言瞠目结舌 顿时满脸惊疑 虚空猎系 不是 你们连准地都未等 凭什么穿越虚空猎系啊 玄子清处于慎重 没有取出镇魂灵 而是挥了挥段月 凭他 黑狗眯着眼打量着段月 随后陡然一惊道气 不过他很快神色舒缓 摇头道 可惜道义博杂 并未成熟 也没有形成完整的大道法则 但要是只是帮你们度过虚空猎系 虽然有些难度 但也不是没有可能 黑狗终于算是相信了玄子清所言 不过这就 更让他大受震撼了 仙鹿镜头 已经千万年没有活人上来了 而且 仙玉和太古时期不同 为了抵抗域外诡异 仙鹿镜头的先帝们 不断抽取着仙玉的道义 因此 仙玉应该不可能再有人能够晋级先帝 甚至连踏入准地境界都没有希望 而现在 竟是有仙族跨越了虚空猎系 来到仙鹿镜头 这要是传到那帮老怪物耳朵里 估计比他还要更振奋一些 当黑狗冷静下来之后 他却忽然又想起了关键一点 骷髅头 等等 什么样的骷髅头 玄子清皱着眉头比划了一下 不过他也不好形容 最后 玄子清沉思片刻 冷静到 总之就是似乎能使用空间法则之力的骷髅头 整体看起来很虚幻 不像是有实体的样子 空间法则 黑狗神色骤变 他目光沉下 低语到糟了 看起来是封印出现了破绽 能在神魂状态下 除了魔祖也没有别人 玄子清文言 脸色也是一尘 倘若真的是魔祖结走了他的弟子 那他们恐怕是难以逃出生天了 黑狗很快安慰到放心 他毕竟是神魂状态 空间法则在乱流层 不可能稳定得住 所以 你的弟子究竟会落在虚空何处 恐怕他也没有把握 就算是直接落在先祖营地之中 也说不准呢 第205章 潜入不死山玄子清听到这话 也是大松了一口气 既然落点随机 那虽然情况仍然不妙 但至少这样就有生还的希望 总比被魔祖抓住要好 即便魔祖不将他们立刻诛杀 恐怕也会极尽折磨 那同样是玄子清不愿意看到的场面 玄子清冷静思索片刻后 又追问道 那最近的仙族势力在哪 仙灵 黑狗脱口而出 黑兄可否带我过去一趟 黑狗摇了摇头不行 我还得先完成任务呢 总不至于空手回去吧 所谓的完成任务 显然就是去不死山捣乱 玄子清看破不说破 他出来乍到 修为也不如黑狗 因此也不好抢逼着他 带自己回去 玄子清犹豫再三 又和叶星渝对视一眼 随后下定决心 我们跟你走一趟 相对的 一会你得带我们去仙灵 黑狗咧嘴笑道行 那咱们可算是上了同一条贼船了 玄子清看着黑狗那老不正经的笑容 总觉得这黑狗很不靠谱 但他现在也知道了 仙鹿尽头与仙渝不同 仙族除了叶家以外 再无活人势力 都是各个仙帝 只身横击魔族 因此他能依靠的人本就稀少 能遇到黑狗 已经算是侥幸 倘若就此错过 那就很难再找到 其他仙族阵营之人了 这般一想 玄子清也别无选择 而叶星渝渝 一向是听玄子清的 既然玄子清要和黑狗走 这么一趟 那他自然跟着 玄子清去啊 他就去了 哪怕是群魔乱舞的不死山境地 也在所不惜 不久后 不死山 一只黑羽凶琴盘坐山顶 深周缠绕着漆黑的魔眼 忽然睁开双眼 他是不死黑黄 是不属于仙玉的一种凶兽 也是魔族的眷属之一 不死黑黄听到传讯 心中自语 让我去寻找三个仙玉之人 他们不知道被传送至何方 奇怪了 魔族大人居然不惜消耗神魂 也要做到这种地步 他们三个究竟是何身份 而且 仙族的人 竟然能够来到仙路尽头 怪灾 千万年 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了吧 不过他们 也不是自己来到虚空的 而是由魔族大人的空间法则 所传送而来 这么一想就不意外了 就说嘛 仙族怎么可能 有人能够横渡虚空 天魁那小子 还在下面守着呢 不死黑黄正要起身 忽然又听闻传讯 什么 仙玉有强者 险些击毙天魁 不久后 或许也会来到这仙路尽头 这怎么可能 天魁可是准地境界啊 必要时还能临时晋升魔地 怎么会输的 这不合理 不死黑黄顿时觉得事情严峻了不少 他立刻吩咐不死山的魔族 小心戒备 并且以魔器汇聚成 玄子清禾 萧宇三人的面貌 传发给一众魔族 不死黑黄特意叮嘱 要时刻留意周围虚空 一旦发现 面貌与这四人相近之人 或者哪怕只是 活着的仙族 就要立刻回禀 因为仙族除了叶家以外 都是太古道 上古期间的战魂 并非活人 而叶家驻守祖地 理论上不可能来到不死山这里 倘若叶家之人真的出现于此 那恐怕也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大阴谋 不死黑黄身为真正的魔族 可跟那些用魔血开支的蠢货们不同 他精明得很 即便实力强大 也不会莽撞行事 因此 他将四人通缉看得很重 只不过 由于叶星渝当时在悄然养伤 所以并未被魔族所注意到 故而也不在画像之中 这时 玄子清 叶星渝 以及黑狗三者 已然来到不死山范围之内 玄子清刚一踏上这片焦土 顿时感觉到浑身不自在 似乎有股不可视的火焰 在不断灼烧着他的身体 让他浑身有种刺痛之感 黑狗瞥了一眼玄子清 解释道 这是不死黑黄的法则领域 原本不应该范围这么大的 只不过他的法则是从不死山获得 所以能够与不死山共鸣 因此才会这般夸张 那他岂不是一下子就能发现我们 玄子清眉头一皱 询问道 黑狗昂着狗头 一副很懂的样子 说明道当然不会 这是法则领域 又不是神魂 不死黑黄的神魂要是这般强大 那魔祖的位置就换他做了 玄子清捕捉到了黑狗话语的重心 于是话锋一转 询问道神魂对准地与地级很重要 黑狗神色一致 他没想到玄子清竟然这么机灵 他也就随口一说 玄子清竟然就发现了法则领悟的官窍 黑狗心里顿时升起一阵挫败感 要是他悟性也跟玄子清这么夸张 那还不早就晋升地位了 黑狗刚刚还高傲不可一世的气势 立马就粘巴下来 他耸拉着脑袋 没好气到猜得没错 神魂和悟性是在法则领悟中最重要的两点 神魂就像是容器 像是杯子 而法则就是杯中之水 只有你的神魂足够强大 你才能领悟更多 或者质量更高的法则 而悟性越高 再领悟法则的速度越快 当然 虽然说着简单 但实则能够领悟法则之人几乎不存 毕竟地级的数量 两个爪子就能数得过来了 玄子清点头已是了解 他环顾着这座漆黑的山峰 又追问道 那我们来这里到底干什么 黑狗见嘻嘻地咧嘴一笑 巧声道 当然是来打劫的 玄子清白了眼黑狗 果然 他听到所谓的脚乱后方时 就感觉不会是啥正经事 打劫什么 不死黄雨 黑狗一脸贪心 见笑道 那是不死黑黄褪去的羽毛 据说可以熬煮大药 生死人肉白骨 而且也能以黑黄膜盐淬炼肉体 效果拔裙 玄子清嘴角抽了抽 低声问道你就不怕给黑黄发现 人家可是魔帝 我们到时候怎么跑 黑狗这会儿竟是重振雄风 一脸骄傲到你 就放一万个心吧 我黑帝是啥体质啊 那是大帝体质 区区黑黄 怎么可能伤得了我 况且 打不过我们能跑啊 论逃跑 就算魔帝也不是我老黑的对手 第206章身份败露的 玄子清已经完全熟悉了 这位黑狗先帝 不懂法则 肉体蛮横 喜欢捣乱 闹完就跑 一个闲着宝贝满 虚空乱跑的形象 顿时立起来了 玄子清越发觉得 黑狗不靠谱了 你确定 我们在这不会被察觉到 黑狗白了一眼玄子清 笑道 哎 你就放一万万的心吧 我特意帮你们都掩饰了气息 就算魔族看到 也会以为 你们是同胞的 玄子清看了 远远处的魔族 又瞟了眼黑狗 再看了远远处的魔族 随后他疑惑到真的吗 可为什么那个魔族 这么直勾勾地盯着我们看 黑狗顺着玄子清目光望去 随后他也看到了 有个魔族正捧着一幅画卷 直勾勾地盯着他们仨 黑狗一阵愣神 不是 你瞅啥呢 他自己检查了一下自己气息 应该没问题啊 这可是先祖的偷天换日道文 以他的道文造诣 除非不死黑黄亲自前来 不然任谁都看不出伪装 在魔族眼中 他们三个应该伸周 缭绕着滔天的魔气 就跟一尊尊魔族的准地 别无二致 那为什么会有魔族士兵胆敢直勾勾地听着他们 黑狗很迷惑 他故作张狂 对着那窥探的魔族 吼到你瞅啥 那魔族陡然一惊 甚至被吓得退后了好几步 他历历微惧 身子止不住发颤 随后竟是转身大吼队长 画像上的那个仙族 我找到了 声音回荡在山脚旁 黑狗愣住了 叶星渝愣住了 玄子清也愣住了 玄子清机械般别过头 冷声到黑胸 说好的除非魔地清零 不然我们身份不可能暴露呢 黑狗呆滞得大张着嘴 他也满脸迷惑 不 不应该啊 我这偷天换日盗闻 千万年来 可是从未失守过呀 难道是因为长久没有使用 水瓶有所退步 黑狗傻了 玄子清额角 轻筋搏动 他忽然有点微微的恼火 自己怎么就傻了巴基 信了这条黑狗呢 明明一眼看上去就贼不靠谱 他居然还敢踏上贼船 现在好了 这捣乱还没开始呢 他们身份就已经暴露了 很快 一个长着乌鸦头 以及黑色羽衣的魔族来到此处 他与仙玉的魔族 有着不小的差别 仙玉的魔族 大部分都是在凶兽和人形之间徘徊 而仙鹿尽头的魔族 即便人化 也是半人半兽 看起来血脉就要更强许多 先前大喊的魔族 攻身到压攻大人 就是他们三个 你看中间那人 是不是很像画像上的那人 那来自杜鸭一族的魔族 微眯着眼 随后猛然睁开 他原以为是自己属下在哗众取宠 毕竟魔帝大人 才刚刚下达通缉令 怎么可能这妖巧就找到目标 但当他看到玄子清之时 却完全能够确定 那就是魔帝大人勒令找寻之人 压攻邪魅一笑 目光中满是贪婪 然而玄子清神色微微一致 他听到了那所谓的画像 也看出了魔族的目标 似乎是自己 玄子清瞟了眼黑狗 果不其然 黑狗一改颓势 竟是在高傲地邪逆着他 那眼神似乎在说哼 我就说 不是我道文的问题吧 玄子清尴尬地撇了撇嘴角 随后淡淡道 你有什么好不满的 明明就是 你把我拉上贼船的 行了 先考虑之后该怎么办吧 这么大动静 万一惊动了不死黑黄 我们怕是就都走不掉了 玄子清才不相信 黑狗所谓的 跑得比魔帝还快呢 充其量也就是个准先帝 又没借住什么法器 怎么可能能够从魔帝手下逃出生天 黑狗对玄子清的态度一阵牙疼 为什么这人可以这么傲啊 还有 准地零钱 他为什么一点也不怕 明明就只是个先尊巅峰而已 黑狗忽然想要小小 报复一下玄子清 他故作紧张 沉生道 那个魔族队长也是个准地 而且拥有不死山的加持 很不好对付 你没有法则的力量 根本不可能斩杀于他 这样 我需要时间去勾了一个 能够限制住他的道文 这段时间 就交给你们两个拖住他 切记 我勾了道文时 绝对不能被干扰 所以你们一定要保护好我 危难关头 玄子清虽然知道 黑狗很不靠谱 但也没有过多怀疑 他凝神道星渝 你去保护狗子 我来对付这个魔族 叶星渝稍稍犹豫了片刻 但很快点了点头 没有推脱 至于黑狗 则是神色更加愤怒了一些 什么叫狗子 我堂堂黑帝 你竟然敢称呼我为狗子 黑狗怒了 他心里暗暗发誓 要看着玄子清被打个半死 之后再出手救他 不给玄子清一点颜色瞧瞧 他还能叫黑帝 玄子清可不知道 黑狗心里的盘算 他唤出段月 目光冰冷地看着鸭公 鸭公倒是乐了 因为他能够感知得到 眼前这个伪装出 魔族气息的家伙 其境界毫无花甲 显然是一个先尊巅峰 先尊巅峰也敢见止于他 这是谁给的自信 鸭公似笑非笑地 看着玄子清 他取出一把漆黑的绽毛 枪间对准着玄子清的胸口 鸭公轻蔑开口小子 你是魔帝大人指名要的人 我给你留一条活口 你要是不想受什么折磨的话 就自己给我送上来 否则的话 鸭公话还没说完 玄子清就高举段月 淡淡开口郭噪 鸭公笑一脸去 随之而来的 是难以言喻的暴怒 他的种族的毒鸭 寻常在魔族之中 尚未种族就经常嘲笑 他们一族郭噪吵闹 而玄子清这淡淡的两字 却正好戳中了鸭公的怒点 而且这句话 竟然不是从更强的魔族口中说出 而是由身为仙族 身为仙尊巅峰的玄子清说出 他眼瞳之中有魔盐灼灼燃烧 一缕凶利的魔气 缠绕上那把漆黑的绽毛 散发着太古时血与火的黑暗气息 然而玄子清全无畏惧 甚至并未有丝毫动容 他只是竭尽全力的引动出段月之中 蕴藏的残碎法则之力 随后 淡淡开口大眼 犯天剑 第207章不死的魔族法则之威 缠绕在剑气之上 悍然斩落 段月与战矛凌空对撞 爆发出一股极强的威势 气浪暴散 黑雾蒸腾 烟尘四起 而当沉烟散去 玄子清却一手背负身后 一手轻飘飘地握着剑柄 俨然一副云淡风轻 满不在乎的样子 而那杜鸭魔族的身体上 却多出了白痕 白痕之中的法则之力 肆意摧残着他的生机 不出玄子清所料的是 鸭公身在不死山 果然能够借去部分的不死法则 只不过 他自愈的能力 相较比识仙玉的天魁 要显得更弱几分 因此 大眼梵天剑斩出的白痕 如珠网般迅速蔓延开来 眼看着就要吞没鸭公 鸭公骇然失色 他满脸难以置信 对自己胸口的裂纹 感到无与伦比的震惊 这个通缉上的青年 明明只有仙尊巅峰的修为 但实力却竟然远超于他 自己虽说没有权利出手 但是也并未疏忽大意 然而即便如此 他却仍然被玄子清一剑重创 这太夸张了 叶家何时有这般强者 而且 那剑法显然就是叶家的大眼梵天剑 可叶家只有极少数准地才会这招 怎么出现能使出 大眼梵天剑的先尊巅峰了 鸭公在与叶家交锋之时 有遇到过叶家强者 甚至亲身接下过大眼梵天剑 因此他可以确认 玄子清的大眼梵天剑 比他所知任何人的层次都要更高 这样就能够理解了 怪不得不死黑黄大人 要通缉此人 鸭公放弃了抵抗 他身上的裂纹迅速蔓延 一道道魔血飙洒而出 但他嘴角却微微上扬 似乎并没有哪怕一丝一毫 对死亡的恐惧 玄子清眉头微皱 难道他 还有什么底牌 不过无所谓了 即便他还有底牌 也不会有机会使用出来 玄子清举起段月 淡淡到大眼梵天剑 剑光一闪 若白红惯日 疏忽间穿过鸭公的身躯 但鸭公却像是感知不到疼痛 他得意笑道 黑黄大人已经查知道你的存在了 你 完了 随后 他的身形骤然绷解 消失无踪 玄子清目光淡漠 就像是做了一件在西松平常 不过的事情一般 叶星鱼也是微微一笑 虽然神色没有多打波澜 但是打心底里 为玄子清骄傲 然而 黑狗却是大张着嘴 整个狗头都僵直住了 玄子清赢了 一个仙尊巅峰 赢了拥有不死山加持的魔族准地 这当真不是在演戏 不是在开玩笑吗 即便以黑狗无比久远的见识与认知 都没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而且 玄子清还是从仙玉所来 体制本就不可能比得过 在仙路尽头 淬炼无数年岁的魔族们 黑狗从未想过玄子清会赢 他原本的构想是 让玄子清上去吃扁 去挨一顿毒打 之后 自己再出手救他 这样 他不仅能找回面子 还能以玄子清的救命恩人自居 但是结局实在是太出乎了他的意料 黑狗震惊之余 则是一脸尴尬 计划泡汤了 而且 还有更严峻的问题出现 黑狗回过神 哭丧着狗脸 爱生到完了呀 我的小祖宗 你怎么把他弄死了 玄子清收起断月 他皱着眉头 看向黑狗 一脸迷惑他是魔族 我不弄死他弄死谁 倒是你 身为仙族阵营之人 居然为魔族哭丧 黑狗哀嚎到我哪是为他哭丧啊 我是为咱们哭丧 你怕是不知道 魔族在先路尽头 有着这样一句话 魔族不死 魔地不灭 黑黄不死 万魔不灭 玄子清眉头微皱 疑惑到什么意思 黑狗仍旧在急切地酝酿着什么 他一边叙事 一边解释到你知道这里为什么叫不死山吗 不仅是因为 这里萦绕着不死不灭的法则 更是因为 这里能够给整个魔族 都带来不死的加持 在这先路尽头 没掌握一个禁区 就能对所有同族师已禁区的家户 而不死山的家户就很直白 就是不死 刚才那个都鸦族的准地 虽然被你所诛杀 但他神魂实则寄宿在不死山中 很快就会重生复活 除非杀死黑黄 夺取不死山的控制权 不然我们永远不可能剿灭魔族 玄子清和叶星渝 神色凝重地对视一眼 没想到 这先路尽头的情况 竟是如此复杂 或许这就是法则的作用 先路尽头 汇聚整个先遇的道义源流 因此孕育出这些法则禁帝 禁帝之诡异难以言喻 绝非常理所能够揣夺 玄子清这时算是明白了 再用先遇的目光来看待此处 肯定是会吃大亏的 就像是方才的杜鸦族鸦公 他虽然不像是天魁那样 能够暂时法力加深 但有了禁帝的家户 实力也不逊于天魁多少 而魔族不死的特质更是难缠 这不仅意味着 先祖没办法彻底消灭魔族 更意味着 他们可以汉不畏死 自知不会生死的魔族 可以无惧一切地冒死拼杀 这样的魔族 其恐怖程度不言而喻 玄子清回过神 并未有任何悲观 杀不死就杀不死呗 反正手下败将一个 见一次杀一次就行 况且他只是神魂不灭 但兵刃假咒都不会再生 玄子清拾起战矛 将之与断月相处 断月肆意蚕食着战矛 其上道义流转 位阶隐隐又变高了几分 玄子清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咦 仙鹿尽头的兵器 好像都附着着一些法则碎片 恐怕是因为这些战兵 在仙鹿尽头洗礼了许久 因此才得以蜕变 不过这么一来 虽然我尚未掌握法则 但是断月可以啊 一念即此 玄子清爪问道行了 不是说要搞破坏吗 魔族军蟹库在哪呢 黑狗愣了愣神 怎么回事 玄子清不是刚刚还很不情愿吗 怎么现在突然变得这么积极了 但是计划恐怕不能照常进行了 黑狗摇头到去不了了 黑狗神色凝重黑黄恐怕已经赶来了 待我凝出神性道文 我们就得立刻跑路 第208章危局与交易玄子清略有疑惑 询问道跑路 那个毒鸭族准地 应该没那么快复活吧 我们尚有时间 黑头白了一眼玄子清 倒用不着等他复活了 他可是不死山直系 又恰巧在不死山禁区范围之内死去 他这么一死 不死山法则波动 黑黄定然能够查知道我们的存在 所以我现在一直在克制气息 小心勾勒道文 不然一旦被黑黄发现 我们想走都走不掉了 然而他话音未落 一股凶利的威压骤然降临 先祖鼠辈 竟敢潜入我不死山 一只身缠着漆黑火焰的凤凰 拍打着双翼 于天穷之上俯视着玄子清三人 那是不死黑黄 是魔族地位之一 也是不死山禁区的执掌者 黑黄魔言不息 不死不灭 是先祖的一大劲敌 黑狗心道糟糕 顿时不再掩藏气息 勾勒道文的速度变得极快 可注意到了黑狗 是你 他记得这条黑狗 这条黑狗并非先帝 但实力却不逊于先帝多少 黑狗虽然不在 先祖正规编制之中 但是经常在魔族领地内 偷鸡摸狗 让魔族军队是一阵头大 毕竟魔族虽然可以通过不死山法 则无限复活 但是那些战兵都不可能再生 因此 黑狗在魔族必杀榜单上 甚至高过先祖的部分先帝 可见魔族对黑狗恨意有多深 黑狗善善一笑 老不要脸的仰头搭话鸟哥好啊 好久不见了 黑狗听到这一称呼 顿时凶枪之中 一阵恶火熊熊燃烧 他暴怒难以自意 正要全力出手 然而眼角的余光 却忽然瞥见了玄子卿的存在 黑狗瞳孔皱缩 这 这不是魔族大人 给我画像上的那人吗 就是他在先狱之中 打败了法则加身的天魁 魔族大人 预测他过不了多久 就会来到先路尽头 却不曾想 这家伙竟然这么快就已经到了 这是魔族大人要的人 我不能这么下死手 魔族从太古侵略至今 彼此之间知根知底 尽管魔族没有说 为什么要选子卿 但是黑狂其实心知肚明 魔族被先祖大帝所封印 二者相互撤走 因此 都只能以神魂姿态领导战局 魔族虽想以神魂夺舍 但是魔族和先祖 都没有适配的区窍 境界太强的 以魔族神魂 就无法完全夺舍 境界太弱的 又没法承载助魔族的强大神魂 然而玄子卿不一样 他只有先尊修为 实力却完全足以容纳魔族神魂 即便他是先祖 也无所谓 因为魔族想要改造血脉轻而易举 只要得到玄子卿的躯体 那魔族就会多出一员 无可匹敌的绝强者 那会是 能够颠覆战局的变化 黑黄星之 这次任务之重要 因此稳重了下来 而黑狗倒也机灵 他瞟了一眼这小子 之后就停手了 好家伙 看来这小子很被看中啊 之前的画像也是 他能够 让黑黄都如此上心 那恐怕是魔族想要的人 黑狗如此心想着 记上心头位 小子 我们干一票大的 怎么样 玄子卿瞟了一眼 老不靠谱的黑狗 当即拒绝步 他多机敏啊 还猜不到这头 贪心老狗想的什么 肯定是想拿自己当挡箭牌 但是段月 也有吞噬战兵的需求 如若这次只有玄子卿 自己一人 那他恐怕就冒险 接受了 可此时夜星渔在他身边 玄子卿断然不愿意 让夜星渔去犯险 所以 他不假思索的一口回绝 黑狗 又愣住了 不是 你小子怎么回事 之前明明回心转意了 现在怎么突然 又拒绝了 黑狗感觉自己 被人戏弄了一般 千万年来 他何时吃过这种瘪 黑狗一阵羞闹 随后选择了认所 他悄然传音到小子 你放心 我趁着刚刚这段时间 已经偷偷勾勒出了 三百枚神行道文 有神行道文在 即便是黑黄 也不可能追得上我们 而且三百枚神行道文 足够我们一口气 溜回仙灵了 只要回到仙灵 任凭这黑猫鸟 再怎么嚣张 我们也不会有事的 玄子卿哪会受到 这种蛊惑 他刚想拒绝 然而黑狗却一眼 就看出了 玄子卿的态度 黑狗一阵牙疼 老老实实把态度 放到了最低 爷 我喊你爷了好不 你想想 你要不跟我走 你没神行道文 你也跑不掉啊 玄子卿冷冷回应 你这神行服这么能耐 那你倒是一个人自己跑啊 黑狗的 黑狗发现了 哪怕自己聪明绝世 好像也比这青年略逊一筹 嗯 就那么一小筹 反正他想要 匡骗玄子卿 肯定是不可能了 黑狗只能老老实实解释到 我跑肯定跑得过 但是万一黑黄逼急了 就算追不上我也要 少我一屁股猫 那我肯定逼不开啊 要不这样 道爷 我这三百张神盾道文 给你们二百 再加上一百个神盾道文 护佑你们安危 还有这位你的道旅 本地会用最好的道文保护他 甚至帮他挡招都行 这样你总愿意跟我走了吧 然而玄子卿神色不改 甚至连一丝一毫的波澜都没有 他刚打算拒绝 但夜星渝却传音道 要不我们就应下来吧 不听他的 我们两边都走不掉 夜星渝之所以改口 主要是因为那一句道理 只能说 黑狗真有眼力见 舔得很到位 因此 夜星渝这才劝说玄子卿接受 玄子卿见状稍加思索 随后传音道渴 不过我还有要求 事成之后 我要你的道文勾勒之术 黑狗一阵牙疼 他竟然被一个先祖小辈 蹬鼻子上脸 简直是奇耻大辱啊 但没办法 为了盗取宝物 为了活命 这么好的天赐良机 他只能忍耐下来 黑狗咬牙道好 你放心 我黑帝说一不二 轻易可从不承诺什么 但现在我能跟你保证 只要你随我闯一趟宝库 之后回到仙灵 我必定倾囊相受 玄子卿这才略微满意地点了点头 淡淡到成交 第209章 不死山宝库二人一拍即合 黑黄悬浮于空 冷声道小子 如果你想活命的话 就乖乖束手就 然而黑黄话音未落 断月骤然间变得有千米多高 玄子清朗声道大眼 梵天剑 剑光斩落 结局毋庸置疑 当然是被不死黑黄 轻易给挡了下来 但是黑黄猛了 哎呀 这先祖胆子这么肥的吗 一个先尊 竟然敢对摩帝动手 还是在禁区的范围内 而且还没有先帝互道 不是 他凭什么 不死黑黄 整个人都猛圈了 感觉就像是还没从 闭关冥想中苏醒一般 甚至玄子清收起断月 竟然一副高傲冷漠的样子 轻蔑地看着黑黄 黑黄一脸呆滞 眼瞳中无名夜火 顿时涌了上来 老子给你脸 你就这么嚣张了 随后他看到 玄子清收起断月 淡淡一笑傻尿 黑黄震怒 他气息骤然暴涨 无边黑炎弥散虚空 方圆无尽范围之内 所有的一切 尽数被黑炎笼罩 俨然像是一片黑炎之海 黑狗眼皮直跳 他觉得自己已经很不靠谱了 没想到 竟然遇到了一个更不靠谱的 黑狗惊慌到不是 我让你去挑衅他 没让你这么激怒他 玄子清淡淡的放心 这魔族脑子看起来好得很 不会做傻事的 不出玄子清所料 黑黄魔器黑炎尽数爆发 眼看着就要对玄子清暴怒出手 甚至火焰逼近了玄子清 不过四五米的距离 但他却猝然收手 甚至吐出一大口黑血 气煞我眼 玄子清看着黑黄如此震怒 却是轻笑出声 他背负双手 俨然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怕什么 自己可是魔族点名要的人 即便出来乍到 但玄子清对魔族势力 已经有挺全面的认知了 至少从魔族 能够让所有魔帝复活这一点来看 魔族是拥有魔族之中的 绝对话语权的 没有任何魔族能够违逆 即便是黑黄 也不行 玄子清一脸平静地转过身 他拉起叶星鱼的手 随后一跃而起 坐在了黑狗背上 黑狗身子聚颤 怒声道你小子别得寸进尺 玄子清面不改色 冷声道恨 要不是我 你早成丧家之犬了 我们坐你身上 还能节省一些道文不适 还不动作快点 黑狗咬了咬牙 最后理智地选择了屈从 他的找缝中 慢意着流光 那是提前准备好的道文 神行道文 神盾道文 早起 黑狗话音刚落 道文骤然间爆发 两枚爪印大小的道文 忽然在半空中展开 释放出强横的法则之力 随后黑狗四足狂奔 若急风迅雷一般 瞬息没了踪影 而黑黄呆滞在原处 他吐尽会险 强行顺了顺气息 最后暴怒到 不死山所有魔族立刻集合 给我挡住这三个家伙 黑黄说着 顿时化作一抹漆黑的流光 追着黑狗而去 不死山高于千万米 而此时山腰之处 两道黑影相互竞逐 速度不相上下 黑狗有着神行道文的加持 再加上其体质 原本就不逊于先帝 因此显得很有余裕 然而黑黄却是卯足了劲 才追寻着黑狗的脚步 他吞吐着魔炎 试图阻拦黑狗的步伐 然而有着神盾道文的保护 不死黑炎 根本没法伤及三人 而黑黄又不敢全力出手 这样万一弄死了玄子清 那魔族那边 他又不好交代 黑黄气啊 千万年来 他何曾被这样气过 甚至他觉得 如果继续僵持下去 他恐怕要第一次尝试 被气死的滋味了 而此时黑狗背上 玄子清侧目瞟了一眼黑黄 安心了许多 他低声问道 看来他确实不敢应来 所以不死山宝库在哪 你找得到吗 玄子清并非如表现的那般笃定 虽然他对黑黄的心理 有着十足的把握 但是他却不能确定 黑狗到底靠不靠谱 主要黑狗之前出口太多了 显然是个不稳定因素 黑狗胸有成竹到放心 看我寻宝道文 说着 黑狗爪缝之间 又忽然蹦出一枚道文 道文顿时化作一个明黄色箭头 指引着宝库的方向 玄子清眉毛一条 这道文是个好东西啊 黑狗明明并非先帝 但却可以借此使用法则的力量 还能有珠般变化 这和他自己不是非常契合吗 玄子清知道自己的情况 他也不是没有尝试过 不依赖系统 自行晋级 但是很不现实 因为他的天赋太强了 因此 瓶颈也比常人要难无数倍 如果寻常先帝是需要掌握一个法则才能晋级 那他恐怕就算掌握了十个 也仍然会卡在准地境界 所以 系统这个开评器是必要的 但是道文就不一样了 道文不受境界约束 这一点从黑狗身上就能看得出来 玄子清有自信 只要他理解了道文的根本思路 那他的道文 绝对比黑狗还要更强许多 届时 他就算以准地之身搏杀磨地 或许也并非没有可能 这会成为 他找寻失落弟子的一大宝障 勾勒道文之法 玄子清势在必得 正思索着 黑狗已然顺着寻宝道文的方向 找到了不死山的宝库 这里在山腰之上 竟是离山巅凤巢 也不算多远 门口有一列重装魔族死死把守 然而黑狗道文爆发 一阵突突猛进 竟是就这么直接撞门而入 玄子清和叶星渝 原本都已经在汇聚见识 准备要出手了 但是看来 现在不需要了 玄子清脸色一沉 冷声道你这黑狗实力不赖啊 之前还让我上去 帮你拖延时间 嗯 我看你是想看我吃别吧 黑狗善善一笑 现在玄子清可是他挡箭牌 他哪里敢招惹啊 黑狗尬笑道道爷 这不是老黑我当初有眼无珠吗 嘿嘿 道爷放心 没下次了 肯定没下次了 以后 您就是我清哥 玄子清一脸嫌弃别 你是狗 我是人 少跟我扯观想 黑狗磨了磨牙 尴尬到无地自容 好在三人已经来到宝库 这份尴尬 很快就被满目琳琅的珍宝所掩去 因为 这宝库里的好东西 实在是太多了 第210章道石 与道气不死山宝库打开 其内的物件与仙玉大不相同 都是一些破碎的陨石 不过陨石之上 却缠绕着星星点点的法则光辉 还有堆积的战兵与甲咒 有些特别的是 那些弥漫着道义法则的陨石 都被摆成了一个个环状巨坑 而那些透露着沧桑古朴意味的战兵 却置放在深坑之中 似乎在借此淬炼道义 也就是破碎的法则 玄子侵蚀起一枚小型的陨石 询问到这是什么 黑狗一边四处搜寻着 一边快速解释道 那是道石 在先路尽头挺常见的 这里是一片虚空 无数禁地与破碎陆地沉浮 禁地之所以称为禁地 正是因为虚空中的道义运染 使之生成了某种特别的法则 法则成 则禁地成 而法则不成 那就是所谓道石 道石内蕴含着道义 也就是所谓的破碎法则 你之前不是从虚空裂系来的吗 这道石里封禁的力量 就跟虚空裂系那里差不多 它可以帮助先帝摩帝 更快领悟法则 也能加深对法则的掌控力 道石同样也能相助准地参悟法则 不过嘛 到底能有多大用 你看这千万年来 两边地级食之可数也就明白了 其实还是看个自悟性如何 玄子清大致了然 他试图以虚弥界收纳道石 不过道石都是虚空运行 其重量极为夸张 虚弥界虽然容量足够 但沉重却是有限 玄子清思来想去 于是决定用断月吸收道石中的破碎法则 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道石应该也能算是天才地宝吧 想来是可以的 不出玄子清所料 断月触及道石的一瞬 顿时有一股道义化做苍茫的虚幻气流 挥入了剑刃之中 断月的剑刃顿时变得光洁了几分 骑上流淌着玄妙的法则光辉 看起来离掌握法则更近了一步 黑狗脚步一致 他愣神看着断月 惊呼道你这仙兵有点古怪啊 居然能主动吸收道石之力 就跟在修炼一样 我看他完全有晋级道气的前置 玄子清威或道道气 黑狗回过神 又开始扒拉宝库 急急应道道道气 就是内涵法则的器物 这东西在仙路尽头还算挺多的 毕竟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法则 与仙魔不同 仙魔想要领悟法则极为困难 但器物可以很轻易地沾染上法则之力 只不过上限都不是很高 不过道气 依然是很不错的战略资源就是了 玄子清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随后转问道 那你现在又是在找什么 黑狗头也不回 应道黑黄宝药 黑黄宝药 就是黄语 黄鞋 黄泪这些 都是疗愈生机的好东西 玄子清神色略有不解 可不死黑黄不是魔族吗 他的真邪你要来能有什么用 黑狗这时一改颓势 得意道 这你就不懂了吧 黑黄曾经也是先族一员 他原是太古时期的白鸟之王 真黄一脉的传承者 但是后来 他想要与夜天帝争夺地位 结果险些被打得神魂俱灭 生死盗销 哼 当年的夜天帝 可不比我好多少 那下手叫一个众啊 直接给真黄毛都给扒光了 后来魔族入侵 真黄为了复仇 自愿归入魔族 被摸写童话后 才变成如今这幅面貌 他的血液中虽有博杂 但是原本的药效 一点都不会减弱 只要驱除杂质 那效果甚至比原本的真黄金血 还要更好一些 玄子清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心中了然 但他的目光忽然瞥向黑狗 淡淡开口等等 你这也是一身黑 该不会 黑狗当即猛的一个回头 愤然到本地 就这个毛色 就算战死 也不可能加入魔族 玄子清挑了挑眉梦 他感觉自己 好像戳中了黑狗的痛点 才让他这般愤怒 不过至少他现在知道 黑狗虽然一副 很不靠谱的样子 但起码不会背叛 二人搜刮宝库这期间 千百魔族已经尽数抵达 蜂拥而入 而黑黄之所以没有进来 是在权力施加不死黑炎 封住这片区域 断绝黑狗逃脱的可能 简而言之 就是瓮中捉鳖 或者更形象 一些来说就是关门打狗 黑狗神色焦急 他根本就不想搭理那群喽啰 毕竟这些魔族杀又杀不死 如潮水一般 很是凡人 喂 你帮我守一会 我非要找到保药藏哪不可 事成之后 你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我都能给你 玄子清没有回应 他在冷静观察着那些魔族 他们修为大多 也就是魔尊巅峰的样子 其中有少数的准地气息 不过胜在数量繁多 这样的战况 虽然有些难缠 但也不算有多棘手 问题在于 断月吸收这些道石 也需要时间 这可比帮黑狗 找保药重要多了 玄子清稍加思索 传引到魔族搬运到时 都是用什么搬的 黑狗急促引到昆云带 那是太出骨矿里虚空之兽 云昆的卫带所造 可容纳天地万物 玄子清眼前一亮 终于是 接下了黑狗的委托行 那你去找保药吧 这里就交给我了 黑狗愣了愣 他心想着 玄子清的思维 怎么总是这么跳脱 前一秒还犹豫来着的 后一秒就欣然接受了 不过他也没有这个余力多想 赶忙真心称谢 之后便继续四处搜寻 而玄子清 却是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他如闲庭信部一般 竟是直直走向 朝涌而来的魔族部队 众魔停下脚步 其中为首的那一批强者之中 赫然有些此前 被玄子清所诛杀的 那个杜鸦族魔族的身影 鸦弓同仁中血丝密布 他手指着玄子清 狠狠到怎么 现在想到投降了 哼 老子告诉你 现在投降 晚了 黑黄大人只说要活的 那我就扒了你的皮 抽了你的筋 让你也体验一下 半死不活的滋味 玄子清将断月 从一旁的道士之中拔出 倾笑到谁说 我要投降了 第二摇腰章 就当自己家压功愣住了 众魔也神色一致 这不投降 众魔甚至觉得 是不是玄子清在隐瞒修为 但他们想到 黑黄大人就在外面 没有人能在黑黄大人面前 遮掩修为 即便是先帝也不行 而大帝就更不可能了 因为先族魔族 都只有一尊大帝而已 一边是叶天帝 一边是魔族 二人相互撤肘 相互制约 都完全没法自由行动 因此 玄子清毫无疑问 就是个先尊巅峰 甚至就连准帝都不适 这样的实力 也胆敢直面万魔大军 是不是太嚣张了些 但群魔此刻 却是真的有些慌了 因为他们知道 玄子清肯定杀不得 黑黄大人要活的 因此他 才会有恃无恐 有所倚仗 玄子清神色古井无波 一人直剑 缓步上前 而群魔竟是小步后退 甚至退到了宝库的入口处 这样的场面 着实震撼 宝库之外 传来了暴怒的吼声 谁再敢退一步 本地让他神魂受不死 黑炎万事灼烧 此话一出 群魔顿时浑身一颤 再也不敢后退半步 为首的压攻 双目充血 当先吼道都怕什么 他不过是区区先尊 而我们有数十位准帝 他是叶家人 用的是叶家的大眼 犯天剑 我们只要把他的剑给夺了 缴械之后 还不是只能让我们宰割 群魔细细一想 好像还真的是这么一回事 反正只要缴械就行 控制住玄子清 再费了他行动能力 这样 即便他再怎么有恃无恐 也没有反抗的余力 群魔顿时振奋起来 悍然冲向玄子清 他们是不怕死的 他们只怕打死了玄子清 然而玄子清毫无惧色 他倾笑着淡淡开口 就等你们来呢 大眼 犯天剑 话音未落 段月迎风暴涨 顿时变成了一把千米巨剑 不死山宝库无比壮阔 因此 完全能够容得下巨大化之后的段月 段月之上见光暴涨 还顺带吸收了不少道石的力量 他裹挟着破碎的法则乱流 悍然挥向了一众魔族 魔族虽然亚于段月的变化 但实则心里极为不屑 一个区区先尊 也敢对他们动手 我们怕你是因为怕下手太重 怕一不小心杀死你 真以为我们是打不过你 魔族们一个个心里吃笑 他们神色不屑地催动魔宫 舞动着魔兵硬汉段月 然而当段月进前 他们才察觉到了异常 这 这是破碎法则乱流 怎么和虚空烈系那里一样 可恶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宝库里出现了法则乱流 不可能 区区先尊 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一众魔族惊慌失措 他们震悚之余 却一步都不敢后退 因为黑黄大人的话是绝对的 黑黄大人说了 只要后退一步 就要神魂遭受不死黑炎的万事折磨 这种痛处 足以让人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往前是死 往后是折磨 他们除了汉不为死地迎上段月 根本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倒是让玄子清有些意外 不过玄子清也不会因此 就手下留情就是了 那些法则乱流 都是道石中的力量 一来段月刚刚吸收道石的力量 还尚未消化 二来现在的段月虽未成道气 但也能临时引动道石之中的力量 在段月骤然变大之后 这种干涉力也扩大了无数倍 因此才能模拟出虚空烈系的环境 引动这么一大片夸张的异象 不过由于这股力量气势过强 所以玄子清也有些难以掌控 虽然能够勉强挥出 但要说收力 他却做不到 段月裹挟着法则乱流 以山呼海啸之势横扫而过 而实力够强的魔族 直接被千米长的巨剑抡飞出去 至于绝大多数实力弱小的 则一瞬间就成为了剑下亡魂 甚至就连宝库的入口 都被段月给斩碎 露出了一道巨大的窝口 而窝口之外 则恰巧是黑黄呆滞的面乳 他现在脑子有些发晕 甚至双翼拍打 都有些使不上镜 飞都飞不稳了 这么多魔族 数十个准地 千万个魔尊后期与魔尊巅峰 就这么被团灭了 这夸张的一幕 甚至让黑黄觉得 他们面对的 并非是什么仙尊巅峰 更不是准先帝 而是一尊实打实的先帝 太离谱了 浑身颤抖 暴怒难以自意 他真的很想很想 一爪子掐死玄子清 但他不敢 这种感觉 就像是自己全家 被灭了满门 而他还得对玄子清 满脸堆笑 好吃好喝供着 简直让黑黄崩溃 他就亲眼看着那只黑狗 在宝库里四处乱窜 四处扒拉 而玄子清一个区区先尊 一脸有恃无恐 就这么守在宝库门口 这是不死山的宝库啊 是他家的宝库 不是仙族的宝库啊 这叫什么事 黑黄真的是气急了 甚至让他回想起太古时期 自己被夜天地 一根根拔光淋雨的那一幕 他暴怒无法自意 又没法对着玄子清发现 于是他 只能迁怒于一众魔族 黑黄拍打双翼 将那些被断月斩飞的准地们 捞了回来 随后怒喝到 都给本地上去拨命 抓不住这家伙 你们统统受不死黑言万事 黑黄话还没说完 忽然又制住了 他盯着玄子清 浑身颤抖得更加剧烈 他看到了什么 玄子清 他竟然在这个时候 在悠闲的八师 玄子清将一众魔族身上的昆云袋 尽数搜集起来 随后 再将所有魔族遗留下的战兵 与甲昼收入昆云袋中 他将昆云袋递给叶星渝 轻笑着嘱咐到 我守在这里 搜刮宝贝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叶星渝也是愣了 他瞟了一眼浑身发抖的黑黄 似乎在问我们这样真的好吗 玄子清神色再平静不过 他轻笑着说道 没事 别介意 就当自己家 有什么拿什么 反正昆云带广够 玄子清说着 目光瞥向归来的一众准地 笑到先装满再说 不够的话 我再拒绝 叶星渝老实芭蕉的点了点头 临行前 他还不忘又瞟了一眼黑黄 那一刻叶星渝感觉 这黑黄 倒也挺可怜的 第212章 谋夺真黄精血黑黄 真的是气炸了 什么叫做就当自己家 这里是不死山 是魔族占据的境地 是他不死黑黄的老巢 然后这个先尊竟然大言不惭 随口撂下一句 就当自己家 黑黄瞳孔俱阵 整个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就像是即将爆发的火山 气势骇人 玄子清倒是全然无惧 只是那些魔族准地 他们却被吓得魂飞魄散 千万年来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魔帝大人竟然暴怒成这种样子 这个先足疯了吧 他一定是活腻外了 可恶 魔帝大人不敢杀他 但倒霉的是我们啊 是的 黑黄不敢违逆魔族的命令 因此 即便这般暴墓 也不会对玄子清痛下杀手 但是这帮魔族就不同了 依照黑黄的秉性 必然会将怒火发泄到他们身上 所以他们现在战意极其强烈 经小说 小说 丹梅小说竟在赤兔阁平日里 因为魔族不死 因此 他们战斗起来都比较随性 但现在不同了 一旦他们连个先尊都抓不住 必然会被不死黑炎折磨万事 魔族准地们纷纷气势暴涨 一缕缕来自不死山的法则灰光 缠绕在他们的身躯上 玄子清目光微明 神色也正中了许多 原因无他 此前他能够灰出如此声势浩大的一剑 那是借助了道石的力量 不过现在断月剑身之中 所蕴藏的力量已经尽数灰出 而他身后的道石 也被叶星渝收起了不少 玄子清收起此前激怒黑黄的态势 变得沉着认真了许多 当然 他毫无畏惧 一众魔族准地 挥舞着战兵汉勇上前 而玄子清则是抡起千米长的巨简 骤然横斩过去 与此同时 他还取出了黑狗此前交代给他的道文 根据黑狗所说 道文只需要以道义就能够驱动 不需要完整的法则 大道无形 而法则则是道的巨线 对于精通大眼梵天剑的玄子清而言 招引道义不算难事 因此他虽然不会编织道文 但至少使用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神盾道文顶在剑人之前 夹杂在魔族和断月之间 随着断月气势暴涨 大眼梵天剑骤然斩出 与此同时 中间的神盾道文也疏而展开 断月与魔族之间 绽开一道金黄色的杖壁 其上攀附着繁复而规律的纹落 如同一座微型的阵法 玄子清看到这一幕 似乎隐约对道文的构成有些猜想 也有了一些自己的名物 至于那些魔族 他们满含杀意的汉勇上前 然而 却被神盾道文拦了下来 根据黑狗的自夸 这神盾道文 就算挡下黑黄一招 都不算难事 那这些准地 自然没有这个能力破开 而断月顶着这道神盾杖壁上前 尽管杀伤力 远不如此前的破碎法则乱流 可魔族却完全没法破开道文 断月推着神盾杖壁 神盾杖壁 挤压着一众魔族 随后一路横扫至山崖的边缘 可我 为什么砍不动 这是道文 他的道文造诣怎么这般厉害 糟了 你们 就是说你们几个 都给我一起用力啊 不然 我啊 救命 魔族们没有余力再惊呼下去 因为他们已然濒临绝境 这里是不死山 是不死黑黄的领地 因此 不死山自然是净空的 魔帝当前 何人胆敢凌空 而宝库又接近山顶 这般高度 即便是魔族准地 也承受不住 一众魔族被玄子倾界 由神盾道文硬生生推下 他们如同下饺子一般 从高耸的不死山上 坠落深渊 甚至从这个位置往下望去 别说山脚了 就连山腰都看不到 即便是玄子倾的墓里 都看不到 救命 不 哀嚎声很快消失下去 山顶微风掠过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的杂音 这种绝望 大概只有当事人能够明白 他们虽然可以复活 但是高空坠落的恐惧 足以让他们每次冥想修炼时 都骇然惊醒 这大概会留下梦魇吧 玄子倾倾笑着拍了拍手 收起段月 他瞟了一眼山下 又笑看着扑扔着双翼的黑黄 俨然一副被逼无奈的样子 总之就很无辜 黑黄气炸了 可恶 可恶啊 本帝 本帝 本帝定要 玄子倾戏谑笑道 你要什么 黑黄咬牙切齿 嘶吼着喊道本帝定要 然而他却没再说下去 即便他很想 把玄子倾碎尸万段 但这可是魔祖大人要的人 他不敢 那他就只能忍着 黑黄看着玄子倾 如此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旁人定无法理解 他此刻心中到底有多震怒 他堂堂摩地 玄子倾屈屈先尊 凭什么这个小小先尊胆敢在他面前如此猖狂 而且 这里还是魔祖下辖禁区 是不死山 是他不死黑黄的老巢 为什么这个先尊 可以在魔祖老巢里这般嚣张 黑黄不理解 但他偏偏就奈何不了玄子倾 因为境界的差距 他不敢对玄子倾下死守 他的黑炎不灭不息 一旦伤及玄子倾根源 必然会致使他屈窍受到不可逆转的损伤 届时 倘若破坏了魔祖大人的夺舍计划 那自己几条命都不够魔祖大人发泄的 黑黄除了忍耐 别无他法 他试图让群魔拿下玄子倾 但是那群魔祖实在是太废物了 而他黑黄一族的后辈 此刻又不在山中 他们在争夺一处法则进行的禁地 因此 相距不死山极远 黑黄知道 玄子倾使用的道文是黑狗所赐 因此 败振不怪那些魔祖 但他仍然是忍不住 黑黄一口谎言喷吐而下 而目标所向 则是坠向山脚的群魔 他太生气了 他想要发现 玄子倾倾摇着头 这不是他想看到的 于是他回头朝着 叶星渝笑道 可惜 他们手上的昆云带 应该质量更好一些吧 我不该把他们就这样推下去的 叶星渝和玄子倾心意相通 他瞟了眼黑黄 又看到了玄子倾的眼色 顿时明白了玄子倾的意图 叶星渝连连点头到确实 也不知道这些个昆云带够不够用 不死山宝库里 好东西真多啊 说着 叶星渝竟是像在自己家里一般 又大摇大摆地洗劫着宝库 第213章 班空不死山宝库黑黄 听到玄子倾戏谑的低语 看着叶星渝扫荡宝库 照理来说 他不应该生气 因为在黑黄的眼里 玄子倾和叶星渝 以及那条现在已经深入宝库的黑狗 根本不可能安然离开不死山 所以 无论他们做什么 又拿了什么 最后都会吐回来 但黑黄反而因此更为震怒 因为玄子倾夜心于他们俩 实在太嚣张了 这是真的把他不死山宝库 当做自己家了 他愤怒难以自意 又没法发现 结果气急攻心 突然喷出一大口精血 玄子倾眼前一亮 他翻手取出一个小玉瓶 随手一捞 那黑黄精血 立刻就被收入其中 玄子倾心满意足 回声大喊老黑 黑黄血我找到了 是的 这就是他刻意激怒 不死黑黄的缘由 为了气他吐血 所谓精血 说白了就是心头血 而气急攻心 毫无疑问 就是个不错的 逼黑黄吐出心血的方式 玄子倾故意借扫荡宝库 激怒黑黄 从而使他吐血 精血到手 宝库身处的黑狗 听到动静 如一阵旋风般 瞬息之间 就来到了玄子倾身旁 他愣愣地 看着玄子倾手中的小瓶 锦衣道你 你怎么找到的 明明我翻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 玄子倾淡淡道 不是找的 是逼黑黄吐出来的 黑狗 黑狗一脸呆滞 微不可查地悄然仰起头 瞟了眼嘴角上 有血字的磨地黑黄 他身子速速发抖 也不知道是惊喜 还是惊吓 把黑黄气到吐血 给黑狗一万个胆子 他也干不出这种 桑尽天良的狠事 黑狗呆滞两久 最后沉沉道 我可能不是人 但你是真的狗 玄子倾脸色一沉 做事就要收起玉瓶 黑狗赶忙道歉 一脸谄媚道道也别 老黑错了 我是狗 我才是狗 哼 玄子倾冷淡地瞥了眼黑狗 这才将玉瓶地语了他 黑狗接过玉瓶 打亮了眼玉瓶中的精血 却是皱了皱眉头 怎么了 玄子倾疑惑到 黑狗摇了摇头没什么 确实好东西 不过就精血而言 这点量还是太少了 玄子倾听到这话 目光又偏向了黑黄 他转头问道 那要不我再气他几下 黑狗嘴角抽了抽 只觉得后背一阵凉意 他从没见过玄子倾 这么疯狂之人 你是真的不要命啊 黑狗慌张道 玄子倾淡淡一笑 神色不改 有什么好怕的 这里是先路尽头 横竖也就我们三人 我既无牵挂 又有倚仗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何必畏惧 你怕与不怕 结局都不会改变 仅此而已 黑狗愣了愣 他觉得玄子倾说的 似乎有那么点道理 但又好像有些不对 反正他是信了 黑狗的胆量 莫名更强壮了几分 但要说继续招惹黑黄 他是不敢的 玄子倾已经做得足够过火了 再激怒下去 黑黄真的就要疯了 黑狗摇头到意义不大 精血毕竟只是精血 虽能入药 但没法引起质变 那你在找的是什么 玄子倾神色微祸 询问道 黑狗解释道 真黄宝雪和真黄宝雨 那是皇族每一次涅槃时所留 是千万年修行的精华 玄子倾追问道 那你不是有寻宝道文 连这都找不到 黑狗对玄子倾的嘲讽 一阵牙疼 但他只能如实相告 寻宝道文又不是万能的 比如 我在禁区之外 就没法探寻到禁区之内的宝物 因为会有法则之力遮掩气息 而他的真黄宝药 定然放在某种隔绝气息的容器里 所以我虽然知道 他藏于宝库 却没法再详细辨别方位 玄子倾心中恍然 那就简单了 他抛给黑狗一打昆云袋 但但道 既然不知道宝药在哪 那就把整个宝库都装走就是了 黑狗 黑狗觉得 他千万年的认知 在今天被玄子倾彻底颠覆了 什么叫把整个宝库都装走 这是正常人说得出来的话吗 这是魔族禁地的宝库 但黑狗看了看玄子倾手中 那不下数十个昆云袋 忽然觉得 这好像真的有可能做到 黑狗吞咽了一口口水 他被玄子倾手上昆云袋所打动 但心里仍有几分畏缩 玄子倾以为 黑狗是闲昆云袋不够用 于是一番手到墨 不过 我还多的是呢 星云那里也有几百个 黑狗 这一刻 黑狗胆肥了 想本黑帝纵横先路这么多年 什么龙唐虎穴没有闯过 这次居然还没一个后生更勇 那未免也太丢人了 黑狗深呼一口气 随后接过昆云袋 替点欧赤杜阁他的找缝之间 又飘出许多玄妙的道文 道文的作用下 昆云袋迎风招展 竟是瞬间变大了许多 而袋子中 甚至传来一股庞大的犀利 竟是将大半个宝库席卷一空 即便是玄子倾 也是看得有些许发愣 好家伙 这速度不比一个个袋子装要快多了 玄子倾见黑狗速度这么快 于是将收缴来的昆云袋 尽数得与了黑狗 黑狗猛了 这么多昆云袋 整个仙族拥有的昆云袋 都没这么多啊 玄子倾文言神情自若 只是与其稍有疑惑 仙族这么磕沉的吗 黑狗一边收纳着宝库里的奇珍 一边解释道不 就是 嗯 不太好跟你解释 等你一会儿后回到仙灵 你就都明白了 总之 仙族这边除了诸位大帝 基本上就只有叶家拥有昆云袋 所以 我们这里昆云袋数目不多 玄子倾点头已是了解 至于宝库外的黑黄 他眼睛都看直了 他看着黑狗 如此肆无忌惮地搬空宝库 又听着玄子倾旁若无人一般 自顾自和黑狗交谈 完全就忽视了他的存在 黑黄怒气爆发 终于忍无可忍 他身为堂堂摩地 何时受过这般屈辱 欺人太甚 你们欺人太甚 黑黄终于不再沉默 他体内不息的谎言骤然爆发 化作万千流火 分洒而下 黑狗瞳孔咒缩 急切到果然忍不住了 我们快跑 第214章 真黄暴怒黑狗话音未落 神行道文骤然爆发 他老起玄子倾和叶星鱼 将二人甩至后背 随后收起昆云袋 猛然冲出神山 早在黑狗决议 要听从玄子倾 搬空宝库之时 他就已经料到了眼下的局面 因为现在的黑黄 除了发怒无计可施 他既没法全力出手 而手下的一众魔族 又极为不靠谱 这种情况之下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玄子倾三人 搅乱宝库 一时能够忍受 但不代表一直能够忍受 当宝库被搬空的那一刻 就是他怒火爆发的时机 黑狗早有准备 神行道文和神盾道文 骤然爆发 他驮着玄子倾和叶星鱼 猛然冲出宝库 黑黄铜仁中血丝密布 他没有急着拦下黑狗 而是一脸淡默地看着三人 因为在他看来 黑狗根本不可能 穿过宝库外的一拳不惜黑眼 那是酝酿了千万年的谎言 是他提前布置在宝库外的杖壁 这般充足的准备 即便是真正的先帝前来 都绝无可能全身而退 又更何况是一尊准帝 以及两个连准帝都不是的先尊 黑黄心中笃定 他等待着黑狗被黄炎拦住 这样前后夹击 黑狗就再无退路 然而 他想错了 黑狗根本无所畏惧 头也不回地冲向那一圈 遮蔽天际的黄炎 就像是他早已料到了 如今的局面一般 临近黄炎仗壁之际 黑狗猛然抱吼 欺天道文 虚空道文 话音未落 两枚道文从黑狗指缝间 骤然跃出 而那道文在半空中迅速展开 化作两道繁复而规律的文印 道文的作用之下 黑狗身形 忽然变得虚幻了几分 随后他们身前的虚空 被撕开了一道硕大的裂缝 而黑狗 玄子清 以及夜心鱼三人 竟是从虚空裂缝之中横穿过 甚至虚空中的那些破碎法则乱流 都没有对他们发起攻势 下一瞬 虚空闭合 黑狗驮着二人 就已然出现在黄炎障壁的另一侧 他们 穿过来了 黑黄亥然失色 脸色震撼到无以复加 这是横度虚空 这不是只有地级中后期 才有可能施展出的本领吗 他一个区区准地 为何能够制造出这般道文 这不可能 而玄子清 也是对黑狗的表现有些意外 他倾笑道 可以啊 没想到关键时候 你还挺靠谱的 黑狗嘴角抽了抽 低语道 我怎么感觉不像是在夸我呢 玄子清并未多语 只是好奇问道说起来 你既然能勾勒出这么强大的道文 那我们还怕什么黑黄 黑狗沉声道 那不是我制作的 是仙灵主人制作的 只不过 我每次搞事之前都会提前备好而已 二人说着 后方一股威压忽然爆发 那是震怒的黑黄 他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玄子清和黑狗 从自己眼前溜走 今天 谁都拦不住他 就算魔祖来也没用 黑黄已经疯了 黑狗看得出来 他惊慌道糟了 这黑黄看起来不打算压制实力了 我们危险了 黑狗说着 立刻唤出无数道文 一枚枚神形道文攀附在他的四条腿上 这速度 比之断月都要更快百十倍的样子 他们穿行在虚空之中 这里一片白茫茫的 空无一物 丝丝缕缕的道义弥漫 如同雾镜一般 而他们的身后 漆黑的黄岩坟穿虚空 拖掖出一条焦黑的尾翅 周围道使允星沉浮 在黑黄暴怒的追击之下 净数碎成碎粉 虚空中一片狼藉 但是奇迹的是 即便黑黄全力追击 黑狗的速度竟是仍然不输 玄子清对此也有些意外 为黑狗此前说的 道文能够匹敌黑黄速度 是在吹牛 却不曾想 黑狗所说的竟然都是真的 没有半分虚假 而且 这速度比他料想的 还要更快几分 不过问题在于 即便这速度很快 不至于被黑黄追上 但他们的距离 却根本拉不开 这意味着 黑黄完全可以肆意 对他们发起进攻 不出玄子清所料 气急败坏的黑黄 终于不再顾惜玄子清的性命 因为黑狗 带着他不死山的宝库跑了 届时 如果魔族大人询问起来 他就有了理由 因为不死山是魔族的核心根据地 他们魔族铸藏的大半道士和战兵 都在不死山内 如今这些东西被玄子清顺走 其对魔族实力的影响 是毁灭性的 即便魔族想要玄子清的身体来夺赦 也不得不顾全大局 因此 倘若黑黄现在杀死玄子清 就有辩驳的理由了 他不再留守 一大口谎言猛然吐出 玄子清高举断月 正要抵挡 不过黑狗身后的神盾道文 却骤然爆发 数十张神盾道文 组成了复合的杖壁 黑黄喷土而出的黄岩 击碎了一层层杖壁 最后却停在了中途 失去了后继之力 黑狗奔跑的同时 又补充了神盾道文的数目 将杖壁再度完善 这倒是不需要玄子清出手了 黑黄那叫一个妾啊 他此前不敢对玄子清下手之时 尚能为自己辩解 而现如今 他不再遮掩实力 权力出手 确实居然奈何不了三人 真是奇耻大辱 他堂堂摩地 凭什么连个准地 连两个先尊都奈何不了 这不是在说笑吗 黑黄怒不可遏 他的谎言愈发赤裂 其中甚至掺杂着他的精血 他在真正以搏命之姿追击 无论如何 他都要让黑狗和玄子清 辅助当场 然而 黑狗却又患出神盾稻文 再一次轻而易举地挡下黄言 尽管黄言很强 黑黄的境界 也远超黑狗 因此 需要数十枚神盾稻文 才能挡下黑黄的一击 但是黑狗稻文多啊 他形势看似莽撞 实则谨慎至极 出门搞事之前 准备好几千几万份稻文 他哪里敢肆意闯入魔族境地 黑黄见到他的黄言 一次又一次被黑狗化解 他的怒火 也终于上冲到了极点 他拍打着双翼 滔天魔气缠绕着身躯 气势前所未有的暴涨 随后一道真黄虚影 在他身前逐渐凝成 黑黄死死盯着眼前的二人一狗 目光杀气肆意 他暴怒吼笑到黄言聊天 第215章 应扛真黄道法 黑黄话音未落 那道真黄虚影 以摇翰天地之事 朝着远去的黑狗 猛然飞袭而去 黑狗骤然变色 他瞳孔俱阵 惊恐大喊糟了 那是他的本源真火道法 我的神盾服可能挡不住 这东西 黑狗很熟 因为黑黄在仙魔交战之时 没有少用 聊天的黄言 能够瞬间融化整个战场 其途经之地 黄言不息 将会化作一片绝死的境遇 这朝威力之强大 射人心魂 而且 其释放需要以巨量的 真黄精血为代价 看来不死黑黄这一次 是动了真火 他非要杀死他们三个不可 神盾道文 黑狗仓促之下 只能不管不顾 将所有神盾道文 尽数倾泻而出 与此同时 他也不在藏桌 也不敢再吝惜道文 所有神行道文 虚空道文 七天道文 反正能用上的道文就 全部都给用出来 这一刻 数万个道文 顿时一级爆发 虚空之中 亮起无比瑰丽 而繁杂的纹路 简直如同在 仙玉云清新灿时 仰头可见的星图 甚至比那星图 还要更为壮观不少 三万层神盾杖壁 横跟在玄子轻身前 然而即便如此 黑狗仍是满头大汗 对挡下黑黄的杀招 并无把握 如他所料 真黄道树威力无比 势不可挡 瞬间就贯穿了千百层杖壁 去世不减地飞向玄子清 玄子清站在黑狗身躯之上 一手将夜心余护在身后 他目光冰冷地看着黑黄 但似乎并没有任何畏惧 这一幕黑黄看在眼里 因此他更为暴怒 因为不久之前 在不死山宝库之中 玄子清同样是以这样一副 云淡风轻的样子看着他 那时玄子清有恃无恐 仗着他不敢全力出手 这才摆出一副嚣张的姿态 故意气他 而现在呢 现在黑黄不再留守 全力出招 玄子清又凭什么 胆敢这般轻松血液 凭什么可以这样一副 全然无惧的面貌 难道是因为黑狗的道文 给了他自信 黑黄笑了 当然 是气笑的 他宁笑着望向玄子清 发出咬牙怯齿般的暴怒低语 你不会以为 这次自己还有一仗 那就看好了 看本地的谎言 如何粉碎你的妄想 如何将你烧成交尽 让你们三个一同葬神 在这虚空之中 下辈子记着 没有这个本事 就不要摆出一副 高高在上的样子 黑黄满脸煞气 对着玄子清 发出必死的宣言 然而玄子清 仍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那三万层神盾杖 避转瞬间 就碎裂了一大半 而真黄虚影 虽然缩小了几圈 但以剩下的神盾道文来看 根本不足以阻拦 那真黄虚影的势头 就连黑狗都不负从容 惊慌失措 他紧张得大喊到不行了 这下真的是糟了 道友 你我虽然萍水相逢 但本地觉着 你这人倒是挺信的过的 而且以你的天赋 活着对仙族的未来 一定是件好事 玄子清挑了挑眉毛 清笑道你怎么一副 交代后事的样子 黑狗没有回话 而是继续自顾自说道 这真黄道法 我肯定是没法拦下了 以你们的体制 只要被那道真黄虚影逼近 那就肯定是必死无疑 所以 一会等神盾道文碎裂的时候 我会用虚空道文 先送你们远离 我体制够强 硬吃下这一剂道法 也不算太难 到时候 你们就带着那些昆云带 先一步前往仙灵 我会用指引道文 为你们标注好仙灵的方向 只要能把这把宝物带回仙灵 我仙族实力必然暴涨 而魔族这一次 也定会元气大伤 这样的话 即便我重伤也值得了 玄子清似笑非笑地瞥了眼黑狗 漠然不语 黑狗见玄子清不说话 以为是他没法接受这样的结局 于是黑狗创然泪下 俨然一副悲壮的样子 不要为我难过 我们都是为了仙族的未来 只要你们安然抵达仙灵 那就是 我仙族最大的福音 我做一点牺牲也没什么的 而且本地 才不会就这么死呢 这一点你放心好了 玄子清摇了摇头 终于开口到用不着 黑狗愣了愣 神色迷惑用不着 什么用不着 二人交谈之时 真黄虚影 又穿透了大半的杖壁 眼看着 就已然逼近了玄子清的身前 甚至那股娇热的气浪 拍打着玄子清的面颊 吞吐的火蛇 几乎就要触及玄子清的身躯 玄子清轻笑道 我说你用不着这样一副 慷慨就义的样子 这真黄道法 我能够挡住 黑狗目瞪口呆 随即一脸不相信 道你别逞门 这是道术 不是你认知中的那种仙术 我猜你一定 是在仙玉纵横无双吧 那是因为大眼犯天剑 本来就不是纯粹的剑法 而是一种道法 你用道法 能够碾压仙玉那群留守之人 自然正常 但比起同样是道法的真黄之术 这种优势就自然不存在了 你不可能挡住的 黑狗话太多了 以至于即便他语速很快 但说完之时 真黄虚影 却已经临近了玄子清的身前 他只能焦急地怒吼到快跑啊 别愣着了 然而玄子清却无动于衷 直到最后一层神盾杖壁破碎 真黄虚影破镜的那个瞬间 玄子清手掌一番 一枚袖针小巧的铃铛忽然出现 玄子清一手握着断月 一手提着铃铛 同时宽石的后背 将叶星鱼挡在身后 不就是个真黄道法吗 有这么可怕 说着 玄子清气息骤然爆发 将断月中的破碎法则 尽数牵引而出 随后 断月发出一声剑笑 一道朴实无华的剑气 猝然飞袭而去 只不过剑气的目标并非是真黄虚影 而是已经飞至玄子清身前的镇魂灵 这一刻 镇魂灵疏忽之间响声大震 煞时间爆发出无比恐怖的威能 小小的铃铛 发出的声音却摇汗天地 山呼海啸 千军万马奔腾 甚至都不足以形容他此刻的气势 而一阵玄妙的法则 竟是从镇魂灵旁一层层荡开 当他触及 那本就已经几乎游进灯窟的真黄虚影之时 竟是瞬间碾碎了虚影 真黄道法 以失败告终 第216章 临近仙灵黑狗猛了 他原本都准备好 为玄子清硬扛这一下 整一出壮烈牺牲的惨剧 结果 玄子清竟然扛下来了 即便那道真黄虚影 已经经由万层神盾道文的削弱 但那威力 依然是恐怖至极啊 因为黑黄可不是一般的魔帝 即便在魔帝之中 他的实力也位居中上 他掌握的法则 也不止不死不灭这一种 因此才有资格把守不死山重地 然而 即便面对这样的对手 玄子清却真的挡下了黑黄的杀招 甚至他打从一开始 就没带怕的 黑狗回想着玄子清 此前一脸笃定的样貌 没来由的一阵牙疼 太吓人了 黑狗埋怨到 你有上级到妻早说啊 给本地下的脚都站不稳了 玄子清神情自若 淡淡笑道 你这不是也没问我 黑狗磨了磨牙 惊得那是一身冷汗 他舒缓一口气 虚空道文 终于完全站开 他驮着玄子清和叶星鱼 一连穿过十余道虚空裂系 甚至玄子清明显能够看到 黑狗的脚步微颤 在这样高频率的道文催动下 他脚步已经有些不稳了 以黑狗的体质都尚且如此 可见虚空道文的消耗之大 但是唯一的好消息是 他们虽然仍旧能感受到 身后黑黄的威亚 但要是回首一望 却见不到黑黄的身影了 距离拉开了 尽管没有甩开黑黄 但好歹这种距离之下 黑黄没法 再立刻用道法追击 如此一来 他们算是暂且安全了许多 玄子清寻问道 离你所说的仙灵还有多久 黑狗咬牙道快了 如果神行道文没有消耗一空 最多一柱箱内 就能够抵达仙灵范围 黑狗顿了顿 又画风一转说起来 你刚才正想的那个铃铛是 镇魂灵吧 玄子清点了点头 并未否定 黑狗一脸福气怪不得 镇魂灵可是灵帝的盗气 在盗气中 也是算是顶级的级别了 当初镇魂灵护佑三道真灵 下界轮回 也不知道是何结果 玄子清听到这话 陈生道 那就是我的三个徒弟 黑狗瞳孔咒缩 大惊道什么 这要瞧 这可是大事啊 当初先路尽头诸位先帝 为了扭转局势 增强先族实力 于是将三帝族人真灵遣送下界 以轮回法则使其转世 但具体如何 他们也没法操控 只能静观其变 最理想的情况是 他们三位能够成为精彩绝艳之辈 至少能够帮助仙玉驱逐魔族 而更好的情况 则是 他们三人都有成帝之姿 可以来到先路尽头 为仙族出一份力 当然 这种状况希望渺茫 盖因在他们之前 叶家妖孽下去仙玉 却也没掀起丝毫波澜 所以他们恐怕也很难搅动 时代的浪潮 不过这时 玄子清却皱了皱眉头 按照道理 他们三人的真灵 不应该送去仙玉轮回转世 等待成为一世天骄吗 又为何会在下界聚首 看来其中出了什么差池 玄子清并未多想 眼下的局面 没有让他思考这些事情的余力 因为黑黄的身影 竟是隐约在视野的尽头出现 他浑身缠绕着极暗的不死黑炎 似乎在燃烧着生命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追上三人 甚至玄子清能够明显察觉到 黑黄的气息 已经有些不稳了 看来那是爆发体能的副作用 老黑 还能再快点吗 玄子清询问道 如果现在又被黑黄追上 那即便是借助镇魂灵 他也挡不下真黄道法 因为没有了神盾道文的加持 境界的差距 并非是一件道器能够弥补的 黑狗咬了咬牙 他稍加思索 顿时爆发出更快的速度 神星道文像是燃烧一般 一枚眉迅速化为飞灰 消散在虚空之中 与此同时 他找凤奸 一枚传讯道文如惊鸿一般疏忽闪过 目标所向 正是仙灵 一定要赶上 黑狗咬着牙 甚至嘴角都一出了血沫 而玄子清此时唯一能做的 就是让段月暂时多吸收一些 道时的道义道运 尽最大努力 保证最强一招 然而 黑黄更近了 甚至远处的虚空之中 都传来了黑黄暴怒至极 歇斯底里的嘶吼声 本殿 要你们死 他已经疯了 黑黄知道 他已经接近仙灵 再追下去 不仅是孤君深入 还要面临仙帝的阻击 为何在仙陆尽头 仙族与魔族纠缠那么多年 那是因为仙陆尽头的禁帝 一手难攻 当仙帝或是魔帝 领悟了一方禁帝的法则之后 他们即可汲取禁帝的力量 为自己所用 因此 黑黄在不死山中 歧斯底远比如今要强上许多 而仙族先帝 位于仙灵之时 实力自然也更胜几分 甚至黑黄 还会被仙族禁帝的法则削弱 这样此消彼长之下 他绝无 可能是仙帝的对手 但即便如此 他也要追 因为魔祖不死 魔帝不死 哪怕他身亡此处 也必须要换玄子清一命 但玄子清是复活不了的 一缕缕真黄精血 化作燃烧的伪迹 黑黄拼出了命 二者的距离也不断缩短 黑狗也是豁出去了 没有丝毫留守 甚至将家底都要掏空了 但即便如此 他也能难再甩开黑黄 不过万幸的是 仙灵已经静了 视野的远端 无尽的虚空白雾之中 连绵成山的陵墓 在虚空上不断沉浮 其四周弥漫着一股玄妙的道语 就玄子清的观感而言 仙灵的法则 似乎是某种触及永恒的道义 这种感觉与不死山有几分相近 却又大不相同 和不死山那种压抑沉闷的氛围不同 仙灵周围的法则 则带给他一种飘渺随和的感觉 总之就与仙之一道更为贴近 黑狗眼神中 迸现出希望的光彩 他紧咬牙关 卯足了近奔赴仙灵 而后面的黑黄 见情况不妙 他燃尽了自己的围雨 一道漆黑的火柱穿透虚空 直扑玄子清 而玄子清这时 终于拔出了断月 他虽心里有些紧张 但神色依旧风波不惊 因为焦虑只会影响发挥 而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玄子清紧握着断月 剑身周遭缠绕着 从道实处汲取而来的道语 也就是法则的碎片 他淡淡开口大眼 泛天剑 剑光一闪 镇魂灵同时温然作响 赤兔阁地址 替欧苍茫的道运 影响了贯穿天穷的黑暗火柱 随后 火柱 竟是一分两半 第217章 黑黄殒命黑黄不能接受 尽管他 已经接近游镜灯窟 尽管他此刻远离了不死山的范围 尽管他受到仙灵周遭仙族的法则压制 但那可是 他的真黄为雨 是他身体最为珍贵的精华之一 这样的陷阱之下 黑炎火柱却未能贯穿玄子青的身躯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而黑狗也是一阵胆战心惊 好在他现在已经看开了 即便他再如何历历危惧 但是他 除了相信玄子青 除了拼命往仙灵跑以外 他别无选择 然后玄子青又一次让黑狗震惊了 黑黄最后游进灯窟式的杀招 依然被玄子青所挡下 原因无他 只是玄子青在此前拉开距离之后 就在不断地筹备着 他以断月牵引着昆云带中道石的力量 将所有的道运 都填充入断月和镇魂灵中 大半个昆云带中的道石 都碎成了平平无奇的积粉 这才完成了充能 最后让玄子青暴 发出如此惊艳绝伦的意见 当然 代价不低 镇魂灵即便认主 却没有被玄子青给完全掌握 法则的反噬 让他最后不负从容 吐出了一盆鲜血 而缠绕在断月剑身之上的道运 也消失一空 整个断月的剑身都失去了光泽 变得与寻常仙剑再无差别 但好在 挡下来了 黑黄怒不可遏 他很想吐血 但却已经几乎无血可吐 千万年来 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暴怒 这样憋屈过 堂堂摩帝 被一个区区先尊在自家的地盘里 骑着脸侮辱 还被他们大摇大摆地截走了宝库 甚至自己竭尽摩帝权力 却是竟然追不上他们 这种事 真的就算是练功走火入魔 也不会梦到这般离谱的场面 可见黑黄到底有多震怒 而现如今 他已经几乎耗尽了一切手段 因为仙灵周围环绕的法则影响 他的速度越来越慢 眼看着就不可能再追上黑狗了 黑黄怯啊 本地就算死 也要杀了你们 难以自意地暴怒之下 黑黄最终做了决定 他整个身躯缠绕着漆黑的黄炎 甚至 那黑炎竟是在焚烧他自己的躯体 这是真黄一族最后的杀招 欲火同葬 真黄能够涅槃 而他人不能 因此 这一招往往是真黄一族 遇到了不可敌的强敌之时 最后才会以命相搏的绝死之法 坟禁体内一切 也要与敌人同葬 被转化为魔族之后的黑黄 更是有了不死的权柄 因此 他现在更为肆无忌惮 整个身体化作一个漆黑的火流星 就像是灾恶的化身一般 黑狗悚然 他同人中密布着交错的血丝 甚至他那远超准地层次的躯体 都难以支撑 肌肉 皮肤 甚至骨骼都出现了撕裂的征兆 即便是向来风波不惊的玄子清 神色中也流露着些许凝重 但是此刻 他手中的镇魂灵 却是微微一颤 玄子清眉毛一条 随后竟是收敛金蓉 甚至轻笑出声 他背负双手 云淡风轻地 看着拼尽一切的黑黄 随后淡淡一笑 细血开口傻鸟 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如轰雷般 在黑黄的意识之中炸响 他极尽暴怒 嘶吼着怒吼 我要你死 然而 未等他话音落下 一道瞄远的法则之威 疏然降临 庄严的声音 自幽远的仙灵处传来 朕 随后 一座仙气缭绕的大钟 自虚空中轰然杂落 而先前气焰熏灼的黑黄 却是被大钟笼罩其中 仙钟之下传来急促的响声 随后响声间隔越来越长 声音也是渐小 最后 没有了丝毫动静 等到仙钟揭开 虚空中就只剩下一块漆黑的焦镜 再无生机 黑黄 陨落 玄子清看着手中的镇魂灵 又瞥了眼不远处的仙钟 二者之间 隐隐产生了一些共鸣 似乎有所关联 玄子清对仙灵主人的身份 有了些许猜测 随后黑狗替四横流 老泪纵横 哭嚎道帝尊啊 我可总算等到您了 玄子清听着黑狗 对仙灵主人的称呼 大致猜得出来 他们之间似乎关系匪浅 随后 仙钟带着黑黄的余镜 回到仙灵 而仙灵周遭的法则障壁 也露开了一条通路 让黑狗驮着玄子清和 夜星鱼穿行而过 三人回到仙灵 这里是一片空荡荡的陵墓 近乎永恒的法则环绕此处 因此让这里显得十分庄严肃母 即便是陵园 却也没有给人带来 丝毫阴森的感觉 反而有种疑人舒畅的气息 在流转 在弥散着 玄子清饶有兴趣地 背对着他们 那道身影高大 伟岸 有种一往无前的气势 即便只是初见 玄子清也能够断定 此人必然在仙族历史上 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 无论经历还是地位 都必定极为不凡 而夜星鱼 在见到那尊仙帝的背影后 却忽然意识中一阵刺痛 又回想起了不少记忆 中帝前辈 那尊仙帝听到夜星鱼的声音后 也是疑惑地回过了头 他看着夜星鱼 目光忽然一致 疑惑道疑 你是当年夜家送去仙玉的那个孩子 夜星鱼连连点头是我 忠书 仙帝展颜一笑 也是随和道 没想到是你 我也好久没听到这个称呼了 玄子清对此并不意外 无足 灵帝 炎帝之所以送后辈回到仙玉 本就是在效仿夜家 因此夜星鱼下界一世 仙族一众仙帝 都应该知晓才对 而他们与夜星鱼相熟 这一点也并不意外 唯有黑狗 一个人傻愣愣处在原地 过了好半场 他才震惊到 这丫头是当年夜家那个 黑狗一阵愣神 他找了人家半天 还不知道夜星鱼的身份 原来这么特别 根本就不是什么普通人 忠帝顿了顿 询问道既然你回来了 那当初三位仙帝的后辈呢 他们人呢 玄子清与仙帝不熟 因此没有回话 他示意黑狗 让黑狗来跟仙帝解释 更为方便一些 黑狗了然 他将一路来的遭遇 已经从玄子清那里了解到的情报 和盘托出 随后忠帝的挑了挑眉毛 神情越来越古怪 最后即便是稳如泰山的他 也露出了震撼的神情 第218章仙路镜头的格局 忠帝这才知道 原来玄子清来自仙玉 他并非是夜家之人 而是从仙玉横渡法则乱流 这才来到了仙路镜头 而那三位仙帝后辈 恰好都是玄子清的弟子 这让忠帝一阵疑惑 但大道自有天理 因此 忠帝没有细想下去 而他们三人境界远远未到 能够来到仙路镜头的条件 却被魔祖神魂 以空间法则 硬生生转移到了仙路镜头之中 也算是阴差阳错 机缘巧合吧 他们三人也回到了仙路镜头 只不过 情况很是不妙 比起三人归来 更让忠帝大为震撼的 则是玄子清路上的所为 他以仙尊之身 却被魔祖通缉 这一点本就十分离谱了 然而更加离谱的是 玄子清竟然以借着这通缉 有恃无恐地挑衅黑皇 甚至把黑皇都给气吐血了 堂堂摩地 道心虽不及先帝稳固 但也不至于输给区区先尊 但这样的黑皇 却被气得吐血 饶是见多识广的中地 也不自觉抽了抽嘴角 倍感福气 更有甚者 玄子清竟然怂恿黑狗 一同搬空了不死山的宝库 这胆子不能说是有多大 只能说是浑身是胆 或者说是不要命了 都毫不为过 偏偏 他们还真成功了 离谱 离大谱啊 尽管现在的黑狗狼狈不堪 但实则 他的嘴都已经笑歪了 他们可是真的把不死山的宝库 搬回来了 整个不死山的宝库 魔族进半的资重 现在都归先灵 都归先族了 这何止大功一见 简直是扭转乾坤了呀 中地发自内心地服了玄子清 这种魄力 即便是他 也只能自愧不如 玄子清见 先帝里清了他们的来历 随后询问到先帝前辈 现在可以告诉晚辈 关于先路尽头 还有先灵的事了吗 玄子清没有急着询问 该如何找到弟子 在此之前 他必须先拥有保命之法 毕竟 就算魔祖先一步找到他们 他们也不会立刻丧命 在寻找之前 玄子清必须先能够确保 自己的安危才对 因为他才是魔祖真正的目标 而且 找弟子之前 了解先路尽头格局 还是挺重要的 万一路都不认 像眉头苍蝇一样 满须空乱找 那与大海捞针 也并无区别 中地稍加思索 将先路尽头的情况 娓娓道来 先路尽头 是一片道义弥漫的虚空 大道无形 因而先路尽头 同样无形 这里除了禁地 以及散落的道石与星 几乎没有任何落脚之地 而所谓禁地 即是郁郁着法则的 事项巨显 大道无形 法则有形 它们之间的关系 就好比是 先灵力与先术 前者是根基 后者则是具体的显化 而既然法则有形 那么当法则形成 那么周围的道石 就会聚成一片实体的陆地 从而形成禁区 太古年间 魔族从欲外入侵 而鄙视一代大帝 夜天帝律重阻拦 现如今 夜天帝和魔族相互撤肘 相互制衡 都不能全力施围 而双方先帝魔帝 混战千万年 却始终没法奋出胜负 原因无他 因为禁区一手难攻 先族一直保持着防守的态势 虽然他们的最终目标是 驱逐魔族 但只要能保护先遇 那就不枉费这番努力 因此 先族守在禁区 借着禁区的法则加持 魔族根本攻不下来 而魔族不死 魔族不灭 这样的加持之下 魔族也永远没法除境 因此 二者形成了如今的僵局 在上古时期 魔族甚至花费了巨大的代价 将天魁送往至仙域 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让天魁 从后方搅乱仙域 这样一来 仙族的守备态势 就全然无功了 只不过仙族夜家那边 也派出了夜星渝 彼时夜星渝遭遇空间法则偷袭 致使他下界之时 就修为受损 因此拼不过天魁 无奈之下 夜星渝只能用上了 一命换命的方法 他以重伤沉睡为代价 同样重创了天魁 此后 天魁以戴驱仙域的魔族真邪 改造了部分种族 当然 他隐瞒了自己身为 域外天魔的事实 往后的漫长时光内 魔族攻城略地 与仙族平分仙域 眼看着天魁的侵略大业 即将成功 然而 玄子清横空出世 他不仅破坏了天魁的计划 甚至将天魁打回了老巢 随后就是如今的局面 魔族与仙族 双方各有八位地级 以及数十个禁区 地级之中 根据掌握法则的数目 曾经也有所区别 掌握法则和禁区越多的地级 实力自然也就越强 而魔族的下属 则是不死不灭的魔君 仙族的战士 则是来自仙灵的战魂 那是从仙域亘古至今 最为精彩绝艳的那一批人中 挑选出的最强战魂 中帝借助仙灵法则 也有询问过他们的想法 因为一旦成为战魂 就没法再入轮回 这是个很痛苦的抉择 但是绝大多数仙域天骄们 在知道仙路尽头 有前辈如此守护着他们之后 都不假思索地果断接受 前辈在仙路尽头 为他们拦阻魔君 他们岂能在后方安然享乐 仙帝对魔帝 魔君对上仙族战魂 这便是如今仙路尽头的格局 二者的平衡 在长久以来都从未被打破过 仙族保持守势 只有争夺新禁区之时 才会拼上权力 而魔族进攻仙族禁区 却受到法则压制 无论如何进攻 都没办法拿下 仙魔二族如此僵持着 直到玄子清来到仙路尽头 才刚刚第一天 平衡就被打破了 玄子清这下算是明白了 无怪乎中帝对他的行为如此震惊 原来自己还真的做了一件相当不得了 可谓惊天动地的大事 当事人没啥自觉 因为玄子清也有点习惯了 当初在下界 他也没少扫荡万宝阁来着的 但是现在看来 喜结不死山宝库的性质 和扫荡万宝阁的差距 还是真的挺大的 而且玄子清还了解到一点 原来他手中的镇魂灵 和中帝的镇魂中 竟然是出自童园 这两件盗器是子母二物 因此玄子清才能感受到 来自镇魂灵的共鸣 这倒是让玄子清起了好奇之心 镇魂灵可是属于灵帝的宝贝 居然只是镇魂中的子气 他好奇问道 那中帝前辈 又是何人 第219章 黑狗与帝尊玄子清问题脱口而出 黑狗顿时来了气势 即便他现在模样狼狈 却还是一副高傲的样子 帝尊大人 可是万古第一帝 玄子清挑了挑眉吗 万古第一帝 难道不是叶天帝吗 不过他很快知道了 这个第一 不是指实力排行的第一 而是指带着成帝的顺序 中帝是第一个 来到仙路尽头的仙族 已识魔祖位置 他就已经感受到虚空之外 那贪婪窥似的目光 在魔祖伴的身子 探入仙路尽头之时 中帝以性命为代价 将之拦在了虚空之外 随后在太古年间 不遗余力培养后辈 这才有了精彩绝艳的叶天帝 以及五祖 灵帝 而镇魂灵也是他赠予灵帝的信物 再到如今 中帝的实力在一众仙帝里不高 只能算是中等的程度 因为他已经死了 没错 现在的中帝 是借助仙灵永恒的法则 行走世间的依据不死的尸身 他也是不死不灭之躯 但是却不能离开仙灵 因此 仙灵绝对是仙族境的之中 最不可能攻下的一个 但是中帝 也是对魔族威胁最小的一个 因为他修为不可能再有丝毫寸境 也永远没法再离开仙灵 他舍弃了自己 换来了仙鹿尽头 如今双方势均力敌的局面 可以说 如果没有中帝 那现在的仙狱 早已被魔族踏平 成为了魔族 肆意胡作非为的乐土 玄子清心底也是有些震撼 中帝如此悲壮的觉悟 如同巨人一般 硬生生撑起了仙族的一片天 随后玄子轻瞟了 严满脸骄傲的黑狗 他又好奇了那老黑呢 他是什么来历 黑狗神色一僵 赶忙回过头 试图要求中帝不要接短 可惜 晚了 中帝是个石胜人 他在知晓玄子清并非恶人 而且现在又为仙族 做出了巨大攻击的前提下 玄子清询问什么 他自然都是置无不言 小黑是我当时捡来的一条小犬 最初的时候 我还是有着自救的念头的 尽管我的肉身早已坏死 但在永恒法则的作用下 不会就因此殒灭 所以我想着 倘若我能让我的肉身恢复生机 那我就拥有了继续增强实力的机会 因此我采携天下宝药 一直试图炼制重换生机的药液 只可惜从未成功 这个过程中 无用的药液自然不可能浪费 那些都是先欲天才地宝的精华产物 就此气质 未免太过可惜了一些 自那时候开始 小黑每天不是药鱼就是药汤 持续了漫长的岁月 因而拥有了能够比你地级的体质 因为我离不开仙灵 所以寻常有什么事 都是让小黑带我前去 玄子清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他恍然到怪不得老黑在不死山宝库里 寻找真黄宝药 原来是要为您用 黑狗脸色骤变 他伸了伸狗爪 试图让玄子清别再说下去 神情慌张极了 当然 为时已晚 中帝的脸色当场就变了 他一手揪着黑狗的耳朵 一边严厉教训道我就知道是如此 听说你们结了不死山宝库的时候 我就觉得 定是你怂恿这位小友去的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我的身体已经治不好了 没必要再为我浪费宝药了 我已经浪费了仙玉的那么多资源 再平白耗费下去 那我就是仙族的罪人 黑狗红着眼 哭声道地尊大人 怎么可能会是罪人 你替仙族镇守仙路镜头那么多年 没有您 就没有这么多仙帝 也不会有后来夜天地的横空出世 这些资源是您应得的 怎么可能会是罪人 中帝没有回话 他只是摇了摇头 长叹了一口气 随后松开黑狗的耳朵 低沉到我不过是喊你侦查下不死山的动向 结果你怂恿人家跟你一起去盗宝 这小子如此妖孽 将来必定是我仙族的希望 要是因此害死了他 那我就真的有罪了 还有你 仗着点三角猫的道文本事 就敢闯不死山宝库了 这次要不是有这小友 你还没靠近仙灵 就会被不死黑黄给杀了 没了你 我难道靠仙玉战魂们传递信息 届时一物战机 又是一桩大罪 黑狗耸挖着脑袋 一副颓然的样子 不敢再回嘴 玄子清算是听出来了 忠帝真的是个很伟大的存在 他将仙族的未来视为己任 但凡有对仙族未来不利的情况 那都是他的罪过 这种觉悟 玄子清也自愧服辱 不过他们的交流中 还有一个有趣的点 忠帝竟然声称 黑狗的道文是三角猫功夫 这一点 玄子清倒是没有料想到 就他看来 黑狗的道文造诣 还是挺厉害了 至少能扛下不死黑黄一朝二世 这对一个准地而言 也是不得了的战绩了 玄子清稍加思索 公身道地尊前辈 晚辈有两事相求 不知可否 但说无妨 忠帝何须孝道 玄子清点头到前辈 我想学习道文之术 还有 我想反请您留意一下 我那三位弟子 方便的话 可否找一下他们的位置 忠帝点了点头 孝道三位先帝后人的事情 你大可放心 即便你不提出请求 我也一定会全力找寻的 他们是先祖未来的希望 一旦先祖能够在地级的数目上领先 那才是真正扭转格局的关键 所以 我会让战魂们多加留意 不过 不过现在先灵的精锐战魂 都在争夺一处新的禁区 所以人手不多 但好在这一点 对于魔族也是同样 因此就看哪边先一步找到了 玄子清文言微微汗手 心里算是 长输了一口气 中帝顿了顿 接着说道 但是这道文之法 我不太建议 你学习 这一秘法 虽然看起来轻便高效 但是实则是我用了 无比漫长的时光 才参悟得出 道文之法极难参悟 学习道文需要花费巨量的时间 这一点对你而言得不偿失 玄子清文言并未动容 极难参悟 巨量时间 这些对他都是不存在的 玄子清一脸从容 笃定道 前辈放心 只要我一个月没能学成 我就立刻放弃 第220章一语 戳破一个月没练成就放弃 说出这话 玄子清自然是有自己的考量 一方面 他等不了一个月时间 毕竟弟子性命攸关 而一个月 也足够战魂收集情报 调查萧宇他们的位置 而另一方面 也是玄子清对天赋实力的自信 同样能够激将帝尊 让他依照预料的参与赌势 不出玄子清所料 中帝挑了挑眉毛 原本常挂在脸上的笑意 也逐渐脸去 并非是因为生气 只是他在极力掩饰自己的惊讶与震惊 玄子清竟然夸下海口 声称一个月能掌握道文 这属实让他大为震撼 即便玄子清敢这么说 必然是有自己的底气 但是 那可是道文啊 各大先路尽头 掌握道文之术的除了中帝 也就只有黑狗和灵地了 可见道文之术有多难学 而且 那可是中帝从太古之前 就在一直参悟的高深道法 他花费的时间何止万千年 即便玄子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也绝不可能在一个月内习得道文 这么心想着 中帝也就硬了下来 那行 既然你想要尝试一下 那也并无不可 至少也能为你未来的修行之路 增加些经验 多少对你感悟法则 还是有所避意的 玄子清微微一笑 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此前黑狗答应叫他道文 不过现在他知道了 黑狗的道文也是跟帝尊学的 因此现在的情况 算是比他预期里的更好一些 随后 玄子清将昆云黛与断月 都递与叶星鱼 玄子清对叶星鱼嘱咐道 这些道食你都拿着 断月放在里面自行孕养进化 你先将所有最好的仙金都备好一份 也放在一起孕养 等我学成道文 就来给你炼之道剑 叶星鱼笑着点了点头 学好道文 就去炼制帝剑 帝剑是这么好炼制的 不会真有人以为 拥有了帝级以上的材料 就能炼制出超越帝剑的道剑了吧 中帝自然不知道 玄子清可是能够用先级材料 炼制出帝剑的 那用帝级材料炼制出道剑 于他而言 似乎从逻辑上来看 也并没有什么不可的 当然 中帝不满的不止这一点 他听到玄子清又一次大言不惭 声称能习的道文时 已经有些许不悦了 这种不悦 并非出自对玄子清这股傲气的厌烦 而是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意味 太浮躁了 估计是先遇无敌的经历 再加上出灵先路尽头就立下大功 这两件事 给他增加了太多自信 不过要是再这样浮躁下去 对于将来悟到的心境 非但没有避意 反而大有损害啊 中帝依然是时刻都在为先祖未来考虑 玄子清可是未来先祖的顶梁柱 在他看来 这般浮躁的心性绝对不行 因此 中帝心中暗自低语 一会的直接叫他一些最高深的道文 得让他吃吃苦头才行 如此心想着 中帝心中定计 随后 中帝毫不吝惜黑黄的残尸 将之服以大药 熬煮出一锅药液 以供黑狗疗愈伤势 黑狗可是先灵的头号信使 绝不能在养伤上 花费过多时间 黑狗嘴唇吸动 本想拒绝 但最后还是坦然接手 因为他知道 帝尊不可能会听他的 况且 昆云带收脚的宝物里 还有真黄宝药 那东西药效 可要比这蚕食强多了 因此 黑狗也就没有回绝 随后 黑狗浸泡着药液 叶星渝记忆又恢复了几分 正在成堆的道石环绕之中 感悟道义 力图完全恢复准地实力 即便在他现存的记忆里 也从未这般奢侈地修炼过 这都多亏了玄子卿的功劳 当然 黑狗也是有些助攻的 黑狗在大锅里 打了个喷嚏 四下环顾 随后耸了耸鼻子 摇头道 定是黑狗记恨本地呢 哼 傻鸟 不死山 山顶处一团形茂 南辫的朦胧火苗之中 传来黑狗神魂的暴怒吼笑 可恶 可恶啊 而玄子卿 则是跟随中帝 来到仙灵的核心处 这里没有灵墓 只有一座小屋 有些竹梨茅舍 悠然南山的味道 总之看起来就很干净 很清闲 中帝面带笑意 自顾自解释道 是不是很奇怪 为什么这里的环境 和外面的仙灵 甚至是不死山的差距 会有这么大 原因无他 那都是地极的意志所致 禁地诞生之初 都是一片凶恶的法则暴乱之地 大道从无形变成有形 也就成为了法则 这一过程 会让其失去天道的制约 从而肆虐暴走 因此我们称之为禁地 但是地极的强者 能够感悟这种法则 但不是掌控 而是与之相容 这一过程 我们称之为河道 河道成功的话 我们就与这种法则融为一体 也就拥有了驱使它的力量 而与此同时 禁地也会变成我们身体的延伸 像是我们的一部分一般 之所以不死山是不死山 那是因为 不死黑黄自太古至今 就无比高 它判出真黄一族 因此 没有将禁地改造为七黄木 而是将之变成了绝高的黑山 而我在与禁地同化之后 想的是 利用法则召唤出 仙域从古至今的最强战魂 所以 这里成为了仙灵 玄子清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中帝顿了顿 继续道说这么多 其实只是想让你明白一点 仙灵 不死山 这些都只是形式 而禁地的本质 是法则 至于道文而言 也是同样 玄子清似乎有所明误 他妈撒着下巴 沉生道 所以说 道文的实质 是一种针对道义 针对法则的运用 至于他为什么是 这幅面貌 为什么要勾勒出繁复的文络 这些其实只是形式 中帝神色一正 他倒是没想到 玄子清竟然悟性真的这么高 他只是以禁地举例 而玄子清 居然这么快就 悟出了道文的本质 这属实有些夸张了 然而 这还没完 为等中帝继续说明 玄子清竟是自顾自接着说道 所以道文之法 其实并不像是黑黄那样 门槛极高的道法 而是 一种类似于阵法的极致研究 第221章 无师自通帝尊的瞳孔 骤然放大 他这一次 是真的大受震撼 因为玄子清的猜测 不仅没有错误 甚至完全就是道文的本质 简直就像是他已经 对道文钻研许久一般 这太离谱了 要知道 他还什么都没教呢 他只是 借敬地的来历打了个比方 而玄子清 却已然洞悉了道文的本质 这已经不是举翼反三 甚至举翼反百了 这简直是开了天眼 说是慧眼如炬 悟性绝顶都毫不为过 帝尊太惊讶了 以至于惊讶到失去了言语 忘记继续解释下去 当然 他不知道的是 这些猜测早在玄子清 见识过黑狗的道文之术后 就已然得出 虽然那时只是猜测 但后来他对禁地的了解加深 又见证了道士这种奇物 还亲身面对过黑黄的本命道法 那时 他对道文的猜想 变成了有八九分把握的推论 而在听闻中帝 以禁地的来历做对比之后 他对此就是九成九的确信 这才不是猜测 而是断定 帝尊瞠目结舌 饶食他千万年来风波不惊的面容 也出现了些微的抖动 好在他的这副身躯迟钝麻木 因为脸上肌肉的抖动 并未体现出来 因此 没让玄子清发现他的震惊 但这就让玄子清很不满了 我都推测到这种程度了 他依然没有动容 看来我还是没有东西本质 这个推断太粗浅了 恰好此时 中帝心里震惊到说不出话来 于是玄子清借此时机 又皱眉沉思下去 至少就帝尊的反应来看 道文与阵法有关联这一点并无问题 只是单单得出这种程度的结论不足为奇 我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 比如 阵法该如何演变成道文 玄子清回想着小说中的阵法 以及自己已经在浩月皇朝使用过的那些战阵 五行困杀阵 五行八卦阵 九宫八卦阵 这三个阵法是逐渐升格 逐渐变复杂的同类阵法 其中每一次升格 阵法的威力都会变大 影响范围也会变大 但是道文很小 等等 咦 我是不是可以往相反的方向去思考 就像是同等重量下 接触面积越小 压强也就越大 那么 只要我把阵法压缩到一定程度 它就能在极小范围内 爆发出超越认知的威力 没错 道文和阵法 走的是两条不一样的极致之路 道文追求的是极致之小 虽然影响范围很小 但它最大的优势在于便携和爆发力 就像是五行困杀阵 我走到哪里 都可以随手快速布置 但是九宫八卦阵虽然更强 范围也更大 但它就需要我花费很长的时间提前布设准备 所谓道文 它的本质 实则就是一种 可以握在手中的极微型阵法 这么一想 玄子清豁然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 他虽然理解了道文的结构 可那又是如何做到的 阵法是一种借助天才地宝引动场式的技巧 而道文则是凭空勾勒 二者看似大相径庭 实则有着本质的区别 因为道文无需借助天才地宝 这意味着 勾勒之人 必须拥有主动导引出道义的力量 想到这里 玄子清抬起头 缓缓开口 所以道文之法的本质 就是牵引虚空中四散的道义 甚至是破碎法则 同时借助自身对道义的掌控能力 将破碎的道义排列成阵法 再将之压缩成一枚小巧的道文 收纳掌中 如此 每当战斗之时 就可以将压缩后的道文抛出 以自身气息为触媒 瞬间使之爆发 由于被压缩压制了许久 也因为道文中 蕴藏着复杂的阵法 所以当它爆发之时 就能瞬间展现出 远超其中道义的力量 但是这种道义不能维持很久 因此会表现出燃烧道文的性质 是这样没错吧 帝尊 帝尊脑后冒出一粒小问号 整个人顿时猛圈了 怎么回事 我还没叫你呢 你怎么就自己学会了 这一刻 帝尊对于悟性一词的认知 崩塌了 他刚刚还在发呆 心想着 既然玄子清悟性这么高 虽说一个月不可能学成 但自己多教他一段时间 也必定会卓有成效 但等他回过神 思考良久的玄子清静 是自顾自将道文的秘密合盘拖出 这已经不是离不离谱 妖不妖念 能够形容得了的了 这就是纯粹的怪物 哪有人拜师学艺 结果师父还没开始教导 他就自己摸索着学会的了 不知道为什么 中帝这会儿 心中竟是生出一种卑微 一种无力的感受 好像自己当初 观觉一世的天赋 在玄子清面前却根本不够看一样 即便当初夜天地横空出世 他也没有过这般绝望的感受 倒是玄子清 他看着中帝的模样 皱了皱眉头 难道我推断有误 不应该啊 中帝摇了摇头 苦笑着低声叹道爱 你的推断没错 不仅没有错 甚至可以说 是比小黑理解都更深刻一些了 玄子清平淡地点了点头 神色毫无意外 开玩笑 他怎么说 也是看过那么多小说的人 里面各种绝颠大能之法 不比这区区道文深奥多了 推演出道文之法的本质 对他而言 还是简简单单的 要是中帝知道 玄子清此刻心里在想什么 知道玄子清 把他钻研了万万年的道文之法 说成一般般的话 那他大概会当场吐血三声 报彼一次了 不过这对玄子清而言 却不会在他心里 掀起丝毫波澜 玄子清原本就笃定着 自己能够推断出道文的本质 他来求学中帝 主要的目的 还是想要知道手法与经验 譬如道文压缩之法 以及一些合适的微型阵法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 玄子清脸色一尘 询问道帝尊前辈 这道文之法 恐怕至少得准帝 才有可能勾勒吧 中帝微微汉手 说明倒没错 勾勒道文 需要对道义的掌控能力 至少需要准帝境界 才有可能完成 第222章 震撼帝尊果然 玄子清就知道 中帝那么轻易 就应下一月之约 必然是有把握 能够笃定他无法习得 现在看来 境界问题 就是横跟在他身前的一道天欠 此前玄子清 都是通过系统晋级的 他也不是没尝过自行晋级 但是玄子清后来发现 自己的身体 就仿佛是一个无底洞一样 如若没有系统灌顶 那多少天才地宝 灵丹妙药 都没法让他完成晋级 但这一次 恐怕不一样 因为准帝阶级 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境界 这只是一种 介乎于先尊与先帝之间的状态 先帝之下 区别在于 准帝能够牵引道义 先路尽头是一片虚空 虚空中沉浮的那些玄傲气流 就是所谓的道义 大道无形 法则有形 当领悟了一种有形的法则 那就能够进阶先帝 那时就是全身的一种质变 不过对于准帝而言 则不需要这种变化 只需要领悟即可 领悟了道义之后 准帝可以借助道义 甚至是法则乱流 淬炼身体 如此一来 就能够比尊纪更为强大 因此 准帝实则并非是境界上的质变 而只是 比先尊多了一种锻炼的手段 这么来看 玄子清完全可以自行破镜 但是中帝 看着老实芭蕉 实则也挺贼的 玄子清晨生道地尊前辈 这就有些不厚道了 我这境界才尊解 你却不告知我先尊没法修炼道文 还与我定下一月之约 中帝嘴角抽了抽 神色一阵尴尬 他冤啊 他此前哪里想得到 玄子清的悟性竟然这么夸张 甚至都不能说夸张了 简直就离谱 就中帝原本的构想 他原以为区区一个月时间 玄子清根本连掌握道文的本质都做不到 就更别说亲自上手勾勒了 结果 玄子清居然一个照面就悟出来了 这谁想得到啊 玄子清看着中帝一副尴尬的样子 于是淡淡到中帝前辈 赌约还可以作数 不过 你得给我提供速称准帝的方法 中帝眼前一亮 赌约可以作数 这好啊 这样他的面子 就不至于这么简单就丢掉了 至于准帝速成 就算再快 一个月也是不可能的 中帝终于展露出了笑颜 他倾笑道 这个简单 我会给你准备一缸药语 同时用镇魂钟 为你导引导意 这里是禁帝的中心 不仅就有密度极高的导意 还有着完整的法则气息 对你而言 可谓是绝佳的修炼圣地 说着 中帝已经动起了手 他一番手掌 一座大顶骤然出现 诸多宝药倾倒其中 熬煮出一大锅药液 那些都是黑狗平日里收集的 不过中帝都尝试过了 这些宝药 完全不可能让他的肉身 重换生机 因此 他大多都留给了黑狗作药玉 毕竟这仙灵里 也就他们两个活着的生灵 其他都是不死不灭的战魂 药玉也是毫无用处的 玄子清也没客气 他光着臂膀 就跃入宝药之中 浓绿色的药汤中 白雾蒸腾 一缕吕宝药的精华 汇入了玄子清的身躯 让他的皮肤 有些灼烧质感 不过要说有什么提升的话 玄子清感觉不到 或许这就是太强的坏处吧 中帝挑了挑眉毛 神色又是几分诧异 见鬼了 竟然有人抛药玉 一点反应都没有的 这还是第一次抛药玉啊 甚至 玄子清还是个先尊 想当初 黑狗第一次抛药玉时 那凹乱叫的声音 能够响彻整个仙灵 而玄子清这样一副风波不惊的神情 也不知道是意志力强大 还是真的完全无拘于药玉 太古怪了 然而 更让中帝震惊的 还在后面 玄子清见药玉没啥效果 也就没再绷着一副严肃的神情 他两条手臂撑在大顶两边 整个人四仰八叉 躺倒在大顶之中 随后惬意地嗡了一声 舒坦 这不比泡温泉舒服多了 中帝看得嘴角直抽抽 整个人都僵住了 愣了许久 他强行镇定下来 继续下一步的功序 中帝取出镇魂中 镇魂中迎风一展 变得硕大无比 随后从虚空中悍然落下 将玄子清和药顶笼罩其中 随后中帝守截法印 在镇魂中四周 编织出一道瑰丽繁杂的镇文 镇文亮起 无尽百物汇入大中之内 那时道义的浪潮 还混杂着丝丝丢的永恒法则 中帝肃然道 这是叶家发明的附于禁闭法 叶家将有能力突破准地的后背 置于密室之中 之后从中注入极高密度的道义 随后再以镇法封闭密室 这样你就和道义关押在了一起 而且道义没法逃脱密室 在这种高浓度的道义之内 你对道义的感悟就会更为明显 届时就会逐渐增加与道义的清和 从而掌握驾驭他的能力 而密室中留有开门的镇文 当你有能力牵引道义 自行临摹出开门镇文之时 也就意味你成为了准帝 中帝说着 转身被朝着镇魂中 他背负双手 俨然一副高人模样 终于算是重拾起为人师表的骄傲 中帝严肃道横了 你这段时间就在镇魂中内好好修炼 你的天赋和悟性都可谓上架 唯一的缺点 就是有些浮躁 过于好高骛远 这镇魂中内的环境 倒是刚好适合前行闭关 希望能让你借去浮躁吧 还有 切记不能尝试强行破终 镇魂中内不仅有道义 还有部分永恒法则气息 一旦你强行破终 引起反噬 那对自己的伤害是极大的 总之 静下心慢慢感悟吧 叶家最快之人 也花了近三年时间 才能够做到破阵而出 而你即便天赋不凡 少说数个月时间还是需要的 所以 不要因为没法破阵而焦虑 慢慢体悟就好 等战魂们 找到三位先帝后人的消息 我会通知你的 说着 中帝就要转身离去 然而这一刻 他的身后忽然传来异常的动静 中帝疑惑地回过头 随后看到了 他毕生难忘的震撼一幕 玄子清不知何时 竟是已经从震魂中内出来 甚至他还一手扛着大钟 淡淡开口行了 时间宝贵 该叫我道文勾勒之法了 第223章 习得道文之法中帝 揉了揉眼睛 整个人都呆住了 不是 怎么这就出来了 他才说几句话的功夫 玄子清就从震魂中里出来了 要知道 他这震魂中压制的效果 可比之夜家密室更甚 甚至这里 可是仙灵的核心区域 其中永恒法则弥漫 对于玄子清来说 这里破阵而出的难度 可要远超于夜家密室法 然而 玄子清就这么出来了 中帝默不作声 压根就没有理会玄子清 他快步走到震魂中旁 再三检查震魂中上的震魂 中帝怀疑 是他自己忘记不舍压制震魂了 导致玄子清可以不依靠道义 直接扛顶而出 但是结果让他失望了 道文是完好的 意外 一定是意外 中帝一脸难以置信 竟是当着玄子清的面 又把震魂中给按了下去 同时语气低沉 刚才估计是意外 你现在再试一次 然而 他话音未落 玄子清就又扛起了大顶 随后皱眉道疑 难道有意外了 中帝嘴角抽搐 他仍旧是 一脸不可思议 再一次把震魂中按了下去 然而这次尚未等他发话 玄子清就又扛着顶钻了出来 这次玄子清插着腰 看着中帝 他不说话了 中帝也默然失声 气氛陷入了一种极其诡异的境地 玄子清是看明白了 这破阵也就不过如此 当他被困在震魂中内的时候 高浓度的道义和永恒法则 弥漫在他的身中 那时候玄子清本能 就产生了一种牵引道义的念头 他先尝试了牵引永恒法则 不过永恒法则却毫无反应 这是自然 因为一来玄子清并非先帝 二来永恒法则已有归属 他当然不可能引动 那只是为他增加道义感触的 一种催化剂吧 之后玄子清又试图牵引道义 结果竟是一下子就成功了 虽然一开始很难控制 但是熟悉之后 玄子清发现这居然非常简单 而且他也明误了 引动道义的本质 那是神魂对道义的干涉 看清楚这点之后 之前许多问题都瞬间豁然 怪不得魔祖 能够在神魂状态下 用出空间法则 原来干涉道义和法则的 正是神魂 而且 当初先路尽头的先帝们 之所以用震魂灵 将后人神魂送至下界轮回 恐怕也是有着他们的考量 震魂灵能够检验他人神魂 因此 不管挑战震魂灵之人 是否为当初的先帝后人 只有他们神魂合格 拥有成为准帝的资质 那才可能借助震魂灵 来到先路尽头 这么一想 一切都合理了 而玄子清当初 可是可以是震魂灵于波为无误的 甚至他现在都让震魂灵拜扶任主了 可见他的神魂层次何其夸张 这样的玄子清 只要稍稍掌握到 牵引道义的诀窍 那精通起来 速度自然是极快 以至于后来 中帝第二次尝试的时候 玄子清竟是 瞬间就破诊出 这就像是骑自行车 学的时候有些磕磕绊绊 但是一旦学会 就完全能够通过肌肉本能驾驭 玄子清现在就是这种状态 短短片刻功夫 他已经将牵引道义化为本能了 中帝崩溃了 他现在真的很想死 永恒在这时 反而成为了一种无比残酷的折磨 没有人的体会他此刻的感受 他以师长的姿态 居高临下嘱咐许久 结果 玄子清光速打脸 还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随后中帝不服输 结果又被接连两次啪啪打脸 这脸面 算是丢尽了 中帝仗红着脸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下去 从古至今 他可曾经受过这般屈辱 虽然 是自找的就是了 玄子轻身出手 在中帝眼前晃了晃 随后疑惑到 前辈 前辈 说好的出来之后 教我道文勾勒之法呢 中帝回过神 他抿了抿嘴唇 最后决定 还是别丢这个人了 这脸 他丢不起了 也罢也罢 他这种悟性 我去手把手教学 反而会固化他的思维 当然固化思维只是小事 关键是 我的道心会受到折辱 这对仙族的未来不利 没错 我不是因为怕受到打击 而是在为仙族的未来考量 一念即此 中帝一挥手 将自己所学 尽数刻录在御简之上 顿时 漫天御简 漂浮于空 数目足足有数百万块 那些才是中帝所掌握的精华所在 是他万万年来的修心感悟 以及积累尝试出的 所有道文勾勒模型 中帝神色低垂 轻摇着头 探生道行了 这些是我所掌握的一切了 接下来就由你自己消化吧 玄子清眼前一亮 否这样不就好了吗 这样对你 我不都是很方便吗 非要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干啥 药欲没有效果 镇魂中考验也过于简单 纯粹浪费时间啊 中帝看着玄子清的神情 道心又备受打击 为了保住自己的道心 或许也是为了保住 仙族的未来 中帝一脸颓废 转身离去 随后 玄子清进入了 漫长的修行之中 他先花了足足一天一夜 才将那数十万块 预检上的知识经验 尽数消化吸收 这要是让中帝知道 道心准保当场碎裂 这么快的参悟速度 自然是得益于 玄子清夸张的神魂强度 玄子清自己也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不过他无敌习惯了 也没有过多纠结 一天一夜之后 可以出关了 当然他没有这么做 因为这是难得的 闭关修炼的环境 这里安全 安静 而且 有着极其充裕的 道义和法则之力 可以说是再合适 不过试验场了 玄子清闭目 低语勾勒道文 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用道义勾勒出阵文 这一点和阵法相似 另一部分是压缩阵文 并用平和的道义 将之果附其中 就可以完成保存储藏 而道文的强度 是根据阵文的强度 以及压缩的质量而定 道文内的阵文越密集 越繁杂 那道文的强度就越高 而压缩的次数越多 道文的效果 同样也会越好 简而言之 将一张纸随意揉成团 可将一张纸对折无数次 在纸张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肯定是后者结构更为紧凑 而玄子清学习道文的目的 是为了在晋级先帝之前 拥有和魔帝硬拼的资本 只有这样 他才能确保有能力救下弟子 因此 玄子清肯定不是想着 随便学会几个道文 而是要掌握最强的道文 那如果 我把九宫八卦阵 给压缩成道文呢 第224章 自创道文阵文越是复杂 压缩次数越多 道文的强度就越高 那么 倘若能够把九宫八卦阵 压缩成道文 那威力 想必足以惊视 但是玄子清很快就遇到了难题 当他试图把九宫八卦阵 压缩成阵文时 才没压缩几次 阵文整体就开始坍缩 既然甚至有爆裂的趋势 这是因为 九宫八卦阵本身就是重复合阵法 八大方位各自具有不同属性 而中宫驾驭阴阳五行 又能同时统一八方 在压缩的过程中 阵文必定会被破坏 因此 道文就会发生崩解 接而在中途失败 玄子清妈撒着下巴 沉生自语 那么就换一种压缩方式 以中宫阵文为核心 八方阵文将之 环绕成球状 这样兴许可行 一天之后 玄子清头发凌乱 双目充血 然而结局仍是失败 因为他发现 道文果然是有局限性的 像是九宫八卦阵 这样的复合阵法 在压缩过程中 其内道义 必然会相互冲突 最后导致崩解 压缩一两次还好 十次之内马马虎虎 可一旦九宫八卦阵 压缩至面盆大小 无论玄子清如何努力 九宫内的道义都会串联 继而形成乱流 这样不行 玄子清又尝试了一下 神行道文和神盾道文 这对于现在的他而言 可以说是信守拈来 甚至玄子清勾勒出的 神盾道文 要比黑狗的质量更高 因为他通过记忆中的阵法 选择了更为强大的 基础防御阵法金刚阵 而以玄子清的神魂造诣 相比黑狗 又能压缩道文更多次 二者结合之下 玄子清的基础道文造诣 已然远超黑狗 这神盾道文说是金刚道文 也毫不为过 但是玄子清不满足 因为金刚道文 虽然是神盾道文的升华 但是挡下魔帝杀招仍是面前 数万个神盾道文 都挡不住 精疲力竭的黑黄的权力一击 而金刚道文的效果 即便百倍于神盾道文 仍旧让玄子清不太满意 不过唯一的好消息在于 他所勾勒出的神形道文 服以虚空道文 躲避一般魔帝追杀不算太难 因此自保绰绰有余 所以玄子清接下来的目标 就是拥有一个 能威胁到魔帝的杀招 这就是九宫八卦道文的必要性所在 三天之后 玄子清形容枯搞 他嘴唇干皱 神色憔悴 一副苦闷的样子 最后放弃了直接压缩九宫八卦阵 这个鲁莽的想法 期间中帝有来悄悄看过 他心里很清楚 窥探玄子清的参悟过程 极有可能让他自己倒心受损 但是他好奇啊 毕竟像玄子清这样的绝世奇才 实在太稀奇了 用稀奇形容 或许都不太恰当 至少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甚至这种天赋 是中帝想都不敢想的 玄子清就是仙族的希望 虽然我倒心受损 对仙族不利 但视察他的修行 对仙族大有必义 没错 就是这样 中帝如此自欺欺人 于是以神魂悄然 窥探了一下玄子清的修行 随后当他看到玄子清 这样一副颓然的面貌时 精神反而一震 哈哈 本帝就知道 道文之法如此深奥 即便以他的天赋 想来也很难参悟吧 唉 虽然看他这样一副痛苦的样子 有些可怜 但以他那适才傲物的性格 适当打压一下也有必要 嗯 那我就不干涉了 一个月的时间 哪怕他只是领悟出一两个简单的道文 都已经是奇迹了 如此心想着 中帝一开了目光 他应该庆幸 玄子清的天赋过高 否则要是玄子清参悟的再慢一点 让他看到玄子清信手 勾勒出一枚道文的场景 中帝大概会直接弃晕过去 而当中帝一开目光 玄子清却忽然睁开了眼 三天的苦思冥想 三天的失败经历 让玄子清有了新的想法 我的思维太固化了 道文是可以叠加使用的 我又何必将九宫八卦阵 完全融汇成一枚道文 想到这里 玄子清整个人都豁然了 此前他看着黑狗 甩出一枚没道文 不过无论是神行道文 神盾道文 还是中帝为黑狗 提前准备好的虚空道文 与七天道文 那都是单独的道文 只不过 神盾可以叠加 神行道文也有近似的功效 但玄子清转念一想 既然道文能够叠加 那么将九宫八卦 道文拆分成八卦道文 不就行了吗 首先勾勒出 代表着阴阳五行的中宫道文 由于阴阳能够调和五行 所以中宫道文不会冲突 也不会像此前那样挤压破碎 之后再勾勒出八卦道文 以中宫道文为核心 以八卦道文为辅助 以此模拟出九宫八卦阵的阵势 一念即此 玄子清立刻动手 以他目前的熟练程度 竟是轻而易举 就将中宫道文和八卦道文勾勒而出 前卦道文 坤卦道文 中宫道文 乾坤逆转 玄子清将三枚道文一同爆发 他身前的虚空 顿时像是被扭曲一般 荡开了一层玄傲的气域 成功了 但是仍有瑕疵 因为乾坤逆转的威力不尽人意 看来是三个道文之间的勾连还不足够 引动道文的方式 仍有改进的余地 不过这个不难 最困难的部分已经解决了 区区改进道文 根本不值一提 玄子清精神顿时振奋了起来 距离玄子清必关过了七天 九宫八卦道文 成行 这一套阵法 被分解为九个道文 中宫道文 加上八卦道文 有点像是子母阵的感觉 而在玄子清的钻研之下 九宫道文自由组合 能够产生出无穷变化 困阵 杀阵 换阵 无一不可 唯一有点可惜的就是 九宫八卦道文杀阵的威力 并不能让玄子清满意 即便它同时爆发出九宫道文 但威力依然是一种范围伤害 因为九宫八卦阵 本身就是一种战略阵法 范围极大 威力够高 但不是针对个人设计的 这样就满足不了玄子清队 抗衡魔帝这一要求的预期 他要的不是屠戮魔族军队的道文 屠杀也并无意义 只有能够硬汉魔帝 他才能够完成寻回弟子的目的 然而此时 玄子清忽然又有了一个大胆的构想 如果我刻意让道文紊乱 爆发出法则乱流呢 第225章危险的想法 这一想法的启发 自然是源于前三天的失败 前三天之时 玄子清尝试过无数种方法 最后得出结论 九宫八卦阵性质过于博杂 因此不可能融合在同一枚道文中 当它压缩至一定程度 就必然会发生不可逆转的暴乱 从而形成乱流 这种乱流的威力 可要远比虚空猎系大多了 甚至是玄子清绝对无法控制的 那种乱流会伤及自身 即便玄子清是制造他的罪魁祸首 却也无法幸免于难 因此起初玄子清 没有往利用他的方向去想 但是现在玄子清想法变了 因为他对道文的掌握更深了 他的金刚道文也几经改良 拥有了更强的防护能力 而且就玄子清的构想而言 他完全可以创造出一种 更加对症下药的金刚道文 也就是专门为九宫八卦 道文爆炸来准备的 如此一来 他就可以避免 自己被卷入道文的爆炸之中 玄子清两手一拍 嘴角微微翘起 干了 随后又是漫长的枯作 恰好在此期间 忠帝又来悄悄窥探了一下 他见玄子清这次静坐闭关 神色间平静了许多 忠帝忍不住暗自赞叹 不错不错 心性上家 原以为就他那桀骜性子 失败之后会更加烦躁 以至于寸步难尽 没想到他这么快 就静下心来 冥想闭关 未来可期 未来可期啊 忠帝看着玄子清一副沉稳的模样 现在是真的觉得 玄子清觉对有能力统一仙族 甚至率领众仙驱逐魔族 进化仙域了 随后他满意离去 距离玄子清闭关过去半个月时间 此时 玄子清已然理清了头绪 正式开始尝试 虽然九宫八卦阵 形成单一道文的构想失败了 成为一个自爆杀器的钳制 问题的关键在于 该如何在压缩九宫八卦道文的过程之中 保证让他稳定形态 以免半途引爆 玄子清的选择是金刚道文 刚好金刚道文 是根据九宫八卦道文改良过的 那么就将金刚道文用作隔板 也当作是保护这枚炸弹的糖衣 就这样 玄子清不断压缩九宫八卦道文 也不断改良金刚道文 日复一日地尝试着 直到最后一月之期的最后一天 玄子清手上握着一团道文 没错 是一团 核心处的九宫八卦道文极小 甚至还没一颗豆子大 而那九宫八卦道文全缩成一团 甚至即便以玄子清的目力 都没法清晰分辨出其上的纹路 可见压缩有多彻底 而极致压缩的九宫八卦道文之外 是一圈又一圈包裹着的金刚道文 密密麻麻 几乎有不下一千道文包裹在外 因此 才形成了如今这样的拳头大的一团怪异道文 玄子清拧了鸣嘴唇 即便是一向风波不惊的他 都莫名有些紧张 因为即便被金刚道文层层裹腹 他也能感受到 手中这团紊乱道文带来的恐怖威亚 这种威亚 甚至比在不死山见到黑黄石 还要更胜不少 制作这没道文的过程 可一点都不轻松 虽然这些金刚道文 对玄子清来说 算是信手拈来 这九宫八卦道文勾勒时 也是轻而易举 但在压缩的过程中 即便他全神贯注 谨小慎微 也是花了整整三天时间 才勉强完成 而且 玄子清明显能感觉到 这道文的缺陷 他是有保质期的 这紊乱道文 无时无刻不再缓慢膨胀着 他就像那烫手的山芋 如果不在爆发之前丢出去 那与自杀无异 不过无论他有多少缺陷 只要威力能满足玄子清的预期 那就没有任何问题 玄子清神色紧张 想着进行一次最后的测试 而测试的地点 当然就是这座竹林茅舍 毕竟 这里可是整个仙灵最核心 永恒法则也最集中的地方 只有破坏茅舍 才能印证出他的威力 此时此刻 中帝完全尚不知晓 玄子清脑海里的那个伟大常识 他立于巨石之上 看着夜星渔盘稀坐在巨石环绕之中 轻笑道 这小丫头 也是天赋卓绝 这么快就恢复了准地修为 而且明显有着晋升地位的天赋与实力 中帝一旁的黑狗 文言一愣这么强吗 他听到帝尊如此评价 心里还是有些小委屈的 毕竟他卡在准地境界 已经太多太多年了 全靠道文和肉身 才能横行至今 而中帝评价夜星渔 刚一恢复实力 就有先帝之姿 这让他有些颓丧 中帝笑道他 既然能被众先帝选为下界之人 自然是有他的实力 当初夜天帝恐怕是想 将他当作仙族下一辈的领袖培养的 只不过 玄子清那个怪胎 遮掩他的光辉 黑狗文言点了点头 倒确实 不过说起来 一月之月也要到了吧 嗯 帝尊转身道 差不多了 我们去竹梨茅舍那里看看吧 以他的天赋 至少道文雏形是能够勾勒出来了 说不定还能勾勒个最基础的指引道文 黑狗撇了撇嘴 一脸不服气的模样 不可能吧 当初我光是参无道文勾勒之法 就花了好多年 他怎么可能这么快勾勒出道文 这要都给他勾勒出来了 那我老脸可都丢没了 中帝轻摇着头 并未回话 那种自尊备受打击的感觉 他已经体验过许多次了 就中帝的推测而言 玄子清完全有能力 再让他震惊一次 因此 他给自己提前打好了预防针 最多不就是勾勒出道文吗 没事 这种状况 我已经提前想到了 不会再让我那么震惊了 至于老黑怎么想的 中帝不仅没有可怜他 反而有些幸灾乐祸 一会老黑肯定会被 玄子清的天赋给震撼到 尽管这无论是对中帝 还是对黑狗 都是尊严上的碾压 但是中帝一想到黑狗一会儿 可能表现出的呆滞模样 心里竟是有些窃喜 终于有病友了呀 于是 一人一狗 沉默着走向仙灵的中心 心里都对玄子清的修炼情况 抱有期待 然而 未等他们抵达竹梨茅舍 一边陡生 第226章 乍翻竹梨茅舍茅舍的方位 一团刺目而明亮的光芒 骤然暴散 哄 一声震撼天地的巨响之中 炸裂的气浪横扫四方 爆裂的道义乱流 几乎化作有形之质 裹挟着无尽的仙灵力 扶摇而上 继而形成了一朵蘑菇云 而蘑菇云当中 一道身影冲破云层 横飞而出 那是玄子清 玄子清身前 横着不下千层的金刚道文 然而此刻 那些金刚道文 却一个个接连破碎 似乎形成不了任何组织 最后 玄子清几乎被炸飞到了仙灵的边缘 这才好不容易站稳脚跟 黑狗惊呆了 中帝也惊呆了 发生什么事了 好端端的禁地 怎么突然就炸了 中帝没有去视察 玄子清的状况 而是身形一闪 出现在仙灵的核心处 这里 原本应该有一座竹梨茅舍 然而现在 确实剩下一片焦黑的余境 就连那耸立的竹林 都被移为平地 偌大的范围中 满是黑土 除此之外空无一物 中帝整个人僵住了 他瞠目结舌 眼睛瞪得浑圆 这是一个仙帝不该有的失态 更不是一位自太古之前 就纵横至今的活化石 应该表现出来的姿态 但这实在太让人震惊了 因为禁地核心处的竹梨茅舍 是通过法则构建的 这里是整座仙灵法则 最浓郁的地方 而永恒法则 又是一种精于手郁 最为固若金汤的法则 然而 被炸平了 不可能凝制许久 中帝最后只能魔正般 说出这三个字 他紧锁着眉头 满脸骇然 震害到说不出话 原因无他 这种爆炸 给了他一种死亡的威胁 上一次中帝体会到这种感觉 还是上古时期 五位魔帝同时进攻仙灵时 他才有过那种感受 而现在 玄子清的道文爆炸 让他又一次体会到了死亡的感觉 此时 罪魁祸首的玄子清摇 晃着力气身子 他灰头土脸 嘴角溢着鲜血 状态不是很好 玄子清低估了 九宫八卦道文的引爆威力 即便他做足了准备 现在已经是五脏六腑翻涌不止 内伤不轻 这么大的威力 能够炸没了茅舍吧 玄子清不等气息平复 就一脸期待地 展开虚空道文 然后来到了茅舍的废墟之中 此时的中地 仍然久久不能回过神 呆若木鸡处在原地 而黑狗已经是下巴掉了一地 吓得不敢出声 这种威力 要是敌人来写 几百条命都不够他挥霍的 二人待至之时 虚空撕开了一道裂缝 玄子清 亮呛着从虚空裂袭中跌出 兴冲冲地 看向竹梨茅舍的废墟 随后猛地握拳城了 中地机械般 一点一点地别过头 他看了眼荒记的废墟 又看了眼性冲冲的玄子清 这一刻 他道心崩溃了 小兄 不 小祖宗 你到底干了什么 玄子清这才注意到 身后的中地 他平复心情 又是俨然一副高人做派 玄子清淡淡开口无他 道文实验而已 中地人傻了 道文实验 道文不是我发明的吗 什么时候 道文可以有这种威力了 然后中地猛然惊觉 玄子清刚才 好像是用虚空道文传送过来的 他回想起方才的场景 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虚空道文 那是黑狗都勾勒不出的道文啊 那是唯有中地能够勾勒出的道文 因为横渡虚空 是中上层的地级 才能使用出的技巧 所以他的虚空道文 即便是初期的先帝 也是有着不小的需求 而玄子清刚才 竟是借虚空道文归来 中地一脸迷惘 转头到小黑 你把虚空道文给他了 黑狗这时才回过神 他身子肃然一抖 吓得哈拉子留了一地 随后像是神经有延迟一般 飞退了好几步 痴痴倒霉 没有啊 此时 玄子清背负双手 倾笑道虚空道文 那是我刚才随手勾勒的 中地 作者有话说书有门 请记住最新最全的小说网站 赤兔阁黑狗 这么夸张的话 就算是吹牛 也不会有人信的吧 玄子清没有多余 仅是当着黑狗和中地的面 随手勾勒出了一个虚空道文 中地惊讶到失去了言语 而黑狗则是气昏过去了 他的道心受到了重创 太离谱了 自己千万年都没能掌握的东西 玄子清居然一个月就学会了 中地连连摇头 神情斜满的难以接受 他沉默半赏 最后放低了姿态 一会问到什么道文 能够爆发出这么大的威力 玄子清淡淡到九宫八卦 紊乱自爆道文 我就将之简称为紊乱道文了 中地正随问道紊乱道文 你自创的 玄子清一脸平静式 中地又正住了 沉默良久 中地平缓气息 沉生道你 再来一次看看 然而此时 玄子清却是面露为难 这个 我的金刚道文 在刚才用光了 现在勾勒纹乱道文太危险了 金刚道文 中地皱了皱眉头 这又是个玄子清自创的道文 他没有过多介意 因为他现在的注意力 全都放在了威力离谱的道文身上 中地沉生道无妨 你尽管勾勒 有我在 玄子清眉毛一条 本想说 中地可能也挡不住 但是看在帝尊的面子上 他忍住了 大不了就少压缩几次呗 玄子清如此心想着 依照中地所要求的 就开始勾勒正文 他心念一动 于是半空中 出现了一个无比巨大的 九宫八卦阵图 无穷道义汇聚其中 甚至牵引了 丝丝缕缕的法则碎片 随后 玄子清以中宫为核心 将道文中八卦的部分 向内翻折 这时 中地脸色顿时就变得奇怪了 他自然能够看出 这一阵法何其悬傲 而玄子清的所为 又是何其错误 这种性质复杂 且内中元素相吃的阵法 是根本不可能压缩出道文的 然而 他也隐隐理解了 玄子清的想法 随后 玄子清又 连着压缩了近百次 直到道文压缩至 一间房间的大小 玄子清这才临时勾勒出 一圈金刚道文 将之包裹其中 随后 玄子清一心两用 一边勾勒金刚道文 一边压缩九宫八卦道文 把中地 看得眼睛都直了 即便是他这个道文的开创者 也都没有这种夸张的技术水准 不过 金刚道文还是太少了 玄子清将紊乱道文 压缩成西瓜大小的时候 就不敢再压缩下去了 他立刻把紊乱道文丢给了中地 随后掏出虚空道文 杨生道先被小心 我先走一步 中地猛了 他接过道文 呆滞的疑惑自语什么意思 随后 哄 第227章地尊败浮案发现场 先灵中心 中地捧头垢面 无论是先驱还是神魂 甚至是他的道心 都遭受了无比强烈的冲击 原来这就是所谓的 紊乱自报道文吗 这要再压缩一些 甚至都能把它炸没了 中地可以确信 这次爆炸的威力 可能没有刚才打 然而 他差点被炸得支离破碎 多亏了永恒法则的庇护 他现在才能迅速自语 恢复原状 这时 玄子清悄然归来 他善善开口帝尊前辈 你没事吧 中地没有回话 他在思考爆炸威力的成因 为什么文乱道文能够伤及于他 玄子清只是准帝 连法则都并未掌握 而他可是掌握了不止一种法则的先帝 但即便是擅长手遇的他 却被玄子清所伤 这太离谱了 中地苦思良久 总算是勉强理解了玄子清的思路 原来如此 这九宫八卦道阵法内 各个部分性质截然相反 乾坤 阴阳 这些相反的性质压缩碰撞 就跟开辟世界一般 因此 在文乱道文爆炸的瞬间 其内蕴含的道义 短时间内急剧变化 从无形之道 暂时变成了有形之质 也就是所谓法则 因此能够伤及先帝 甚至摧毁永恒法则 所化的竹梨茅舍 巧夺天公 巧夺天公啊 中地打心底探服 他这个先帝 第一次觉得自己彻头彻尾 输给了一位准帝 甚至那位准帝一个月前 还是个区区先尊 这实在是过于夸张 过于超出他的认知了 玄子清 一介准帝 现在不仅拥有了 与摩帝抗衡的手段 甚至拥有了徒弟之法 即便摩帝能够复活 但他们倘若真的被玄子清杀死 那种道心的摧残 恐怕是任何手段都没法平复的 中地这会儿已经释然了 主要是玄子清给他带来的惊喜 远胜过他自己道心的崩溃 现在的玄子清 就算说是给仙族凭空 多加了一位先帝 也真的是毫不为过 中地心境平复下来 但神色依旧是难掩震撼 他沉声问道 你这紊乱道文 确实拥有徒弟的力量 只不过太难以掌控了 玄子清没有否定 他点了点头到确实 他能爆发出这么大的威力 多少也是因为 这里永恒法则浓郁 作者 PS喜欢小说的 欢迎访问赤兔阁 在浏览器中输入TO 而且稳乱道文会逐渐膨胀 使用起来有时间限制 所以我没法囤积很多道文 倘若在虚空中勾勒 缺少了法则碎片 在我进阶先帝之前 威力或许会稍小一些 但那也足以重创磨地了 中地强颜欢笑 拍了拍玄子清肩绑到不错了 虽然是意外想出来的 但是你的确是打破了 我对道文的认知 即便 我是道文的开创者 玄子清挑了挑眉头 但但道 不是意外想出来的 是我本身就抱着这种目的去尝试的 啊 中地又愣住了 什么意思 难道他是故意选择了这么复杂的阵法 就是奔着勾勒稳乱道文去的 所以 你原本就没指望九宫八卦道文成功 中地又是问道 玄子清摇了摇头 当然不是 半个多月前 九宫八卦道文就已经勾勒成功了 玄子清说着 神情专注 顿时勾勒出了许多八卦道文 以及复数的中宫道文 随着九宫八卦道文的组合释放 困阵 杀阵 幻阵接连爆发 变化层出不穷 中地眼白一番 彻底崩溃了 不久之后 仙灵外环区域 早在先前那阵剧烈的爆炸之中 叶星渝就从冥想中惊醒 此时的他 气息相较从前变强了许多 不仅恢复了下界之前的水准 更是有所长进 距离先帝 也就只差参悟法则了 这都多亏了那些用不完的道石 中地看到那成山的道石 神色越发波澜不惊 现在他可以坦言 无论玄子清再干出什么事 他都绝对能够忍住了 叶星渝看着赶来的玄子清 笑到怎么样 道文学会了吗 玄子清淡淡一笑 自信到那是当然 叶星渝露出一副毫不意外的神色 玄子清的天赋 他一向是相信的 玄子清舒展了一下筋骨 他从昆云带中挑选出一些天才地宝 将此前紊乱道文爆炸所致的伤势 调理了一番 随后就准备为叶星渝练剑 此时的道石山丘之内 断月吸收道石的力量 品阶已经达到道气 对断月而言 地气和道气之间是不存在门槛的 它本来就可以吸收天才地宝 汲取其中的道义 而当道义吸收到某种灵界点 也就形成了法则 这和紊乱道文压缩道义 是一个道理 不过与其他道气相同的是 道气的法则 跟先帝魔帝的法则 是远不能相提并论的 因为一者有灵 一者只是空聚法则之行 所以说 虽然先魔双方都有百十剑道气 但这百十剑道气加起来 也未必有一个地级来得重要 因此 断月的晋级并不能影响战局 至少目前看来是如此 玄子清满意地收起断月 随后又将道山下掩埋的仙晶挖掘而出 现在 这些仙晶就算说是道经 也毫不为过 玄子清大展拳脚 当着中帝的面 表演了一次练气 重锤之下 整座仙灵像是地震般摇汗不止 随后到为今天 道剑出世 中帝我不惊讶 我不惊讶 我不惊讶 做不到啊 中帝又忍不住了 随手铸就道剑 这能成为仙魔两边争夺对象的战略资源 在玄子清手里 就跟玩儿一样锻造了出来 中帝改变了想法 他此前觉得 玄子清未来肯定能够成为仙族的领袖 但他现在觉着 玄子清用不了多久 就能够统领仙族 甚至 现在似乎就行 毕竟 他也拥有了徒弟之力 如此一来 万事俱备 玄子清终于做好了出发前的一切准备 帝尊前辈 战魂何时归来 玄子清寻问道 中帝皱了皱眉头 沉声道 照理来说 应该已经回来了才是 我此前接下你那一月之约 就是因为 这世间刚好是战魂们的归来之时 但是 中帝话尚未说完 他们脚边的灵雾忽然有了动静 土壤松动 随后一个半虚半实的仙族战士 捂着胸口 从中爬了出来 中帝神色斗边路人 你怎么死了一次 那被换作路人的战魂 似乎仍未从战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他手捂着胸口 调息良久 这才沉声道地尊大人 我们在探索无主境的之时 发现禁地中有一仙族同胞 还是个活人 第228章消语的情报仙族同胞 中帝瞥了眼玄子清 神色微祸 因为仙路尽头 除了诸位仙帝 现今就只剩下叶家一脉独存 除此之外 就只欲下一众战魂 按照路人的语气推断 那活人同胞 恐怕是个生面孔 也就是说 那很可能就是三位仙帝后人中的一个 路人喘了口气 继续说道 他似乎是从仙域而来 不过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来的 原本按照帝尊大人的指示 我们完成侦察任务后 就该撤离的 但是为了保护他 我们被迫与黑黄一族大战许久 可惜中途禁地忽然结构突变 无论仙魔 都被禁地的变化冲散了 而我落在群魔之中 不敌他们 于是战死了一次 中帝豁然 未等中帝开口 玄子清却是抢先一步 你看到的那人是何模样 有何特征 实用的何种能力 路人狐疑地瞟了眼玄子清 他不认识玄子清 但能够分辨得出来 这是一位活人 想来是叶家来客 路人没有在多想什么 说明道 那是个青年 看起来十分直爽 会用一火 跟炎帝有些相似 那是萧宇 根本无需多想 那人必然就是萧宇 玄子清不假思索 扭头道我要去一趟禁区 中帝伸手想要阻拦 但是他手伸到一半 就又停了下来 一来他没有阻拦的理由 因为玄子清救徒心切 而营救的对象 又是仙族同胞 他于情于理 都不该横加阻拦 二来 玄子清现在实力 已经有了蜕变 现在的玄子清 不仅拥有徒弟的实力 而且 他就算想要硬闯出仙灵 中帝也拦不住 毕竟 他的竹梨茅舍 都是被玄子清诈没的 中帝稍加犹豫 最后拍了拍 玄子清的肩膀道 先别着急 先了解下禁帝情况再说 无主境的凶险无比 其本身的危险程度 可完全不亚于一名魔帝 玄子清微微汗手 这种事 他还是用不着中帝提醒的 中帝顿了顿 继续说道 这次他们探索的 是一个新形成的禁帝 我们将之称为藏天岛 这个禁帝比较特别 其中蕴含着不止一种法则 因此 他在无主之时 就已经有了相当完整的形态 而无论先帝魔帝 在进入藏天岛时 都会受到压制 那是因为法则的排异作用 所以 双方帝籍在初次试探之后 尽数退居幕后 让准帝们进入藏天岛 争夺法则 寻找突破帝籍的契机 具体情况 我就不知道了 毕竟 这是双方针对藏天岛的 第一次侦查 不过先魔两边都没有含糊 先族派出了叶家后辈 魔族也有黑黄一族的参与 很显然 都是奔着城帝去的 中帝说着 询问路人到路人 藏天岛里面细节情况如何 路人回禀道 根据这次探查 藏天岛是由漂浮虚空之中的 数万岛屿构成 其内似乎总共有着不下三种法则 因为藏天岛有三种变化 第一种 藏天岛每隔一段时间 部分岛屿就会崩解为虚空白雾 而另外某处 则会凭空多出一片岛屿 第二种 藏天岛上 有着幅度不同的重力威压 叶家和魔族 甚至有天骄 选择在那种强横重力下锻炼体魄 第三种 这个最为古怪 我们现在也未能弄明白 藏天岛部分地区 似乎有着轻蚀岁月的力量 有些人进去之后 就会转顺化为枯骨 而有些人进去 却会退化回孩童的样貌 总之极其危险 一般都是 我们先替叶家探路 因为我们有永恒法则的庇护 而魔族那边 也是让下位种族试探 以此节省时间 中帝眉头一皱 听到路人这么说之后 他忽然真的不想让玄子清去犯险了 因为藏天岛真的太危险了 蕴含着三重法则的禁地 这其实不算少见 因为法则也有高下之分 如果法则相对低级 那哪怕有十重法则加深 也未必比得过不死法则 或永恒法则 但是藏天岛内的那几种法则 光是听起来 位格就显然不低 而且这种无差别的随机爆发 是极其难以防范的 如果可以的话 中帝甚至都想代替玄子清去了 但是他做不到 因为他原本就是一具行走的尸骸 倘若离开仙灵太远 他的肉身就会僵化 从而失去力量 而即便中帝神魂强大 可一旦在神魂状态下 被魔族困住 那无疑是对仙族沉重的打击 甚至要是因此失去了仙灵 仙族转瞬间就会一败涂地 中帝遗憾地摇了摇头 刚想劝说 但玄子清却先一步开口 听起来都还不错 我看看能不能收下几个法则 中帝和路人都一脸迷惑 这是什么不当人的发言 参悟法则怎么说的 跟吃饭喝水一样 而且 一开口就要收下好几个 这已经不是太过自信的问题了 这明显是认知缺陷 相较于中帝 路人更是神色很不自然 他极力克制着 这才没有展露出鄙夷的神色 在他看来 玄子清怎么就跟个土包子一样 难道连法则是什么都不明白吗 那可是成帝的冠冕啊 掌握法则 就意味着加冕为帝 仙魔 双方帝极唾手可数 哪怕只多出一个大帝 对另一方都能形成不小的压制 这样重要的法则 在玄子清嘴里 居然这般随意 确实有些离谱了 幸好他们听不到玄子清此刻心境 不然现在恐怕会更为震惊 玄子清此时妈撒着下巴 心中沉思我的境界 看起来是大有问题的 不过从我 超出认知的神魂层次来看 掌握法则应该不难 但问题在于 我就算吸收了法则 恐怕也不太可能成帝 我的瓶颈 只有系统这个开瓶器能够撼动 总之先看看吧 反正还有萧宇和心愚呢 段月也是 要是我吸收法则之后毫无用处 就把法则给他们 让他们成帝 不过在此之前 还是先保证救下萧宇再说 玄子清如此心想着 心中定计 随后 中帝还是尝试着劝说了几下 不过依然没能成功 玄子清去意已决 为了营救弟子 就算是龙坛虎穴 他也必须一闯 第229章 前往藏天岛 先前玄子清耐住性子 主要是因为两点 一来他不清楚情况 毕竟他在先路尽头 算得上是初来乍到 这样的情况之下 不可能像是眉头苍蝇一样 大海捞针 四处乱找 二来他实力不足 以他当初的战力 被一个远离禁区 且尤禁灯窟的魔帝追杀 都显现命丧当场 那贸然去营救弟子 与宋死无异 所以他沉住气 前行修炼了一个月 而现在万事俱备 萧宇的情况线索摆在面前 他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拒绝 中帝拗不过玄子清 只能接受 最后出行的队伍定了下来 复活重生的战魂路人领路 黑狗作为侧应 玄子清和叶星宇 则是作为参战的主力 四人进发 刚刚从昏厥中 行转过来的黑狗 那是一脸猛逼 怎么回事 你们要干什么 什么 要本地带他们去藏天岛 不 放我回去 我要回去 哀嚎无用 抗拒不能 黑狗最后被迫上了贼船 像赶鸭子上架一般 一脸苦楚地踏上征程 仙灵外 虚空之中 黑狗哭丧着脸 哀嚎到你可真是我的小祖宗啊 怎么这么能搞事啊 玄子清眉毛一挑 什么叫搞事 本座弟子被困 难道要袖手旁观 黑狗磨牙祸祸 不敢回话 你弟子被困你找叶家 你找先帝帮忙 管我老黑啥事啊 人在灵中躺 祸从天上来 黑狗真的是老倒没蛋了 偏偏他还不敢拒绝 也不敢还嘴 因为玄子清太离谱了 黑狗现在已经知道了 那炸毁竹梨毛舍的 就是玄子清的道文 这才学了一个月 就能将永恒法则幻化的竹梨毛舍 移为平地了 这要放任他成长下去 哪还了的 黑狗哪里还敢招惹玄子清 抱着大腿 喊歌都来不及呢 就是去藏天岛这种送命的事 为什么要让他汤汤浑水啊 黑狗心太崩了 实际上 中地出发点也是好的 他临行前 给了黑狗大量的自己制作的道文 与玄子清的紊乱道文不同 那些道文几乎没有使用的时间限制 而且都掺杂了永恒法则的力量 所以效果不凡 还不用担心被战斗余波损坏 有了那些道文在 黑狗只要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就好 但是黑狗怂啊 他就只有在帮帝尊找药石 胆子大些 让他为了帝尊以外的人闯入境地 那简直要了他的老命 黑狗哭丧着脸 脚步缓慢 玄子清眉头一皱 摇了摇头 太慢了 这样不行 用我的虚空道文吧 黑狗闻言愣了愣 虚空道文 终地还给玄子清虚空道文了 那要他跟着意义何在 但他很快就发觉了不对 因为当玄子清展开虚空道文的时候 那道文明显压缩的 比之帝尊所造更强不少 爆发的效果也是只强不弱 更加让黑狗震怂的是 玄子清手中的虚空道文一个接连一个 就跟撒豆子一样 随后在路人的指路之下 他们竟是没多会儿 就抵达了藏天岛外围 黑狗凌乱了 他现在很想再一次口吐白沫昏过去 但求生欲告诉他 不能这么做 这里已经是藏天岛外围了 极有可能会遇到徘徊的魔族 于是他只能强忍着道心的崩塌 一步一步艰难走向藏天岛 至于战魂路人 他已经放弃了思考 我是个没有感情的战魂 我是个没有感情的战魂 路人不断自我麻痹 试图忘掉刚才那离谱的一幕 在玄子清此前大话之时 他心里尚且有些吃笑 但通过之后 玄子清和帝尊之间交流的语气 以及黑狗的反应 再到路途上的道文手段 路人知道了 这是个超出他认知的绝世妖念 他是仙族战魂 是太古时代的仙族天骄 战死之后 被仙灵复苏 见证了时代的兴衰 随着时光长河拼杀至此 但要说像玄子清这样精彩绝艳的 他是真的一个都没有见到过 即便是诸位先帝 可能都不行 或许 只有那位传说中的叶天帝 有可能压他一头吧 路人如此心想着 不再心有杂念 作为奋战无数年 又死而复生无数次的战士 平静心静还是不难的 但玄子清实在是太领他震撼了 叶星渝倒是对此毫不意外 玄子清是特殊的 无论是在他心里 还是对于这个世界而言 他都是最为独特的那个 任何超常的情况 发生在他身上 那都不叫意外 只是日常罢了 更多好看的文章 T.O.终于四人镇定心神 竟发葬天岛 玄子清抬手仰望 不远处的虚空之中 岛屿沉浮 其中有岛屿 忽然就裂解成一片虚无的白雾 而其中的魔族 从消失的岛屿处无力衰落 不知落往何处 显然 这里变化莫测 很难找到偏安一余的场所 因此 萧宇必然身处险境之中 玄子清目光微明 一个顺步冲上前去 玄子清挑中了不远处的一个魔族 他手掌翻转 几枚道文凭空出现 玄子清信手一挥 淡淡自于九宫八卦 幻 话音刚落 那些道文瞬间飞出 随后在那魔族的身边骤然展开 那是个长着西角的魔人 他原本在藏天岛外围 是打算浑水摸鱼 因为藏天岛实在是太危险了 他随时都可能落入 仙族战魂的包围之中 即便能够复活 但疼痛却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这时 他的身前忽然印出了一道身影 西角魔族定睛一看 顿时骇然跪下黑 黑黄大人 您怎么来了 黑黄神色高傲 冰冷开口 我听说 你们找到了魔族大人通缉之人 所以急切赶来视察情况 西角魔族愣了愣魔族大人通缉 是谁啊 看来大多魔族尚不知晓消雨 被通缉这回事 至少像他这样浑水摸鱼的混子 是对此一无所知的 黑黄勃然大怒 深周不死黑炎促然生疼 本地应该有让人传信吧 你连这都不知道吗 西角魔族历历威惧 连连磕头魔帝大人饶命啊 小的与队伍走散 始终没能找到大部队 所以才不知道 黑黄顿了顿 脸色依然阴沉 他转问道 那告诉本地 你可知道 内务闯葬天岛的火盗仙族 现在何处 西角魔族文言眼前一亮 这个 他真知道 第230章 辅导崩解西角魔族 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他神色谄媚 像是在妖宫情赏 嬉笑道魔帝大人 这事儿小的知道 许久之前 我们在探索藏天岛时 发现了一个仙族仙尊 而且他还只有仙尊初期的水准 这事儿透着古怪 后来仙族战魂也到了 我们双方对峙 他却问我们 这里是啊 还朝我们大喊 魔族受死 后来我们发现 那小子居然是从仙域来的 那可就古怪了呀 毕竟地级会被破碎法则乱流层给排斥 而尊级和准地 又不具备通过乱流层的实力 我们想着 那小子肯定有秘密 于是就想要抓住他审问 不过那些仙族战魂可犹了 恰好那座福岛忽然崩解 所以我们就跟丢了 西角魔族阵阵有词 不过很显然 他是在吹嘘 因为像他这样浑水摸鱼的 怎么可能敢和仙族战魂对垒 这些情报 必然是从其他魔族那里听说的 黑黄追问道 也就是说 你不知道那仙族的位置了 西角魔族神色一领 立刻道知道 晓得知道 那还不快说 西角魔族赶忙到那仙域来人 后来被逼入了藏天岛核心处的 众力场域中 因为放眼藏天岛 只有那里是不会崩解的 估计仙族那群人是为了保全他 未免被藏天岛法则分离 所以才被迫进入了众力场域 黑黄默然得点了点头 并未回话 西角魔族见黑黄不语 忽然心慌了起来 他赶忙解释 道地尊大人 不是我不想帮忙 而是晓得摩西一族太过笨重 因此 总是在抵达众力区之前 就被法子给扰乱了形成 所以 然而他尚未说完 那道黑黄的身影 却是逐渐虚化 甚至瓦解成一块块 破布一般的残片 消弭于天地之间 西角魔族愣住了 怎么回事 未等他想明白根由 路人 黑狗 还有玄子清夜心于二人 从他身边若无其事地走了过去 而玄子清随手挥出一箭 未等他看清自己面容 就湮灭于此 等到那西角魔族消亡之后 黑狗才惊叹道你 这是什么道文 也太贼了吧 玄子清神情自若 淡淡到幻症而已 不算什么 黑狗撇了撇嘴 可恶 给他装到了 偏偏黑狗又只能认了 毕竟玄子清 接连颠覆他的认知 实在是过于妖孽了 好在他一直以来都颇为谨慎 也没什么高傲的性子 因此 当黑狗放低身段之后 道心也就没那么容易崩碎了 狗生间 至于路人 则是沉默寡言 心中不断自我麻痹 没办法 永恒法则给予他们不朽的神魂 但却没法修复他的道心 路人承受不住啊 随后 四人进入了 藏天岛法则笼罩的范围 刚一进到 四人就不约而同身体紧绷 因为藏天岛内 明显流淌着一股 非同反响的威亚 那是远比仙灵更胜的威亚 是法则的压制 黑狗神色顿时凝重起来路人 藏天岛此前是这样吗 路人连连摇头不是 我身亡之时 威亚远没有现在这么恐怖 黑狗沉沉点头 面色不算很好 显然 藏天岛内出现了某种变故 而毫无疑问的是 这种变化 一定是围绕着萧羽发生的 虽然不可能由萧羽引起 但必然有所关联 因为仙魔都是因为他而对峙 得加快步伐了 玄子轻目光微明 顿时甩出了一枚虚空道纹 然而 意外发生了 虚空道纹 没法使用 黑狗见到此景 也是立刻用出了中地 为他准备好的虚空道纹 然而结局是同样的 虚空道纹展开后 竟是毫无反应 甚至虚空中 哪怕一丝一毫的猎习都没法出现 玄子轻心中暗道 怪不得一众地级 不敢亲自探索 横渡虚空 是地级中后期才拥有的本事 而他们肯定是发现自己 在此处无法横渡虚空 因此不敢深入 这说冥葬天岛内的法则质量 甚至要比一位后期先帝 或魔帝所拥有的的法则 更为强大 不过像是神盾道纹 神形道纹这种不干涉虚空的道纹 倒是依然能够展开 虽然威力逊色不少 黑狗脸色越来越沉 甚至微微后退了几步 他觉得现在情况愈发危险了 还是撤退魏妙 而路人身为战魂 倒是没有这方面的担心 他只是担心仙族战败 所以急着赶往藏天岛中心 四人心中各有思索 然而恰在此时 他们脚下的浮岛骤然崩解 整座岛屿都忽然变成了苍茫的白雾 而一阵法则乱流 从岛屿崩碎的地方四散爆发 将玄子轻等人 朝着不同的方向吹飞出去 最后的关头 玄子轻拉住了叶星鱼的手 二人被气颈吹飞 等到再睁开眼 他们落在了一处更为广阔的福岛上 而路人和黑狗已然消失无踪 玄子轻稳健地支起身子 打量四周 这里似乎正在进行一场对峙 一方是三位战魂 另一方是数百魔族 实力的差距悬殊 而此时双方都木然地盯着玄子轻 有些不知所措 愣了片刻 为首的黑羽魔族轻笑到忧喝 这妖巧 不仅抓到了几个落单的战魂 竟然还送了叶家活人 一众魔族眼貌金光 贪婪地看着玄子轻和叶星鱼 因为叶家活人的战功 可是区区战魂的数千倍 战魂不死 但叶家之人是会死的 任何一个活人 都能够让一众魔族疯狂 玄子轻撇了为首的黑羽魔族 这种族他还挺熟悉 杜鸭族看来是不死山的直戏 早算是冤家路窄了 杜鸭族领袖看到玄子轻不屑的目光 冷声道 这小子有些分不清局势 那就让我们来教育教育他 仙族剑畜看到我们魔族后 到底怎么露出怎样的表情 杜鸭魔族一挥手 高呼道杀了战魂 活捉那两个叶家活人 然后我们就去和黑羽魔族会合 到时候有了他们为筹码 看那群叶家剑畜该怎么取舍 嘿嘿 玄子轻脸色冷下 他默然取出断月 刚打算出手 然而他的手臂却被叶星鱼按下 叶星鱼久违的怒戎满面 低声道我来 第231章 一剑荡井猪魔玄子轻心里很生气 因为那肚鸭魔族满口叶家剑畜 这是在骂叶星鱼 然而叶星鱼更加愤怒 因为被辱骂的就是他 这让他怎么可能容忍下去 叶星鱼取出玄子轻炼制的那把刀剑 剑身修长 没有多余的赘势 但却有种简约的美感 似乎就是和叶星鱼这样 不识人间烟火的剑仙身份 叶星鱼步履沉稳 提见近前 那几个神魂受创的仙族战魂 焦急吼道道友 不要冲动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啊 我们是战魂 我们可以掩护 你们先撤 你们不用和他们硬拼的 战魂集啊 他们当然知道 叶家人对于仙族到底有多重要 仙遇的人上不来 先路尽头的仙族 除了叶家 又都已经绝后了 只有叶家能不断开枝散叶 死一个叶家人 都是对仙族巨大的损失 在他们看来 叶星鱼根本就不可能赢 一个区区准地 怎么可能面对数百准地呢 魔族也是这么想的 杜鸦宁笑着嘲讽道 皮肤汗大树 可笑不自量 然而叶星鱼没有回话 他可没兴趣和魔族多废话 叶星鱼握着剑柄 语气轻缓大眼犯天剑 说着 他如同起舞一般 身子骤然发力 道剑在虚空中 展出一道圆月般的湖光 那道朴实无华的湖光 瞬息之间 掠过魔族百鱼未准地的身躯 然后 世界失去了声音 因为 百鱼魔族 竟是在这一瞬间 进阶被叶星鱼的剑光 拦腰横断 毒鸦魔族眼珠子 几乎都要爆出来了 他满脸惊恐 骇然失声不可能 不可能 一个准地 怎么可能会这么强 不可能 随后 风起 百鱼魔族的尸体 迎风消逝 甚至其中绝大多数魔族 连声音都没能发出来 就被叶星鱼一见泯灭 这就是叶星鱼现在的实力 也是道剑的威力 那三位战魂 眼睛都看直了 他们先足先帝 竟然以一己之力 秒杀了百鱼未魔族准地 这种事真的不是幻象吗 他们真的不是在做梦 不是临死前的绝望幻梦吗 三人傻了 玄子轻拍了拍手 夸赞道 不愧是星鱼 真是厉害 叶星鱼小脸一红 巧声道和师父 比还差远了 战魂 叶星鱼此时的神态和言语 就如同五雷轰顶 直击他们的天灵 那个方才一剑斩灭 百鱼魔族的女剑仙 现在竟然低着头红着脸 一脸娇羞 声如闻啊 这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而且 他甚至还说和师父比差远了 如果不是谦虚的话 这种实力 还和他身旁的那个青年差远了 那玄子轻得有多强啊 战魂想不明白 他们只觉得 脑子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什么都是一团江湖 世界都颠覆了 这时 玄子轻微笑道横了 几位战魂前辈 不必再那么紧张啊 战魂们回过神 为首的战魂宫声道 我叫龙涛 感谢道友救援 玄子轻摆了白手应该的 应该的 他顿了顿 话锋一转导式 有件事请教道友 藏天岛重力场域区怎么去 龙涛赶忙说明道 那里位于藏天岛的核心 如果不摸青藏天岛变化规律的话 很难自行前往 藏天岛内法则浓郁 且远不止一种 而且 这里没有被地级掌控 法则散漫凌乱 变化诸多 比如福岛 就是法则散为乱流 乱流又重聚为法则的表现 如果想要抵达核心区 最好一路沿着最大的福岛走 因为一般大福岛都比较稳定 不会频繁崩解 如果沿着小福岛走的话 很容易就被卷入福岛崩解时的乱流 就算防住了乱流 未被重伤 但也很大可能落到魔族的包围圈里 因为我们仙族的主力 都聚集在藏天岛的核心处 龙涛说着 肃然道 我们原本也是打算前去支援核心处的同伴的 不过路途中被魔族包围 险些就要被送回仙灵了 多亏了道友相助 不如就由我领路带你们去 玄子清微微一笑 果断答应了下来 因为龙涛毕竟已经在藏天岛内奋战了越余时间 熟悉环境 自然能够带他们更快抵达 玄子清同意 叶星宇也就不会反对 这让龙涛和另外两位战魂 心里又是一惊 没想到那位女剑仙真的什么都听玄子清的 看来玄子清真的极为不凡 只是 叶家核实出了这两位强者了 他们怎么从未听说过 怪灾 龙涛无暇多想 时间紧迫 他领着玄子清和叶星鱼快速出发 至于黑狗和路人 他们二人玄子清并不担心 反正现在找也是找不到了 还不如在藏天岛核心处会合 那样倒是更为便捷一些 路途上 由于先祖主力被困在藏天岛核心 因此那些巨大的福岛上多半都是魔族 叶星鱼一剑荡平珠魔 一对又一对的仙族战魂被解救下来 其中甚至还有两个叶家之人 他们看着叶星鱼和玄子清一脸迷惑 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 叶家根本就没有这两号人物 但是玄子清虽未出手 可叶星鱼确实用的大眼犯天剑无疑 能够使出大眼犯天剑 这也只能是叶家之人 可这大眼犯天剑的威力 是不是太夸张了些 就连叶家子弟 在看着叶星鱼荡平珠魔之时 都是一阵毛骨悚然 那轻飘飘的一剑挥出去 魔族煞食片甲不留 叶星鱼对剑法的领悟 在整个叶家恐怕都是无出其右 当然 这其中实则也有道剑的助力 因为大眼犯天剑 本来就是柔和万道于一剑的绝颠道法 而道剑才能更好发挥出这一剑的威力 因为道剑原本就可以积蓄道义 挥出之后 自然能促成大眼犯天剑 爆发出更强的剑士 更不要说这柔道剑的材料 本身就是在仙路尽头 都难以找寻的奇珍了 就这样 仙族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而玄子卿甚至都不用出手 保持着一副高深的姿态 众人就突破重围 安然来到了藏天岛的核心处 这里是重力法则的汇集的 外围无数魔族守卫 而核心处 就是一众仙族战魂 以及叶家战士 还有萧宇 第232章 岁月轻蚀之力藏天岛的核心 这里并非是一整座巨大的平台 而是成篇密集的 如乱石浮礁一般的小型浮岛 有些浮岛很小 甚至只能 容得下两三人的样子 不过大多数的浮岛 都有充足的立足之地 容下二三十人不是问题 之所以能分辨出 这里是藏天岛的核心 那是因为 这块区域之外 有着一片淡紫色的光木笼罩 那是重力法则的体现 玄子卿刚一进来之时 就感受到了 他的身体稍稍沉重了几分 这让玄子卿眉头微皱 他发挥的场所 因为玄子卿知道 自己的强大之处在于 对道义的掌控 那是神魂与悟性的体现 因此 他的大眼泛天剑 才能爆发出绝强的威能 然而 此处的重力法则 却是针对肉身进行压制 玄子卿自认肉身不差 毕竟他也服侍过 许许多多的天才地宝 但问题在于 他太年轻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磨砺肉身 因此 他的肉身开发有限 简而言之 他的肉身就是一块蒲玉 只是目前看起来 仍旧晦暗无光 这样的前提下 虽然玄子卿的肉身 相较一般准地 要强上许多 可也没法抵消 重力法则的影响 法则领域之下 他没法展现出 道义的优势 而肉身也被压制到 与他人相近的层次 虽然并非刻意 但此处却完全可以说是 针对他的真正境地 局面不太好 而此时 无数辅导之中 魔族将先族探索部队 包围其中 只不过 双方都没有轻举妄动 因为部分辅导上的枯骨 告诉他们 这辅导中有危险 玄子卿想起来 此前路人所言 好像说是有辅导 拥有轻石岁月之力 看来 这里不仅是 重力法则的汇聚地 而那种轻石岁月的法则 在此处也弥漫了不少 然而想到这里 玄子卿忽然眉毛一挑 因为他发现了 一处奇怪的地方 玄子卿的视野之中 赫然有着 丝丝缕缕的飘缈挥舞 他能看到 挥舞的辅导上 未必有枯骨 但是有枯骨的辅导上 必然有挥舞 这说明了一点 那挥舞就是 轻石岁月力量的巨线 而且 其他人是看不到的 因为玄子卿 玄视四周 没有人将视线 投向那些挥舞 哪怕是一毫秒 都没有 所以说 那是只有他能看见的 法则痕迹 这是他夸张的神魂强度 所带来的效果 玄子卿微微一笑 虽然禁地核心处 限制了他 道文与剑法的发挥 但是他却拥有了 别样的特权 这就有意思了 想到这里 魔族们忽然察觉到了 玄子卿他们的到来 为首的是 黑黄一族的年轻妖孽 黄九天 黄九天血脉繁祖 甚至比之不死 黑黄更甚 是当之无愧是未来魔帝 而且他的年纪也不大 只有不到千岁的年龄 但是现在的他 却已然在 先魔年轻一辈中 傲视群雄 除了叶家那位 根本没有任何同辈 甚至是同静 能够与他匹敌 不过他的性格有些缺陷 那与他的经历有关 黑黄一族为了 培养出血脉繁祖的后辈 做了一些惨无人道的事情 当然 魔族也不需要 讲什么所谓人道 但是那对黄九天的性格塑造 却有着莫大的影响 不只是不死山一脉 甚至是所有魔族 都知道他母亲的那段过往 后来黄九天得知此事后 性格变得极为乖利 在他面前 只要有任何人 敢谈及他的身世 都会被折磨致死 再到如今 他变得有着严重的施虐倾向 反正魔族死了也会复活 所以他 甚至经常以惩戒下属取了 整个魔族 都没有人敢招惹他 黄九天看到了 玄子清等一众战魂 随即轻蔑地回过头 因为当时玄子清和叶星渝 都跟在龙涛的身后 他们的身形被遮掩住了 黄九天对战魂 可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些有永恒法 则凝聚而出的魂体 根本没有虐杀的价值 而且 仙族战魂是不会惨叫的 即便是以再痛苦地折磨 他们也不会哀嚎出声 因此 黄九天对战魂提不起兴趣 然而 当黄九天别过头之时 他眼角的余光 却忽然看到了 玄子清和叶星渝 活人 嘿 嘿嘿嘿 黄九天乖利英读的性格 又爆发了 他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既然双方都不敢行动 那他就逼着仙族行动 只要当着仙族的面 虐杀玄子清和叶星渝 那他们 还会这么袖手旁观 黄九天身旁的魔族 朝着玄子清恶吼道 没想到居然还有漏网之鱼 既然来了 你们就 然而他话音未落 一道黄炎汇聚成战刀 轻易就将那魔族斩首 消首之后 那把战刀 又幻化成无数微小的蠕虫 缠绕着黑炎的蠕虫 钻进了那魔族的躯体 将之啃视殆尽 这一幕 让周围的魔族身上 都起了一阵凉意 黄九天冰冷道 谁允许 你在本地开口之前说话的 玄子清微眯着眼 若有所思 本殿 同样是以地籍自居 从黑狗嘴里说出来 更像是一种 爷鱼和自夸 而从黄九天嘴里说出来 就感觉他真的认为 自己已经是魔帝了一样 玄子清大致判断出了 黄九天的性格 黄九天看向玄子清 和叶星渝 傲慢到那两个仙族 乖乖到本地身边来 玄子清眉毛一挑 他觉得 黄九天脑子一定有什么问题 就连叶星渝都一脸迷惑 感觉这魔族 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玄子清从人群中走出 轻笑到喊声爹 我就过来 话音刚落 全场气氛冰临 因为黄九天的过往 就算是先祖 也多有耳闻 他们都知道 身是过往 甚至是爹娘二子 都可以说是黄九天的逆龄 玄子清这无意之中 刚一开口 就触怒了黄九天 黄九天的脸色 继而变得阴毒无比 他毫不掩饰地直言道 原本我还打算 在先祖面前虐杀你的 但我现在想法变了 本地决定 要把你囚禁在不死山下 每日割下你的肉片泡酒 黄九天把自己的本心 都说了出来 而玄子清却神色不改 他察觉到了黄九天的怒点 于是 玄子清轻描淡写 微笑着说道 算了算了 像你这么没教养的野处 当你爹可太丢脸了 第233章闲庭信部 气氛死一般的凝滞 魔族那边 不少靠得近的魔兵 纷纷远离 不敢直视黄九天 而先祖这里 玄子清身后的战魂们 直呼真狠 这么多年来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有人敢这么强黄九天的 要知道 那是个不能惹怒的主 就算是一把仙兵惹闹了他 他都会一刀一刀 将仙兵破碎 以此泄愤 而玄子清这般激怒黄九天 未免太过危险了 至于被魔族包围的仙族军队 他们则是一个个 投来骇然的目光 卧槽 这谁啊 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 掩饰不住金戎 惊呼道 你们叶家什么时候 出了这种猛人了 叶家子弟一个个面面相去 有点面伤啊 好像没见过他 我也是 根本没见过这人 他不是叶家的吧 然而这时 正在调戏的萧羽 猛然睁开双眼 他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萧羽的视线 投向远处的援军 随后看见了 站在前方的玄子清 萧羽立刻惊呼道 师父 师父 仙魔双方都捕捉到了 这个敏感的称呼 因为他们都知道 萧羽是从仙玉而来 而与外围西角魔族不同 黄九天已然得到了口谕 因此知道 魔族在找寻仙玉之人 虽然他没有画像 但能够确定 萧羽就是魔族要的人 所以他才带人围堵 而萧羽 却称呼玄子清师父 所有人的目光 汇聚于玄子清身上 玄子清 却是一脸云淡风轻的样子 他朝着萧羽挥了挥手 笑道放心 为师马上就来救你 萧羽文言却是脸色骤变 师父别来 这里的人 实力一个个比天魁还强 而且 路上有不可适的法则场域 会侵蚀岁月 道道有切莫心急 因为那神秘法则的存在 我们双方都不敢煽动 你们趁现在赶紧去 其他境地请求支援 先不要管我们 而黄九天也脸色阴沉 他知道玄子清 是魔族要的人后 脸色就变得极差了 即便他性格乖利 但他也知道 魔族是他无论如何 都绝对不能招惹的存在 他没法再虐杀玄子清 但是 如果玄子清是自寻死路呢 想到这里 黄九天阴毒道口气这么大 不过是几缕看不见的法则 就能让你像丧家知犬一样 夹着尾巴逃跑了吗 玄子清神色从容 戏学道你还真是舍不得我啊 灭障 玄子清顿了顿 轻笑道不过 我什么时候说 自己要跑了 黄九天鹅角青筋勃起 怒火中烧 但他一想到 玄子清一会被神秘法则 侵蚀的惨状 心中却又兴奋起来 玄子清这边看起来人多 但想要通过这片辅导 却是根本不够用 黄九天为了能够形成包围圈 可是足足牺牲了数千魔族探路 而玄子清他们看见的枯骨 其实只是少数 因为能留下枯骨 那说明 那个辅导的神秘法则算不得多强 有些辅导 甚至几个呼吸 就能让一个准地级别的魔族 化为灰烬 也有些辅导能转顺 就让魔族回到阴海 最后归于虚无 消失踪迹 而那些辅导 是没法通过肉眼获得预警的 所以 黄九天笃定了 玄子清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活着穿越辅导 摆在他面前的 只有两条路 要么逃 要么死 黄九天阴毒地看着玄子清 当他知道玄子清选择了后者的时候 他的心情兴奋极了 这意味着玄子清必死无疑 而玄子清身后的一众战魂 也面露犹豫之色 如果他们就此身亡 那就会回到仙灵复活 届时又会浪费巨量时间 现在 后撤球员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只有夜星云一人 是完完全全相信着玄子清的 在他心里 玄子清既然敢这么做 就必然有着他的自信 犹豫之时 玄子清淡淡道 诸位大可先去求援 这里我一人可也 龙涛咬了咬牙 最后下定决心不行 道友救了我们 我们岂能转身就走 我们来为道友扑路 气氛透着一丝悲壮 然而玄子清却摆了摆手 哈 不必 既然是我下的决定 自然是我来领头 可 未等龙涛说下去 玄子清就坚定道 我意已决 看到玄子清这副态度 龙涛也没法再争下去去 因为这里还有魔族在场 要是在敌人面前 推推嚷嚷 这样对他们两个而言 都很丢面子 龙涛心想着 一会万一 遭遇了那神秘法则 他就立刻把玄子清拉出来 尽可能减小损伤 这就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 随后 在羡慕二人惊异的目光下 玄子清真的动了 他纵身一跃 根本没有丝毫有语迟疑 就像是完全不惧 那能瞬间秒杀准地的 神秘法则一样 玄子清轻飘飘地 落在了不远处的一个福岛上 他没事 叶星渝跟在玄子清的身后 而一众战魂也是 立刻跟上 不过神色却紧张无比 黄九天瞳孔皱缩 脸色阴沉 他们是有备而来 但凡是有魔族中招的福岛 他都已经记了下来 而玄子清附近的福岛 几乎全都是有神秘法则弥漫 但玄子清 却恰巧落在了一处 安全的福岛上 或许这就是运气吧 不过下一次就没这么好运了 黄九天嘴角微翘 宁笑道你倒是在走啊 哼 玄子清不懈地瞥了一眼黄九天 在黄九天惊恶的目光下 他脚步微错 竟是静止跃向了 那唯一安全的福岛 不可能 黄九天眼睛瞪得滚圆 惊怒道 这不可能 然而玄子清却是一脸平静 轻笑着说道怎么 你下不代表别人下 矜持点好吗 我就走几步路而已 你就叫唤成这样了 黄九天眼球充血 鹅角轻筋搏动 怒不可遏 多少年了 他还从未被这么激怒过 可恨 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是玄子清故意的 玄子清刻意 挑选了这样一处辅导 刻意借此 挑动黄九天的情绪 其目的 就是为了摧毁他的道心 魔族不死不灭 但道心可以摧毁 这里不适合发挥实力 但是适合攻心 第234章 会和萧宇皇九天怒不可遏 他性格乖利 向来只要有人敢触怒他 都会被他虐杀至死 玄子清如此嚣张 让他怎么可能容忍 黄九天怒喝道 给我把他抓过来 但一众魔族面面相去 无人胆敢行动 因为他们 只知道来时的安全道路 但要说从他们 现在所在的辅导 去捉拿远处的玄子清 那太危险了 稍有不测 就会被那神秘的法则 给送回老家 黄九天见无人行动 于是抱吼道 都站着干什么 再不行动 我把你们一个个抽筋扒皮 此话一出 群魔身子一颤 不敢怠慢 他们一拥而上 在辅导之间跳跃 目标所指 正是玄子清 然而 玄子清却满不在乎地回过头 因为他知道 这群魔族过不来 如他所料 一座座辅导上 弥漫着神秘的法则 有魔族刚一踏上辅导 身躯就逐渐老化 很快变成一位冒蝶老者 最后化为尘埃 也有魔族转瞬退化成幼年之姿 甚至连人行都无法保持 幼化的魔族 很快也收缩为 微不可查的沉静 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 一众魔族胆战心惊 他们虽然拥有 不死不灭法则的庇护 能够复活 但是却并非全无畏惧 有些法则会让他们 承受难以言喻的折磨 精神上的 神魂上的 这些痛处 不是复活就能够治愈得了的 而这种能够侵蚀 岁月的神秘法则 他们也是第一次接触 魔族的复活 虽然比这仙灵永恒法则 更为全面 能够再生肉体 但是复苏的时间 也相对较长 因此 第一批被神秘法则所 杀死的魔族 尚未归来 无人知晓 被这种法则杀死后 会有什么效果 所以他们 也不敢贸然上前 可黄九天的恶毒手段 他们就算没体验过 也大都有所听闻 所以他们只能 满面绝望地冲向玄子清 只要有前排的魔族探路 他们就可以知道 哪个辅导相对安全 前排的魔族 虽然想后退 可黄九天盯着 他们别无选择 于是 一排又一排的魔族 用肉身顶了上去 就像排雷一般 验证着辅导的安全性 战魂们慌了 以这样的速度 他们用不了多久 就能追上来 龙涛咬了咬牙 他环顾四周 就要冲上去 帮玄子清扑路 我来帮你们探路 我也来 一众战魂义无反顾 与魔族的畏守畏尾 截然相反 然而 玄子清轻摇着头 微微一笑 大可不必 不过是找一条 安全的通路罢了 不算难事 说着 玄子清意气当先 竟是若无其事地 又跳了一个福岛 所有人心弦紧绷 然而 无事发生 玄子清神色一如往常 就像是早已预料到 这座福岛安全与否一样 他招了招手 但但到跟我来 战魂们满脸惊讶 相互之间对视了一眼 最后决定老老实实 跟在玄子清后面 而叶星渝 则是自始至终 都完全相信着玄子清 根本没有半分犹豫 黄九天更为震怒 他的力尺咬破了嘴唇 鲜血流毯下 不可能 不可能 黄九天暴怒吼道 都给本地动作快点 再磨磨蹭蹭 统统剁碎了魏鱼 听到这话 群魔哪敢懈怠 他们紧咬牙关 不管不顾 疯了一般冲上前来 然而玄子清 却根本没有看他们一眼 玄子清迈开脚步 清笑着开口道 都跟紧我 别掉队了 最好看的小说 竟在赤兔隔替 殴说着 玄子清步履轻盈 若踏焰而行 在福岛之间 灵动地跳跃着 而战魂们镇定心神 也是毫不犹豫 就跟在玄子清身后 一众魔族都看呆了 什么玩意 这里不是危机四伏的 禁地核心吗 不是每上一个福岛 都有一半的概率命的吗 为什么它能像是 观光游览一样 这么随便地跳来跳去啊 凭什么啊 魔族一个个张口结舌 满心惊疑 却又说不出话 玄子清这么轻松地 领队前行 而他们 却在黄九天的威逼下 一个个简直就像 是在送命一样 这差距 未免也太大了吧 群魔心态崩了 但他们 偏偏却又别无选择 只能硬着头皮 追着玄子清 因为一旦后退 他们就要迎接 黄九天的怒火 可无论他们怎么前行 即便群魔拿生命 做桥梁 为后面的魔族开路 他们也没办法 追上玄子清 甚至群魔和玄子清之间的 距离越来越远 直到玄子清 像是闲庭信部一般 抵达了重力法则核心区 那里 是先族的根据地 而且没有那种 侵蚀岁月的神秘力量 这意味着 玄子清他们暂时安全了 群魔停下脚步 而此时的黄九天 他仗红着脸 气血逆流 气到几乎就要暴体 可恶 可恶啊 黄九天暴怒地咆哮着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都已经如此不惜代价 派人围堵玄子清了 而玄子清 却是安然无恙地 与仙族会合 现在这种情况 追下去 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仙族虽然处在 被包围的状态 但他们身处的区域是安全区 在那里没有神秘法则的侵蚀 但是重力更为强劲 不过 只要站在重力核心区的外围 就能减少对重力法则的压制 因此 仙族守在外围 一旦有魔族接近 就会反攻 在这样的局面之下 黄九天才不得已选择了 与仙族僵持 现在的情况就是 魔族进不去 仙族出不来 魔族有后援 而仙族却被孤立 所以黄九天此前觉得 只要拖住 仙族就必死无疑 可玄子清激怒了他 黄九天撕破头皮 都没能想明白 为什么玄子清 可以这么轻松地通过辅导 就像是能看到 那神秘法则一样 可是黄九天知道 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 因为就连魔帝 都没法捕捉那种未知的法则 而且那种法则 甚至位于不死不灭之上 因此 魔帝进入藏天岛 也会受到法则压制 正因如此 一众魔帝才选择袖手旁观 不敢轻身近前 但是玄子清 却能够窥探到哪种法则 这不可能 黄九天咬牙切齿 甚至气得浑身发抖 而玄子清 却是一脸从容 缓步走向萧宇萧宇 师父来接你回去了 第235章 捕捉法则萧宇 一脸惊喜 但他欣喜之余 心里却还有诸多疑问 师父 你是怎么过来的 玄子清笑 达到我用断月 固定住了虚空裂血 然后穿越破碎法则乱流 这才来到先路尽头的 一旁的粗蟒战魂 怎么可能 你怕不是在吹牛吧 玄子清对此并不介意 因为刚才这粗俗的战魂老哥 还好言相劝来着的 可见他本性纯善 玄子清平静到灵帝的 盗气阵魂灵留在仙域 我们就是借此保护上来的 战魂老哥一脸 豁然地点头倒怪不得 灵帝的盗气可不一般 当初就是他送他们 几个真灵转世的 关于真灵转世一事 萧宇此刻已经知道了 不过他对此没有什么实感 因为与夜心域不同 他们的记忆 早就在无数轮转世中磨灭了 因此 他们记不起来 在先路尽头的过往 也没有什么对此的认知 在萧宇眼里 自己才不是什么真灵转世 而只是一个下界仙人 仅此而已 萧宇看着玄子清 一脸愧疚师父对不起 都怪我不小心 这才被突然卷到了这里 还连累师父犯险救我 玄子清拍了拍萧宇肩膀 摇头道 不是你的问题 你可知道 当初掳走你的家伙是谁 萧宇歪了歪头是谁 玄子清淡淡道 是魔祖的神魂 一众战魂面露骇色 魔祖竟然以神魂偷渡到下界 甚至还亲自出手掳走了他们几个 虽然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但是细细一想 好像也只有这种可能 因为仙玉和仙路尽头之间 隔着一层法则乱流 除非有盗器庇护 否则几乎没有办法穿越乱流 但是魔祖的空间法则却可以 他们此前不敢往这个方向去想 可玄子清这么一说 他们顿时发觉 那确实只可能是魔祖所为 可魔祖图什么呢 为什么要把仙尊从仙玉掳上来 玄子清淡淡道而目的 想必是为了日后威胁我 战魂们瞠目结舌 说不出话 该说是太过自信嘛 魔祖的目的是 为了威胁玄子清 开什么玩笑 魔祖与叶天帝僵持无数年 就连寻常先帝都不放在眼里 替点欧赤兔阁 怎么可能会对玄子清如此看重 玄子清并没有解释什么 因此 所有战魂只觉得他在吹牛 至少是夸张了几分 但是魔祖阵营当中 黄九天却目光低沉 他知道 玄子清说得不错 因为魔祖在下达缉捕令时 最重要的就是玄子清了 可见魔祖对玄子清的看重 黄九天目光阴沉 冷声道横 是真是假并不重要 反正你们已经不可能逃离这里了 很快我们魔祖大军就会赶来 你们插翅南飞 玄子清轻笑着回过头 淡淡道 谁说我要逃了 说着 玄子清竟是一步一步 走向重力法则的中心处 强大的重力法则之下 他却视若无误 轻描淡写地走到境前 玄子清盘膝而坐 似乎在体悟着什么 黄九天瞳孔皱缩 他 他难道是想要感悟法则 不 不可能 他绝对不可能感悟得了法则 没错 仙魔双方已经许久许久未有人掌握法则了 千万年都出不了一个地级 他绝对不可能感悟成功 想到这里 黄九天细血地吃笑道 你不会 还想感悟法则吧 少做梦了 这是你能够感悟得了的 哼 异想天开 有这功夫 还不如好好交代遗言 等着一会儿临死 然而玄子倾向是入定一般 并没有回话 而仙族战魂剑壮 那五大三粗的战魂汉子 也像是明悟了什么 忽然兴奋到对啊 这里是法则核心 是最适合感悟法则的地方 虽然我们不可能这么快领悟出法则 但是我们可以借助重力法则炼体啊 只要不受重力法则压制 我们就能够以肉身突破重围 没错 这样也不视为一个破局之法 根本不用期待着援军 但是战魂是魂体 没法借助重力法则炼体 想到这里 那战魂汉子一挥手到叶家小友们 你们去重力法则区域炼体 争取尽快适应法则 我们战魂帮你们挡在前面 放心 你们绝不会有人打扰 叶家众人面面相去 他们忽然觉得 那战魂汉子 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 与其依赖他人 不如自己努力破局 于是他们重重点头 进阶赶往重力法则的核心区 盘膝而坐 开始借助重力炼体 而战魂们挡在浮岛外围 阻拦魔族登岛 黄九天瞪大拙眼 满面震怒 他终于理解了玄子清的意图 原来他不是想要感悟法则 而是想要炼体 可恶 黄九天大喝道给我攻进去 不能让他们安稳炼体 群魔闻言 一个个苦着脸 只能强攻浮岛 但是这样的进攻毫无作用 因为浮岛一手难攻 攻倒之时一朝不慎 就会失足落下 由于法则压制 藏天岛是没法欲空而行的 因此落下运气好的话 会掉到其他福岛上 运气不好 就会瞬间暴毙 即便魔族能够不断复活苏生 但是那种坠落的恐怖感受 却足以鸣刻在所有魔族的道心之中 因此他们很害怕 但却别无选择 只能一个个瞒横冲了上去 随后如同下饺子一般 坠落虚空 之后先摸两边乱战一团 而叶家众人在试图借助重力法则练体 此事无论是先祖还是魔族那边 所有人都觉得 玄子清只是想要借助法则练体 他们摒弃了一开始的猜想 根本不觉得 玄子清会去试图感悟重力法则 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先路尽头 已经无数年没有出现过新地了 即便有准地能够心无旁骛感悟法则 那可能也需要数万年的闭关 才有渺茫的几率掌握 因此 玄子清觉无可能领悟法则 他只是在练体而已 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 无论是黄九天 还是叶家众人 甚至叶星渝都被这么带偏了 然而 玄子清这时忽然睁开了眼 他捕捉到了法则 第236章先鱼的过往 玄子清能够看到 那轻时岁月的神秘法则 也自然能够窥见重力法则的诡计 他之所以选择盘膝坐下感悟法则 并非是因为自信妄为 而且他能够确切感受到 那种重力法则玄妙波动 就好像自己能够抓住他一样 这种感觉很特别 玄子清盘坐下来后 能看到丝丝缕缕 如同流苏一般的空灵轨迹 划过虚空 他以神魂牵引着这种法则轨迹 然而当后者与他相处之时 却流露出一股明显的距异 没错 距异 咦 为什么这法则会惧怕我 玄子清不知道 他只知道 自己的神魂 似乎凌驾于法则之上 而这法则在触碰到他的神魂的时候 似乎表露出一种未浅 一种配不上的感觉 法则自残行贿 这才远离了他 这让玄子清挑了挑眉吗 怪了 玄子清立起身子 周围的战魂 以及远处的黄九天 都愣了愣 不是要借助重力法则练体吗 怎么这么快就站起来了 黄九天像是明误了什么 他神色张狂 放声嗤笑道 哈哈 这就是你的本事 装作很有能耐 还想着借重力法则练体 结果没一会儿就狼狈地逃出来了 你们先祖有个词 怎么说的来着的 哦对 自取其辱 哈哈 你这不就是在自取其辱吗 玄子清不懈地瞥了眼黄九天 压根就没有搭理他 他感觉搭理黄九天的话 自己有些掉价 毕竟 他可是连不死黑黄都戏弄过的人 何必与黄九天这种小角色斗嘴 等他一会目的达到 黄九天自然会到心崩溃 玄子清如此心想着 走出重力核心区 甚至越向了福岛之外 战魂们一个个急切地大吼 你做什么 别干傻事 玄子清只是摆了摆手 微笑道放心 他们追不上我 而黄九天也是暴怒到抓住那家伙 于是一众魔族朝着玄子清蜂拥而去 然而玄子清却像是窒息这里的所有通路一般 他在福岛之间跳来跳去 竟是完全没有受到那神秘法则的伤害 无论魔族如何疯狂地追杀 都根本无法触及玄子清 玄子清纵身一跃 坐在一处小型的福岛上 盘膝参悟 这座小福岛的周围 全是密集的神秘法则 魔族一旦靠近 就会化为飞灰 看不到法则的他们 尝试了各个方向 却都没法靠近玄子清 即便他们如玄子清一般纵身一跃 然而脚底板仍然会触及法则 随即消允无形 人海战术也没用 因为法则不会因为杀了人而消耗掉 形成的规则 不会被这么轻易磨灭 魔族停下脚步 他们现在苦着脸 进退两难 进 没法靠近玄子清 退 必然要被黄九天虐杀 因此 他们陷入了僵局 而黄九天同样是震怒无比 他就这么看着玄子清 大摇大摆地走出战魂的保护圈 看着玄子清 随意跳到了一个福岛上 偏偏 他还就接近不了 就是奈何不了玄子清 可恶啊 气死我了 黄九天气的胸腔 几乎都要炸脸 眼珠子都快爆出来了 而玄子清却压根就没看他一眼 玄子清只是盘膝坐下 参悟着这种神秘法则 既然重力法则自残行贿 那这种比重力法则威力更甚的神秘法则 想来不会逃跑了吧 玄子清如此心想着 他放开心神 神魂体悟四周 并且尝试接触那种神秘法则 法则时而如思缕 时而如柳絮 漂泊在虚空之中 上下浮沉 玄子清以神魂接触到了这种神秘法则 如玄子清所料 他没有立刻被这种法则侵蚀 自己依然是好好的 一切如常 而那种法则虽然表露出了畏惧的情绪 却没有立刻逃离 玄子清心里一喜 继续体悟 他的神魂似乎被某种幽远缥缥的力量牵引着 不知道是要去往何方 恍惚之间 玄子清似乎看到了仙玉的历史 以及仙路尽头的某种演变 只不过他看不真切 也不知道那是否就是真实 那是仙路尽头没有境地 放眼望去还是一片苍茫 像是一层包裹着仙玉的虚空之壁 荒记 冷清 玄子清记得之前钟帝说的话 钟帝声称自己是第一个来到仙路尽头的人 通过这些法则凝聚而成的禁地 修成仙帝 但是玄子清现在却对此产生了怀疑 因为他看到了一道人影 在这禁地不存的虚空之中 一道模糊的人影在敲打着戒壁 似乎试图突破某种桎梏 但是他失败了 他盘坐在虚空的尽头 将那些尖声晦涩又玄妙渺远的气息 都吸收入体 但依然没能完成生命层次的升华 一年 三年 十年 千百年 数万年 甚至玄子清也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 那人盘坐在虚空的尽头 最后整个身体都已然干枯 而他最终再也没有醒过来 他的残躯坐镇虚空 化作了无数境地 而因由他的存在 虚空之中的规则也似乎有了变化 那些弥漫在虚空之中的道义 逐渐凝聚为实体 在漫长的光阴中具现成更多的境地 终于有一天 虚空中来了第二个人 那是位女子 似乎在费力找寻着什么 她找了无数年 深入了无数境地 但却始终没能找到 自己想要找的那个存在 最后 她闯入某一境地 再无踪影 时间长河继续流淌 似乎相聚了更为久远的时光 中帝终于来到了虚空 她遍揽虚空 不见人影 她错以为自己是第一个来到虚空中的人 并将这里称之为先路的尽头 她与最初那位一样 都试图突破戒壁 但她不仅失败了 甚至根本没能撼动戒壁分毫 玄子清能够看出来 她和此前那位差得太远了 随后 魔族入侵 中帝以性命填补戒壁的洞窟 借助永恒法则 以魂体长存 她知道对手的强大 因为自己破不开戒壁 而对方却能够撕裂戒壁 这说明二者之间位格的差距 中帝也知道 自己的天赋 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 突破到那种层次 于是她决定了 她要培养后辈 在之后 就是玄子清知道的那些事了 第237章 《时间法则的威力之后的过往》 玄子清就都知晓了 中帝以魂体灵选天资卓绝的妖念 并且暗中培养他们 诸如灵帝 炎帝 五祖等等 他们都可以算是中帝的弟子 甚至夜天帝也是 仙鹿尽头涌入了一大批仙族妖念 他们趁着魔祖未能再一次破开戒壁 抓紧时间修炼 后来当魔祖破壁 来到仙鹿虚空之时 众仙帝以实力硬汉魔祖 最终夜天帝在众仙合力之下 将魔祖封印 然而魔祖何其强大 即便被众仙封印 但每隔一段时间 他都能神魂暂时离体 魔祖的神魂悄然下剑 通过当初他与仙帝大战时 抛洒出的魔血 去改造仙鹿的本土物种 真皇一族就是其中之一 真皇对夜天帝怀恨在心 因此加入了魔祖的阵营 从而拥有了晋级地位的实力 在魔祖的帮助下 真皇来到了仙鹿尽头 融合不死不灭法则 晋级魔帝 后来更多的魔祖出现 于是仙鹿尽头 变成了如今这样分庭抗礼的局面 但是他们却忽然发现 双方的后继都跟不上了 因为随着仙帝魔帝数量的增加 虚空与仙域之间 形成了一片汹涌的法则乱流 准帝虽然可以通行 但他们承受不住法则乱流的强度 而帝级虽能够承受法则乱流 但是他们会被法则乱流排斥 引起更凶猛的反击 因此无论仙族还是魔祖 都回不去了 再者 虚空之中虽然弥漫着道义与法则 但是却没有充足的仙灵力 仙族只能用仙域汲取仙灵力 于是仙域一代不如一代 再也没有人能够来到仙鹿尽头 而魔祖也是同样 所谓魔器 实则就是被污染的仙灵力 所以他们得力量来源 与仙族大同小异 也就是在那时 天魁和夜星鱼被保护着遣送下戒 因为当时他们两个是仙魔阵营中 准地境界的最强者 仙魔两边的意图很简单 仙域当时格局是仙族魔族二分天下 因此 资源不够让某个妖孽来到仙鹿尽头 但是只有任何一方能够统一仙域 那么有朝一日 必然会出现能够来到仙域的准地 仙魔双方都留了保护后背 穿过乱流层的后手 只不过 由于夜星鱼和天魁刚一下戒 就开始火拼 后来夜星鱼沉睡 天魁重伤 仙域的格局也就僵住了 再到后面 沿地灵第五组三者 让自己后辈的真灵下界转世 但是依然没能掀起丝毫的波澜 甚至魔族还逐渐变得更为强势 几乎就要侵吞整个仙界 然而这时 玄子青出现了 在后面的发展 就都和玄子青有关了 玄子青缓缓睁开双眼 虚空中温和而清淡的白光 对他而言却显得有些刺痛 这种感觉 就像是沉睡了无数年的光阴 忽然在日光下睁开眼睛一样 有种久别世间的恍惚感 玄子青苏醒之后 环顾四周 他看到的 依然是那一大片神色傲骤的魔族 还有暴怒无比的黄九天 对他充满信心的夜星鱼 以及眼神中 满是担心的仙族战魂与消遇 似乎时间之过了一瞬 但玄子青却觉得 自己刚才分明是 见证了时间长河的流淌 以及几乎整个仙域的发展过程 甚至他知道的 要比中帝还更多一些 如果说中帝来到仙鹿尽头的那一刻 就是太古时代的开端 那么之前那在虚空之中 留下足迹的一男一女 他们所在的时代 或许成为荒谷更为适合 而他们是谁 现在何处 又去往何方 甚至是否还活在这个世上 玄子青一概不知 一切都像是笼罩着一层薄纱 神秘 且未知 他唯一知道的是 在见证过仙域漫长的历史之后 他似乎是掌握了那种神秘的法则 那是时间法则 是不输给魔祖的底牌 甚至有有圣之的强大法则 而这种时间法则 现在已经臣服于他 玄子青并不知道 自己究竟处于什么一种状态 因为这和中帝 对于帝级的描述不太一样 中帝说过 晋升先帝 就是一个与法则融合的过程 融合的法则越多 对自身的负荷也就越大 但实力也会更强 玄子青想到这里 忽然皱了皱眉头 融合啊 我也想融合来着的 但是法则他不肯啊 玄子青感受着 盘绕在他身边的 那一屡屡时间法则 他能够感觉到 不是时间法则 不愿意与他相容 而是时间法则自认为不配 有点下位者不敢僭越的感觉 照这样看 似乎我根本不可能融合法则 因为融合是双向的 而没有法则愿意 或者说敢敢这么做 但是我能支配法则 玄子青疑惑地抬起头 他感觉 自己似乎可以控制周围的时间法则 他心念一动 那丝丝屡屡的时间法则 竟是真的如他所愿 拨开了一条通路 这太离奇了 玄子青能够确信 现在的他还是准帝 但是 他却已然拥有了 超过一般先帝的力量 放在以前 即便是他自己 都不敢相信会发生这种事 但是现在 他也只能承认 我虽非先帝 但却竟然可以凌驾地极 这时 黄九天神色阴毒 失笑到故弄玄虚 一会儿在重力区核心坐坐 一会儿又在福岛上坐一坐 不知道你是准帝的 还以为你在参悟法则呢 就你们那个什么老世子夜天帝 也不敢像你这样装 玄子青瞥了眼黄九天 他倒是不在意 黄九天说的这些话 但是黄九天确实有些吵了 他的神魂之中 刚刚才涌入了久远的历史 现在的玄子青 有些轻微的头疼和疲惫 而黄九天锅躁不停 属实让他心烦 于是玄子青扬了扬手 朝着黄九天轻念到时间 黄九天挑了挑眉梦 放声吃笑还时间 你是不是故弄玄虚装上瘾了呀 还是脑子坏了 这才 嗯 黄九天话音未落 一股玄傲的法则骤然降临 他看到自己的皮肤 逐渐变得干皱 甚至很快波石脱落 如同军裂的珠网一般 他的骨骼逐渐歪曲 肌肉也继而变得萎缩扭曲 在所有魔族骇然的目光之下 黄九天竟是逐渐老化 最后 萧米玉无形 第238章 狭路相逢 所有人都震撼了 无论是围观的群魔 还是远处的众仙 甚至是萧宇和叶星渝 都瞪大了眼睛 满脸不可思议 玄子青 他竟然一挥手 就让那种神秘法则 侵蚀了黄九天 可以确信的是 黄九天闻丝未动 他被一众魔族拱卫其中 不可能一不小心 接触到了那种 不可思的神秘法则 与其说是 他被神秘法则侵蚀 倒不如说 是那法则主动找上了他 将之魔灭成灰烬 群魔一个个无比战力 骇然失色 而玄子青 则是神色平静 见证了仙玉的历史之后 他的心性更为平稳 似乎没有什么 再能让他的道心掀起波澜 而见证过仙玉过往之后 他也完全能够断定 这群魔族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们是魔血污染下的会晤 不仅是身体 更是心性 他们是帮助魔族 侵占仙玉的侵略者 因为他们该死 不需要任何同情 一念即此 玄子青又扬了仰手时间 话音未落 玄傲的法则 侵蚀了他们的躯体 所有魔族都被瞬间抹除 整个藏天岛核心区域 都变得安静了下来 众仙震撼 玄子青 他竟然挥一挥手 就能途径魔族 当然 这也是禁地加持的缘故 玄子青能够支配时间法则 而藏天岛中的时间法则 最为浓郁 因此 他才可以爆发出 如此强大的威势 但是玄子青明明 就是准地啊 他是怎么掌握时间法则的 这手段 比这先帝都要更强吧 太离谱了 以至于所有先祖 都失去了言语 而玄子青默然 走到了福岛的中心 现在的他 已经能感受到 充斥着整个藏天岛的法则之力 他一伸手 招来无穷法则 竟是将重力法则 汇聚成一枚丹丸 地语了夜心鱼 又将另一种变化法则 赐予了萧宇 二者呆滞地看了眼玄子青 而玄子青微微汗手 只是说了句放心 夜心鱼和萧宇 都相信着玄子青 因此一口吞下那枚丹丸 随后 一股炫耀的力量 在他们体内迸发 夜心鱼和萧宇 立刻盘膝修炼 很快 当他们睁开双眼之时 一股强势的气静 骤然爆发 这一刻 众仙都知道了 仙族 多出了两位先帝 众仙沉默 这短短不到一炷香的时间里 发生的事情 实在是太梦幻了 完完全全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仙族忽然就多了两个先帝 这么一来 仙族的实力 就能够反超魔族 而仙鹿尽头的大战 也必然能够获胜 但 但这真的不是幻梦吗 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 众仙反而是不幸了 因为这太假 太离奇了 但是夜心鱼和萧宇身上的 那股强势的气场 告诉他们 这都是真实的 绝无任何虚假 夜心鱼和萧宇激动地看着玄子清 他们知道自己成为先帝 也能够感受到 玄子清的修为不过准地 但是 他们却能明显感觉到 玄子清比他们强 他们的法则表露出 对玄子清的距移 夜心鱼和萧宇完全能够相信 要是他们指使着法则进攻玄子清 那法则甚至不会听命 夜心鱼无奈地笑了笑 果然 师父还是师父 无论如何 玄子清都能给予他们惊喜 当然 某种程度上 也可以算是惊吓了 玄子清见众人 都调戏完了 于是清笑道横了 我们先回仙灵 我还有急事要找中帝呢 一众战魂 以及夜家的后辈们 这才回过神 不过他们 依然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可是玄子清的话语 让他们明白 这就是真的 但这 太难以置信了 玄子清当着众人的面 手指轻轻一勾 于是无数辅导 竟然汇聚成一条康庄大道 没有任何障碍与法则的干扰 绝对安全的通道 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这一幕甚至让众仙觉得 玄子清 已然成为了藏天岛的主人 他可以支配藏天岛 不过这给他们 虽然带来了不小的震撼 可要说惊讶的程度 还是不及时间法则 和二人成帝 毕竟眼下藏天岛的法则 已然被三人掌控 因此 玄子清能够支配藏天岛 不算什么令人意外的事情 当然 有一点是众人不知道的 那就是 包括黄九天在内的一众魔族 他们都复活不了了 因为时间法则 并不是直接诸魔 而是让他们历经了久远的岁月 就连神魂都被彻底磨灭 这世上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永生 永恒法则的弱点在于本体 也就是仙灵的灵木 不死不灭法则的弱点 在于神魂 而玄子清的时间 法则磨灭了他们的神魂 即便黄九天他们的神魂 也埋在不死山内 也没能躲过这个隔绝千万里的斩杀 倘若众仙知道 玄子清拥有了完全葬灭魔族的手段 那他们相比会更加震怂吧 毕竟 这是仙族研究了无数年 都没能做到的事情 福岛升起 汇城通路 玄子清领着众人 静止走出了藏天岛 就像是郊游一般 轻松写意 似乎这由万千福岛建构 而成的绝地 并非是什么生命禁区 而只是偌大虚空之中 一处平平无奇的景点一般 空巨壮观 却毫无危险 众仙泽泽惊叹 除此之外 什么都说不出来 甚至没人 胆敢询问玄子清有关时间法则 因为他们能感觉到 自己与玄子清气场的差距 简而言之 他们不配 终于 玄子清绿众 离开了藏天岛 不过静地外 却有一个老熟人 或者准确来说有两个 因为黑黄正乳着黑狗 等候在静地之外 玄子清挑了挑眉梦 不死黑黄 他怎么来了 现在的黑黄 要显得比之前又小许多 看来是这么短的时间 还不足以让他完全恢复 但是那股煞气 却丝毫未减 而黑狗一脸苦涩 此时被黑黄擒拿着 脸色要多难堪 有多难堪 不用黑狗陈述 玄子清都能猜到缘由 定是之前在福岛分别的时候 老黑他怂了 我原以为 我们会在藏天岛核心处会合 结果这家伙倒好 他一个人偷偷溜走了 然后无巧不巧 撞上了黑黄 这下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黑黄肯定是直接全力施围 将老黑擒拿在手 第239章剑斩 黑黄玄子清猜对了 还真的就是这样的 黑狗想要逃跑 奇料反而是落入贼手 他现在场子都毁清了 至于黑黄 黑黄在不死山复苏之后不久 就听到了复活魔族的传信 说是在不死山 找到了一个疑似 从先遇来的仙族活人 黑黄一听这话 那还了的 仙族活人 这不肯定是魔族通缉的那批人吗 黑黄顿时想到了玄子清 心里没来由的一阵恼目 玄子清和黑狗如此戏弄于他 这让他恨不得将之抽筋扒皮 而眼下仙族活人出现在了藏天岛中 黑黄能够猜到 此人必然和玄子清有着莫大的关联 因此 只要捉到这人 就完全可以胁迫玄子清 这么一想 无论是为了完成魔族大人交代的任务 还是单纯报仇血恨 黑黄都有轻身前去的必要 他等到实力稍有恢复 就立刻动身追杀 随后看到了玄子清 他们从藏天岛内走出的景象 黑黄起初还有一丝丝的惊讶 但这种惊讶很快就平复了下来 因为玄子清绝无可能成为先帝 也绝无可能掌控法则 所以 福岛之所以汇聚成一条通路 想必是因为玄子清 他们发现了禁地内的某种变化规律 这才从通路中走了出来 没错 就是这样 必然是这样 这么一想 黑黄脸去金戎 不再有丝毫未浅 哼 不过是一个准帝 我为何要怕他 之前他能够让我身亡一次 那是因为我自己疏忽上头 才被先灵法则所困 正常我用得着怕他 黑黄如此一想 气势立马又上来了 玄子清看着黑黄 目光微冷 他尚未开口 倒是黑黄抢先一步小子 你运气真是差啊 不久前才从本地手上逃出生天 没想到这么快又撞到我脸上来了 之前你们运气好 又有先帝协助 可现在不同了 你拿什么逃面 啊 黑黄扑愣着双翼 神色愈发张狂 他放声吃笑着玄子清 甚至嚣张地开口到小子 我给你一个机会 现在 立刻自善一万个耳光 跪下来大喊黑黄老祖 我错了 我就让你死得轻松点 怎么样 玄子清嘴角抽了抽 即便是镇定如他 都险些一个没忍住笑出了声 至于他身后的仲仙 则是一个个神色尴尬 难掩笑意 黑黄居然说 玄子清运气差 他怕是不知道 运气差的是他自己吧 虽然不知道 黑黄和玄子清之间 有什么恩怨 但是仲仙还是能看得出来的 作者赤兔格PS 喜欢小说的欢迎访问 T.O.现在黑黄的状态 用一句仙欲的俗话 形容就是 拔毛的凤凰不如鸡 相比于刚才展现出 强横姿态的玄子清 那二者之间的差距 只能说是肉眼可见了 运气不好的 毫无疑问 就是撞在枪口上的不死黑黄 黑黄看着仲仙的神情 他心里也是极其不解 难道仙族还有什么后手 还有什么保障 黑黄留神四周 却什么都没有感知到 黑黄懂了 这是空城计 是仲仙在刻意愚弄他 好让他觉得 仙族有帮手 不好招惹 没错 想到这儿 黑黄眼神轻蔑 不屑一顾地吃笑到怎么 想诈本地 一群废物 难道只会用些鬼欲伎俩 这话说完 倒是玄子清忍不住笑出来了 玄子轻轻笑道 那你自己呢 落毛凤凰 只会成口舌之快 你 黑黄怒不可遏 他没想到 都到这种关头上了 玄子清居然还敢触怒他 他是真的有所倚仗 还是单纯在故弄玄虚 黑黄觉得 大概是后者 这般心想着 黑黄目光阴冷 怒吼道敬酒 不吃吃罚酒 我看你是找死 玄子轻轻笑着摇了摇头 他竟是全无巨色 缓步走向黑黄 这里是藏天岛外 他调动时间法则需要时间 此时段月正在帮他吸收 积蓄着时间法则 因此 玄子清才会用对话拖延片刻 而现在 实际已经差不多了 玄子清招了招手 虚空之中道义流转 掺杂着些许法则 最后汇聚成树梅道文 玄子清低语道九宫八卦 换 说着 那九梅道文骤然飞出 在黑黄身边忽然盛放 黑黄的神魂一阵模糊 即便是身为魔帝的他 都被那九宫八卦幻阵干扰了 而当他回过神的时候 黑狗近视 已经被玄子清救走 什么时候 可恶 可恶啊 黑黄怒不可恶 暴躁地狠瞪着玄子清 暴吼道你该死 玄子清清笑着 又是随手勾勒出一枚道文 紊乱道文朝着黑黄飞射而去 与此同时 漆黑的不死魔炎 缠绕着黑黄 冲向了玄子清 二者相撞的那一瞬间 紊乱道文爆发出强决的威势 剧烈的冲击波横扫四周 甚至压缩到极致的道文 爆发出了一朵蘑菇云 当烟尘散去 玄子清毫发无损 然而黑黄却被炸得灰头土脸 甚至支离破碎 总之要多惨有多惨 黑黄满脸震怂 根本不相信眼前这一幕 他竟然被一个区区准地所伤 这怎么可能 黑黄震怂地看着玄子清 当他看到玄子清神色如常 甚至毫发无损的时候 他更加震撼了 难道玄子清比他更强 开什么玩笑 他可是魔帝 而玄子清只是区区准地啊 这其中的差距远不止境界 更是法则层面上难以逾越的鸿沟 即便他实力有所削弱 但是他原本就是魔帝中较强的那一批 又怎么可能不敌玄子清 黑黄无比休闹 但他也很快冷静下来 因为玄子清是魔祖大人要的人 这次任务至关重要 他不能冲动 黑黄稍加思索 冷哼道 不过是有个小手断把了 有不死不灭的法则在 这点伤很快就能痊愈 说着 黑黄身上的伤势 竟是真的逐渐消失 就像从未受伤过一般 黑黄先摆着光洁如初的黑玉 张狂道 不过是白费功夫 你难道真的以为自己能胜过我 玄子清清笑着摇了摇头 断月已经吸收了足够的时间法则了 时机到了 玄子清取出断月 淡淡到那么 就让我看看 到底是你的不死不灭法则更强 还是我的时间法则更胜一筹 大眼泛天剑 第240章虚空与女帝事实上 早在一开始 玄子清就有击败黑黄的能力 只是他知道 黑黄能够不断复活 所以他需要积蓄力量 用充足的时间法则 彻底磨灭黑黄 而现在 时机到了 黑黄原本不屑一顾 可当他接下了玄子清的剑气之后 却神色骤变 因为他感受到了那种熟悉的力量 那是他们一众魔地出灵葬天岛时 就感受过的力量 正因为这种法则的威胁 他们才不敢进入葬天岛 而现在 玄子清拥有了他 黑黄吓坏了 当场就要撒腿逃跑 但 为时已晚 朴实无华的剑光 斩断黑黄的身躯 与此同时 时间法则在他体内肆虐 不断侵蚀着黑黄的肉体 甚至神魂 黑黄感觉自己 似乎跨越了遥远的时间 顺着时间长河 来到了时空的尽头 而那时 他已然没有了身躯 只剩下无垠虚空之中的一片焦土 黑黄和睦 而虚空之中 他的身形也转瞬间消失无踪 黑黄 死了 这时一众仙族还不知道 黑黄不是单纯的被玄子倾所杀 而是彻底磨灭了 就连复活都不再能够做到 不久之后 魔族大概会震悚地发现 他们没法复活了 当然 不是现在 不过即便只是击杀黑黄一次 这样的丰功伪计 就足以让众仙震撼 众仙纷纷惊叹太强了 居然随手 就斩杀了真黄 这是真正的大帝之姿啊 黑狗也大张着嘴 他瞠目结舌 呆若目击 下巴几乎掉了一地 这里面就数他最为震惊 因为不久前 玄子倾还是个善用道文的区区准地而已 怎么转眼就变得这么梦了 他此前看到玄子倾救他之时的道文造诣 以为那就是玄子倾风波不惊的倚仗 以为那就是玄子倾的全部实力 可他发现 他低估玄子倾了 现在的玄子倾 强到离谱 黑狗惊讶到你 晋级了先帝 玄子倾却摇了摇头并位 黑狗更加惊讶到那 那你刚才用的是什么 时间法则 玄子倾平静地回答了 黑狗猛了 怎么一会说自己不是先帝 一会又说自己用了法则 而且还是时间法则 这一听就感觉压了永恒法则一头 因为永恒是三维尺度内的东西 而时间则是超脱万象的力量 黑狗没法理解 玄子倾知道他听不懂 但他自己也没法更详细地解释了 总不能说自己天纵阴才 就随便瞟了一眼 结果就领悟了时间法则吧 而且他领悟的过程一点太多了 自己的神魂为什么会这么强大 玄子倾心里有不少疑问 他摆了摆手 摇头道 总之 先回一趟仙灵吧 我有事要问中帝 黑狗木然地点了点头 虽然他现在很猛 但是能再杀一次魔地黑黄 他感觉狗生值得了 随后 玄子倾用神形道文 带着众人返回仙灵 恰好迎上一脸焦虑的中帝 中帝看着安然归来的众仙 神色颇绝意外 咦 你们安全归来了 中帝这话说的 就像是料定了玄子倾会出事一样 玄子倾风波 不禁地点了点头 笑道还行 路上虽然有些意外 但是都解决了 解决了 中帝听到这话 顿时大为震惊 他之所以这般焦虑 是因为听到了战魂的汇报 说是黑黄出现在了藏天岛之外 中帝顿时心道糟糕 但他没有料到想的事 没过多久 玄子倾他们就回来了 一定是走得早 没有遇到黑黄吧 起初 中帝是这么想的 但后来玄子倾的回应 告诉他 他们一定是遭遇了黑黄 而且得胜归来 这就很离谱了 他们凭什么赢啊 之后 等到战魂们回到仙灵内部 这才将路途上遭遇的一切 告知了中帝 中帝大受震撼 什么 我仙族竟然又多了两位仙帝 而且 而且还是 这么突然 中帝猛了 但很快 他听到了更加离谱的事情 你说他们两个的法则 是被玄子倾印灌进去的 这合理吗 而且 玄子倾随手斩杀了黑黄 中帝感觉 自己的认知又被颠覆了 甚至他都有些道心不稳 整个人都不好了 之后 当中帝找到玄子倾 想要询问情况时 玄子倾却摆了摆手 笑道 这都是小事 倒是我有些事情 想要请教一下前辈 好家伙 随便就让仙族 多了两位仙帝 还随手诛灭了魔帝黑黄 这叫小事 这说的是人话吗 中帝人傻了 不过他很快镇定心神 因为玄子倾说 有事要问的时候 似乎非常严肃 这让他意识到 玄子倾想要询问的事情 必然很不简单 于是中帝也肃然道 但说无妨 玄子倾文言 就告诉了中帝 自己在领悟时间法则时 见到的场景 尤其是那荒谷年间的两道身影 中帝文言 瞳孔骤缩 玄子倾竟然刚来到先路尽头 就了解到了那种秘心 关于那两位的事情 甚至有几位先帝 都对此毫不知情 而玄子倾却知道了 这就很耐人寻味了 即便中帝明白 那是时间法则的作用 但这种情况 很难不让人相信 玄子倾就是那位天选之人 中帝声音低沉 肃然到你看到的画面没错 那应该都是真实的 我之前告诉你的先遇历史 其实只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一部分 而我也确实并非第一个来到先路尽头 也就是虚空中的人 最早的那位我不知道 即便是先遇历史上也先有记载 我只知道她强横无品 之所以未有历史记录 是因为她没有朋友 也没有敌人能够活着传述她的实力 只有少数目击的路人 能够用知言片语形容她 总之 我们就将她称为万古第一帝 而后来那位女子 则在先遇历史上被称作狠人大帝 她崛起于威眸 一生不输于人 靠着自己的努力和韧镜 爬到了无比高的位置 随后进入了虚空 而她的目的 是寻找自己的兄长 第241章魔祖重生 后来根据我们猜测 她要找的那位兄长 可能就是第一个来到虚空的那位 她自幼和兄长失散 为了找到兄长 才努力爬到那样的高位 她来到虚空之后疯狂找寻 却找不到兄长的踪影 最后沉睡在虚空之中 中帝说着 无奈地摇了摇头 苦笑道 或许你早就有疑问了 为什么以我的实力 以我这远不及夜天地的实力 当时能够拦住魔祖片刻 其实 那不是我的功劳 而是那位女帝 当虚空的戒壁出现了破洞的时候 女帝短暂地苏醒了片刻 她似乎是想要找寻什么 但在看到来人并非是她的兄长 而是域外魔祖的时候 她失望了 于是她竭尽全力 一击击退了魔祖 并且将我送到了仙灵 以不可思议的手段 将我与永恒法则融合 从而让我拥有了永恒的生命 之后她告诉我 她兄长一日不归 她就不会再醒来 她要保持精力 一直等到她 兄长回来为止 剩下的就交给我了 中帝说着 神色越发颓然 然后我就接下了这个重担 只不过 我没有女帝那样的本事 所以只能培养后辈 即便我竭尽全力 但是先祖也越来越示弱 甚至后方的先遇 都眼看着要被魔族侵占 好在你出现了 这才挽回了一切 玄子清晨着地微微汗手 她终于将一切都串联了起来 也完全明白了 先路尽头的现状 想来 在此之前 中帝是没打算 告诉她这些秘星的 因为那对当时的她而言 并不重要 她想要接触到这些 还需要经过漫长的时光 中帝当时是这么想的 只不过 玄子清颠覆了她的构想 现在的玄子清 无论是从天赋层面 还是实力层面 都完全有资格窒息这一切 甚至中帝 在玄子清身上 都感受到了一种难言的压迫感 不是境界上的压制 而是法则上的 似乎玄子清 只要站在她身旁 她的法则就会变得灰暗 变得不敢妄动 中帝震撼于玄子清的强大 因此 也终于将一切都告知玄子清 因为玄子清有这个资格 但是对于玄子清而言 她还发现了另一个疑点 女帝将永恒法则 强行融入到了中帝体内 这手段 怎么感觉和我有一样的能力和体制 所以 我的神魂异常之谜 或许可以从她身上解开 玄子清如此心想着 询问道 那位女帝沉眠的地方在哪 中帝沉默片刻 犹豫再三 最后还是回答道轮回海 玄子清眉头微促轮回海 中帝重重地点了点头 沉生道 那里是虚空中最为危险的境地 据说 如果实力不济的话 只要稍微沾染一丝轮回海水 就回到萧绅雨 三位先帝后人 之所以能够轮回转生 也是当初夜天帝 借的一缕法则 才能够做到 中帝严肃地看着玄子清 告诫道话 先说在前头 即便你现在实力有所长进 但是去轮回海 也是万万不可 那里没有真正的先帝实力 是绝对不能去的 玄子清微微汗手 并未反驳什么 他微笑道 我只是先记下来而已 当然不会 就这么去轮回海犯险 况且 我还有两位弟子没有找到 现在尚且无需着急 中帝长输了一口气 算是稍稍放下心来 然而 这时有叶家弟子 急匆匆闯了过来 惊呼道帝尊 大事不妙啊 中帝眉头一皱 这叶家弟子 怎么这般鲁莽 看不到他在谈事情吗 中帝语气有些微微的 不悦什么事 那叶家弟子满头大汗 惊慌道出大事了 据说魔族那边 包括魔帝 所有魔族忽然一同死去 而他们的血肉与神魂 化为精血 重新具现出了魔族的身躯 而现在 魔族抛弃了原来的身体 以更强的姿态再次降临 中帝神色骤变 什么 这 这不可能 他被叶天帝封印着 怎么可能做到这些 然而玄子清却微微皱眉 摇头倒步 确实是有可能的 中帝和叶家子弟 转头看向玄子清 玄子清冷静地分析道 当初萧宇他们就是被魔族的元神 用空间法则掳走的 你们想来也知道 魔族能够偶尔元神出窍这件事 不过你们一直没有太放在心上 以为他掀不起波澜 但实则 他在太古时代被封印之时 就在下一步大棋 中帝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但他还是觉得 没法相信这突如其来的噩耗 他心底似乎在期待着玄子清的解释 希望得到否定的答案 但是 结果让他失望了 玄子清语气平静 淡淡到太古年间 魔族第二次入侵 成功穿越戒壁来到了此处 但是他被早有准备的你们封印 只能偶尔以元神离体 但从能够穿越乱流层这点来看 元神应该是大地的能力 想来比我们的神魂 有着更多的用处 这一点是玄子清自己的猜测 因为他能够看得出来 作者有话要说 精品小说都在这连载呢 赤兔革替地境最为重要的是神魂 神魂越强 领悟的法则就越多 那么地境之上呢 到了大地境界 不断锻炼的神魂自然会有所升华 因此 无论是夜天帝还是魔族 他们的元神 都要比地级的神魂强大许多 甚至魔族 必然要远胜于夜天帝 因此 他所能够做到的事情 其实远超出众仙的预料 玄子清继续道 你们所知道的是 魔族借助自己大战之时 抛洒出的精血 去改变仙族土著的血脉 随后将之转化为魔族 为自己所用 甚至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魔地 就众仙的猜测 他的目的是 为了制造出一批 能够与仙族抗衡的军队 甚至为了侵占仙域 断绝仙族的后路 但是 如果他的想法并非那么简单呢 听到这里 无论是中帝 还是那叶家后辈 神色都猛然一惊 他们猜到玄子清要说什么了 玄子清微眯着眼 冷声到他从那个时候 就在为自己的复活 做准备 第242章 前往轮回海没错 魔族何其强大 又怎可能坐以待毙 他怎么会去将希望寄托给他人 坐等别人解救 中帝听到这个推测的时候 忽然觉得 这个猜想无比合理 因为他此前都是以自己 去带入魔族来思考 中帝将自己带入了进去 而他此前 如若不是女帝的相助 甚至连帝级都要花费 不短的时间突破 这样的他天资有限 因此根本做不到自救 所以 中帝寄希望于先祖的后辈 去竭力培养他们 而他也是这么揣测魔族的 但是魔族和他不同啊 魔族靠自己的力量走到今天 他怎么可能去依赖 去等待他人的救援 是了 打从被封印的那一刻 他就在着手自救 玄子清看二人已经了然 还是继续说到 他以魔血培养魔族 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养出一支 能够抗衡先祖的军队 但实际上呢 他是为了准备自己的复活计划 前辈是帝级 想来应该能够明白 帝级的重点在于神魂 而您借助永恒法则 即便肉身坏死 但却能仅依靠神魂掌存于世 如果有一天 你的肉身治愈 那你不仅不会变弱 反而还会变强 对魔族 那一样 魔族原神不灭 他以魔血培养魔族 其目的 是为了获取复活的容器 没错 他的魔血 在所有魔族体内不断演化 不断增生 不断变得更为茁壮 最后 当时机到了 他就会重塑出 一具新的肉身 然后再将原神入体 重现世间 中地瞳孔骤然放大 而那叶家后背 甚至是一个 猎切坐倒在地 满脸绝望 有些话是玄子清没有说的 但他们都听出来了 魔族重生 不是单单的逃离封印 也不是简单的复活 他从太古酝酿至今 才重获的这具新生肉体 那究竟又得有多么强大 而且 他的原神不可能退步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的原神隔三差五 就能去各大境地溜一圈 现在又怎可能会是原地踏步 怎么可能会不如从前 简而言之 如今的魔族 其无论是肉身还是原神 都已经远超过往 而先祖的领袖夜天地 却一直耗在了封印魔族上 实力未有寸境 这样的反差之下 先祖怎么应 拿什么应 无人知晓 原本 魔族军队全灭应该是好事 但是现在 没有人能够高兴得起来 因为光是魔族一人 就能够覆灭一切 这对于整个先祖而言 都是彻头彻尾的绝望 中帝紧咬着牙关 满脸慌乱 紧张问道 那现在呢 魔族在哪 那夜家弟子瘫坐在地 他怂拉着脑袋 哭丧着脸 摇头道 传音说是往轮回海方向去了 现在所有先帝都在往那里赶 轮回海 玄子清和中帝对视了一眼 皆是看出了对方眼神中的困惑 外人只知道 轮回海是这先路尽头中 最危险的境地 但玄子清和中帝却是知道的 轮回海 那是女帝的沉眠之地 一般的先祖都不知道这个隐秘 但是魔族肯定是知晓的 因为当初 初次阻拦魔族的 正是女帝 而魔族这时 前往轮回海索图为何 不言而喻 他就是想跟除女帝 永绝后患 用不着多想什么 玄子清就立刻到 我得去轮回海 中帝这一次 没法再劝说玄子清 当然 他也没有能力去阻拦 先灵边缘 即便玄子清 再如何劝说留下 萧宇和叶星渝 也执意跟随 师父 我已经是先帝了 魔族重生 我怎么可能作弊上官 身为先帝 我必须帮忙 萧宇一直坚决 而叶星渝 也是语气毫不犹豫 你去拿我就去啊 不准丢下我一个人犯险 玄子清无奈 最后也只好答应 其实 他之所以想要 独自赶去轮回海 还有另外一重缘由 因为玄子清 几乎可以断定 魔族的重生 必然和自己 有着密切的关联 作者有话说书友们 请记住 最新最权的小说网站 赤兔阁为什么会这么突然 魔族酝酿了无数年 怎么在这个结果眼上 突然收回 所有魔族体内的魔险 原因无他 是玄子清的所为 逼迫魔族如此焦虑 此前 玄子清律众 在先遇大获全胜 斩尽魔族 那时候 魔族就已经无比心疼了 但是他忍住了 毕竟先遇魔族 不过是一群 连准地都味道的臭鱼烂虾 这样的弱者 魔血自然没有多少用处 而先路尽头的魔族不死不灭 魔血在漫长的时光内滋养着 其质量自然要高出 先遇魔族无数倍 魔族原先根本不急 因为先祖不可能消灭魔族 他只需要等待 等待魔族大圣 然后再一并收回魔血 但是这时候 出现了一个变数 玄子清 玄子清的时间法则 不仅能磨灭肉体 更能侵蚀神魂 于是那些 被时间法则斩杀的魔族 无法苏生 甚至 就连魔帝黑黄 也是彻彻底底消弭于无形 这种变故 魔族无法接受 他是个无比果断的魔头 从当初太古布局 就能看得出来 当他感受到黑黄的陨落 他知道 不能再拖下去了 于是 就有了如今这一幕 群魔陷绩 魔族重生 玄子清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 如果他收敛一点 暂时不暴露时间法则 那魔族绝不会这般交集 仙族也有更长的喘息时间 但现在 说什么都晚了 既然是因为自己 那这份责任 他就必须扛在肩上 而且轮回海 玄子清有种冥冥中的直觉 他感觉轮回海内 或许有能够解开 他疑惑的线索 所以无论如何 他都必须前往 很快 仙灵里的众仙 也都得知了这巨大的变故 他们一个个神色绝望 根本承受不住 这种突如其来的恶好 面对魔族 他们能够摆出 骁勇善战的姿态 但要是面对魔族 他们连看一眼的资格 恐怕都没有 甚至能够进入轮回海 这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玄子清见状没有多余 魔族重生 接下来的事情 已经和这些战魂无关了 他轻叹一声 随后果决道我们走 去轮回海 第243章突破 先帝巅峰 玄子清催动着神行道文 与成帝的夜星鱼 和骁宇急忙出发 虚空中一片荒迹 先前仙魔二族 征战的景象 已经再也看不到了 就连原先 魔族所属的禁地 现在都是满目荒凉 空无一物 看到这幅场景 玄子清心头更是一景 魔族何止是 重获肉身这么简单 他的元神不仅更强了 还吸收了这么多 禁地的核心力量 这样的实力 怎么可能赢得下来 但玄子清没有选择 他必须去 因为如果说放眼 先露尽头 有人可能打败 魔族的话 那就只有他 只要找到凌延和朱清云 我就有可能击败魔族 这便是玄子清的构想 因为出了这么大的事 如若凌延和朱清云 安然无恙 或者已经被某个 先祖境的收留 那他们必然 也会赶去轮回海 又或者是 他们已经被魔族捕获 那同样会出现在轮回海 所以一切 在轮回海都会见分晓 至于结局如何 那就只能进人世 听天命了 不久后 轮回海 十余道人影出现在此 不仅包括了 先祖原本的八位先帝 还有星晶仙帝肖宇 和夜星鱼 也包括境界未斗 但实力由圣仙帝的玄子清 甚至就连中帝 跟在玄子清后面 来到了轮回海 玄子清神色意外 还透着些许惋惜 因为中帝来到这里 就意味着 他彻底舍弃了肉身 永恒法则 能让神魂不灭 只要中帝不离开 限灵范围 他的肉身即便坏死 也能保持永恒不朽 但是眼下中帝 来到了轮回海 这意味着 他的神魂与肉身分离 而现在 中帝的肉身 恐怕已然迅速腐化 再也没有 治愈复苏的机会了 虽然很悲壮 但玄子清能够理解 这是决定 仙玉命运的最后一战 中帝一生 为仙玉担惊截律 自不可能安居仙灵 作弊上官 玄子清惋惜之余 心敌也是有些许敬佩 到场的一众仙帝们 注意到了中帝和玄子清 一伙缠身的炎帝 看着中帝魂体来此 瞳孔咒缩宁 宁 也罢 他猜到了缘由 最后也没有多说什么 就他对这位帝师的了解 中帝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一点也不意外 随后炎帝的目光 偏向了玄子清 他眉头微醋 因为玄子清明 显示准帝境界 照理来说 这场战斗 与准帝并无关联 因为准帝无论多强 都不可能比得上先帝 更不可能会是 大帝的议和之敌 因此 玄子清来此 就是个单纯的累赘 至少 本应如此 但炎帝在检视 玄子清之时 却捕捉到了 那一缕异常的器语 那是时间法则的力量 这种气息 给他带来了 极其危险的感受 因此 他没有多问什么 只不过 当他眼角的余光 瞥见萧宇时 神色却又是一愣 孩子 你 你是 萧宇公身 道见过炎帝老祖 炎帝瞳孔骤然放大 他认出来了 这是他们当初 借来轮回法则之后 送去下界的孩子 但是这气息 炎帝吃惊到你 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这就晋级先帝了 萧宇回应到回来 约莫一个月 不久前 师父法则灌顶 助我晋级的 炎帝满目震撼地 瞥了眼玄子清 法则灌顶 晋级先帝 这是一个准地级别 存在该有的本事 炎帝忽然觉得 这短暂的时间内 所发生的一切 实在有些过于离奇 完全就超乎了他的认知 而恰在此时 先帝阵营之中 一道惊喜的声音 忽然传来 师父 玄子清寻声望去 顿时捕捉到了灵妍的身影 他招了招手 微微一笑 五祖带着灵妍 瞬间来到玄子清身旁 他也是有些意外地 打量了一下玄子清 随即微眯着眼 神色之中难掩惊讶 说来也巧 当初灵妍来到 先路尽头之时 恰巧就落在了 自家的地盘 因此他才安然无恙 灵妍跟玄子清 讲述了一遍进来遭遇 然后我就想着 师父如果跟来了 那这么大事 一定不会错过 所以就求老祖 把我带上了 玄子清长输了一口气 五祖能够答应 灵妍这么任性的请求 也是难得 不过 他做了一件好事 因为 系统的声音再次响彻 叮 恭喜宿主 与弟子灵妍相聚 奖励修为先帝之境 随后 玄子清的气息骤然飙升 与此同时 这虚空之内 掀起了一阵强烈的风暴 无数法则从虚空各处 汇聚入玄子清的体内 就像是圈鸟归零一般 尽数涌入 一众先帝 都被这一幕场景给吓到了 此刻的玄子清 就像是天下法则共主一般 一声令下 无数法则来朝 这种规模 这种阵势 即便是 在场的众位先帝 都完全是自愧不如 中帝大张着嘴 满脸震悚地看着 肆意吸收法则的玄子清 他历经无数年光阴 自然不是傻子 这离奇的一幕 顿时让中帝觉得 玄子清身上 或许还有什么他所猜测 不出的巨大隐秘 无论是时间法则的顺从 还是之后的法则灌顶 玄子清太异于常人了 甚至不只是某一方面 而是方方面面 都过于夸张了些 因此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玄子清肯定有着什么大秘密 此时 炎帝和吴祖对视了一眼 他们也都看出了 对方眼中的震撼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玄子清又有了另外的疑点 萧宇和林延真灵转世 照理来说 很可能没法出现在同一时代 因为转世 是一次又一次不断轮回的 怎么会这妖巧合是同辈的 而且 他们还不仅是同辈 竟是还同样在轮回时出现了偏差 落在了荒迹的下界 更是加入了同一个宗门 败入了同一位师父门下 这 这很明显不正常 甚至有种被刻意安排的感觉 但现在魔祖重生 他们也根本无暇细思 没有这个余力 再去思考 玄子清为何会成为 这些离弃事件的中心 他们只知道一点 现在的玄子清比 任何人都要更强 甚至比之夜天地 都恐怕不遑多让 因此 他们只能相信玄子清 别无他选 如果说 这场必输无疑的战斗中 还有一丝一毫的希望 那 必然是玄子清所带来的的 第244张 《夜天地》战败玄子清 感受着充盈体内的这股力量 虽然感觉还挺充实 但却没有任何的不适或违和 这么多法则 硬是灌入了他的体内 但是他却没有丝毫异样的感觉 就好像这些法则本就是属于自己一样 玄子清微微皱眉 但是没有多想 因为他没有时间再多想下去了 玄子清环顾四周 询问到灵帝何在 一道身影 忽然出现倒有何事 玄子清赶忙问道 你可有见到朱青云 灵帝疑惑地摇了摇头 他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朱青云是谁 后来细细一想 大致猜到了朱青云的身份 那想必是他那真灵转世的后人 灵帝摇头道 我听灵兄说后人回归的时候 有多方打听过 也试图神魂找寻 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玄子清脸色一沉 灵帝的神魂 在一众仙帝里 已经算是极强的了 但他却没能找到朱青云 这也就是说 朱青云现在 恐怕已经落入敌手了 这就糟糕了 玄子清摇了摇头 镇定心神 追问道 那夜天帝呢 他现在何处 炎帝英道 夜天帝已经先我们一步 进入轮回海了 玄子清闻言不假思索 那我们也跟进去 说着 玄子清立刻冲入了轮回海内 一众仙帝赶忙跟上 与此同时 炎帝惊呼道道有莫及 这轮回海法则极其排万 而且就连仙帝也没法 然而 炎帝话音未落 怪异的事情发生了 轮回海内 那白雾化作的虚无海水 竟然从中间侧分开来 而玄子清所过之处 海水竟是纷纷让路 没有丝毫组织 一众仙帝瞠目皆舌 皆是大受震撼 这么多年来 轮回海何时出现过这般景象 即便是不久前 魔祖和夜天帝进入禁地 也从未如此过 难道说 是女帝醒来了 先帝们不明所以 只能做出如此猜测 想来是轮回海内的战斗 惊醒了女帝 随后女帝苏醒 将仲仙放了进来 必定如此 于是仲仙帝跟随玄子清入内 倒是玄子清 此刻眉头微粗 轮回海 他明明是第一次来 但却有种莫名熟悉的感觉 为何海水会自行分开 玄子清一开始也是猜想 那是女帝所为 但后来他发觉不是 因为轮回海给他一种很亲切 很熟悉的感觉 这些虚无的法则海水 似乎就是为了迎接他 而分隔开来 玄子清觉得 自己似乎已经要接近真相 因此 玄子清又一次加快了速度 直奔近地核心而去 与此同时 轮回海内 青年半跪在地 而他脸上蒙着的那一层朦胧白雾 也继而散去 白雾消散 露出了他遮掩下的真容 那幅面貌竟然与玄子清相仿 甚至几乎可以说是别无二致 二人与其说是像孪生兄弟 倒不如说 更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那是夜天帝 现在的夜天帝状态不能说好 甚至可以说是很差 他竭力撑着身子 脸色苍白 完全不是魔祖的对手 而他身前的万魔之足 其身上满是猙獰而恐怖的文艺 这种感觉与道文相近 甚至似乎比之更为精美 总之一看就不是仙玉的产物 重生后的魔祖 不仅肉身较之此前更强 原神也是攀升了不止一心半点 更加恐怖的 就是他肉身上的那些文艺 那是从各个魔帝身上抽离来的 是他们参无融合的法则之力 魔祖戏血道上一次我们交手 是多少年前来着的 对你们仙玉来说 那应该算是太古时期了吧 你很不错 居然能够将我封印主 虽然是借助了世界法则的力量 不过也值得表扬 你的天赋或许有朝一日 真的可以突破戒壁 但现在的你 不过如此 魔祖张开双手 像是沉浸在这片世界的 法则道运当中 他轻摇着头 语气散漫 所以此前我被此方天地的 法则排斥 所以才会被你封印 否则 就你那点本事 又怎么可能是我的敌手 我之所以沉浸那么久 只是因为在找寻那位存在 或者准确来说 是两位 我第一次来到此方天地的时候 就被某个近乎超脱的强者狙击了 拖延了我不少时间 等到我成功进入此方天地 却发现 这个世界的道 竟然被一股强大的意志所扭曲 甚至具现成了一座 稠密的法则牢笼 正因如此 我的实力才会大幅削弱 才会被你封印 叶天帝愤然看着魔祖 他知道 魔祖并非吹嘘 他说的都是对的 因为在刚才交战之时 他的确感受到了 二者之间那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根本不是他能够跨越的天前 差距太大了 魔祖轻蔑地看着叶天帝 低语到你以为我安分这么多年 是因为你那封印 当然不是 只要我想的话 我可以随意 以魔血重新凝聚出一道身体 再转移元神 就可轻易诛杀你 但是我不安心 因为那样弱化后的我 万一遇到了之前那两位神秘的存在 恐怕会不是对手 所以 我选择了折服 魔祖神色痴迷 抚摸着自己布满道文的花壁 轻笑道 但现在不同了呀 我借助那群背叛自己天帝的蠢货 这个世界的法则相融合 现在 即便是这个大道化为法则牢笼的事件 也再也困不住我 没有什么能够再挡住我的 魔祖一脚踹开叶天帝 他看向轮回海深处的那一座黑棺 寒声道 你们的口风也真严实 我还以为 当初阻击我的家伙 一直潜伏在暗处 却不想 他竟是躲在这境地里沉眠 魔祖冰冷的目光扫过黑棺 宁笑道 那个将大道化为法则的存在已经消失 那么 只要再把他杀了 这片天帝就再也没有什么 能够阻拦本座了 叶天帝文言艰难起身 试图阻拦 然而魔祖身上爆发出强烈的气劲 直接将叶天帝压垮在地 不能起身 他散漫地走向黑棺 眼看着就要出手 恰在此时 一记上方的虚无海水骤然分开 玄子清 从天而降 第245章 救下朱青云千军一发之际 玄子清率众降临 仲先跟随在玄子清身后 竟是一路全无组织 直达核心 这平日里汹涌世人的轮回海 今日却是安分地出奇 而当他们抵达遗迹 看到贪坐在地的叶天帝时 神色却是骤然一致 因为 玄子清的面容和叶天帝居然一模一样 这分明是两个完全一样的人 仲先神色一阵恍惚 他们平日里 是见不到叶天帝的真容的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叶天帝总会用一层白雾 遮挡住面容 但现在看来 这原因 恐怕与玄子清有关 就连中帝都是一阵无言 因为他只见到过年少时期 叶天帝的真容 虽然他初见玄子清时 觉得二人有些许相像 但是却没有想到 他们居然长得一模一样 而魔族脸上 也满是意外 他此前原神离体 在先遇的时候 见过玄子清 因此 当叶天帝露出真容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意外 叶天帝能在别人面前遮掩面容 但在他的面前 却做不到 所以魔族早就知道 二人面貌相仿 但魔族对此并不介意 因为就魔族的猜测 既然他可以原神离体 那叶天帝自然也可以 所以 玄子清大概是他的一缕分身 正因如此 魔族才会掳走 玄子清的几位弟子 而不是像此前 黑黄猜测的那样 寻找夺射的身体 但是现在看来 似乎不是 因为玄子清的气息 有些太强了 这股气息 完全就是先帝巅峰的层次 甚至就实力而言 几乎不输于大帝 如果分身都能有这种水平 那叶天帝的真正实力 绝对不止于此 因此 玄子清恐怕与叶天帝并无干系 但这怎么可能 相隔漫长时光 出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还同时出现在此时的轮回海 深暗大道的魔族 几乎可以断定 这其中 必有问题 魔族目光阴沉 而玄子清 同样是怒目而逝 他虽然注意到了 叶天帝与他面容一样 但是现在的他 没有多余的心思去思考这些 玄子清冷声道 朱清云是在你手上吧 魔族戏血道朱清云 哦 你是说那个仙玉的小废物 没错 他就在我的手上 当初他来到虚空之后 居然胆大道以神魂窥探四周 这股波动 很快就被本座的元神捕捉到了 所以 这大概可以算是自投罗网 玄子清目光冰宁 他知道 现在事情不妙了 他唯一的胜算 就是通过朱清云再次进击 但是魔族藏着朱清云 他就没法突破 也就不可能是魔族的对手 玄子清冷声道堂堂魔族 原来还需要扣押人质这种下作手段 魔族笑了 哼 扣押人质 你一个区区先帝 也配 说着 魔族竟是信手一挥 周围的虚空 骤然裂开了一道缝隙 而眼神涣散的朱清云 也被从中甩出 魔族随手将血肉模糊的朱清云 丢给玄子清 与此同时 挥出了一道纯真的魔器 他猙獰的狂笑着 清灭道 不过是一个小废物罢了 你想要 我就施舍给你 不过嘛 是死 是活就说不准了 那一道纯正的魔器骤然爆发 轰向了贪软无力的朱清云 玄子清早就料到了这一幕 魔族可是能够献祭所有魔族的存在 怎可能就这么将朱清云送回 他手掌虚握 断月顿时出现在半空之中 无尽法则夹注于剑身之上 玄子清心中 低语大眼犯天剑 于是剑光骤然斩落 迎向了魔族的那一团魔器 只可惜 境界的差距太大了 一者是先帝 一者是大帝之上 境界的差距 宛若难以逾越的天前 因此 大眼犯天剑斩出的剑气 若泥牛入海 消失无踪 那寻常所向披靡的至高之剑 此刻却如同荒凉大漠中受死的骆驼 杨不起哪怕一丝尘灰 魔族高昂着头颅 神色再轻蔑不过 所谓躺臂挡车 皮肤汗术 莫过于此 一个先帝妄图挡住超脱强者的一击 这种事情 也是过于异想天开了 事实上 魔族并非全无畏惧 他抓住朱青云 只是以为夜天帝与仙族 还有什么隐秘的后手 只可惜 仙族让他失望了 既然如此 他也没必要在这般谨小甚微 区区仙族 杀了就是 顺便把这个长得就很碍事的仙族 一并解决了 岂不是很好 魔族轻笑着看向玄子清 他要亲眼见证着玄子清的身亡 然而 出乎意料的一幕发生了 那一团魔器在半空之中 竟然是逐渐崩解 就像是耗尽了力量一般 继而消磨下去 玄子清接过朱青云 为朱青云引渡仙灵力 而他就像是笃定了 那一团魔器 不可能击中他一样 纹丝未动 毫无畏惧 与玄子清所料的一样 那一团魔器 在靠近玄子清之时 终于是耗尽了力量 最后化作空无的尘埃 洒向了虚无之海 所有人都震住了 众仙帝抬起的手 又僵硬地放下 他们本打算支援 竟然真的以先帝之力 挡住了魔祖的一击 就连魔祖也是一脸震撼 完全不敢相信 这夸张的一幕 他的招式 被区区先帝给挡下了 这怎么可能 魔祖神色消闹 顿时勃然大怒 他的魔器骤然爆发 蕴含着某种近似法则 却又似乎超越法则的力量 那种力量飘渺无形 给人一种渴望 而不可及的虚无质感 最后化作 一团漆黑的道花 瞬息之间 砸向了玄子清 玄子清早有准备 神形道文与金刚道文 同时绽放 他抱着朱青云 立刻抽身飞退 与此同时 断月挥动 融合着万千法则 迎向了魔祖的一击 魔祖的招式 在半空中不断削弱 最后依然是击破了 数万层的金刚道文 这才得以消灭 光是为了接下这一招 玄子清路上临时准备的道文 就已经尽数用光了 但好在 他活了下来 而魔祖 却是终于不再沉着 他暴怒无比 先帝居然从他手上 躲过了两次进攻 魔祖怒吓到找死 然而这时 轮回海核心的那座黑官 动了 第246章女帝出手 女帝苏醒 他不知道经历了 多么长久时光 只知道感受到 一股熟悉的气息 无数年前 他发觉了 试图进犯先遇的魔祖 这里是他兄长生活的故土 他再如何 都不可能容许魔祖践踏 因此 那时的女帝竭尽全力 击退了魔祖 随后在轮回海中 安静地沉眠 而现如今 魔祖的到来 让他再度苏醒过来 女帝神色倦怠 他冰冷地看向魔祖 露出了嫌恶的神情 这个侵略者 又来了 而且这一次好像更强了 女帝对此并不在乎 她只是一直在等待那个人 但是始终没有等到 看来 是没机会了 但是当女帝的目光 一向玄子侵蚀 她却神色一致 为什么 她和那个姓叶的长得一样 女帝知道夜天帝 甚至她还见过 年幼时的夜天帝 因为夜天帝 和她哥哥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她才愿意出手帮忙 因此 在夜天帝请求 借来一缕轮回法则之时 她最终选择了借给夜天帝 但是夜天帝 终究不是她要等的人 所以短暂的欣喜之后 女帝只剩下无尽的失落 而当初的那一幕 在如今又出现了 无数年后的今日 又出现了一位 和她兄长一模一样的人 都说世上并无两片相同的树叶 但是现在 却出现了第三片 女帝看着玄子侵 很期待玄子侵说出一句 我回来了 或是终于找到你了 但是她没有 女帝颓然地苦笑了两声 果然 不是 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巧合 那或许真的 和她失散的兄长有什么关联 但是第二次出现 当这种新奇感褪去之后 就变得稀松平常了 这大概是她在漫长岁月中的显照吧 像哥哥这般厉害的人 当然会在时间长河中留下痕迹 是她的法则 让后世出现了与她相似的人 女帝只能如此推测 总之 她失望了 但是当魔祖的力量 突破了重围 当一个个试图解救玄子侵的先帝 像是躺壁挡车一般 纷纷横飞出去 当玄子侵一股脑 道出所有道文 却根本没能阻拦住魔祖的权力一击 当那股强横无匹的力量 几乎就要抵达玄子侵的面前 女帝 还是动了 她手指翻飞 一股无比强大的威势 骤然爆发 似乎整个时间长河之中 都映照出了 那道伟岸的身影 她崛起于威莫 为了找寻自己年幼失散的兄长 是要爬上此方天地的顶点 她无所畏惧 也无可匹敌 这股气势 根本不像是一位女子 道更像是真正的万古遗地 两股力量隔空碰撞 同时寂灭下去 而炸裂的气浪 瞬间暴散开来 将所有人都震飞了出去 除了玄子侵 女帝最后还是选择了保护玄子侵 毕竟她长了这样一副面容 如果女帝袖手旁观 她没法原谅这样的自己 但是女帝也发现了 她不敌魔祖 魔祖的力量 经过了那么多重的削弱 而且 这一招根本不是针对她而来 但是即便女帝全力出手 却也只能与之勉强分庭抗礼 这说明 二者境界差距之大 已经不是任何技巧 有能力弥补的了 但是女帝不可能退缩 因为这里是仙玉 是他们兄妹的家 如果哥哥有一天会回来 至少我也得让她有家可归 她一定是去远方闯荡了 我的力量不足以跟过去 所以 我得守好这个家 女帝心意已决 即便她的力量 根本不是魔祖的对手 她也义无反顾地 悍然冲了上去 玄子清咬了咬牙 她很想帮忙 但是现在的她 还没有能力干涉 这种程度的战局 玄子清此前从未体会过 这种无力的感受 先帝与超脱 这根本不可能插手 玄子清唯一能做的 就是寄希望于朱青云 她能够从准地 一跃至先帝巅峰 那说不定 也可以从先帝巅峰 一跃至大帝巅峰呢 应该能吧 玄子清觉得这种事情不太靠谱 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 但她现在除了相信别无她选 朱青云已经昏迷了过去 即便玄子清方才保护得很好 但是战斗的余波 依然再一次重创了她 更何况 早在玄子清救下朱青云之前 她就已经被魔祖折磨到体无完肤了 此前的朱青云 完全就是吊着一口气坚持下来的 而当她看到玄子清 看到师父的时候 这一口气 也几乎就要散了 玄子清从昆云带中 倾倒出无数宝药 那都是此前从不死山的宝库里掠夺而来的 甚至还有真黄不死药 那东西 原先是黑狗打算给中帝用的 中帝尝试着接纳了一缕气息 随后告知黑狗不行 这宝药能避死回春 却不可能起死回生 所以对它无用 而现在 却刚好有了用武之地 玄子清心里焦急无比 她用法则之力将真黄宝药研磨成粉末状 又取出不死拳 与之对成汤药 最后送服入了朱青云体内 玄子清的出发点和想法 无疑都是好的 但是她忽略了一点 朱青云 只是仙尊 糟了 青云她的身体 好像撑不住 这就是死局了 能救朱青云的 只有真黄宝药 而真黄宝药的药力 朱青云这残破的身躯 却承受不住 玄子清心急如焚 却想不出解决之法 然而这时 叶天帝忽然拖着重伤的身躯 来到了朱青云身边 她翻手取出了一枚造化丹 丹丸悬浮在朱青云的身边 吸收走了多余的药力 玄子清瞳孔皱缩着时 这单要给她的感觉 绝非是仙欲之物 叶天帝沉沉喘气 艰难开口你 你先听我说 在她醒来之前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 玄子清神色微火 叶天帝有话要告诉她 至少有一点玄子清可以确信 就是她此前 绝对和叶天帝没有交集 她也真的并不认识叶天帝 然而 叶天帝此刻这副模样 却像是有些话 已经憋了很久一样 玄子清面露一色 她看着叶天帝 这副与她一模一样的面容 忽然感觉事情很不一般 叶天帝接下来要说的 可能是此方天帝 所有人都不知晓的真正隐秘 甚至包括了女帝 包括了魔祖 随后 叶天帝平静开口只有你 能够拯救这片天帝 第247章 实力解封玄子清不明所以 只有她能够救世 这她自己心里很清楚 不过这话从别人口中说出来 尤其是身为大帝的叶天帝口中说出来 就很怪异了 因为她只是先帝 而叶天帝身为大帝境界 却根本不敌魔祖 这样的叶天帝声称 只有玄子清能够拯救世界 这自然会让玄子清万般疑惑 叶天帝顿了顿 继续道具体的事情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只能说 我只是此方天帝中一枚微不足道的棋子 而你 才是仙玉的核心 你也看出来了 我和你的面貌一模一样 实际上 这并非偶然 而是某种超越天道的法子安排的 我从小耳边 就能听到模糊的声音 它指引我修炼 让我以最快的速度晋级大帝 守护仙玉 当我第一次得知女帝的存在之后 我以为 那是她在暗中指导我 但我很快发现 不是 玄子清听到这里 忽然有了一丝共鸣 因为她 也能听到超越天道的声音啊 她管那东西 叫做系统 虽然二者应该并非只相同的存在 但是本质都是一样的 都是超越天道 超越认知的某种力量 在干涉这个世界 玄子清秉吸宁神 缓了口气 随后询问道 那是怎么回事 叶天帝沉生道 根据我的猜测 那大概是此方天帝的意志 或者说是世界的规则 当然 这只是我的猜测 想必你也发现了 女帝对你有着异样的感觉 那是因为 我们二人的面貌 都与她失散的兄长一致 也就是那位连传说中 都已经找不到的存在 那个试图冲破虚空的 真正的万古遗地 而我之所以长着这样一副面貌 似乎也是天道灵选的结果吧 她挑选了与那位存在长相相同的我 之后试图将我捧上神坛 拯救此方天帝 但可惜 我做不到 不过 你可以 玄子清眉头微皱 驳斥到可你也看到了 我只是先帝 你都不可以 我凭什么可以 叶天帝摇了摇头 随后肃然到 因为我意识里的那道声音 说你可以 玄子清瞳孔微缩 她隐约猜到了什么 果然 叶天帝听到的声音 是她所拥有的所谓系统 或许 出于同源 叶天帝沉声道 所以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祝你 这没单药 也是那道意志交给我的 我本来打算给自己使用 不过现在看来 应该用来助你 但接下来 就得依靠你了 听到这里 玄子清虽然心底仍有疑虑 但是却不再多想 她重重点头道好 放心 我会尽力解决这一切 玄子清只能寄希望于朱青云 只有她苏醒 自己才有可能拥有一战之力 然而此时 不远处的战局 已然是一边倒的局面 魔祖朝朝世事 都充斥着玄奥的大道 这与先帝的力量不同 先帝是以具现化的 法则之力战斗 而魔祖 他的力量却似乎从无形中汲取 也从无形中输出 更多好看的文章 T.O.这是真正的大道 或者可谓魔道 大道无形 因此 只有将之转化为有形的法则 地级才可以利用 但是魔祖显然突破了这层障壁 对他而言 魔道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他催动魔道如臂食指 让女帝根本无法招架 实力的差距 还是太大了 最后 魔祖一拳轰出 而女帝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 就此横飞出去 魔祖嘴角翘起 张狂地宁笑道 哈哈哈哈 一群废物 不过如此 现在 还有谁能够阻拦我 此方天地的本源 鬼我了 众仙绝望 他们别说插手战斗了 就是战斗的余波 都足以让他们重创 而现在女帝战败 还有谁能够挡住魔祖 没有 女帝颓然地吐出一口鲜血 最后失落到终于 还是要结束了吗 眼看着仙族的未来 就要葬送于此 然而此时 朱清云手指颤了颤 眼皮跳动 随后缓缓睁开眼帘 他虚弱地开口道师 师父 玄子清惊喜地 看着朱清云 重重点头 嗯 为师在这 话音未落 他的意识之中 一道幽远的声音再次响彻 叮 恭喜宿主 与弟子朱清云相聚 奖励修为大地之境 这道声音传来的瞬间 玄子清体内 顿时传来一声清脆的声响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一般 像是枷锁 也像是记忆 或是某种不可视的障壁 甚至这道声音 在场所有人都听到了 魔祖的目光 骤然一向玄子清 随后他瞪大双眼 即便是现在自居无敌的他 都露出了难以言喻的震耸神情 因为 玄子清的气息 竟然瞬间拔升至了大地巅峰 离超脱也只有半步之遥 魔祖骇然到这 这不可能 哪怕是以他的阅历 都无法相信这样夸张 甚至可谓诡异的变故 突然就从先帝巅峰 拔升至大地巅峰 晋级就跟吃饭一样嘛 而且 这还不是小金家 这是大金家 比之魔祖更为震惊的 是诸位先帝 因为魔祖虽然不知道 但他们可一个个都是知道的呀 玄子清不仅忽然从先帝 晋级至大地 甚至 不久之前 他还是一个区区准地呀 这是短短片刻 就连跨两个大金家的骑士 所有人心里都明白 这不正常 这很不正常 而且 他们都听到了 玄子清体内 那道清脆的声响 那是枷锁 是封印 那么也就是说 或许玄子清 原本就是大地巅峰的修为 那 在后面的细节 忠级不敢再想下去了 他们心里有个大胆的猜想 但却无人胆敢说出 这太不可思议了 就连女帝都是美眸乱颤 他感受着玄子清身上的这股气息 忽然背绝亲切 难道说 那是 女帝满脸稀记 心底重拾了活下去的希望 而魔祖并不知道这么多 他只知道 那个自己原先 根本不屑一顾的小小先帝 现在 却拥有了与之抗衡的力量 这让他怎么可能容忍 不论原因为何 魔祖现在的想法 都只有一个你 得死 第248章 觉醒的前兆说着 魔祖汇聚全力 一拳骤然轰出 魔道缠绕在全境之上 周围的虚空 被撕开了成片的裂隙 这一拳 就像是要打穿戒壁一样 朝着玄子清飞袭过去 玄子清眉头微醋 他现在心底有种异样的感觉 就好像空了一块一般 也好像遗忘了许多东西 这种感觉并不舒服 与此同时 他也发觉自己的情绪 变得更为冷斑 也不知道是何原因 玄子清没有多想 他将朱青云交给叶天帝 低声到你保护好他 随后 玄子清立起身子 他虽然完全不知道 大地境界该使用怎样的力量 但是现在的他 却似乎有一种直觉 或者 可以说是某种本能 在催使着他 用出大地巅峰 甚至超过此境的力量 玄子清抬起手 于是整片轮回海 都在和他共鸣 那寻常平静的轮回海面 此刻却忽然跃动起来 海浪汹涌 如同风暴降临一般 无数虚无的浪花 凝聚成一股玄傲的力量 汇集在玄子清的掌心 与此同时 段月悬浮于空 他也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忽然在半空中 剧烈地抽动着 随后 段月的剑身之上 出现了一道道密集的裂纹 如同珠网一般 眼看着就要破碎 叮 一声翠响 段月的从剑柄到剑尖 整个剑身都猝然碎落一地 露出了其中的物识 那是一笔虚无的剑 似乎由大到凝聚而成 甚至根本不存在实体 女帝看到那把剑 眼中忽然泛起了泪光 他认的那把剑 那是段月 是他兄长的配剑 那把剑 是他兄长自小练剑用的 万物皆可未见 一株草木 都能斩尽星辰 那么一把寻常的木剑 也自然能够披心段月 因此 他给那把木剑取名段月 后来兄妹失散 段月就成了女帝 寻找兄长的线索 他听说过 有个少年手持一笔木剑 横扫先语无人能敌 甚至冲入了虚空 最新最全的小说 竟在赤兔阁TM在后来 那禀木剑终于损毁 也就有了如今 这把没有形体的段月 女帝眼中泛着泪光 低声南南是哥哥 是他回来了 而玄子清凭借着莫名的直觉 握住了如今 完全解封的段月 他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段月 可以吸收天才地宝 不断变强 那是因为 剑身只是他的封印 或者说是他的外壳 而如今 这副虚无的模样 才是段月的真容 整片轮回海的法则之力 夹诸于段月之上 随后骤然挥出 大眼泛天剑 朴实无华的剑光 横扫而去 竟是如同脆枯拉朽一般 斩断了那团 骤然来袭的魔气 魔祖目光一沉 暴怒不已 而众仙则是面露骇然 同时忽然心底 燃起一阵希望 只有女帝看明白了这一切 她现在完全可以确定 玄子清就是她的兄长 因为轮回海 在迎接她的主人归来 是的 轮回海并非是女帝的禁地 因为这偌大虚空的所有禁地 都是她兄长留下的 彼时女帝的兄长 试图超脱仙域 试图突破戒壁 她不断地感悟大道 并吸收大道之中的力量 提升自我 而这些所谓禁地 甚至是所谓法则 实际上都是 她在感悟大道时留下的痕迹 先帝 大帝 这些境界的划分 也正是因有法则与禁地的出现 否则悟道是个极其枯燥漫长的过程 只不过 那些解析过的法则 给他们了一条登天的台阶 从而有了地境 而大眼犯天剑 其实也本来就是女帝兄长的道法 叶天帝之所以也会 那是因为 那道神秘意志 将之传授于她 所以 大眼犯天剑 也根本不是叶天帝发明的 实则来自于女帝的兄长 而玄子卿 能够将之施展到这种境界 她是何人 已经无需多言了 魔祖彻底暴怒了 一而再 再而三 看来本作不动点真格 你是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 魔祖说着 体内压制的力量 忽然尽数爆发出来 这让众仙都是一惊 什么 她之前还不是权力 这 这股气息 怎么比之前强大了这么多 糟了呀 难道这才是超脱境界的真正力量吗 完了 全完了 当魔祖全力出手时 众仙绝望了 此前并非是魔祖刻意隐瞒实力 只是她终究是域外的侵略者 一旦抛弃法则 而是完完全全爆发出 魔道原本的力量 那么 这片世界的本源 就会排斥她 对她造成阻碍 但现在魔祖别无选择 因为玄子清的实力 超出了她的预料 她必须全力出手 才能尽快战胜 一念即此 魔祖不再留守 她魔道全力爆发 顿时周围的虚空之中 都映照出山河倾腹的虚影 那是一场浩劫 上到满天星辰 下到微尘草县 所有的一切都彻底倾腹 毁灭 玄子清目光微明 但是她却毫无畏惧 因为这一刻 她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加持于她 为她提供助力 虚空中的法则分涌而来 哪怕离得再远 都瞬间汇集在了 段月的剑身之上 大眼梵天剑与魔道 轰然相撞 气浪撕裂了虚空 整片轮回海 都变得一片狼藉 二人不断碰撞 煞时间虚空崩碎 乱象分成 起初 魔祖能够感受到 自己的力量 是远胜于玄子清的 但是在不断交手的过程中 或许是世界本源的加持 也或许是玄子清对 自己掌握的力量更加熟悉 二者之间的差距 竟是逐渐缩小 即便玄子清 仍然绝非魔祖的对手 但这样拖下去 虚空对魔祖的排斥 也越来越强 这样的局面 对魔祖极为不利 魔祖无比震怒 他现在万分极切 但是却解决不掉玄子清 可恶 可恶啊 我得找到他的弱点 等等 他的弱点 魔祖似乎是忽然想起了什么 玄子清的确是有弱点的 他的弱点 就是他的那些弟子们 想到这里 魔祖的嘴角里 开了一道阴毒的弧度 他也不再顾及 自己高傲的身份了 只要能赢玄子清 怎么都好 于是 魔祖忽然迈出一个破绽 竟是朝着远处的 叶星鱼暴冲而去 玄子清瞳孔咒缩 他全速爆发 怒吼道星鱼 第249章 超脱大结局 魔祖宁笑着 魔道朝着 叶星鱼骤然轰去 那可是超脱境界的力量 而叶星鱼 只有区区先帝出境 这根本不是叶星鱼 能够挡得下来的 玄子清没有想这么多 他只知道 自己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叶星鱼受伤 即便他现在的情绪 哪怕比之素来冷静的他 都要显得莫名淡薄 但是当叶星鱼 遭遇危机的时候 他还是爆发了 玄子清冲向了叶星鱼 他毫不犹豫 用自己的身躯 挡下了魔祖的这一击 鲜血抛洒在虚空之中 玄子清的意识 也逐渐模糊 只能隐约听到 叶星鱼焦急的哭喊声 与此同时 他的记忆里 出现了一切此前 从未有过的画面 那是荒谷年间 少年少女相依为命 他们兄妹二人不甘于命运 是要踏上 此方天地的顶点 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十二人分别 那时的玄子清闲死还生 他以为自己的妹妹 已然身亡 绝望无比 万念俱灰的他 最终抛弃了一切 博杂的情感 只想着 要登临此方天地 而最后 玄子清做到了 他观觉先欲 甚至杀入了 空无一物的虚空 他感受着那些 玄傲的大道 忽然有了一个 特别的想法 如果我可以回溯时间 是否就可以 救下当时的妹妹 于是玄子清 拼命地参悟那些大道 他想要填补 自己心中的遗憾 时间法则 空间法则 甚至是轮回 但是都不行 即便他掌控了时间 但却最多做到停滞 而没有办法回溯 玄子清猜到了原油 因为这些法则 都是此方天地之内的力量 他们是此处 天道推演 巨线之后的结果 也自然不具备 扭转时间的力量 那么 如果我超越这片虚空 超脱于这片世界呢 如果我拥有了 更强的大道 是否一念即此 玄子清更加沉 进入仓悟大道之中 十年 万年 千万年 漫长的光阴过去 他甚至是迷失了自我 也几乎失去了本心 他到底是 为什么要参悟大道呢 玄子清不记得了 他只知道 自己明明已经完全 看破了大道 为什么没能超脱 答案很显然 是因为心境 当时的玄子清 已经可以说是 走火入魔了 他那样空气的心境 又弹劾超脱 于是 玄子清最终 消散于天地之间 哪怕是最后的瞬间 他仍然想不起来 自己所求为何 也就是在那时 那股渺远的意志降临了 可惜 既然你想超脱 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赐你万事轮回 因结转世 倘若你能找回迷失的自我 解决此方天地的劫难 那 便可超脱 这一刻 玄子清中于 回想起了一切 但他却不再是 从前的那个他了 他不再枯作于虚空之中 漫无目的地寻求大道 而是拥有了新的基板 新的牵挂 那道意志 与荒谷年间种下的因 如今 终于都结出了果 原来 超脱 需要的事 不仅是大道的感悟 更是超脱世界的心境啊 玄子清凌悟了 这一刻 他的四肢百骸之中 顿时涌出了无边的力量 原本极重的伤势 也转瞬间恢复如初 魔祖刚刚还在肆意地狂笑着 但他很快笑不出声了 因为他感受到了 玄子清的气息 那是超越大地 甚至超脱于天道的气息 不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此方天地 怎么会有人能够超脱天道 魔祖骇然失色 然而 玄子清根本不给他更多的时间思索 因为魔祖竟然胆敢试图伤害叶星鱼 他 必须得死 一念即此 玄子清手掌虚握 顿时 整片虚空都骤然坍缩 整个天道的力量 都被玄子清截流 在他的手掌之中 不断朝着中心压缩 坍塌 而原先嚣张无比的魔祖 却在这股力量下 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力 因为那不仅是玄子清超脱境界的实力 更是整个天道 整个世界本源对他的压制 所有的一切都尽数为玄子清所用 魔祖只能不断痛苦地低于着 不可能 这 不 可能 随后 那偌大的虚空 坍缩为一片起点 将魔祖的躯体彻底吞噬 扭曲 直到化为尘埃 再无声息 魔祖 死了 众仙万般震撼 因为变故实在是太突然了 不久前还站着上风 眼看着就要毁灭仙域的魔祖 就这么突然没了 众仙神色恍惚 口中喃喃我们 我们赢了 先欲保住了 然而就在他们迷惑之时 一道身影 忽然自虚空之中降临 所有人立刻神经紧绷 只有玄子清并未戒备 因为他看着眼前那弥漫着圣洁道运的女性 忽然背绝熟悉 来人淡淡笑道 想必你已经察觉了 我就是你一直能够感觉到的那个意志 今日来此 一是为了祝贺你完成试炼 潮脱天道 二 也是为你解惑 本尊女娲 是洪荒世界的存在 你们这片天地 是太古仙魔剑 或许可以视为一片试验场 入侵此方天地的魔祖 是万魔之祖的一缕分魂 它不甘于被红军镇压 于是试图侵吞诸戒本源 大劫将至 我为了人之子们的未来 这才试图找到能够应劫之人 而你就拥有这样的天赋 只可惜 心性尚有缺陷 因此 在你将死之际 我已轮回大道 赐你万事轮回 这是一场对你的试炼 也是为了迎接 即将到来的劫难 那所谓的系统 以及那些小说 你也应该都察觉到了 小说是诸位先帝的故事 而系统只是你实力的 一道道枷锁 至于萧宇他们的巧合 是为了让你心有牵挂 最后 你确实完善了道心 因此才能超脱 也解决了这场劫难 女娲说着 微微一笑 所以 你如今还想要追逐 无上的大道吗 玄子清仰头望向虚空 他沉默许久 最后微微一笑 回到了往日的平静与从容 玄子清淡淡到大道苗远 追逐总还是要追的 不过这种是随缘就好 毕竟 玄子清牵起叶星鱼的手 满足地微笑道 我现在有了牵挂 与此同时 女帝也快步走来 他眼里擒着泪光 啜气道哥哥 玄子清轻抚着女帝的柔发 轻声道没想到 一转眼这么大了 说起来 当初就是为了回溯时间 救活你 这才悟到入魔的 哎 当时要是多等一会 或者耐心找一找 结局或许也罢 这些都不重要了 玄子清释然地长叹了一声 最后淡淡一笑 平静到往后 我们三人再也不会分开 岁月静好 同求大道 这样就好 剪剪剪剪剪剪 本书完 剪剪剪剪剪剪